昭华柔弱无骨的上半身,紧贴着冰凉桌面,双手扣着桌盐,玉脂粉嫩,骨节用力泛白。 身后是男人滚烫的身躯,稳落在他后背,不久前才完成在他背上的画作,已经晕乎开来。 男人那低沉略微沙哑的嗓音响起,怕什么?就算颜料有毒,也毒不死你,乖一些,别乱动。 他那大掌鼓着他腰肢,另一只手的虎口顶着他的裙摆,几乎移到肋骨处。 都已异乱情迷到这般,昭华以为他今夜会要了他,而不是像前几次那样。 却不料他定力如此高,又是紧紧在,每次都是这样。 他主动勾他,他也动情了。 这回,昭华不肯在意他,见他仍没有那打算,他挣扎着要起身。 不,不行,我该回房去了,但他哪里肯就此放过他。 一是暖香,暧昧到了极致,寂静中,女子的四身四气的碎响被放大。 一日,一大清早,大夫人就派人来传话,让昭华过去一趟。 丫鬟云秀伺候更衣,隐约见到他后颈有块红印。 姑娘,您这是怎么弄的?昨日睡前还没有呢? 昭华摸了摸后颈,想到昨晚被摁在那暗桌上一夜,都没能上得了那狗男人的床榻,不免有怨对。 眼下,他若无其事,柔声道,应该是虫子咬的。 云秀心思单纯,不宜有他。 就算他知晓人事,也不可能往那方面想。 毕竟,姑娘是如此端庄温婉,知书达理。 正院内,杜家大夫人瞧着坐在自己下位的昭华,神情冷漠。 还有几日就是你的婚期了,这段时间切不可有任何差错。 要知道,能被李将军看上,是你的福建。 昭华微微汗手,温顺地点点头。 明白了,母亲。 其实,大夫人并非他的母亲,他也并非后院其他女人所生。 杜家老爷收养了许多貌美女子,将她们自幼培养,作为结党的工具。 而昭华只是其中之一。 他年方十六,也是时候给人家了。 昭华不只接受这样的安排,还向大夫人道谢。 出了政厅,丫鬟云秀急声道。 姑娘,奴婢听说,那李将军都六十多了,您才十六。 这,这对你也太不公了。 昭华此刻异常平静,好似已经坦然接受这门婚事。 他还告诫云秀。 不可放肆,此事乃父母之命,只当心怀感念。 姑娘教训的是,奴婢就是心疼你。 在云秀看来,姑娘这么好,应该配更好的男子,而不是一个老头。 秋日肃杀,外头的太阳格外刺眼。 昭华抬起仙仙素手,挡了下眼睛。 看似温婉手里的家人,眼底却翻涌着暗流。 迎面走来一男子,破开着闷热。 那男子歪着淡雅香色衣袍,清俊俊义,心目灼灼。 烈阳高照。 他俊年冷冽,似那桃花雪。 周遭是桃花艳艳,他却似昼之之雪,是闯入人间的角色,主打一个措手不及。 姑娘,是张先生。 云秀站在昭华后头,巧声提醒。 张淮安,杜老爷为他们这些养女请的私疏师。 他一个月前来的侯府,如今已深得杜老爷看重。 就连昭华这个杜甫养女,见到他也得行礼。 带两人走近了些,昭华失身道。 学生见过先生。 男子站定住,长身玉立,与他隔着三尺之巨,像是不愿与他有过多牵扯。 六姑娘有礼。 他嗓音清润,眉眼却有几分冷淡。 而后,两人擦肩而过,风过无痕。 他走远后,昭华才抬起眼眸。 云秀轻输一口气。 姑娘,不知为何,奴婢见了张先生就犯处。 听说他可严厉了,昨儿还罚了三姑娘打手心呢。 昭华柔和地反驳。 严师出高途,张先生这么做,无可非议。 云秀话多。 不只那姑娘,奴婢觉得张先生不像普通人。 就,就不怒自威。 对,就是这个意思。 他跟着昭华,也学了些东西的。 听这话,昭华笑眼弯弯。 是吗? 可我怎么觉得,他就是个穷书生呢? 说吧,他转头看那男子的背影,手心略感超热。 府中私塾的授课时辰在位时。 昭华一向来得早。 正坐着温书,有人来到他面前,不怀好意地哼笑。 抬头一看,原来是一直与他不对付的三姐姐。 三姑娘摇着扇子,用鼻孔瞧她,冷嘲热讽道。 六妹妹,我真舍不得你啊。 再过几日,你就要嫁给李老将军了。 哎,有句诗怎么说来着,一束梨花压海棠。 昭华并不休脑。 他放下书,欠身靠近一些,柔声轻语。 自然不及大公子在床上勇猛善战。 打蛇打七寸,三姑娘心悦大公子。 闻言,他脸上的笑容立马凝固。 贱人,凭你这样低贱的身份,也敢肖想大公子。 就不怕我告诉大夫人去。 昭华还真不怕。 他浅笑盈盈地回击。 姐姐,你我出身相同,我若低贱,你呢? 我不敢肖想大公子。 姐姐就敢议论李老将军吗? 也好,就去父亲母亲跟前平平礼吧。 说着,昭华起身,做事要出去。 三姑娘气急败坏,一脚踹倒昭华的矮桌,不许去。 你这不要脸的贱人。 怎么了这是? 其他人也都被吸引过来。 人群混闹之际,一道白衣偏然的身影从外走进来。 有人率先注意到他,失身行礼。 张先生。 张怀安淡淡地扫了眼事故中心那两人。 闹事者,罚超心惊十变。 三姑娘委屈地争辩。 先生,我没。 二事变。 张怀安沉生道,俊雅清冷的眉眼,瞧着不尽人情。 三姑娘不敢多言,转而愤愤然瞪了眼昭华。 昭华默默捡起地上的书,一抬眼便对上了台上张怀安的视线。 他立即垂眸一副温讯的好学生模样。 学生间的小打小闹并未影响张怀安的授课。 今日的课结束后,别人都走了,就昭华和三姑娘还在留堂抄写。 三姑娘先写完,去张怀安住的燕莱居交法抄。 据实,正看到三姑娘将罚钞交给书房外的小丝。 两人经过,三姑娘对他翻了个白眼。 昭华则并不在意。 他走上前,也要将罚钞交给小丝。 然而,小丝没接他的。 六姑娘,先生让您进去。 昭华疑惑得皱眉,但还是迈了进去。 人刚进屋,就听身后的门被关上了。 他心头一跳,抬眼便见张怀安坐在暗桌那边, 指笔书写着什么。 而他头也不抬,轻零零地说了两个字。 拖了,第二张上药。 没听到动静,张怀安抬眸看向那表面疏疑的女子。 怎么,要我帮你。 他的语气里掺杂着一点催促。 昭华浅浅一笑,青天白日里,先生这是要做什么? 张怀安早知晓他那些伎俩,没音。 昭华便一步走至那暗桌前, 先将那罚钞放到桌上,眼神拉丝一般。 钞了这么多,手算得要命。 说话间,他绕到他那边,挤进他和暗桌当中的空隙。 双手一撑,熟练地坐到暗上,与他面对面。 他葱白如玉的手指,勾着水红色腰带。 一改平日里那清雅温良,像织勾人的狐狸精, 举手投足,皆带着玉色。 张怀安被他勾到一般,摸得站了起来。 顷刻间,他就整个笼罩在他的阴影中, 被迫仰起头来看他。 他一手抓住他那手腕,另一只手拽住了他那腰带。 刷! 直一扯,腰带就从他身上抽离出去, 一惊瞬间变得松松垮垮,露出他胸前一抹青绿。 他本能地抬手遮挡,对上了男人眼中的嘲弄。 也是,前几次不用他动手,他都能把自个儿脱光了。 眼下又有什么可遮挡的? 在他看来,一定是装模作样,欲擒故纵。 昭华也不挡了,将手放了下来。 旋即,他没有一丝喘息的余地,就被他的唇欺而来。 那令人窒息的,狂热地闻,横冲直撞时, 朝着极深的地方探去。 昭华招架不住,被动地向后倒去。 男人有力地胳膊,拖住他肩膀,将他往自己怀里按。 他手揪着他的衣裳,使坏地抓乱他衣巾。 而当他想掌握主动,去拉扯他腰带时, 他却疏然停下,猛地将他拽开。 不长记性,他的嗓音润如李全,又沙哑危险。 紧接着,他又将它翻了过去, 无情地把他面朝下摁在暗桌上。 衣裳被扯下,昭华后背一凉。 他有些脑,雷声大雨点小的东西。 阵仗搞得再大,还不是胡晃一枪。 昨晚他没能反抗得了, 这回他是无论如何都不想由着他白占自己便宜了。 昭华刚想挣扎,事儿却跟自己预想中的不同。 张怀安没有轻他咬他, 而是用手指沾了点什么, 涂抹在他身后。 从后颈到后背, 他手指打着圈, 晕开清凉的触感。 昭华这才反应过来, 他是在给他上药。 应该是消除瘀痕的。 昭华这下舒服了, 也不乱动了。 你这要是哪来的? 他以前也用过府中的药, 却没有一种的感觉这样好。 药铺买的? 男人不冷不热地说。 昭华没在追问, 闭眼享受着他的伺候。 张怀安物资给他涂抹完后背, 便停下了。 余下的你自己来, 也就剩他大腿那两侧了。 他将药放在岸上, 这时, 昭华转了个身, 仍坐那岸桌上, 上身只穿了件青绿色的肚多。 药上完后得晾晾, 他没法立即穿衣。 但他也没闲着, 身子往前一靠, 便攀附在男人怀中, 柔声诉求。 今日大夫人叫我去, 是为了我的轻视。 张怀安立在那儿, 没有推开他, 也没回抱住他。 昭华听他没反应, 心中惶惶不安。 他仰起头来, 循着他的唇角亲了亲。 他们要我嫁给李老将军, 他眼尾泛着点点红月, 好似下一声就要落泪。 男人那修长的手指, 挑起他下巴, 明知故问, 嫌他老。 昭华委屈巴交地望着他, 你明知我心里有你。 张怀安低头靠近了他几分, 如玉双眸深邃莫测。 不是说大公子很勇猛吗? 他冷不防地提起这么一句, 昭华眼洁微颤。 他兴慕原争。 你怎么听到的? 我听闻, 只有内功高手, 才有千里听音的本身。 张怀安眼眸微脸, 否认道。 我能识淳于。 昭华眼神诚挚, 我那是胡说鸡三姐姐的, 当不得真。 他话音刚落, 脖肩忽得一凉。 张怀安那骨节分明的手指, 抹撒着他那抹青绿的上边沿。 他意味深长地反问他。 当不得真的, 只有那句吗? 昭华呼吸凝滞。 旋即, 他脸上敷着难过之色。 先生这是疑心我哄骗你, 待你不成吗? 既如此, 只当我没逃扰过先生。 我叫我的将军, 你娶你的美人, 我们…… 嗯。 他还没说完, 就被张怀安扣着后颈按向他。 他用力缠住他的舌尖, 故意不让他呼吸似的。 昭华沉溺在他的气息中, 几乎要晕过去。 他一手托着他后脑, 手指与他的青丝紧紧缠绕。 同时, 他另一只手隔着那小片青绿, 五指收拢时, 他身子站立。 迷恋之际, 昭华听见他嗓音音哑地说, 别再穿绿的。 昭华一出点点乌页, 听, 听你的。 他主动凑过去, 他却没了兴致似的将它推开。 而他明明感觉到他的情动。 你是不是害怕李老将军, 不敢要我了? 昭华促眉质问, 他语气沉稳。 你何时被抬去李府? 约莫六七日。 怀安, 你会带我走吗? 他看他的眼神, 好似落水之人揪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稍安勿躁。 张怀安只给了他一个模棱两可的回答。 昭华当然是不满意的, 他眼底附着暗色, 默默拉起自己的衣裳。 尽管什么都不说, 也能感受到他的失落。 他离开后, 张怀安将外面那小厮叫了进来。 主子, 您有何吩咐? 私下里, 小厮对他变了称呼。 张怀安眼眸深沉。 李府的事, 你是怎么办的? 小厮实际上是跟随他多年的侍从, 功声回禀。 都是按主子您的意思, 借李老将军的名义, 将六姑娘弄过去, 然后我们的人再带他离开。 李老将军也点了头的, 届时会对外称六姑娘病逝。 主子, 是有何变故吗? 张怀安定定地瞧着岸上的罚钞。 少请, 他问, 怎会只剩下六七日? 小厮也纳闷, 许是李老将军以为您心急, 这才, 主子, 属下今夜再跑一趟李府, 让他缓缓。 无妨, 即使定好了日子, 便不要妄然改动, 以免杜府这边起疑。 见主子还是脸着眉, 小厮试探着道, 主子, 您是在犹豫, 要不要跟六姑娘说这事的真相吗? 属下斗胆, 还请主子以大举为重。 哪怕是为了六姑娘自身的安危, 也不能让他知道您的真实身份。 张怀安自然也是这样想, 他温润凝合的眼眸中浮过一道暗芒。 入夜后, 兰院内, 昭华沐浴完, 正要抹张怀安给他的药膏, 燕来居的小厮过来了。 六姑娘, 这是张先生让小人交给您的课页。 那是一本书, 却用蓝布包裹着弄得神神秘秘。 他接过后, 小厮又低声提醒他, 还请姑娘私下查看, 莫让旁人瞧见了。 对了, 先生还说明日他要检查的。 昭华心有不检, 他回屋后, 寻了个由头支走丫鬟云秀。 揭开那层蓝布, 里面的书籍暴露于他眼前。 瞧见书名, 昭华又羞又恼, 像碰了什么脏东西一般, 将他们丢了。 第三章检查课页。 宿女精, 鸳鸯密谱。 昭华浓翘的眼睫发颤, 手绞着帕子咬紧了唇内的软肉。 张淮安这衣冠禽兽, 怕是他说破天也没人会信, 表面端方的君子, 私下是这般梦了。 忽然, 云秀这丫头进来了。 昭华来不及收, 被看了个正正。 云秀瞧见地上那些书, 又看了看自家姑娘, 欲言又止尖, 眼神饱寒复杂。 姑娘, 这。 云秀面红耳赤地将那些书捡起来。 不过, 他十分单纯, 始终相信自家姑娘端庄贤雅。 姑娘, 这是大夫人让人送来的吗? 听闻女子的嫁妆里, 都有这些, 这些书的。 奴婢给你好好收着。 云秀还可怜姑娘脸皮薄, 着实为难他了。 这是个美丽的误会。 昭华没有打破他, 他也没看那些书, 翻都没翻过。 倒不是他羞于看, 毕竟他们这些杜甫养女, 一个个早就接触了此类知识。 他当下只是纯粹不想顺了张淮安的意。 此外, 他还在烦恼, 张淮安指望得上吗? 他就是个普通人, 纵然品性在家, 碰了他就会负责, 可到底是胳膊拧不过大腿。 昭华寻思, 这条路是不是走错了? 但, 他一个被锁在深宅内院的女子, 所能接触到的外人, 只有张淮安。 就算不成, 他也得试试。 次日, 燕来居内。 张淮安还真检查起昨晚的课业来。 昭华没看过, 自然是一问三不知。 他布满他的懒带, 罚他输血。 昭华不想, 故意大胆地往他腿上坐, 臀部压在他大腿上。 昨日就罚过了, 先生心疼心疼我吧。 他以为张淮安会把他撵下去, 然后他再拴。 事儿为, 控诉他冷血无情, 不管什么罚超, 却不料, 他。 张淮安直接念, 让他边听边书写。 皇帝曰, 阴阳交接, 节度未知奈何。 起初昭华还能心无杂念, 后来越听越奶然。 张淮安用温润清零的嗓音, 念着这些令人浮想原片的字句, 眼眸中没有那些丑陋的骨歉念。 昭华的脸色则一阵红一阵白, 但他依旧保持着冷静, 还妖妖饶饶地同张淮安玩笑。 先生, 父亲让我们学的, 可比这些有趣多了。 张淮安眼神沉静, 好似看不到底的深渊。 度假叫你的那些是谄媚之道, 男人不喜那只会逢淫自己的女子。 学些正经之道, 能让你好过些。 听闻此言, 昭华的心凉了半截。 先生这是不要我了, 再叫我将来如何伺候李老将军吗? 不要多想, 你只需安心备嫁, 余下地交由。 这种话, 怎么听都不可信。 昭华不想听这敷衍的废话。 他起身转, 妈。 他眼波流转, 先先御手勾着他腰间掏袋。 杜甫对他们这些养女的培养准则, 是大家闺秀。 平日里, 昭华是温婉优雅的, 瞧着不容谢丸。 可他本就生了张霍国殃民的脸, 只稍微散发一点风情, 便似那经佳酿滋润的牡丹, 罪态之下相变了个人, 艳丽妩媚。 加上他那天生容易染上红韵的眼尾, 更是像吉纳修炼千年的狐狸。 饶视张淮安这般老道的正人君子, 对他也多了几分纵容。 他眼眸沉脸, 淡淡地问。 外出作甚。 我想沿着仙子湖畔, 瞧一瞧风树长林。 见他九思不达, 昭华动手宽衣, 外肠从他肩头滑落, 松垮地垂挂在他臂弯。 张淮安喜欢他主动, 又不喜他太过主动。 他眉头微微紧促, 抬起手来, 想将他的衣裳拉上去。 他却忽而靠在他肩头, 对着他颈侧吐气如蓝。 我今日穿的小衣是红色, 淮安, 我是不是很听话? 张淮安才将他的外肠拉到一半, 动作末地一顿。 昭华又往下, 珠唇半张, 含住了他喉间的凸起。 刹那间, 张淮安呼吸微重。 唯独在他面前, 他不需要忍耐。 过去二十载的人生中, 为防止他那手作乱, 他一只手与他食指相扣。 后来, 他松了他的手, 勾着他的腿弯处, 带着他往自己怀里转。 昭华有分寸地缠着他, 不住地提起出府的诉求。 两人在那方寸之间乱了体统。 昭华的鞋袜都被蹭掉了。 突然, 外面来了不速之客。 大公子, 先生不在。 那我就在这儿等先生回来。 听到大公子的声音, 昭华有些慌乱。 时机未到, 昭华也怕被发现。 他推散着男人, 挣扎出一些空隙。 别看他仍是一副 清心寡欲的模样, 那双手却在用力侵蚀他。 昭华一时情急, 竟不慎打翻了燕台。 这声响被外头的人听见。 紧接着, 门被撞开了。 哄。 张先生, 我找您有。 第四章下着了。 度假大公子进屋的刹那, 昭华的身子一个站立。 他埋首于张淮安的胸膛处, 无异于掩耳盗铃。 然而, 料想中的被捉奸没发声。 他听到咚的一声, 好像是人倒地了。 张淮安那大掌落在他后背。 他甚至都不知道, 自己这衣裳是何时被穿上的。 吓着了? 男人朗论的嗓音响起。 你向来胆大, 还会害怕吗? 昭华缓缓抬头, 而后转头看去。 然而, 什么都没有。 连那门都被重新关上了。 可他明明听见大公子进来过。 昭华不解的簇眉, 他是怎么了? 张淮安那手指插入他发间, 拢着他的后脑, 迫使他仰头看自己。 那黑洞洞的眼眸, 令他产生一种无力感。 无甚, 大公子懂得非礼物事之理。 说完, 他扶手在他那银润的唇瓣上映了一吻。 被他手辅过的地方, 激起一层站立。 他松开它, 让他收拾好后回蓝院。 昭华点了点头, 神情恍惚。 大公子是自己走的。 刚才那声响, 真是他听错了吗? 昭华穿好鞋袜, 准备离开时, 张淮安忽然又叫住他, 明日沉时, 西侧门候着。 他这是答应了帮他外出的请求。 好。 昭华走后, 那小丝站在门边请罪。 主子, 小人罪该万死。 尽管已将大公子放倒带走, 但他没能守好房门, 无从辩解。 张淮安拿起昭华方才写下的那些字, 想到他方才害怕地躲在他怀里的模样, 嘴角浮起似有若无的弧度。 无妨, 下不为例。 昭华脚步虚伏地回到蓝院, 还未完全从那心有余悸中缓过来。 也不知道, 大公子有没有认出他来。 还有今日张淮安那些话, 说什么让他安心待假, 这人分明是指望不上了。 以防万一, 他得给自己留个后手。 第二天, 昭华坐着张淮安的马车, 时隔多年, 终于得以出府。 为求稳妥, 他特意做了男子打扮。 瞧着也是个俊俏小郎君。 马车内, 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 可亏见杜老爷对张淮安的看重。 东侧一置物架上, 摆放着书册和观赏类的摆件。 中间有一挨挤, 无聊时还可对弈。 张淮安坐于正位, 昭华则坐在西侧。 马车行驶得格外稳。 昭华时而瞧瞧外头的风景, 时而同张淮安说几句话。 听闻先生是天启人, 不知天启和大漠有何不同之处。 张淮安白衣偏然, 手执书卷, 但而又淡地瞧了眼他的男装扮相。 并无多少不同, 他一语双关。 眼前之人穿了男装, 还是个勾人心魄的女子, 在外能骗得了谁。 在昭华听来, 他这话极其敷衍。 他之后, 也懒得再和他聊天。 一来是没这个兴致, 二来是回忆起了一些糟糕的事。 天气, 真是个好地方呢。 有心事吗? 张淮安放下书卷, 朝他看去。 昭华当即回过神来, 冲他玩耳一笑。 没什么, 他却以为他, 在未嫁去李府的是范仇。 但他现在又不能告诉他太多。 寒胜五日, 筹划得当, 就不会出岔子。 他只要按照他说的, 耐心等待即可。 张淮安要去书斋, 中途将昭华放在仙子湖畔。 他走远些了, 回头一看, 那马车还停在原地。 马车内, 男子修长手指, 挑起布漫一脚, 目送着那即使女扮男装, 也难掩拼停之姿的女子。 小四开口, 主子, 已让人暗中保护六姑娘, 他会没事的。 张淮安的眼神温润凝和, 声音却含着陈里。 丁锦仙, 看他要去见什么人, 做什么。 遵命! 今日秋高气爽, 仙女湖畔围了不少人, 尤其是那枫树长林, 年轻男女竟然风流。 湖边有诸多摊贩, 卖着各样的新奇玩意儿。 昭华对这些都不在意, 他并不知道张淮安派人跟着他, 七拐八拐地进了一条逼子的旱道。 而后, 他找到一家可以租赁马车的商户, 给了定金。 掌柜的询问, 姑娘, 您这马车打算何时用上? 昭华说了个时间, 让那掌柜安排。 除了马车, 他还让掌柜的备些干粮, 到时候, 一并将银子结给他。 昭华今日出门, 就只是为了办这件事。 之后, 他又折回仙女湖畔, 等着张淮安来接他。 张淮安这时, 正在书斋一案间内。 里面那些人见到他, 都对他毕恭毕敬。 大人请上座。 张淮安坐下后, 便同他们谈了会儿正事。 杜齐山经手的军械粮草不计其数, 但巨细无疑, 皆成策记录在案。 目前已知那帐簿的藏匿位置, 不日便可得手。 陈将军, 老你尚书禀告皇上, 皇城那边暂且稳住, 切不可打草惊蛇。 那陈将军拱手领命? 是。 一个时辰后, 张淮安走出案间, 还带上了几册书。 此处到仙女湖畔, 续一刻钟。 途中, 小厮隔着布曼, 将昭华那边的行踪上报于张淮安。 后者听完, 手指撵着书页, 眼底清零无畏, 无伤大雅的事便由他去。 如此一来, 他至少能求个心安。 小厮迟疑了片刻, 又接着道。 坐完马车后, 六姑娘孩, 还和一伤饭相谈甚欢。 这种芝麻小事, 按理说是不该打搅主子的。 可小厮出于谨慎, 还是觉得有必要提一下。 何谓相谈甚欢? 马车里头传出一道听似温和的声音。 小厮挠了挠头, 难以回答。 毕竟他也没亲眼见到。 就这会儿功夫, 马车也到地儿了。 张淮安掀开窗边布曼, 好巧不巧地见着了那一幕。 只见昭华站在一摊位前, 对面的商贩与他交谈间笑得满面红光。 而他大敌也是高兴的, 否则不会逗留那么久。 张淮安放下布曼, 俊美的脸上波澜不惊。 小厮颇有眼力见, 不用主子提, 他就飞快跳下车员, 跑去换昭华了。 公子, 我们该回府了。 好。 昭华应声后, 还不忘与那商贩告别。 随后, 他弯腰上马车, 正要坐他来时所坐的西侧位。 却听张淮安沉声道, 过来伺候。 昭华犹豫了一瞬, 还是乖乖挪了过去。 他还未坐下, 便被他拉到了怀里, 侧身跌坐于他腿上。 抬头一看, 就见他眼神浮动着些, 他看不懂的意味。 这令他隐约感到不安。 张淮安抓着他的手, 放在自己腰带上。 玄机他说, 解开。 第五章, 偶遇大公子。 昭华一动不动, 手指更是僵硬。 不, 不可以。 张淮安静静地盯着他, 讥讽式地说了句。 之前勾我的时候, 可没想这么多。 出府一趟, 脸皮变薄了。 昭华还想说什么, 他突然压下脑袋, 用力掘住他的唇。 外边车员上, 小丝是习武之人, 耳力较好。 马车又行驶到了安静处, 他更能听得真真儿的。 小丝像是司空见惯, 熟练地掏出一团棉花, 救了两小团下来, 塞到两边耳中, 并将马车往闹市驱使。 车厢里的声响还在持续, 昭华的头发乱了, 乡间上面赫然有着几枚印记。 耳边能清晰地听到, 外头那些喧闹声。 他怕被外面的人看到, 压弯腰紧紧缩在他怀里, 像只胆小的雀儿, 瑟瑟发抖。 他还轻声要求他, 我害怕, 真的。 张淮安贴着他耳畔, 沉沉地出声。 你怕什么? 你都敢和来历不明的商贩相谈甚欢, 毫无戒备。 你说? 你怕什么? 昭华才意识到, 他是为这事生气。 他主动求好的亲了亲他下巴。 没有无用的辩解, 只有视若认错。 好郎君, 我错了, 下回不敢了。 我, 我心里只有你。 果然, 他这么一通说完, 他便稍微缓和下来。 他那大掌贴着他后腰, 薄唇有意无意地扫过他脸颊。 叫我什么? 昭华看不清他的神情, 但听他这语气应该并不抵触。 于是, 他讨好地重复了遍, 好郎君。 紧接着, 那笑自他胸腔震荡, 传到他这边。 真是生了张乔嘴, 不知羞耻的。 嗯? 昭华知道他爱听, 就又唤了几声。 终于, 张怀安放过了他, 还难得不嫌麻烦地帮他穿好了衣裳, 连领口都里得平整了。 闹事中人来人往, 极容易碰上熟人。 这不, 杜家大公子也在街市上, 还眼尖地瞧见了自家马车。 通过那小四判断出, 里头坐着的是张怀安。 就在刚才, 他还隔着帘子, 看到里头两人搂抱在一起, 貌似格外亲密。 大公子眼中一片英质。 昨儿他有急事相求, 张怀安先是将他拒之门外, 之后他跨入屋内, 又莫名其妙就晕了。 就不幸, 这事跟张怀安没关系。 这个张怀安, 平日里端着君子做派, 把他那老爹弄得五迷三道的, 结果呢, 还不是私下里做尽苟且之事。 这一回还不让他抓住把柄。 大公子聪明地没有惊动他们, 亲自尾随, 想打他们个措手不及。 不承想, 中途一直没人下马车, 这马车直接进了他家西侧门。 大公子格外震惊。 那张怀安的相好, 竟是他们杜府里的人。 马车停稳后, 大公子瞧见张怀安先下马车。 他等不及了, 立马跑上前。 张先生! 张怀安心下微沉, 但表面上还是傅谦逊模样。 大公子有礼。 大公子的目光越过张怀安, 紧锁着那车帘子。 小丝顺着他的视线望去, 下意识看向主子张怀安。 张怀安云淡风轻地问, 大公子有何事吗? 大公子笑得不怀好意, 逼近了马车。 本公子眼拙, 怎么好像瞧见这马车里还有人呢? 张先生, 你这是马车藏娇啊! 话音刚落, 他就眼疾手快地掀开了车帘。 第六章自甘下见, 尾身于他。 车帘掀开后, 里面竟是空无一人。 大公子满脸惊愕。 这不可能。 他一路跟着, 这人怎么就不见了? 大公子转看张怀安, 直见后者淡定如常。 大公子是在寻什么? 张怀安从容地询问。 大公子吃了扁, 十分不快。 他皮笑若不笑, 压低声音, 单独对张怀安说。 你心里清楚? 张先生, 我父亲如此看重你。 你可别不知好歹, 在我杜甫行那烟渣会乱之事。 在他看来, 杜甫的女人, 包括那些养女和丫鬟, 都是他们父子的。 张怀安镇定地微笑。 大公子所言, 在下困惑之余, 不胜惶恐。 大公子冷笑了声, 便转身走了。 他走远后, 张怀安目视前方, 眼神凉薄。 小四轻声道, 主子, 这次是提前知晓, 大公子在后头跟着, 才能将六姑娘安然转移。 下次, 张怀安侧目看来, 小四便闭上了嘴。 他自然知道, 不是每次都能这般顺利。 告诉他, 近日多加提防。 是, 主子。 在张怀安的妥善安排下, 昭华也顺利回到了杜甫。 最担忧的, 莫过于云秀了。 自家姑娘私自出府, 万一被发现, 可就惨了。 好在兰院僻静, 平日里没什么人过来。 昭华换衣服的时候, 没让云秀伺候。 他就觉得哪儿不对劲, 脱了衣裳, 才发现少了件小衣。 那小衣, 可能还在马车的某个角落里。 张怀安应该会处理好吧。 昭华当下身心俱疲, 便躺床上休息了。 午后, 他还要去私塾, 半路碰见了大公子。 大公子在必经之路的岔口站着, 像是在等什么人。 昭华, 你今日一直在院内待着吗? 他审视着他, 疑心深重。 昭华温柔款款地行礼, 回道。 是的, 兄长, 见他没别的话讲, 昭华便要走开。 突然, 他那手抓住他后领, 你等等, 我还没问完。 接下来, 大公子的脸色瞬息万变。 只因他刚才这么一拉扯, 昭华警侧一枚红痕便暴露出来。 多么疑你的硬解。 昭华也意识到不妙, 赶忙挣脱他, 并迅速离好领口。 但为时已晚, 大公子并不愚钝, 怀疑的火苗瞬间燃起。 他拉拽着昭华的胳膊, 将他带到别处。 四下无人, 大公子立声质问他。 是谁碰了你? 张怀安吗? 昭华瞳孔震荡, 兄长, 您说什么呢? 我, 我清清白白, 又总会与张先生。 他看着极其无辜, 但, 仅仅是否认, 并不能打消大公子的疑心。 他眼神凶狠, 逼问。 贱人? 说实话, 你想勾引张怀安, 让他帮你撕逃是吗? 昭华害怕得摇头, 不是, 我没有。 兄长, 我就要嫁给李老将军了, 且父亲母亲平日就叫到我李易廉耻, 我是度假的女儿, 我, 他像是吓坏了, 语无伦次地说了一堆, 那你脖子上的痕迹是怎么来的? 大公子进一步质问, 昭华一脸为难, 声音轻如文锐, 我不能说。 兄长若是不信, 大可去问父亲, 他能证明, 如此模糊的说法, 倒让大公子恍然大悟。 难道是自己父亲所为? 大公子心绪烦躁, 揪着昭华的衣领, 冷声告诫他。 你最好说的是实话。 昭华, 你想, 他张怀安有什么本事? 能为你反抗杜家和李家? 你靠他, 不如靠我。 等我掌控了侯府, 就能把你从将军府弄出来。 你可别自甘下贱, 具伪身于一个娇叔先生。 昭华听着这话, 双眼妩媚多情, 却暗藏凉薄。 大公子撩起他一柳秀法, 放在鼻尖清秀。 他的语气变得柔情似水。 昭华, 我的乖乖, 不是你就好。 那张怀安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 敢碰我杜甫的人。 要是他对你不轨, 你可一定要告诉我。 幸好, 他还有三日就会离开了。 昭华脸上的生气瞬间冻结住。 三日, 也就是他出嫁前两日。 张怀安是要抛下他离开, 一股良意从脚底窜升到头顶。 很快, 昭华整个人如智极寒之地。 大公子没注意到他的情绪变化, 懊恼这么一个美人, 竟要先送去给李老将军。 而且, 连他父亲都碰过, 他自己却还没尝过仙。 大公子视线锁着他那英红的唇绊。 昭华, 只要你把我伺候舒服了。 他这心里七荤八素, 早想将他吞吃入腹。 话说一半, 他便急不可耐地扯他腰带。 第七章等着你来求我。 大公子刚碰到昭华腰带, 就听他冷沉沉地吐出一个字来。 滚。 他眼神如刀子般锁住他, 与方才的温外顺从判若两人。 大公子顿感意外, 这小蹄子反了, 敢这么跟他说话? 你, 你这贱人不识好歹。 但他还真不敢强迫他, 毕竟他是被将军府定下的人。 他松开他, 凶神恶煞地扔下一句。 我等着你来求我。 大公子走后, 昭华两手紧攥着, 眼底心红。 张怀安骗了他, 说什么都交给他来处理, 都是假的。 这之后, 昭华也没心思去私塾了。 他返回兰院, 让丫鬟帮他告了病假。 一整个下午, 他都没什么精神。 到了晚上, 昭华已经歇下, 忽见帐上映着一道奇长黑影。 他猛地坐起身, 惊呼。 谁? 谁在那儿? 听起来惊恐无措, 实则他的手已摸到枕下藏着的匕首。 那人手挑珠帘, 入他帐内。 借着床头那盏昏黄油灯, 他看清了来人的脸。 是张怀安? 他身着月白长袍, 瞧着清雅金贵。 是我。 他这生来的晚, 似乎料定昭华叫得再大声, 都不会有人过来。 昭华没有松开匕首, 警惕地盯着他。 你怎么过来的? 走过来的。 张怀安撩起衣袍, 于床延处坐下。 他端坐着, 看起来纯凉无海。 昭华披头散发, 露出一张白净的小脸。 他稍稍松了手, 将匕首推回枕下。 不怕被人发现吗? 他心不在焉地反问, 视线并未落在他身上。 而是望着那帐子, 企图看清外头的景象。 张怀安从袖中拿出一物件, 交还给他。 那水蓝的, 用两根吊带记者的小衣。 昭华顿时想起白天马车上, 他解了他的小衣, 买手于他身前的画面。 他脸色僵宁, 感觉张怀安就是来羞辱他的。 由于片刻后, 他还是低垂眼帘, 伸手去拿小衣。 就在他触碰到小衣的同时, 一只大手附上来, 裹住了他的手。 那般凉, 凉得他心头一颤。 他本能地想抽出手来, 对方却抓得很紧。 他那修长有力的手指拢着他, 好像罩住他的铁笼子。 昭华抬眸看向他, 而他那双仿佛能容纳天下的深邃铜眸, 正静静地将他凝望着。 无声无息间, 好似有疯狂的芝曼肆意生长, 将他困住。 为何装病? 他问, 昭华伪装出眉心眉肺的笑容, 还不是被你折腾累了吗? 他又问, 是大公子跟你说过什么? 昭华喉咙干涩。 没, 我都没见过大公子啊。 他眼睛发酸, 好似下一瞬就要落泪。 张淮安叹了口气, 语调也放缓放柔了。 他吓唬你了? 昭华仍然摇头。 没有, 他不想再跟他虚语尾仪, 有些不耐烦地催促。 你走吧。 张淮安看了他一会儿, 那眼神好似能看透一切。 他疏然开口, 这么逼着我。 你从他那儿得知, 我还有三日便要离开, 是吗? 他竟然猜到了。 昭华兴目原争, 惊讶地瞧着他。 即使打开天窗说亮话, 他那积压已久的怨气便上来了。 是又如何? 你就没打算带我走, 骗我哄我, 还忽然冒出来吓我。 你走! 我不想见到你。 他情绪一激动, 眼角泛起了红韵。 弄清缘由, 张淮安反倒释然了。 他拽着他的胳膊, 将他揽入怀中。 别来碰我。 他生气地锤打他胸膛, 他也受着。 等他稍微平缓下来, 能听得进他说话后, 他才复又开口。 你只需记得, 到了出嫁那日, 耐心等着我, 我会去救你。 昭华不想信他这鬼话。 可张淮安有种深不可测的神秘, 连杜琪山那么精明的人, 都将他奉为座上宾, 愣是求着他来私塾授课。 他又那么认真同他保证, 让人很容易信服他。 思索片刻后, 昭华暂且没将他这条路封死。 他娇娇软软地往他身上依靠。 淮安, 我会等你的。 当然, 等他的同时, 也不妨爱他等别人。 他不能将希望放在一个人身上。 而在张淮安看来, 他深深依赖于他。 有些事, 他得和他讲明, 再给他一个选择的机会。 温香软郁在怀, 他却心不在焉。 我自幼, 家中长辈便定下了轻声。 因而, 我给不了你正妻的位置。 昭华, 我再问你最后一次, 你可愿一辈子跟着我。 我当然。 他还没说完, 张淮安那眼神就变得异常严厉。 想清楚了再说, 跟了我, 此生都不能离开。 否则, 后果不是你能承受的。 闻此言, 昭华那本就参甲的笑容, 骤然消退。 底巴掌你走了, 我会想你的。 听了张淮安刚才那话, 昭华的第一反应是, 他有婚约在身。 紧接着第二个反应是, 与他合肝。 甚至, 他有婚约, 又更想娶的女子, 与他是件好事, 他无需为利用他而愧疚。 但他又威胁他, 跟了, 他就不能反悔。 可事实是, 这世上被辜负的, 大多是女子。 别说一生一世, 只怕不到五年十年的, 他就验了他了。 他都没向他要什么承诺, 他反倒先来约束他。 昭华没有把他的话当真, 言笑着依偎着他。 淮安, 我喜欢的是你, 不是那正妻的位分。 何况我这样的出身, 能跟着你, 便不再奢求其他了。 就是一辈子做你的外事, 我也甘愿。 张淮安打断他的话, 妈撒着他那两片唇。 不可这般自清自荐。 昭华抱紧了他的腰, 晓得了。 我都听你的。 他也是真的困乏了。 不知不觉就睡了过去。 连后来张淮安何时走的都不知。 四日一早, 将军府派人送来了昭华的嫁衣。 大夫人拆了身边的婆子, 帮昭华将嫁衣上身, 看看这尺寸大小是否合适。 若有宽松之处, 就得拿针线给他收一收。 但若是太紧, 那可就麻烦了。 稀奇的是, 这紧赶慢赶出来的嫁衣, 竟十分贴合他的尺寸。 大红嫁衣, 这是正妻才能穿的。 昭华想到, 昨晚张淮安那句给不了你正妻之位。 他嘴角清澈, 似笑似疯。 夜幕似合, 艳来居。 拼廷鸟鸟的女子坐在暗桌上。 他露出一侧肩膀, 男子站在他身后, 手指画笔, 毛草的笔触划过他细腻的肌肤, 会下一株栩栩如生的红霉。 他认真专注, 不似狭弯轻薄, 更像是纯粹以美人皮为止。 从头到尾, 他的呼吸都没乱过。 今日, 那驾一试得如何? 笔尖扫过颈侧, 仰溢, 令他身子紧绷, 咬了咬唇。 还, 还行, 很合身。 张淮安这幅画做了大半个时辰, 花枝需要延伸感, 他便执笔绕到他前方, 要在他脖肩点缀。 他面色烟红, 比他笔下的红霉更娇艳, 一柳发丝垂在并边, 似摇曳的柳条, 又似画了形的风, 吹乱他的注意。 他抬手, 将他发丝撩起, 别致耳后。 昭华腰间酸痛, 直接往他怀里一倒, 带着点韧性的不配合。 腰酸了, 不知他怎会有这种怪癖。 张淮安一句关心的话都没有, 将他的衣服往上拉, 挡住那一株极好看的梅花, 不让他展露在人前, 自私地将他霸占。 随后, 他长袖一幅, 单手搂住昭华, 将他轻松从暗桌抱了下来。 他还有两日不要走了, 昭华心神不宁, 他侧坐在他腿上, 手指有一下没一下地勾弄着他腰间的玉佩。 那玉佩看起来橙色一般。 怀安, 你走了, 我会想你的。 张淮安那拇指压在他唇半上, 又不是不会再见面。 昭华那舌尖轻轻掠过他指腹, 眼神清澈, 好似只是在跟他打个招呼。 那你呢? 你会想我吗? 张淮安那虎口抵着他下颌, 拇指和食指捏住他两个血腮, 像在惩罚他刚才的无礼。 他低眼看他, 铜人里夹杂着撩拨人心的东西。 想你坐肾? 想你这嘴多会哄人? 还是想你这手多不安分? 这时, 外头的小丝亲扣门。 先生, 热水打好了。 张淮安说了声进来, 那小丝便提着筒热水, 脚步稳健又轻快。 玉桶在内饰的屏风后, 张淮安抱着昭华坐在暗桌边。 小丝低眉垂眼, 不敢看暗桌这边的人静止绕去屏风后。 他需要进出不少趟, 才能将玉桶装得差不多。 最后一桶水倒完, 小丝攻身行礼。 先生, 水装好了。 小人告退。 张淮安要沐浴, 昭华也该走了。 可他刚要起身, 就听他一本正经道。 去把你背后的颜料洗干净。 昭华恍惚了一下, 这不是你的洗水吗? 张淮安闻言, 温润的视线落在他脸上。 你想我们共狱? 昭华当然不是这个意思。 可下一瞬, 张淮安就横抱着他起身, 也不是不行。 到了玉桶边, 他将它放下。 他面朝着玉桶, 那热气蒸得他面热。 这才堪堪站稳, 张淮安就从后还住了他。 他双手抓牢玉桶边缘, 眸中闪过一丝凌乱。 随即, 他捏着他下巴, 让他侧头。 他们距离很近, 随时能清爽。 他那灼热的呼吸, 横扫他耳畔, 带着蓬勃的力量。 第九章后悔招惹他了。 张淮安目光深深地将他看着, 却并没有下一步动作。 片刻停顿后, 他松开他下巴, 语调温和。 跟你说笑的。 这是专为你调的药玉, 我泡不得。 药玉? 昭华面露不减。 你昨晚睡得不安稳, 泡了药玉, 舒缓舒缓, 夜里好睡眠。 张淮安言简一概地说完, 便转身去屏风外了。 昭华则望着那平静的水面, 眼底一片斑驳。 竟是专为他准备的吗? 算他有心了。 他将衣裳一件件脱去, 挂在那屏风上。 随后, 的确不错。 仅仅一刻钟, 他就觉得浑身轻松了。 全身经络都疏通了似的, 他连呼吸都觉得顺畅。 就是不知道, 张淮安在外面做什么。 他转头, 视线被屏风阻隔, 只能看到那模糊的身影。 他好像正在那儿看书。 室内寂静, 他出声问, 淮安, 你在看什么? 嫌疏? 能念点我听听吗? 我都没事做, 好无聊。 张淮安默了几夕, 你确定想听? 嗯, 想听, 但马上他就后悔了。 只听张淮安自证腔圆地念着。 林玉女时, 昭华真是佩服他, 自己看也就算了, 还真能脸不红心不跳地念出来。 他打断他, 别念了, 我不想听了。 张淮安却端着虚心求学的态度, 阴阳相合之道, 内涵博大。 你不学, 粉之各中精妙。 无知者纵欲滥性, 知晓其道者, 才能学以致用, 造化己身。 昭华忍住, 想挤兑他的冲动。 后来实在忍不住了, 略带调侃地问。 哦? 如此说来, 真是门好学问啊。 张先生迟迟未与我行到底, 可是因为学艺不经。 他这话一出, 气氛冷凝陡将。 本想着张淮安也该闭嘴了。 不料, 他一如既往的凝合。 我年少时便以身之其理, 如今也只是想先教会你。 昭华嬉笑道。 可我觉得, 身心愉悦便是正道。 真正到了那时, 谁还会记得书上之说呢? 先生, 比起学艺之用, 我更喜欢使用出针织呢。 张淮安无奈地将书放下了。 他听到他说, 性如玩牛, 不可较也。 尽管这药语很舒服, 也不能抛得太久。 到了时辰, 张淮安便提醒他起来了。 他擦干身子, 穿上衣服走了出来。 那脸色白里透红, 气色很好看。 每人出狱, 室内都弥漫着他的体香。 他走到张淮安面前, 冲他吟吟一笑。 淮安, 多谢你的药语, 我该回蓝院了。 他刚想走, 却被张淮安拦腰抱起。 靠墙有一软踏。 昭华躺在上面, 万千青丝垂落。 刚泡过澡, 他的眼尾红红的, 肌肤也是水嫩透红。 张淮安却只是须顾着他, 没有多余的轻薄。 不是要使用出针织吗? 墙上映着他们的影子。 光瞧那影子, 只能看到他的身子压得越来越低。 烛火猛地跳动了一下, 随之响起的是女子羞怯惊慌的声音。 淮安, 我错了, 我, 我听你的, 我好好学。 他后悔招惹他了。 第十章, 手把手教他。 张淮安只是吓吓他, 没有真的对他做什么。 放他离开时, 他跑得特别快。 门外的小厮, 瞧见他那落荒而逃的身影, 不敢好奇。 有一说一, 那躍欲的效果甚好。 昭华这一夜, 睡得很安稳。 第二天, 私塾内。 都知道这是张淮安最后一次授课, 众人都有些不舍。 不过聚散中有时, 非人力所能改变。 他明日一早就要离开杜府, 杜老爷特意在今晚为他设宴送别, 请了好些外客。 府里的人也都出席了, 包括昭华。 不过, 他和张淮安的席位隔得较远。 视线若有若无地扫过去, 就见他一直在喝酒, 不是敬酒, 就是被敬酒。 旁边还有丫鬟不断为他斟酒。 这样的强度下, 没多久, 他就有些不胜酒力了。 小厮搀扶着他回宴来居, 其他人则继续吃喝。 昭华不喜欢那刺鼻的酒气, 差不多时候便向杜老爷告退。 回到兰院, 他先沐浴, 洗去了身上沾染的酒味。 之后, 他坐在梳妆台前在发烧抹上花油, 窗户半开。 外面的风吹进来, 令人心旷神疑。 但昭华眉间有愁绪, 久久难以消散。 直到有人砸了颗石头进来。 那石头外面包着纸, 纸上有字。 这是张淮安让人送消息来了。 他以为他要他过去, 上面却写着早将安歇。 燕来居。 小丝轻敲门, 主子, 六姑娘来了。 嗯, 让他进来。 里头有人回应, 小丝才放昭华进去。 竹屋内亮着几盏烛火, 勾勒着男人俊美清冷的面部轮廓。 张淮安坐在暗桌后, 单手支着额头, 宽秀如云堆积垂落。 他像是醉酒难受, 又像是累了小气。 带昭华走近了, 他抬眼看过来。 那好看的眉眼间还残留着醉意, 滴滴地出声问他。 让你早些歇歇, 怎么还是过来了? 我放心不下, 来看看你。 张淮安那有些泛白的嘴唇青阳。 他站起身来, 一手延没, 一手挡着宽秀。 一举一动, 颇有名门公子的风范。 莫言好了, 他便招呼昭华。 过来, 教你写几个字。 昭华走过去, 站在那暗桌边。 张淮安则站在他身后, 两臂圈着他。 他握住他纸笔的右手, 手把手地, 带着他在白纸上启示。 耳后传来他轻润的嗓音。 记住, 我的淮安, 是这两个字。 他的字体很好看。 大气磅礴, 又有君子包容之风。 很快, 淮安两字就出来了。 他边写边同他解释。 小淮之礼。 安树又名玉树, 黄金树, 高且直, 寓意高节正直。 最后收笔, 昭华感觉手心潮热。 他转头看他。 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个? 你, 真的只是天起来的普通读书人吗? 张淮安埋手于他井窝处, 声音闷闷沉沉的。 不知, 我今日怕是醉了。 昭华知道他没醉, 有心事倒是真的。 他也有。 淮安, 你打算怎么带我走? 我, 我只要等着你就可以了吗? 不需要做什么准备吗? 他想知道他的计划。 然而, 他仍然没有多说, 只应了声。 嗯, 等着我就好。 昭华不知, 他为何不能跟自己说明清楚, 事关他自身。 难道他还会泄密吗? 又或者, 他本就没这个计划, 这才说不上来。 他心生脑溢, 眉心威灵, 旋即又应付着柔声道。 好, 我等你。 之后, 他由他搂着, 两人就这么站了许久。 直到打更声响起, 张怀安才松开他, 让他回蓝院。 这一夜, 昭华辗转难眠, 他也不知再为何是心慌。 或许, 月临近那日, 他就越是静相情窃吧。 毕竟从很久以前开始, 他就计划着这个了。 久到, 那些记忆都要模糊了。 黑暗中, 昭华的眼神一点点变冷。 一日清晨, 随着张怀安的离开, 眼来剧便空了出来。 昭华一个养女, 不适合去府外送别, 何况他, 再有两日就要出嫁了, 更应该老老实实待在闺房中。 两天后, 黄昏, 杜甫嫁女, 身为新娘的昭华, 在丫鬟的搀扶下进了喜叫。 大红盖头下, 他脸上无半分喜悦。 喜叫吹吹打打地进了李府门, 锣鼓喧天, 吵得昭华耳朵痛。 这是李老将军第四次娶夫人。 他满头白发, 穿着红色的喜袍, 瞧着很违和。 昭华下轿后, 情绪一直紧绷着。 他以为张怀安的计划是中途抢亲, 但一直没动静。 眼下他被牵引着, 跨了李府的门槛, 不见他人影。 到了新人行礼, 他弯下妖夫妻对拜, 也不见他人影。 然后, 他被送进洞房了。 张怀安还是没来。 昭华坐在洗床上, 心一点点下沉。 他, 不会来了吗? 忽然, 外头响起请安声。 见过将军。 昭华的心猛的一跳。 不好, 是李老将军。 还未到真正入洞房的时辰, 他怎么提前来了? 第十一章出逃。 昭华后背沁出冷汗来。 没成想, 那李老将军并未进来。 他只是在门外吩咐。 好好照看新娘子, 否则本将军拿你们试问。 是, 将军。 随后, 那脚步声就远了, 可昭华并未放松下来。 他放在膝上的, 双手紧紧握起, 旋即一把掀开自己的盖头。 不等了。 昭华站起身, 对云秀说, 我们逃吧。 云秀傻愣住。 姑娘, 你, 您说什么? 平日李温婉手里的姑娘, 竟然在新婚之夜逃跑。 这可是云秀想都不敢想的。 昭华的表情格外镇定, 他早已做足了准备。 张怀安来救他最好, 若是不来, 他也有他的下策。 眼下便是云秀比较麻烦。 他让云秀自己选, 是要跟他一起逃走, 还是留下。 云秀很小就跟着昭华了, 舍不得跟他分开。 他毫不犹豫地回答, 是生是死, 无必都跟着姑娘。 既已做好决定, 就开始行动。 昭华先假装肚子疼, 要去进房。 两人躲开了新房外的看守后, 云秀像个眉头苍蝇, 跟着自家姑娘。 见姑娘轻车熟路地找到后院, 云秀很诧异。 姑娘也是头一回来李府, 怎么好像很熟悉。 昭华找准地方, 趁着周围没有巡逻的府兵, 便和云秀翻过了院墙。 看着姑娘矫健的翻墙动作, 云秀再次被震惊。 那日出府, 昭华就订好了马车。 此时这马车就在李府外候着。 主仆二人上了马车, 车夫就立马驾着车往城门口去。 马车里, 云秀心有余悸, 完全没缓过神来。 只是靠着一辆租来的马车, 他们跑不了多远。 城门附近, 还有人接应。 也是那次出府, 订了马车后, 昭华在仙女湖畔结识的一商贩。 这商人有门道, 给昭华介绍了一个镖局。 那镖局每年这个时候, 都要走镖去天气。 见昭华新娘打扮, 镖头还不太感认。 事情紧急, 他先将昭华和云秀藏进他那些货物里。 城门就要关闭了, 他们必须尽快出城。 好在这城茶的不言, 镖头又是熟脸, 给了点银子打点, 这就顺利出去了。 顺畅了。 昭华则是淡定异常。 这个场景, 他梦到过无数遍了。 很快, 很快就能离开大漠, 回到天气。 出了城, 他们就不需要藏得那么辛苦, 能够坐在板车上透透气。 镖局的人五大三粗, 一路上没少打量他们。 就在昭华以为能一直顺利下去时, 他们后方突然冒出一批追兵。 镖头以为是来截镖的, 架码护着镖块跑。 云秀惊慌不安, 巧声问昭华, 姑娘,是李福。 昭华捂住他的嘴, 带着他藏起来。 那些人穷追不舍, 没几里路就追上了他们。 镖头说了几句行话, 要他们行个方便。 然而, 他们直奔那些镖。 镖师们要护镖, 纷纷拿出武器。 对方冷声道, 我们只要人不动你们的镖, 实相地别动。 一听这话, 镖师们格外配合。 不过片刻, 昭华和云秀就被找到了。 他穿着的婚服已经皱巴巴, 眼神冷漠无味。 就这样, 他又被带回了李府。 喜婆见他弄成这样, 惊恐不已。 我说夫人哪, 您这是何必呢? 赶紧梳洗梳洗, 待会儿新郎官可就来了。 昭华像个傀儡一般, 任由那喜婆收拾。 期间, 他将藏在身上的匕首 转藏到了洗床上。 喜婆给他重新梳洗好后, 又给他盖上盖头, 把他按在洗床边坐着。 忙活这么久, 又回到了原点。 昭华心有不甘, 但这次, 为了防止他在折腾, 他被点了穴。 这之后, 新房内除了他, 空无一人。 不知过了多久, 门开了, 一阵冷风随之灌入。 昭华红唇紧敏, 心里生腾起振振杀意。 脚步生静了, 紧接着, 一只手伸来, 抬起了他的下巴。 旋即, 一道温润的, 却又暗藏韵异的声音响起。 为什么逃了? 听到这声音, 昭华心头一颤。 是他? 第十二章, 都是他的人。 听到张怀安声音的那一刻, 昭华紧绷的身子, 瞬间软了下来。 是放松, 是庆幸, 同时还有, 被黑暗笼罩住的不安。 怀安? 嗯。 他刚要出声, 男人就扯开盖头, 吻上了他。 与其说吻, 不如说是惩罚性的啃咬。 随着他手指在他穴位上一点, 他方能够动弹。 不明白他为何这样, 当下, 他也只好回应他, 顺从地搂住他脖子。 将他推开了。 啊! 昭华往后倒在那洗床上, 背上被一堆东西磕得疼。 一抬眸, 便对上了张怀安那深沉的, 温良的视线。 昭华则不管不顾地撑起来, 紧紧抱住他的腰。 他一副受惊的模样, 说话带着哭腔。 怀安, 你终于来了。 我, 我等了你好久, 我怕你不来, 我好怕。 他没有说话, 沉默地让他愈发不安。 他抬起头来, 泪眼婆娑地望着他。 我们快走吧, 这里不安全。 不知他在磨蹭什么? 难道不怕被离府的人发现吗? 张怀安低眼注视着他, 看他那惹人垂怜的小脸。 他单手托着他一侧脸颊, 眼神看似温柔凝和。 真的一直在等我。 他这问话真是奇怪。 昭华一面紧接外面的人进来, 一面回他。 当然, 我一直, 怀安, 你怎么了? 他终于意识到他的怪异之处。 他不像是来带他走的。 哪有人在别人家还这样镇定, 说这么多废话的。 张怀安一言不发。 他的手往下, 俯过他光洁的脖梗, 平整的一睛, 最后停在那腰风上。 与此同时, 他的视线始终紧锁着昭华。 就不好奇, 这嫁衣为何如此合身吗? 昭华瞬间正住。 一个离奇的, 不合一的想法, 在他脑海中生成。 张怀安那目光毫无波澜。 是我记了你的尺寸, 让人提前改过。 昭华那瞳孔, 促然放大。 怎么会? 张怀安呼地揽住他的腰, 将他往怀中一收。 他那腰腹与他紧贴着, 唇也差点贴上他。 彼此的气息缠绕, 瞧着如此日暗日味的姿势, 却又无形中生出一堵墙来, 令他不敢越雷迟一步了。 张怀安那薄唇, 有意无意地掠过他脸颊, 清润的嗓音夹杂沙哑。 昭华, 回答我, 你真的一直在等我吗? 他那眼神, 分明是已经知晓一切, 就静静看着他编造谎话。 昭华嘴唇微抖。 我, 对不起, 怀安, 我骗了你。 可是我太害怕了, 我怕你不来, 已经这么晚了。 他们说, 李老将军就要来洞房。 我就, 我就偷跑出去, 没跑多远, 又被抓了回来。 他说着说着就哽咽了, 那伤心的模样叫人瞧了心疼。 张怀安却没有丝毫动容, 他依然审视着他, 仿佛在看一个狡猾的案犯。 昭华索性往他怀里一抖, 什么也不说了, 就是哭。 他不出声地哭, 肩膀一抽一抽的。 过了好一会儿, 张怀安才像妥协了似的, 抬手轻拍他后背。 别哭了。 昭华缓缓抬眼, 打量着他, 试探性地说。 我这是高兴, 是喜极而泣。 怀安, 我终于能跟你走了。 忽然, 门外有脚步声。 昭华脸色微白, 直看向张怀安。 他却仍旧镇定自若。 后来脚步声在门外停住, 有人请示。 主子, 有急性。 昭华还处于一种混乱状态, 就听张怀安说了个进来。 支, 门开了。 看清那人的瞬间, 一股寒意钻入昭华的四肢百骸。 他记得这张脸。 不久前, 就是他带着一群人在城外拦截了走标队伍, 把他带了回来。 第十三章放弃了挣扎。 那一身黑色净装的男人进了屋, 目不斜视。 昭华直勾勾盯着他, 脑子里闪过好些东西。 连张怀安什么时候松开他, 走到几步开外的桌边看信, 他都忽视了。 张怀安看完信, 和那手下交代了几句。 后者离开, 关上了门。 门外, 一个礼府的守卫都没有。 院子里空荡荡的, 昭华的呼吸变得急促。 当张怀安再次过来, 他才缓过神, 眼神复杂地望着他。 他知道, 他什么都知道, 还是他的人把他抓回来的。 他甚至还能在这礼府自由出入。 随即, 昭华的视线被障慢阻隔, 那层层的障慢被放下, 导致他所处的空间越发逼作。 昭华揪着被褥, 他到底是谁? 看着越来越逼近的男人, 他本能地往床脚退。 一只手无情地抓住他小腿, 将他一拽。 昭华傻了一般, 望着那欺身而来的男人。 他眼睛红红地, 眼角那抹红韵最浓。 胸脯随着那紧张的呼吸而起伏, 诱人不自知。 怀安, 此时此刻, 他还没有撕破脸皮。 你会带我走的, 对吗? 张怀安扶开他面前乱了的碎法。 昭华想要假装若无其事, 他却非要挑明。 我早已买通了李老将军, 你不信我, 偷偷坐了马车的事, 我也知晓。 李府的守卫不顶用, 都没发现你跑了。 昭华不想听他继续说下去, 他有预感, 那对他没好处。 果不其然, 他下一瞬便捏住他下巴, 眼神有些凉。 你说你心悦我, 会等我? 实则, 我也只是你逃出李府的工具。 昭华心绪不宁, 他不知他会怎么处理他。 发现自己被骗, 他应当是怒不可遏, 不会再带他回天气了。 在极度不安的情况下, 昭华的手朝着枕头下摸索, 那里有他藏着的匕首。 他刚触摸到匕首时, 却又听张怀安沉声道。 但是, 不要紧, 你也只能依靠我, 不是吗? 你既决定好, 要跟我一辈子, 来日方长, 我会让你改掉, 那三心二意的短处。 昭华直愣愣地望着他, 而他低头, 在他唇角印了一吻。 该说的, 我都说了。 你还有想问的吗? 昭华摇摇头? 没, 没了。 关于他的事, 他什么都不想知道。 他只是想让他带自己回天气而已。 张怀安又压下了几分, 贴近了他耳畔, 阴雅着低语。 那么就, 春宵一刻抵千斤。 昭华像被什么击中, 一动不动的。 他撵磨着他的唇, 将他口致蹭开后, 又亲吻他预警。 他将头侧向一边, 头脑混乱。 连张怀安是谁都不清楚, 就要为了回天气, 把自己交给他吗? 随着他愈演愈烈, 昭华才缓过神来。 怀, 怀安, 他挣扎出一点空间。 然而, 不等他接着往下说什么, 便听他说。 我知你是初次, 我会清闲。 说完, 他的呼吸又粗力了几分。 他的衣经一散, 温热的大掌叹入其中。 在他的撩拨下, 他又疏又骂, 语无伦次。 不行, 我。 张怀安不让他说, 有力的舌头冲破他牙关, 搅乱他的理智。 一滴晶莹从他眼角滑落出来。 他笑自己, 竟还妄想着保留什么清白。 发展到这一步, 他不是早该想到了吗? 从他主动勾引张怀安起, 就注定了。 他一枚多少磅身的银子, 能支撑到离开大漠都是极致。 二枚通关的身份录影, 到了天启也是寸步难行。 而今除了依靠张怀安, 没有别的法子了。 昭华渐渐放弃了最后那点挣扎。 不管是身体上的, 还是心里的, 他都放下了。 他只希望, 这场混乱能尽快过去。 见他主动往自己这儿送, 张怀安眼谋危案, 那再也抑制不住的失控将他吞噬。 平日里光风际月的君, 吞去衣冠, 与那林间野狼别无二致。 尽管已经坦然接受, 真到了最后那一下, 昭华还是退去了。 女人对某些东西的恐惧, 是与生俱来的。 他紧闭双眼, 不住颤抖。 张怀安已是溅在弦上, 却仍极力克制着哄味他。 别怕。 第十四章妖物。 帐内, 床褥上绽放点点暗红。 帐外, 一对龙凤洗竹还燃着。 月明星熙, 是个好气象。 屋内, 灵乱的床榻上, 美丽的女子蜷缩身子, 她只腰间盖着一件衣裳。 青丝四散, 更将她衬得好似一个妖物。 一个勾人心魄, 让人发疯的妖物。 露出的一截偶壁上, 就有深深浅浅的印痕。 更别提身上其他位置, 她许久都没缓过来。 刚才发生的一切, 就像一成梦。 她不想记得, 但身上残留的余温, 抢逼着她记住。 昭华累得不行了, 脸上有胃干的泪痕。 眼睫也湿润着, 眼角的红韵还没退去。 张怀安站在床头穿衣, 居高临下地看着她。 而后, 她俯身轻了轻她脸颊。 她眼睫轻颤, 像怕了她似的, 暗自攥紧了手。 随后便听见她说, 我还有事要办, 你先歇息。 这么冷静自迟, 与昨晚的时候截然不同。 昭华点了点头, 喉咙又干又痛, 不想说话。 张怀安又叮嘱她, 方才给你涂过药, 若是不舒服, 自己再多涂抹几次。 昭华依旧点头, 但等她真的要走时, 她又拉住她衣袖。 那眼神带着些许不安。 张怀安看懂了, 无奈又好笑。 你我已行敦伦之礼, 还怕我会丢下你不管吗? 昭华这才松了手。 她眼眸忽然一沉, 不忘提醒她。 也别想着其他歪门邪道, 安心等着我回来。 昭华知道自己暂时逃不掉。 何况, 若是张怀安真能带她回天气, 她也没必要逃。 她强扯出一抹笑容, 好让她放心。 张怀安走出房间后, 一个侍卫从暗处现身, 对着她拱手行礼。 她吩咐那侍卫, 把人看好了, 切不刻有任何闪失。 是。 张怀安离开后, 丫鬟云秀就被送过来了。 她还好好的, 没有受丁点伤。 见到床上的姑娘后, 云秀大受震撼。 这是被那老东西折腾成什么样了呀? 云秀跪在床边嚎啕大哭。 昭华告诉她没事, 她还是哭。 直到得知 昨晚和姑娘共度一夜的 是张怀安。 云秀像见了鬼一样, 不哭了, 改成大阁。 张,张先生。 怎么, 怎么会是她呢? 云秀难以将印象中 那个清风朗月般的男人 和那卢走姑娘的坏人 联系到一块。 姑娘, 李老将军, 张先生, 这三人之间的关系 实在复杂得很。 可怜的姑娘 以后要何去何从。 昭华没有费心太多, 她现在太累了, 只想休息。 张怀安给的要甚厚, 睡了一觉后, 昭华就不觉得那处痛了。 晚上, 张怀安回来了, 昭华走到门口迎她, 恰好听到有侍卫 向她汇报什么。 大人, 有些丈母还是对不上。 听到这称呼, 昭华心里一凉。 大人, 她是在朝为官的吗? 她心乱如麻, 这时张怀安也注意到她, 让那侍卫先退下。 她朝她走来, 却见她脸色异常惨白。 怎么了? 她问。 昭华在看她时, 两眼一黑, 就这么晕了过去。 第十五章, 询问她身份。 昭华醒来后, 便看到云秀那着急的小脸。 昭华守在她床边, 见她苏醒, 激动不已。 姑娘, 您可吓坏奴婢了。 昭华还记得晕倒前的事。 她望向帐外, 虚弱地问, 张怀安呢? 昭华哭丧着脸。 张先生不在, 有人找她, 她便急匆匆地走了。 她让奴婢照看好您, 还说您没什么事。 可奴婢以为, 还是让大夫给您瞧瞧。 昭华口干舌燥, 给我倒杯水。 好的姑娘。 昭华起身去倒水, 昭华则盯着她的背影发呆。 等昭秀端着水过来, 昭华喝了一口后, 便郑重地对她说, 昭秀, 你回杜甫吧。 我暂时不能带你一起走了。 昭秀不理解。 为什么呀, 姑娘。 您不是说, 张先生会带我们离开吗? 是奴婢哪伺候的不好吗? 昭华摇了摇头, 将来多险阻, 你只当, 我们道不同。 昭秀心思单纯, 但也是个会察言观色。 她看得出来, 姑娘有很多难言之意。 主仆二人正说话时, 张淮安回来了。 昭华便让昭秀先出去。 张淮安走至床边坐下, 脸色好多了。 还有哪儿不是吗? 她冷峻的脸, 有几分温和。 昭华轻轻摇头, 我没事了。 她双手撑着床板, 坐起身。 张淮安搭了把手, 放了个饮枕在她腰后。 随后, 她直接拿起她方才喝过的水, 喝了两口。 昭华壮若无意地问, 我听见他们喊你大人, 淮安, 你是, 你是做官的吗? 张淮安放下杯盏, 预谋温润。 嗯。 她只应了声, 没说别的。 昭华却有些几分在意地追问。 是什么官职呢? 眼见他目光微变, 他当下补充道, 听说官员正妻能风告命, 我虽没那个福气, 却也好奇得很。 说着便挽着他胳膊, 没骨头似的往他身上一靠。 张淮安单手搂住他肩膀, 语调平和。 怕是要让你失望了, 我只是天气边垂一小官。 听到这话, 昭华暗自松了口气。 他这心情瞬间变好, 一身轻松, 不失望的。 就算你是个穷书生, 我也要跟着你的。 华安, 我。 他还没说完, 男人就抬起他下巴, 朝着他的唇欺压上来。 他耐心地撵着, 含着他银润的唇珠。 昭华被弄得又抹又痒, 细声哼吟。 一吻臂, 他靠在他怀中, 上气不接下气似的。 耳红面热, 眸中也含着水气。 不知道为何, 只是被他稍微一碰, 他就心神恍惚, 满脑子都是昨晚那些事。 分明之前还不是这样。 张怀安理了下他病脚凌乱的发丝, 指腹划过他净白透红的小脸。 自己伤过药了吗? 昭华反应过来他说的什么药, 暗自转了好几个弯。 嗯嗯, 但还是有些难受。 最近应该是不能在。 张怀安眉头一锁。 怎会? 我看看。 他看起来很紧张他, 但他刚才晕倒时, 他都不在他身边。 可见, 他只对自己有利可图的是上心吧。 昭华不肯让他看, 只躲避他。 不用了, 休养几日就好。 但是, 张怀安非得抓着他, 要看个究竟才放心。 昭华被他按在床上, 别扭地乱动。 真的不要了。 我, 我多抹点药就好了。 张怀安早看出他撒谎。 他咬了下他的唇, 不无严肃地问。 我亲自上的药, 难道还不知道情况如何? 说吧, 为什么骗我? 昭华顿时无言以对。 我? 我昨晚只弄了你一回, 过分了。 没。 他垂下眼帘, 羞于面对他一般。 张怀安将他拦腰捞起, 随后在他臀上拍了一巴掌。 他轻呼出声, 旋即紧咬下唇。 知道错了吗? 他正色问道。 昭华连忙点头, 错了, 我错了。 张怀安眼眸深邃, 似无奈, 似退让。 他温柔地抚平他拧起的眉头。 怕什么, 不会让你承受不住的。 明月必要启程回天起, 今夜就。 昭华眼眸昼亮, 一个是就要回天起了, 一个是, 他这一死, 莫非今晚就算了。 然而, 他后面说的却是, 今夜就一次。 昭华心里盛开的花年了一半。 之后, 他就去沐浴近身了。 两课钟后, 他穿着寝衣出来, 却见室内空无一人。 侍从告诉他, 张怀安出去了, 明早才会回来, 让他先就寝。 昭华也没多想, 就这么上床歇息了。 但就在半夜里, 一道近着梁翼的身躯朝他压来, 直接撩起了他的裙摆。 第十六章威胁, 把他的心挖出来。 昭华睡得迷迷糊糊的, 还以为是梦。 室内漆黑一片, 他也只是依稀辨别出, 有人压着他。 直到一股异样的梁翼袭来, 他才猛然惊醒。 弄醒你了。 他这话明知故问。 昭华阴宁了声, 嗯, 华安, 你在, 做什么? 他低声道, 再给你上药。 难怪他感觉凉凉的, 很舒适。 可随之来的, 就有些不好受了。 张怀安手给他上药的同时, 嘴还亲吻着他, 同他解释。 今夜外出, 只因事发突然。 欠你的, 他日在补上。 昭华轻轻点头, 好不容易上完药了。 他额肩已然出了层稀罕。 张怀安今夜没有折腾他。 次日晨起, 昭华已经完全不难受了。 身上各处的瘀痕也都散得差不多。 今日, 他们就要离开李府, 回天起。 昭华将云秀单独叫到屋里。 他手头有些余钱, 留了一部分给云秀, 让云秀日后自个儿熟身, 去过自己想要的日子。 此一别, 只怕是天涯海角, 很难再见。 云秀依依不舍, 跪在他腿边大哭。 扣扣。 小四在外催促, 六姑娘, 主子让小人传话, 我们该启程了。 昭华扶起云秀, 我走了, 你保重。 姑娘。 云秀跟了两步, 最终还是停下来, 红着眼眶目送他下楼。 小四见昭华这般, 提议。 六姑娘, 恕小人直言, 您若设不得, 可将云秀一同带回天起, 一个婢女而已, 主子养得起。 昭华顿住, 定睛看那小四。 在杜甫的时候, 他就知道, 此人是张淮安带来的家奴。 如今看来, 张淮安时刻把他带身边, 凡事还不避着他, 想来他还算得上是个心腹。 他玄机温声问他, 你叫什么名字? 小人名鹿从, 他又问, 你可知, 你家大人官居极品。 小四鹿从为难的干笑, 这个, 小人也不大清楚呢。 姑娘您自个儿问问。 昭华一笑了之, 没在追问。 他心中富匪, 有什么样的主子, 就有什么样的奴才。 马车顺利出城, 没有出逃那晚的惊心动魄。 昭华掀开帘子, 看着外面飞驰而过的大漠风光, 眼底含着点点冷意。 他转而又满脸期待地, 投入张淮安怀中。 淮安, 我们多久能到天起呢? 张淮安单手揽着他, 不出意外, 一个月便能到。 真好, 昭华脸上的笑容没有一点假。 他又问他, 好歹在大漠生活了十几年, 就没有一丝不舍吗? 昭华仰起头, 在他脸上亲了一下。 他那眼神波光流转, 欲语还修。 在我心里, 大漠再好, 也比不上你。 张淮安淡淡一笑, 像被取悦道。 他握着他纤细的腰, 手指骨节分明, 隐藏着几分力道。 他低头亲吻他, 他时而温柔, 时而发狠。 这一吻结束后, 张淮安目光深深地将他瞧着, 手轻抚他脸颊, 意味深长道。 有时觉得, 比起我, 你似乎更喜欢天起。 昭华浅笑, 怎么会呢? 他却很认真地继续说道, 就仿佛, 如若我并非天起人, 你便不会跟我。 越是临近真相, 昭华就越镇定。 他依靠在他身上, 笑眼弯如月眼。 我当然是更喜欢你, 即便是向往天起, 也是爱乌吉乌罢了。 他看他的眼神里, 填满了爱慕, 令人信服。 张淮安神色淡然, 大掌附在他心口位置, 隔着层层衣物, 试图捏住他那颗心似的。 他说, 心里也是这般想的才好。 否则, 我就把你这颗心挖出来。 清冷翩翩的温润公子, 却说着这般残虐的话。 紧接着, 随着他手下一个用力, 昭华的眉心紧促起来。 同时, 那段痛苦的记忆也来了。 前世, 他这心就被生生弯出来。 昭华顿时觉得呼吸不畅, 情绪激动地推开张淮安, 眼神满是惊恐。 不要。 第十七章, 做点正事。 昭华正拖出来, 双手环抱着自己, 蜷缩在马车一角落里。 他看起来吓坏了, 满头嘘寒。 张淮安瞧见他这反应, 眉头猥琐。 他伸手邋遢, 他却十分抵触, 迷蒙的眼神。 好似透过他看到了别人, 他身子发抖。 别, 别碰我。 张淮安抬起他下巴, 让他好好看着自己。 昭华, 看清楚, 我是谁。 在他的声音中, 昭华渐渐平复下来。 他的瞳孔不在空洞, 注视着他, 回道。 淮安, 你是张淮安。 张淮安二话不说, 抓过他一只手, 两根手指压在他腕上, 看他的脉象。 单从脉象上看, 他什么事都没有。 他狐疑地望着他, 问, 方才怎么回事。 昭华的眼圈, 说红就红, 不无委屈地呢喃。 我就是害怕, 你说, 你要挖了我的心。 张淮安好气又好笑, 他一把将他拽起来, 还算温柔地搂抱着他。 吓唬你的罢了, 怕什么? 你这胆子, 何时变得这么小了? 昭华嗡声嗡气道, 本来就小。 而且你方才, 你方才还那么用力, 都痛了。 张淮安看他是真被吓到, 语调变得无比温和。 给你揉揉。 他一脸正色, 没有半分下流。 昭华垂眸, 一脸羞涩地摇摇头, 不, 不用了。 张淮安见他还是身子不适的模样, 便吩咐赶车的陆从, 就近找个客栈。 是, 大人。 其实, 陆从方才眼瞅着像要起风沙, 就想请示大人的。 但听到里头的六姑娘, 大声喊着, 不要, 别碰我之类的, 他便以为主子在信头上, 实在不敢出声打扰。 大漠的漫天黄沙, 严重是能要人命。 不少来往商队, 命丧于此。 好在, 行了两三里路, 便能瞧见一处客栈。 那客栈立于荒漠之中, 十分显眼。 进了客栈, 陆从先去喂马, 老板领着昭华和张淮安去楼上房间。 客栈看起来不大, 房间却有很多。 昭华紧跟着张淮安, 经过一间房时, 听到了高亢的喘息喊叫声, 快, 再快点。 对, 就是那里。 啊。 他当即反应过来, 那是什么, 面色一僵。 这种情况下, 他们都该默契地视而不见, 也就这么过去了。 偏偏张淮安还一本正经地问老板, 你们这儿的床够结实吗? 老板也是一愣。 瞧这位公子, 长得衣冠楚楚, 端方手里, 竟也会问这样的话。 不过相比别人都说隔音低劣的话, 这话还算中听。 老板笑眯眯地回复, 贵客放心, 床绝对够结实。 甭管怎么折腾, 都不会打。 昭华低头看地上, 觉得自己看错人。 他原来也以为张淮安是个正派手里之人, 哪知他这般厚颜无耻。 老板将他们领到房间外, 便下楼了。 房间不大, 一张床, 一桌配四凳。 张淮安让昭华先些会儿, 他自己则坐在桌边看起了书卷。 没多久, 外面风沙四起, 如野兽呼啸狂嚎, 可怕得很。 凶猛席卷过后, 也就恢复了宁静。 但对于昭华而言, 这凶猛才刚起头。 入了夜, 他刚洗漱完, 便看到桌上摆放着一叠点心。 那点心, 要配着特制的香油。 昭华吃了两块, 味道不错。 还想再吃, 就被张淮安拉到了怀里。 做点正事。 说着, 便拿了本书让他瞧。 昭华只看了一眼, 脸就红了。 他, 他竟然要他做那种事, 还是那样的。 第十八章好郎君, 饶, 骂我爸。 昭华捏起一块点心, 送到张淮安嘴边。 他还带着点讨好意味, 柔声换道。 好郎君, 饶了我吧。 我天资愚笨, 实在读不懂这些。 张淮安淡然道, 读不懂, 我竹字竹句地教你。 还是说, 压根就不愿学。 说话间, 他那手推着他裙摆, 好似试探。 昭华一下子便软倒在他肩上, 眼中拂过一道灵力, 嗓音却软眠娇柔。 怎会不愿呢? 我只愿能令郎君不敬欢。 只是, 这客栈稍有一点动静, 就让人听了去。 我, 我有些放不开呢。 卫表中心, 他那手指还在他胸口打着圈。 张淮安没有松口, 他便越发卖力地说好话。 淮安, 路途多有不便, 我也治你辛苦, 但回到天启, 我夜夜伺候你, 好不好? 张淮安抓住他那灵蛇一般的手, 眼神压下, 看他的目光带着撩动的火苗, 沉生爆。 你打算歇息一个月? 昭华想想, 是有点过分。 还未等他改口弥补, 张淮安那眼神就变得有些凉, 不似平日那般凝合。 杜甫没教过你, 怎么做人妾事? 昭华心里, 也跟着凉了半截。 他那冰凉的手指, 划过他脸旁, 落在他唇半上。 同时, 语调沉甸地说, 人应当不忘初心, 否则便容易得意忘形, 尤其是忘了自己的身份。 你是个聪明的女人, 懂得如何取悦男人。 如果连这点都失去了, 还有什么价值? 这一刻, 昭华如梦初醒。 的确, 他仗着张淮安几次对他纵容, 便有些忘乎所以了。 只是, 被他这么说, 他心里真是不好受。 昭华眼中的光芒暗下, 稍一抬眼, 便触及他淡漠的眼神。 他心里好似被撕开一道口子似的, 不断有风沙往里头灌。 之后, 他鼓足勇气。 突然, 张淮安抓住他, 制止他。 你这是在做什么? 他的语气, 是他从未听过的了。 比他第一次勾, 引他不成, 还要可怕。 张淮安强行将他推开, 眼神优良。 昭华颤抖着肩膀, 不敢直视他。 他也知道, 刚才做得糟透了。 明明可以做得很好的, 就像以前不知廉耻地勾引他那样。 那时, 他不是都很放, 浪漫。 只要他一碰, 他就化成一滩水了, 不是吗? 下去。 张淮安似是不想跟他多废口舌, 驱赶意味十足。 昭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旋即紧紧抱住他不放。 不要, 不要赶我走。 他可以调整好的, 他必须要回天气。 清白, 尊严, 他什么都可以不要。 哪怕是拖着一副破败不堪的躯体, 他也要回到天气, 然后, 拉着那些人一起死。 他整颗心被仇恨蒙蔽, 以至于他看不清张淮安此时的眼神。 连同他整个人都是模糊扭曲的。 他混乱地亲吻他, 勾他。 张淮安不想在这种情形下与他做什么, 但也耐不住他的缠默, 扣住他脑袋回吻。 突然, 外头来人了, 一个陌生女人的声音响起。 淮安, 我知道你在里面, 我对你深情一片, 你怎可不辞而别? 父王已经告诉我你的真实身份了。 你想要什么, 我都能帮你, 我以王女的身份命令你, 出来。 屋内, 张淮安的眼神骤然清明。 他方才本就推聚着怀中的女子, 此时更是毅然决然, 将她抱到床上并点了她的穴道。 然后她就整理好衣服, 出去见外面那女子了。 此时, 昭华也清醒了些。 他一息听到外面那王女的哭声。 父王跟我说了, 我配不上你正妻的位置, 但做妾也不行吗? 淮安, 只要你带我走, 我陪嫁大漠三座城池。 后面的话, 昭华就听不清了。 他疑心四起, 张淮安只是一个边陲小官, 堂堂一国的王女, 怎么还配不上他? 第十九张淮安, 我心愿你。 过了好一会儿, 张淮安回来了。 他进入帐内, 没有立马解开昭华的穴道。 清醒了? 他沉声问。 昭华快速眨了几下眼睛, 当作回答。 他这才出手解了他的穴。 而他赶忙坐起身, 却一副犹豫着不敢碰他的样子。 他垂眼低眉, 嘴唇紧拧, 看着可怜兮兮。 张淮安见状, 主动长臂一揽, 将他拥入怀里。 旋即, 他还拢起他散开的衣精, 遮住那大片春光。 经过刚才那么一折腾, 他安静多了。 张淮安那手掌握着他一侧尖头, 嗓音平和耐心。 方才弄疼了没? 昭华点了点头, 而后又摇头。 不疼的? 怕我。 他不习惯他这样真实的乖顺, 倒更喜欢他假装出来的。 人就是这般矛盾。 张淮安自己都不知道, 该拿他怎么办才好。 他低头亲了下他额头。 若一会儿还是不是, 就上点药。 昭华精神奄奄, 他抬起头来看他, 扯到别的话题。 方才那是王女吗? 你和王女。 张淮安抚摸他耳垂, 动作带着几分温柔。 王女都在王宫里, 怎会跑到这儿来? 不过是个神志不清的可怜女子, 我已让人将他送回家了。 他这话, 用来哄三岁孩子还差不多。 昭华没有让他这么敷衍过去, 可他认得你, 听起来也不像疯子。 张淮安那俊美的脸一片平静。 他的沉默令昭华有些不宁。 他眼神窃窃, 带着几分渴望。 淮安, 你没有同我说实话吗? 其实你不是边垂小官, 对吗? 张淮安没有正面回答, 反而问他。 官位大小, 与你而言很重要吗? 昭华浓俏的眼睫下, 瞳孔黑白分明, 好似精心打磨的美誉。 配合着他那般澄澈的眼神, 以至于说什么都像是真的。 重要, 也不重要。 淮安, 我心怨你, 哪怕你是白丁, 我也怨跟着你。 可你若是官职太大, 我便怕你像杜老爷那般, 后院女人众多。 而我若想见你, 也成了一种奢求。 说到这儿, 他又特意强调, 不过我对你的心肩若磐石, 哪怕你将来宠爱别的女子, 我也会夜夜等着你。 他这小心的试探, 在张淮安面前无所遁形。 他平淡地开口, 莫要想太多, 跟着我回天启便是。 他仍然对自己的真实观直避而不谈, 而昭华也有所警觉, 眼底深沉, 暗藏着算计。 夜见深, 张淮安沐浴近身后, 也入了帐, 见他背对着自己, 几乎要贴着墙面侧躺的女子, 他眉头连起。 昭华先前歇息过, 线下并无困意, 还没睡着。 听到嘻嘻嘟嘟脱衣的声音, 他被窝里的手紧紧攥住。 旋即, 背脚被掀开, 一具身体躺了进来。 张淮安躺下后, 离他有些空隙。 他出声询问, 要抹过了吗? 昭华轻轻摇头, 早已不疼了, 也就没抹。 话音刚落, 他呼得一僵。 只因, 张淮安突然侧握着贴了过来, 从后将他搂住。 他那鼻尖有意无意地掠过他后颈, 弄得他痒痒的, 不禁色缩了几下。 紧接着, 一只手一到他肩头, 手掌妈撒着衣料。 他衣着轻薄, 稍一拉扯, 便露出了银白肌肤。 不过, 一会儿就是香肩静漏, 甚至连里头的小衣都见了边。 昭华表现得很顺从, 闭上眼, 默默忍受着。 他像被藤蔓缠住。 那有力的, 危险的藤蔓, 夜深人静。 床杖内传出女子断断续续的碎声, 似低气, 似愉悦。 此时的昭华已被张淮安抱着坐起。 他坐在他腰间, 整个人娇艳欲低, 眼角的红韵开到极致, 好似带军采鞋。 张淮安用长指拨开他面前掠湿的发, 碎柚一到他唇上, 抵压着那淫润的唇。 与此同时, 他另一只手的手指沾着药, 也抵压着他。 昭华叔颤如坠叶, 难耐地仰起头, 下巴至颈部的线条紧绷着。 他上面的手改为搂住他后颈, 侧头吻着他耳畔, 寻寻善诱。 自己动。 第二十章前世伤疤。 昭华宁可张淮安直接要了他, 而不是这般折磨他。 他不能抗拒, 否则他又该像之前那般生气了。 他并没有那么喜欢他, 只将他当作一个乖巧取悦自己的玩物。 因而他一生气, 在进入天气前, 昭华都得顺着他。 他咬了咬唇, 按照他说的做了。 最终, 昭华汗淋淋地倒在张淮安肩上。 他还不算太禽兽, 就此放过了他。 次日, 昭华想着该继续启程了, 却被告知要在客栈多待几日。 这些天, 他也不知道张淮安在忙什么, 白天几乎是见不到他人影。 晚上也是很晚才回。 更奇怪的是, 客栈内外还有许多官兵, 好像在盯着什么人。 后来他偶然间听客栈伙计提起, 才知是那王女出事了。 王女那日在客栈附近遭人袭击, 失了清白。 客栈里的人都可能是凶手, 这才需要严加看管。 也有伙计说, 在王女的指认下, 大漠王已经确认凶手是谁, 正在处理此事。 昭华感到不安。 隐约觉得, 这事儿可能和张淮安有关。 他不管他与那王女有何纠葛, 耽误他回天岂可不行。 这天晚上, 他强撑着没睡, 坐在桌边, 他很慌张地扑到他怀中。 他也将他抱了得满怀。 何事? 怀安, 你是不是出事了? 他们都说王女。 张淮安忽然用手指抵住他的唇, 不让他往下说。 他仰着头, 不解又担忧。 他眉头猥琐, 责备了声, 胡思乱想。 那我们为何还不离开客栈? 昭华追问。 张淮安凝润的眸中, 扶过一道暗芒。 剑挡不住他的嘴, 他直接将他拦腰抱起, 大步朝着床榻走去。 他并不温柔地将他丢到床上, 而后紧扣他下河, 似一头饿坏了的狼, 用力吻他。 昭华快要喘不过气, 抓着他的衣巾, 两腿不断扑腾。 后来, 他松开了他。 可紧接着, 他又将他翻了个身。 昭华揪着被褥, 想要爬起来。 但是, 身后那座大山瞬间压了下来。 昭华惊声喊叫, 被张淮安捂住了嘴。 他嗓音低沉, 想让别人都听见。 昭华也想起, 这客栈隔音不好, 受不住时, 只能咬自己的手。 不多时, 那虎口就被咬得发红。 不知过了多久, 等一切慢慢停歇下来, 张淮安发现的时候, 他手上有些齿印都见血了。 他瞳孔紧促收缩, 骤然清醒地掰着他下河, 帮他把手拿出来。 怎么把自己咬成这样? 他顾不得收拾, 先仔仔细细地查看他的手。 好在并不严重, 只需要涂歇药。 昭华顺势娇弱地依偎着他。 怀安, 你不生气就好。 我听说王女的事后, 就以为, 是我的错。 我胡思乱想。 我怕夜长梦多, 怕我不能跟你回天起了。 在铁石心肠的人, 听他这么说, 也要心软得一塌糊涂。 张淮安也不例外, 他低头亲了亲他发顶, 眼神晦暗难明。 明日就走。 昭华心中暗喜, 不枉费他辛苦一场。 睡前, 张淮安亲自给他手涂了药, 并让他放心, 不会留下疤痕。 昭华其实并不在意。 前世, 他身上大大小小的疤痕, 哪个不比这身。 不过那时, 没人像张淮安这样在意, 更别说给他擦药了。 第二天, 昭华睡醒时, 身侧已经空无一人。 他洗漱完, 想下楼看看, 刚一推门, 就见外面有好几个侍卫, 守着。 他们见到他, 虽未行礼, 言语也算恭敬。 姑娘莫慌, 我等奉命再次报护。 张淮安呢? 他环顾四周。 听到这个名字, 那些侍卫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 随后, 其中一人回答他, 大人正在对面房间里议事。 昭华还要再问什么? 对面的门开了。 然后, 张淮安和一个身形魁梧的胡子男一前一后走出来。 胡子男见到他, 顿时瞪大了眼睛, 愣在原地。 下一瞬, 他更是脱口而出。 皇, 皇后娘娘。 第二十一章太像了。 胡子男的声音不大, 只有离他较近的张淮安听清了。 张淮安则是面不改色, 平静如常地对昭华说, 先回房去。 昭华看他胡子男的眼神里, 流露出些许对生人的警惕与仓皇。 那胡子男还一眨不眨地盯着他, 他立马就回屋了。 严大人。 张淮安淡然出声。 听到这清零的声音, 胡子男猛然回神。 他当即拱手。 下官失疑了。 张淮安目光温润。 在本官面前也就罢了。 到了他人跟前, 严大人, 你需慎言才是。 那严大人轻忽了一口气。 谢大人提点。 下官不该妄然提起宫中贵人。 实在是眼拙, 乍一瞧, 方才那位姑娘与贵人样貌神似。 这才, 大人恕罪。 张淮安云淡风轻, 不慎在意地说道。 人有相似, 难免恍惚。 严大人何罪之友, 且去忙正事吧。 是。 下官先行告退。 但那严大人下楼后, 张淮安依旧神情漠然, 好似对什么都不在意。 与在宫中伴拆多年的严大人不同。 宫里那位, 他未曾见过。 因他围观不到三年。 而早在十多年前, 皇后就得了怪病, 久居深宫, 不在管理后宫事宜, 也从来不在宫宴上露面。 事宜, 他不知昭华与皇后是怎么个相似。 可纵然再相似, 也只是皮相罢了。 这对他并无任何影响。 而此时, 屋内, 昭华坐在床上, 魂不守舍。 他眉眼间负着一抹忧愁, 手用力紧钻, 让自己保持镇定。 那位严大人, 他是认得的。 可他一个宫中进军统领, 怎会出现在大漠? 还有那张淮安。 一个边陲小官, 怎会与严大人在一起商议正事? 最奇怪的是, 他还走在严大人前面, 岂不是身份更高? 张淮安究竟是何人? 不行, 他一定得弄明白了。 吱鸭一声, 张淮安推门进来了。 昭华立即变换表情, 虽笑着, 却掺杂惶恐。 淮安, 刚才那位大人是谁啊? 瞧着真威武, 还有那佩刀, 我都有些犯处了。 张淮安没有回答他, 略显严肃地瞧着他那张脸。 昭华睫毛颤动, 怎么了? 你为什么这样看我? 他呼得抬手触摸他脸庞, 连带着眼眸也温和下来。 只是突然想到, 你换身男装较为便利。 昭华展颜一笑, 嗯嗯, 我听你的。 他又贴上来, 抱住他胳膊, 一副小鸟依人的模样。 问, 可要是别人问起来, 我该说是你什么人呢? 随从吗? 张淮安没有提出反对, 便是认同。 少请, 昭华换上男装, 跟着张淮安离开了客栈。 临上马车时, 他又见到了先前那胡子男。 后者骑着马, 一副要随行护送他们的驾驶。 他还是忍不住多看了昭华几眼。 像! 真的太像了。 后来, 眼瞅着他和张淮安同乘一辆马车, 他就忍不住问一旁的陆从。 大人和那女子是? 陆从脑子活饭, 陪笑道。 这是大人的私事, 小人也不清楚。 您若实在好奇, 大可去问大人。 严大人直吹胡子瞪眼。 你这私, 既是私事, 本官怎好直接去问大人。 也罢, 像大人那般手里自食的君子, 做事定然有分寸。 启程吧, 速速赶回天启要紧。 途中歇息休整, 昭华久坐不适, 提出响下马车走动走动。 张淮安允了他。 河边, 严大人正在印马。 旁边突然过来一人, 他抬头一瞧是昭华, 顿时僵硬着停住。 昭华身着男装, 如张淮安一般, 都是翩翩俊俏的公子。 只是他更偏阴柔, 向那被豢养的男宠。 他言语轻柔地询问, 大人, 这水干净否? 可能用来尽手。 严大人粗声粗气地回他。 干净。 小公子直管喜罢, 他还要将马迁走, 给他让位置。 昭华却恰好站在后边, 没有挪动地问了句。 树小人冒昧, 您和我家大人是同朝为官的吗? 不错。 是比我家大人官职低吗? 昭华眼中透着一股涉事未深的纯粹, 完全没有丝毫轻视。 话落音后, 他才意识到言语有失, 着急解释。 小人之错? 时事件大人身边无人伺候, 连印马这等小事都亲力亲为。 这才起了好奇, 毕竟我家大人就有好几名随从。 明确, 他语无伦次。 严大人听到这儿, 毫不在意地摆摆手。 无事, 无事。 小公子真姓秦二。 但说起这官职高低, 莫说本官, 放眼整个天启朝堂, 也。 正说到官见处, 他戛然而止。 昭华正觉奇怪, 刚想往后看, 就听见。 想知道我的官职, 怎么不直接来问我? 第二十二章他的官职。 张淮安只是风轻云淡地站在那儿, 却有股威严。 严大人本以为, 小公子问官职, 只是好奇他是什么官。 眼下才意识到, 他连自家大人是什么官职都不值。 虽不知大人为何隐瞒, 严大人自当配合。 昭华被张淮安抓个正着, 低着头, 想认错, 又想不服。 张淮安则凝视他, 怎么不接着问? 严大人的目光在两人之间来回转。 他察言观色, 朝张淮安坐一行礼后, 就立刻牵着马走开了。 昭华虽没问出张淮安的官职, 但见那严大人对他恭敬有加, 便也能决出各种端倪。 他能确定, 张淮安绝对不是一个边陲小官。 他太诧异了, 没想到张淮安真的骗了他, 还藏得这么深。 同时也庆幸, 他发现得够早。 等过了天起边境, 他就得循击甩开张淮安一行人了。 这些, 昭华只敢在内心盘算, 此刻他还没完全镇定下来。 尤其张淮安还定定地审视着他, 没什么想问的了。 昭华整个人垮下来似的。 安静片刻后, 他委屈抬谋。 冤枉, 我没问他你的官职, 我只是跟严大人闲聊而已。 好奇他是什么官职, 要亲自一马。 看起来好可怜。 张淮安语调平缓, 眼波济灭。 怕什么? 也并非不能问。 昭华摇头, 不, 你和我说过的, 我都信你。 张淮安眼中多了些柔和, 是吗? 昭华反问, 你怎么这个反应? 难道你还是骗我的吗? 这下, 轮到张淮安沉默了。 几息后, 他低笑。 怎会? 昭华走上前, 扯了扯他袖口, 又骄又撑。 华啊, 我这么相信你, 你可不能骗我, 否则我是不会原谅你的。 我呀, 最讨厌人家骗我。 昭华化被动为主动, 转眼就站在至高处。 风吹来, 水面出现层层波纹。 张淮安放任昭华一人待在河边, 舌身返回马车里。 严大人正立于马车旁, 呼地听到车内传出一道清零温润的问话。 他问了你什么? 严大人一字不插的复述给他听, 和昭华先前所说的差不离。 大人您放心, 下官并未说漏嘴。 他不知下官是何人, 也不知您的真实身份。 听他这么说, 张淮安并不轻松。 想起他说的那话, 什么最讨厌别人骗他, 莫名心里有点堵。 他挑开车帘, 目光投向河边那人。 严大人顺着他的视线望去, 犹豫着提醒。 大人, 您可有彻查过此女子的身份。 树下官直言, 就怕她是大漠细作, 蓄意接近我朝重臣。 再说, 他又跟皇后娘娘样貌相似, 皇上又极为喜爱娘娘, 难保他不会谋划着入宫乱世。 后面这些话, 严大人并未明说。 毕竟他这脑子能想到的, 马车里那位定然也能。 张淮安长指一松, 那帘子便放了下来。 他预谋深沉, 似有几分凝重。 从昭华接近他之初, 他就怀疑过他的身份和动机。 让人彻查了过他的身世背景, 包括他的爹娘, 以及被卖到杜甫之前的经历, 都和天启那边毫无瓜葛。 他那爹娘是土生土长的大漠百姓, 在他入渡府后不久, 就染上瘟疫病逝了。 他没有别的亲戚。 相处期间, 他也试探过他。 因此, 他笃定, 他并非严大人所说的细作之流, 但也绝非完全单纯无辜。 其中一个较为明显的目的, 就是为了逃脱嫁给李老将军。 或许还有别的目的。 他暂且没查出来, 但他总会露出马脚来。 他耐心足够, 对他也够宽容。 只要不涉及国家大势, 便无伤大雅。 怀啊。 远处一道女声打破宁静, 未见其人, 先闻其声。 然后就是一抹燕红弑火的身影, 策马飞奔来。 第二十三章, 来追他的女子。 那红衣女子后头, 还跟着许多侍卫, 浩浩荡荡的。 陆从认出他来, 如临大敌一般, 赶紧到马车前禀报。 主子, 是王女, 他追来了。 马背上, 王女裙摆飞扬。 他那明艳的脸上, 附着怒色。 陆从和其他几个侍从, 挡在马车前, 防止他靠近。 昭华刚从河边回来, 正想回马车里, 瞧见这样一幕, 他便停在了原地。 那王女眼中, 扶起一抹偏执, 振臂一呼。 把人抓回去, 做我的王夫。 随着他一声令下, 刀光剑影, 见势齐飞。 在场这么多人中, 只有昭华, 没有武功。 他只能躲避, 僵硬着身躯连连后退。 突然张怀安飞身过来, 一手揽着他的腰, 将他悬身移动。 昭华脚步裂切, 几乎是整个身子依靠着他, 倒在他怀中, 听到气流破空的声音。 那是他另一只手出招, 以凌然内力, 震飞了一名大漠随从。 当下惊险万分, 那剑刃离他的脸不过半寸。 昭华这才反应过来, 方才他躲避时, 只顾着前方, 没看见后面有人手持长剑, 要来刺他。 若非张怀安出手, 他可能就被抹了脖子了。 再一看, 那想刺杀他的人, 已经连人带剑飞出好几丈远, 还吐出一大口血来。 他惊叉不已。 转头看张怀安, 他那脸色于温润中透出一丝灵力。 他有很好的轻功, 抱着他凌空而上, 一转眼就把他带离了危险处。 人群中, 一道极恨的目光紧盯着他们。 见张怀安如此在乎一个随从, 王女一肚子不甘心。 给我杀。 杀? 既然他得不到, 那就干脆一了百了。 他甚至亲自端了把弓箭, 瞄准张怀安。 他要杀了他, 不只是自己爱而不得。 父王说过, 天启有他在, 不出几年就会称霸中原。 如此大患, 若不能留在他们大漠啸里, 就无异于放虎归山。 王女拉满了弓, 真要出剑的那一刻, 直剑的手却有些抖, 专注的眼睛也酸涩出泪。 他将在那儿, 盼着男人能看他一眼。 只要一眼, 他就能放过他。 可是, 直到好一会儿, 他都没看过来。 王女眼神一沉。 咻! 一支剑迅速飞出, 却是偏转了方向, 插在地上。 原来, 王女终究不忍下死守。 他心中痛苦, 坚声高喊。 都住手! 住手! 他这是明智之举。 地上那些或死或伤者, 都是他的人。 再打下去, 他也占不了上风。 不过, 他此刻叫停, 更多的是因为不舍的。 他的目光穿过人群, 紧锁着张怀安。 而他此刻, 还紧紧护着那个白镜的小丝。 他不禁怀疑, 他一再拒绝他, 是因他好男色。 我们单独说几句。 我只有这一个要求。 王女恢复了一些理智。 昭华抓住张怀安的衣袖, 怀安别去, 危险。 那王女是真敢击杀别国官员啊? 他若是死了, 谁带他回天启? 张怀安却十足淡定, 让他先上马车, 还叫严大人照看好他。 之后, 昭华进了马车里。 他只能掀开帘子, 看见张怀安和那王女站在一处, 却听不清他们说了什么。 一刻钟后, 张怀安回来了。 那王女也没在喊打喊杀, 侧身上马, 抬手擦了擦, 像在擦眼泪。 马车里, 张怀安看向惊魂未定的昭华, 将他搂过来哄喂, 没事了。 说完, 他便低头亲吻他。 这一吻, 只是蜻蜓点水, 表面丝磨。 外面的王女一定能看见他们在做什么。 果然, 那王女手钻缰绳, 死死盯着他们。 亲眼确认过什么, 他才转身离开。 昭华恍然大悟, 他推开张怀安。 你这是有意为之, 让王女以为你喜欢男子吗? 张怀安没有否认, 眼神深邃似渊, 令他心静。 昭华追问, 包括你刚才救我护我, 也是。 他皱眉打断他这话。 你是我的人, 我当然会护你周全。 昭华垂下眼帘, 若有所思。 张怀安抬起他下巴, 在心里编排我, 看你这样, 活像只养不熟的狐狸。 我哪有。 昭华赶忙否认, 张怀安望着他那双过分漂亮的眼睛, 缓缓道。 王女勾陷我在先, 不惜牺牲清白逼我娶她, 查清后又不肯放我离开。 他并非有多轻慕我, 而是自幼要封得封, 一时不服输罢了。 对待如此难缠之人, 我只好出此下策。 委屈你了。 昭华倒是不觉得委屈, 他只是好奇, 王女模样俏理, 有丰厚的嫁妆, 还甘愿做妾。 这样的条件, 谁不眼红。 唯独张怀安一点不动心, 只有一种可能, 王女给的这些, 他都瞧不上。 还有他刚才救他时施展的内力。 总言之, 张怀安这个人, 可比他所想的复杂多了。 昭华有种强烈的预感, 继续跟着张怀安回天启, 他将来很难逃脱他。 而眼下, 倒是有个比他更好的选择。 第24章缠眠。 马车行驶了几天后, 抵达一座急镇。 当晚, 一行人入住客栈。 客栈马房内, 严大人亲自给自个儿的马卫草。 叔弟, 一道婉转的声音响起。 大人, 您还未歇息吗? 严大人身行一顿, 转头就看见那俊俏的小公子。 他眼中含着警惕, 问, 小公子, 你来此作甚。 昭华笑意温柔, 令人如置身春风里。 有东西落在了马车里, 所以来取。 你自便。 严大人不想跟他单独待在一处。 通过这几天的观察, 他也算看透了一些事。 这姑娘能留在那位大人身边, 也是有点本事的。 他头脑简单, 可招惹不起这样的女子。 严大人刚要走开, 却听昭华声若黄音的唤道。 大人, 小公子, 原来您在此处啊。 一个不合一的声音出现, 截断了昭华的后话。 转头一看, 是陆从。 昭华眼中有一闪过的脑溢。 陆从先对着严大人行了一礼, 旋即转身面对着昭华。 小公子, 主子让你回屋呢。 昭华也不好, 再跟严大人说什么, 忧心忡忡地走了。 客栈房间里, 亮着烛光。 昭华轻推门进去。 张怀安坐在桌边, 笔下写着什么, 头也不抬。 他身形端正, 温柔清冷, 俊美得好似佼佼月, 透着渴望不可及的高洁雅致。 昭华走过去, 站在旁边给他研磨。 他写的是别国文字, 是他从未见过的。 难怪一点也不避着他。 忽然, 张怀安突兀地问, 见到想见的人了? 昭华心底一沉, 他表面镇定, 笑语嫣然。 我想见的, 一直就在我眼前啊。 他话音刚落, 就见张怀安抬眼看他。 他那眼神讳莫如深, 看得他坠坠不安。 在这令人压抑的审视下, 昭华主动挤进他怀里, 坐到了他腿上。 紧接着, 还住他脖子, 顺势往他肩头一靠, 柔软的手放在他腰带上, 嗓音缠绵。 怀安, 我想你了。 说到后面, 他声音轻如文锐, 怕他不理解其中深意, 附在他耳边低宁, 我们已经好些天没有。 他故意没把话讲完, 抬起头来, 略带娇羞地, 含情默默地注视着他。 张怀安那眼神, 看似无动于衷, 他也感受不到, 他身体有丝毫的反应。 他还扣住他不安分的手, 将他往外推了推, 用温和的语调, 说着叫人胆寒的话。 安分些, 你以为我会让你这么蒙混过去? 在我眼皮底下, 就敢对着别的男人扭泥做态? 你当我瞎的? 昭华兴慕原争, 满脸无辜地否认。 我没有。 实际心里想的是, 他怎么会知道的? 难不成眼睛长他身上吗? 没有试图接近严大人。 张怀安如玉的双眸里, 含着令人猜不透的深沉。 他明明已有判断, 还是想听他怎么说。 昭华抿了抿唇, 眼睫四叠一颤抖。 如果是严大人, 那我有。 张怀安眉头一脸, 他居然承认了。 昭华抬眸看他, 轻轻拽了拽他衣袖, 带着几分讨好和小心。 怀安, 你别生气, 我就是想弄清楚, 你到底是什么官职? 张怀安眉眼清润, 其中暗藏深意。 查我? 他那骨节分明的长纸, 捏住他下河。 昭华一点不心虚, 还颇为委屈。 人家就是担心你吗? 你都把王女给得罪了, 我怕你没有靠山, 以后的日子不好过。 张怀安那严肃劲退了些, 较为缓和地反问他。 是担心我, 还是担心你自己? 昭华知道, 在他面前不能自作聪明。 他真假参半地说道, 好郎君, 我们是一体的。 你若出事, 我也没法独善其身的。 说话间, 他往他怀里靠。 怀安, 你难道真以为我对严大人 有那心思吗? 真是冤枉, 我都是你的人了, 如何会想着琵琶别抱呢? 最好没有。 否则, 张怀安那手抚过他脸庞, 语调清润温和, 却叫人后背泛起冷汗。 只听他接了句, 否则我扒了你这层狐狸皮。 昭华不由自主地发颤, 扯出一抹愁力笑容。 他依赖性地靠着他, 语气斜着撒娇意味。 你总吓唬我, 会把我吓跑了的。 张怀安很冷静, 他何等理智, 被他这样的妖孽缠着, 却还像个无欲无求的佛子。 可事实上, 怎么可能呢? 他心里那根线早已被撩拨, 他才离开他一会儿, 他便想东想西, 早已忍不住了。 想让他听话, 想听他哭着求饶, 哭着保证自己会乖。 张怀安眼谋一案, 末地将怀中女子抱起, 把他压在那窗边小桌上。 第25章, 他疯了吗? 与先前的冷静自吃不同, 此时, 张怀安看昭华的眼神炙热。 他那虎口, 顶着他腰侧往上移, 嗓音略沙哑。 不是说想我吗? 让我看看, 有多想。 昭华心头猛跳, 赶忙抓住他的手。 他疯了吗? 这窗灵阶, 会被人瞧见的。 张怀安也看出他的不安, 长袖一挥, 屋内的蜡烛就都灭了。 黑暗中猝不及防地吻袭来, 昭华不禁怂起肩头, 向后躲闪。 可男人那铁钳一样地胳膊圈着他, 将他整个人紧紧揽在怀里。 他这腰都要被掐断了似的, 只喊疼。 他这才稍稍松开了一点。 昭华顺从下来, 没有一点挣扎, 可还是控制不住地站立。 他眼角泛起红韵, 连睫毛都在。 颤抖。 耳边传来男子轻烈低沉地问话, 这么怕我作甚。 他的颤抖, 他感觉得到, 几乎每次都是这样。 别看他勾引他的时候胆子大, 但真到了时候, 他却像个淋了雨的小狐狸, 抖得不像话。 昭华买手于他胸膛, 问声问气地说, 你明明就知道。 他的确有些怕, 不是装的。 这一夜如何过去的, 昭华记不清了。 次日醒来, 他无法直视张淮安, 满脑子都是昨晚的残影。 总之, 就是一个荒唐。 张淮安已经起身, 他身上的白色如衫, 平整服帖, 看不出昨夜的放纵。 然而, 那俊美的脸, 带着艳足的雍于懒。 他的头发未用玉冠竖起, 却不显凌乱, 有种折仙被拉下凡尘的风流祸海。 阳光照在他身上, 更有几分君子如玉的温润。 陈起, 昭华脑子还糊涂着, 竟有些缠他这身子, 想着与他共赴乌山的愉悦, 真就与成仙无异。 他那视线不加掩饰地打量他, 很清楚那衣衫包裹下, 是一副怎样蓬勃有力的躯体。 他有这身功夫, 若成了男宠, 定能圣宠不衰。 由于他视线太明显, 张怀安想忽视都难。 他看向他, 阴哑着嗓音问, 鬼迷心窍了? 看得这么入迷, 从他年少起, 就时常遭遇此类露骨的打量。 对于那些人的注视, 他都是抵触厌恶的。 可此刻昭华这般瞧着他, 他不仅不厌烦, 还很满意他这反应。 昭华完全不害臊, 是呢, 被色鬼迷了心窍。 但很快, 他就清醒了。 只因张怀安穿好衣服后, 冷不防地说了句话, 直接让他之前想好的计划破灭了。 第26章 回到天启, 一前尘。 从今日起, 严大人不在与我们同行。 文言, 昭华愣正住, 不该问地脱口而出。 为何? 张怀安那眼眸瞬间沉下, 你很想留他。 昭华心里是这样想, 嘴上当然不敢这么说。 他当即摇头, 没有, 只是好奇呢。 这严大人肯定是被张怀安支走的, 怪他不够谨慎, 让他产生了防备。 但他未免防得太过分了, 那严大人既没他俊俏, 又没他官位高, 年纪还大那么多。 他张怀安还怕他会选择严大人, 真是启人忧天。 昭华内心一通负匪, 却万不敢表现在脸上。 如今没了严大人, 他更得小心应付张怀安了。 大漠地广, 可大部分的土地都不适合人居。 因此, 接下去的一段时间里, 夜间休整, 几乎都是就地支搭帐篷。 张怀安也就一直没碰过昭华。 而且越临近天起, 他要忙的公务就越多, 甚至一天下来, 他们都说不上几句话。 昭华眼看他每天都收到许多信件, 有时还会与他分开坐两辆马车。 想必是一些机密, 不能让他知晓的。 就这样, 他们很快离开了大漠国境。 大漠与天起之间有个小国, 名为北梁。 北梁地小, 还只是盘踞在两国之间的一个部族, 不过两天就穿过了他。 眼看着就要抵达天起, 昭华的心情颇为激动。 天起的寒谷关外, 有将士驻守着。 张怀安的马车过关时, 守成将军亲自迎接, 根本没有查他的马车。 如此信任, 更体现出张怀安关节不低。 昭华坐在马车里, 思绪万千。 天起, 他终于回来了。 前世的一幕幕在脑中浮现。 那些残害他的人, 他们的脸, 他都记得, 一个都没忘。 被囚禁, 遭欺辱折磨, 被活生生挖去一颗心, 种种遭遇, 他也都记得深刻。 因搭上了张怀安这东风, 他回来得比前世早。 有些遗憾, 还来得及挽回。 不过, 当务之急, 还是解决眼下的问题。 既然已经到达天起, 他就得和张怀安分道扬镳了。 脸色这么差, 可是身子不适。 张怀安忽然关心他的话, 令昭华回过神来。 他当即, 挽着他的胳膊, 温柔浅笑。 我是有些忐忑, 没想到, 这么快就到天起了。 也不知你家在何处? 还有, 你的家人会不会嫌弃我? 他诉说着诸多不安, 张怀安也没给他一个准话。 他只说, 还有些时日才到家。 通过寒谷关后, 他们便到了天起的安城。 昭华以为今晚会住客栈, 张怀安却领着他住进了一个庄子。 那庄子里只住着老管事夫妻俩, 空闲的房间甚多。 老管事对张怀安客气有加, 颇有蓬蔽生辉之感。 据说这庄子是张怀安一个有人所有。 昭华也没多问。 他们被安排在东院歇脚, 且分别住在两个房间。 毕竟, 张怀安不做多于解释, 那老管事就不知他是姑娘身, 怎么都不会把两个男子安排在一个屋。 这倒是阴差阳错地成全了昭华。 他本就打算尽早脱身, 如此便能掩人耳目。 金银细软, 他早在大漠就备好了。 剩下最要紧的就是赵申帖。 那赵申帖试入了天起官府的布局后, 能用来证明他天起百姓身份的物件。 大到出入各个城门, 小到入住客栈, 这赵申帖都是必查的。 这东西, 张怀安已经让人办好了, 但并未交到他手里。 他需寻个机会把这赵申帖拿上。 夜幕似合, 昭华沐浴完换回了女装, 坐在那铜镜前搅干头发。 外头响起敲门声, 紧接着, 门外那人知会他。 姑娘, 大人有事出趟门, 让您早些谢谢。 昭华心下一喜, 这可是天赐良机啊。 今晚, 他必须要找到自己的赵申帖。 确定院内无人后, 昭华趁着夜色潜入了张怀安屋里。 他带上了房门, 指点了一个火折子。 微弱的火光下, 他亲手亲脚地翻着起来。 屋里总共就两个箱笼, 都没打开过。 一打开, 里面都是些书。 他翻着了几遍, 没见到赵申帖。 难道还有一部分行李没卸下来? 昭华正费解时, 外头传来一阵脚步声, 还有他所熟悉的嗓音。 都安排妥当了吗? 大人放心, 一切稳妥。 糟了。 第27章红了脸。 是张怀安回来了? 他这出趟门够快的呀。 昭华立马吹灭火折子, 环顾四周, 根本没地儿躲。 而此时, 张怀安那奇长的身影 已经停在了门外。 奇怪的是, 他没有立马推门进来。 难道他突然又有别的事? 不进屋了? 昭华这么想着, 呼吸也平稳了些。 然而, 未等他松懈下来, 又听张怀安沉声说了句。 屋里有人, 昭华心如雷骨。 他还是人吗? 怎么什么都瞒不过他。 随着砰的一声响, 门像被人用脚踹开了。 黑灯瞎火的, 紧随张怀安的陆从先点了蜡烛。 风吹进来, 先动那轻薄的杀杖, 如梦似幻。 这屋里一览无余, 唯一能藏身的, 只有那床杖内。 陆从道, 大人当心, 小人先去查看。 他刚要上前, 却被张怀安横过来的胳膊挡住。 陆从正要询问大人, 这是何意? 却见, 大人已经信不走了过去。 张怀安走至帐前, 抬手挥开面前的沙曼。 几乎在同时, 一抹柔软的身躯撞入他怀中。 怀安, 是我啊。 这语调带着坏心思得逞的骄纵。 张怀安那古井无波的双眸里, 浮动着些许温和, 没有丝毫意外地, 将他抱了个满怀。 我只是你。 帐漫落下, 将他们二人隔在那狭小的空间内。 帐外的路从虚惊一场后, 便立马识相地退到屋外, 还把门给关上了。 难怪大人不让他查看, 原是早已猜到里头是谁了。 屋内, 昭华仍然抱着张怀安不放, 仰头看着他。 怀安, 你怎知道是我? 张怀安的手穿过他那柔顺发丝, 眼神凝合平静。 还用温? 这屋里都是你的味道。 昭华吸了吸鼻子, 哪有? 他这嗅觉也太灵敏了。 下次, 他得更加谨慎才行。 玄机他又追问, 可是你在外头, 就知道屋里有人了。 这又是怎么回事? 张怀安低眼看着他, 似有无奈。 若是什么都同你说, 下回可就防不住你了。 说说, 来我这儿做事。 昭华将脑袋靠在他肩上, 就想吓吓你, 谁知你这样厉害。 他又叹了口气, 真是好没意思。 那什么有意思? 张怀安呼得往前一轻, 他惊得往后一仰, 抓着他的衣襟, 将他一同带倒在床榻上。 张怀安坐起身, 他身上一轻, 呼吸却中了几分。 昭华双手撑着坐起来。 他刚要下床, 张怀安却拽住了他的胳膊, 语调蕴含深意。 以前敢都敢不走, 这次走得这么果断, 就真的只是来下我, 不想做点别的吗? 张怀安哪里还有那个心思? 他正要说几句, 张怀安呼得低头稳住他。 那突然的吻, 令他经不住一耸肩, 直往后缩。 一吻闭, 张怀安大掌拖着他后脑, 眼眸深沉又危险。 怎么? 现在连玉句还银都不会了。 看样子是真想走啊。 昭华总觉得他这话里有话的。 难道他发现他想逃了? 不可能吧。 可下一瞬, 他沉脸着眉眼, 语气微凉。 不脱鞋袜就上了床榻, 这更像是做了贼, 来不及躲藏, 才会如此匆忙。 昭华呼吸一致, 手心潮热出汗。 他都猜对了, 他该如何应对呢? 张怀安像在把玩猎物, 一点不着急。 他欣赏着昭华表情的细微变化, 好似在欣赏他要露出狐狸尾巴的趣味。 那种掌控着一切的泰然, 使得他显露出上位者的姿态。 在这死忌中, 他为止勾起他一柳头发, 拥而淡地质吻。 告诉我, 你想找什么? 昭华眼底掠过一丝慌张。 张怀安手指捏住他下巴, 吻而有力的一台, 看似温和耐心的眼神下, 暗藏多多锐气。 还不跟我说实话吗? 嗯? 第二十八章惊喜。 我, 我想找, 昭华吱吱吾吾, 像是编不出什么话来。 他怯生生地瞟了眼张怀安的脸色。 他看着温和, 似笑非笑, 让人不寒而栗。 怀安, 你别, 你别这样瞧我, 我害怕。 张怀安倾朝道, 不做亏心事。 你怕什么? 他都说到这份上了, 昭华没法含糊敷衍过去。 他心意横, 一把推开他, 唯唯曲曲地说道。 哪有亏心事? 我就是想知道你是什么官职, 家里是什么情况。 你一直都不告诉我, 我心里也没个底。 我还不是怕你骗我, 怕你把我给卖了, 来了这庄子, 天黑黑的, 你就把我一个人丢在这儿, 说是出门办事。 谁知道, 你是不是把我卖这儿了? 难道我不该怕吗? 我无亲无故的, 一个人睡在陌生的屋子里, 你想过我多忐忑, 多无助吗? 你还防着我, 威吓我, 我。 说到最后, 他往床上一趴, 痛痛快快地哭了起来。 张淮安听完他这些, 心中一律消退了不少。 再看他哭得肩膀一抽一抽的, 那般伤心的模样, 他也不忍再苛责他的错。 终是听不得他这样哭, 张淮安索性将他捞起来, 把他摁进自个儿怀里。 想的什么乌七八糟的, 我怎会将你卖了? 行了, 别哭了, 外头都听见了, 他仍是一个劲儿的抽气。 听见便听见吧, 我是你什么人哪, 我什么都不是, 我连个身份都没有, 就像野猫野狗一般地被你带来天气, 你想丢便丢了。 我连你真实身份都不知, 又能找谁说理去。 张淮安叹了口气, 等到了时候, 我自会告诉你我是谁。 昭华稍稍缓和了些, 自己抹了把眼泪, 还不都是任凭你说。 不过他这怨念来得快, 去得也快。 这会儿也不再闹了, 就老老实实地依偎着他。 张淮安见他平复下来了, 才重新说事。 你并非没有身份, 既已到天气, 有样东西该给你了。 他从袖带内拿出了一样物件, 看清他后, 昭华眼神骤亮。 可真是踏破铁鞋无秘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 昭华怎么也想不到, 方才偷摸着找了许久的照身贴, 张淮安就这么给了他。 天气的照身贴是主板材质, 上面刻着他的名字, 小巷, 以及官府公章。 昭华心情激动地收下他, 眼中溢出欣喜。 这, 这是我的牌子吗? 多谢你, 华安。 他搂着他的脖子, 在他脸上印了一吻。 看他这就高兴起来, 张淮安皱着的眉也舒展开来。 他正色叮嘱他, 仔细收着, 莫弄丢了。 先前没给他, 就是怕他粗心大意。 昭华重重点头, 我会的。 他太欢喜了, 以至于招呼都不打, 就要回自己屋。 刚要下地, 张淮安长臂一身, 将他抓了回来。 去哪儿? 昭华刚想说他回屋, 见他已有不满之色, 转念又重新缩进他怀里。 好郎君, 我哪儿都不去。 张淮安这才满意, 还亲手脱了他的鞋袜。 昭华一脸受宠若惊, 我自己来。 张淮安却物资握着他的狱卒, 意味深长道。 照身贴给了你, 可你这双脚, 还是我的。 昭华凝视着他的侧脸, 手里紧握照身贴。 他是在警告他, 哪怕有照身贴, 他也逃不掉吗? 沙帐垂下, 帐内的身影也慢慢倒下, 又是一夜无眠。 次日醒来, 昭华严谨下方不有失眠的亲子。 张淮安与他一起用了早膳后, 又要出府。 他不在, 正是昭华逃走的好时候。 可院子两个出入口, 都有他的随从把守着。 他是过往外走, 就有人寸步不离地跟着他。 这显然是张淮安的意思。 事已, 这一天下来, 昭华都没寻到机会出逃。 他在庄子里闲逛了一圈, 百无聊赖。 日落时分, 张淮安踏入小院。 昭华立即上前迎他。 淮安, 你可算是回来了。 他热烈似火, 接音想让他把看守的随从给撤了。 张淮安一进院子, 就瞧见他了。 他穿着男装, 却有掩盖不了的仇丽妩媚。 再加上那娇柔的语调, 哪里是什么正派的小公子, 分明是养在后院的男宠。 张淮安裹住他的手, 牵着他往屋里走, 全然不在意跟在后头的陆从。 进屋后, 他递给昭华一包东西, 外装精致。 给我的吗? 昭华打开一看, 层层叠叠地打开后, 里头是用油纸布包着的糕点, 各色的花瓣形状的糕点。 闻着就香, 甜腻腻的。 昭华不是贪嘴好食之人, 却对手中那盒糕点情有独钟。 他在前世吃过一回, 也就那么一回。 昭华心头酸涩, 立刻遏制回忆, 对着张淮安陪笑。 淮安, 你带我真好, 这次出去, 还特意给我带了糕点呢。 张淮安见他这反应, 便知他是喜欢的。 不过, 他否认了特意这个说法, 免得他恃宠而骄。 顺路买的, 不知味道如何, 昭华知道他在撒谎, 食盒上有字。 这糕点是百年老资浩木摘的。 他家的糕点, 连宫里都供不应求。 开在民间的店铺趋值可数, 每家都客满为患, 很难买得到。 一揭开油纸布, 那糕点香甜可人。 昭华也馋了, 先用热水化开特制蘸料。 又拿了个干净的茶盏, 将另一小碟绿色的粉末冲泡开来, 喝了一小口。 而后, 再用配备的沐家夹起一块糕点, 蘸了点料, 送入嘴里。 味道果真极好。 昭华享受地弯起了眉眼, 却见张淮安沉默地审视着他。 刹那间, 他如梦初醒, 心里一个咯噔。 张淮安壮若无意地问, 你不是头一回吃这糕点? 昭华险些被噎住。 是第一次啊? 那又为何很清楚这顺序? 昭华哪能想到他如此谨慎多疑, 他吃个糕点都能被他看出点端倪。 不过, 他没有慌。 既然要跟你回天启, 有关天启的东西, 我都查过的。 这上头写了闷尘摘, 我在一本游记里看过, 那人写得可详细了。 昭华表面从容不迫, 其实心里还是有些慌, 也不知道能否应付过去。 张淮安淡淡地瞧了眼他手里的糕点, 没有再问。 昭华感觉得到, 他并未完全打消怀疑。 不过, 反正照身贴已经拿到手了, 他很快就能离开了。 转念又一想, 张淮安对他也算不错, 就这么离开, 他还是有点不舍的。 昭华放下糕点, 坐在张淮安旁边, 晃着他胳膊倒。 淮安, 我知道你忙, 不敢打扰你。 可我整日待在这庄子里, 人都要发霉了。 听说, 这安城热闹得很, 过几日还有个。 花灯节呢, 你陪我出去看看, 行吗? 就当是画上一个美好的句点, 他还从来没逛过花灯节呢。 他以为, 这样简单的请求, 张淮安不会拒绝的。 可他眼神里有不容商量的决绝。 我近日有要事忙, 抽不开身。 那, 昭华还想争取, 却被他打断了。 他那清润的眉眼, 掺杂着温良, 暖不到人心里去。 再者, 不过在庄中待了一日便闲不住, 往后为府中妾室, 能安分。 昭华, 你总要习惯的, 不是吗? 哪还能事事都由着他, 该摸摸他的性子。 闻言, 昭华很不适滋味, 但他微笑着, 隐忍着锤眼道。 不出去便不出去吧。 而后他一句话不再说, 沉默地吃着糕点, 一整盒都快被他吃光了。 张淮安看出他的勉强和不满, 带上糕点盒子, 沉声问他, 再跟我闹脾气。 我怎么敢? 昭华倔强地否认, 他只是不再奢望那些美好了。 张淮安知道他不服, 没有纵着他, 而是严肃地劝解他。 后宅有后宅的规矩, 为妾者便只能安生待在后院。 虽还未正式入府, 你也当紧急归正自身, 觉了那些往外飞的心思。 昭华被刺激到, 突然打开他的手。 我知道我是做妾的命, 我知道的, 不用你总来提醒我。 可你不该觉得我不安分, 你从来就瞧不起我。 觉得我是杜甫的养女, 被培养来伺候男人的, 所以我就水性杨花, 朝三暮四, 不安于事吗? 若是你这般不信任我, 那便气了我吧。 说完, 他就哭着跑了出去。 张淮安却还正在原地, 瞳孔渐渐紧锁, 眉眼晦暗不明。 他刚才那些话, 就那么让他难受。 但是, 以前更过分的话他都说过, 他照样没心没肺地黏过来。 想来这次也是闹闹脾气, 他若以为耍小性子, 就能让他妥协, 那便大错特错了。 然而, 算无一策的张淮安, 这次是真的实测。 第三是张玩物而已, 昭华也不知道, 自己怎就突然有了气。 其实, 他哪有资格怨张淮安呢? 他利用他回到天启, 还不够吗? 是他贪心了, 是他对他起了妄念了。 他前世太可怜, 没有什么人待他好。 张淮安给他买个糕点, 他就感动了。 可是, 他却忘了, 他到底是个男人, 是个天性凉薄的男人。 他把他当什么呢? 不过是玩物而已。 他自己也说过, 就喜欢他这副皮囊。 至于他是内心是什么样子, 他根本不稀罕去了解。 他只是他的妾, 是他暖床卸骨欠的工具, 是他拿来消遣的玩意儿。 昭华背靠着门, 无力地顺着门板滑倒下去。 他一只手摸着心口位置, 用力按着。 要把那些不该有的念头按下去, 免得让他乱了他的心, 挡了他的路。 他重活一世, 不是为了和男人爱的死去活来的。 比起张淮安, 他也有许多更加重要的事要做。 昭华抹去眼泪, 再度沾了起来。 张淮安那边沉浸了一刻钟, 叫来陆从, 让他把剩下的糕点给昭华送去。 陆从一直在外头, 听见昭华大声控诉的那些话, 也看见他是如何哭着跑出来的。 这会儿, 主子交给他这差事, 他信信然的。 主子, 六姑娘应该正伤心呢, 怕是不会打理小人。 张淮安眉头一锁, 你的意思是, 该我亲自过去。 陆从敢忙否认。 不不不, 小人哪敢。 主子您是什么身份, 是六姑娘不懂事。 小人这就去劝劝他, 让主子这样的贵人低声下气去哄一个女子。 这种话, 他是万万不敢说的。 陆从正要上前拿糕点, 却被张淮安出声制止了。 退下吧。 陆从困惑了。 然后他就看到, 主子拿起那盒糕点, 镜子走了出去。 张淮安这边刚到昭华房间外, 一个随从快步走来。 大人, 您家的家蒲莱饼, 您老太爷病危, 怕是。 张淮安神色平和, 已有他人觉察不到的造诣。 他看了眼镜在咫尺的门, 还是选择转身。 被马? 是, 大人。 张淮安这一出去, 半夜才回来。 他本该早些歇下, 却还是去了趟昭华屋里。 屋里黑漆漆地, 借着月光, 他瞧见床榻上拱起的那一团。 本想看看他就走, 却听到他在痛苦地哼紧。 张淮安立马叫醒他。 怎么了? 哪里不舒服? 牙, 牙疼。 昭华眉心紧拧, 捂着一侧脸颊。 睡前就牙痛了, 那会儿还没这么严重, 他喝了许多水, 以为能压住。 可后来越来越痛, 就像是有千万根针在扎他。 疼痛从牙齿蔓延到他整个头部, 给他生生逼出泪意。 这是老毛病了, 昭华从前都是忍着的。 张淮安亲自点了灯, 将其放在床头小柜上。 随即扶起昭华, 拿开他的手, 说, 张嘴, 我看看。 昭华老实照做, 但因痛得厉害, 他揪住了他的袖口。 病弱的美人, 泪淫于结, 眼角也晕红了一片。 张淮安看他如此受折磨, 想到那糕点, 心生自责。 他是不知他有这毛病。 只听说姑娘们都爱吃那家的糕点, 就亲自买了来。 哪成想, 反倒害了他。 张淮安问他哪边的牙痛, 他用手指了指。 随后, 他叫陆从进来, 隔着帐子吩咐。 速去药房取些两面针, 煎熬成药汁送来。 另外再按照这方子, 磨成药送来。 陆从立马领命去办事。 不知等了多久, 药汁先来了。 张淮安一手扶着昭华, 一手端着药碗, 让他含着药汁。 昭华痛得头昏脑胀, 听他的, 含了一大口。 张淮安用帕子擦了擦他额头的汗, 过会儿再吐出来。 多扶几次。 不过这也只能稍稍缓解, 见效甚微。 好在片刻后, 磨好的草药也到了。 张淮安掰开昭华的嘴, 亲自将那草药给他填敷上。 渐渐的, 昭华的牙不痛了。 那时已是饮食, 张淮安便直接写在他这儿。 昭华在他臂弯中, 睡得还算安稳。 屋外, 一个随从急步走来, 守门的陆从拦住他。 主子已经就寝了。 那随从神秘兮兮地 将陆从拉到一边, 低声道。 大人让我调查和昭华姑娘相关的一切, 我查到了一桩极为震惊的事。 陆从十分好奇, 能有多震惊? 第31章修罗场。 那随从是想立马向大人汇报情况的。 但听说大人已经睡下, 便想着到了明日再说也不迟。 一日清晨, 昭华睡醒睁眼, 就看到一张俊美非凡的脸。 张淮安难得比他醒得晚, 侧躺在他身边睡姿很周正。 他想先起来, 但这么一动, 就把他给弄醒了。 他那双眼眸, 好似上等玉石打磨而成, 刚睡醒也不见浑浊, 清凌凌的, 如同山泉水, 同人里清晰映照着昭华的影。 张淮安将他抱紧了些, 垂手清了清他额头。 他的嗓音沙哑, 且透着骨眉睡宝的疲惫。 再睡会儿, 一个时辰后, 他们都起了。 洗漱完, 昭华散着头发, 坐在铜镜前描眉。 张淮安忽然俯身抱他, 他的身体悬困气, 转了个圈, 被他放在梳妆台上坐着。 他频频地注视着他, 很认真的起了个头。 昨日那样说, 不是不准你出去。 乃英近日城中匪盗平出, 你待在庄内才安全。 昭华已经不想再提这事儿了。 他垂下眼帘, 温顺懂事的样子。 我知道, 如此敷衍的回答, 显然是没放心上。 张淮安像个不厌其烦的夫子, 试图说服他, 让他明白是他错了。 从而让他打消外出的念头。 但是, 见他如此精神不济, 他又不自觉地化为绕纸柔。 也罢。 花灯节那日, 我若得闲, 便带你去城中逛逛。 昭华瞳孔突然收缩了一下。 不过一瞬, 他便调整好面上表情, 一脸温婉地靠在他怀中。 不用了怀安, 你待我好, 我晓得的。 不去外头也不打紧, 只是, 只是, 你能别让那些随从看守着我吗? 我只想在这庄内自由闲。 好。 张淮安应了他, 并未有所怀疑。 而后, 他又问他, 真不想去花灯节了。 他手抚摸他的耳垂, 像是安抚, 又像是鼓励。 昭华摇摇头, 不想了。 张淮安既想他听话, 又不想他是被迫听话。 女人时常口是心非, 他想, 他说不想去, 一定也是违心的。 那便陪我去。 他给了他一个台阶下, 这之后, 也没管他是否真的愿意。 但在他看来, 他这样喜欢热闹, 肯定是乐意的。 听闻随从查到了一些事, 张淮安就在书房见了他。 随从先拿出了一幅画像。 大人, 这是密探获取的, 皇后娘娘年轻时的画像。 请您过目。 随着画展展开, 画中皇后的脸, 竟与昭华颇为相似。 难怪那日言大人会认错。 不过张淮安内心并无波动。 随从先禀明此事, 然后才说更为重要的。 大人, 还有一事。 在您之前, 昭华姑娘就与一个天启商贩有过往来。 据说是那商贩想拐带他私奔, 被杜老爷发现, 私奔不成, 那商贩就弃他而逃, 回到了天启。 杜老爷那时, 已将昭华姑娘许给李老将军, 因而并未重成他, 只是禁足了几日, 还让所有知情者三间七口。 与方才的从容不同, 张淮安那脸上绷着冷色, 预谋深处是荒芜。 但他依旧保持风度, 波澜不惊。 查证过了吗? 总不能冤枉了他。 随从笃定的点头, 已查证过, 才敢向大人您汇报。 很显然, 那昭华姑娘就是想借人来天启。 连随从都能看透的联系, 张淮安自然也能。 他眼眸幽静, 似箭不到底的深渊。 之前也怀疑过他别有居心。 但真的查识后, 他还是有难以控制的韵幕。 退下吧。 张淮安语调平淡, 听起来一点不受影响。 然而, 那随从离开后, 书房内发出一声响。 原本好好的木桌, 生生从中间裂开一道缝。 紧接着, 张淮安推门而出, 静止走向昭华那屋。 门外的陆从, 瞧见了主子那脸色。 主子面无表情的时候, 很可怕。 怕是又要出事了。 他不放心, 敲摸跟了过去。 门窗紧闭着, 陆从猫着身待在墙外, 一袭听到里头的动静。 你又是怎么勾他的? 他像我那样弄过你吗? 怎么不说话? 华安, 我听不懂你说的, 等等, 你做什么? 啊, 不要, 不要这样, 疼。 陆从不敢再往下听。 他正要离开, 却见, 院子入口处有一抹熟悉的倩影。 那是一个, 万万不该出现在这儿的人。 刹那间, 陆从如遭五雷轰顶, 脑子一片空白。 完了, 修罗场。 第32章, 如你所愿。 屋内, 梳妆台上, 台面不大, 又摆了些东西, 只勉强够昭华坐那儿。 张怀安表面, 还一副清心寡欲的清冷样, 一边欺负着, 一边冷声质问他。 你让他碰过你吗? 有没有? 嗯? 你嘴上说着喜欢我, 心里呢? 心里怎么想的? 你就是想来天启, 是谁带你来? 根本不重要, 对吗? 昭华的脸色, 一阵红一阵白, 身子站立得厉害。 嘟嘟, 外头忽然有人敲门。 外面陆从的语调很古怪, 像是故意拔高。 主子, 宁姑娘来了。 张怀安闻此言, 眼中浮过一道异样。 昭华以为, 自己应该是得救了。 可玄机, 耳边是他吩咐陆从的声音, 轻烈温润, 毫无波澜, 就像个正经的人, 正在做正经的事。 带他去前厅等候。 陆从赶忙领命, 他这会儿, 可是憋了一脑门的汗。 宁姑娘是谁? 那是和主子自幼定亲的人呐。 安诚宁家, 那也是天启的老实家了。 如此贵女, 若知道未婚夫正在与别的女子。 陆从简直不敢往下想, 还好刚才他脑子转得快, 把宁姑娘请到了脚亭里。 如果他靠近这屋, 定然能听见里头的动静。 陆从忐忑慌张, 昭华这边也没好到哪儿去。 他被折腾得有了脾气, 锤打张怀安, 气声控诉。 无耻, 你无耻, 我的出资给了你。 你, 你还怀疑我的清白? 眼泪如绝地的洪水, 挡也挡不住。 你, 你弄死我好了。 我不活了。 随你怎么想, 我就是不知廉耻, 是个男人就去勾打。 张怀安眼眸一暗, 扣着他脑袋, 用力吻上他那屎坏的嘴。 昭华推他, 推不动, 他便故意摔了台面上的物件, 弄得噼里啪啦作响。 他又抓着他两只手腕, 将他胳膊反剪在后面。 昭华嗯嗯嗯反抗着, 嘴巴都被轻骂了。 随后, 张怀安又将他横抱起来, 把他丢在了床上。 他俯身压来时, 昭华两手撑着他胸膛, 用力抵挡。 他怒目远睁, 泪痕增添了几分破碎灵虐。 你嫌我脏, 嫌我勾三搭四, 你还碰我作肾。 此时, 他就像炸毛的狐狸, 凶得狠。 张怀安俯视着他, 不怒反笑。 不脏, 人真是矛盾复杂。 比起他卖乖地跟他解释, 他竟更喜欢他牙尖嘴里的破罐子破摔。 心里那赶秤, 已经毫无理由地朝他倾斜。 张怀安俯摸着他乱了的头发, 眼神温柔极了。 可昭华只觉得瘆人, 他就是那笑面虎, 稍有不慎, 就会被他咬断脖子。 下一瞬, 他又轻柔地, 在他额头落下一吻。 昭华轻轻站立, 睫毛也在抖。 耳边传来他低沉的, 危险的嗓音。 求着要我弄死你是吗? 好, 如你所愿。 第三十三章, 我错了, 怀安。 昭华不可置信地瞪着张怀安。 他刚才, 说什么? 张怀安的预谋中, 犯着忧冷凉意。 他将衣物从他肩头扯掉, 露出他那白皙的肩, 精致的锁骨, 还有那粉嫩的小衣。 他胸脯饱满, 小衣被称得鼓鼓囊囊。 张怀安颇为娴熟地勾住他小衣的袋子, 解了他。 昭华慌神了。 放开, 放开我。 他用力挣扎, 想要挡住自己身前的风光。 可他那点力气, 就是皮肤汗大树。 张怀安轻松治着他, 将他上衣包了个干净。 他那逼人的滚烫的视线, 令他羞愤。 昭华气得脑袋嗡嗡作响。 他刚想开骂, 张怀安反而松开了他。 昭华脸色战红, 又羞又气。 他赶忙坐起身, 隆起凌乱的上衣, 而后就要跑下床。 想跑去哪儿? 张怀安动作甚快, 长臂勾住他的腰, 一下就将他揽收入怀。 昭华被迫坐在他腿上, 后背贴着他炽热的胸膛。 他还亲吻他后颈, 引得他又是一阵战力。 他本能不敢乱动。 就这样, 昭华挣扎不开, 反被张怀安放倒压在了身下。 他不敢再嘴硬了。 谁知道这个阴晴不定的疯子, 会对他做什么。 于是乎, 他主动抱住他腰, 格外顺从。 我错了, 怀安, 你别生我的气。 但你信我, 我和他商贩没什么的。 他做药材生意, 来杜甫, 我承认。 我和他有过来往, 可我只是为了求他帮忙。 我只想让他帮我逃出杜甫, 我不想嫁给李老将军。 直到我遇见了你, 怀安, 我是真心喜欢你的。 我只勾, 引过你, 我的身子, 也只给你碰过。 刚才我就是太生气了, 气你不信我。 难道在你心里, 我就是那么不堪吗? 他仰头看着他, 眼神悲伤。 张怀安听了他这解释, 冷意不退反增。 他牵着他下巴, 嗓音沉沉的。 那商贩可不是这么说的。 昭华瞳孔震战, 他竟找到了那个商贩。 天气这么大, 想找个行走四方的商贩, 无异于大海捞针。 他是怎么做到的? 张怀安听够了他的谎话, 只包不住火。 你以为你能瞒我多久? 昭华轻忽了口气, 他视死如归一般, 缓缓道。 我给他摸过手, 张怀安眉头一拧。 他赶忙又补充解释, 就一下, 其他的都没了。 我就是不想嫁给李老将军, 你根本不理解我, 我绝望无助。 那是我唯一的机会, 我也不知道之后会遇上你。 如果知道, 我不会那么做的。 见张怀安还是沉默着, 他眼泪滚落, 带着哭腔, 伤心欲绝地说道。 你以为我想吗? 我也曾是好人家的儿女, 我也知道李依廉池的, 好不容易守得云开。 你又因为之前的世界怀, 你要是这么嫌弃我。 张怀安脸色微沉, 又说胡话, 我若嫌弃你, 就不会亲自来问你。 他的确忽略了他那时的处境, 毕竟个人经历不同, 没法完全感同身受。 眼下听他哭诉那时的不义, 他也有动容。 只有一个疑问, 那商贩也是天启人, 只是巧合吗? 昭华重重地点头, 不知道你为什么这样问, 但确实是巧合。 或许我和天启人有缘, 他突然捂住嘴, 无措地改口。 错了, 是和怀安你有缘, 只和你有缘。 这话才中听, 张怀安眉头舒展, 低头含住他的唇绊。 缠没了一会儿, 他眼中有火撩的炙热, 手在他腰上掐了一把, 哑声道。 我先去见客, 回来再继续收拾你。 昭华心中郁闷, 他还想怎么收拾他。 昭华老老实实待在屋子里, 不多时, 有人过来了。 他以为是张怀安, 却听见路从在外请示。 六姑娘, 主子和宁姑娘出门了, 午膳不回来吃, 您看您要吃点什么。 昭华问, 宁姑娘是什么人? 路从顿时呆住了。 这是能说的吗? 第34章花灯节, 施约。 路从在门外, 直无了好一会儿, 也没说清楚。 看来, 那位宁姑娘的身份不一般啊。 昭华胃口不佳, 午膳没吃多少。 他盘算着, 得寻个合适的时机离开。 张怀安和那宁姑娘出去后, 太阳落山都还未归。 入了夜, 昭华便上床歇息了, 也不知他何时回来的。 一日, 昭华起得早, 换上男装, 打算在庄内走走看看, 找个最佳出逃路线。 刚到大门附近, 就看见张怀安和一女子并肩走来。 昭华当即躲到假山里, 视线透过那石头缝, 窥视着那两人。 张怀安穿着一袭白衣, 更添折仙俊朗。 那女子同样一身素衣, 并用一青纱遮面。 看一太, 像那出身名门的贵女。 一举一动, 都透着极好的教养, 如同画中仙。 这二人站在一块, 任谁看了都会觉得是一对。 两人并未继续往里走, 应该只是进门来说几句话。 毕竟站在外头, 被人瞧见了不合理数。 那女子站在张怀安面前, 手放身侧, 失了一礼。 师兄, 祖父的病, 劳你费心了。 女子的声音也是极好听的。 那是昭华模仿不来的, 从骨子里透出的优雅。 昭华这个角度, 能看到张怀安。 他眉眼温和, 带着润物细无声的耐心。 师妹无须多礼。 老太爷为天启鞠躬尽瘁, 恰逢拥王叛乱, 仍率领宁城百姓抗敌, 如此英雄, 可配可敬。 只探我心有余, 力不足, 所能做的, 也只是吊着老太爷那口气。 昭华轻痴, 这副偏偏有理的儒雅, 与对他时的模样, 很是不同。 如此尽心竭力, 怎可谓力不足。 皆因人各有命, 这是祖父的结束, 避不开的。 师兄请先回屋歇歇, 我自己去药房拿药即可。 落落大方, 又不时小意温柔。 这样的女子, 真叫人喜欢。 昭华思绪复杂, 也不知飘向了何处。 等他回神, 那神仙一般的女子, 已经去了别处。 昭华正想缓缓再出去, 却只见张怀安经过他这边的假山时, 步子停了下来。 而后, 他淡淡地说了声。 出来! 昭华心里一惊。 他又是怎么发现她的? 他从假山洞里走出, 面上是故作轻松的笑容。 我没想偷听, 恰好看见你, 和那姑娘进来, 只能先躲起来。 张怀安上下打亮了他一眼, 眉头微皱。 他虽穿着男装, 却打扮得不伦不类。 头发没有全都竖起来, 用一根木簪固住发际, 其余一半的头发披散着, 两鬓还垂下一柳龙须。 这哪里是什么正派的小公子, 分明是养在后院的男宠。 前院人多眼杂, 张怀安与他保持着距离。 两人回到东院屋里, 张怀安拉住昭华的手, 让他坐自己腿上。 他抬手取下了他那木簪, 任他一头青丝滑落。 然后, 一边亲自给他挽上男子的发迹, 一边认真告诉他。 今晚花灯节, 本想带你出去, 奈何临时有事。 过几日吧, 届时带你去护城河边走一圈, 那边也是热闹的。 端童游是什么要警示, 说得轻描淡写。 话说完, 发迹也弄完了。 昭华微笑着, 眼中看不出一丝落寞, 只有手紧攥着。 他转移话提问, 方才那位姑娘是谁? 我听他喊你师兄, 你们两家是市交吗? 张怀安的眼神沉甸甸的。 他注视着他, 极为严谨地说道, 他便是家中长辈, 为我订的未婚妻。 昭华倍感诧异, 没想到这么快就见到了。 此刻坐在张怀安腿上, 于他而言是煎熬, 仿佛被赤裸裸地剖开, 自残行贿, 还有惭愧。 他面色煞白, 不知下一句该说什么好。 原来是那位, 与你很般配。 他强行挤出笑容, 显得失魂落魄。 张怀安握住他那冰凉的手, 以为他怕了, 安抚道。 他心善, 往后你入了府, 他定然不会磕待你。 昭华可没想过入府的事。 他抽出自己的手, 下意识想起身。 张怀安却按着他的腰, 将他禁锢着。 他抬眼, 就撞入他深邃的眼眸中。 昨夜可要想我。 他那手搂着他腰, 用力收紧。 昭华浑身僵硬, 头一偏, 躲开了他的吻。 我不舒服, 想回去躺话。 张怀安精通医术, 哪能看不出 他是真不舒服还是装的。 我给你瞧瞧。 随后便抱起他, 走进床帐内。 见过他那未婚妻后, 昭华是不愿的。 他推举着他, 不要。 可他以为他欲聚还赢, 也是,妾就是拿来欺负的。 他怎会感觉不到他的不情愿, 只是不在一把了。 第35章被撞见。 昭华侧过头, 身子紧绷着。 但, 料想中的疼痛没来。 一只温热的大掌 捧起他脸颊, 指尖撩起阵阵麻意。 真不舒服。 男人的声音略微沙哑。 昭华轻咬下唇, 小幅度地点头。 令他诧异的是, 张怀安竟没再继续往前。 可下一瞬, 这样的姿势, 他更加不适了。 怀安? 他刚开口, 他就从后含住他耳垂, 激得他一个发颤。 放心, 不会累着你。 他这般说着, 却还是抵了上来。 昭华双手攥着被褥, 淡粉色的指甲逼成了白色。 他的音色更加沙哑了。 接下去, 他确实没怎么累着他。 卸了那邪火, 他就放过了他。 但即便是这样, 昭华也出了一身汗。 膝盖三疼, 腿发软。 张怀安叫了水, 让他先去洗。 见他走路亮呛, 干脆将他抱到了玉桶边。 然后才留他一人。 入水前连火热滚烫。 这是他的屋子。 沐浴过后, 他换上了一件干净的中医。 只见, 已经沐浴过的张怀安身着白色请衣, 手执书卷靠在床头。 黑发没有竖棺, 垂落下来, 平天几分风流。 想来, 他是去别处洗干净了。 床上的被褥已经换过。 这院子里, 没有婢女。 张怀安也不可能让随从今来更换被褥。 那么就只可能是他自己动的手。 昭华没料到他会亲自做这种事, 稍稍有些诧异。 毕竟, 他是妾, 是伺候人的。 这活理应由他来做。 见他出狱, 张怀安便放下了书卷。 过来, 昭华自觉走了过去, 被他拉到身边坐下。 他身子微微发颤, 似乎是渴望着他, 又害怕他。 张怀安帮他拢了拢衣精, 眼中泛着似有若无的笑意。 以前勾我的胆大劲都去哪儿了? 昭华软乎乎地往他肩上一靠。 都被你吃了呀。 这胶低的身儿, 像从水里掐出来的。 张怀安那大掌紧贴着他后腰, 手背筋落鲜明。 他笑, 惯会花言巧语。 而后, 他抱着他一起躺下, 陪我睡会儿。 昭华抬头看他。 怀安, 你当真守了那什么老太爷一夜, 一夜没睡吗? 张怀安闭着眼睛, 有一下没一下地拍着他肩膀。 嗯, 一宿未眠。 昭华酸溜溜地说, 爱屋即屋。 你带你的未婚妻真好, 我带你不好吗? 张怀安忽而睁眼, 目光紧锁着他。 昭华拿晓得他反应这么大, 赶紧缩进他胸膛。 当然好, 你是我的好郎君。 不过话说回来, 既是一宿没睡, 他方才怎还有精力折腾他。 他这个人, 真是可怕得很。 张怀安是真累了, 和昭华说了没几句, 便呼吸均匀地睡着了。 昭华跟他不同, 他昨晚睡得很好。 这会儿他一点困意都没有。 确定他睡着后, 他就轻轻拿开他的胳膊, 从他臂弯中脱离出来。 昭华要继续寻找逃跑路线, 将自己收拾妥当后, 就推门出去了。 陆从旧守在门外, 看他出来, 微微汗手。 可下一瞬, 昭华全身僵住。 只因, 他瞧见了张怀安那位婚妻。 那女子布太轻盈地朝这边走来, 也突然挣住了似的站在狼颜上, 望着昭华。 第36章他不见了, 两人之间不过摆布, 昭华能感觉到对方投来的强烈视线。 陆从也傻了眼, 真是巧得邪门了。 他赶紧往前一站, 恰到好处地挡了昭华一点。 见过宁姑娘, 昭华趁此机会赶紧低着头走开。 宁妻吾对着陆从这样的吓人, 照样温柔游礼。 陆从, 师兄已经歇下吗? 是的, 宁姑娘。 宁妻吾还望着已经走远的昭华。 刚才那位, 我瞧着眼神, 既能在师兄房内伺候, 应是差事办得好, 深得师兄器重。 陆从赶忙否认, 只是个端茶倒水的小丝, 入不得主子的眼。 宁妻吾有一双温柔的眉眼, 显得平溢近人。 我便不打搅师兄了, 待他醒来, 老你将此物交给他。 他后面走出一个婢女, 那婢女双手将一个小盒递给陆从。 陆从接过他, 向着宁妻吾保证。 小人定亲手交给大人。 这之后, 宁妻吾便走了。 婢女随着他走出院子, 适才轻声道。 今晚花灯节, 小姐光送香囊, 怎能不约大人共游呢? 宁妻吾宁了宁眉。 祖父病重, 我哪有那心思。 再者, 我与师兄尚未成婚, 携手共游, 总是不合理数的。 以后莫要再说这样没分寸的话。 婢女微微垂手, 自觉认错。 小姐说的是, 奴婢失言了。 明知小姐心系老太爷, 方才也是马车行, 至一半才想起忘了曾香囊, 才折回了庄子。 她竟还窜多小姐, 有花灯节, 真是犯傻了。 只不过, 难得在外碰上大人, 又恰好有花灯节。 她真是, 替小姐心仰。 宁妻吾此刻, 也心不在焉的。 陆从守着的屋子, 必定是师兄所住的。 那屋子, 是西乡房。 可她去东苑前, 问过庄内的仆人。 知悉, 师兄是住在东苑内的北侧厢房。 她还不至于分布青东南西北。 又联想到那个, 从师兄屋里, 跑出来的小厮, 骑穿着, 和普通小厮大不相同。 宁妻吾越想越觉得耐人寻味。 功夫不负有心人。 昭华找到了一处, 绝佳的出逃位置。 万事俱备, 只待天时。 今晚花灯节, 张怀安说她临时有事, 没空陪她, 想来是要陪未婚妻的。 那她肯定没那么早回来。 昭华去意已决, 看着那日头, 希望她快些落下。 花灯节这晚, 年轻男女定情同游, 再正常不过。 用过晚上后, 昭华送张怀安出门。 她上了马车, 撩开帘子, 就见昭华还站在那府门前。 她脸上的笑容格外轻松。 她觉得不寻常, 眼眸映着深深浅浅的墨色。 马车驶出视野后, 昭华转身回庄内。 她脚步轻快, 就跟背后长了翅膀似的, 恨不得立马就飞走。 夜幕降临。 昭华趁着夜色, 拿上照身贴和金银细软, 头也不回的。 开了桩子。 另一边。 宁福。 宁七吾对着张怀安行了一礼, 一态端庄。 师兄, 又劳你辛苦一场了。 她眼中负着忧愁, 眼底也有许久未能好眠的亲子。 张怀安如清风朗月一般, 雅结于是, 高不可攀。 她嗓音清润, 叮嘱她。 时辰不早, 师妹早些歇醒。 眼看张怀安要走了, 宁七吾几番犹豫下, 鼓着劲儿开口。 师兄, 我赠你的香囊, 你可用得惯。 张怀安礼数周全的回, 师妹手巧, 自然用得惯。 她语调温和, 如徐徐清风。 可这风会吹向所有人, 与她, 与别人, 并无分别。 宁七吾宠辱不惊, 戴眉秋眸, 不敢流露出多余的情愫。 她面纱下双唇半张, 师兄不嫌弃就好。 叶长, 师兄好眠, 师妹好眠。 张怀安对她的话都有回应, 看着很有耐心。 一旁的鹿丛, 却听得不太自在。 和昭华姑娘在一起时, 主子可没这么拘束游礼。 或许是, 宁姑娘身份尊贵, 不得轻慢吧。 回庄的路上, 张怀安看见了花灯节的热闹。 她想到了昭华, 今日结束的比玉想要早, 还能带她出来逛逛。 片刻后, 马车停在庄子门外。 张怀安没有下马车, 让陆从去叫昭华出来。 她想, 她定会十分惊喜, 跳上马车, 扑到她怀里。 然而, 陆从进去了好一会儿, 还没出来。 张怀安脸着眉, 莫非她已然睡下了, 亦或者忙着梳妆打扮。 不好了大人。 陆从跑过来, 着急大呼, 大人, 不见了, 六姑娘不见了。 第37章质问她, 究竟是谁。 陆从奉命去叫昭华, 敲门久不应。 没办法, 就找了庄内的管事婆子, 让她进屋瞧瞧。 结果, 那屋里根本没人。 她赶紧叫人四处寻找, 还让那婆子进北厢房看看, 说不定昭华姑娘又藏到了那儿, 想给主子一个惊喜。 找了一圈, 哪哪都没人。 陆从碎进昭华屋内, 大致查看了一下屋内的痕迹。 旋即跑出来, 向主子禀告。 此时, 隔着马车帘子, 陆从也不知道, 主子是何表情。 她硬着头皮推测。 大人恕罪, 小人看过衣柜, 衣服都不见了。 想来, 六姑娘可能, 可能是。 陆从不敢往下说, 但明眼人都看得出, 昭华姑娘分明就是跑了, 还打了他们个措手不及。 她真是死也想不明白, 这是为什么。 能被主子看上, 并许以妾室之位, 这是多大的福气啊。 连她都如此气愤, 更别说主子了。 马车里散出阵阵寒意, 陆从根本不敢抬头。 短短几夕, 简直比度日如年还可怕。 终于, 车帘被挑开。 张怀安那眼眸依然温润如玉, 可眼底呢? 那是用她强大理智压抑着的素冷。 她走下马车, 威严滋疑, 令人望而生畏。 她跑了? 只三个字, 听起来淡然无波, 好似一个看戏的旁观者。 陆从却已是一身冷汗, 垂手回道。 是, 大概, 是的。 张怀安向那沉静的玉, 冰冷, 却也无暇。 她情绪上没有太大变化, 只眼神略微沉了沉, 似那腊跃霜。 副手而立, 一只手五指隆起, 钻成拳。 随后, 倾吐出两个字。 去找。 陆从暗呼了口气。 遵命! 这个时辰, 城门已经关闭。 昭华出不去, 也不敢找客栈住下。 她放聪明了, 上次就是被张怀安的人给抓回去的, 这回她可得更加谨慎。 住客栈就得出事照身帖, 张怀安一找她一个准。 她打算找个破庙, 将就一晚上。 等到明早城门一开, 她再出去。 然而, 破庙还没找到, 打远一看, 张怀安的手下已经找来了。 带头的是陆从, 她身后跟着好几个人。 只见他们进了一家客栈, 手里还拿着张画像, 像捉拿药饭似的。 还好昭华反应快, 一下子钻进了暗像, 没让他们看见。 确定附近安全后, 她赶紧跑, 朝着城门的方向跑。 不知跑了多久, 她两腿发软。 可就在她靠着树休息时, 几个黑影刷刷落在她周围。 她意识到不妙, 刚把腿跑了两步, 就因腿部没力气, 直挺挺地往前一摔。 那些黑衣人将她围住, 没有动她分喉。 昭华的心一点点下沉。 张怀安这帮手下, 到底是吃什么的? 怎么总是能这么快找到她? 她好不容易逃到这儿的。 难道又要被抓回去吗? 她咬着牙, 想要爬起身。 可是, 腿又酸又软, 刚起来一点, 就再次摔了下去。 她恨自己这么没用, 极其气愤, 眼睛通红。 不远处传来马车的咕噜声。 少请, 马车停下了。 清冷的月色中, 一道零零身影朝她走来。 张怀安那脸色似乎已经不能再冷, 脸着的眉间是近似可步的平静。 她走到她面前, 蹲下身, 修长的手指牵住她下巴, 轻松抬起。 昭华气哭了。 能够在这样短的时间内, 与这偌大的安城内精准找到她, 她的视力远超她的预料。 她崩溃大喊。 你是谁? 张怀安。 你究竟是谁? 陆从站在马车边, 暗自叹了口气。 竟想逃出主子的掌心, 昭华姑娘还是太嫩了。 昭华是被张怀安扛着下马车的。 这一路上, 她在马车里也没少闹腾。 回了庄子, 闹得更是厉害。 相比之下, 张怀安冷静得很。 这一晚, 注定是不太平的。 扑通。 昭华被丢进了一个温泉池里, 呛了一大口水。 她扑腾着, 双手抓着池子边缘坐起身。 还没等她稳住, 张怀安从后腹压来, 她被稚固着, 圈在她臂弯与池子形成的鼻子空间里。 她挣扎, 撕扯着嗓子大叫。 滚开! 你别碰我! 张怀安沉默得可怕, 手掌压着她的腰, 让她的腰塌了下去, 从而臀部翘起。 意识到她会怎么对她, 昭华的瞳孔粗然放大, 她那倔强不屈, 终是被恐惧压了下去。 不! 不要! 放过我吧! 你放过我! 第38章折腾了一宿。 一个晚上, 既是短暂的, 也是漫长的。 天刚亮, 庄内的管事婆子就已经烧好了热水。 他那男人还在床上躺着, 含声断断续续。 管事婆子走到床边, 用力推醒他。 被弄醒后, 管事十分气愈, 他打着喝歉埋怨。 你这老婆子, 大清早的, 弄肾来。 老婆子掐了他一把, 恨铁不成钢。 睡睡睡, 你就晓得睡。 那院里喊了一宿, 你没听见哪? 我瞅着可不对劲, 那姑娘也是可怜, 嗓子都喊破了。 老头子, 你说, 这不会出人命吧? 管事本就没醒透, 闭着眼, 又要睡过去。 他嘴里嘟囔着, 啥一宿不一宿的, 静胡扯。 离得这么远, 你咋听见哪? 我还不是企业去听的, 那么大动静, 可不得去瞧瞧。 管事一听这话, 顿时背下精神了, 他猛地坐起身来, 直戳老婆子的眉头。 你费那神作甚。 主家交代了, 冬月那位是鼎鼎的贵客, 你去听人家的墙角, 不想活了。 老婆子也害怕, 但他还是耐不住好奇。 老头子, 那贵客到底是啥来了呀? 管事哼了哼, 我咋个晓得? 皇城来的大官, 哪是我们配知道的? 正说着, 外头忽然有人敲门, 这可把俩人吓得够呛。 谁, 谁啊? 吴沈在吗? 我家大人有请。 管事婆子立马应声, 在, 我在。 冬月, 凌乱的床榻上, 女子俯身握着, 身上盖着被褥, 青丝下, 小脸狐媚妖娆, 似那从书生笔下走出来的狐狸精。 他那睫毛如小扇, 湿润着, 缓慢的一张一合。 脸上还有胃干的泪痕, 楚楚可怜。 张怀安穿好了衣裳, 撩袍坐于床檐边。 他抬手扶开他面上发丝, 弯曲着长指, 轻划过他那张漂亮的脸蛋。 昭华一动不动, 只闭上了双眼, 做着无声的抵抗。 乖些, 昭华, 我不妨告诉你, 莫说是一个安城, 只要你还在天气, 我就能找到你。 昭华仍闭着眼睛, 心里含怨。 他到底是谁, 口气这么大, 也不怕撑死。 他不理他, 他没坐多久就离开了。 门外, 吴沈迎面见着张怀安, 赶紧低头行礼。 见过大人, 张怀安气度从容, 大而温和地开口。 劳烦, 照看好他。 吴沈受之有愧, 这是老奴分内的事。 等张怀安走开了, 他才敢抬起头来。 说来也奇怪, 这样一个温润平和的人, 跟他昨晚偷听到的, 真是截然不同。 他到现在还记得, 昨晚上, 温泉池那边的男生, 冷厉害人。 他一遍遍地质问着, 为什么要逃? 我对你不好吗? 不管那姑娘哭得多厉害, 他都不带消停的。 回忆止住, 吴沈心怀忐忑, 映入眼帘的, 是那被风吹得飘起的沙障。 然后才是那帐中的女子。 真是个漂亮的姑娘, 比天上的云彩和星星都好看。 先前这姑娘扮成男装的时候, 他老婆子就看出端倪了, 老头子还不信他。 不过, 这人好像是睡着了。 无审无所适从, 不晓得该干嘛, 就过去扯了扯被褥, 要给他盖好些。 结果这刚一动手, 那姑娘就睁眼了。 昭华直直地看过去, 见到是那管事婆子, 才放松下来。 我要喝点水。 无审尴尬地问, 昭华喉咙干疼, 艰难开口。 扶我, 起来。 无审听到他这破嗓子, 不由地想到昨晚。 这姑娘也是倔, 昨儿没少骂那位大人, 什么狗官, 禽兽, 边哭边骂。 但凡他放乖一点, 就不会遭这么大罪。 无审小心翼翼地扶起昭华, 随着被子滑落, 无审因所看见的大受震惊。 俺的个娘了。 第39章, 你有这胆量吗? 昭华只穿了件薄衫。 露出的肌肤, 几乎没有一块好的, 全是些轻轻子子的鱼痕。 无审见此, 土话脱口而出。 俺的个娘了, 这不得请个大夫瞧瞧。 昭华顾不上别人是什么反应。 张怀安做得出, 他也不怕露出来。 昭华想下地, 但因腿部无力, 他站都站不起来。 无审瞧他那虚弱无力的样子, 眼皮直跳。 哎呦, 我说这位姑娘, 你慢点。 你这是要干啥去啊? 无审是干惯了粗活的人, 力大如牛, 稳稳当当地搀扶住昭华。 昭华借着他的力, 勉强能站立。 可他那两条腿直抖, 可谓是寸步难行。 无审还在那儿一个劲地问, 姑娘, 你到底想干啥来? 你不说, 俺咋个知道呢? 是要喝水, 还是小姐? 昭华全身散了架似的, 旋即又躺回到床上。 他喉咙痛, 什么话都不想说。 无审则在房内伺候着, 心里直犯嘀咕。 睡觉什么事儿。 他今儿还有不少活药干, 那老头子又靠不住。 可不能真让他在这儿 干坐着待一天啊。 无审时不时瞅一眼床踏上的人。 终于, 他忍不住问。 姑娘, 大人啥时候回来啊? 昭华哪里知道。 他巴不得张怀安不回来。 正当此时, 外头有人扣门。 无审快走去开门。 外面那人端着一碗药, 交给无审, 并叮嘱他, 看着里面那位把药喝完。 无审也没多问, 静止接过药。 他回到床边, 将昭华扶了起来。 姑娘, 你刚才都听见了吧? 让你把这药喝完呢。 药味冲鼻, 昭华胃里难受, 眉头拧成一团。 他知道, 这是婢子药。 前几次, 张怀安也让他喝过。 可这次的味特别浓。 喝药前, 昭华憋了口气。 无审端着药碗, 一边喂他, 一边想着自个儿的老牛。 那老牛病了, 还等着他去灌药呢? 昭华喝完药, 这时才行。 无审又将他扶着做起, 弄来一碗喷香的鸡汤。 姑娘, 多吃点, 补补身子。 昭华也饿了, 来者不拒。 他胳膊酸软地抬不起来, 还是无审一口一口地喂他。 无审是个热心肠的, 并不嫌麻烦。 他还关心昭华。 俺瞧着大人是个讲道理的。 你别跟他讲, 就不会遭这老罪了。 男人得哄, 你哄着他, 他才心疼你。 像你昨晚那么骂, 可不得行。 像无审。 昨晚, 你都听到了? 他这嗓音还是很哑。 无审下得手一抖。 俺那个娘嘞, 俺可不是故意的。 实在是姑娘, 你骂得太大声了, 想听不见都难哪。 昭华记得昨晚, 光是在温泉池里, 张怀安就折腾了他三回。 他把知道的浑话都骂了出来。 可能真的很大声吧。 毕竟他那时也是不管不顾了。 突然, 守在屋外的侍卫请礼道。 见过大人。 一听是张怀安回来了, 屋内两人脸色各异。 昭华是愤怒, 不安, 手紧紧攥着被子。 无审则是一袭, 人都站了起来。 这下好了, 他总算能回去喂老牛了。 张怀安穿着素青色宽袖紧袍, 枝蓝玉树, 清雅贵气。 他看上去温润清和, 首先对着无审道。 今日有劳了, 你且回吧。 哪里哪里, 都是名副该做的。 无审的高兴一点不假。 眼看着无审要走了, 昭华紧张起来。 他拱起双腿, 戒备地蜷缩起来。 等无审出去后, 听到关门声, 昭华更是心口一致。 他看着那越来越近的男人, 积攒着的怒气再度迸发, 迅速抽出一只发钗, 锋利的那头抵着自己的脖子。 你别过来。 张怀安瞳孔微缩, 眼底跳动着一簇簇火苗。 以死向逼, 他怎么敢的? 昭华紧咬着唇内软肉, 稳住手, 一边往床脚挪动, 一边不住强调。 我真的会死给你看。 真的会。 再看张怀安, 他竟一点不在乎, 脚步不停地逼进床前。 你有着胆量吗? 不是很怕痛吗? 昨晚哭着喊疼的时候都忘了。 他似在戏弄猎物, 故意缓慢朝他而来, 巨大身影笼罩下的阴影, 压迫感十足。 第四十章, 他嫉妒。 昭华已经被逼到床脚, 他嗓音发颤, 别,别过来。 张怀安无动于衷, 他那眉眼温和, 却也凉薄。 你可知, 喝了婢子药后的几个时辰内, 依旧有效。 昭华, 要么, 你弄死你自己, 要么我。 正说着话, 他突然伸手过来。 昭华像受了惊, 当即手中一用力。 随即, 那发钗在他颈侧, 划开一道较浅的血痕。 张怀安正了一瞬, 而后立刻抓住他那只手腕, 眼底浸透出丝丝凉意。 一眨眼的功夫, 他就卸了他那发钗。 你当真想死吗? 他蕴含着, 当即查看他伤势, 好在只是划破了表皮, 不碍事。 昭华也吓傻了似的。 他挖的一声哭出来, 扑进他怀里。 华安, 我不想死, 我, 我疼。 张怀安紧锁着眉。 下一瞬, 他猛地扣住他后脑, 侧头吻上他脖子。 温热的舌尖, 试过他伤口, 卷走了那些微小的血珠。 他在帮他止血。 轻准着, 侯杰上下滚动, 做着类似吞咽的动作。 昭华一动不动, 像被扼住咽喉的弱小猎物。 实则, 他很清楚, 自己不能和张怀安硬碰硬。 他这次逃跑, 已经让他对他失去信任了。 他得重新获得他的信任, 往后才能逃得掉。 事宜, 他得示弱, 还得合理地示弱。 止了血后, 张怀安离开了他脖子。 突然间, 他那沾着血腥的薄唇压在他唇上, 很用力。 这不是轻吻, 是在惩罚他, 吞噬他。 张怀安很快便喘不过气, 他的嗓子早已沙哑得不像样, 呜咽着, 嗯, 怀安, 怀安。 张怀安像是察觉不到怀中人的害怕发抖, 加深了这一吻。 唇齿纠缠, 血腥弥漫。 张怀眼眶红红地, 眼角湿润。 他真是讨厌死他了。 过了好久, 他才放过他。 而他也脱了力, 软软地扶在他胸膛上, 微弱地喘着气。 那遭蹂躏的唇瓣, 是异样的红润。 张怀安抬起他下巴, 眼神发冷地注视着他。 为什么要逃? 同样的问题, 他昨晚就问了许多遍, 但一直没有得到一个满意的答案。 昭华那漂亮的眼睛, 湿漉漉地, 蓄着泪。 旋即, 泪淫于结, 一滴滴晶莹掉落下来。 真就是泪似珍珠, 苛刻分明。 哭得可怜, 哭得动人。 他委屈地说, 我不想做你的歉。 张怀安眼神乍寒。 昭华赶紧补充, 我嫉妒宁姑娘。 怀安, 我太喜欢你了, 我说谎了, 我虽然不在意名分, 可我还是不能忍受和别的女人分享你。 我想了很久才决定要走的。 尤其在见过宁姑娘后, 她那么好, 我自残行贿, 我比不上她, 往后我定是要失宠的。 她一边说, 一边观察着张怀安的反应。 可她面无波澜, 难便喜怒。 她就那样盯着她, 盯着她头皮发麻。 她调整好情绪, 接着往下说, 你有正妻, 她能正大光明地牵着你的手, 和你出游。 而我只能待在暗无天日的后院, 偷窥你们夫妻情色和明, 我不想这样。 张怀安眉眼松动, 就为了这个, 昭华含泪道, 是, 我就是善妒。 昨晚花灯节, 你都在陪她。 怀安, 我不想你和别人好, 我光是, 想想就心痛。 你不要娶她, 好不好? 她试图一点点转移矛盾。 张怀安听进去了似的, 松了她下巴, 抚摸她唇半。 她那眼神是温柔的, 笑意不达眼底。 喜欢我是吗? 昭华正欲开口, 忽然感觉身子异常地热。 随即, 她的呼吸变得急促, 体内有股东西乱窜, 要搅乱她的意识。 她抓住张怀安的胳膊。 我好难受, 这声音不像她发出来的, 格外地美。 随着热浪一阵阵袭来, 一种陌生的恐惧弥漫而来, 她不知所措地喘息着。 男人那有力的臂弯, 智顾着她。 她本能地挣扎。 放开我。 入目是那凌然微凉的双眸。 她定定地注视着她, 向浩瀚宇宙, 要将她吞进去。 昭华心里很慌, 她身子已经软成水, 忍不住想靠近对方。 渐渐地, 意识完全涣散了。 张怀安捏住她下额, 沉声道。 中了这样, 能把任何人错看成心悦之人。 你说你喜欢我? 那么, 你看清楚, 我是谁? 昭华只想逃。 张怀安牢牢控制住她, 语气沉领了几分, 我是谁? 终于, 她眼前的女子, 眉眼如丝, 缓缓开口。 你是? 第41章哭求。 你是? 你是谁? 昭华全然不知, 这话会给她带来多大的麻烦。 她难受得厉害, 往张怀安身上靠。 而张怀安呢? 她在确定她认不出自己后, 眼神顿时冷冰冰的。 昭华全身滚烫, 紧紧抱着她。 张怀安的嘴角抿成一线, 与她的下河一般锋利。 素来平静无波的星湖, 此时正翻江倒海。 她坐在那儿, 如老僧入定, 额脚紧绷着, 隐约有跳动着的青筋浮现。 而后, 一把扯开缠在她身上的昭华, 出了仗。 昭华被甩在床上, 软绵绵地倒在被褥里。 就好像有无数只虫椅在她身上爬, 令她不堪折磨。 仗外, 张怀安就坐在桌边, 冷卓眼, 一脸沉郁。 时间一点点流逝。 床榻上, 昭华也不知在向谁求助。 随后, 她一股露滚下了床, 倒在地上, 就没有力气再爬起来。 张怀安眼角余光瞥见了, 无动于衷。 她放在桌上的守卫拢着, 眸光轻裂刺骨。 又过了会儿, 她末地起身, 稳步走向床榻。 床榻边, 昭华虚弱极了, 却还是在感觉到, 有人靠近后, 先先御手攥住她衣摆。 张怀安单手便将她带了起来。 那只手圈着她腰, 她柔弱无骨, 贪婪地贴靠着她胸膛。 连她青丝扶过她手背, 都带着炽热。 猛然间, 昭华只感觉天旋地转。 张怀安不无粗鲁地捏住她下巴, 嗓音如坠着寒冰。 换作任何人都行, 是吗? 她沉静得可怕。 日落时分, 昭华醒了, 她浑身无力。 障慢被金钩挂着, 她抬眼就看见了张怀安。 她声音干哑, 喉咙还很痛。 张怀安对她的呼唤有反应, 放下手中书信, 转头看向她。 她眉眼仍然是温和的。 醒了吗? 我睡了很久吗? 昭华一时想不起来睡前的事, 她只记得和张怀安解释, 为何要逃走。 她好像信了, 然后, 她就不太舒服。 不久, 张怀安起身走过去, 亲自将她扶起来。 昭华收回思绪, 讨好的依偎在她怀中。 我好, 啊, 鸡汤还有吗? 我想喝了。 张怀安淡淡地说, 凉了, 不能喝。 随后便是沉默。 昭华试探性地伸手还住她腰。 怀安, 你还在生气吗? 我向你保证, 我不跑了。 张怀安打断她这话, 抬手搂住她削薄的肩头。 想吃点什么? 让小厨房去做。 昭华抬头看着她, 确定她不生气了, 便有些得寸进尺地, 亲了亲她下巴。 都行, 我不挑嘴, 死。 她话还没落音, 张怀安握着她肩膀的手一用力, 抓得她生疼。 她疑惑不解, 只听她郑重地告诫道。 不能饥不择食, 昭华拿不准她这话的深层寒意, 轻点头。 张怀安目视前方, 心头沉甸甸的。 直到这会儿, 她也不知自己为何还要留着她。 她满嘴谎话, 说什么喜欢她, 都是假的。 彼时, 她给她喂了解药, 看着她睡着那会儿, 甚至都打算派人送她走。 思及此, 张怀安脸色微沉, 别的只是因为她需要个暖床妾。 她不喜欢她, 无关紧要。 只要她能守好妾室的本分, 好生伺候她, 这就够了。 只关乎男女之事, 而无男女之情。 而后, 张怀安无情地推开她, 声称自己还有公务。 昭华下不了床, 她就让吴沈来伺候。 吴沈是个藏不住式的, 愁眉苦脸地向昭华倾诉。 姑娘, 俺那老牛死得可怜啊。 也怪啊, 俺没听那小哥的话, 觉得鸡汤倒了可惜, 就给喂牛了, 谁知。 哎, 昭华眉心意醋, 怎么了? 鸡汤有什么问题吗? 她明明也喝了。 第四十二章, 羞辱她。 吴沈自压咧嘴地, 像哭又像笑。 我的姑娘哟, 你还问? 俺都不好意思说出口。 这谁晓得那鸡汤里, 还有你何大人助性的药啊? 那药, 人喝了没啥, 牲畜喝了会死的。 昭华瞳孔皱缩。 你说什么? 助性的药, 怕不是弄错了吧? 吴沈直叹气。 得了, 姑娘, 你也用不着替俺惋惜。 那老牛本就是半死不活的, 这一下也省得活受罪了。 鸡汤里有药, 昭华对此一无所知。 可他若真的中了药, 怎会不记得? 昭华转念又一想, 貌似有些药 就是会令人丧失那部分记忆。 吴沈后面说的什么, 他一个字也没听进去, 满脑子都是药的事。 以及, 张淮安为什么要给他下药? 他越想越不安。 夜间, 张淮安过来了, 昭华躺在床上, 不自觉攥住了衣巾。 账漫被撩开后, 他抬起那寒情眼, 默默望着来人。 张淮安眼神平淡, 歇了吧。 蜡烛熄灭后, 账内一片黑。 过了几夕, 昭华身上的被子被掀开了。 取而代之压在他身上的, 是张淮安那强有力的身躯。 他今晚格外沉默。 昭华额头浸出细汗, 强忍着起头的不适。 事后, 张淮安静止起身, 毫无温存。 早些歇歇。 他穿好衣服离开, 将昭华独自留在床上。 昭华, 本想问他鸡汤里那药的事, 却已没力气说话。 后面几天, 张淮安都是这般。 白天他见不到他, 晚上他一来, 便是做那事。 还都是黑灯瞎火地做。 昭华很累, 连着几天下不了床。 吴婶每天伺候他沐浴, 起初还很震惊, 到后面就习以为常了。 这天晚上, 让吴婶自以为聪明的提议。 姑娘, 我也算瞧出来了, 大人年轻, 血气旺, 房里只有你一个可不够。 你要是想自己好过些, 得让大人多找几个事前。 昭华麻木地坐在浴桶里, 不发一言。 几个晚上下来, 他早就受够了。 可他能怎么办呢? 他逃跑惹怒张淮安在先, 如今只能顺从他, 讨好他。 这样, 他才有再次逃跑的机会。 只是不知, 他还要折磨他到什么时候。 好不容易这一世能提前回国, 吴婶弯腰往浴桶里家热水, 嘴里还继续说着。 不过一眼看, 这事应该也快了。 这几天, 有个姑娘经常过来, 大人还亲自送他到门口, 两人热络着呢。 昭华心里有股说不上来的滋味。 难怪白天见不到他, 原是陪他那未婚妻了。 第二天晚上, 又是一通折腾。 势必, 烛火亮起, 张淮安站在床边系腰带, 俊义翩翩, 面若观欲。 他脸上浸若止水, 压抑着不可测的情绪。 在他身后, 床榻上, 昭华蜷缩身子侧卧, 紧紧揪着身前的被褥。 他此时散发着凌乱的美, 浑身充斥一股脆弱异碎感, 头发几乎遮挡住他的脸。 眼尾红红的。 张淮安要走了, 却突然听见那隐忍的啜泣声。 他转过身去, 见他掩面于被褥里, 哭得肩膀轻轻抽动。 真是好不可怜的模样。 张淮安居高临下地瞧着, 目光沉宁。 哭什么? 昭华缓缓抬起头来, 那漂亮的眼睛里是支离破碎的心痛。 淮安, 你到底怎么了? 你不喜欢我, 你一直在惩罚我, 你不肯见我, 连做那事时都不愿见我, 我不舒服。 张淮安欲谋一沉, 憋了几天的怒火, 终是被撬开一道口子, 一发不可收拾。 他一把将它拽起, 温润的眸掀起惊涛骇浪。 休要再骗我了, 昭华, 这不正是你想要的吗? 看不到我这张脸, 不是正合你意吗? 你可以想象成, 任何人在与你翻云覆雨。 昭华难以置信地看着他, 眼圈发红。 你怎么能这样说? 任何人, 你当我是什么? 我是青楼的妓子吗? 淮安, 你太过分了。 你这样羞辱我, 嘿嘿。 正说着, 他突然剧烈咳嗽起来。 然后, 两眼一黑, 人就这么倒了下去。 昭华! 张淮安当即托付住他, 眼中流露出, 他自己都觉察不到的关切。 他把他放在床榻上, 紧接着亲自给他诊卖。 确定他只是气血不足, 这才放心下来。 这之后, 他吩咐陆从抓药, 送去小厨房熬。 陆从正好也有事禀告。 主子, 那老板方才亲自来话, 那天的魅药, 他给弄错了。 张淮安烧症, 还没听到下文, 心底就抖升起一股悔意。 第43章, 他承认有错。 陆从看了看主子的脸色, 然后才放胆继续说。 一些采花贼惯用的。 种了药的女子, 认不出欺辱自己的是谁, 也不会记得经过。 两种药相似, 解药也一样。 说着话, 陆从又双手呈上一包药。 主子, 这, 这才是您所需的药。 他表面镇定, 实则心如雷骨。 这叫什么事儿啊? 那老板给了药, 就逃之夭夭, 烂摊子全丢给他了。 张淮安淡淡地扫了眼那药, 神情慧安。 说来也惭愧, 他竟会用那种下作手段去试探一个女子心里有没有他。 最终, 张淮安让陆从毁了这药, 便回屋陪昭华了。 他这一晕, 醒得也快。 看见张淮安的第一眼, 他还气呼呼的。 起来喝药。 张淮安要将他扶起来。 昭华抬手推开他。 我不要喝。 让我自生自灭好了。 他还在气头上。 张淮安握住他的手, 紧紧裹着他。 他掌心的炙热都传到了他这边。 我的确不该那般折辱你。 昭华闻言, 眉头微挑。 你承认自己有错。 张淮安下巴微压, 轻点了下头。 嗯。 昭华见好就收, 瞬接而下。 好吧, 那我原谅你了。 他这么毫哄, 也在张淮安意料之中。 而后, 张淮安让他坐靠在自己怀里, 看他双手捧着药碗, 一口口喝下, 也不问这是什么药。 你就不怕这药有问题。 张淮安冷不防地问。 昭华喝药的动作一致, 随即对着他笑。 你不会害我的。 而且, 怀安你给我的, 就算是毒药, 我也喝。 张淮安的嘴角扬起一道弧度, 手指抹撒着他耳根。 这么怪。 他的嗓音本就清润好听, 此刻更是透着骨温柔。 昭华像在证明自己所言非虚, 扬起头来, 一口气喝光了剩下的药。 他感觉得到, 自己这一晕, 张淮安对他都不同了。 不像这几天, 对他一个好脸色都没有。 喝完药, 昭华依旧赖在他怀里。 怀安, 你再陪我会儿行吗? 张淮安下巴抵着他头顶, 轻轻蹭了两下。 我今晚不走。 昭华又问, 可以点着蜡烛睡吗? 他总是这般得寸进尺。 没听见张淮安应他, 他又撒着娇解释。 怀安, 我就想看着你。 看我坐肾。 张淮安淡淡地问。 昭华抬头仰视着他, 从他脸上看不出多余情绪。 他眼神迷茫疑惑。 我是想时常瞧着你。 怀安, 你好奇怪。 先前还说我不愿见你这张脸。 你到底怎么了吗? 张淮安低谋凝视他。 喜欢我吗? 这话如同魔鹰击打着昭华的耳朵。 昭华恍惚了一下。 随即, 他用力点头。 当然。 我当然喜欢。 刚说一半, 他就被张淮安一吻疯唇。 昭华顺从着他, 闭上了眼睛。 他这吻格外温柔, 细细研磨着, 描绘着他唇形。 没有多深入, 却像沾了蜜糖, 甜丝丝。 随后, 他长指落下, 轻松扯开了他衣袋。 那滚烫的手, 掌握住他, 揉拈。 昭华渐渐觉得, 他整个人都要烧起来了。 好热。 干柴烈火, 一点就着。 突然, 堵堵堵。 急促地敲门声, 响起。 主子, 您扶。 门外路从还没说完, 又有一道声音插了进来。 大人, 深夜打扰实属不该, 可老太爷他, 他又不好了。 屋内, 张怀安也停了下来。 他看了眼怀中的人, 他受了惊, 慌慌张张的隆起衣巾, 眼眸中含着错乱的水光。 张怀安摸了摸他脑袋, 安抚道, 无事。 你早些歇歇。 昭华乖顺地点头, 目送他离开。 随即, 他那温讯进退, 眸中略过一丝决绝。 机不可施。 只可惜那照身贴, 因着上次逃跑, 已经被收回了。 也罢, 不要了, 先跑路要见。 昭华看向那燃热的蜡烛, 拿起他, 手微微发抖。 少请, 院内的寂静, 被一道喊声打破。 着火了。 第四十四章乔庄, 再度逃跑。 蜡烛点燃了床障, 大火瞬间烧起来了。 侍卫们破门而入, 将昭华救了出来。 然后一帮人忙着救火, 一帮人照看着昭华。 他身上裹着剑披风, 吓得直哆嗦。 管事夫妇也被惊动了。 吴婶瞧着那火光, 直傻眼。 俺的个娘嘞, 咋就着火了呢? 昭华看到吴婶, 像溺水之人见到救命稻草, 立马过去抱他。 吴婶, 火, 好大的火。 火室已经快被控制住。 吴婶是热心肠的, 扶着昭华, 姑娘, 你别慌, 瞧你, 穿得这么单薄, 这怎么能行呢? 俺扶你进屋避避。 他带昭华进了院内其他厢房。 几个侍卫还紧紧跟着。 昭华表面恐惧, 心中富匪。 这些个侍卫, 怎么总盯着他不放呢? 两人进屋后, 昭华趁吴婶不备, 用燕台砸晕了他。 然后, 他迅速扒下吴婶的外衣换上。 头发, 也用吴婶的头部随便一鼓。 前世, 他被困在那地方的时候, 也试过不少逃跑的手段。 这种程度的乔装难不倒他。 借着这会儿正混乱, 昭华假扮成吴婶, 还模仿他的声音大喊。 哎呀, 这被褥得化啊。 姑娘你等着, 我去去就来。 这口技也是他前世学的。 就算没有实诚相似, 也有八九成, 用来糊弄外面的守卫足够了。 紧接着, 昭华抱起一床被褥, 恰到好处的遮挡半边脸, 低着头快走出去。 门口的守卫没拦他。 他们一来, 想不到昭华会乔装打扮。 二来也想不到, 他这样柔弱的女子, 能打晕无神。 昭华抱着被褥, 从侧门离开东院。 他这心里七上八下的。 临近庄子后门, 他不由加快脚步。 快了, 他很快就能逃出去了。 手碰到后门门栓的刹那, 他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刚抬起门栓, 身后竟响起一道冷冰冰的声音。 姑娘, 请回。 昭华觉得不可置信, 他这一路都很小心, 也没碰见一个侍卫。 后面这人是从哪冒出来的? 又是怎么认出他的? 姑娘, 请回。 那人又重复了一遍, 昭华如梗在喉。 这次, 连庄子都出不去了吗? 他缓缓转过身去, 见到一个黑衣竞装蒙面男子。 他只露出一双灵厉的眉眼, 看着就武功高强。 即便他能跑出这道门, 也是没几步就被抓了。 昭华气馁地丢了被褥, 不死心地问。 你怎么知道是我? 那人不答, 只做了个请的手势。 再次逃跑失败, 昭华都能想象到张怀安的怒火。 他又问那人, 你, 你会告诉怀安吗? 那人依旧不说话, 像个木头。 昭华往回走了几步后, 他就消失于夜色中。 看样子, 这人是庄内的暗哨, 比寻常的名哨更精明。 要换做几个月前, 昭华怎么也想不到, 他会被张怀安困得这么牢。 如今, 后悔也没用了。 既已被暗哨盯上, 他只好拿起被褥, 原路返回。 表面镇定, 那双腿却不住发软。 无神醒来时, 大惊。 他知道自己是被人敲晕的, 刚想喊人, 却见昭华坐在床边, 哭成了个泪人。 哎哟, 姑娘, 你这又咋了? 无神, 你走吧。 我命该如此。 昭华伤心地抹了抹眼泪。 无神一时忘了自己被打晕的事。 姑娘, 你这话俺就不懂了, 啥命啊? 他还想追问下去, 门开了。 张怀安脸着眸, 眼底浸透极许寒凉。 他进屋后, 静直朝着昭华走去。 明明是个温和有度的翩翩公子, 可他那架势, 无神见了都有点饭处。 他都不用别人提醒, 赶紧出去了。 昭华则是心虚地直往床里躲。 张怀安擒住他胳膊, 将他从床上拽了起来。 圣怒, 朝着他席卷而来。 第四十五章为他破例, 纵火逃跑。 昭华, 我真是小看你了。 张怀安从宁府回来, 就听说了这事。 此刻, 他切切实实体会到什么是怒火中烧。 他真是知道怎么惹怒他。 一次不够, 还要逃第二次。 何况, 这才间隔了几天。 昭华瑟瑟发抖, 怀安, 你听我解释, 啊。 他被推倒在榻上。 张怀安按着他肩膀, 一下就扯掉了他腰风。 随后, 又是几下, 将他身上的衣物全给撕了。 甚至连贴身的小衣都不放过。 他身上还有他几个时辰前留下的痕迹。 那样清晰, 刺眼。 他抖得更加厉害, 本就哭红的眼, 这时欲发红。 张怀安怒火正盛, 昭华不敢反抗。 他夹紧双腿, 双手环抱, 护着身前那澄澈无辜的双眸望着他, 饱含畏惧。 张怀安扣着他手腕, 要将他扯开。 他这就是在羞辱他。 他死死护着, 哭喊。 怀安, 我不是存心要逃, 我有苦衷, 我是想。 他冷若寒霜一般, 沉沉地打断他的话。 想走是吗? 我成全你。 但我的东西, 你一样都别想带走。 这衣服是我买的, 用的是上好的云警, 每件都是你喜欢的样式, 还有这发式, 整套的头面。 现在就走, 我不拦着你。 昭华呜呜哭着, 他听得心烦, 一把甩开他。 然后, 他便迅速钻进被子里, 遮挡着赤条条的身子。 张怀安站在床边, 一顺不顺地盯着他, 那瞳孔收缩又收缩, 额脚浮动着淡淡清惊。 他则抱着膝盖, 埋头哭泣。 几息后, 张怀安拂袖离去。 昭华听见, 他在门外吩咐, 不用再守着了, 他想走便走。 他那声音, 又恢复成往日的冷静自持。 之后, 侍卫们果然都走了。 昭华也不用再装了, 抹去眼泪, 满脸的不屈。 张怀安要是真能放他走才好。 可是呢, 他撕了他的衣裙, 他现在连件壁体的都没有。 床上和地上都散落着衣裳碎布, 但这些根本没法再穿。 正当他思索着, 如何是好时, 陆从站在门外, 劝他。 六姑娘, 您这样又是何必呢? 即便您来天启有什么目的, 只要不影响国事, 同主子说清楚便是, 主子高低都能帮您。 可您如此气哄主子, 反复出逃, 主子能不生气吗? 主子对您千恩万宠, 您真不该这样以怨报德。 其实按照主子家族的规矩, 正妻七年无所出, 方可纳妾, 可主子愣是为您废了这规矩。 这些日子, 主子三天两头往您家跑, 何尝不是为了他日好在您家人面前说开。 您啊, 不该这般。 昭华听到这些, 颇为诧异的同时, 亦有愧疚。 他物字失神, 撕存了许久。 陆从说完那番话就走了, 只希望昭华姑娘能想通, 安心跟了主子, 别再逃了。 北乡房内, 张怀安屋内还亮着。 他看着那些经书, 心绪依旧不能平静下来。 房门敞开, 陆从就站在门边把手。 他也瞧得出, 主子这会儿心不在焉。 毕竟那六姑娘的事儿还没解决呢。 什么时辰啊? 张怀安抬眼看向门外, 问道。 陆从拱手回话, 主子差不多害时了。 张怀安看似清心寡欲, 情绪没有任何变化。 今晚不用守夜了, 你也去歇着。 陆从多嘴问了句, 主子, 六姑娘那边还在等您, 是否要小人去传话, 也让他早歇歇了。 这话给了张怀安一个台阶。 事实上, 他哪里会等着他。 张怀安那俊美的脸上平静无波, 不必。 北厢房熄了光, 整个冬院只有昭华那屋里还亮着。 后来, 他那屋的蜡烛也燃尽了。 骇尸三刻, 有人敲响了北厢房的门。 谁在外面? 张怀安沉沉地发问。 怀安, 是我。 第四十六章叫他张大人。 何事? 屋内的张怀安与其平淡。 昭华站在门外, 柔声回他。 我想跟你解释清楚, 其实我, 正说着, 张怀安突然打断他。 进来说话, 随后, 昭华推开了门。 月光照着他, 他身上裹着被子, 行走不便。 事宜, 他就站定在门边。 张怀安出了仗, 一身白色寝衣, 立在那踏前。 他已解了树发的玉冠, 黑发垂落, 折仙飘逸。 那微厂的前进, 似有束缚不住的篝祸正拖出来。 昭华见着他, 顿感无措。 你要说什么? 张怀安那略沙哑的嗓音, 斜着极许不耐。 昭华立马低下头, 诚惶诚恐的模样。 对不起, 大人, 张怀安薄唇紧敏。 他叫他什么? 大人, 昭华下了决心一般, 嗓音玩耳, 透着鼓坚定。 我, 我须已接近您, 来到天启, 其实都是为了寻亲。 张怀安那如狱的毛子, 一片温凉, 听他继续说着。 我是天启人, 自幼被拐卖到大漠。 平生最大的愿望, 就是找到真正的亲人。 杜甫拘着我, 还要把我嫁给李老将军, 我没法子, 只能靠您离开。 张大人, 我不该, 不该欺瞒您。 大人, 够了。 男人语气骤沉, 这些都是真的, 大人。 昭华还想解释几句, 张怀安却大步走来, 碰。 他几乎在关上门的同时, 将他狠狠地抵在那门板上。 好在有裹着被子, 昭华后背一点不痛。 可迎面来的, 是张怀安那肃冷的气息。 他按着他肩膀, 克制欲怒地质问他。 跟我说完这些, 之后呢? 你想让我谅解你? 放你走吗? 昭华双手抓着被褥, 以防止他掉落, 一而不敢有大动作。 室内昏暗, 放大了他除眼睛以外的其他感官。 他敏锐地感觉到, 张怀安那眼未发的怒。 他是来跟张怀安求和的, 不想刺激他。 而后, 他放低姿态, 卑微祈求。 大人, 我不求您的谅解, 我欺骗了您。 宁愿我恨我, 都是应该的。 可是, 我求求您, 让我见一见我的家人。 这是我唯一所求。 张怀安不听他解释, 无情地开口。 我之前就说了, 你想走, 请便。 听他说这话, 昭华一点不觉得欣喜, 只因他实在不敢想, 若他真顺着他话就走, 将会是什么下场。 即便真让他走, 也会让他难堪地, 光溜溜地出去。 似及此, 昭华越发抓紧了那床褥子, 生怕他下一瞬就要出手夺了他。 可是, 任何一个机会, 他都应该把握住不是吗? 比起他前世所受的那些折磨, 哪怕真要他光着身子出去, 又算什么呢? 昭华心一横, 试探着问, 大人这是要与我一刀两断吗? 若是如此, 我的确不该再拿大人的东西。 那么, 我的行李, 可否请大人还给我? 张怀安那双血眸, 顿时一片幽暗浑浊。 你那些东西, 不是都让你一把火烧了吗? 烧了的是衣服, 我还有些精英, 吸软在您那。 你? 张怀安没想到他敢提这些。 他是真要走吗? 他压制住那涌上心口的气, 反问他, 我将你带到天气, 这一路上的用度又怎么算? 张怀脱口而出, 可我也伺候了大人一落。 真要一一掰扯, 这仗如何能算得轻? 可就在他说完那句话后, 张怀安的脸色瞬间变得不济, 一如那春日溶雪, 凉透了。 他那大掌, 末地扣住他后颈, 仿佛稍一用力, 就能折断他这景象。 随即, 他声音润如李全, 又冷若霜雪。 你把自己当什么? 我便把你当什么? 你用这身子换过路的筹码? 好, 我成全你。 一字一句都传入昭华耳中, 记得他一个寒战。 张怀安说完, 就用力拽下他身上的褥子, 然后将他转了过去, 面朝着门板。 昭华此时不着寸吕, 惊声喊叫起来。 不, 大人, 不是这样, 我没那意思。 第四十七章哭求, 昭华奋力挣扎, 但没用。 张怀安抓住他两只手, 将他们摁在上方门板上。 不要, 昭华私声喊着。 他颤抖着, 发出嗡嗡的闷叫, 拼命扭动腰肢, 想要摆脱, 却反而。 疼。 情急之下, 昭华的脑子异常清醒。 他紧绷着身子, 大喊。 没有, 我没有拿自个儿的身子当筹码。 大人, 我是, 啊, 我是您的妾, 我伺候您是应当的。 大人, 他这话说完, 身后, 而他就如那崩掉的锦弦, 劫后余声, 全身发软。 张怀安低头含住他耳垂, 他则是动也不敢动, 只听见他缓缓道, 你是我的妾, 我才会好生待你。 你想寻亲, 我也会帮你。 明白吗? 昭华眼中近视不屈, 嘴上却只能僵硬地回他。 明白了, 大人, 叫我什么? 张怀安那胳膊紧固着他腰腹, 大掌突然一转方向, 直行向下。 昭华就向那一瞬坠落的夜, 疏然颤了一下。 大人, 不, 怀安。 他满意了。 昭华紧咬着唇, 将声音遏制在喉头, 随着泄了力一般, 向后软倒在他怀。 陆从歇在下人房里, 辗转难眠。 虽说主子不让他守夜, 可他仍闲不住。 反正也睡不着, 他索性下了床, 今夜无风。 北厢房的门却发出碰撞声, 如急风骤雨, 怕是门都要倒了。 陆从顿敢诡异, 迟出着走近两步, 那房里早已熄了烛火。 陆从无法窥见里头的影, 可他耳利好, 听见了人声。 还想走吗? 不, 不走了。 陆从就听见了两句, 以及那夹杂在言语间的, 令人脸红心跳的喘息。 这一听就晓得里头两人在做什么。 他大受震撼, 真是难过美人观。 从前无欲无求的主子, 如今竟也成了石榴群下沉。 万幸, 总算是把六姑娘给留下了。 否则以主子目前对六姑娘的重视, 他要是真没心没肺地走了, 后果不堪设想啊。 陆从长舒了口气, 一身轻松地回屋睡觉了。 与此同时, 张怀安正折腾得厉害, 颈上的青筋都仗了起来, 高高仰起了脖子。 某个瞬间, 他好似灵魂出窍, 入了飘渺仙境。 昭华那双腿完全软了, 语无伦次。 不行, 我不行了。 一日, 昭华睡到五十才睁眼, 他累惨了。 昨晚张怀安像有用不完的劲儿, 都使在了他身上。 这会儿勉强醒来, 他还是觉得睡不够, 闭着眼, 像小鸡啄米, 头一点一点的。 张怀安将他抱起, 为他喝了点米粥。 他全身无力, 他为什么, 他就吃什么。 吃着吃着, 他就又睡着了。 第二次醒来, 是临近黄昏。 张怀安正靠在床头看书, 他一袭淡青色如山, 多了几分随和的烟火气。 也是, 吃饱了的野兽, 也会收起立爪便温训, 仁义如此。 张怀安侧头看他, 眼中有一抹柔光。 既然醒了, 就陪我看他说。 张怀安嘴唇虚弱地 起开一道缝, 可我浑身痛。 张怀安没勉强他, 变得很好说话。 那便躺着吧。 一会儿就用晚膳了。 张怀瞧见他手中那树的封面, 心中颇有微词。 他留意到他的视线, 温笑着。 想看吗? 张怀摇摇头, 并巧声嘀咕。 看了, 也还是纸上谈兵。 昨晚也没见他, 按照书上的来。 张怀安听出他的话外音, 赞放下书, 俯身碰了碰他的唇。 昭华真怕了他了, 脖子一缩。 不过, 他也只是碰碰嘴, 没有别的行为。 晚膳前, 张怀安端了碗药过来, 让昭华喝下。 昭华以为是婢子药, 尝了一口, 味道不对。 他多嘴问了一句, 是什么药。 张怀安分外认真地望着他, 祝运的补药, 光荡。 昭华吓得当即掉了药碗。 第四十八章, 强留他。 药碗翻了, 昭华被张怀安那话吓死了。 祝运? 祝什么运? 他哪里是能生孩子的人? 张怀安看他如此大的反应, 眼瞳里浮过一道异样。 他的言语间透着责备。 这么激动, 是太惊喜, 还是你根本不想有身运? 昭华当然不能说实话。 他稳住情绪, 低垂着眼连道。 我是害怕。 张怀安不怒自威, 怕什么? 我知晓规矩, 不管是在大漠, 还是在天启, 正妻生下孩子前, 切实不可怀孕的。 张怀安拖起他下巴, 迫使他抬起头来。 四目相对, 他眼中皆是恍然。 怀安, 你若有坏了这规矩, 对你无异, 你的家人长辈也会瞧不起我。 还有宁姑娘, 你这样做, 也是伤了他的心。 张怀安审视着他, 抛开这些。 你可愿为我怀孕生子。 昭华不敢有半分犹豫, 立刻点头。 愿意的。 他说完后, 并不见张怀安满意着回答。 他那脸色反而严肃起来。 昨晚你说, 在大漠接近于我, 只是为了回天启, 想来待我并无真心。 如今怎么就愿意? 并非如此。 起初确实只是为了回国, 可后来的情爱。 昭华默然顿住了。 昨晚听完陆从说的, 他就决定, 有些事情不能再继续欺骗他。 可眼下, 他这坏习惯还是改不掉。 谎话信口周来。 于是, 思虑再三后, 昭华更改了。 他怀揣着忐忑, 缓缓道。 是我的过错。 为您妾事, 非我所愿。 怀孕生子, 更非我所愿。 他说这话时, 根本不敢支持张怀安的眼睛。 他也不知道他是什么表情。 停顿了话, 他念如着, 继续说, 可我知道, 大人, 不, 怀安, 你带我好。 我不想再骗你。 他说完, 周遭便陷入诡异的死寂。 片刻后, 张怀安开口了。 若我强留你为妾, 为我生子, 你当如何? 昭华正视他, 见他脸色凉薄, 喜怒不明。 他完全可以说, 他爱听的。 但他深知, 两次逃跑不成, 自己很难再得到他的信任。 他必须要改变策略。 不能再像从前那样, 动辄用假意的甜言蜜语欺哄。 在你这里, 似乎没有假定的可能。 你不是已经强留我了吗? 如果, 如果你真要我生下你的孩子, 我又有什么本事反抗呢? 我只是个遗世在外的孤女, 与你便是那真板肉。 张怀安并不意外听到这些。 吞去那哄人的外皮后, 这才是真正的他。 瞧着柔弱, 实则坚韧。 忍让, 但不屈服。 他喜欢她, 这毋庸置疑。 但这喜欢不见得有多深入。 是以, 他不可能遵她意愿, 放手成全。 在他看来, 它是那野外的花。 美丽月人眼, 他便顺手摘了去, 揣在怀里。 至于这花是否会枯萎死去, 他不在意。 我帮你找到亲人后, 你也不愿从了我吗? 昭华还摸不透他的脾气。 他怕哪句刺激了他, 换来他粗暴的对待。 垂谋, 给了个折中的回答。 那是将来的事。 张怀安从容, 且有藐视的巨傲。 昭华, 我并非圣人。 你即便不愿, 余生也只能是我的人。 他这是铁了心要困住他了。 昭华也没指望, 现在就能说动他放过自己, 但还是心累得很。 张怀安看了眼地上那奥晚。 你也不必惊慌, 在你正式入府前, 我不可能让你怀上身孕。 方才那只是普通不要。 昭华这才放心。 至于你的家人, 忽然, 张怀安的手从他领口处探了进去, 而后勾出一条吊坠。 此物是你自幼带着的吗? 若是, 便可从他查起。 昭华的心提了起来。 他当即否认, 不是的, 这是我大漠的爹娘给我的。 这本能的反应难以控制, 令张怀安起了疑。 他眉头威力, 一条吊坠罢了。 你紧张什么? 昭华故作轻松, 我没有紧张。 张怀安语气严正。 取下来, 给我。 昭华心里不愿。 这吊坠, 是比那罩身贴重要百倍的东西啊。 若是落在张怀安手里, 拿不回来就完了。 张怀安肃然催促。 没听见吗? 第49章夜游, 欲宁其无。 为不引起张怀安怀疑, 昭华亲手解下那吊坠。 他拿到手里, 细细端向, 手指碾动表面。 昭华瞅着他那动作, 不禁吸一口凉气。 他小心提醒, 你别弄坏了。 张怀安逆视着他, 这吊坠做工讲究, 不似寻常物件。 你确定是养父母所赠? 昭华明锦纯, 似想起伤心事, 眸子陡然翻涌起悲楚。 寻不寻常的, 又有什么重要呢? 这是他们给我当嫁妆的。 他们不是我的亲生爹娘, 但对我极好。 若非遭遇饥荒, 家中无良, 爹娘也不会把我卖到杜甫。 在我进杜甫前, 他们告诉了我真相, 我才知悉自己是被从天气拐来的。 他们很好, 是我不孝, 没能为他们送终。 他一脸伤感, 说到最后还哽咽了。 低下头去, 用手背擦拭眼角。 他这番话, 真假惨斑。 事实上, 那欲坠是他从小一直戴在身上的, 并非养父母给的嫁妆。 张怀安没看出, 欲坠有何问题。 养育之恩大过天。 昭华此时的伤心, 张怀安不已有他。 他撩起他紧后的头发, 拨到一边。 然后又亲手给他带上吊坠。 昭华顿时松懈下来。 幸好, 他没有没收这吊坠。 昭华原来住的那屋被烧了, 急待修缮。 尽管还有其他空乡房, 张怀安也没让他搬, 就让他住在这北乡房内。 此举表面上是宠爱他, 其实是为了看管。 因他昨晚放的那把火, 烧了不少衣裳。 张怀安又吩咐陆从去购置几件新的。 住在北乡房里, 没有多大不同, 就是与张怀安相处的时间变多了。 只要他不外出, 他就在他眼皮底下。 如此, 张怀安根本不敢显露什么心思。 张怀安还不允许他出门, 顶多在院子里活动。 但, 自放火出逃失败后, 他被张怀安折磨一晚, 连这几天都很累, 根本没力气下地走动。 张怀安总算有点良心, 这期间没再措磨他, 两人各盖一床被子。 他也忙, 每天都要在书房待到很晚。 他这人是这样, 没有兴致的时候就是轻心寡欲, 不管他怎么勾他, 他都不为所动。 可一旦他想要了, 就会弄得天翻地覆。 昭华这几天休养得不错。 这天晚上, 两人躺在床上时, 他问张怀安, 我们还要在这待多久? 他回他, 勇往起兵谋反, 边境一带较为混乱, 再等等。 说完, 他掀开自己被子一脚, 示意他进来。 昭华假装不懂, 被他强行拉过去。 你干嘛呀? 他惊呼, 张怀安紧箍他腰, 眼下有疲惫。 明晚带你去护城河边走走。 他这话有点突兀, 至少昭华想不到, 他都是逃过两回的人了, 他竟还能带他出门。 不过, 提起那雍王谋反, 他前世也有所耳闻。 雍王拥兵自重, 以其封地为中心, 欲向外出兵扩张。 但, 不到三个月, 雍王一干乱臣贼子, 就被打得气焰全无。 是夜, 昭华睡得并不安稳。 他又梦到前世, 那疼痛无比真实, 摧残着他。 还有那一张张宁笑的脸。 四日, 白天, 张怀安外出办事, 到了晚上, 他如约带昭华出门。 昭华身着男装, 和张怀安坐在马车里, 心却飞向远处。 护城河边的确热闹, 还搭着好几个台子, 以闻会友。 由此看来, 似乎并未受雍王造反一世的影响。 昭华跟着张怀安走, 眼观八方。 他始终在寻找逃跑的机会。 但身后好些随从, 被这么多双眼睛盯着, 他找不到任何漏洞。 前面有卖花灯, 去看他吗? 张怀安突然拉他的手。 他稳住心神, 朝着他视线所指的位置看去。 那花灯摊位上挤了不少人, 大多是女子。 或许在他看来, 这花灯能弥补花灯节的失约吧? 其实昭华根本不在意。 他对今夜这出游也没有兴趣, 勉强微笑点头。 张怀安身长玉力, 面容俊美无双, 姑娘们都在那瞧他。 昭华不自在地挣脱自己的手。 他也没强行再牵他手, 站在那摊位前, 转头问他, 可有喜欢的。 昭华刚想随便指一个, 身后响起温柔似水的问候。 师兄, 好巧。 第五十章他的身世线索。 是宁七吾。 昭华立马后退, 和那些随从站在一处。 师兄, 宁七吾师身行了个威力。 他一袭流云广袖裙, 脸上挂着白色面纱, 气质飘飘若鲜。 张淮安风轻云淡, 室妹怎会在此? 宁七吾眼神柔和, 掺杂着伤仇。 有眼亲来探望祖父, 我随家父送别, 回府路上仇叙不散, 随下马车走走。 他又期待地瞧着张淮安, 不料, 偶遇师兄。 师兄介意七吾同行吗? 张淮安微不可查地看昭华一眼。 不介意。 宁七吾眉心松弛, 像有笑意化开了。 不过, 他随即就注意到那惹眼的俊巧随从。 夜里灯火碰撞, 乱人眼。 可还是能看出来, 那就是上次在师兄房里伺候的随从。 如此白净的少年, 很讨喜。 宁七吾颇有教养, 不会盯着外难看。 何况, 还是在师兄面前。 他只不经意地扫了昭华一眼, 便迅速收回目光。 昭华半低着头, 毕恭毕敬的样子。 事实上, 他如同被架在火上炙口, 难受得很。 这时, 张怀安吩咐一众随从。 你们不必跟着了。 这主要是因为昭华。 在未挑明那妾一事前, 他不想让宁七吾注意到他。 原定陪昭华逛户成河, 却变成与未婚妻夜游。 昭华则半路打道回府。 要说他一点不落寞, 那是假的。 他不想出来游玩, 和张怀安答应他的是没做到。 这是两码事。 他既然那样在意他的未婚妻, 就该收收心。 或许, 他是想想其人之福吧。 昭华的情绪莫名烦躁, 对张怀安生出些许厌恶来。 他回到庄内, 很快便救济。 没一会儿, 张怀安竟也回来了。 昭华故作不知, 闭眼妆睡。 他坐在床边, 从容道, 别装了, 我知道你没睡着。 昭华仍是不理会, 他便强行将她抱起来。 给你带了盏花灯, 看看, 喜欢吗? 昭华睁开眼来, 瞧见床头矮跪上的花灯, 怎么看怎么不顺眼。 他本就心烦, 微微拧眉。 不喜欢。 张怀安也不恼, 淡淡然将她发丝别致耳后。 你该说喜欢的。 昭华威武不能趋势地, 用沉默对抗。 张怀安又不知从哪儿 便出一只碧玉兰花钗, 亲手给他插入发肩。 他抬起她下巴, 细细端详。 随即他不令夸赞, 好看, 果然趁你。 昭华看不见自己的样子, 对上他温和溺死人的视线, 他颇为不自在。 我不带这个, 说着就要取下来。 张怀安按住他的手, 带给我看。 昭华抿着唇, 又沉默了。 不晓得他突然这般是为什么? 难道是补偿? 其实大可不必。 他陪未婚妻, 无可非议。 奇怪的是, 他怎么回来得这么早? 张怀安炙热的大手握着他腰, 烫人得很。 他缓缓道, 这门亲事早已由家中长辈定下, 无法更改。 但妾是能随我怨而纳。 你可懂, 昭华心里更加义愤填膺, 有个那样美丽端庄的未婚妻, 他还不满足吗? 就非要纳他这个妾吗? 他稳住情绪, 小心地问。 那你也该问问, 我可愿意。 张怀安眼底利色一闪, 随后又恢复宁和。 我给过你选择的机会, 忘了吗? 他单手温柔地抚摸他脑袋。 昭华嘴唇微张, 却有人比他先开口。 门外, 陆从惊喜禀告。 主子, 派出去的探子有好消息, 找到当年拐卖六姑娘的人贩子了, 并且已有姑娘绅士的线索。 昭华文言, 心猛的一尘。 第五十一章, 衣衫不整。 张怀安本来对昭华的话存疑, 如今真找到当年拐卖他的人贩, 他降下些许防备。 昭华则是立即调整情绪, 面上流露出惊喜之色。 真能找到我的亲人吗? 他激动地挣脱出张怀安的臂膀, 要冲到外面问个清楚。 张怀安喊住他, 回来。 他眼中闪过一缕博月, 衣衫不整地往外跑, 香话吗? 他看起来温润如玉的一个人, 却有骨威压感。 昭华骤然停下, 两手搅着上一边。 他还赤脚踩在地上, 目光夹杂着思思恳求。 怀安, 若是找到我亲生爹娘, 求你, 一定让我见见他们。 张怀安沉着气, 届时自会安排, 你们见面。 他仍望着那扇门, 陆聪的影子投在上头。 他们真的查出他, 身世了吗? 转念一想, 大抵还没有明确指向。 否则, 他们不可能淡定。 思极此, 昭华才稍稍松懈一口气。 另一头, 宁福。 宁七吾从外面回来后, 就一直心神不宁。 他坐在岸边临摹字帖, 写道手腕发抖。 婢女心疼小姐, 一边言莫, 一边劝他。 小姐, 夜深了, 该歇歇了。 宁七吾低眸看着那些小字, 眼神七晚。 世兄竟说, 三妻四妾寻长二。 婢女不明所以, 小姐, 大人说的是寻常男子。 她不一样。 谁人不知, 魏家儿郎不纳妾, 除非。 除非正妻七年无子。 婢女觉得, 这话不吉利, 也就没说。 宁七吾文言, 并未放下那沉重的心思。 他颤手执笔, 脸色麻木。 你不懂, 世兄今夜这般说, 显然是有纳妾的心。 彼时, 他正高兴能与他夜游互成河, 他却冷不防地提起这个话题。 他听得懂他言外之意, 心口一阵发酸。 婢女则觉得, 小姐多想了。 小姐, 大人不会的。 这世间除了您, 还有谁配得上他呢? 别的女子, 大人瞧都不瞧的。 在皇城的时候就听说, 不少达官显贵想拉拢大人, 明里暗里给他送美妾, 但大人截身自好, 从未在这事上栽过。 小姐, 您肯定会错意了。 宁七吾倒是希望如此, 但他就是忐忑不安。 诡异的是, 他多次想起世兄身边那个随从。 虽只见过那随从两次, 可每次都很刺眼。 或许是因为他长得太俊俏, 比女子还要美。 此等心静下, 宁七吾写不下去, 所以放下笔。 烛火晃动, 与他那动荡的心别无二致。 接下去的几天, 昭华表面为陆从他们的巡查, 进展高兴, 其实很怕他们继续查下去。 意外的是, 人贩子那条线发生转机, 本来都顺藤摸瓜成功, 通过。 鱼钓大鱼, 找到一主要人贩。 没成想, 后者服毒自尽了。 陆从向张淮安上报此事时, 昭华就在陪他下棋。 他假装恍然无措, 又害怕, 怎么会这样呢? 就该这样, 这线索断得好。 张淮安从容落子, 淡淡地发问, 为何会自尽? 陆从推测, 应该是怕被官府下狱。 天启对拐卖人口的刑罚很重, 人犯败露后自杀, 不稀奇。 但张淮安有别的看法, 也可能是牵扯甚广, 汽车保帅。 他抬头望昭华, 幽幽道, 例如, 绑了身份非比寻常的孩童。 虚余间, 招华手心冷汗如湿。 他耗尽定力, 才不至于让棋子掉落。 这张淮安不是人吧? 第52章, 他无耻。 棋盘上黑白分明, 招华眼神清澈, 怀着十足的诧异, 还有喜色。 这是他针对张淮安的推论, 故意做出的反应。 你的意思是, 我的亲生爹娘并非寻常人吗? 那会是什么人呢? 张淮安未说透, 让陆从继续查下去。 招华则顶着他审视的目光, 棋子不知往哪儿放。 他那视线极具窥探形, 好似能看穿他心里所想。 他一点不敢放松。 大。 他落丸子, 出声提醒他。 到你了。 张淮安长指甲起一颗黑子, 大耳又淡。 还有心情像吗? 招华咬着唇内软肉, 痛感能令他镇定。 他低眉顺眼, 问声回答。 我本就不愿下棋, 是你非要我陪着。 张淮安打量他一眼, 随后放下棋子。 安置吧。 他没兴致了。 夜已深, 人不静。 木床嘎吱作响, 那沙掌也在浮动。 映出的两道身影, 交紧缠绵。 光看着, 倒是美好和谐。 可若听见那声音, 就是另一种情形。 女子的哭声断断续续, 不要, 不要了, 放过我吧。 张淮安喜欢听他哭, 这叫他血脉粪张, 不能自已。 尤其想到不久前, 他听说亲生父母的线索后, 流露出的期待。 他温柔地抚摸他腰窝。 你是想, 自己若是大户人家的小姐, 便能逃离我吗? 昭华泪眼盈盈, 不住摇头。 没有, 我没有这样想。 张淮安低头在他紧窝处, 唇齿碾膜他紧侧的肌肤。 昭华呀昭华, 你这女子, 没良心得很。 你当我不知道吗? 你就是成天想着离开我。 亲生爹娘是你最后的依靠, 但你得明白, 不管他们多么有能力, 都无法把你从我身边带走。 你何不放乖点? 非要逃, 逃上十回, 百回又如何, 还不是被我抓回来, 有意思吗? 嗯? 亦或者, 你就想我重重罚你。 像这样, 他声音飘渺。 啊, 昭华那破碎的声音冲出喉咙, 指甲深深陷着他后背。 头脑是拒绝的, 身体却不受控制, 甚至还主动缠上他。 那双白嫩的, 没有一丝坠肉的长腿, 紧绷着缠住他尽瘦有力的腰。 他也要疯了, 慢慢长夜, 这还只是开始。 帐外, 烛光跃动。 帐内, 昭华被摆弄成各样姿势, 好似那人人柔捏的泥娃娃。 张怀安好些日子没碰他, 这一碰就停不下来。 好不容易, 帐内的动静有所消停。 昭华趴在那儿, 张怀安还着他腰, 将他抱起来。 他已经是筋疲力尽, 虚脱地靠着他。 美眸迷蒙, 水雾模糊视线。 眼睛哭肿了, 嗓子哭哑了。 张怀安递来一杯水, 送到他唇边。 他低头错影, 这才舒服些。 小腹呼传来一阵暖意。 张怀安揉着他肚子, 亲吻他耳畔, 哑声问。 昭华虚弱地点头, 他乖多了, 一点不敢反抗。 张怀安轻轻用点力, 按压他小腹。 昭华吓得一颤, 他亲了亲他发顶, 温身安抚。 别怕, 没多久。 随之而来的, 是那令他难看的羞耻感。 昭华夹紧腿, 用力咬他肩膀, 还钻拳锤打他。 他发泄得大哭, 抽气道。 为什么要这样? 你这样对我, 这样无耻? 你去找别的女人。 我, 我早晚会, 会被你弄死的。 从来没人骂他无耻。 所有人都称赞他是真君子, 静着他, 不敢放肆。 张怀安看他发脾气, 竟觉得舒畅, 觉得赏心悦目。 他凌乱, 米粒, 身上到处是他留下的痕迹。 打他的那点力气, 不痛不痒, 反而把他累得直喘气。 他这人心肠硬得很, 此时却对他生出一股怜爱。 张怀安爱不释手地拥着他。 怎么会弄死你呢? 放心, 我自有分寸。 他难得哄他, 还哄了好一会儿。 然后, 天也亮了。 张怀安今日还有正事, 让昭华好好休息。 昭华一点睡意都没有。 他目光呆呆地凝视, 思绪万千。 这样的日子, 不知还要持续多久。 他想逃, 但他还没摸清张怀安的底, 这对他很不利。 比如上次, 他要是知道有暗哨盯着, 就不会贸然出头。 可要一直等下去, 也不行。 万一张怀安查出他的身世, 事情就麻烦了。 昭华握紧欲坠, 决心不要坐以待毙。 却不知, 暗出一双眼睛正冷冰冰地注视着这屋, 也在伺机而动。 第53章, 昭华被掳。 昭华在房里, 是由吴沈伺候着。 吴沈话多, 东家长西家短地说个不停。 他知道, 昭华没力气下床, 就把饭菜都端到床边。 其中, 还有一碗闭子药。 昭华咕咚咕咚地喝了个干净。 吴沈看他这架势, 忙劝他。 俺得个娘嘞, 慢点。 咋喝药跟喝水似的? 不苦吗? 昭华宁可喝苦药, 也不想怀上孩子。 吴沈是个人惊, 巧声问昭华。 姑娘, 你不是自愿跟那位大人的吧? 昭华抬眸凝望着吴沈。 你怎么会这样想? 嗨, 就没见你开心过。 俺也怕那啥, 吴沈费劲想啥词, 然后一拍大腿, 那个卫虎作娼。 昭华眼神威异, 吴沈叨叨不绝, 举头三尺有神明, 帮着狗官欺男霸女的事, 万万做不得。 说到此处, 吴沈忽然又慌忙改口。 不不不, 俺可没说那位大人是狗官。 俺, 俺不会说话, 没事, 吴沈你是好人。 接着, 吴沈又提起一件事。 对了, 那位大人都快成婚了, 真是突然。 我也是听我家老头子说的, 好像是明年春日里, 算起来也没几个月了。 聘礼单子都拟好了, 好长的。 昭华眼底没有什么情绪, 默默吃着点心。 傍晚时分, 张怀安回来了。 他听到帐内有哼几声, 快步上前, 掀开帐慢。 一看才知, 昭华又牙痛了。 他痛得直冒冷汗, 侧躺拳缩成一团, 手紧紧捂着一侧脸颊。 那脸颊肉眼可见的肿了。 又瘫嘴了。 张怀安责备着, 将他扶起来。 昭华顾不上反驳, 嘴唇都发白了。 张怀安一手搂着他, 陆从, 去拿治牙痛的药来。 那要是按他的方子调配, 市面上买不到。 药粉扑在牙周, 没一会儿就不痛了。 昭华觉得稀奇, 睁大眼睛。 他不哼气了, 张怀安也觉得舒缓。 他把剩下的药交给他, 下次就用这个。 昭华不能说话, 感激地点头。 牙痛真要命。 张怀安也算是救了他的命了。 夜幕似合。 宁府内。 婢女正伺候宁妻无懈发誓。 烛火煽动了一下。 猝然间蜡烛骤灭, 屋内陷入黑暗。 小姐别慌, 许事风大, 给吹灭了。 婢女赶紧摸着黑, 重新掌灯。 当烛光再次燃起, 婢女一转身, 脸色大惊。 之前还坐在梳妆台前的小姐, 竟然不见了。 小姐? 宁家小姐在闺房被掳, 这样的事不意外转。 宁老爷知晓后, 让家丁秘密寻找。 宁夫人急得头晕眼花, 拉住宁老爷, 直催促。 老爷, 光派家丁怎么够呢? 还是让人去? 宁老爷晓得他想, 找谁帮忙。 他并不赞成。 先等等, 我们宁家也不是吃素的。 淮安和契屋的婚事未成, 不方便拜托他。 两个时辰后, 家丁依旧没有找到宁七吾。 这下, 宁老爷也不藏着掖着了, 赶忙搬救兵。 张淮安得知宁七吾失踪, 亲自带着人去宁府。 路从观察入微, 在后院墙头发现了一丝男子的鞋印。 他立马禀报给张淮安, 宁夫人急得直掉泪。 淮安, 你一定要找到七吾, 我求你了。 他一下就给张淮安跪了, 宁老爷都拉不起来。 张淮安亲自扶起他, 平静有力地劝慰。 夫人莫急, 我已经派出人手。 宁老爷也犯愁, 就怕是采花贼作案。 淮安, 多谢你。 宁伯父这话就见外了。 张淮安声音润朗, 谦和有度。 此事还未告知宁老太爷。 他年迈, 且时日无多, 经不住一点刺激。 宁老爷和夫人在府中等消息, 亲自送张淮安到门口。 他骑着马消失在街角, 夫妻俩仍站在原地。 宁老爷率先回神。 夫人, 咱往好了想, 怀安亲自去寻七无了。 他办事速来稳妥, 定能将七无平安带回来的。 宁夫人低头抹眼泪, 老天保佑, 保佑七无安然无恙。 否则我可怎么活。 出宁府后, 张淮安猛然想起什么。 他极乐停马, 吩咐陆从, 你速领一拨人回庄。 他这话说一半, 一个随从快马而来。 当然, 昭华姑娘被掳走了。 第五十四章, 独自前往, 营救。 随从不敢担言, 快速翻身下马, 将一张纸条呈给张淮安。 这是那贼人留下的。 张淮安看完后, 视线一沉。 而后五指收拢, 将字条钻成一团。 旁边的陆从心里七上八下。 宁姑娘刚失踪, 那边昭华姑娘又被掳。 这都是冲着主子来的啊。 但陆从想不通, 庄里那么多人都是吃屎的。 他憋不住话, 质问马下那随从。 你们那么多人, 个个伸手不凡, 怎么还能把六姑娘给弄丢了? 随从无比汗言。 大人, 属下无能。 那刺客一融成了大人您, 属下等没敢查。 等察觉到异样后, 姑娘就已经被他挟持了。 对方有人支在手, 情况确实棘手。 就怕误伤昭华姑娘。 张淮安已经知道是谁动的手。 他眼底冷凝成霜, 雨掉却保持着平静。 对方要我一人前往。 你们无需再跟。 陆从赶紧插话。 主子, 这怎么行呢? 您三思啊。 其余随从也都附和, 请大人三思。 可张淮安还是义无反顾地去了。 骏马飞驰, 他一百烈烈作响, 引有汹涌的气势。 昭华醒来时, 全身五花大绑, 眼睛被蒙着, 嘴也被塞住。 他不知自己身在何方, 也没法开口求救。 周围阴冷潮湿, 他侧倒在地上, 尝试向后挪动。 随后触碰到一堵墙。 他又顺着那墙挪动, 颇为困难。 好一会儿, 他像是碰到什么人。 那人惊醒过来, 发出恩恩的声响。 显然, 对方也被捂住嘴了。 原来被掳得不止他一个。 这时, 门末地开了。 昭华什么都看不见, 被一股力量拽起来, 重新拖回墙角。 他感知敏锐, 那人身上的杀气很重。 不好惹啊。 昭华自觉放乖, 还故作瑟瑟发抖的样子。 好在, 那人没对他动手。 他好像冲着屋里 另一个被绑得去了。 因为, 他听到那边剧烈的恩恩声。 然后, 有人说话了。 那是个虚弱却不屈从的女生。 你是谁? 我乃宁家。 闭嘴。 男人粗力的声音打断这话。 昭华心里一惊。 那女子, 不就是张淮安那未婚妻吗? 他立刻想到, 他们被掳, 是受张淮安牵连。 也不知道, 他得罪了什么人。 平日里总听他吹嘘多厉害, 还不是连自己的女人都保不住。 还有他底下那些随从, 抓他的时候都挺厉害, 碰上真正的高手, 就没辙了。 昭华内心一阵负匪。 宁妻吾那边, 还在同贼人讲道里。 我宁府与你有何愿仇? 闭嘴。 男人就像指挥这两个字, 语调冷冰冰的。 昭华默默离他们远些, 其实扣着他, 就是多此一举。 要威胁张淮安, 一个未婚妻足够了。 他他他, 又有脚步生静了。 昭华竖起耳朵听, 一个男人凶斥, 让你把人带过来, 你在磨蹭什么? 这话, 应该是对屋里, 这男人说的。 闭嘴。 又喝, 你还当起狐花使者了? 老子就想瞧瞧, 这宁家大小姐长什么样, 还得经过你允许。 给我滚开, 你是拥王殿下的亲信, 老子还是王爷的副将呢。 宁妻无身份再尊贵, 也就是个弱女子。 面对如此粗鲁轻浮之人, 他害怕地发抖。 忽然, 那将军话锋一转。 等等, 本将军怎么瞧着, 墙角那个更漂亮呢? 昭华可谓是无端被锅砸。 脚步声停在他跟前, 紧接着, 一只粗糙的手抬起他下巴, 还扯下他眼睛上的布条。 他这好不容易能看见, 入目便是一张肥大的脸。 那人看清他的模样后, 颇有惊艳之色。 他哈喇子都要流出来了, 言语更是粗笔。 泽泽, 的确美得很啊。 小美人儿, 跟了本将军吧。 他靠近他, 用力吸了吸鼻子, 眯着眼, 格外享受的模样。 嗯, 真香啊。 昭华不怕他, 但恶心坏了。 他还想凑过来, 倾他。 忽然, 一把剑横过来, 隔开了他那张嘴。 闭嘴。 昭华一抬眼, 看见那黑衣蒙面男人。 那个只会说闭嘴的男人。 被打断好事的将军, 怒不可遏。 宁家的那个, 你不让我碰。 这个怎么了? 这就是个暖床的。 蒙面男眼神四兵。 他在乎。 话音刚落, 外面有了动静。 看不清来人出招, 可转瞬间, 就有好几个人被撂飞。 第55章, 是个游物。 张怀安立身如松柏, 目光冷峻。 他出招快, 气势如虹。 不过片刻, 守在院中的杂碎倒的岛, 躲得躲。 勉强能拿住武器的, 也都不敢贸然靠近他。 只因, 他即便不出招, 单单那强大的气场, 都能震慑住他们。 也有不怕死的, 举着剑冲过去。 呀! 啊! 碰! 那人被踹飞, 一脸痛苦地倒在那门槛上。 方才还轻挑的将军, 立马正色起来, 眼中还有本能的畏惧。 外头漆黑, 昭华依稀瞧见一道白色身影。 如天上角月, 高洁不可攀。 他还没看清, 眼睛就又被蒙上了。 宁七五也看不见, 听到动静, 他那颗心一颤一颤的。 但他分辨得出来, 是有人来救他了。 于是, 他少了几分害怕。 那将军带着人出去, 还把门关上了。 他们具体谈的什么, 昭华听不清楚。 没多久, 门再次被打开。 昭华仔细听着, 宁七五的声音颤抖。 你要做什么? 要带我去哪儿? 宁七五眼睛看不见, 对于一切触碰都很抗拒。 那陌生男人给他松绑, 粗鄙道。 你管我是谁? 有人来救你了, 你得救了。 闻言, 昭华眉头促起一团。 宁七五得救了, 那他呢? 之后, 宁七五就被带出去了。 门关上后, 屋内只剩下昭华一人。 他耐心等着, 忽而听到门外的宁七五惊患。 师兄。 师兄, 你来救我了。 英雄救美, 向来就是一出好心。 宁七五经过一。 惊吓后, 只会更加依赖张怀安。 从他那带着哭腔的声音, 就能听出来。 昭华的双手被捆在身后, 手指紧拢。 许久都没动静后, 他意识到, 自己这是被放弃了。 在他和宁七五之间, 张怀安选择先救宁七五。 昭华心绪麻木, 他能想通。 毕竟那是他名正言顺的未婚妻。 若宁七五因他而有闪失, 他无法向宁家交代。 可是, 他就活该被抛下吗? 他是因他被掳的呀。 他不是有很多手下吗? 都找到这地方了, 为什么不能斗一斗? 昭华此时满腹委屈与愤怒, 不想讲道理。 他恨死张怀安了。 嘎吱, 过躁的开门声响起。 昭华更心烦了。 这些人, 又想怎样? 小美人, 跟本将军走吧。 那将军给他换了捆绑方式, 只反绑他的手, 而后把他拽起来。 昭华看不见, 亮枪跨过门槛, 险些摔倒。 之后, 他被扶上一辆马车。 那将军就坐他旁边, 他能感觉到他灼热的视线。 真是糟戏。 真美啊, 是个有物, 老子从来没碰过这样的极品。 男人的气息越来越近, 像要亲他脸颊。 昭华眉头紧皱, 舒然间, 一道冰冷的声音警告他。 九王爷, 要紧, 再碰他, 杀了你。 你, 你敢威胁我? 将军大怒。 对, 威胁。 如此一来, 昭华暂时安全了。 他静下心来, 细想, 他们是雍王的人, 拿他和宁七吾 胁迫张淮安, 是为了救雍王。 那么, 张淮安有什么值得他们威胁的? 按照时间推断, 这个时期的雍王, 因谋反失败, 被大军围堵在巴山谷, 进退接不得。 他不投降, 等到粮草耗尽, 就会活活饿死。 难道, 张淮安掌握着一方通行? 不对, 这些跟他没什么关系。 他现在是阴差阳错地摆脱了张淮安, 只要从这些人手里逃掉, 他就自由了。 这么想着, 昭华的心情就好转了。 与此同时, 张淮安正带着宁七吾回宁家。 他只身前来, 只有一匹马。 宁七吾坐在马上, 他则牵着马行走, 脚步稳且快。 一路沉默, 宁七吾心中不安。 师兄, 他们不会追来吗? 不会。 张淮安回答简单, 没有多余的安慰之词。 他明明纯, 鼓足勇气建议, 这般行走太慢。 师兄, 师兄不如上马来。 说着, 他脸色难以平静, 浮上一抹红润, 进一步解释道。 四周无人, 且我们早有婚约, 事急从全, 不违背礼数的。 张淮安却单单回他, 谬意。 君子慎毒, 不期暗示。 宁七吾文言, 扣着手, 直直望着他, 问。 那么, 师兄此刻正在担心的, 那位姑娘呢? 第五十六章师兄, 别再瞒我了。 张淮安眼底的异样, 一闪而逝。 宁七吾咬着唇, 说出的每个字, 都在弯自个儿的心。 师兄, 别再瞒我了。 听他们说, 那姑娘, 是暖床的。 他也不是傻子。 世家的嫡女, 往后是长家的主母。 怎会连这些因果都想不透呢? 张淮安停在那儿, 似有什么牵引着他, 要他回头。 这时, 陆从他们赶到。 主子! 宁姑娘! 陆从率先下马, 还下意识往张淮安后头瞧。 奇怪, 昭华姑娘呢? 陆从心里, 有股不祥的预感。 一行人护送宁七吾回到宁府。 宁老爷和宁夫人千恩万谢。 淮安, 这次真是多亏有你。 这么晚了, 就在相方歇息吧。 宁七吾站在母亲侧后方, 不敢看张淮安。 他对着两位长辈, 也是那副温润淡然的态度。 师妹无事就好, 晚辈告辞。 宁老爷没再强留, 那我送你。 长辈送晚辈, 本不合宜。 但张淮安救了他女儿, 且官职比他高。 他刚迈出一条腿, 宁七吾站出来, 柔声道。 父亲, 女儿送送师兄吧。 宁夫人心中大事落地, 这会儿也想着撮合两个年轻人。 他递了个眼神给宁老爷。 也好, 就让七吾送。 张淮安面无波澜, 也没拒绝。 宁府门前, 宁七吾对他扶身行礼。 师兄, 多谢你救我。 今晚的事, 哪些该说, 哪些不该说, 我都晓得。 也请师兄快些去救那位姑娘。 他落到那些人手里, 会吃苦头的。 宁七吾言与温柔, 透露出关怀。 按理说, 他能有这样大的气量, 福复何求。 但, 张淮安没有半点欣慰释然。 早些歇歇。 与气平淡, 与往日无异。 他转身, 刚要上马, 被人从后抱住。 那一刹那, 他身体僵硬, 带着些本能的抵触。 强行克制着, 才没有将人先飞。 这是宁七吾第一次这么胆大, 与他这样亲密。 他的被宽广, 令他无比安宁。 师兄, 你要平安。 七吾不能, 没有你。 他流出两行青泪。 对于那姑娘的事, 今日他提了两次, 师兄还是没有任何解释。 在那些漫漫长夜里, 他期待着嫁给他, 他又在做什么呢? 他到现在都无法想象, 光风际月的师兄, 真的会与别的女子做那等事。 母亲说得对, 他们应该早些成亲的。 这样, 师兄就无需找别人。 他肯定也不想的, 但他是个正常男子, 就会有正常的需要。 等到成亲就好了, 他可以忍。 而且, 师兄不是选择他了吗? 他救了他, 气难女子于不顾。 这就证明, 他还是重要的。 宁七吾这般想着, 心里才能好受些。 等离开宁府, 陆从实在憋不住了。 主子, 六姑娘他。 张怀安眸中闪现一道寒意。 联络巴山谷一带的人, 严守拥王一党, 一个都不要放过。 是, 从安城到巴山谷, 少说也有三五天路程。 昭华这一路很艰辛, 他们不再堵着他的嘴, 但还是绑着他。 路上吃的都是干粮, 到点了, 就有人往他嘴里塞。 短短三天, 他就感觉自己饿瘦了。 那好色的将军, 就像只苍蝇。 他是没碰他身子, 可一直待在他身边, 还说个不停。 各样的婚话, 简直比直接亲他脸还恶心。 昭华一直在伺机而动, 因此表现得乖顺怯懦。 他们不敢伤害他, 肯定还与张怀安有一战。 他得快点逃。 这一路, 他们都有固定的时间修整, 用来吃东西, 解决三级。 快到八山谷时, 昭华一脸痛苦地攻起背。 我肚子疼, 好疼啊。 我想方便, 啊, 疼死了。 众人不宜有他, 反正也要休整一会儿, 就解开他双手。 平时, 他们还会用一根绳子拴着他腰, 拉他到草丛里方便。 但他这次腹痛难忍, 弯着腰不配合, 很难绑。 好疼, 不行了, 真的好疼啊。 昭华边哭边扯开眼睛上的布条, 自己跑去找地儿方便了。 那将军见状, 未显得自己怜香惜玉, 就吼手下。 得了, 这都要到八山谷了, 这么多人还看不住一个弱女子。 然而, 意外的事还真就发生了。 第57章让我死了算了, 有马栓在树边, 昭华就奔着他去的。 他先是蹲在那树边, 假装方便, 解了马绳。 而后一个急转, 翻身上马。 驾! 不好! 他跑了! 他娘的, 快追啊! 昭华飞快侧马, 就怕被抓住, 也不管去的是什么方向。 总之, 一个劲儿地往前冲。 风声掠耳, 他血液翻滚。 放箭! 给老子放箭射马! 几只利剑搜搜飞来。 马儿不幸中箭, 昂扬起马头, 发出痛苦的思鸣。 但他的马蹄还在狂奔。 疼痛令马失控, 极快的速度, 使得昭华身体往后倒。 他紧紧拉着缰绳, 身子还左右颠动。 昭华的心, 砰砰猛跳。 更可怕的是, 那马儿还想把他甩下去。 那马背前后摇摆, 相当不稳。 如此风驰电车间, 这要是摔下去, 他这人肯定废了。 昭华眼神坚毅, 往前紧趴在马背上。 雪上加霜的是, 前面有一处断牙。 赵马儿这个奔跑速度, 很可能带着他坠牙。 昭华只能拉扯着缰绳, 身体往后倒。 玉! 玉! 马儿不听他的, 马蹄踢他起尘土飞扬。 远处的异行人瞧见, 都莫名新意景。 尤其是那色欲熏星的将军。 他大喊, 美人儿! 我的美人儿啊! 离那断牙越来越近了。 昭华咬着唇绊, 脑海中不断回闪前世记忆。 大仇未报, 他不要死在这儿。 想到他惨死的种种, 怀揣着那滔天恨意。 昭华猛然发力, 一个侧身, 整个人都半挂出去。 马儿受到那股力量, 急速调转方向。 过弯时, 昭华的脸险些从地面擦过去, 眼睛也差点被飞溅得沙石伤爆。 就在他以为能避过断牙时, 马儿后蹄一滑, 摔了下去。 昭华也被带着掉下崖边。 他死命拽住缰绳, 大半个马身还在上面, 马儿也竭尽全力, 想往上攀。 但终究马儿体力不支, 前蹄随之滑落。 一人一马坠下悬崖。 昭华瞳孔放大, 不可置信的绝望。 狂风乍起, 一瞬间吹乱他的长发。 失重的感觉, 极度痛苦。 真要这么死了吗? 千军一发之际, 一个人影急速飞追下来。 是张怀啊? 他竟然也从上面跳了下来。 昭华满脸诧异, 甚至不觉, 他已经抓住他, 将他拥在怀里。 他轻功极好, 借着石壁几处凸起, 马踏飞燕一般, 带着他飞身上牙。 脚踩实地后, 昭华还恍惚着。 他, 没死。 靠着他胸膛, 是从未有过的心安。 耳边是呼啸而过的风声, 他却清晰听到他的声音。 别怕, 没事了。 煞时间, 他竟然很想哭。 等到回过神, 他恨恨地捶打他肩膀, 发泄自己。 你来做什么? 你救我做什么? 你让我死了算了? 这不就是你想要的结果吗? 你这混蛋。 混蛋。 昭华大喊, 眼泪不知不觉地夺况而出。 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哭, 或许是情绪起伏太大。 反正, 不是害怕下的。 张怀安单手还着他腰, 由他埋怨。 他将下巴抵在他肩头, 薄唇有意无意地扫过他耳畔。 骂得好, 看你还这么有精神, 我就放心了。 你滚! 我不想见到你。 昭华越发生气, 挣扎着仕途甩开他。 他却紧紧抱着他, 温柔极了。 我混蛋。 胳膊收紧, 失而复得的心情占据所有。 他预谋深邃, 到了底, 也看不清那埋藏在深处的情愫。 张怀安的出现, 不止震惊昭华, 还有雍王那帮人。 他们惊恶无措。 他他他, 他怎么来了? 那将军舌头都捋不直了。 随即, 一群侍卫从外围包抄而来, 他们这才意识到终埋伏了。 为首的路从挥手势下, 大人有令, 一个活口都不留。 还有巴山谷内的雍王叛军, 大人说了, 防守再严, 撕也要撕开一道口子。 是, 气势如虹的大军, 骑着战马, 朝着巴山谷内俯冲。 还在谷内等待救兵的雍王看见后, 彻底傻眼了。 他哪里知道, 外面的下属给他捅了个大娄子。 第58章, 不跟他回去。 午后, 艳阳高照, 巴山谷内外刀剑厮杀, 血水染红八江。 雍王原本还能顽抗个几日, 防守却叫人活活撕开了, 直接被擒王。 不可能, 这不可能。 直至被抓, 雍王还是不信。 他那懦弱主和的皇兄, 不是一直念及兄弟情谊, 下令劝降他, 不伤他分毫的吗? 抬头, 看到那站在山头高处的身影。 他这下明白了, 哀笑连连。 皇室昏溃! 而等不跟随本王, 反为那无能昏君近人士, 于衷, 于衷啊! 天起要亡了! 昭华和张淮安坐在马上, 身处高位, 他听不见雍王的话, 却感觉到一股凄凉。 那雍王前半生, 也是个英雄, 立下赫赫战功, 率军驻守边境多年。 结果鬼迷心窍, 干起造反的勾当来。 最终落得一诗骂名, 可见, 一念之间, 或成神, 或成魔。 回吧! 张淮安语气寻常, 调转马头。 昭华思绪回转, 眺望着远处, 决然道。 我不跟你回去。 张淮安眉心一拧。 你说什么? 他眼眸七青, 浑身笼罩着悲哀。 张大人, 你就当我死! 嗯! 张淮安捏住他下巴, 牢牢稳住他那胡说八道的嘴。 这一瞬间的动作, 突兀又猝不及防。 昭华被迫扭头, 完全被他置顾住。 那吻深入再深入, 他几乎喘不过气, 脖子还酸。 张淮安稳闭, 流连望返一般, 蹭着他唇。 他的眼神隐有韵色, 哑声警告他。 再说不吉利的话试试。 昭华像只被扼中命门的小兽, 放弃抵抗。 红唇半张, 微弱地喘息。 可他眼神不屈不挠, 眸中蓄着的泪, 顺着眼角流出, 滚烫地落在张淮安手背。 他什么都不说, 视线空洞, 失去所有光彩。 又再用沉默对抗了。 张淮安宁可他生气大骂, 跟自己闹。 他抹去他泪痕, 语气缓和。 有什么不满的话, 都说出来, 好过憋在心里。 昭华别过脸不看他, 声音很轻, 更像是对自己说的。 没有, 我怎么会有不满呢? 昭华如那消沉暮色, 内心无动于衷。 他始终肩默, 溅起一堵无形的墙, 陆从他们隔了一段距离, 听不清主子和昭华姑娘在说什么。 其他人问陆从, 还不回吗? 陆从摆摆手, 我哪知道, 等主子下恋。 一个个的, 真没眼力见。 难怪混不到他这个位置。 主子这会儿, 肯定正忙着哄人呐。 金无锡邪, 他们得在天黑前找个下榻的地儿。 事宜, 张淮安不再耽搁。 但, 顾及昭华经历过快马的恐怖, 心有余悸, 他驾马的速度不能快。 陆从他们都跟着放慢。 这样的速度, 到后来只能塑在荒郊野外。 随从们撑起简易的帐篷, 昭华不肯睡。 来的路上, 他看到有条河, 就跟张淮安说, 想下水清洗身子。 他难得开口, 张淮安自然满足他要求。 离这有段距离, 需要他骑马带他去。 陆从也要上马跟着。 昭华回头撇陆从, 有气无力道。 我沐浴, 连你也要跟来。 陆从哑巴了。 这, 天地良心, 他没有半点不轨之心啊。 张淮安沉声道, 他们哪个有胆子看你? 这一代, 难保不会有雍王余孽。 刚提起雍王之事, 昭华仿佛想起不堪的经历, 苦笑一声, 自暴自弃道。 我不管什么余孽, 我要沐浴。 如果你无所谓的话, 就让所有人都更来好了。 反正我也和那些男人待了三天三夜, 早没什么羞耻心了, 谁想看就能看。 听他如此自亲自荐, 张淮安顺时沉下脸, 甚严肃。 你说的什么话? 实话, 昭华不怕他生气, 破惯破摔地看他, 目光淡漠, 神情麻木, 月光优良, 照在他那美丽的脸上, 衬出几分凄美。 其实, 他真是个卑劣的人啊。 即便他没那么喜欢张淮安, 还计划着逃离他, 却仍会贪婪享受着被他喜欢, 被他怜惜, 被他宠爱的感觉, 都是他前世从未体会过的。 如今却意识到, 这些他示弱珍贵的东西, 只是他指缝里露出的一点。 而他能, 给别人的更多。 当面临抉择, 他能毫不犹豫地选择别人, 舍弃他。 也罢, 采云一散流离脆, 本就是他有目的地接近他, 如今这般, 他的确不该再奢求别的了。 第59章承诺, 不会再丢下他。 张淮安静静注视着眼前的女子, 他悲哀默然的眼神, 令他有种掌握不住的失控感。 不远处, 路从他们, 就更加不敢吭声了。 张淮安沉默半赏, 终是顺着昭华的意思, 没让人随行。 两人共骑着一匹马, 质重的气息流淌在他们之间。 周遭也一片死寂。 到河边, 张淮安先下。 他正要扶昭华下马, 他却物资从另一边下了。 首悬在空中, 他面色沉静淡然, 似乎没受影响。 河水清浅。 昭华站在岸边, 解开腰带。 万一从尖头滑落, 堆落在地上。 张淮安提醒他, 就在静暗处清醒。 昭华向压根没听见这话, 继续脱去中医, 斜袜。 而后留着礼衣, 缓缓下水。 河水有些凉。 起初不大适应, 静得他直打寒颤。 张淮身子没入水中, 直露出脑袋和肩膀。 他背对着岸上的张淮安, 将头发拨到一边清洗。 张淮安守着他, 确定四周安全, 默默捡起他脱下的衣裳, 搭在自己壁弯处。 他叮嘱道, 水凉, 不要泡太久。 昭华不理会。 他望着和中央, 眼中深藏算计。 片刻后, 张淮安再度提醒。 该上来了。 昭华不听, 还拨着两臂, 往河中间挪动。 那架势, 就像故意跟他作对。 他要他往东, 他偏要往西。 张淮安罕见得没了耐心。 回来! 这语气明显加重, 不像之前那么顺着他。 昭华没有停。 男人的眼睛下, 视线陡然一凉。 闹归闹, 别拿你的性命。 昭华烦躁地打断他这话。 我想洗多久, 就洗多久。 你不想等, 走就是。 啊, 危险发生在一瞬间。 他说着话, 没发觉, 一下跌入河流断层中。 忽然急速落入深水处, 他一个扑腾的动作都来不及做。 救我。 水完全没过他, 灌入他鼻子、 耳朵。 那一刻, 河水的压迫感从四面八方而来, 将他整个人束缚住。 他毫无章法地扑腾, 像个完全不会浮水的人。 很快, 一股强大的力量抓住他, 将他猛地带出水面。 张淮安将昭华就上岸, 抱着他坐铐在树边, 并且给他披上干燥的外衣。 嗨嗨, 昭华被水枪倒, 喉咙里卡着什么似的, 不断咳嗽。 他全身湿漉漉, 好一会儿才缓过来。 张淮安的脸色很不好, 他本想责备他, 让他常常记性。 但, 见他脸色喀白, 似乎也吓得不轻的样子。 他出口的话就成了, 不要害怕, 没事了。 他低头亲吻他发顶, 安慰他, 也安慰他自己。 他溺水的刹那, 他竟有身体木浆的反应。 这么多年, 还没有什么事, 能让他如此心惊。 还好, 他没事。 张淮安亲完他发顶, 又亲他额头, 眼睛, 脸。 别怕。 昭华握紧拳头, 锤打他, 哭着控诉。 怎么没事? 我不会睡, 差点就死了。 你不知道, 你就会欺负我。 我被掳走的时候你在哪? 这几天, 我被他们挟持, 吃不好睡不好, 被人轻薄。 你又在哪? 你去陪你的宁姑娘? 你还来找我干什么? 他把羁押的不满爆发出来, 指甲划破他颈侧, 瞬间浮现一道红痕。 张淮安将他捐在臂弯中, 沉甸甸的叹息, 却没有实质的解释。 他抱着他, 抹扎着他后背, 无奈道。 你怨我, 这无可非议, 可我并非不在乎你。 相反, 我就是太在意你的安危。 他点到为止, 没往下说。 昭华没力气闹了, 劫后余生般, 扑在他怀里抽气。 不知过去多久, 他才抬起那无助的眼眸, 颤抖着说, 你不许, 不许再丢下我了。 他这么说, 就是原谅他了。 张淮安漠黑的眸子, 犯着淡淡笑意, 整理他的乱发, 缓缓道。 好, 但现在, 我们该回去了。 我不回。 他捏住他脸颊, 反问。 不回去, 是想直接在这边行周公之礼吗? 也好, 天卫被地围床, 想来也是别有滋味。 张淮安当然不会真的做这事。 他凑过去, 只想倾他唇角。 可下一瞬, 啪。 昭华竟打了他一巴掌。 他当即正住, 不可思议地望着他。 第六十章, 找到他亲生爹娘。 昭华无措地和张淮安对视。 他那轻易俊美的脸上, 虽没有任何印记, 却是实实在在挨下他一巴掌。 昭华方才太紧张, 怕他要在这里做那荒唐事。 事宜, 他没控制住。 随手一挥, 却成了掌柜。 他不想的。 毕竟, 他眼下是要跟张淮安和好, 从而让他对自己放松戒备。 张淮安并没有脑。 但是, 那言语间多少有逊责。 脾气渐长, 这都敢往我脸上招呼了是吗? 昭华立马低头认错。 我, 我向你赔不是, 刚才我不是故意的。 但是, 谁叫你? 说到这儿, 他就没了后话。 张淮安明知故问, 我怎样? 昭华抿着唇不打。 他将那些深层的谋划藏在心底, 表面上不显分厚。 玩去归玩去, 正事也要提。 张淮安严肃告诫他。 下不为例, 以后, 管好自己的手。 这里是天气, 打人不打脸, 否则要吃大亏。 嗯, 我记住了。 实则, 张淮安心里可不服气。 他光会教训他, 怎么不自我反省。 分明是他言语, 轻挑在先。 之后, 两人相安无事地回了。 次日张淮安租下一辆马车, 张淮安这才不用和他共骑着马。 三日后, 一行人回到庄子。 张淮安正准备下马车, 忽然听到外头路从高声道。 宁姑娘, 您来了呀。 这音量, 显然在通风报信, 提醒马车里的主子。 昭华去世着张淮安, 要看他是什么打算。 只见, 张淮安平静如常。 他交代他, 安静待着。 昭华顺从地汗手, 遂见他起身出去。 而后便听见他与未婚妻的谈话。 侍妹来此, 是有何事吗? 即日不见世兄, 我心忧虑。 如今见世兄平安归来, 我就安心了。 宁妻无善解人意地说完这话, 视线不由自主地望向马车。 那女子应该就在马车里吧。 宁妻无心知肚明, 面上却装作若无其事。 他没有让师兄作难, 行礼告辞。 师兄安好, 岂无这就回府了。 张淮安目送宁妻无走远, 眼底藏着看不透的沉滞。 马车里, 昭华对张淮安心存鄙夷。 他就继续骗吧, 早晚有一天自食其果。 张淮安侧目转向陆从, 庄内都排查完了吗? 陆从拱手回禀, 回主子, 已命人里里外外寻查过, 线下已无任何异常。 鸣枪易躲案件南方, 昭华姑娘被掳, 责任全在他们, 以后务必要更加小心。 院外, 一随从拦住陆从, 巧声问。 陆兄, 小弟有一事不解, 王后宁姑娘与昭华姑娘这二人, 哪个更要紧先? 明白这点, 以后办事才有数。 陆从倾可两声后, 好为人师地教导对方。 我就晓得, 你们会问这个。 那晚两位姑娘被掳走, 主子选择先救宁姑娘, 这是必然的。 拥王一世, 牵扯朝政厉害。 世家与皇室相互制衡。 近年来世家对牧师皇朝有诸多不满, 有主子这位宝皇党在, 其他世家才没有异议。 若是宁姑娘遭拥王所害, 那么世家必定借机大闹一场。 事业, 往后我们也得保护好宁姑娘。 那随从听完, 总结道, 既如此, 就是宁姑娘更重要, 我也看出来了。 那晚主子, 救下宁姑娘后, 一点都不着急。 陆从白白手, 打断对方这武断的言论。 主子的心思, 能是从面上就瞧得出来的吗? 那晚主子, 不能打草惊蛇, 却派出十二暗卫一路跟随, 暗中保护着昭华姑娘。 主子虚顾全大局, 但也不会治昭华姑娘的生死于不顾, 孰轻孰重, 你自个儿点亮去吧。 一番话下来, 相当于什么都没说。 那随从反倒更加困惑。 陆从却觉得自己点拨透了。 一个是公, 一个是私, 这不是很明显吗? 但他转瞬又犯愁了, 就怕昭华姑娘也不明白, 觉得主子不在乎他。 事实上, 昭华早不在意这些了。 连日赶路, 他十分疲惫, 就想躺下睡觉。 张怀安却将他困在臂弯中, 边吻着他, 边对他说。 我已经找到你的亲生爹娘, 他们正敢往安城。 昭华骤然清醒。 你, 你真把我找到了爹娘? 张怀安笃定地回应他, 你查实, 不会有错。 昭华张大了眼睛, 惊愕又激动, 情绪饱寒, 复杂地待在哪儿。 真的, 吗? 第六十一章不要这样。 昭华开心地笑, 眼眶泛起感动的热泪。 他低头轻柔眼角, 嘴里不住呢喃。 原本也只是想碰碰运气, 毕竟人海茫茫, 天大地大, 我又没有一点线索。 想不到, 真能找到他们。 怀安, 多谢你, 多谢你帮我了这个愿。 他不住道谢, 蕴含着意外和惊喜, 就连声音也有些哽咽。 但这些都是表面功夫。 他清楚得很。 什么爹娘? 那是他为了把他墙留在身边, 找人冒充的。 实际上, 人犯死后, 寻找昭华亲生爹娘, 就是石沉大海。 张怀安则另有打算, 他要给昭华安排一个新的身份。 那身份至少能保证他将来不受欺凌。 一对早年丢失爱女的官员夫妇成为最佳人选, 他们已经再来安城的路上。 少说也有五日路程, 这算是张怀安给昭华准备的礼物。 他希望他能开心些, 早日忘记被掳的经历。 跟他说明亲生爹娘的大致情况后, 他也的确是满眼期待。 我好想早日见到他们。 张怀安轻捏他耳阔, 低头亲吻他, 温热的鼻息喷到他面颊上。 高兴了? 那么, 你要如何谢我? 张怀对上他幽深隐晦的眸子, 捏紧双手。 这男人, 他是满脑子都想着那事吗? 他欺骗他, 给他找对假爹娘来, 竟还舔着脸要他的谢。 张怀憋着怨对之气, 调整好, 扯出一抹明媚笑容。 来日方长, 我以后会好好谢你的。 他说完, 呼得从他眼中捕捉到一傻似的畅王。 未等他辨明那具体是什么情绪, 张怀安轻声而来, 将他压倒在被褥间。 丝丝缕缕的缠绵环绕着, 他呼吸略微急促, 紧张地望着上方的男人。 他只是深深地将他注视着, 微凉地指尖触碰他脸颊。 这动作配合着眼神, 仿佛想将他这张脸牢牢记住。 昭华看不透他, 他没有乱动, 任由他的手指抚摸勾了他脸。 似有叹息从他喉间一出, 他轻轻缓缓地溃淡。 我们都不知来日会如何, 应当顾好眼前。 话刚落, 他就低头掘住他的唇。 昭华深深陷在被褥里, 一只手被他抓住, 食指向扣, 筋络皱起。 他的吻, 既是强势汹涌的, 也是温柔入骨的。 这样还不够, 他扯下他那层轻薄的请衣, 沿着他那漂亮的颈部线条啃咬, 一路往下。 时重时轻的西咬, 在他身上留下以你的红痕。 昭华一直推拒着, 不愿与他亲热。 死啦! 好好的布料, 被他撕碎。 呀! 昭华惊呼, 是因他禁用碎布绑了他的手腕, 又将另一端戏在床头。 他挣扎扭动, 我不想, 你放过我, 下次吧。 可随即, 他的声音就变了掉。 手背绑着, 昭华避不开, 躲不掉, 几乎是任他拿捏。 他胸口又麻又痒, 酥酥软软的感觉, 如同羽毛轻浮过去, 又向海浪打过来, 把他拍在岸上。 忍着那种羞耻的感觉, 昭华试图反抗。 狼狙, 好狼狙, 我没力气的, 你行行好, 让我歇会儿, 嗯。 突然间的软衣袭来, 他发出一声不齿的哼泣。 张怀安一只手, 拢在他脑后, 抓着他的头发, 让他高高仰起下巴, 方便他享用。 他嗓音音哑, 又有无尽温柔。 不用你出力, 昭华难受的清明, 他又何尝不是, 想直接掰开他的腿, 让他自己好受些。 但他没有这么做。 他扶手吻他, 从胸口到小腹。 不须片刻, 昭华眼尾泛起动情的红韵。 他看不见他, 可他做的什么, 他感受得格外深浅。 昭华猛地一个站立, 不, 不要这样, 他怎么可以做那种事? 不行的。 第六十二章哆嗦哀求。 昭华吓坏了, 白嫩的脚撵着背褥, 抬起, 想要踢开张怀安。 可转瞬间, 他就使不上劲儿了。 席卷而来的, 是难以言喻的软与热。 昭华的毛孔都张开了, 头皮发麻, 像是冰冷的身体被热流充满, 他不想离开。 即便昭华不想承认, 可这确实是一种未曾有过的快活。 让人感叹, 活着真好。 床障内是他难以压抑的气声, 以及那哆嗦的, 发抖的哀求。 至于求的什么, 他一片混乱, 完全是遵循着身体的本能需求。 历经一番滋润后, 最美丽的他更是妖魅到极致。 魅态从他眼中流出, 躺到焦红欲滴的唇。 他呼吸短促, 甚至会主动抬起身子配合他。 此时, 他像极修炼成人的狐狸精, 勾人魅惑, 诱人入沉沦。 可在他自己看来, 张怀安才是那狐狸精。 他不是人。 纵然没出什么力, 昭华还是累坏了。 张怀安起来解开他双手时, 他双目涣散, 一副还未回神的状态。 那胸口随着重而急的呼吸, 剧烈起伏。 他就像那迷离的花, 遭到雨水冲击后, 美丽却也虚弱。 这个时候, 他是一点不敢看张怀安的。 相较于他的凌乱, 张怀安的衣服几乎一点不乱, 还是齐齐整整的。 然而, 他身上也沾染上致命的诱惑。 平日里的清冷似血, 已变为灼灼火星。 他也像个活化的妖物, 双眸微红, 克制着给昭华盖上些衣物, 遮挡他那美得勾人荒唐的桶体。 而后他走出床障, 端起桌上茶杯。 与此同时, 昭华缓过来了。 他如梦初醒一般, 立马抱着衣服坐起身。 他面红耳赤, 呆愣住, 不知所措。 这时, 张怀安端着一杯水进帐。 他见昭华坐在那儿, 双腿朝一个方向交叠, 脊背僵直, 却唯独低着个头, 不敢正眼瞧他。 又见他双手抱着胸前那堆衣物, 勉强遮挡他身子, 但大片肌肤都露在外头, 颇有欲盖弥彰之意味。 张怀安从容坐下, 将水杯递到他面前。 喝吗? 嗓音温和, 如春风暮雨。 昭华尖色起唇, 我不渴。 张怀安一眼看透他, 怎么会不渴呢? 明明叫了那么久, 他抬起他下巴, 直视他的羞难。 胆子这么笑, 当初怎么敢接近我的? 昭华才不是胆小, 他是大受震撼后的无措。 就张怀安说话这会儿, 他都无法正视他。 沉默几夕后, 昭华语出惊人。 宁姑娘真是好肤浅, 他这是肯定他的能力, 并由衷赞叹。 本以为他爱听, 可张怀安脸上笑意 瞬间退去, 掐着他的腰, 冷吃到。 没。 良心的东西, 真把我当伺候人的了。 昭华不知自己哪里说的不对, 但还是立马否认。 我不是这个意思。 行了, 先喝水。 张怀安听他嗓音这般沙哑, 不想让他多说话。 他这回没拒绝, 单手接过, 小口小口绰颖起来。 张怀安拨开他并边发丝, 语调温润清零。 你才是个有福气的。 他给他安排的爹娘 会让他过得很好。 还有五日, 他们就抵达安城了。 给他抬一抬身份, 将来的事会顺利许多。 但, 人与人的期待并不相通。 张怀安想着他们会有将来, 昭华却想着快刀斩乱马, 尽快逃离。 怎么逃呢? 昭华早有主意, 一个必定会成功的法子。 第六十三章, 醉了。 晚上, 和张怀安躺在一起睡觉时, 昭华翻身朝他侧卧。 他顺势伸出胳膊, 将它往怀里一揽。 他周身都是他的气息, 觉得太闷热。 想要后退, 但他的胳膊太有力。 他只单手握住他腰, 看似温和宽松地触碰, 实则强势地令他无法挣脱。 他红唇半张, 试探地请求他。 上回护城河里好热闹, 有一艘画坊, 很高大, 我还从来没上过画坊呢。 怀安, 你可不可以? 想去? 张怀安已猜到他下一句, 昭华也不否认, 他稍微靠近他一些, 轻轻点头。 嗯, 非常想。 这次遭人绑架, 我才明白, 生死无常。 我想活得滋润些, 不想等我真的出事后, 回首过往, 才遗憾错过了那些好风光。 他这理由足够让人相信。 张怀安本就因此是想补偿他, 再者, 带他去画坊也并非难事。 事宜, 他没有思索太多, 干脆地答应下来。 只不过, 那画坊并未每晚都有, 最近一次下水是在四天后, 昭华还得再等等。 这倒没什么, 只要张怀安会带他去, 他就很满意了。 就是有点可惜, 算算这日子, 怕是见不到他精心为他安排的假爹娘了。 这一晚, 昭华睡得很沉。 梦里, 他逃出了张怀安的魔爪, 这是个好预兆。 说来也奇怪, 之后的三天里, 张怀安突然就不忙了, 整天都和他待在一起。 起初他还担心他会搓磨他, 可他没有, 他就是心血来潮地教他书法。 静谧的书房里, 昭华手握着笔, 张怀安则握着他的手。 他当起先生来很严厉, 不容许他偷懒。 他自认为写得够可以了, 他却拧起眉风训责他。 见字如见人, 你的字写成这样, 将来如何拿得出手? 再练。 昭华从来不觉得自己的自愁。 在杜甫时, 教习书法的先生还总夸他呢。 是张怀安要求太高了。 昭华不断告诫自己, 忍忍, 再忍忍。 晚膳时分, 张怀安有事与手下商议。 膳时是由吴沈送来的, 他还带来一壶自己酿的酒。 昭华顿感天赐良机。 此前已经知晓, 吴沈是个极恶如仇的善心人。 他想逃离张怀安, 得用上吴沈。 门外有人看守, 昭华无法说太多。 他直接将一张提前备好的纸团 塞到吴沈手里。 吴沈意识到这事不正常, 僵硬地看向昭华。 昭华则是一副凄苦模样, 向他投去求助的目光。 这之后, 吴沈出去了。 昭华一人先用膳, 没有等张怀安。 他望向那壶酒, 给自己倒了一杯。 喝一口。 好了。 他直皱眉头。 张怀安进来时, 看到的就是昭华无头苍蝇, 晕头转向的一幕。 也不知他这是要去哪儿, 烈烈怯怯地一步一摇晃。 他紧锁深眉, 急步走过去, 扶住他。 没有酒量, 也敢喝这么多。 真是不知分寸。 这责备声淡然地近乎无情。 昭华看着醉熏熏, 他无力地靠着他, 嘟弄着狡辩。 不多, 我没, 没有喝多, 我有数呢。 张怀安将他抱到究竟的软榻上。 他双臂自然地绕上他脖子, 并将脸凑过来, 要跟他摇耳朵说悄悄话。 满屋的酒香都不及他凑近时的香气, 能撩拨他的心。 他正好奇他会说什么醉话, 却听他说, 狗官, 你这个, 狗官, 你, 强强明明。 张怀安眉梢冷翘, 他掐一把他腰上软肉, 反问他, 狗官是谁? 昭华迷蒙着双眸, 模糊地回。 张怀安, 狗官。 男人闻言, 眉眼间漫上淡淡笑意。 如同夏漠的第一股微风, 吹散潮热与沉闷。 他捏着他耳垂, 嗓音清润如风。 说得对, 张怀安是狗官。 但我不是张怀安。 昭华眨眨眼, 憋了憋嘴, 委屈兮兮地, 歪着脑袋, 茫然困惑地望着他。 那, 那你是谁? 张怀安靠近他, 眼神透着神秘。 他贴近他脸庞, 语调青阳。 我是, 可随即他话锋一转。 装醉好玩吗? 第六十四章, 日夜囚禁。 昭华哭丧着脸, 敲打他胸口, 没有装醉呢? 我没有。 张怀安话不多说, 直接拿了剩下的酒, 深饮一口, 随即捏着他下盒, 低头堵入他口中。 当此时, 昭华剧烈挣扎。 不, 嘿嘿, 那酒轻裂香醇, 酒劲也来得快。 才一口入喉, 昭华就身子发热, 眼尾飘上一抹红。 张怀安则似笑非笑地打量着他, 用纸腹擦去他嘴角残余酒汁。 还要喝吗? 正好我也想看看, 你真的醉酒是什么模样? 昭华顿觉惊悚。 他一时贪心, 想装醉套话, 问出张怀安的真实身份。 没想到这男人这样诡诈。 要是被他反过来套自己的话, 那样可就糟了。 昭华当机立断, 夺过酒壶, 然后有样学样的, 也来给他度酒。 张怀安没有反抗, 还调整了姿势, 方便他喂过来。 他侯杰上下滚动, 心甘情愿喝下所有。 昭华如法炮制都喂了好几口, 到后来, 他眼眸灰暗, 一把甩开酒壶, 砰得碎了一地。 他还未反应过来他为何这样做, 他就如同野狼冲出牢笼般, 将他扑倒在榻上。 两人的一百堆叠在一块, 亲密无间。 昭华有些醉了, 他方才为他食唇齿相抵, 自个儿也吞进去不少。 张怀安抬手俯过他泛红的眼角, 嗓音润如李全, 又唇似浓酒。 昭华, 告诉我一句实话, 你是真的不愿留在我身边吗? 他恍恍惚惚, 眼前的男人像是愤出好几个来。 他说的话, 他也听不真切, 只看见他嘴巴一张一合地说着什么。 他还看见他目光畅往悲哀。 可是, 这怎么可能呢? 一定是他看错了。 然后, 他就在这软榻上要他。 过程中, 他飘飘若仙。 他甚至想, 等他报完仇, 就让他做自己的男宠。 把他日夜囚禁在自己身边, 取悦他, 伺候他。 这真是件无比快乐的事呢。 别怨礼。 烛光下, 无神反复看那纸上的字。 总算理清楚后, 他一拍大腿, 俺得个娘了。 这可真是。 话说一半, 他立马捂住自己嘴, 下意识往外瞧一眼, 生怕被人听见了。 事关一个可怜姑娘的生死, 无神责任重大。 这纸上的内容, 就连他那老头子, 他都不会透露的。 一日一大清早, 无神就出门了。 他在这庄内出入, 没人会拦着他检查。 一来, 他并非张淮安的仆人。 二来, 他这人信得过。 东院里, 陈夕光芒照进帐内, 相拥而卧的两人, 看起来密不可分, 彼此相爱。 其实呢, 貌和神离, 同床一梦。 张淮安掀起, 他坐在床边, 捏了捏鹅脚, 让自己清醒先。 一回头, 却见昭华已经睁眼。 那愣神发呆, 不知自己身处何地的样子, 倒是可爱。 他昨晚只弄了他一回, 但因醉酒, 他还是很疲惫。 既然醒了, 就早点起吧。 张淮安并不怜香西域似的。 昭华抱着被子坐起身, 他努力回想, 自己昨晚是否说了什么不该说的。 张淮安寄好腰带, 提醒他, 无神那酒酌实厉害, 下回不可再碰了。 嗯。 昭华漫不经心地硬着, 今晚就要去护城上, 他可得早点恢复精神。 这一整天, 昭华最想见到无神。 午后, 无神来送点心。 昭华急切地望着他。 无神不好直说, 暗暗地对他点了下头。 昭华知道, 这是已经半成的意思。 他心中暗喜。 转瞬间, 日头落山。 张淮安履行承诺, 带着昭华出门了。 昭华从未如此紧张过。 他晓得, 张淮安是个厉害人物, 手底下还有很多人。 但这回, 他们拦不住他的。 第六十五章登船, 甜言蜜语。 相比于别城, 安城的护城河更深更宽。 多年未受战争波及, 这护城河渐渐变了异味。 隔三差五, 就有富商贵咒登上画坊, 绕着护城河游行。 那画坊奢华为米, 是夜间一大盛景。 它共有三层, 大道能绒马在上面奔跑。 正是它带动这护城河周边的热闹。 起初是百姓们看热闹, 想瞧瞧那画坊。 之后就有商贩聚集, 往来买卖。 而这样一艘画坊, 不是人人都能上, 塑上一碗, 至少也需百两。 画坊位置有限, 规定每位客人最多带两位仆人。 张淮安就挑了路从在内的四人, 其余人则在岸上待命。 他们的雅间在第三层, 能够远眺安城夜景。 昭华打开闲窗, 让雅间内更流通。 他站在窗边, 夜风凉如水, 浮面而过, 很舒适。 水面反射星月的微光, 时而荡漾, 宛若迎蛇威夷。 安城真是个好地方啊。 昭华发出一声感叹, 转头看张淮安在做什么, 只见他正坐在桌边品茶。 修长玉只还着杯, 一戳一饮, 优雅折仙。 恰有风吹进来, 他衣媚浮动, 如云似水。 这架势, 仿若喝得不是寻常茶水, 而是那仙山上的玉乳穷江。 他真是他见过的人中, 礼数最为周全的。 这样一个人, 他的出身绝对不低。 不过, 昭华已经对此无所谓了。 他今晚就要离开, 想必以后也不会再遇见他。 关上闲窗后, 昭华也来到桌边。 见他杯中茶水浅了, 他便颇有眼力见得给他续上。 张淮安的视线定格在他身上, 眸色清浅近乎透明, 仿佛在透过他看什么。 昭华被他看得发出。 怎么了吗? 明天你爹梁就要到了? 你没想过给他们买些什么? 张淮安突兀地提起这个话题。 昭华但凡反应慢点, 就会被瞧出破绽。 比如, 对于即将到来的亲生爹娘, 他竟然一点不期待, 不紧张, 还有闲心来游壶。 他放下茶壶, 不好意思看他说话, 就低下头去。 连同那漂亮如琥珀的眼, 也合了小半。 我没有赢钱买什么? 我想, 比起送什么, 倒不如让他们知道, 女儿这些年过得很好。 尤其是跟了你之后, 他唇色微微泛白, 快速瞥一眼张淮安的脸色, 才又接着到。 可我又不知, 见了爹娘, 能同他们说哪些事? 思来想去, 我们大多数的时间都在床子间, 唯一一次出游, 还是半道就结束的。 如此匮乏, 连编都编不出像样的。 一而我才, 他说到此处, 胳膊被抓住。 随即, 张淮安莫地将他拽到腿上坐, 他的话戛然而止, 正愣着双眸与他对视。 他眉眼清润, 嗓音一时温和有耐心。 你摆出这副可怜模样, 倒叫我自愧。 说吧, 想我如何补偿你? 出乎他意料的是, 他双臂主动攀上他肩膀, 脑袋贴靠在他颈边。 怀安, 不要这样说, 是我欠你的。 你帮了我这么多, 我却总是惹你不开心。 我想通了, 等明日见过爹娘, 团聚过后, 我就安安分分地做你的女人。 只要你待我好, 哪怕做不成妾, 做你的外事, 我也愿意的。 张淮安无暇推测他这话的真假, 满脑子都是, 他这嘴怎么长的? 总能三言两语就拨乱他的心, 令他心虎起连衣。 差不多的话, 从他嘴里说出来就这样填, 叫人明知危险, 却甘之如疑。 他本就舍不得他。 他如今说这些, 让他心口生出几分智闷。 他一句, 我愿意, 在他听来, 就成了迫不及待的求欢。 张淮安还在他腰上的胳膊收紧, 额尖青筋隐隐浮现, 那清零的预谋也升起浑浊。 所有的冷静自持, 都乱了套了。 昭华秀美平促, 他感觉到他在发热, 发胀, 以及他附下那铁一样的坚硬。 骨茜望如烈火, 越烧越望, 根本扑不灭。 张淮安一把抱起昭华, 走向那小榻。 与此同时, 画坊登船处, 出现了一位蒙着面纱, 温婉端庄的女子。 他那温柔款款的眼神下, 藏着忧郁。 第66章, 宁七吾亲眼目睹。 雅间内, 鼻子的小榻上, 张淮安齐长的身躯, 几乎将怀下女子一整个罩住。 他一袍半截, 双臂撑着两侧边缘, 手背扶起激进暴烈的青筋。 而他下方, 昭华衣衫齐整, 并无多少凌乱。 此刻, 他竭尽所能, 用他那灵巧的手伺候着他。 一来要为今晚的逃跑存留体力。 二来, 他一时半会, 弄不到鼻子药。 张淮安并不知晓, 他这些小心思。 他也怕自己失控, 届时在这要他一整晚, 害他看不了夜景。 但, 他若只是这样, 根本无法帮他疏减。 反倒弄得他不上不下, 叫他腹下愈发炙热。 事实上, 昭华在杜甫就学过如何伺候男人。 可张淮安不是普通男人。 他那小手, 如何能满足得了他呢? 张淮安的谋色越来越深重。 昭华也感觉到他的鼓欠求不满。 他挺翘的穷敌庆出戏汉, 面色红如低血。 河面上, 夜风徐来, 眼儿飘动。 雅间内。 婆娑幽黄里, 柔云浮面暖。 玉女吹消极, 显音鸟鸟智。 陆从他们守在门外, 忽而听到一声沙哑的命令。 端盆热水进来。 片刻后, 陆从将水端进去, 低着头, 不敢乱看。 但余光还是瞥见, 小踏上, 主子怀抱着姑娘, 正温柔地用帕子擦拭他脸颊。 晨时, 画坊开始行驶。 众人纷纷出来有赏。 画坊上有卖个样稀罕物件, 还有露天的歌舞方。 昭华换上男装, 跟着张淮安绕船走。 他瞧见一些好玩好看的, 就兴奋地拉着张淮安驻足, 问东问西。 像之没见过世面, 才被放出笼子的小券。 那小嘴唧唧喳喳, 几乎就没停过。 流光一彩中, 张淮安注目在他一张一盒的嘴上, 眼底深暗如鸳。 天知道, 他多想将他拖回雅间里, 好好弄他一番, 让他这嘴只会说些取悦他的话。 不过他正在信头上, 他若真这么做, 也罢, 等领着他走完一圈, 再把他哄回雅间。 毕竟这夜还很长, 忽然, 他手心一软, 原是昭华悄然牵住他的手。 张淮安侧眸看去, 对上他那明媚的, 如春水荡漾的眼。 他眉风稍聚, 大庭广众之下, 他既做男装打扮, 来牵他手, 实在不像样。 道理是如此。 但, 宽秀之下, 张淮安那温热大掌回应他, 并插入他指缝中, 与他手指紧扣。 若从他们跟在后头, 看见这一幕, 四人面面相觑。 只求别碰上熟人, 否则真不好解释啊。 没常想, 怕什么来什么。 张淮安率先注意到, 那个熟悉的人影, 同仁随之一领, 下意识要松开昭华的手。 昭华却死死抓着他, 一副不怕死, 要跟他并肩作战的样子。 张淮安沉声命令他, 松开, 他却猝着眉, 伤心委屈地反问。 你难道要一直藏着我吗? 淮安, 我既然决定要做你的人, 就不怕被别人知道。 人群中的宁七吾, 无心赏景, 此时已经看见昭华与张淮安。 三人的视线, 就这么对上了。 宁七吾默默站在那儿, 影子与黑暗浑然一体。 纵然隔着好几丈的距离, 他仍能清楚看见那二人互牵着手。 一瞬间, 酸楚涌上心头。 他与世兄自幼就定下婚事, 私下也见过好几面。 每次他们都恪守礼数, 甚至连一句亲密的话都不曾讲过。 他最出格的, 还是上回抱住世兄, 说自己不能没有他。 以前, 他以为世兄就是这样的性子。 他温润又清冷, 似那高山雪, 云间月。 他倾慕他, 却又不敢惦他分好。 可他以为的, 生性淡默的世兄, 竟这么牵着那人的手。 明知这趟上船会遇见什么, 如今亲眼瞧见, 宁七吾还是接受不了。 他连上前的勇气都没有。 他呼吸致闷, 而后立即转过身去, 想假装什么都没看见。 这才是他该有的气量。 他还没走几步, 一个急切地, 婉转的女生叫住他。 宁姑娘! 第67章张淮安, 再也不见。 宁七吾就是昭华约上船的。 他不可能让人这么走了。 宁姑娘, 昭华拦住宁七吾的去路, 眼神清澈友善。 宁七吾站定了, 头一回这样近距离地看对方。 真是一张美丽的脸。 妖娆有余, 娇艳多情。 难怪师兄喜欢。 公子, 你认错人了。 宁七吾语气清冷, 不想当众与对方纠缠。 他的婢女也来拦昭华。 这位公子, 请你让开。 婢女到现在都很猛, 太过震惊, 脑子转不过弯来。 没意识到眼前的人是女扮男装。 昭华果断抓住宁七吾胳膊。 宁姐姐, 你别走。 宁七吾眉心微拧, 保持着世家教养, 不急不躁地开口。 你这是要做事? 婢女也来掰他手, 大胆, 快放开我家小姐。 昭华朝宁七吾身后那方向瞟一眼, 随即靠近他耳朵, 用那紧他们二人能听到的声音道。 怀恩说他好喜欢我, 还坦言, 婚事由不得他, 但妾是却能由他心一血。 是也, 我就想看看, 他说的是真是假。 宁姐姐, 你猜, 我若假装被你推入水中, 他会怎么对你呢? 他顿去那温顺外壳, 眼中闪烁着挑衅与不怀好意。 宁七吾双眸乍惊。 你想干什么? 说话间, 他就想掰开昭华的手。 拉扯推丧的时候, 昭华变了脸色, 一副受到恐吓的表情, 拔高声音。 宁姑娘, 不要赶我走, 我可以不要名分? 啊。 他骤然松手, 借着宁七吾推开自己的力, 假装往后一倒。 宁七吾知道他想使什么手段, 只想着不能让他得逞。 危急之时, 宁七吾立刻出手去拉昭华。 然而, 一眨眼的功夫不知道发生什么。 他竟被一股莫名的力量反推, 整个人栽下围栏。 啊。 那一瞬, 心跳猝然停滞。 更加令宁七吾心碎的是, 他下坠时, 看见宁兄赶到, 紧紧搂住那小公子。 招华主动去找宁七吾说话时, 张怀安并未制止。 这是女人之间的事, 他只是站在不远处看着, 眼中隐藏审视的深意。 他猜到, 素来不好热闹的宁七吾出现在这画坊上, 必然是招华的手柄。 本想看看招华要做什么, 却见他险些落水。 他立马过去救人。 未曾想, 抓住招华的瞬间, 宁七吾尽掉落下去。 连他都没有察觉出, 这究竟怎么回事。 似乎没人推宁七吾。 小姐! 忠心的婢女护主心切, 也跟着跳了下去。 这动静很大, 不少人跑到围栏边看热闹。 几个好事的猥琐男对视一笑, 不约而同地跳了。 两位姑娘别怕, 我们来救你们了。 其实水下, 宁七吾已经被汇水的婢女抓住了, 暂且没有性命之忧。 但随着这么多人跳下来, 他们的处境十分危险。 谁都知道他们存了什么心。 宁七吾的衣裙漂浮在水面, 面纱也不翼而飞。 他还在枪水, 头发湿答答地粘在脸上, 是从未有过的狼狈。 招华也不想, 真害得他们失去名节。 怀安! 怎么办? 快救人! 宁姑娘他! 画房管事的已经抽出绳梯, 丢到河里。 张怀安镇定着, 让陆从他们下水, 拦住那些男人。 只要确保不让他们靠近, 婢女就能将宁七吾救上来。 招华按瓢那不动如山的张怀安, 眼底素冷。 他可真够无情的。 那是他未婚妻, 哪怕婢女能救, 他就一点不担心。 水下, 宁七吾也看见张怀安的反应。 世兄竟然还守在那个女人身边。 宁七吾的身体凉透了。 尽管婢女拖着他, 让他不至于溺水, 可他还是感觉到 一股破镜死亡的恐惧。 忽然, 水中的宁七吾失重, 就像有人在水下拽住了他。 他扑腾起来。 这突来的变故, 连婢女都抓不住他了。 眼看着小姐沉入水中, 婢女哭喊。 小姐! 陆从他们都是男子, 男女瘦瘦不轻, 都不敢贸然救人。 何况, 他们还得负责拦住其他男人。 那些男人在看到宁七吾的美貌后, 都如狼似虎。 再这么下去, 宁七吾真会溺亡。 婢女也没力气了, 仰着头, 冲着画坊上的人大喊。 舅舅我家小姐, 大人, 喂。 说是时那时快, 张怀安如同利剑, 飞跃下水。 几乎在同一时间, 昭华后退到无人注意的角落, 嘴角弯起一抹复杂笑意, 毅然一跃。 张怀安, 再也不见。 第六十八章, 成功脱逃。 张怀安将宁七吾救起后, 却不见昭华的身影。 心呼的一揪, 他俊美的脸上沾着水珠, 顺着他下河滴落。 如玉眼眸良如深谈。 陆从, 在, 小人在。 陆从还在一旁拧衣角, 慌不择路地跑过来。 原本还好奇主子有何吩咐。 定睛一看, 他就明白了。 哇, 昭华姑娘怎么不见了? 陆从机灵, 都不需要张怀安吩咐, 小人马上去找。 这么大的画坊, 脚脚落落都可能藏人。 接下来, 他们将画坊上上下下, 里里外外找了个遍。 半个时辰过去了, 依旧一无所获。 殊不知, 昭华早已借水路逃之夭夭。 他跟张怀安说不会游泳, 其实是骗他的。 为此, 他还故意装了回溺水。 事实上, 他不仅会水, 还特别擅长浮水。 他整个人潜入水下。 双腿一瞪, 人就迅速前滑出一段距离。 月黑风高, 河面上更是黑漆漆的。 这一时半会儿, 张怀安绝对抓不到他。 他以为他怕水, 就会将巡查重心放在画坊内。 当然, 以他的聪明, 他也会想到他走的水路。 但等到那个时候, 他早已逃远了。 昭华如鱼得水, 又似灵巧的水蛇 悄无声息地远离了画坊。 他奋力地往前游。 时而悄悄探出头来, 快速换气后, 又潜入水中。 他的心莫名颤动, 像有只蛙在蹬腿, 踢揣他的胸腔。 他不敢停留, 持续向前。 这个时辰, 城门已经关闭。 但只要沿着这护城河游, 就能直接游到南城门外。 再一路往南, 他便能回到皇城。 昭华凭着这个信念, 一点不觉得累。 终于, 他到了。 守城士兵在城门内, 不会发现他。 怕的就是城墙上的哨兵。 微弱的月光下, 昭华跳了的暗口, 爬上岸。 出水后, 他眼睛发酸。 昭华没有因此, 就懈怠。 之前也有出了城门, 还被张淮安抓回的情况, 不能轻敌。 他不停歇地, 跑到城外南郊。 驿馆内, 有无神给他订好的马。 掌柜的见他这副模样, 多问了几句。 小公子, 你要住店吗? 昭华哪里还有这空闲? 他的心就没落到实处。 总害怕张淮安的人 冷不防地追来。 掌柜又说, 不住店, 至少洗个热水早在赶路。 昭华不理会, 禁止取走自己的马。 骑上马后, 人不觉得轻松。 他驾着马, 向南飞奔。 那夜间的风, 都有股自由的味道。 脑海中思绪万千, 昭华不知不觉就红了眼眶。 驾! 十天后, 一宁静的小镇上, 昭华牵着马, 路过包子铺前, 肚子咕咕叫。 这几天, 他吃的都是野果, 只吃过一回野味, 还是蹭猎虎的。 家儿还什么都没吃过。 真饿啊。 一顿不吃肉, 就饿得慌。 可他身上没银子, 总不能抢吧? 抢? 昭华眼珠子一转, 慢慢停在那包子铺前。 人饿到极点, 做得出来。 昭华想, 就当是赦账, 以后他会送钱回来。 要是再补补补, 他怕自己撑不到皇城。 小兄弟, 饿了吧? 来几个包子。 包子铺的大娘, 热心肠地笑着。 他后面还背着个孩子, 脸皮辣黄, 十分憔悴。 昭华抿了抿唇。 算了, 这大娘的日子不好过, 他还是忍忍吧。 到了林间, 应该能找到野果。 哪知, 那大娘看出他的窘迫, 叫住他。 小兄弟, 拿个包子吧。 不, 我一个铜钱都没有, 昭华如实相告。 那大娘摆摆手, 看出来了。 拿着, 路上吃。 出门在外不容易, 我大儿子跟你一样, 在外都跑货, 收不到钱, 总是饿着肚子回来。 这年头, 都有难处。 一个纸袋, 装着个大肉包子。 昭华颇受感动, 突然一群官兵踏步而来。 昭华心下一慌, 壮若无意地问那大娘。 这是怎么了? 大娘瞅了眼远处, 也不知道出什么事, 最近都戒严了, 巡逻的队伍一查接一查, 弄得人心惶惶的。 昭华直觉不是好事, 立即牵着马走了。 出阵子后, 他正想找个地儿吃包子, 突然瞧见野地里躺着个人。 走过去一瞧, 哼, 真是巧了, 这不就是雍王的心腹? 那个之前掳过他的人吗? 第69章, 踏硬画像, 寻找。 男人身负重伤, 奄奄一息。 昭华自顾不暇, 懒得多管。 他转身就走, 可刚走两步, 身形就顿住了。 紧接着, 他折返回去。 解下马背上的水囊, 往他嘴上倒了些水。 男人缓缓睁眼, 向头绝境中的困兽, 冷冰冰地盯着他。 他也不说话。 昭华从容道, 你是叛臣雍王手底下的。 官兵正找你呢, 想来也快搜寻到这儿了。 怎么样, 要不要我帮你? 男人无力开口, 但眼中的冷意缓和了些。 昭华接着提出要求, 我救你, 你帮我弄个照身贴, 如何? 男人仍然沉默。 昭华这才发现, 他喉咙处有道伤疤。 同意的话, 就眨两下眼睛。 男人照做, 大丈夫能屈能伸, 该求人时就得求。 昭华帮他简单止血, 处理了一下伤口。 见他虚弱得快要死, 犹豫再三, 还是把唯一的肉包子给他吃了。 相较而言, 照身贴更重要, 缘分就是妙不可言。 曾几何时, 昭华还是被他掳的人质。 而如今, 他成他救命恩人了。 男人既是雍王的心腹, 办事能力必然不低。 果不其然, 他出人意料的, 伤还没好透, 就弄来了昭华想要的照身贴。 后来才知, 他自己也要一份照身贴, 方便通行藏身, 给昭华那个是顺带的。 昭华还猜到, 他此行肯定也要去皇城。 之前被掳时, 他就看出那群人里, 就此人对雍王最为忠心。 眼下雍王被押解回皇城, 他怕不是要劫狱。 当然, 这些都不是昭华该关心的了。 安诚, 昭华逃跑的当晚, 张怀安就想到他会水, 但为时已晚。 仔细想来, 从他提出要去画坊, 再到宁七吾的出现与落水, 都是他的计划。 张怀安站在暗桌前, 淡定不迫地作画。 画上正是狐狸一样狡猾的昭华。 他面上云淡风轻, 心中却有浮浮沉沉的红涛。 一边画, 一边听陆从禀告寻查近况。 主子, 目前还未确定昭华姑娘的行踪, 只是偶有几人疑似见过, 若是属实, 那他就是朝南去了。 张怀安将完成的画卷起, 交给陆从。 踏印后, 分发下去。 是, 主子。 陆从接过那画像, 心情跟着发沉。 那晚过后, 他们很快就查到, 是吴沈帮昭华姑娘逃跑的。 但主子并没有诚挚无神, 平静地若无其事。 可他很清晰地感受到, 主子那暗藏的, 可不得愤怒。 他都不敢想, 这回昭华姑娘再被抓回来, 会遭到怎样的折磨呢? 大概是永远见不到天日的那种。 陆从退下后, 张怀安抬眸凝视前方。 果然, 他从头到尾都在骗她。 可笑的是, 他竟还一而再再而三地相信, 他真会甘愿留在她身边。 但是, 他想不通。 他有什么事是非作不可, 又不能跟他说实话的。 就这么逃走, 照身贴, 晶莹细软一样不带。 他这路能行多远? 那纸壶一般的男装。 那若不禁风的身躯, 能抵挡多少风雨? 他不知, 他暗中为他安排好一切, 够他安稳度余生。 他给他交住好的庇护所, 他不要。 那他倒要看看, 他能弄出个什么名堂出来。 屋内流淌着他低沉的字语。 昭华呀昭华, 你最好别让我找到。 这辈子, 最好不复相见。 啪。 岸上的镇止欲生生从中间断裂, 一如他如玉双眸中, 顷刻间支离破碎的真情。 张怀安离开安城前, 去探望了宁老太爷。 老太爷已是出气多, 静气少, 看向张怀安的眼神里, 似乎有千言万语。 宁老爷急语, 父亲, 您一直盼着七吴和淮安澄清, 就快了, 您可要亲眼看看啊。 宁七吴站在床头捶泪, 不发一言。 张怀安也没附和, 例行拜访后便告辞, 就在他跨出房门的一瞬, 一声淒厉痛苦地喊叫, 破空而来。 父亲! 父亲啊, 享有一世英明的您老太爷, 就这么去了。 咚! 宁七吴悲伤过度, 软倒下去, 宁府很快陷入一片悲气中。 一个月后, 天启皇城, 城郊, 一座普通的小院内, 低调的马车停在后门, 一个身材魁梧的男人, 先连下来, 跨入院子。 他轻车熟路地, 敲开一间房门。 随后, 里面的女子开了门, 露出一张不识粉袋, 美艳绝伦的脸。 此人正是不日前抵达皇城的昭华, 他对着男人展开如花笑叶。 第七十章他的身份。 舅舅! 昭华嗓音婉转, 沉淀无数思念与遗憾。 眼前这个高大威武的男人, 是他的亲舅舅, 天启的威远将军。 前世, 舅舅历尽周折找到他, 待他比亲生女儿还要好。 可后来, 他遭算计死在战场, 头颅被活生生割下。 昭华稳住心神, 压下那些伤感。 舅舅快些进屋吧。 给你带的烧鸡, 你尝尝好不好吃。 楚思红是个粗人, 说话也直来直去。 脸上一道疤, 毁了他那张俊朗的脸, 显得凶巴巴的。 再加上他在战场上沾染的戾气, 导致昭华前世很怕他。 昭华双手接过那烧鸡, 微笑着回。 多谢舅舅, 这烧鸡闻着好香。 楚思红板正着脸, 像是天性不会笑。 他若有若无地审视着昭华。 两日前, 见到他的第一眼, 他就觉得他和他姐姐长得像。 后来, 他一生舅舅, 更是令他心潮澎湃, 大梦初醒。 他找了十多年的外甥女, 竟然就这么从天而降。 但, 他冷静下来后, 并没有被激动冲昏头脑。 直到他拿出那欲坠, 他才更加确信, 这就是他的外甥女。 只是, 防人之心不可恶。 楚思红在官场这么多年, 戒心不是一般的强。 是也, 他今天带来了这只烧鸡。 昭华怀念地说起, 而时的记忆大多模糊了, 却唯独清楚记得 舅舅亲手做的烧鸡。 这是我很难得才能尝到的美味呢, 还是舅舅最疼我。 楚思红瞳孔一颤, 他没说烧鸡是他做的。 如此看来, 眼前这人实诚实, 就是他的外甥女无疑了。 楚思红这才完全放下一律, 眼底泛起酸涩。 瞧着外甥女一口一口吃着他做的烧鸡, 他心里别提多高兴。 高兴之余, 还有无尽的感伤与愤恨。 这十几年来, 自己从未放弃过寻找。 他找遍整个天启, 都杳无音讯。 不料, 他竟被卖到大漠。 难怪始终找不着。 那些人犯, 真是可恶至极。 他可怜的外甥女, 不知遭了多少罪。 楚思红眼神悲切, 拳头握得关节咯咯响。 招华抬头看过来时, 他赶忙收敛怒气。 这两天还住得惯吗? 招华满足地微笑。 住得惯? 舅舅, 您不用担心我。 楚思红的伤疤在右脸, 是一道纵贯伤。 他平天野性, 与他那沙法相得一张。 而此刻面对着招华, 他已是难得的温和, 生怕吓着他。 有什么需要的, 尽管跟舅舅说。 对了, 大漠那边可有人欺负你, 告诉舅舅, 舅舅给你报仇。 招华脑海中蹦出一个人来。 那人不是杜老爷, 也不是时常扰他的杜大公子, 而是张淮安。 他对他既有感激, 也有怨。 不过, 他并未同舅舅说这个人。 一来是不想再计较, 二来是想让舅舅宽心。 没有, 我遇见的那些人, 大多对我很好。 楚思红不信, 但也不好再追问。 他还有职责在身, 稍作片刻就得离开。 临走时, 他放心不下招华。 真的不跟舅舅回将军辅助吗? 他不理解他具体, 什么打算。 两日前, 他们相认后, 他就请求暂时住在外头, 似乎在躲避什么人。 弄得他来这儿, 还得偷偷摸摸。 舅舅走后, 昭华站在狼檐上, 任凭风吹乱他并边发丝, 心里十分宁静。 他既然回来了, 一切就还来得及。 夜幕降临, 院子内外越发死寂。 一阵郎郎的车咕噜声 游远极静, 停在后门。 院门一推开, 楚思红和一个披着黑色斗篷的男人, 两人一牵一牢地进来了。 后面那男人脚步更急切, 三两步就窜到了楚思红前头。 屋内, 昭华正坐在暗桌边看书, 听到人声, 他立即起身出去。 一开门, 就看到舅舅, 已经那个拿掉斗篷都冒后, 露出一张悲气脸庞的男人。 那男人见到他, 眼神从悲到惊, 又从惊到喜。 这反应像极了见到死而复生的珍宝, 脚步更快, 更急促。 同时伴随着他抖动的声线。 皇儿, 朕的皇儿啊。 第七十一章, 跟朕回宫。 轩人帝激动不已, 张开双臂, 抱住那思念多年的女儿。 昭华眼眸低垂, 含着复杂的情绪, 换他。 父皇。 他晓得父皇是真心疼爱他, 也找过他许多年。 可他终究不是他一个人的父皇。 他不会像舅舅那样坚持不懈地, 疯狂地寻找他。 久而久之, 有其他儿女的陪伴, 他就能坦然接受, 甚至相信那个丢失的女儿已经死了。 昭华不愿父皇, 可他也不会再依赖他了。 只要他不妨碍自己报仇, 他们就是父慈女孝。 轩人帝松开昭华, 满脸关怀。 皇儿, 为什么不回宫? 你难道不想念你的父皇母后吗? 怎么会不想呢? 重生后, 昭华每天都想着回来。 跟朕回宫吧。 轩人帝嘴上这么说着, 可他这架势, 根本不像是做好准备接他回宫的。 毕竟, 连他自己都是私下出宫。 昭华摇头, 父皇, 这不妥。 我一个突然冒出来的公主, 名不正言不顺。 昭华这话算委婉的了。 要知道, 事实是早在他失踪三年后, 皇室便发出复告, 宣称他已于宫中病逝。 轩人帝一瞪眼, 护独子道, 你是朕的亲生女儿, 是朕和皇后唯一的女儿, 是嫡公主。 哪个敢嚼舌根? 父皇, 我被困大漠多年, 等同于被困土匪窝, 轻欲尽毁, 有损于皇室名声。 前世便是如此, 他以为成功回宫就万事大吉, 却早早暴露在敌人的剑靶下, 被当众构陷成荡妇。 这一切历历在目, 迟疑欠掌一致。 怎么回宫, 昭华自有筹划。 轩人帝眉头跳了条, 意味不明地望向楚思红, 这可如何是好? 总不能让皇儿你一直待在宫外。 楚思红沉默不言, 只看着外甥女。 他直觉, 他不是一个单纯好奇的小姑娘了, 他一定有所筹划。 果不其然, 昭华接下来便躬身行礼道。 父皇, 儿臣能回到天启, 已是上天垂帘, 且有父皇恩泽庇佑。 儿臣不愿皇室蒙羞, 只求能在父皇母后面前承欢膝下, 以弥补过去十多年未尽之孝道。 为维护皇室声誉, 求父皇天儿臣一言。 轩人帝一正一愣的, 都忘了, 让他免礼。 他是着实没想到, 这个女儿如此聪慧懂事。 之后, 昭华就详细说明他的计划。 轩人帝听完, 起初还连连回绝。 不可, 不可, 这太委屈你了。 还是将一切臣民, 当年之事, 不是你之过, 是那些人犯。 昭华东的一下跪在地上, 求父皇成全。 否则臣常规不起。 楚思红也抱拳行礼, 在旁劝道, 皇上就依公主的意思 保拳皇室声誉为重。 如此, 轩人帝才妥协。 他摆了摆手。 也罢, 朕便听你们的。 实在苦了花了。 他直叹气, 可眼皮又是明显放松了。 宫门快要落药, 轩人帝无法久留。 父皇走后, 昭华凝望着远处那轮圆月, 眼中泛起泪花。 舅舅, 母后他还好吗? 楚思红也随着他望向他月亮。 会好的, 他也不想外甥女太过忧虑。 昭华没时间伤春悲秋, 迅速收拾好杂乱的心情。 片刻的沉默后, 楚思红还是忍不住问。 公主, 你这么做, 真的只是为了皇室生育吗? 昭华转身面朝着他, 舅舅, 私下里就不要换我公主了, 显得生分。 楚思红却很死板。 这可不行。 昭华无奈地笑笑, 扯回正题。 随舅舅吧。 不过, 您问得不错, 皇室生育是一方面, 其实还有更重要的原因。 关于我当年被拐卖的真相, 是该告诉您了。 第七十二章, 当年阴谋。 昭华语气深重。 当年, 是贵妃娘娘害我。 反观舅舅楚思红, 他一点不震惊, 仿佛早就料到了。 昭华接着道, 我那时年纪小, 可我记得清清楚楚, 把我打运带走的, 正是贵妃娘娘的心腹。 其实昭华并不记得, 他完全是凭着前世所知的线索, 拼凑出来的真相。 楚思红并未提出任何质疑, 他握着拳头, 眼神素了。 我一直怀疑, 此事与贵妃脱不了干系。 公主失踪后, 皇后一急之下大动胎气, 以致小产。 那还是个成型的男胎。 皇后痛失两个孩子, 这才受不住刺激, 丧失心智。 然后就是皇贵妃接管后宫大权, 她的儿子被册立为太子。 如此看来, 最大的受益者就是贵妃一党。 但可惜, 我查不到任何线索。 说到此处, 楚思红又问昭华, 方才皇上在时, 公主为何不说明真相? 昭华苦涩一笑, 透着些许悲烦。 告诉父皇又能如何? 他岂会相信我一面之词。 这些年, 我不在父皇跟前长大, 对他而言, 只是个有血缘的陌生人罢了。 他会为了我, 废掉贵妃吗? 父皇深爱母后, 可他也深爱贵妃。 那贵妃伪善至极, 莫说父皇了, 前世他也被贵妃骗得团团转。 相比他这个刚回来的女儿, 父皇肯定更加信任 与他相处十几年的宠妃。 楚思红认同他这番话, 并且用一种疼惜的眼神看视着他。 大漠至天起路途遥远, 还要经历重重关卡, 虽然他没有说明整个回城的细节, 他也能想象得到, 这一路是多么惊心动魄, 艰辛困苦。 也难得他小小年纪, 心思深沉又不乏谋略。 这样很好, 防人之心不可无, 尤其是身处皇宫。 公主是想向贵妃复仇吗? 楚思红异常平静, 昭华没有否认。 他眼眸成澈, 却已有经历过生死的沧桑通透。 确切地说, 舅舅, 我是想活着。 不只是我, 还有母后。 我怀疑母后的病也跟贵妃有关。 在他人看来, 只有在沉痛打击下, 皇后的失智才会显得合情合理, 不是吗? 这一点是楚思红没有想到的。 想到自己那可怜的亲姐姐, 她的眼神发寒发浪。 但随后, 她还是语重心肠的劝昭华。 贵妃心狠手辣, 公主虚沉住气, 切莫心急。 一切以自身安全为重, 昭华从善如流。 那就先请舅舅详细说说贵妃的党与势力吧。 好。 接着, 楚思红就把自己知晓的尽数告知给她。 贵妃出身士族, 近年来, 她娘家的权势更是如日中天。 世家连城一脉, 沆瀬一气, 连皇上都不能随意处置贵妃。 她背后的整个世家势力, 又是以当朝相国为首。 他们掌握朝政, 几乎架空了皇权。 相国又是什么来年? 昭华, 秀到贼手的气息, 秀眉微条。 但是,态度不明, 甚至还有由衷的钦佩。 相国卫界, 出身拢幼卫家, 此人颇有君子之风, 是士族的主心骨。 连皇上都很信赖她。 总之, 是个深不可测的人。 昭华认真听着, 这会儿还没什么反应。 但, 几日后, 她亲眼见到这位卫相后, 电光火石之间, 恐惧感清洗了四肢百骸。 第73章卫相 深秋时节, 天凉风寒。 皇家太庙内。 大清早, 一道又尖又亮的嗓音, 驱散敲钟和尚的困意。 应天顺时皇帝, 赵曰, 昌平公主诚信妄为, 骄纵跋扈, 屡教不改, 朕责令于太庙受惩戒三年。 然, 朕闻昌平真心悔过, 每每自责于佛前, 而今特赦公主回宫。 昌平公主, 接旨吧。 那太监面前, 跪着一个身着佛门素衣的女子, 看起来不过刚及及的年龄。 他低着头, 双手接过那高过头顶的圣旨。 儿臣, 谢父皇龙恩。 许是大病异常的缘故, 女子喉咙沙哑。 宣指太监一甩扶尘, 没有为奴之人该有的谄媚。 请公主收拾收拾, 随奴才回宫。 婢女扶起公主, 眉眼间还有悲伤。 一主一仆回禅房收拾行李, 太监则在外头候着。 围墙后, 躲着几个小小年纪的扫地僧。 他们贴着耳朵, 听院内的动静。 随后, 一群人交头接耳。 圣旨说什么了? 好像是要接昌平公主回宫。 好哎, 那恶毒公主总算走了。 这下清静了, 圣旨还说公主真心悔过。 哼, 他才没有嘛, 就晓得欺负我们。 几个小和尚叽叽扎扎时, 唯独其中一个脸色发白, 失魂落魄的样子。 他低声道, 真的是昌平公主吗? 乐觉, 你刚才嘀咕什么? 那名患乐觉的小和尚 慌忙摇头摆手。 没什么, 没什么。 禅房内, 婢女绿兰正为公主更衣。 她无比紧张, 继腰带实, 那手抖得厉害。 绿兰, 你这样, 是生怕别人看不出, 你家公主换了人吗? 哼, 绿兰身形一晃, 摇摇欲坠似的。 公, 公主恕罪。 其实也不怪她, 自家公主前几天刚死, 如今却活生生站在她面前, 换做任何人都会害怕。 没错, 眼前这位, 根本不是真正的昌平公主, 而是由昌华假扮。 她现在这张脸, 是由舅舅找的义容高手所做。 除非与昌平亲密无间, 否则很难分别出来。 不过, 昌华的个头比昌平高一些, 这也能解释得通, 昌平在太庙待了三年, 也该尝尝个子。 昌华单手扶起绿兰。 行了, 别害怕。 我知你是个忠心的, 若你实在不愿伺候我。 等回宫后, 我便将你调到别处去。 绿兰连忙摇头。 不, 奴婢愿意伺候公主。 此贵女冒充昌平公主, 实乃皇上授意, 她哪敢不愿。 就是摸不清这位新主子的性子, 对自己的将来产生些许迷茫。 其实昌华只是随口说说。 她目前还很需要绿兰。 只因, 绿兰伺候昌平多年, 对昌平身边的一切最为了解。 不过她有一事不解。 原本她向父皇的提议是, 假扮成宫女入宫, 可父皇却让她假冒昌平。 她也是才知, 昌平竟然早已猝死在太庙。 可前世, 昌平分明活得好好的, 还嫁了人。 那么, 是谁改变了昌平的命运? 从太庙到皇宫, 约莫半个时辰。 宫门口, 昌华下马车步行。 之后, 他便由太监领着去见皇上。 这个点, 轩人帝正在御书房批阅奏奏折。 殿门大开着, 昌华得到传唤后, 不疾不徐地入内。 只是没想到, 殿内还有旁人在。 一个身形挺阔, 折紫色官袍的男人, 正面朝皇帝, 被朝着他。 昌华停下脚步。 这时, 轩人帝的声音传来。 昌平, 快见过魏相。 魏相? 昌华立即反应过来, 原来子夫男人就是舅舅口中 那个深不可测的天启的大全臣, 魏姐。 轩人帝话落, 那魏相也转过身来。 随之响起男人清润温和的嗓音。 李当游臣仙拜见公主。 转身之际, 他那衣媚在空中清阳, 划过一道漂亮干脆的弧线。 因他脊背挺拔, 身形修长。 这行李的动作可谓是规范优雅。 若清风, 四朗月。 昌华已经做好回礼准备, 却在见到男人那张脸后, 整个人如遭一件穿堂, 身子一颤, 僵硬地停顿。 这个魏姐, 怎会跟张淮安长得一模一样? 不对。 魏姐就是张淮安, 张淮安就是魏姐。 昌华脑子里乱成一锅粥, 那金锯如潮水, 瞬间漫过他全身。 第七十四张表哥。 魏姐欲谋凝合, 行李时视线也不乱瞟。 昌华则快速调整心态, 半低着头, 特意变换阴色, 浮身回礼。 见过魏相, 两人这就算是打过照面。 昌华以为度过一劫, 却听他那父皇看热闹似的打趣。 昌平, 你们表兄妹多年未见, 生分了, 还是叫表哥更亲近些。 昌华心里抖声起一抹惊恶, 耳边嗡嗡响。 表哥? 魏姐竟是他的表哥。 他暗自咬着唇内软肉, 而后硬着头皮换。 表哥有脸, 魏姐眼眸微宁。 公主的性子变了, 变得更稳重了。 昌华心乱如麻, 不晓得魏姐与昌平有多熟悉, 会不会瞧出破绽。 他强行镇定, 都说识别三日当刮目相待, 何况昌平于太庙受惩戒三年呢。 魏姐但笑, 公主能改过自新, 是好事。 说完这话, 他便也还有公务为由, 向轩人帝告退。 昌华没有抬头, 目视着地面。 他从他身侧经过时, 哪怕隔着几尺距离, 他那颗心, 还是不可抑制的加速跳动。 他甚至不敢呼吸, 秉着那口气, 生怕被张淮安, 不, 被魏姐给认出来。 当此时, 他脑海中闪过无数画面。 他在大漠时, 父皇身边的严大人, 就对他毕恭毕敬。 他说他逃不掉, 只要他还在天启, 他就能找到他。 之前他还觉得他大言不惭, 哪里能想到, 他居然是堂堂相国。 百官之首, 帝王之师, 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何况, 龙幽魏家, 百年士族。 昌华有些喘不过气, 他以为, 回到皇城就能彻底摆脱张淮安。 没成想天意弄人。 华啊! 轩人帝呼地叫他, 将昌华的思绪扯回来。 而这时, 魏姐早已走远了。 昌华定了定神, 强扯出一抹笑容。 父皇, 轩人帝起身走到他面前。 他一副慈爱父亲的模样, 安抚地拍拍他肩膀。 让你代替昌平, 朕真是过意不去。 你本该是最尊贵的嫡公主, 如今却成了昌平这个。 昭华温训地接过这话。 父皇千万不要这样想, 如今这般, 儿臣已经很知足了。 儿臣不在乎什么嫡公主的位置, 只求能陪在父皇母后身边尽孝。 轩人帝感动又欣慰。 也罢, 事已至此, 无甚好说的。 以后你便安心住在宫中, 有何事就来找父皇。 昭华温生细语地问, 父皇, 儿臣还有一事, 昌平与卫相他们很熟吗? 轩人帝晓得他在担心什么, 安慰他说。 就昌平那个惹是生非的, 卫相一个恪守仁义道德的君子, 怎肯与他亲近? 皇儿, 放心吧, 他分辨不出来。 昭华仍是心不在焉。 轩人帝摆摆手, 行吧, 去看看你母后。 皇后失智后, 行为不受控制。 轩人帝对外称皇后体弱, 将其管控在魏阳宫内。 殿内还造了个铁栏座门, 生怕里面的人跑出去。 昭华隔着铁栏, 见到一国皇后劈头散发, 抱着两个假娃娃坐在床边。 他嘴里还哼着好听的小曲儿, 像在哄娃娃睡觉。 昭华手抓着栏杆, 那栏杆冰冷刺骨。 那是他可怜的母后啊。 尊贵的皇后, 竟被人像囚犯一样困在这儿。 昭华多想跪在母后面前, 让他那手摸着自己的脸, 告诉他, 女儿回来了, 女儿来就宁来了。 可是, 他现在不能。 他刻着那真实的情感, 用陌生的, 平缓无起伏的语气说道。 母后, 昌平回宫了。 宫里的公主, 皇子, 都得敬称皇后娘娘为母后。 可昭华清楚, 那里面的, 只是他一个人的母后。 贵妃桑尽天良, 给母后下了毒, 让她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母后就会像前世那样, 饱受生不如死的折磨, 痛苦死去。 此时, 皇后沉浸在他自个儿的世界里, 对昭华的话, 没有任何反应。 昭华不能暴露自己, 见过皇后, 便离开了卫阳宫。 真正的昌平公主, 生母早逝, 昭华也清闲, 无需再去拜见他人。 他住在金服殿, 这一晚, 他噩梦连连。 梦里是张怀安掐着他脖子, 逼问他为什么骗他。 梦醒, 昭华发了一身冷汗, 这实在不是一个好兆头。 珠帘晃动, 绿兰急来禀告, 公主, 不好了, 魏老夫人得病, 皇上让您今日随位向一同回魏府探望。 文言, 昭华心跳一致。 第75章, 阳入虎口。 御书房内, 轩人帝面对收拾妥当, 准备出宫的昭华, 与众心肠地叮嘱他。 昌平母妃早逝, 魏老夫人突发病症, 膝下也无其他儿女随时左右。 华儿, 你就以昌平的身份, 尽一份孝心。 而且, 这位家乃士族之首, 你也算是替父皇走动走动, 以招皇恩浩荡。 昭华心思沉重, 若只是去探望老夫人, 他别无他念。 但, 偏偏那是魏界的祖母, 轩人帝还被了跟千年人参, 让昭华带去。 昭华领命后, 心绪繁杂地退出内殿。 绿兰在殿外等候, 恭敬地接下昭华手中的礼盒, 并黏名。 公主, 魏像正在宫门外等您, 昭华淡定如常, 面上看不出一丝异样。 早前, 绿兰就向她大致介绍过魏府的情况。 昭平的母亲戎妃是魏老夫人最疼爱的妖女, 急急后入宫, 成为皇上的宠妃之一。 可惜红颜薄命。 戎妃身子虚, 产后一直不见好。 昭平公主不到三岁, 戎妃便香消玉允了。 女儿早逝, 魏老夫人就将感情投注到年幼的昭平公主身上。 一二, 绿兰跟昭华说这些, 主要是想提醒她。 魏老夫人十分了解真正的昭平公主, 此行去魏府, 要万分谨慎。 宫门外, 停着两辆马车。 魏介站在其中一辆马车边, 将子官服威风气派, 却被她那如玉般朗润的气质压制, 收敛锋芒, 与光同尘。 她身边的随从不是陆从, 而是一个陌生的, 面无表情的男人。 昭华在看见魏介, 已经不像昨日出见时紧张。 她如今顶着昌平公主的脸, 只当她是魏相, 是自己的表兄。 那个来自大漠的昭华, 那个日夜在她身下, 被她欺负的昭华, 已经死在安城。 昭华姿态轻松地走到魏介跟前, 不再避讳跟她对视。 魏相, 魏介对她行剑里, 眉眼流淌着温和, 仿佛是个好脾气的。 公主, 请上马车。 顺利地打过招呼, 昭华脚步都轻快了。 魏府, 马车停下后, 昭华借由步梯走下。 瞧见那魏府的门楣, 阳光正好照在上面, 只觉得光芒万丈。 那些仆婢们, 恭敬站在两侧, 迎接他们。 昭华时刻, 魏介亲自在前引路, 他则跟在后面, 始终跟他控制着十步左右的距离。 到了魏老夫人的居所, 魏介侧开身子, 给他让路。 公主, 请, 这意思, 是要他先进去。 昭华迈开步子, 从容不迫地进内室。 后头没有脚步声, 想来是男女有房, 魏介要在外头等候。 昭华大大松了一口气, 顿觉腰杆都能挺直了。 那是, 魏老夫人躺在病榻上, 旁边有几个婆子伺候着。 他脸色清灰, 不见红润。 看到外孙女, 老夫人眼皮撑开一些, 有了病泱泱的笑容。 昌平, 昌平啊。 他急切地抬起胳膊, 招呼外孙女进前来。 昭华快步走过去, 一个婆子顺势般来凳子让他坐。 外祖母? 昭华握住老夫人的手, 目光全全窃窃窃, 流露出的关心一点不像假的。 魏老夫人自己病着, 却用一种看病人的关切眼神望着昭华。 昌平, 这三年, 可受苦了。 昭华轻轻摇头, 还流出几滴泪来。 不苦, 都是我该受的。 外祖母, 您怎么就病了? 是哪里不舒服? 他将话题从自己身上扯开。 魏老夫人善善道, 人老了, 各样的病就出来了。 眼前瞧着你, 外祖母自然也就舒坦了。 昌平啊, 不走了, 多陪陪外祖母。 他看着面前这张脸酷似已是女儿的脸, 失神地想要抚摸。 尽管自己这张假面毫无破绽, 昭华还是怕被人处。 碰! 昭华眼急手快, 双手握住魏老夫人那只松弛皱疤的手。 听外祖母的。 昌平不走, 昌平伺候您, 直到您痊愈为止。 他只是一时应付之言, 讨魏老夫人欢心的。 却不想魏老夫人还针就当了针。 当天魏家就派人去宫里, 向皇帝说明情况。 宣人帝大手一挥, 难得他们祖孙秦深, 那便让昌平是急吧。 昭华得知此情后, 急得团团转。 这可不行啊。 他本就想离魏街越远越好, 怎么还洋入虎口了呢? 第76章, 眼睛向他。 皇病不可为。 这天, 昭华就被安排在老夫人的院内, 乡房住着。 听绿兰说, 昌平小时候也是住的这间房。 用过午膳后, 昭华几乎都在陪老夫人。 老夫人关心他的婚事, 也叹息他虚度的这三年。 昌平, 你实话告诉外祖母, 你可还喜欢赵家那个。 赵凌渊, 昌平的心上人。 他是炭花郎出身, 长得风流俊朗, 一表人才。 昌平当年就是为了他, 才会极度之下犯下大错, 差点害死赵凌渊的白月光。 他为赵凌渊做的那些荒唐事, 几乎全成皆知。 即便自己也有婚约在身, 他也不知收敛。 魏老夫人最操心的, 就是这个外孙女。 昌平安抚老夫人, 赶忙摇头否认。 外祖母, 我早想通了。 赵凌渊心里没有我, 我不该苦苦追着她。 我会找个真正喜欢我, 疼爱我的男人。 她这些也都是实话。 魏老夫人无比欣慰。 好, 好啊。 你能这样想, 外祖母就安心了。 晚间, 昌平安回到厢房, 绿兰神秘兮兮地告诉她。 公主, 奴婢晓得老夫人如何病得了, 原是被魏相给欺病的。 昌华顺口一问, 这从何说起? 绿兰机灵地关上房门, 接着道。 本来定好, 来年春日, 魏相就要迎娶您家小姐。 但因您老太爷去世, 您小姐叙手丧, 这婚事又得往后推延。 昌华听到这些就心烦, 她皱眉打断, 这些事以后不要再打听。 绿兰也意识到, 妄自议论此事不妥, 赶忙低头认错。 昌华这心里不上不下的。 她询问绿兰, 我与表哥不熟, 对吗? 同样的问题, 她昨日也问过父皇, 但父皇总给她一种信不过的感觉。 还是绿兰更了解昌平? 绿兰给她的回答是, 不熟的。 公主还很怕魏相。 听公主说, 她儿时在魏府小住, 仗着魏老夫人疼爱, 打翻了魏相的厌台, 当场就被魏相用戒齿打了几下手心。 从那以后, 公主就对魏相退避三舍了。 还有三年前, 公主犯错。 满朝文武, 魏相第一个开口, 要皇上严惩不戴。 昭华这就有数了。 如此看来, 魏界应该也不想亲近这个表妹。 绿兰也不知该不该附和, 想想还是点了点头。 在她看来, 魏相确实对昌平公主颇为冷淡。 了解了这些, 昭华就坦然住下了。 魏府这样大, 他和魏界都不希望碰上对方, 那就不会有交集。 然而, 事与愿违, 四日, 魏府来了得不速之客。 此人正是赵灵渊的白月光, 苏婉。 当初昌平为了除掉这个情敌, 再马上动了手脚。 害得本就不善其事的苏婉摔下马, 昏死几日后才苏醒。 苏婉那次以后就落下了病根, 如今是一副病美人的模样。 说是来探望得病的魏老夫人, 可乍一看, 苏婉的病弱姿态更重。 苏家与魏家沾着远亲, 何况来者是客, 众人都对苏婉以礼相待。 一行人陪魏老夫人在院子里坐着, 魏界下朝经过, 也陪着坐了会儿。 苏婉摆出求和的姿态, 频频对昭华散发笑容, 期间还提起她与赵凌渊定下婚妻一事。 魏老夫人觉察到这苏婉来者不善, 担忧地看向外孙女。 若是真正的昌平, 可能立马就先桌子了。 但现在的她是昭华。 昭华连赵凌渊长什么样子都不清楚, 自然毫无反应。 她还大方地道贺。 苏婉明显震了一下, 玄机微笑说道, 三年未见, 公主变得不似从前了。 在寺庙中修行, 果然能沾染佛性。 公主这双眼睛与从前大不相同, 如此清澈的眼神, 漂亮地像泉水。 昭华点查的动作一顿, 果然, 最了解你的, 恰恰是死对头。 易容可以改变脸部, 唯独这眼睛很难做出大改动。 更要命的是, 昭华不经意的一个抬眸, 正好对上未接投来的视线。 她也在看她的眼睛。 男人眼底暗暗地一领, 平日里未曾注意, 昌平这眼睛为何看着如此像她? 第七十七章落水, 让她道歉。 卫界的视线太过强烈, 昭华很难忽视掉。 她率先转脸看苏婉, 皮笑若不笑地威吓道。 苏小姐羡慕的话, 本公主也成全成全你。 这嚣张的, 凶恶的语气, 颇有昌平从前的味道。 连绿蓝都恍惚了一下, 还以为真是曾经那个公主。 苏婉敢笑笑。 公主好意, 苏婉心领了, 实在是身子虚弱。 为何会虚弱, 还不是三年前被昌平所害吗? 魏老夫人越听越不得尽。 这个苏婉, 原以为她是个温顺懂事的, 没成想那小心思一套一套。 嗨嗨, 老夫人用咳嗽打断苏婉的话, 并直言自己乏了, 要歇息。 这与逐客无益。 苏婉识劝, 主动起身道辞。 万望老夫人保重身子, 晚辈改日再来探望。 说话间, 她还有意无意地看了看昭华。 怪, 真是太奇怪了。 即便过去了三年, 可一个人怎么会有这样大的变化呢? 从前的昌平就向他刺猬, 一击就炸。 而眼前这个, 眉眼间一点力气都没了。 昭华已觉察到苏婉的疑心, 主动提出送送她。 送客这事儿, 怎么也轮不到尊贵的公主来。 显然, 昭华是别有用心。 魏界拦下那想要制止的婆子, 任由昭华去了。 同时, 她眼中扶过一道暗芒。 不到片刻, 从外头跑进来一个婢女。 她见魏界这个能主事的在, 便急切地禀告她。 出事了? 公主和苏姑娘落水了? 婢女这话刚落音, 就见大人拂袖而出。 偏然身影, 将那路边红风都湿了色, 一切光影都追着她而去。 卫府内有一人造湖, 湖水不深, 也不浅。 虽不至于淹死人, 但对于不会水的人来说, 还是有一定危险性。 魏界赶到时, 两位姑娘已被救上岸。 他们都湿漉漉地坐在草地上, 由婢女给他们整理, 披上干净衣物。 苏婉身子弱, 进了水便一直咳嗽。 她那架势, 像是要将肺给咳出来。 奇怪的是, 一边咳, 还能一边控制着说话。 公主, 你为何? 为何推我入水? 这样控诉性的话, 让绿兰慌乱无措。 遥想三年前, 摔下马后的苏婉, 也是在晕倒前, 只认昌平公主, 那表情真是如出一辙。 昭华气呼呼地, 屏着不能吃亏的原则, 冷森森地盯着苏婉, 咬牙切齿。 苏婉, 本公主跟你势不两立。 你这不要脸的贱人, 方才是我推的你嘛, 分明是你想诬陷我。 你跟赵凌渊般配得很, 恶心我也就罢了, 还得恶心我外祖母。 你适合居心, 再敢来卫家撒一眼, 我撕烂你的嘴。 旁边的绿兰, 佩服得五体投地。 公主真的太灰眼了, 简直是死去的昌平公主附体啊。 苏婉瞧着眼前这个熟悉的昌平, 身子瑟瑟发抖。 她转向旁观的卫界求助, 两眼泪汪汪, 还捂着心口, 要咳不咳。 相国大人, 不是这样的。 嘿嘿, 我绝无诬陷公主之心。 大人, 我。 还没说完, 她就晕了过去。 卫界当机立断, 让婢女把她抬去厢房, 务必要伺候妥当。 随后, 她看向那像条疯狗一样的自家表妹。 光用看似温和的眼神, 就能将她震慑住。 昭华立马低下头, 在婢女的搀扶下站起身。 她委屈又愤恨, 还带着股乖张不服的劲儿。 表哥, 我真没推她。 卫界方才还觉得 她的眼睛很像那个女子, 如今看来, 自己真是糊涂了。 可惜了那双眼睛。 公主还想去太妙是吗? 卫界严肃地反问, 其威胁恐吓意味不言而喻。 其他人只觉得 大人最温柔不过了, 连对着昌平公主这样的, 也能保持君子风度, 不怒不躁。 昭华方才张牙舞爪, 大骂苏婉, 只是为了打消苏婉对她的疑心。 眼下目的已达到, 至于这人是不是她推的, 她不欲做更多辩解。 她佯装受制于卫界, 憋屈地, 敢怒不敢言地转身离开。 公主, 且慢。 卫界那温和声线, 总给人一种 她有伤有良的感觉。 其实不然, 她的态度分明很强硬。 卫相还有什么要说? 公主是皇室贵胄。 难道不知有错理应 赔礼道歉吗? 昭华气步打一处来。 她怒视着卫界, 我不去。 是她错, 不是我。 这愤怒是真实的。 卫界也太是非不分了。 偏帮外人, 却不心疼自己的亲表妹。 难怪真正的昌平 不喜这个表哥。 然而, 她的怒火落在卫界眼中, 反而向什么击中她, 令她再度有种 难以言状的熟悉感。 第七十八章错刃, 魔正了。 仅仅一瞬, 卫界就收回视线, 恢复平常。 她大而又淡地开口。 公主, 真相如何, 没多少人在意, 他们只认受害者与加害人。 点拨完后, 卫界便走了。 昭华听出, 他这是再叫他, 也应该像苏婉那样 装个受害者。 他有些看不懂了。 他对昌平这个表妹, 究竟怎样呢? 公主, 我们, 绿蓝玉玉还修。 昭华语气上扬, 先回房换身衣服。 是, 公主。 莫运轩。 此处是卫界的住所。 院门把守森严, 寻常人不得随意进出。 卫界站在一脚亭内, 凝望着远处。 风吹起他衣摆, 他视线停滞, 一动不动。 他想, 自己真是魔证了。 再怎么着, 也不能将昌平和那个女子联想到一起。 从安城回来后, 他就抛下了张淮安这个身份, 刻意遗忘那个满嘴谎话, 骗他至身的女子。 甚至连他的名字都不想提起。 说不上恨, 也没有释然。 只是, 恢复这种百无聊赖的生活, 有些无趣罢了。 不知他现在过得如何, 又与何人在一起? 四季此, 卫界的瞳孔猛地缩紧, 还是得找到他。 问问他, 到底为何离开自己。 此时的卫界, 与平日里温和清雅的模样, 相去甚远。 他眼底浮动着寒凉, 如寒冰炸裂, 蹦出逼人的尸骨破翼。 客房那边, 苏婉已经醒来, 婢女帮他换上干净衣物, 还把他的头发擦干。 瞧着小姐如此苍白的脸色, 婢女一脸愤慨。 小姐, 昌平公主太过分了, 皇上就不该把她放出来。 苏婉虚弱无力地捶着手。 别这么说, 公主只是太喜欢凌冤了。 闻言, 婢女更加气不过。 本来就是昌平公主横插一脚, 赵公子一直喜欢的就是小姐您, 她凭什么跟您争? 受奴婢说句大不尽的, 即便没有小姐, 赵公子也不会喜欢昌平公主的。 她恶毒又跋扈。 好了, 别说了。 苏婉阻断婢女的议论, 看起来温柔大方。 这时, 门外响起令她们心惊的声音。 继续啊, 本公主还想听呢。 苏婉一回头, 就见昌平公主推门而入。 当此时, 婢女已身户在苏婉前头。 公主, 您又想对我家小姐做什么? 昭华还会说什么? 绿兰条件反射地冲上前, 先打了那婢女一巴掌。 放肆! 就你这贱婢, 也敢对公主无礼。 绿兰又回到当初跟着公主为非作歹的状态, 简直得心应手。 婢女挨了打, 眼泪打转。 苏婉拖着病弱的身子站起来, 试图拉开婢女。 公主, 有什么冲我来? 嘿嘿。 昭华微微一笑。 苏小姐说的什么话, 我来看看你而已, 是你的婢女不懂规矩。 以下犯上的论断我, 还以为我要伤害你? 奇怪, 本公主就是这么歹毒的人吗? 绿兰立即附和, 我们公主善良着呢。 苏婉紧绷着身子, 抢笑道。 确实是我婢女的过错, 请公主宽恕。 昭华冷笑, 自然得宽恕了。 谁叫本公主善良呢? 不止不计较, 你故意落水陷害, 还专程来给你赔布侍。 苏婉还要狡辩, 公主, 我没有。 昭华坐下。 碰。 她往桌旁拍了一把匕首, 悠哉悠哉地说道。 苏小姐, 这三年, 本公主可是每天都在想你呢。 今日这是真相如何, 你我心中有数。 我也不说那些虚的, 直到一句, 来日方长, 我们且行且看。 苏婉脸色喀白, 生怕真被匕首所伤。 昌平发起风来, 什么都做得出。 而她现在没有帮手, 绝对不能硬碰硬。 公主, 臣女告退。 苏婉赶紧带着婢女离开。 绿兰顿觉痛快。 公主, 他们总算是走了。 苏婉真可恨, 三年前就是她恶言相机在先。 我家公主才会一气之下, 做出那等事。 今日, 她又故技重施, 想让公主您失控, 真卑鄙。 昭华没接话, 她吓跑苏婉, 是不想对方再纠缠自己。 她抬头, 正好能从同镜中看到自己的脸。 舅舅找的那个高手真不错, 比她自己那三角猫的一绒术高明多了。 这脸防水得很, 一点破绽都没有, 但眼睛就比较麻烦。 先前卫界显然也留意到了, 她那眼神令她惶惶不安。 昭华想尽快回宫, 否则就有暴露的危险。 但接下来, 当晚发生的一件事, 险些将她推向深渊。 第79章, 叫她昭华。 月影婆娑, 竹影四美人, 先先然落于墙上。 将近此时, 卫府后林内, 昭华披着一件斗篷行走其间。 她睡不着, 思索如何能让魏老夫人的病早些好。 思来想去, 自己能做的就是让老夫人开心, 这有助于病情恢复。 又想起, 白天老夫人无意间说过府中的秋芙蓉。 于是, 她跑到这后林, 想捡一些摆在老夫人床头。 老夫人瞧见喜欢的花, 心情自然也会好转。 绿兰睡得很沉, 昭华就没有叫醒。 哪怕只身一人来此, 有星月作伴, 就不害怕。 昭华提着一只小灯笼, 用它罩着花枝, 想选出几朵好看的。 四周分外安静, 只有她脚踩枯叶的嘎吱声。 昭华提起裙边, 缓慢地行走在那秋芙蓉花下, 细看细选。 忽然, 她发现了一朵可爱的, 开得正好的。 可惜她的位置有些高, 昭华高抬起胳膊也够不到。 她放下灯笼, 脱下碍湿的斗篷, 点起脚尖来摘。 手指触碰到花筋的一瞬, 暗处伸来的一只手, 默然勾住她腰, 将她整个人带向黑暗。 啊! 昭华本能地发出一声惊叫。 但随后, 耳边响起那可怕的低沉呼唤。 昭华, 约某一个时辰前, 未接今夜还是很难入睡。 从安城回来后, 她就时常这样。 帐内昏暗, 床榻上只有她一人。 可她总感觉有个无形的身影困着她。 那种从未有过的空虚, 如温水煮蛙一般, 缓缓侵入她, 悄无声息地折磨她。 她无法排解。 仿佛只有让那无形的身影变得有形, 她才能睡个安稳觉。 白天, 她几乎很少想起那人。 但一到黑夜, 她压制在心底的东西, 就跑出来了。 他们像烈狱的小鬼, 在她头脑中叫嚣着。 而今夜, 他们令她想起那双熟悉的眼睛。 那双美丽的, 清澈的, 狡黠的, 分外生动的眼睛。 就好像她也在暗处注视着她, 引诱着她。 随之, 她又荒唐地想起昌平, 确切地说, 是昌平的眼睛。 她心里发闷, 想要驱散这些乱成团的东西。 哗! 卫界拉开账慢, 起身更衣。 她眼底透射出寒心点点, 勉强保持着冷静。 外面有风, 只要吹吹风, 就能让自己平静下来。 下人们没有卫界的允许, 都不敢跟过去。 卫界走出了墨运轩, 一路上总能看到巡夜的仆人。 她需要个清静的地儿。 府中最清静的, 就是后林了。 那儿有间小木屋, 守灵的老仆正在屋里喝酒消愁, 见到卫界过来, 立即恭敬地迎上去。 大人, 您怎么来了? 快请进。 扑面来的酒气, 令卫界眉头微皱。 酒有美名, 为忘忧君, 少饮可助眠。 那老仆见她瞧着桌上的酒壶, 赶紧倒了一杯, 双手盛上。 大人, 尝尝。 卫界没拒绝, 修长静白的手指, 还着卑鄙, 随即一口饮下。 就这样, 一杯又一杯。 等她离开小屋, 以为自己很清醒, 丝毫不察。 她那脚步不稳, 视线都散了。 老仆不放心地跟上。 大人, 老奴送你。 卫界摆了下手, 嗓音依旧清润, 完全没醉事的。 不必, 回吧。 走着走着, 她看到一团微量。 那是个女子, 提着灯笼在行走。 再后来, 她脱去斗篷, 那背影, 那身段, 与她记忆中的, 那个人几乎没有分别。 那一刻, 她的理智再也压不住那些小鬼。 她那根扯紧的弦, 也崩坏了。 变故只发生在一叉。 昭华毫无防备, 地上的灯笼被那人踢开。 她则被压在树干上, 一膝间看清那人后, 她满脸惊惧。 喂笑! 她紧紧搂着她不放。 昭华, 她深深望着她那双眼睛, 抬手轻抚她眉眼。 昭华心头一阵慌乱。 放开我! 温相, 你认错人了。 她推荡挣扎, 几乎不敢想, 卫界是怎么认出她的, 又会怎么对她。 第八十章不要。 卫界抬起她下巴。 为什么要走? 为什么离开我? 你骗我的吗? 那些话, 就没有一句是真的吗? 你真是混账, 我真不甘信你。 她手指用力, 捏得昭华下巴生疼。 嘴上说着恨疾的话, 却有缠绵的温柔, 浑浊的眼睛里流露出来。 也就是这个时候, 昭华觉察到她的异样。 她喝醉了。 昭华正庆幸自己没有暴露身份时, 卫界忽然低头吻来。 她相当熟悉她的身体。 抱上后, 确定是她, 她就一发不可收拾。 心狂热跳动, 一下又一下, 狠狠撞击着肋骨。 热血在体内翻涌澎湃, 整个人几乎要亢奋起来。 她晓得自己喜欢哪儿, 也晓得她喜欢她碰她哪儿。 昭华极力抗拒着, 又不敢大叫。 她怕把别人引来。 她的手捏着她, 用力捏着。 昭华害怕地直抖。 嗯, 放开。 她的气息包裹着她, 突然如海浪般冲刷着她。 那样浓郁, 强烈。 男人的大掌 拢着她最柔软的地方。 昭华身子发软, 晕乎乎的。 随着她的靠近, 她记忆深处的画面 活跃地跳动。 那好些个夜晚, 她们云翻雨覆, 她的温热如青如柱。 即便她不想去想起, 她的身体却记得。 昭华两腿无力, 后背寡蹭着树干, 传来一阵疼。 面前的人如同一团火, 在她身上大肆燃烧。 火热炙烤着她, 也顶着她。 她被推向高处, 又热又虚弱。 她深深地吻着她, 仿佛要把她吞进去。 昭华喘不过气了。 她捶她, 挠她。 这林中死寂无声, 只听到她重且沉的呼吸。 当她的手也探向深处时, 昭华陡然惊起, 眼睛瞪大。 不, 不行。 她紧促着眉, 抓着她胳膊, 却无力阻止她。 昭华请客间瘫软了。 她仰着头, 掩饭着水雾, 欺蒙楚楚。 不要。 突然, 或许是她情急之下, 迸发出惊人的力量, 又或许是未接泄了力。 总之, 她竟真的把人给推开了。 而且, 她就那么倒在地上, 一动不动。 昭华整个人顺着树干滑下, 呆坐在地。 紧接着, 她回过神来, 慌忙拢进被扯乱的衣衫。 而后, 她拿起自己的斗篷和灯笼。 刚要跑开, 又想起刚才她对她做的事。 转而又折回去, 迅速用帕子擦拭她手。 忽然, 她五指收拢, 用力握紧她的手。 醉意朦胧间, 她嗓音低沉缠绵。 回来。 昭华听清了, 心猛跳着。 她哪管得了那么多, 急忙一根根掰开她手指, 正拖出来。 确认没留下丁点自己的痕迹后, 她才放心离开。 原本想摘的那朵秋芙蓉, 也抛之脑后了。 那酒狠练。 守灵的老仆也醉得厉害。 她恍惚间, 瞧见一个人影飞跑过去。 再一看, 又什么都没见着。 相反, 绿兰在睡梦中惊醒。 起来首夜, 却见床上空无一人。 她以为自己眼花, 揉了揉眼睛。 随后, 她大惊失色。 不对啊, 公主去哪儿了? 绿兰赶紧出去找人。 巧的是, 昭华正好回来。 她气喘吁吁, 仿佛后头有鬼差在追赶。 公主, 您去哪儿了? 昭华二话不说, 直接将绿兰拉进屋, 旋即砰的一声关上门。 绿兰又瞧见, 公主嘴唇格外红润, 衣衫齐褶凌乱, 眼神惊魂未定, 像是真的遭遇什么不好的事。 昭华缓和下来后, 冷静又严肃地吩咐绿兰。 记住, 我今夜一直待在房里, 哪儿都没去。 绿兰一愣一愣的。 记, 记住了, 这一晚, 昭华始终没睡着。 等到次日, 她才真正平复下来。 这一整天, 她都没见过魏姐。 只是听婆子向魏老夫人禀告。 老夫人, 大人昨晚竟然醉倒在后林, 这真是奇事, 从来就没见大人喝醉过。 更别说, 魏老夫人也觉得稀奇。 她那样有分寸的人, 怎么也会喝醉。 思索过后, 魏老夫人命令婆子, 你今儿什么都别做了, 只需办一件事, 从我院里挑个机灵的, 送到莫运轩伺候。 婆子听完, 无比诧异。 老夫人, 这, 昭华也跟着眼皮一跳。 她听明白了, 这是要给魏姐塞个通房啊。 第81章 魏向今日不对劲。 昭华非常赞成老夫人此举, 魏姐有了其他女人, 自然就消停了。 事实上, 魏家规矩大, 老夫人也不敢明目张胆地 往孙儿院里塞女人。 此次安排的婢女, 连通房都算不上, 只是用来解闷。 她那孙儿, 年纪轻轻, 就做了一国之相, 成日里忧国忧民, 担子太重了。 本想着她成婚后, 就能有个知心人陪伴着, 不料碰上七五首相, 又得拖上三年。 三年啊, 想想看, 这得把人憋成什么样? 昨晚都戒酒消愁了, 将来若沾上这酒饮可怎么办? 不如先给她送的 知根知底的婢女伺候着。 至于这其中的分寸和尺度, 放在眼前红袖天香也是好的。 另一边, 卫界照常朝会。 君臣们还在为如何处置雍王而争论。 宣人帝念及兄弟之情, 想留雍王一命。 大臣们多有劝谏, 乱臣贼子就当诸, 不可放虎归山。 宣人帝向卫界投去求诸的眼神, 希望她。 这个相国能与自己同一阵线。 但, 卫界并未接收到。 他人站在那儿, 心却不在。 昨晚残存的记忆光怪陆离, 着实起义。 他似乎是醉了, 可经历的那些无比真实。 他抱着的是温热熟悉的身子, 他亲吻她, 抚摸她, 甚至还想完全占有她。 他记得昨晚的女子, 有一双他熟悉的眉眼。 然而, 怎么可能真是她呢? 最终未接的理智更倾向于这是一场梦。 许氏昨日, 苏婉提起眼睛一事, 让她想法太多, 乱了心神。 但她还是让人去调查此事, 看昨晚后邻有谁闯路。 宣人帝也察觉到, 她的好相国, 她只好先退朝, 而后单独将魏界留下意识。 卫相, 勇王这事儿, 你怎么看? 难道非要阵斩杀自己的亲兄弟吗? 宣人帝优柔寡断, 魏界便拱手直言。 反君之臣, 不杀部族以阵朝纲, 故军心, 谨示人。 吴皇仁后, 念手足之情, 然, 手足相残, 致使白体无一宁日, 比之断一臂而全白体。 何如? 承言仁德之心不可无, 然, 仁德虚向能知错者, 知而能改者, 改而不再犯者。 此三子, 勇王可能答呼, 天启以律法制人, 而非以仁制人。 皇上, 此事从一开始, 便很明确了。 魏界这些话置地有声, 令人无法反驳。 宣人帝轻叹一声, 魏相所言, 句句在理, 朕也应当顺势而为。 言罢, 他向殿外宣人。 来人, 给朕一指。 傍晚时分。 魏府, 昭华正在陪魏老夫人。 婆子领着一名婢女进内室。 那婢女模样秀丽, 又不狐媚, 老夫人看着就满意。 你叫什么名字? 婢女回, 老夫人, 奴婢见名春莹。 老夫人又问, 若要你去墨韵轩, 你可知如何伺候? 春莹小脸红扑扑, 浅色的唇涅如掌。 奴婢知道, 她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去。 此时, 又一名婢女掀了帘子, 入内禀告。 老夫人, 大人回府了。 魏老夫人眼神一亮, 让她过来。 闻言, 昭华当即起身。 外祖母, 既要谈表哥的私事, 我不便在场。 魏老夫人, 却拉住她的手。 你就坐着, 人多好说话。 昭华如芒在背, 哪里还坐得住? 奈何魏姐这就到了。 魏姐一进来, 就瞧见祖母满脸堆笑, 又见昌平公主在侧。 她坐一礼道, 问公主安, 祖母安。 昭华汉手回礼, 魏老夫人让她先坐, 然后才向她介绍。 这是我院里的春莺, 这丫头做事细致。 你身边有个这样的人, 祖母就能安心了。 春莺羞怯地朝魏姐行礼, 家人半垂手, 如含苞带放的花菇盾。 魏姐的视线掠过, 面上不显一丝喜怒, 平静地向她凉了的茶。 她知道, 祖母费心了。 但孙儿内院从来不设女币, 怕是用不惯。 老夫人趁热打铁, 用用就惯了。 男子可没有女子细心, 魏姐谋色微变, 祖母应当知晓魏家规矩。 她明明没有任何怒意, 室内的气氛却陡然冷掉似的。 这诡异的寂静, 连魏老夫人都意识到自己说错话, 抓着昭华的手, 疏然一用力。 魏姐站起身, 有温和笑意, 却不达眼底。 祖母, 若无她事, 苏儿告退。 昭华感到老夫人的失望, 她也是。 或许春莺长得不是魏姐喜欢的类型。 莫韵轩, 随从向魏姐禀告。 大人, 守灵的老仆说, 昨晚一夕见到有人仓皇逃出后林。 魏姐目光一沉。 第82章公主去过后林, 魏姐让手下暗中调查昨晚的女子。 同时, 她也有个较为怀疑的人。 目前能扰乱她的, 也就只有昌平公主的那双眼睛。 在自己院中用完晚上后, 魏姐又去看望祖母。 走至长廊, 她恰好见到昌平公主。 见过公主, 魏姐率先行礼, 淡然如风。 昭华眼睫半锤, 表哥是来见外祖母的吗? 真是不巧。 外祖母刚睡下, 魏姐目光辽远地望向主屋。 旋即, 她收回目光, 直言不讳地问。 公主昨晚是否去过后林? 昭华微微一震, 随后就调整过来, 毫不心虚地回。 没有啊。 我昨晚很早就睡了, 怎么会去后林呢? 表哥为何这样问? 她神情无辜, 看起来不像撒谎。 实际上, 她手心发汗, 坠坠不安, 生怕魏姐想起昨晚的全部事情。 她甚至连眼睛都不敢抬。 天知道, 她为了在魏姐面前隐藏, 都对自己做了什么。 为防止魏姐联想到更多, 她特意将树胸缠紧了。 同样紧张地, 还有站在她后面的绿兰。 绿兰一听就知道, 公主在撒谎。 昨晚公主明明外出过。 最可怕的是, 公主回来时衣衫凌乱, 让人没法不多想。 但至于公主昨晚具体去了何处, 她并不清楚。 魏姐眼神平和, 仿佛只是随口问了件稀松平常的事情。 无事。 臣只是想提醒公主, 厚灵多蛇虫鼠蚁, 晚间视线不佳, 最好不要入内。 昭华点点头。 多谢表哥提醒。 魏姐没再问下去, 侧过身子, 像是给她让路。 然而, 昭华从她面前经过时, 却又听她温和从容地说了句。 似乎三年时间真的能够改变一个人, 公主从前就不会这般自然地换成表哥。 昭华镇定地抬起头来看她。 她说这话, 似乎没有别的意思。 只是, 她眼中似有若无的笑意, 很扎眼。 就好像她已经看透一切, 只等着她自乱阵脚, 掉进她设好的陷阱里。 魏像不喜欢本公主这样称呼你。 昭华问, 不敢, 如何称呼臣下, 接随公主意。 臣告退。 她分明在笑, 眼神却极其平静, 好似死水。 魏姐走后, 昭华才暂且松了口气。 她方才的镇定是装出来的。 魏姐既然问起她昨晚的行踪, 说明她已有怀疑。 那她得更加小心, 不能露出马脚来。 不过她昨晚就已经够谨慎的了, 因是没人瞧见她。 只要她不慌, 饶式魏姐在神通广大, 也找不到任何线索。 思及此, 昭华瞬间一身轻。 然而, 事情总往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 第二天, 昭华陪魏老夫人在湖边凉亭内小座, 一个老仆匆匆走过。 她并未多加在意, 倒是旁边的魏老夫人认出那老仆, 吩咐身侧伺候的婆子。 那不是守灵的老金吗? 她不在后灵待着, 怎么到这边来了? 叫她过来说话? 是, 老夫人, 老仆四五十岁的年纪, 脚步脚健。 她站在凉亭台阶下, 对着亭内的人躬身行礼。 老奴眼镯, 竟不知是公主和老夫人在此。 昭华先免了她的礼, 魏老夫人才开口质问她。 你这雕奴, 向来贪酒? 那晚的是我, 并未问责于你, 不成想你变本加厉, 此时善离后灵, 是要坐慎。 魏老夫人心里门清, 她那酸喝醉在后灵, 酒从何来? 还不是这老仆惹的祸? 即便老夫人病着, 气若无力, 可方才这番话还是威严毕露, 叫那老仆直哆嗦。 后者拱着腰, 连连告知实情。 老夫人容饼! 老奴, 老奴自知有错, 老奴是要向大人提供线索。 什么线索? 问话的是昭华, 她紧盯着她。 老仆擦了擦脑门上的汗。 回公主, 大人要查那晚何人进出过后灵? 老奴曾见过, 并且想起来那人穿着剑斗篷。 招华听到这儿, 再也无法盲目安慰自己, 没事了。 这变故真是猝不及防。 那老仆要去莫运轩, 很快就会告诉卫界有关斗篷的线索。 她如何能坐以待毙呢? 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 老仆走后, 招华也寻了个借口回屋。 她本想把那斗篷藏颜实了, 却找不到, 问绿兰, 绿兰却说。 那斗篷嘛, 奴婢方才将她洗好晾晒了, 就在院子里, 公主, 她话说一半, 就见公主飞奔似的夺门而出。 第83章位, 她的应对之策, 斗篷就被晾晒在院内。 招华以最快的速度飞奔过去, 将她收起。 绿兰跟着她, 跑得上气不接下气。 见公主如此紧张那斗篷, 绿兰不明所以。 回到屋内, 招华将其藏在木箱最深处。 她打算等风头过去, 再把她彻底烧毁。 绿兰虽不清楚缘由, 还是自知做错事, 赶紧认错。 公主恕罪, 是奴婢擅自做主, 见这斗篷脏了, 就拿去洗。 招华眼神微凉, 截断她的话, 问, 还有谁见过这斗篷? 绿兰仔细回想, 随后笃定的摇摇头。 没有其他人。 奴婢亲手洗的, 才晾晒上去, 肯定没人瞧见。 你确定? 绿兰用力点头。 是的, 公主。 即便她如此言确信, 招华也不敢心存侥幸。 那晚的事, 若无人证, 卫介查不到, 就会以为是一场大梦。 可如今冒出一个守灵老仆, 事可就麻烦了。 以卫介的脾性, 怕是非得要把人揪出来不可。 再严重些, 如果她已经怀疑她, 势必会针对性地细查她, 说不定还会趁她不在时, 来她房中搜查。 招华越想越纠结, 愁眉不展。 而今之际, 唯有推一个人出来, 让卫介停止查证。 顺着这个思路, 招华很快有了一个人选。 不过此事不能由她出面。 一个时辰后, 招华来到魏老夫人房中, 有鼻子有眼地说起自己的推测。 据那老仆所说, 应该是个女子。 外祖母您想啊, 那晚若无事发生, 表哥为何要大费周折地寻人呢? 孤男寡女, 表哥又吃醉了酒, 可经不起气象。 魏老夫人笑着白手, 脸上洋溢着自豪。 不会是这样。 你表哥向来轻心自首, 他与别的男子不同。 以前他也喝醉过, 最后都想着处理公务。 他啊, 一直是个有分寸的。 酒后土真言, 献原形, 但不会变了性情。 老夫人坚信, 自己的孙儿, 哪怕醉了酒, 也是君子, 绝不会做那轻薄女子的荒唐事来。 招华一阵富匪。 他回到皇城后, 听到的有关魏界的评价, 大多是什么端方轻正, 不敬女色。 在他听来, 简直可笑极了。 他们哪里知道, 他私下里就是个放浪的人。 说到底, 是他太会装腔作势, 连他身边的亲人都不知晓他的真面目。 招华关切地提议, 外祖母, 我也相信表哥的为人, 可急或不是, 我们也能借此机会将春英送去, 了却您一桩心事啊。 这话倒是说到老夫人心砍上了。 他思索起来, 哪怕无需招华明示, 也晓得如何安排。 片刻后, 他吩咐人, 把春英叫来。 另一头, 未见公务繁忙, 听完那老仆提供的线索后, 也只是让下人去查。 一日下朝后, 魏老夫人差人叫他过去一趟。 屋内除了老夫人, 还有一个婢女。 祖母, 魏姐请礼问候, 随即落座。 魏老夫人, 今日气色不大好, 喝了口热茶, 缓缓问。 你还在查醉酒那晚的事? 魏姐的眼神淡然随和, 关怀备致地劝慰他。 祖母安心养病, 此事不该讨扰您。 迟了? 你可知, 祖母为何非要将春英送去你院里伺候? 魏老夫人观察着魏姐的神色, 请祖母明示。 魏老夫人转头看向婢女春英, 一字一句道。 那天清早, 她便来找我了。 这丫头非说自己该死, 主动求我发卖了她。 嗨嗨。 老夫人没说几句话, 就虚弱地咳嗽起来。 魏姐立即上前。 祖母, 我扶您到她上歇息。 魏老夫人摆摆手, 拒绝她。 不, 我得把话说完。 你醉酒那晚, 春英也在后林中。 她。 祖母。 魏姐不忍她这样受罪, 强行打断她的叙述, 并让守在外头的婆子进来伺候。 等安置好老夫人, 魏姐抬步走到外室, 目光略过那紧张忐忑的春英。 按祖母的意思, 她便是自己那晚醉酒后遇见的女子吗? 魏姐预谋温润, 看似平易近人。 她平和地开口。 随本相出去, 有话问你。 第84章那晚发生何事? 厢房内, 昭华密切关注着此事, 还特地派绿兰探听消息。 不一会儿, 绿兰推门进来禀告。 公主, 魏像把春英带走了。 闻言, 昭华紧锁的眉头舒展开来。 看样子, 魏姐这是要把人带回莫运轩。 这是否意味着, 她已经相信了。 话分两头, 魏姐虽将春英带出老夫人的院落, 却也没将她带去莫运轩。 两人站在回廊处, 春英半低着头, 恭敬有加。 但是, 那往后邻内具体发生过何事? 她也不主动解释, 像是要沉默到底。 魏姐与她保持着该有的距离, 淡然发问。 那晚我见到的人是你吗? 纵然, 她没有一丝劫难, 春英还是哆嗦了一下。 她缓慢地抬起头来, 似羞似切地望着她。 随后, 她静静地流出两行泪, 一个劲儿地摇头。 还是什么都不肯说。 魏姐心底, 升起一股造诣。 女子落泪, 在她这儿, 得不到任何联系。 春英哭了好一会儿, 才饶有深意的否认。 当然, 那晚, 您喝醉了, 奴婢不怪您, 奴婢什么都不记得了。 魏姐那看似温柔的眉眼弯起, 含着释然的浅淡笑意。 看来本相那晚醉酒, 把你吓得不轻, 难怪连钱袋都顾不上钱。 春英文此言, 同人缩了缩, 钱袋? 这和昌平公主教她的不一样啊。 公主说, 不管大人问起那晚什么, 她都只要装作暧昧不清, 难以启齿的样子, 一直哭就行。 可眼下, 她似乎不该哭。 魏姐耐心地继续道, 本相也知存续钱财不易, 待会儿便让人将钱袋给你送来, 以后当心险。 春英头脑发懵, 当下僵硬地点头。 她也不清楚, 那晚究竟发生了什么。 但既然大人提起钱袋丢失一事, 她要是不承认, 岂不是坐实自己撒谎了? 虚余间, 春英如同被人放在油锅里煎炸, 备受折磨。 她不知道, 下一步该如何。 大人的意思, 似乎是还她钱袋就了事。 可老夫人的意思是要她借由此事去莫运轩伺候。 就在春英惶惶不知所以时, 魏姐派回去取钱袋的随从来了。 那随从直接将钱袋交给春英。 魏姐颇为连续吓人似的。 检查仔细, 这里头的东西可有缺少。 春英信得过大人, 匆匆打开来看了, 回大人, 没少。 她这话音刚落, 魏姐眼中随和退去, 取而代之的是一片肃然。 春英, 你好大的胆子。 她这话自带未高者的威严, 压迫着春英头脑窜写, 整张脸通红。 她哪里知道, 自己所信任的大人, 竟也会撒谎呢。 这钱袋根本就是凭空而来, 是魏姐用来试探她的。 甚至, 根本无需试探, 她也确定春英不是那晚的女子。 她醉得再糊涂, 也不会错认得这般离谱。 毕竟, 眼前这个春英, 从头到脚, 没有一处是跟昭华相似的。 魏姐乌沉沉的, 一双眸子微脸。 她转过身, 背对着春英, 温柔的质问。 说吧, 是谁教你这么做? 春英惶恐, 而且诧异地感觉到, 此刻大人周身环绕着一股惆怅落寞。 她不敢再撒谎, 膝盖一软, 便跪在了地上。 大人, 是老夫人。 老夫人想让奴婢去莫运轩伺候。 这。 才。 你在本相面前哭个不停, 也是老夫人所教吗? 魏姐的语气沉下来, 她知晓祖母的脾性。 这种法子, 祖母向来不屑, 自然也想不出。 果不其然, 春英随即道, 不, 这是昌平公主教奴婢的。 她全然忘记了, 公主此前千叮咛万嘱咐, 不管魏姐如何质疑, 她都要坚持自己, 就是那个女子。 但是, 昌平也没有想过, 又有多少人能承受得住魏相的无形压迫呢? 从春英这儿得知一切后, 魏姐那张清俊的脸庞在光与影中明暗交织, 评添几分深不可测的促暇。 若是昌平, 那就说得通了。 继春英坦白实情后, 魏姐不仅没有惩罚她, 还赞许她知错能改。 春英跪谢她的宽人, 退下时, 感慨大人真是天底下最温和的君子, 忘了她方才质问她时的冷力。 她离开后, 魏姐薄唇如刀, 轻起, 传本相的话。 相防, 昌平正等着春英那边的好消息, 门外响起中气十足的男人声音。 公主, 大人有要事找您。 第85章试探, 被她识破。 听闻魏姐找自己, 昭华莫名颓软。 难道是春英那边出什么岔子了? 绿兰想跟公主一起去, 却被门外的人阻拦。 事关重大, 大人只让公主一人前往。 昭华镇定下来, 让绿兰留下, 没事, 我去去就回。 她现在是昌平, 魏姐动不了她。 魏姐的随从领着她往外走。 她引她去的地儿, 不是莫韵轩, 而是后林。 昭华强行冷静, 袖子里的双手紧握成拳。 很快, 她见到了魏姐。 她身上穿着酱紫色官服, 与她记忆中那个偏好素色的张怀安大有不同。 她还站在秋芙蓉花架下, 长身直立, 一百倍风吹起时, 翩然折仙。 随从将人带到后, 就退下了。 来到此地, 昭华心里七上八下。 魏姐既然安排在这儿见面, 想来一定是春英出大问题了, 以至于她, 还是怀疑到她头上了。 她右手边有棵树, 那晚她, 就是被抵在那树上, 险些被打。 昭华稳住自己的神情, 若无其事地上前两步。 表哥, 你找我何事? 魏姐没像前几次遇见那样, 朝她作一行礼。 她仍背对着她, 声音深沉飘渺。 今日陈遇到一息其事, 想听听公主的看法。 而后, 她言简意该地说完春英的事, 但并未挑明春英已经供出她来。 末了又反问她, 一臣之见, 能那般教春英作假的人, 必然知悉那晚在这后林中, 究竟发生过何事? 公主以为呢? 昭华表情凝重, 到这个地步, 她不能再装糊涂。 这时, 魏姐转过身, 视线紧锁着她。 还是, 那双熟悉的眼睛, 叫她恍惚间, 能瞧见那个没良心的女子。 陈认为, 公主不只知晓具体内情, 昭华眉头一拧, 坦荡荡地承认。 表兄, 咱们人不说暗话, 你也别再试探我了。 是, 我就是那个教苏春英撒谎的人, 但我真不知道那晚什么事, 我只是想帮外祖母, 如今被你识破, 我也没什么好说的。 我一人做事一人当。 她完全不怕她生气, 硬着脖子, 一副要杀药寡随便的架势。 魏姐眼眸冷沉, 公主还是没有说实话。 太妙三年, 公主所受的教训不够吗? 动不动就威吓她, 她以为她是谁。 昭华气不过, 直接回呛她。 魏相! 你还想要本公主说什么? 啊! 她话刚说一半, 忽然瞧见那树上盘着一条花蛇, 正吐着杏子, 匍匐着往下蠕动, 速度还很快。 昭华很怕蛇, 这恐惧很难控制。 她当即吓得尖叫, 并且本能地 一下子扎进魏姐怀里。 啊! 蛇! 有蛇! 魏姐也不知怎跌, 对于忽然靠近的人, 她本该避开, 可却在她扑过来的瞬间, 反而伸手护住了她。 她也僵住, 不是怕蛇, 而是错愕于自己的异常。 昌平不止眼睛向她, 此时尖叫发出的声音 也是出其相似。 昭华不敢抬眼看, 更不敢动一下, 哆嗦着手, 拽住魏姐的衣衫, 死死靠在她身上。 同时, 她身上起了鸡皮粒子, 脑海中一团糊, 无从思考。 短暂地混乱过后, 魏姐率先回神。 她当即将公主从怀中扯开, 绕至她前方, 然后袖中飞出一枚暗器, 精准地击中那条蛇。 魏姐是暂时解除了。 可昭华经此一下, 两腿直哆嗦, 这地方, 她是一刻也不想再待下去。 她想拔腿就跑。 然而, 魏姐朝她投来怀疑深重的目光。 她朝她逼近, 害得她连连后退。 你, 你干什么? 昭华这时, 已经稍微冷静下来, 恢复她作为昌平的音色。 昭华已经退无可退, 后背抵在树干上。 还正是那晚, 她被魏姐所困的那棵树。 魏姐那阴影投下来, 打在她身上。 她想逃, 要从侧边绕过。 她提前看出她想法, 脚步一移便如同巍峨山脉矗立, 与她身前死死地挡着她的路, 将她逼退回树干处。 四目相对, 昭华一脸愤懑。 魏相! 你意欲何为? 本公主惊之欲艳, 你魏姐就是再大的官职。 难道还能大过我父皇吗? 魏姐一顺不顺地望着她那双眼, 着了魔一般。 可随即, 她目光骤寒, 昌平公主自幼就不怕蛇。 你究竟是谁? 说着, 她视线聚集在她下河, 伸出手就要试探。 第八十六章修对本公主无礼, 昭华想躲, 却没躲开。 你, 你怎么敢对本公主无礼? 她恐惧般地, 眼洁不安地颤动。 魏姐对她的呵斥, 质若罔闻, 她的长指触碰到她下河。 如果她不是昌平, 这张脸就是假的。 那么, 在下河处, 必定有人皮面具的接口痕迹。 然而, 魏姐并未找到那所谓的接口。 她脸上的皮, 竟是真的。 她还想再细细查验, 昭华眼底扶过一丝真实的害怕, 随即抬手拍开。 她情绪崩溃, 冲着她怒喝。 够了, 你这是想做什么? 怀疑我是别人一容顶替的吗? 就因为我怕蛇? 你知道我经历过什么吗? 把你关在太庙三年, 在那深山老林里, 你也会害怕蛇。 如果我是别人假冒, 怎么单单就你能看出来? 难道你比我的父皇, 外祖母, 甚至比我的贴身婢女绿兰 还要熟悉我吗? 未接在意的, 当然不是昌平。 在好些各刹那, 她会将昌平和昭华想到一块去。 她和昌平在一起几个月, 她熟悉她的身体, 熟悉她的一领一笑, 一喜一怒。 甚至是她身上的特殊气息, 昌平就能带给她一种莫名其妙的熟悉感。 她明知道, 自己不该有那么离奇的猜想。 可对着昌平这双眼睛, 她又克制不住地回去想。 方才她亲自验证了。 果真是她错得离谱吗? 想来, 昌平就是有通天的本事, 也不可能成功扮成皇室公主。 一向冷静的魏界, 此刻心烦意乱。 昌平见她还离自己这样近, 怕她还要来碰她的脸。 她眼中饱含忐忑无措。 你为什么还盯着我? 难道, 难道你还想像那晚一样, 轻薄于我吗? 闻此言, 魏界从暂时的弧度中清醒过来, 沉静的眼眸掀起波澜。 她往后退了几步, 与眼前女子拉开距离。 请公主说明, 那晚发生何事? 昌华也不卖关子。 好, 我告诉你, 那晚我来后邻, 为外祖母摘求芙蓉。 哪知碰上你喝醉了, 突然就来抱我。 她难以启齿, 又悲愤交加。 还好我躲得快, 否则不知道会被占据多少便宜。 你滥醉如泥, 欺负我不成, 就抱着那棵树发情, 嘴里还喊着一个名字, 叫什么昌华。 魏界久违地听到这个名字, 眼中好似有什么被撞的稀碎。 她语气冷冽, 不似平日里那样亲和。 当真如此吗? 她真是对着一棵树, 做了那般荒唐的事吗? 昌华滔滔不绝。 你看, 你自己都不信吧? 我也知道, 这种事就是说出去, 也没人会信我。 所以我那晚就一声不响地逃了, 想当做什么事都没发生。 结果, 却被守灵的老仆看见。 我怕被查到, 这才让春莹假装。 我想方设法守住这个秘密, 既是为了我自个儿, 也是为了魏府的声誉。 原本两全其美, 可表哥你非要撕破脸皮, 让我们都难堪。 好, 你要闹得人尽皆知, 我也活出去了, 我本就没什么好名声了。 这边告诉父皇, 告诉外祖母, 对了, 还有你那已有婚约的宁姑娘, 让他们平平礼。 看表哥, 你是否应该担起责任娶了我。 昌华泡雨连珠, 那蛮横跋扈的劲儿, 相比三年前, 有过之而无不及。 然而, 她也只是拳头打在棉花上。 卫界听完, 没有半点遭胁迫羞辱的急躁。 她淡定地问她, 公主既然说那晚自己躲过了, 那臣对公主并无任何语举之行。 是吗? 昌华立即肯定地回应。 当然没有。 得到这个确凿地回答, 未借恭敬的行医里。 公主受惊了, 臣多有冒犯。 此事臣以后不会再提。 昌华真是谢天谢地, 他总算是姓王。 这庄后林密室就此处理完了。 昌华回到厢房, 全身发软地倒在榻上, 手摸了摸脸。 真险呐。 幸好, 舅舅没说大话, 不愧是顶级义荣高手, 果然连魏姐都看不出假。 绿蓝见公主安然回来, 心情放松。 公主, 好消息, 老夫人的病已经大有好转了。 昌华心中一喜, 她能回宫吗? 第87章 调查昌平公主。 魏老夫人即将病愈, 意味着昌华不日便能回宫。 但就在一日, 舅舅派人送来一封密信。 信上并未写什么, 只让她见面后详谈。 昌华借口, 想去集市上走走, 离开魏府后, 静止去往舅舅约定的茶楼。 到地方, 昌华命绿蓝在雅间外守着。 绿蓝也不知公主此番要见谁, 竟弄得如此神秘。 雅间脸。 舅舅楚思红坐在帘子后, 门窗紧闭, 格外谨慎。 昌华静止绕到她对面坐, 压低声音问。 舅舅急着找我, 是为何事? 楚思红神情悲愤, 眼中有散不去的怒火。 按照公主所说, 我前些日子找了个信的过的, 暗中给皇后诊治。 没想到啊, 竟然真是中了毒。 昌华对此并不诧异。 她前世就知道, 母后的失智疯癫皆是中毒引起。 可她掌握得并不详尽。 她追问舅舅, 能确定是和毒吗? 有无解药。 楚思红找她, 正是为了商量这事。 她将自己所知道的, 以及接下来的打算都告诉了她。 是种十分罕见的毒药, 倒是能调配出解药来, 但唯独缺少一味重要的药饮, 百年紫荆草。 我这几天就在打探这紫荆草, 这东西本就是稀罕物, 何况是百年。 皇城各大药铺都没有此物, 只有魏府有。 魏府? 昭华刚燃起的希望, 又被一盆凉水浇灭。 楚思红也知这事比较难办。 她叹了口气, 正是魏香府中。 魏界精通奇皇之术, 府中有医药房, 里头收藏着许多奇珍异草, 就包括这百年紫荆草。 我打算先探探魏界的口风, 看能否重金买下。 若是不能, 哪怕去偷, 去抢, 也要给她拿下。 总不能眼睁睁看着皇后在宫中受苦。 也怪自己, 竟一直没有怀疑过皇后的病另有隐情。 昭华思存片刻后, 理智地问, 舅舅有多少把握, 觉得魏香会将紫荆草让出? 楚思红紧绷着脸, 说实话, 只多三成。 其一, 这百年紫荆草属实珍贵, 我又与魏界没有那么深的交情。 其二, 魏界精明谨慎, 我若向他讨要此物, 他必定会揪其因果。 而我又不能透露皇后中毒一事, 只怕适得其反, 招来他的调查。 听完, 昭华轻巧地提议, 最好的法子, 就是神不知鬼不觉地偷走紫荆草, 让他查无可查。 楚思红是正人君子, 若非逼不得已, 他并不想做这种偷鸡摸狗的事。 这可行吗? 他不确定地反问。 招华已有主意, 显得自信又从容。 他端起茶盏, 亲敏一口。 到时候, 还需舅舅配合我。 魏母后解读要紧。 招华回到魏府后, 便主动去了墨云轩。 这是他投意回来这院子。 整个院落雅致幽静, 颇有大营隐于试质感。 青石小到两旁栽种半人高的花树。 就连角落都被精心修整过, 没有一丝杂乱。 置身此地, 整个人都被洗涤地宁静下来。 魏界今日休目, 却也忙得分身乏术。 他在前厅里接见招华, 恭敬有加, 反而显得疏离。 招华开门见山地说明来意。 表哥, 我想学习药理, 熟悉一些药材。 听说你的药房里应有尽有, 我可否入内瞧瞧。 公主为何忽然有此想法? 魏界果然追问起缘由。 招华早有准备, 他双手环抱在胸前, 抬起下巴道。 为了外祖母, 祖母有辅忆照看。 多说多错, 招华干脆耍起无赖。 我就想多学一些, 不可以吗? 表哥别忘了, 你可还欠我一个人情呢, 那往后淋脸。 魏界当即阻断他往下说, 公主有这份心, 臣不拦阻。 那就多谢表哥了。 招华达成墓地后, 爽快离开。 殊不知, 魏界望着他的身影, 眼眸惠目如深。 不只是眼睛, 连背影都像极了。 谨慎如魏界, 哪怕有一丝不对劲, 也要查到底。 他将一暗位叫出来, 沉声吩咐, 去太庙细查一下昌平公主。 遵命! 第八十八章, 他相信自己的感觉。 招华并不知道, 魏界在暗中调查他。 得以顺利进入药房, 他想的都是, 如何拿到百年紫荆草。 那药房有专人打理看管, 比他所想的大得多。 还不止一层。 第一天, 招华就四处转了转, 腿都走酸了。 他了解到, 除了百年紫荆草这样的奇珍, 魏界这里的宝贝还真不少。 有些草药还是他自己栽种成功的。 等到第三天, 招华才确定紫荆草的存放位置。 他这个公主要去哪儿? 没人敢来。 就这样, 他顺利将紫荆草偷到手。 不过, 要摆脱自己的嫌疑, 还需救救那边收尾。 当天晚上, 宁静的魏府内响起一阵骚动。 抓刺客! 仆人们大喊。 招华听见后, 一点不害怕。 依稀有刀剑拼杀的声响, 但并未持续多久。 外面, 不过片刻, 那些刺客们就败下阵来, 全都飞身逃出魏府。 几个护院的高手一路追出, 却没有抓获一个。 总的来说是虚惊一场。 但他们这一闹, 招华反倒能睡个安稳觉了。 他将紫荆草藏好, 此事连绿兰都没告知。 就在第二天, 药房的人清点检查, 竟发现少了百年紫荆草。 他们速速上报。 未解知晓这事后, 只是云淡风轻地关闭了药房。 药房的管事自责又气愤。 竟是内贼所为, 小人是必抓住他, 给大人一个交代。 卫界跟前的一个随从插话道, 大人, 昨晚府中进了刺客, 会不会是他们偷走了紫荆草? 相比于刺客, 卫界更加怀疑家贼。 昨晚那些刺客并无本事进入内院, 更。 说潜入药房偷盗, 他严肃下令。 传本相的话, 严查个院, 看有无丢失物件的情况。 其实是为了搜查紫草。 然而这个时候, 招华早已将紫荆草送出去了。 他将它交给舅舅, 相信很快就能治出解药来。 几天过去了, 府中没有搜出紫荆草。 众人都认为, 必定是被那晚的刺客所盗。 但那些刺客又是谁派来的, 也是一无所获。 百年紫荆草, 莫名其妙就丢了, 一点线索都没有。 药房那些人各个气得睡不着觉, 懊恼十足。 相比之下, 卫界倒是看得开。 准确地说, 他当下有更为在意的事。 这天, 在外许久的陆从回来了。 自昭华逃跑后, 陆从就负责找寻他的下落, 但一直没有结果。 此次是卫界将他召回。 这才两个月, 陆从就受了不少。 他向卫界坦率直言。 主子, 昭华姑娘太能逃了, 愣是一点痕迹都没留下。 人海茫茫, 他又会改变形象, 底下的人光凭着画像, 实在难寻。 卫界眼眸平静, 他竟然不想被找到, 自有各种法子应对。 这话听起来, 就好像他也打算放弃了。 可突然间, 他画风一转。 不过, 只要他还在天启, 又能藏到哪儿去呢? 高晴灯台灯下黑, 或许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 陆从不懂了。 主子, 这最危险的地方是? 卫界也只是有这个感觉, 并无确据。 他没有和陆从说透, 手一摆, 你无需再查此事了。 退下吧。 陆从走后, 卫界徐徐展开一幅画, 那正是他画下的昭华。 女子肌肤圣雪, 眼神如春光荡漾, 那张阴唇, 他长指轻辅画卷, 落指于他眼上, 温声道。 最不可能的, 往往就是真相, 对吗? 他就怕一夜账目, 他应该相信自己的感觉。 阿帖! 昭华只觉得凉嗖嗖的, 连打了两个喷嚏。 绿兰起身关上窗, 公主, 这天越来越凉了, 奴婢给您拿件披风吧。 昭华摆摆手, 我不冷, 明天就要回宫, 行李都收拾好了吗? 差不多了, 公主。 就是这请帖, 绿兰拿出上回苏婉留下的请帖, 欲言又止。 昭华瞥了一眼, 丢了吧, 没什么好留的。 苏婉和赵凌渊如何, 跟他没有半点干系。 他们大婚, 他也不会去凑这个热闹。 一日, 昭华回宫前, 先去和魏老夫人告别。 老夫人的病不严重, 更多的是心病, 听说宁老太爷那么健壮的人都没了, 平白下的。 在魏妾的用药下, 老夫人已然痊愈。 临出府时, 魏妾突然叫住她, 陈送公主。 第八十九章贵妃。 昭华没料到, 魏妾要送自己。 当着魏老夫人的面, 她干巴巴地应下。 抬头就见魏妾脸色平淡, 好似只是随口一提。 出了院门, 魏妾走在她后面。 昭华浑身不自在, 几次想停下来婉拒。 转念一想, 这样反倒显得她心虚。 因而, 她故意调侃。 难得魏向公务繁忙, 还特意送本公主。 魏妾坦荡地回她, 公主淤尊降贵, 亲自是吉, 陈礼因带祖母相送。 她明明是目不斜视, 君子得很, 可不知为何, 昭华总觉得 她的视线似有若无地勋寻她。 这种感觉很糟糕, 好不容易到了魏妇门前。 昭华等不及向魏妾告辞, 而后走上不踢, 头也不回地钻进马车里。 绿兰也觉得纳闷, 低声议论。 公主, 魏巷真是难得相送呢。 昭华不置可否, 反正她已经离开魏府, 以后在宫里也不会再见魏妾。 她如何与她不相干。 此时, 魏妾还站在台阶上, 目送那马车远去, 没人看得懂她深藏眼底的情绪。 两刻钟后, 昭华返回皇宫, 宣人帝将她叫去, 询问她魏老夫人的近况。 她简单说明后, 她有欣慰的交代, 连魏老夫人都没有看出破绽。 皇儿, 你以后就多去魏府走动。 还有魏巷, 她现在是你的表哥, 你们也该好好相处。 昭华嘴上顺从地答应。 好的, 父皇。 话音刚落, 一太监小跑着来报, 皇上, 贵妃娘娘求见。 昭华同人促颤, 宣人帝毫不避讳地, 直接让贵妃进来了。 紧接着, 一道自容鸟鸟的身影迈不入内。 那女人轻力脱俗, 温柔又和善。 她不是寻常的小瘦脸, 而是圆润有致的鹅蛋脸, 尽显雍容富泰。 随时随地带着一抹浅笑, 给人一种亲切感。 前世, 昭华初次见到贵妃, 就是被对方身上这股清静感所浮。 她天真的以为, 贵妃真的对她视如己出。 其实隐藏在温柔下的, 是卑劣的算计。 贵妃以伪善为唐一, 将她养肺, 让父皇对她失望透顶, 又藉由她伤害母后, 还有后来的囚禁折磨。 如今再见, 昭华想到的, 就是临死前看见的, 贵妃那张冷凝扭曲的面孔。 她用理智将这些记忆压制下去, 扯出割裂的笑容。 黄贵妃先向轩人帝请安, 后者一见她, 语气格外宠溺。 爱妃快快平身, 贵妃转望向昭华, 眼中含着温柔笑意。 昭华当即对她行礼, 见过贵妃娘娘, 贵妃上前拉过她的手。 昭平,回来就好, 皇上一直记挂着你。 不管你犯下多大的错, 都是天启的公主, 是你父皇的女儿。 没人可以欺负你。 她如同溺爱孩子的母亲, 眼中是满满的心疼。 昭华本能的不是, 强忍着没有挣脱, 抬起头来, 对上贵妃那 洋装关怀的眼神, 感动落泪。 还是贵妃娘娘, 最疼爱昭平了。 这份疼爱, 她会一一回报。 贵妃只是表现得很亲密, 其实并不熟悉昭平。 何况过了三年, 她更加不清楚 真正的昌平是什么模样。 寒暄几句后, 昭华就告退了。 她往殿外走, 依稀听到贵妃和父皇 谈论太子。 昭华深知自己羽翼未封, 哪怕有舅舅的支持, 也没法一举扳倒贵妃一挡。 她得先救下母后, 然后再一点点摧毁贵妃。 因此, 她目前必须要忍。 然而, 昭华不知道的是, 危险不仅来自贵妃, 还有宫外。 魏府, 魏界派去太庙调查的手下有了进展。 一个名叫了觉得小和尚, 声称知道一件有关昌平公主的歧视, 并且怀疑现在的昌平公主大有问题。 至于具体是什么事, 小和尚不敢随便对人说。 她要求见到卫相后, 只告诉卫相一人。 太庙戒备森严, 里面的和尚没法随意离开。 因而只能由魏界亲自前往。 当晚, 魏界就决定去见那小和尚。 第九十章新线索, 有人见过昭华姑娘。 不料, 魏界正要去太庙, 陆从急慌慌地过来禀告。 主子, 有昭华姑娘的消息了。 陆从太激动, 跌跌撞撞, 险些摔在门槛上。 几个时辰前, 有人想劫狱就拥亡。 那人被抓后, 不肯交代自己还有多少同党, 只说要见相国府的人。 魏界就让陆从去一趟。 陆从奉命去的时候, 也猜不到是什么情况。 这会儿他很亢奋, 就跟喝了酒似的满脸红光。 主子, 那人是雍王的心腹, 就在一个多月前, 他见过昭华姑娘, 还帮忙弄了个照身帖。 要是有那照身帖的线索, 我们很快就能找到人了。 魏界眼中的情绪起了变化。 对于昌平公主那边 模棱两可的线索, 他当然更偏向于照身帖 这种直截了当, 更加精准的线索。 他有什么条件? 魏界看透一切, 胆又淡地问。 陆从这边就像瞬间醒酒了, 整个人机灵了一下。 大人, 小人, 小人忘记问了。 事实上, 他光顾着高兴, 就没想太多。 现在想来, 哪有天上白白掉馅饼的呢? 陆从顿时蔫了。 魏界没有多言, 调转方向, 亲自前往行部大牢。 马儿在他身下跑得飞快, 踢见起一地尘土。 哐浪浪。 牢门被打开, 带着门上的铁链坐下。 牢头恭敬地放魏界进去, 不敢多问, 也不敢多留。 陆从守在门外, 牢房里就只有魏界, 以及那个被绑在木架上的男人。 后者已被折磨得血肉模糊, 低垂着脑袋, 毫无生气。 魏界站在他面前, 更显得一尘不染。 说说你的条件。 魏界语调平和, 没有那些狱卒的狠力凶残, 但他远比那些狱卒可怕。 木架上的男人, 艰难张开口。 改叛, 拥亡, 流放。 他这喉咙不是沙哑, 是直接破了。 如同冰死的老牛哼喘, 得仔细遍听, 才能听清。 魏界闻言, 眼底一片沉静。 皇上不日前已经下旨赐死雍王, 其府中姬妾与家仆禁述流放, 儿女也被虚为庶人。 此人让雍王改为流放, 是为了在流放途中救人。 他若是答应了, 便是助纣为虐, 纵容劫欲。 可若是不答应, 只怕照身贴的线索, 会就此中断。 短短几夕, 魏界就权衡好利弊。 他望向那犯人, 铜色浅淡地近乎透明。 本相若答应你, 于公就是训私枉法, 欺君往上, 于私便是承认本相没本事, 连个女子都寻不到。 雍王之结局已定, 无人能够更改。 男人听完这话, 发出一声闷智的冷笑。 魏相, 大义, 出了刑部大牢, 鲁从忍不住问。 大人, 他怎么说? 魏界没有解答他的困惑, 直接下令。 去太庙, 半个时辰后, 一行人抵挡太庙, 却听闻噩耗, 那和尚暴毙而亡了。 魏界面上浮过一道寒意, 何时出的事? 秉明此事的老和尚, 甚是惋惜。 回魏相, 就在一个时辰前。 如此巧合, 恰恰能说明大有问题。 魏界那清俊的脸变得不济, 如乌云聚拢而来, 平静中暗藏危机。 乐觉这件事, 昭华次日也窒息了。 是父皇特意告知的他, 险些就让魏相查出来了。 幸亏住持觉察道, 那小和尚的反常, 及时加以制止。 父皇, 那小和尚真的死了吗? 宣人帝朗笑道, 住持可是出家人, 不可能杀生。 他只是将那小和尚安排出去了。 昭华庆幸人没事, 却也担心魏界再这么查下去, 早晚会查到昌平已死的事。 宣人帝想不通, 咕弄着, 魏相怎么就想起查这事了呢? 最近的国事也不清闲呢。 昭华猜测, 是自己这双眼睛惹的祸。 可现在他能怎么办? 即便是自毁双目, 也来不及了。 昭华心事重重地回到金服殿, 左思右想, 还是觉得必须要做点什么, 暂时打消魏姐对他的疑心。 他眼神坚决, 掺杂一丝素了。 魏姐不是想找到昭华吗? 那就成全他。 第九十一章回忆, 他的主动。 昭华不想让任何人和事影响他报仇。 如今最麻烦的, 就是魏姐。 他得想的法子, 彻底摆脱掉他。 由于不能出宫, 昭华就给舅舅传送了一封密信, 让舅舅帮忙。 他自己则尽量隐藏, 免得被魏姐抓住把柄。 在这之后的时间, 他几乎没有离开过金服殿。 白天秀秀花, 看看书, 表面清闲自在, 实则让绿蓝旁敲侧击的打探与贵妃相关的事, 制定详细可行的报仇计划。 他本想悄悄去卫阳宫看望母后, 但那边有大批守卫看守, 其中不乏贵妃的眼线。 若是正大光明的进去, 又怕引起贵妃怀疑。 毕竟他现在顶着昌平公主的身份, 和皇后娘娘并不相熟。 昭华也不心急。 目前最重要的不是母女相认, 而是将母后的读解了。 否则相认也没有任何意义, 反而会惊动贵妃给母后带去致命危机。 日子飞快, 转瞬间半个月过去了。 舅舅来了信, 告诉他解药已经制成, 而且他交托他办的事儿, 近日便可见效。 昭华心情大好, 吃了不少点心。 天下起大雨, 坚落在瓦上, 发出颗粒性清脆的声音。 百官下朝, 赶上这场急雨, 只好找地方避避雨。 正殿外的狼岩上站着许多官员, 都谈论着这场雨何时能停。 卫界也在其中。 他目光辽远, 望着那厚重的雨幕, 回忆起过往。 彼时, 他到杜甫没多久, 也是一个雨天。 大漠难得下雨, 人们普遍认为那是上天恩怒。 他撑着伞绕过前廊, 听见一阵欢笑嬉闹声。 寻声望去, 原是一群人正在雨下手舞足蹈。 他很快收回视线, 只因女子们的衣裳湿透 能映出他们的躯体。 那雨又急又猛, 仿佛老天憋了许久的发泄, 仿佛要将这片土地冲刷得干干净净。 哪怕他有伞, 也无法继续往前走, 所以进入一暖阁内避雨。 没多久, 一女子也钻了进来。 他一眼认出她, 杜甫的六姑娘, 昭华。 受昭华之欲, 那龙婿之徒。 一个洋女, 取这样尊贵大气的名字, 足见杜琪山对她的重视。 她淋了雨, 本就轻薄的衣裙, 经不住雨水, 失年的紧裹着那副恶朵有致的身子。 瞧见她在暖阁内, 她先是睁大眼睛, 随即又放松下来。 她温柔浅笑, 张先生, 不介意一同避雨吧? 她当然介意。 孤男寡女, 她又是这副模样。 她甚至觉察到她的故意。 她拿起伞要离开, 她却挡在门边, 目光灼热地凝视着她。 雨声嘈杂, 原本清澈的湖水被搅得浑浊。 她眉风骤起, 六姑娘这是何意? 她眼神清澈干净, 如同未经打磨的, 纯粹的美誉。 那嗓音软黏黏的, 听起来有气无力。 我心悦先生, 能与先生一同避雨, 不胜欣喜。 先生, 不要走, 好不好? 她要求她, 小心翼翼地攥住她袖口。 她当即甩开, 并责备她。 姑娘自重, 她一脸受伤的表情, 泪眼婆娑。 她以为她, 也该知难而退了。 这段日子, 她几次三番地故意撩拨, 她都知晓。 她也明确拒绝了。 但凡是自尊自爱的女子, 都会停止。 哪常想, 她脸上的哀愁不过几息, 转而就决绝地点起脚。 抬起下巴, 在她脸上硬了一吻。 突如其来的触碰, 又凉又软。 她立刻就想推开她, 她却变本加厉, 用力抓住她衣巾, 对着她嘴唇吻来。 之后发生了什么? 魏杰现在回想起来, 也是模糊的。 大概就是混乱。 主动的是她, 抓着不放的, 却是她。 她回吻, 撬开她牙关, 在那雨天里, 夺取着她唇齿间的甘甜。 她看到她泛红的眼尾, 看到她眼神中透露出的兴奋, 以及浓浓爱意。 这混乱只有一小话。 后来雨小了, 她也就清醒了。 她再次将她推开, 明明没有用多大的力气, 她却虚弱地倒在地上, 很是可怜地仰视着她。 她对上她那楚楚动人的眼眸, 那是她堕入的开端。 雨停了, 官员们三三两两地往宫门走。 有人愁眉苦脸道, 这雨下的, 我心里直发闷, 总觉得会有什么不好的事发生。 魏杰刚走到宫门外, 路从浑身湿透地跑过来, 雨无伦次。 主子, 找到昭华姑娘她, 她的尸体, 第九十二章尸体, 她不屑, 昭华的尸体是从水里打捞上来的。 因无人认领, 当地府衙就将尸体送去了一桩。 再过几天, 还是无人认领, 就会统一埋了。 路从收到宪报后, 赶紧来向大人禀告。 她心惊肉跳, 不知如何开口。 会儿说完了, 她还是不敢抬头看大人的表情反应。 魏杰异常冷静, 在哪儿? 离江, 尸体在离江找到的, 路从赶紧回。 她都无法接受这个噩耗, 何况是大人。 天阴沉沉, 雾霾霾。 魏杰站在那高大的宫门下, 身影萧涩孤寂。 她面色冷白, 眉眼间覆着陈玉。 痛苦吗? 大概是有的。 但不多, 毕竟, 她还没有亲眼见到尸体, 还没有亲自确定, 那就是昭华。 她能聪明地利用她来到天启, 又聪明地逃脱她的掌控, 又怎会那么容易就死了? 她不信! 魏杰速向轩人帝告架, 随后启程去认尸。 从皇城到黎江, 往返需要大半个月。 她用时日抵达一桩, 其中一张木板上正是昭华的尸体。 路从暗中打手势, 让那些负责看守尸体的手下退出去。 她自己也出去了。 确认尸体这种事只能大人来, 魏杰一点点扯开那白布。 她只见血液冻结一般, 手无比僵硬。 尸体被黎江的鱼啃咬过, 残缺腐蚀了大半。 但依稀能辨认出, 那张脸与昭华有一些相似。 最能够证明她身份的, 就是那条玉坠。 手下人已经找到玉坠, 被最先发现尸体的渔夫给偷偷拿走了。 凭这些, 其实足以证实她就是昭华。 但, 魏杰不认。 她看过尸体, 脸色蒙上浓重的冷色。 路从将玉坠交给她, 她连看都没看, 静止上马。 主子! 路从单怕她出事, 赶紧骑马跟上。 其他人照旧守着尸体, 也不知要如何处理。 魏杰起码来到黎江边, 面无表情地望着那江面。 路从跟在后头, 小心翼翼地, 不敢出声打扰。 魏杰冷不防地问, 你觉得那是她吗? 路从冷汗直冒, 顶着山一样的压力, 试探性地说。 主子, 之前在安城, 昭华姑娘就是浮水逃走的。 她或许是为了躲避入城检查, 这才选择直接偷渡黎江。 魏杰接上这话, 然后无理游到对岸, 中途逆亡, 对吗? 路从不知如何回答, 沉默了。 随即, 她听到骨头关节摩擦发出的咔咔声。 视线瞄过去, 便见主子拳头用力握起, 鹅脚也浮现出青筋。 又过了会儿, 她听到主子轻声低语。 如果真是她, 那就是我逼死了她。 路从很想安慰主子, 可事实好像就是如此。 整个天气都分布着他们的眼线, 在最延的那段时间, 各个城门口都有他们的暗烧。 是他们步步紧逼, 将昭华姑娘逼上绝路。 那是黎江, 是比护城河宽了好几倍的黎江啊。 一个弱女子, 水性再好, 也不可能游得过去。 路从心中哀叹。 魏剑面朝着光, 双眼微合, 嗓音轻哑, 欲坠呢。 主子, 在这儿! 路从赶紧拿出来, 双手承上。 魏剑拿起她, 认真细致地查看。 她确定, 这是昭华随身带的那条。 她好几次与她温存过后, 看过, 抚摸过, 她熟悉她的样式与光泽, 绝不会认错。 但, 认出她来并非姓氏, 反而带给她沉痛。 日薄西山, 魏剑仍然待在黎江边。 又过了十日, 黄城, 昭华摸着脖子上空空如也的位置, 还有些不适应。 为了让魏剑深信她已死, 她只能将玉坠拿去。 也不知她那边是什么情形, 又会怎么安葬那尸体。 今日风很大, 昭华将魏剑的事抛开, 思念其母后来。 舅舅让人调配的解药, 需要一支服用, 最少也得半年才能见效。 但她怕母后会有不耐受的反应, 想去看看。 于是, 她打算去求父皇, 让父皇制造机会, 令她能同母后待上一会儿。 然而, 她还没走到御书房, 经过御花园时, 突然被一只胳膊拽走。 绿兰吓了一跳, 刚想喊人来, 却见到, 带走公主的, 竟然是魏像。 第九十三章, 魏像这是坐肾。 绿兰一晃神的功夫, 魏像就带着公主消失不见了。 她不知所措, 要是喊人来, 只怕说不清。 还是先等等看吧。 魏像应该不会伤害公主。 另一边, 猝不及防被带走的昭华也懵了。 魏像抓她干什么? 这可是在宫里, 太太狐来了。 御花园弯弯绕绕, 魏像将她带到一处隐蔽处。 好一阵子不见, 她那面色清冷死寂, 给人一种紧迫的危险感。 魏像这是坐肾? 昭华皱起眉质问, 魏像松开她胳膊, 一瞬不瞬地望着她那双眼睛。 她也想知道, 自己这是在做什么。 昭华已经死了。 眼前的女子, 哪怕不是真正的昌平公主, 也不可能是昭华。 见到那尸体后, 她就应该这样想。 应该说, 安排那具尸体的人, 希望她这样想。 但那人显然不知道, 她已经从雍王的心腹口中得知, 昭华逃离安城后, 就拿到了赵申帖。 既然有赵申帖, 她在烧家乔庄, 哪里需要偷渡黎江。 冥冥中, 她感觉得到, 昭华还活着。 她不确定是谁安排这一切。 但, 她确实动摇了。 是她逼得太紧, 逼出了一具尸体。 她甚至想, 若是她没能遇到雍王那心腹, 若是她没能弄到赵申帖, 那她可能真的会死在黎江。 她迫切地想见她, 但不知她身在何处。 或许远在天边, 或许, 近在眼前。 魏像。 昭华见她盯着自己失神, 心里直发毛。 魏见眸中泛起一丝亲密, 给人一种脆弱的错觉。 毕竟, 她可是相国大人。 庶臣失态。 臣友宜固友, 近日不幸遭难。 公主的眼睛与她十分像。 昭华的心跳平稳下来。 她突然抓她过来, 她还以为她又发现什么了。 原来只是通过这双眼睛撕人。 这也侧面说明, 她并不怀疑那尸体。 昭华摆出一副同情的样子。 那还真是可怜啊。 你极爱。 魏见勉强地淡笑。 生死有命, 注定的。 人与人之间的缘分也是如此。 有缘, 怎么都分不开。 若无缘, 哪怕面对面, 也是不相识。 她这话莫名其妙。 昭华硬着心肠, 扯出一抹微笑。 魏像能看开就好。 你可是国之栋梁, 做大事的人, 父皇和天气百姓都需要你。 魏见恢复平常, 没有半点悲伤表现。 公主所言即逝。 陈告辞, 她从容离开, 独留她一人。 昭华望着她不断远去的背影, 心中又酸又闷。 原来, 她也没那么在意她。 她承认自己卑恋, 既想用死亡与她彻底了断, 又想看看她死后, 她会不会因此伤心消沉。 结果却令她怅然若失。 公主, 您没事吧。 绿兰找过来, 满脸着急。 昭华定了定神, 严肃地吩咐她, 方才这事, 万不可告诉任何人。 绿兰不住点头。 公主, 您放心, 奴婢知道什么不该说。 她就是太震惊了, 向来君子手里的卫相, 怎会做出此等不合规矩的事来。 还好没被巡逻的侍卫瞧见。 御书房, 轩人帝听完昭华所求, 颇为惭愧。 皇儿, 是父皇考虑不周。 你回宫后, 父皇都没有安排你和你母后, 好好见上一面。 如今你这身份, 确实不好, 随意进出卫阳宫。 这样吧, 今晚正来安排。 他这个女儿, 真是过于懂事了。 昭华扶身行礼, 儿臣多谢父皇, 轩人帝悲愁的感慨。 可惜你母后患上失智之症, 别说是你了, 他如今连阵都不认的。 父皇莫忧, 母后会好的。 父皇并非薄情复心之人, 纵然他有很多妃嫔, 但心中始终有母后。 昭华最钦佩父皇的一点就是, 哪怕母后失智, 他都保留着他的后卫, 并且尽心尽力地陪伴。 但身在皇家, 有太多不得已。 所以, 若是有可能, 他将来想找一个全心全意对他的男子, 他不能有复杂的家事, 不能有其他女人, 不需要为官。 晚间, 轩人帝如约驾铃魏央宫, 并顶退了殿内的侍卫。 昭华借口找父皇, 在魏央宫待了一阵。 这次, 他得以跨入铁围栏, 近距离地接触母后。 母后那么美丽, 那么温柔。 母后, 昭华轻声唤他, 皇后抱着枕头, 呆呆地望着他。 可能是母女连心, 然后, 出人意料的一幕发生了。 第九十四章, 公主也会牙痛。 皇后叔弟拿起一块点心, 往昭华嘴里塞。 母后喂的, 昭华断然不会拒绝。 他乖乖吃下, 紧接着又是第二块, 第三块。 皇后热衷于为他吃东西, 把他当成小孩子照顾。 但除此之外, 皇后对昭华没有其他回应。 点心没了, 他就停手去做别的。 不过, 昭华走的时候, 他忽然若有所失, 痴痴地望过去。 而这, 昭华并不知晓。 由于吃了太多点心, 他回金服店后, 牙齿剧痛。 本想忍忍就过去了, 情况却愈发严重。 痛到他夜不能寐, 虽然绿兰去太医院 拿些止疼的药, 那要比起从前未解给他的, 差太多了, 也就勉强减轻疼痛, 而且顶多维持两克中。 后半夜, 昭华痛得满头冷汗, 嘴唇发白。 绿兰也是头一回, 见人牙痛成这样, 没有办法, 只能再去趟太医院。 次日, 下朝后, 一位太医从远处走来, 找到卫界, 虚心求教。 卫相, 这牙痛该如何治? 太医院的药似乎不顶用, 也无人精通此道, 昨儿可把下官折腾坏了。 卫界通晓各种医理, 太医们碰上什么疑难杂症, 都会来求问他。 不过, 这是首次提起牙痛。 据他所知, 这宫里的贵人 有牙痛之症的不多, 即便有太医院现有的药 也足够应对。 他留神追问那太医, 此证也分不同情况, 不知是哪位贵人, 卫案都记录在册吗? 太医非常信任卫界, 如实回道, 是昌平公主。 他的卫案很详尽, 但以前从未有过牙痛, 下官这才拿不准。 一听是昌平, 卫界眉风俱起, 眸中却有拼凑好的光芒 一闪而过。 他不动声色, 但心中已有考量。 金服殿内, 昭华正在熟睡。 他昨晚牙痛, 彻夜未眠, 天微微亮时才睡着。 风吹进账漫, 驱散那潮热。 女子柔顺的发丝贴着面, 显出几分甜静。 浓翘的睫毛下, 眼皮轻子。 绿兰亲手轻脚地, 生怕打搅公主。 午时, 昭华醒来, 见到床头放着一瓶药。 他眼皮轻松, 看不清晰。 绿兰, 奴婢在。 绿兰勾起账漫, 等候吩咐。 昭华懒洋洋地问, 这是什么? 绿兰顺着他视线望去。 回公主, 这是不久前太医院差人送来的, 说是治牙痛更有效, 让您下回就用这个。 昭华觉得不太对。 他打开药瓶, 倒一点药粉出来, 放在笔下清秀。 这味道很熟悉, 与从前未借给他的那药, 非常像。 但他也没有十分确定。 昭华又问绿兰, 怎会突然送这新药过来? 昨晚没有吗? 绿兰也不清楚, 茫然摇头, 还猜测, 许是昨晚职业的太医不知道? 昭华脸没沉思。 太医院有许多太医。 树叶有专攻, 单单是一门医术, 旗下也有诸多分支。 太医们精通的类别各不相同, 自然会有绿兰说的这种情况。 昭华暂且不宜有他。 只因, 他还不知, 卫界给过他的那牙痛药, 是他自己调配的, 不止市面上买不到, 连太医院都没有。 他还庆幸, 既然宫里有这药, 他以后就不怕牙痛了。 卫府, 卫界将那玉坠放进墓盒中, 神情格外肃穆。 若只是一处相似, 还能称之为巧合。 可若是两处, 三处, 那就另当别论了。 此事离奇, 他必须查清。 夜里, 卫界梦到了昭华, 他那张脸变幻多端, 但他只要看着那双眼睛, 就能准确认出他来。 他还梦见, 当初在杜甫, 他格外大胆地脱光了, 站在他面前。 青丝如铺, 肌肤白的黄眼, 嘴唇烟红, 双眸妩媚勾人。 他说, 怀安, 我想成为你的人, 一辈子都跟着你。 梦里, 他想起他现实中的欺骗与背叛, 勃然大怒。 他把他摁在那暗桌上, 狠狠地要了他。 他一遍遍问他, 为什么要偷。 他只知道哭, 捧着他的脸, 边亲边求他, 原谅我。 怀安, 我不敢了, 我是有苦衷的, 我对你是真心的。 他为他擦拭眼泪, 轻描淡写地原谅了他, 与他修好。 他一句真心, 他便信以为真。 梦醒后, 魏姐坐在床边, 黑发倾泻下来, 俊美的脸, 阴沉冷冽。 启伏的胸腔内, 填满韵怒, 还有那无尽的空虚。 好在短短几日后, 陆从那边有了进展。 他找到那了绝小和尚了。 第95章, 小和尚的证词。 主子猜得不错, 那了绝真的没死。 陆从把人控制住, 直接将其秘密带到魏府。 乐爵年纪小, 见到魏姐, 他色缩着颤抖。 小僧渐渐渐, 见过魏相。 魏姐一袭月牙白衣, 清俊出尘。 小师傅有何事要告知本乡? 他看起来温和好脾气, 乐爵就此放松下来。 但提起那桩密室, 乐爵也害怕。 他否认, 没有, 魏相, 小僧后来想想, 纯属小僧想错了。 昌平公主, 一点问题都没有。 殊不知, 他这样完全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就是在愚笨的人, 也能觉察到必有异常, 何况是魏姐。 不过, 魏姐并没有强硬地逼问小和尚。 他让陆从把人带下去, 好生招待。 可这并不意味着, 他会就此放过了绝这条线索。 宫中, 昭华对这临近的危险一无所知。 魏姐没再找他麻烦, 他就以为他真的消停了。 如今, 他的重心全在母后身上。 舅舅传递给他的消息是, 连续服用解药后, 母后体内的毒素已经暂时抑制住了。 毒素虽未解, 但至少不会进一步扩散。 这是好事。 不过还有件事需要防范, 那就是贵妃派去魏阳宫的太医。 只要太医细整脉, 就会发现异痒。 这事儿不难办。 昭华去求了宣仁帝。 父皇, 母后的病, 太医院常年束手无策。 而臣提议, 与其继续无用功, 不如差人去民间寻访神医, 或许能有收获。 宣仁帝觉得在里。 昭华趁热打铁的提议。 儿臣认为, 没人比舅舅更适合了。 的确, 在这件事上, 司红会比其他人都要尽心尽力。 皇后可是他的亲姐姐。 宣仁帝虽无大能, 胜在听劝。 他立马将这任务交给楚司红, 并下令太医院。 往后若非必要, 也无需总往魏阳宫请卖。 没有太医前往, 魏阳宫越发寂静了。 但不会一直这么寂静。 这日, 昭华正在魏阳宫外走动, 恰好遇到来此探望皇后的贵妃。 金服殿与魏阳宫是两个方向。 贵妃见他出现在此地, 心中生疑。 昌平, 你也来见皇后娘娘。 昭华洋装善善一笑, 不大真心地肯定道。 是的, 儿臣许久未向母后请安了。 随后, 他又很感兴趣似的凑上钱。 贵妃娘娘, 您经常来魏阳宫吗? 贵妃笑着回他, 最近后宫事物繁杂, 来得少了。 昭华看四下没有贵妃的外人, 就带着胆子, 小声抱怨。 贵妃娘娘, 昌平实在不懂, 皇后都那样了, 还能堪当此位吗? 父皇不让太医为他诊治, 可见也放弃希望了。 那父皇为何不干脆让您? 昌平公主, 不可胡言, 贵妃变。 脸色, 严厉制止他这冒犯的话。 昭华欣然闭嘴, 眼神里却不服气, 还夹杂着对贵妃的崇拜。 贵妃再次强调, 这种话千万不能再说了。 是, 儿臣听您的。 昭华贼心不死似的随即又黏上贵妃, 娘娘, 能随您进去瞧瞧吗? 父皇不准人随意进去, 可儿臣实在好奇。 他对皇后表现出的不敬, 令贵妃暂时打消了疑虑。 贵妃也没有带他进去, 否则就是助长他那股蠢劲, 届时连累了自己。 昭华无奈离开, 临走前还求他不要把今天这事告诉父皇。 贵妃弯着唇, 温柔笑着。 你是无心之言, 本宫听一遍就忘了。 只是切记, 下次不可再犯, 否则连本宫都护不了你。 然而, 昭华走后, 贵妃脸上的笑容就凝住了, 眼中还闪过一抹冷意。 这个昌平, 真是蠢不自知。 金服殿。 昭华刚坐下, 宫人来传话。 公主, 荣妃娘娘的祭日快到了, 为祭殿事宜, 皇上让您今日就去卫府。 卫老夫人疼爱女儿, 每年都会设计殿。 这并无不妥。 可昭华心里, 没来由的致重, 这是不祥的预感。 她一个公主, 总往卫府跑, 也不合一把。 也不知父皇怎就这么爱将她往卫府送。 此次是卫府的马车来接人。 昭华坐上马车, 应觉得困倦, 便小气了会儿。 马车停下后, 她弯腰下去。 可眼前的场景, 令她诧异。 不是应该去卫府吗? 怎么停在这陌生宅子外? 第九十六章他的别院。 此地偏僻, 抬眼望四周, 都不见有其他宅院。 难道是卫府的别院? 昭华用眼神询问绿兰, 想着绿兰应该清楚。 但绿兰此时也一脸困惑。 见此, 昭华既纳闷, 又惶惶不安。 他问卫府的马车夫, 这里是什么地方? 马车夫拱手锤立, 回禀公主, 是祭祀用的别院, 老夫人和卫相都在里头。 绿兰纳闷, 明明三年前还没有这别院。 昭华迈进那别院, 院内像是久无人居, 顿险其轻。 仆人将他领到一屋。 昭华觉得古怪, 外祖母呢? 仆人低着头回他。 老夫人身子不适, 这会儿正在房中小气。 昭华审视着那仆人, 这一连串的事总透着谷吊诡。 不过, 他出宫去卫府, 父皇都知道, 这光天化日的, 哪怕是卫界, 也没胆子算计他。 昭华从容进屋, 绿兰一步不离地跟着。 待了片刻后, 绿兰小声嘀咕。 公主, 这院子真冷清。 昭华心里又开始七上八下, 他莫对站起身来。 我还是去看看外祖母。 哪知, 他刚走几步就绝两腿发软, 脑袋也像被灌住泥水, 很重, 很浑。 他赶紧找个地方符, 手刚碰到桌脚, 又脱离滑落。 动, 动。 随着两声闷响, 主仆二人接连倒地。 昭华这一晕就不觉时间流逝, 直到日落西山。 他头脑昏沉地醒来, 才意识到自己处境不妙。 屋子还是那间屋子。 他躺在雕花木床上, 起身观看, 却不见绿蓝。 再一看, 门窗紧闭, 密不透风。 昭华跌跌撞撞地来到门边。 推门, 门门丝不动。 拍门叫人, 也无人应答。 窗户同样如此, 显然是被人从外封锁了。 是卫界指使的吗? 可是,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昭华百思不得其解, 转头寻找工具破门, 意外瞥见, 桌上放着一个木匣子。 他记得清清楚楚, 先前他和绿蓝进屋时, 桌上并没有这东西。 顾不上多想, 昭华立马上前打开它。 晕过刚醒, 此时他脑中一团江湖, 手也不听使唤, 一直哆嗦。 打开木匣子后, 昭华最先看到的是那只碧玉兰花簪。 这和卫界之前送他的那只一模一样。 不, 恐怕就是那只。 昭华不敢碰他, 连带着里面另一只小木盒, 他也不敢打开看了。 他呆站着, 不知所措。 卫界把他安排到这别院, 又将他迷晕关在这屋里。 这些, 究竟是什么意思? 他有了个可怕的猜想, 又觉得不太可能。 但是, 总要面对的。 昭华深吸一口气, 慢慢呼出。 随后, 他拿起那小木盒, 将其打开。 看清里面装着的东西后, 煞时间, 昭华瞳孔惊颤。 这不是他的玉坠吗? 不是他放在那尸体身上的玉坠吗? 昭华的脸色一片白, 有种一击就碎的脆弱感。 他额头浸出细汗, 呼吸也随之变得急促。 原来, 卫界还是怀疑他。 他做这些, 就是为了验证他的身份。 呼的, 门开了。 那人进屋后, 门又被关上。 昭华不用转头看, 就知道来人是谁。 醒了吗? 果然是他熟悉的声音。 语气还是温文有礼的, 他却听出一丝隐藏得极好, 游刃有余的嗜血。 昭华缓缓转身, 只见卫界衣着月白锦衣, 清俊金贵, 眼目朗润, 唇边琴着四真四假的笑。 他走过来, 他就不由自主地后退。 但他很快撞在那桌园, 眼睁睁看着他越来越近。 他高大身躯的阴影笼罩而来, 如同黑云压境, 城门不堪一击。 昭华没有了退路, 美眸圆争, 卫相, 你放肆。 他正了下, 但也只是一下。 随即嘴角笑意加深, 眼神却越发凉薄。 他不在手里, 墨地捏住他下巴, 威胁性地问。 是你自己解释, 还是由我来揭穿? 第九十七章卫界, 你混账! 解释什么? 你犯魂了? 昭华拿开他的手, 一股莫名的脑恨窜上他头顶。 卫界也不着急, 审视着他, 缓缓道。 有人能证明, 真正的昌平公主早已死了。 你断不可能是他。 昭华猛然想到, 那个法号了绝的小和尚。 难道卫界找到他了吗? 但当下, 不管多心虚, 他都嘴硬不承认。 这简直荒谬。 谁说本公主死了? 这是在咒诅! 卫界无动于衷, 继续着他的推测。 不只是你这双眼睛, 你的背影, 还有你牙痛的老毛病, 这些都足以让我确信。 你就是? 就是什么? 那个叫昭华的女子吗? 他打断她, 又继续告诫道。 卫相, 你上次在厚林江本公主错任, 现在又要再来一回吗? 昭华也只是看上去有底气, 其实, 他是真的慌了。 他已经特意束腰, 让胸脯看起来没那么古。 谁承想, 他竟还能从他背影看出端倪来。 至于牙痛, 是他疏忽了。 那晚他应该忍着, 不该让绿兰去太医院。 可他此前也想不到, 卫界连太医院的记录都能查到。 谁知他会一直盯着他不放。 昭华话音刚落, 卫界就拿出一瓶药来。 他看见那药, 莫名心惊。 你, 你要干什么? 卫界盯着他那张脸, 嗓音忧凉。 真是本相错认吗? 顶级的易容术, 确实能做得毫无痕迹。 不过, 他能挡得住这消狠水吗? 昭华同仁促缩, 后背发凉。 你, 你说什么? 易容竹? 他假装无辜, 怒斥道。 卫相, 你真是病得不轻, 我要回宫! 放开我! 他挣扎, 反被他那胳膊锁住腰身。 放开! 你放开啊! 卫界, 你胆胆冒犯本公主! 卫界控制着他, 还要强行往他脸上倒那消狠水。 不管他如何扑冷喊叫, 他都充耳不闻。 危急时刻, 昭华紧紧抓住他握药瓶的手。 他豁出去地警告他。 你敢! 谁知道, 你这是什么药? 若是毁了本公主的脸, 本公主拿你试问。 你不就是怀疑我身份吗? 我们去父皇面前, 若我这张脸如假包换, 你卫界就得给我磕头认错。 卫界果然停顿了, 眼眸晦暗不明。 昭华刚松懈下来, 不料, 他突然扣着他后颈, 凶狠地吻来。 他吻得很急, 很激烈, 像要吞噬他一切的不安分。 昭华双手抵住他胸口, 死守着牙关。 可是没用, 他几乎是压倒性地撬开他唇齿, 接着越吻越深。 昭华用尽全力推锯, 在他手背上抓脑触到的红痕。 他怎么敢? 过了好一会儿, 他终于放过他。 但, 他那双有力的大掌还抓着他后颈, 仿佛操控着他命脉, 一下就能要他的命。 他双眸通红, 眼下是被逼出的泪意, 愤愤不平地怒视他。 啊, 卫界, 卫界, 你这混账, 你欺辱我, 我要告诉父皇, 我要让父皇杀了你。 卫界非但不怕他恐吓, 还得寸进尺地抚摸他脸庞, 手指划过, 激起他一阵战力。 下一瞬, 他低哑着声音, 眉头莫尾地说了句, 晚了? 什么晚了? 突然间, 昭华面露惊恶, 并且一股深深的挫败感, 蔓延而来。 他如此近距离地看着他那双眼睛, 竟从他眼里看到他自己。 准确地说, 是他那张脸。 是他的脸, 而非昌平的。 第九十八章, 他可真狠啊。 昭华瞬间明白, 未界话里的意思。 晚了? 他早就取下他那张假面了。 在极大的情绪波动下, 昭华身子陡颤, 脸色乌清。 但越是危急, 他越不能慌。 昭华内心强行冷静下来, 思考着如何处理眼前的局面。 未界知道他是谁了, 在闹到父皇面前, 只会适得其反。 目前最要紧的是稳住他。 于是, 昭华故作一败涂地的颓然模样, 一改先前的自信蛮横, 宛若被拔掉一身刺, 变得光秃秃的刺猬, 先向他示弱。 你, 你能当作不知道, 放过我吗? 未界眼眸一领, 嗓音沉沉地问。 你说什么? 他凭什么以为, 他会替他保守这么大的秘密? 昭华从他这反应来看, 让他装聋作哑, 是行不通的。 所以顺势改变策略, 与他论理。 他没有软肋, 唯一比较在乎的, 好像就只有他的祖母。 他反问他, 那你想如何? 你难道非要我消失吗? 魏相, 是已成定局, 真正的昌平公主死了。 我来假扮她, 带她向外祖母敬笑, 有力无害。 老人家年纪老迈, 最疼爱昌平这个外孙女。 你要告诉她实情, 万一她受不住这刺激呢? 未界表情严厉, 威胁我。 见她生气, 昭华便知自己赌对了。 她表面宛若被逼上死路, 带着破釜沉舟的决心, 实则继续刺激她。 你误会了, 我哪敢? 只是提醒魏相, 不要因小失大。 我贱命一条, 死就死吧。 魏老夫人就不一样了。 呃, 魏界乍然掐住她脖子, 虎口顶着她喉咙, 勒得她呼吸一紧, 本能地扬起头来。 她只想让她闭嘴。 她若是够聪明, 应该乖乖求她, 而不是一味惹怒她, 让她再度想起那句逆亡的女尸。 那日去认识, 路途中, 她好几次头晕目眩。 她从未那么地惊心胆战, 那么害怕面对一具尸体。 今日, 她亲手揭开她这张假面, 确定她还好好活着, 她多日以来的优惧才分放下。 现在她又说死, 难道在她看来, 她的死活就跟她无关吗? 这女人, 心肠够硬的, 她就该让她知道, 死亡有多可怕。 随着她手指收紧, 昭华难受的醋眉, 眼神悲戚。 你真想杀我? 怀啊? 魏界有分寸, 她所用的力不至于叫她窒息。 听她如以前那般换她, 她更是瞬间松开了手。 嗨嗨, 昭华虚弱地扶着心口, 暗暗观察着魏界的脸色。 好不容易重活一世, 她哪里舍得死? 只是, 魏界太难对付了。 她也不确定, 她能否念旧情, 放她一马。 紧接着, 昭华放柔声音, 韩晴默默地注视着她, 试探性地蛊惑道。 怀啊, 你别生我的气了。 我不是也没计较你, 隐瞒身份的事吗? 我们现在这样不好吗? 如今我是昌平公主, 是你的表妹。 你见我也方便。 若是你有需要, 我还能帮衬你。 魏界不为所动, 她脸着眉, 轻正言明的质问。 直到现在, 你还以为这是小事? 想活命就告诉我, 是谁指使你冒充昌平? 她能走到这一步, 绝非凭她一己之力。 文言, 昭华坚定地否认, 没有人指使, 是我自己。 魏界已经听够她的谎言, 她截断她这毫无意义的争辩, 威吓她。 非要我动心, 你才肯说实话吗? 昭华咬着唇, 很是绝强。 魏界视线凌然, 还是不说, 她真是小看她了。 从大漠到天启, 这一路, 她都没有暴露过自己的真实目的。 起初, 她说她喜欢她, 才跟着她回天启, 她信了。 后来, 她又说是, 为了寻找亲生父母, 她也信了。 可如今她假冒昌平公主, 她不得不怀疑, 她很可能是大漠的戏作。 她就是再喜欢她, 都不可能纵容她, 做出有损国家的事。 来人! 随着魏界一声吩咐, 陆从和几个人进屋了。 昭华看见, 他们手上都拿着刑具, 瞧得人心惊胆寒。 她立即看向魏界, 后者绝情地转过身去, 背对着她下令, 动刑。 昭华心中发凉, 她可真狠啊。 第九十九章上行审问, 她哭着求饶。 主子吩咐动刑, 陆从却迟疏不前, 得知昌平公主是昭华姑娘一容假扮, 她震惊不已。 本以为主子抱得美人归, 应该高兴了。 哪成想, 这突然就要对昭华姑娘上行, 事情的发展总是出乎她意料。 她就是再捉摸不透主子的心思, 也看得出主子很在乎昭华姑娘。 这行尚在她身, 只怕难受在主子心里。 主子也没说具体上哪个刑具, 陆从特意挑了的没那么可怕的杂, 那是用来夹手指的。 陆从将昭华的食指放进去, 动刑前, 她还低声劝她。 姑娘, 您就昭了吧。 这罪您受不住。 昭华苦涩地笑笑, 前世她受过的刑具, 哪个不比这狠。 她想报仇, 就不能告诉卫界真相。 毕竟, 她动贵妃, 就是动那沆瀣一气的世家势力。 卫界是世家的主心骨, 她不可能容她。 陆从左等右等, 还是没等到一个转机。 她深感无奈。 主子倦, 昭华姑娘也倦。 其实只要他们中有一个让步, 都不至于弄成这样。 怎么着, 真要动刑吗? 陆从硬着心, 示意两边的人, 拉。 随着那刑具的收紧, 昭华的食指受到强力挤压。 植骨要被生生夹断一半, 痛得钻心。 她咬着唇内的软肉, 几乎要咬出血来。 啊! 未接手紧握, 直接咔白。 陆从看那动型的俩人如此用力, 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 她正想暗示他们放点水, 忽而听见主子发话。 收了! 她回身, 瞧见那女子脸色惨白, 下了刑具的手指, 冲血红肿, 惹人心疼。 可她那眼神还是不屈服, 恨她。 卫界眼眸发颤, 自嘲冷笑。 她利用她来到天启, 骗她置身。 她恨她什么? 她就该狠狠心, 让她将这些刑具用个遍。 届时她才知道, 她不是吓吓她而已。 卫界几步上前, 牢牢抓住她胳膊。 你以为我舍不得? 我只是突然想到, 这些刑具对你们这些细作而言, 根本不算什么。 接着, 她又吩咐陆从, 去抓条蛇来。 刹那间, 昭华的眼神就变了。 她怕蛇。 上次在卫府, 那蛇就吓得她冷静全无。 陆从听命而行, 真就弄了条蛇过来。 昭华直挣扎, 全身充满抗拒, 本能向后退。 卫界则狠心将她往前推。 她做着如此残忍的事, 嗓音却是那么温柔。 害怕吗? 她就说实话。 昭华吓坏了, 用力与她对抗着。 不, 别过来。 啊。 她尖叫, 转身扑向她, 用力抱着她。 前世, 贵妃折磨她, 将她丢进蛇窟里。 他们在她身上爬, 还咬她, 好恶心。 那是身体和心里的双重折磨, 是刻入她灵魂的恐惧。 她惊骇万分, 无助地好哭。 华, 我求求你, 不要逼我, 不要再逼我了, 我不是戏作, 我真的不是。 卫界薄唇警敏, 看似无所动容, 手却拥住了她。 她不会真让她被蛇咬。 路从那边掐着蛇的三寸, 哪怕她靠得再近, 也不会有危险。 但, 她还是低估了她对蛇的惧怕, 没想到她会吓成这样。 如此可怜, 柔弱, 还绝望地寻求她保护。 顷刻间, 卫界再硬的心肠都软化了, 都出去。 这话一出, 路从跑得比谁都快。 她就知道, 主子舍不得。 屋内, 卫界不再顾忌, 直接搂紧了怀中人。 第一百章发誓, 一辈子跟着她。 卫界低头青蹭招滑头顶, 安抚她。 你还要我怎么做? 你知道自己犯了多大罪吗? 且不说别的, 但是欺君, 就够你死上好几回。 你真想死吗? 人来世上走一遭, 你甘心这么做一颗棋子。 我再救你, 你知道吗? 你以为别人都是傻子? 只包不住火那日, 你是什么下场? 你背后的主子, 他可会管你的死活。 你仔细想想, 我说的这些。 她言之凿凿, 看似近在掌握。 却未意识到, 率先低头的那个, 注定要被拿捏。 昭华攥着她衣巾, 仰头看她, 委屈又害怕。 我不是细作, 我不是大漠的细作。 她泪眼潸然, 瞧得她心口质闷。 可理智胜过那些情绪, 她才受过惊吓, 她尽量用温柔的语气。 你一人, 如何能成功混入太庙, 假冒成昌平? 背后总有人指使你。 告诉我实话, 我才能帮你。 昭华听不懂事的, 只是重复, 我不是细作。 未见语调深沉, 抚摸着她发丝, 温盛道。 我不会再对你用刑, 不会再吓你。 但是, 我也不会放任 你顶着昌平的身份作乱。 你就待在这儿, 直到你把事情交代清楚。 昭华对此不可置信, 他听懂了, 他这是要关着她。 你不可以这样做, 父皇知道我去卫府, 我迟迟不回宫, 他会起疑, 他会派人找我。 卫界没有一丝忌惮, 若皇上知道你是假的, 还会找你吗? 那外祖母呢? 卫界不答, 似乎他也有这个顾虑。 昭华以为他动摇, 眼泛泪光, 举起手指。 你放我走吧。 我发誓, 我不会做对天气不利的事, 否则我。 否则什么? 卫界沉声反问, 同时扣住他手腕, 将他发誓的手掰下来。 他抬起他下巴, 怒气不争一般训斥他。 你这张嘴, 还有什么事不敢说的? 你以为胡扯一痛, 我就会放你走。 昭华手腕被他捏得生疼。 他解释, 不是胡扯, 你不信我, 我只好发誓。 卫界冷吃, 你还发誓会一辈子跟着我, 管用吗? 昭华顿时语色, 可他不能一直待在这里。 怀安, 我有难言的苦衷, 但我真的不是细作。 你想, 我若是细作, 怎会没本事来添起? 我若是细作, 想对天气不利, 比起假冒成公主, 岂不是做你的女人更便利吗? 卫界认同他说的这些。 但, 不是细作, 不代表他就是清白无辜了。 安分呆着, 他扔下这么一句, 就要拂袖而去。 昭华猛然想起什么? 胆忙拉住他胳膊。 你要关着我, 那绿兰呢? 你把他怎么拉? 他怕他们对绿兰用刑逼供, 被他们知晓, 这事跟父皇有关。 若是卫界直接去问父皇, 那他的真实身份就藏不住了。 卫界淡淡地说道, 已经初步审问了一遍, 他对你的是守口如瓶, 他是无辜的。 我求你不要对他用刑。 卫界心里不是滋味。 他转身握住他腰, 逼近时, 眼神炎正。 你自身难保, 还关心他做事。 他帮着你做事, 岂会完全无辜。 你当真以为, 他守口如瓶, 是对你忠心吗? 他是对你背后的主子忠心? 而你, 于不可及, 被人算计, 还护着他。 听完这些, 还要为了他求我吗? 昭华不知道他突然哪来的隐目, 他无论如何都得护住绿兰。 这不是为绿兰, 而是为了他自己。 我不知道那些阴谋算计, 我只知绿兰对我好, 他也是个可怜人。 我对你不好吗? 未见那俊美的脸上浮现韵色, 那是他再也抑制不住的脑溢。 话题这就偏了, 昭华试图将其扯回来, 他却多多逼人起来, 不给他开口的机会。 那具尸体, 也是你们的安排, 别说你不知情。 你可有想过, 我看见尸体后, 是和心情? 你犹豫过吗? 有没有想过, 不该这么做? 你有为了我, 求你背后那主子吗? 有吗? 昭华被他逼问得喘不过气, 我没想这么对你。 未见那胳膊糊的收紧, 令他往他身上贴去。 他灼热的气息充满他, 他躲避不开, 双手隔在中间, 侧着头挣扎。 耳边传来他的低语, 危险, 令人不寒而栗。 昭华, 你真不该惹我生气。 话落, 他便将他抱起, 朝着床榻走去。 第101张怀案, 你放过我。 面对未见那来势汹汹, 昭华躲着他, 他不想再沾染上他。 有了第一次, 就会有第二次, 第三次, 他永远都摆脱不了他。 但未见之他的哀求于不顾, 将他两只手腕各自绑在床头。 耳边是他的尖叫, 他直接用嘴堵上, 将那些声音尽数吞进。 昭华两只手背绑, 那点抵抗的力气简直不痛不痒。 他呜呜地发出哭声来。 闲色的眼泪夺眶而出, 被未见悉数吻开。 他的哭叶传到他这儿, 令他意乱。 只好一只手拖着他脑袋, 沙哑着声, 无奈又坚定地告诉他。 是我将你带来天启, 若你有罪, 我也难辞其咎。 你是我的人, 我会陪着你, 陪着你一起去圣上面前请罪。 昭华对上他那温柔无限的目光, 不可置信。 这与他何干? 他才不需要他一起认罪。 可是, 听他这样说, 他又好难受。 他不懂, 他一人做事一人当, 他是他的谁。 何故如此? 怀着这些不解与烦乱, 昭华的身子出奇地软下来。 他白皙的脸上浮起红蕴, 鼻尖上有点点汗珠。 就此缠绵, 就此沉沦。 他短暂地忘了一切, 仿佛天地间只有他和魏姐两人。 视线中, 那帐顶天旋地转, 不住晃动。 男子动情后泛红的双眸, 如同烙铁, 刻在他心上。 从黄昏到黑夜, 他眼尾烟红, 堪比那开得醉艳的牡丹。 昭华双眸聚焦, 直愣愣地望着帐顶, 那一片白色正如他此刻的思绪。 他什么都思考不了。 一团乱麻, 彻底里不清了。 他仿佛一下被抽干了魂魄, 只剩下一句曲巧。 魏姐解开昭华手腕, 给他红肿的食指上药, 然后叫水, 抱着他一起去清洗。 这儿没有他的换洗衣裳, 他便给他套上他的干净外袍, 将他放在那小榻上。 这整个过程中, 昭华一句不吭, 眼神也是虚空。 他陷在那巨大的麻烦里, 最终, 他撑不住了, 默默流出两行清泪。 魏姐抬起他的脸, 用指腹擦去他泪痕。 他不停落泪, 他就不停擦。 后来, 他皱起眉头, 眼睛要哭肿了。 昭华望着他, 试图做最后的挣扎。 怀安, 你放过我。 他还没说完, 就见他面色微沉。 我如何放过你? 是你不放过你自己? 我会为你摆平一切。 你还有什么顾虑? 昭华摇头, 我有苦衷。 我不能, 不能说。 魏姐因他这话, 怒从心头起, 又被他压下去。 他也不想和他争执下去, 直接给他两条路。 要么, 一辈子留在这儿。 要么, 说出真相, 我与你一同领罪。 昭华直接拆穿塔, 可不管是哪条, 到最后, 你都不肯放过我是吗? 你还是要强迫, 做你的女人。 魏姐那燕足后的满意, 被他一下搅散。 第102章, 那就生下来。 魏姐那短暂的温柔退去, 眼神略显冰冷。 他低头贴近他耳畔, 我强迫你的吗? 难道你不想吗? 他明明是静欲清冷的样子, 却说着, 这样寡怜贤耻的话。 昭华面如红霞, 连耳根子都染上烟红。 他又气又狠。 无耻! 你无耻! 魏姐眸光微热, 欣赏着他此时的神态。 真是一沉一怒, 叫人不由地想狠狠欺负。 事后, 他如惊弓之鸟, 迅速抱紧双腿全缩成一团, 声音嘶哑地吼他。 你走开啊! 我恨你! 魏姐, 我恨死你了! 你这个伪君子! 你是豺狼, 是虎豹, 你撕碎我吧! 我在你面前已经毫无尊严了。 魏姐任他骂, 并云淡风轻地吩咐手下准备饭食。 两盏茶后, 陆从将饭菜送进来, 隔着一道屏风, 听见床杖里主子那隐忍的威吓。 还骂吗? 陆从不敢再听下去, 摆好饭菜就出去了。 捎带着还把门给关炎食。 折腾到这么晚才吃东西, 昭华早已饿得前胸贴后背。 他双手受了扎刑, 是魏姐一口一口喂的他。 堂堂相国, 哪里像这样伺候过别人。 只怕说出去, 都没人信。 昭华却一点不觉得他好。 想想他对自己做过的事, 还有他目前的艰难处境, 他胃口都没了。 食之无味, 他满心想的都是如何解决困局。 还有绿兰, 也不知他们会不会继续审问他。 魏姐似乎看出他心中所想, 主动提及绿兰的事。 那婢女, 我暂时不审他, 但我耐心也有限, 不要让我等太久。 闻言, 昭华的心情稍稍有所好转。 他又往他嘴里送了口汤, 他配合着张嘴喝下。 忽而又想起什么, 他宁眉道, 还有婢子药。 魏姐面色沉静, 视线与他交错, 没有对上。 不用喝。 随即他又强调, 我有分寸。 昭华不敢冒一丁点险。 不行。 万一呢? 魏姐抬眸看他, 目光沉重。 那就生下来, 他这话更多是在赌气。 自己就是再糊涂, 也不会让他在没有名分的情况下, 怀上孩子。 昭华自不知他这话的真假, 错愕地盯着他, 直到他改口。 今天太晚了, 明天再喝。 夜深了, 魏姐没有回魏府, 就此留在这儿, 拥着他而卧。 昭华以为自己会辗转难眠, 不成想, 他近睡得很好。 次日一早, 魏姐就醒了, 看着枕边人憨态可惧的睡颜, 他失神良久。 温存过后, 便要面对现实。 他说了, 要跟他一起面对, 就一定会做到。 就怕他不信, 将他当外人。 魏姐勾起他一缕发丝, 别置他耳后, 望着他的眼神, 有他自己都察觉不到的前权。 这之后, 魏姐给他手指涂完药, 就去上朝会了。 昭华睡到很晚才起, 空荡荡的屋子, 令他心神恍惚。 眼前的悠闲是假象, 他实则还被架在火上烤着。 接下去, 他思考良久, 权衡利弊。 拿定主意后, 昭华攥着那不属于自己的宽大衣袍, 眼神坚决从容。 就在此时, 魏姐回来了。 他的身影好似一堵墙, 挡住他的将来。 昭华拢着衣襟坐起来, 眼神恳切地望着他。 不等他开口, 他就说, 华, 我想好了, 我什么都告诉你。 第103章他交代的真相。 魏姐脚步一顿, 旋即又若无其事地走到床边坐下。 想通了, 他还带来一套女装, 顺手放在床头。 昭华定定地注视着他, 确信地点头。 嗯。 魏姐清俊的眉眼含着欣慰笑意, 他抬手扶去他额前乱发, 动作娴熟自然。 昭华低着头, 尖色道, 的确, 昌平公主早就死了。 至于我, 为何要冒充她? 是因为, 因为, 我爹不是别人, 正是太妙的住持。 但定如魏姐, 听到这话也诧异了。 他眉头紧锁, 显然不幸。 昭华则继续说道, 其实, 我早就知道, 我爹是谁。 我被拐卖的时候, 已经记事了。 记忆中, 我爹是和尚, 还是住持, 他不能养我, 就把我寄养在山下一户人家。 玉坠不是养父母给我的, 是我爹给我的。 我知道, 只要有这个, 我早晚能和爹爹相认, 所以被拐路上, 我一直偷藏着他。 在大漠那么多年, 我没有一天, 不想着回到天气。 后来我遇到了你。 他顿了顿, 抬头看魏姐。 他静静听着, 没有表现出信或不信。 他干涩着唇, 接着叙述。 我从安城逃走后, 一路来到皇城, 凭着那玉坠与我爹相认。 没想到, 昌平公主目睹我们妇女重逢, 扬言要去告发。 说到此处, 他脸上浮现一抹后之后觉得急切惧怕。 但我和爹爹, 没有对他不利, 公主的死跟我们没关系。 就是那么凑巧。 那晚, 那晚公主莫名猝死。 她具体怎么死的, 我不知道。 爹爹不告诉我, 她要送我走。 后来我头听到, 似乎是爹爹监管不利, 公主一死, 皇上势必降罪于她。 历经千辛万苦才团聚, 我不想和爹爹分开。 于是我主动提出, 由我来一容假冒公主。 我当时天真的以为, 反正, 昌平公主这辈子都要待在太庙, 一来我能以她的身份, 在寺庙中与爹爹相守, 二来能避免爹爹因公主之死, 受无端牵连。 可是, 可是我, 万万没料到, 皇上一道赦罪照, 他肩膀色缩颤抖, 哭着扑到魏杰怀里。 怀安? 我真的没想到, 会弄成这样。 我只是想和爹爹在一起, 可现在, 我也骑虎难下了, 我也心存侥幸, 见没人识破, 我贪慕虚荣, 舍不得这锦衣玉食的生活, 直到我见到你, 我怕极了, 我不是非要隐瞒你, 欺骗你的。 他那楚楚模样, 天可连剑。 魏杰听完他这番解释, 多少还有些怀疑。 只因, 他前前后后骗过他那么多回, 每次都编得像模像样。 难保他这回没有骗他。 事实上, 昭华确实骗了他。 这些都是他编造的。 他重生后, 原先的计划是以宫女身份, 成为母后殿里的人。 但父皇却给他安排了昌平这个身份。 他才知道, 就在他回皇城前几日, 昌平猝死于太庙。 皇室迟迟没有发复告, 令他觉得昌平之死有猫腻。 因而, 他今日才编出这套说辞。 昭华擦擦眼泪, 战战兢兢地揪着魏杰的袖边。 华, 我只求你信我。 我真的不是戏作, 你是了解我的。 在大漠, 在杜甫的一切, 都清清白白。 我什么都不会, 哪里是当戏作的料。 魏杰总算有反应。 他手指穿入他发尖, 拢住他后脑。 他便顺着他的立仰头, 展现出优美的颈线。 这动作透着一股讨好意味, 是他赖以生存的本能。 魏杰眼神复杂, 似笑似潮。 有些戏作, 往往只要膳食美人计。 就这点言, 你确实是块好料。 昭华眉心微醋, 稍显激动地反驳。 我不是戏作。 魏杰也偏向于他不是戏作。 但他也不能光听他片面之词。 他正色道, 你说的这些, 我会去查证。 那在此期间呢? 你还要把我关在这儿吗? 昭华紧张地问。 魏杰却突兀地抓起他手腕, 拿起放在床头的消肿药, 专心致志地给他手涂抹药膏。 边上药, 边反问他。 在这儿不好吗? 昭华满脸担忧。 我突然失踪, 外面那些人会怎么想? 魏杰抬头看他, 他们会以为你在卫府。 那荣妃的忌日后呢? 你总不能一直关着我。 魏杰大局在我的说道, 你们只是需要有人假扮昌平公主, 可以是你, 也可以是别人。 昭华心如雷骨。 你, 你什么意思啊? 难道, 你要找别人假扮公主? 这可不行。 第104章, 开过婚的男人。 让别人继续假扮昌平, 这并不妥。 魏杰不会做这种无意义的事。 他那双眼睛仿若能看穿一切, 悠然道。 只有你傻傻地以为, 你是在卫府着想。 原定终身要在太庙受承接的昌平公主, 为何会突然被皇上赦免? 这不可疑吗? 或许, 从昌平公主的死开始, 就是一个局。 你无意中入了局, 成为布局人手里的一颗棋子了。 他说前面时, 昭华的心都提到嗓子眼。 到最后一句, 他才转为为安。 只能说, 魏杰也会聪明反背聪明物吧。 昭华醒来后, 还没用早膳。 魏杰先让他吃点东西, 然后带他到暗桌边, 铺开画纸做画。 他两腿经不住久站, 坐在他旁边的椅子上。 也不知他要画什么, 非要他陪着。 这一会儿功夫, 就画下了太妙住持那张脸。 昭华就像见到真人, 惊讶的目瞪口呆。 下一瞬, 他就又紧张起来了。 魏杰拿起画像, 放在他脸边比对。 这真是你生父吗? 怎么跟你完全不像? 昭华镇定的辩解。 可能我更像我娘。 魏杰意味深长道。 也可能, 他根本不是你生父。 昭华怕说多了, 破绽也多, 固执地坚称。 不会的, 他就是我爹爹。 而后, 他满怀期望地看着他, 说, 华安, 我也只能依靠你了。 你会保护我的, 对吗? 他只要视若讨好, 就给人一种 怨君多彩鞋的错觉。 魏杰是开过婚的, 尝过各种滋味。 而一旦尝过, 就没那么容易戒断。 往往只需对方一个眼神, 一个动作, 就能迅速在他那股 倩望的深海, 掀起波澜。 魏杰无需委屈自己。 他不纵欲, 但也不禁欲。 当下, 他便放下画像, 直接将昭华拖抱到暗桌上。 昭华知道他要干什么, 连忙挡住他靠近的胸膛。 等等, 我如今是昌平公主, 我们不能。 魏杰的手已经握住他腿弯处, 并顺着往上 抹撒他大腿的肌肤。 不能什么? 他眼神清冷, 又染着琴鼓倩的火苗。 昭华一时耿住。 不能这样。 他以压倒性的姿态, 一下将他摁在暗桌上, 明知故问, 怎样? 那暗桌不宽, 无法容纳他, 整个人躺下。 他腰部以下都悬空着, 魏杰抓住他双腿, 缠绕在他腰间。 他颇为危险地问, 看样子, 你是真想做公主? 上瘾了是吗? 忘了, 你本是什么身份了? 不是你的, 就不该肖想。 昭华秀没紧错, 那暗桌很硬, 都搁着他骨头了。 而他说的话, 更让他难受。 眼看着他轻身下来, 他悲愤地发问, 我想做公主, 有错吗? 魏杰, 你把我困在这儿, 是不是, 就是想我做你的禁卵? 魏杰眼神冷俊, 你就这么看我, 昭华趁机推开他起身, 与他谈判, 难道不是吗? 你把我关在这儿, 就是为了满足你自己, 啊。 他刚说完, 魏杰就捏住他下颌, 脸色难看, 放眼整个天启, 恐怕也就只有他, 能如此轻易地叫他动怒, 他都决意与他一起请罪, 他竟这样想他, 等到什么时候, 你真能满足我了, 再来大言不惭地说这种话, 这下魏昭华没好脸色了, 你, 你过河拆桥, 他实在想不出什么词, 能形容他这种无耻行径, 是谁昨晚还在他身上, 欲仙欲死, 欲罢不能的, 不对, 他想这做什么, 话题差点就被他带偏了, 昭华冷静下来, 继续说道, 我的意思是, 你要查证, 但是你不该把我困在这儿, 应该把我送魏府去, 反正我也逃不掉, 你怕什么呢, 他以为魏界又会推三阻四, 不料, 他这么说完后, 他竟没有驳斥, 魏界这会儿也恢复了平静, 他松开它, 沉声道, 嗯, 你说得在理, 其实, 这也是他之后的打算, 他下巴微压, 侧着头, 亲吻他脖子, 那里原本就有他昨晚留下的痕迹, 他寻着那些痕迹碾膜, 引得他直颤, 明天就送你回魏府, 现在, 先满足我, 第105章他有分寸, 但不多, 这次, 昭华氏如论如何都拒绝不了, 这还是白日, 魏界完全不顾君子之行, 有分寸, 但不多, 当被他抱着在水中沐浴时, 他无端发起脾气来, 在他胸前挠出好几道印子, 他不怕痛似的, 还凑过去亲他, 昭华气急, 够了, 够了, 他愤怒转身, 就要出去, 他却一把从后圈抱住他, 愧叹道, 才做了两个月的公主, 脾气就变得这么大, 若是让你再做久些, 岂不是能飘飞上天, 昭华回呛他, 我就喜欢做公主, 比做你的妾强, 你见不得我好过, 魏界不怒返校, 他心情好, 就什么都好说, 好, 做公主, 往后你白天做妾, 晚上做公主, 昭华知道他这是调侃取笑, 气不打一处来, 他不想跟他说话, 所幸, 他明天就能离开这儿, 只要他还顶着公主的身份, 就能避开他的纠缠, 这晚, 魏界还是留宿, 睡前, 他处理了一路公文, 等他上榻, 昭华已经睡着了, 他侧躺着, 将他拥入怀, 他也不挣扎, 还很依赖地, 把手搭在他身上, 腿也架了上来, 说来也奇怪, 有他在, 他在疲累, 心里也格外放松, 一日, 午后, 卫福, 一辆马车缓缓使停, 马车里的, 正是昭华, 不过, 他现在已经重新戴上昌平公主的假面, 那还是魏界帮他合上的, 绿兰在他旁边正惊危坐, 对这两日的遭遇, 讳莫如深, 下马车后, 昭华心情沉闷, 魏界把一切都安排好了, 他失踪这两日, 他弄了个替身在魏府, 今早那替身出府逛集市, 才好让他再进魏府, 这两日, 那替身还称病, 出门都带着面纱, 事已, 即便前后两个公主不是同一人, 府中的仆人也毫无察觉, 难怪魏界之前一点不担心他平白失踪, 原是早就做好部署, 照他的计划, 他就是再被关几天都没人知道, 即使如此, 昭华又不明白了, 他怎么就轻易放他回来呢? 公主, 您还好吗? 回到厢房, 绿兰才敢说话, 他已经憋一路了, 过去那两天, 他一直被关在小屋里, 十分惊慌, 直到现在, 他都没弄明白, 魏湘是怎么发现公主是假的, 还有, 这两日, 公主又经历了什么, 是不是也被用行了? 绿兰以前跟着真正的昌平公主做坏事时, 都没这么惊心动魄过, 昭华没有多做解释, 他只是再三叮嘱, 绿兰, 你只需记住一点, 一旦昌平公主已死的是被揭晓, 你我都有性命之忧, 绿兰会议, 是, 牧婢打死都不会透露的, 昌平是怎么死的, 昭华以前也问过绿兰, 但他闭口不言, 想来是受父皇之命, 所以, 绿兰还是信得过的, 他不照做, 可不就是脑袋搬家吗? 昭华本来还想联系舅舅, 让他有所提防, 又怕魏界派人盯着他, 结了他的密信, 思量再三, 他决定按兵不动, 至于这魏府, 他是不能久留的, 还是得尽快回宫, 相比之下, 宫中更安全, 好在, 算算日子, 还有五天, 就是容非继日, 接下来这两日, 昭华几乎都待在老夫人那屋里, 表面是陪着外祖母, 其实是怕魏界找他麻烦, 第三天的时候, 魏界来老夫人院里小座, 昭华避不开, 只得挨着老夫人座, 庆幸的是, 他并无任何反常, 与之前别无二致, 对他这个公主表妹, 他敬而远之, 然而, 要离开时, 他突然来了剧, 公主, 祭品还需你过目, 昭华从容地回他, 表哥做主就好, 魏界一脸正色, 如此便有些岳祖带袍了, 魏老夫人也在一旁附和, 昭平, 你就去看看吧, 昭华瞧了眼外头的夜色, 心间烦躁不安, 魏界到底想做什么, 他就不信, 真的只是单纯让他去看祭品, 他根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公主, 请, 魏界做足礼数, 完全没得商量了, 第106章, 昌平公主的死因, 昭华料想得不错, 跟着魏界出去后, 他就没带他去看祭品, 夜色漆黑, 他把他带到后院偏僻处, 绿蓝响跟上, 被鹿从横过来的胳膊拦住, 寂静中, 魏界站在他跟前, 挡住他的视线, 月光照着他, 他的眼神异常清冷, 透着一股严厉审视, 你当真不知昌平公主的死因, 昭华茫然迷惑地摇头, 他是真的不知道, 魏界又无声地看了他一会儿, 似乎想从他脸上窥探出撒谎痕迹, 昭华无畏地与他对视, 眼神相当无辜, 他忽然伸手, 将他搂进怀中, 这突如其来的清静, 令他无所适从, 脱口而出, 未像, 叫我什么? 魏界将他脑袋摁在自己胸膛上, 手掌轻抚他发顶, 他就是不习惯对着他这张脸, 昭华轻声改口, 怀安, 他没有挣扎了, 任由他搂抱着, 而后, 他下巴抵着他头顶, 低声道, 这几日, 我查清了昌平公主的死因, 昭华不免好奇, 是怎么一回事呢? 他嗓音轻柔, 配合着这温柔如水的月色, 叫人放下防备, 魏界淡淡地开口, 事关皇室名声, 我不能告诉你, 你知道的越少, 处境就越安全, 昭华也不是特别想知道, 他更怕魏界查出自己撒谎骗他, 是以他试探性地问, 那你是怎么查到的? 难道, 你去找过我爹爹? 有个小和尚目睹了一些事, 通过他提供的线索, 不难查到那些隐藏的真相, 魏界也去找过住持求证, 但老和尚始终肩默, 只是盘腿坐在佛像前, 敲着沐鱼, 以沉默应对他所有问题, 不做任何辩解, 紧接着, 魏界又严肃告诫昭华, 当务之急, 是帮你脱身, 让你继续一容假扮成昌平, 这并非长久之计, 昭华当即挣脱出他怀抱, 他十分抗拒, 不, 我不需要你帮我, 魏界目光微沉, 眼疾手快地握住他手腕, 你还想继续做这假公主, 昭华不否认, 不可以吗? 反正除了你, 没人知道我是假的, 你去揭穿我, 不就是要揭穿我爹隐瞒公主死亡的内情吗? 我知道, 欺君之罪很重的, 你要害死我爹吗? 我不傻, 眼下只有我继续假冒昌平公主, 才能保住我爹, 而且, 我现在吃穿不愁, 不会再受人欺负, 还有疼爱我的外祖母, 我喜欢这样的生活, 魏界眼中闪过一丝失望, 他抓着他手腕的力气加重, 你以为这便能高枕无忧? 何况, 你凭什么觉得, 我不会去拆穿你? 我说过, 你是我带回来的, 你犯错, 我自会跟你一起受成, 明日我就禀明皇上, 昭华眼中逼出汹涌泪意, 你为什么非要毁掉我的大好人生? 魏界在大是大非面前一向理智, 他近乎冷漠地沉声道, 你再这么下去, 只会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昭华执意反驳他, 不, 你不懂, 我已经万劫不复了, 你这样的出身, 什么都唾手可得, 可我光是活下来, 就很不容易了, 从我欺骗你, 用我的身体和尊严, 换取回天启的机会开始, 我就没有退路了, 魏界的脸色变得分外撂翘, 他静静地将他注视着, 唇角的弧度沾上冷翘, 我不是你的退路吗? 昭华愣了一瞬, 他眼眸深邃, 里面好似有一团灼腾人心的火, 似乎在这瞬间, 大梦初醒, 一双无形的手, 残忍地戳破每一个幻梦, 昭华咬着下唇, 是时候了, 该跟魏界说清楚, 在那冗长的沉默中, 他终于开口, 我不喜欢你, 有始至终都没喜欢过你, 你要我做你的妾, 是你一厢情愿, 我们不可能有将来, 我现在很好, 没有你, 我可以过得更好, 说完, 他以为魏界会大怒, 下意识后退了半步, 然而他没有, 他面色冷淡, 微微弯起的唇角, 笑意似有若无, 哄, 陆从正负责盯着绿兰, 忽然听到一声巨响, 他赶紧冲过去, 第107章太吓人了, 昭华亲眼看到, 那棵树被魏界的内力震端, 他腿脚发软, 呆站在原地, 不敢想, 若是那一掌劈在他身上, 会是什么后果, 主子, 陆从一脸担忧地跑过来, 魏界旁若无人, 一步步走到昭华面前, 一字一句道, 终有一日, 你会来求我, 他的眼神冷到极致, 全然没有平日里的沉稳凝合, 昭华完全不敢直视他眼睛, 一股寒气从他脚底直通头顶, 别说昭华, 就连陆从都被吓到了, 他跟随主子多年, 很少见到主子这么生气, 同时也疑惑, 昭华姑娘究竟说了什么, 能让好脾气的主子, 发这样大的火, 绿兰步子慢, 他过来时, 魏界和陆从已经离开, 公主则丢了活似的, 僵硬地站在那儿, 盯着那棵断裂倒地的树, 公主, 您没事吧, 绿兰赶紧上前, 昭华勉强回过神来, 他的手心全是冷汗, 太吓人了, 这要不是在魏府, 只怕魏界真会一怒之下劈死他, 他刚才明明看见他眼中的杀意, 回到厢房, 昭华的情绪才平复下来, 长怕不如短怕, 今晚和魏界把话说开, 他总不会再纠缠他了, 毕竟像他那般未高权重者, 被他下了面子, 绝不会自讨没趣, 昭华摸了摸胸口, 说不出心里是何滋味, 莫韵轩, 魏界房里的灯许久未灭, 他坐于暗前, 一遍遍书写着心经, 无法平息他此刻的戾气, 他体内那团伙越烧越旺, 甚至叫嚣着让他拿起屠刀, 斩进那扰乱他心的东西, 他早该知道, 那女子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 对他没有真心, 比如, 他之前费尽心思, 要将春莹送到他身边, 真正令他失控的是什么呢? 不是他的心意如何, 而是, 他变得超出他掌控了, 他如今, 有了昌平公主这个假身份, 就自以为能与他抗衡, 能摆脱他, 他完全可以揭发他, 让他不得不匍匐在他脚边, 求他要他。 但是, 真要这么做吗? 魏剑凝视着眼前的虚无, 陷入沉思, 笔墨停留太久, 穿透那纸张, 那黑色的墨汁渗向别处, 如同迅速蔓延的黑暗, 吞噬了光明。 这晚之后, 昭华就没见过魏剑, 很快就到荣妃祭日这天, 魏剑下朝后, 与众人一起祭奠荣妃, 他们要去荣妃墓, 从魏府到陵墓, 昭华几乎都和魏老夫人在一块, 魏老夫人沉浸在女儿寄日的哀碗中, 没感觉到丝毫不对劲, 整个过程中, 昭华与魏剑没有多余的话, 他也像没事人一般, 保持着该有的礼数, 不卑不亢, 不喜不怒。 但最终, 这份本就摇摇欲坠的和谐, 因着一个人的出现而打破, 一辆马车缓缓停下, 然后有人下马车, 并朝着他们走来。 那是个十七八岁的少年, 身形瘦靴, 俊俏秀气。 与常人不同, 他披着剑狐球大厂, 一大圈狐狸毛衬着下颌, 显得那张病泱泱的脸, 愈发惹人心疼。 如此弱不禁风的少年, 昭华并未多加在意。 他以为, 这是魏家的亲戚。 身旁的绿兰, 却偷偷提醒他, 公主, 这是金伯侯世子, 和您自幼定下婚约的未婚夫婿。 昭华的眼皮, 突突直跳。 未婚夫婿? 第108章, 他的未婚夫婿, 撮河独处。 昭华正震惊不之所以, 那少年已经走近了, 魏老夫人也将他叫过去。 昌平, 你也很久没见燕云了, 难得这孩子心血, 每年都会来祭奠你母妃。 老夫人这话夸大了, 他最放心不下外孙女的婚事。 今日特意将金燕云请来, 就是为了撮河两人。 见过公主, 金燕云先行礼。 不同于未界的清润嗓音, 这位金伯侯世子, 或许是因为常年喝药, 坏了嗓子, 听起来如同含着沙粒。 但这沙嗓很独特。 昭华微微汗手, 世子不必多礼。 金燕云好像很怕他, 都不敢和他对视上。 他拿出一些祭品, 亲自摆在墓碑前。 这之后, 魏老夫人就借口回马车上歇息, 好让两个年轻人相处。 昭华明知外祖母的心思, 可这会儿他也挺猛, 没法立马拒绝。 昌平和金燕云的婚约, 应该随着三年前昌平被罚入太庙, 就已经名存实亡了。 绿兰也说过, 昌平只喜欢赵凌渊, 看这位未婚夫婿百般不顺眼, 甚至还公然羞辱过他。 这三年, 金伯侯府就没给金燕云另定亲是吗? 他正想着, 忽而后背发凉, 就好像有谁在盯着他。 刚要转身看, 就听到咳嗽声。 嗨嗨。 虚弱的少年一咳, 昭华莫名心一揪。 金狮子, 外头风大, 我们去亭子里吧。 这陵墓附近就有工人歇息的八角亭, 没几步路。 闻言, 金燕云琥珀色的眸子里满含惊讶。 昌平公主从未这样心平气和地与他说过话。 他每次一看到他就生气, 动辄骂他废物, 让他滚。 眼前这个公主, 与三年前真是大不相同了。 柿子, 昭华再次出声, 你怎么了? 少年面色白得吓人, 没事。 公主先请, 他身边的侍从警惕十足地防着他, 呈现一种保护防御的姿态。 亭子里, 隔着一张石桌, 昭华和金燕云面对面坐着。 距离这样近, 他能看到他睫毛格外整, 皮肤格外白净。 金狮子, 你喝茶吗? 昭华也是实在没话说, 僵硬地打破沉默。 金燕云受宠若惊似的, 赶忙摇头。 不, 沉不喝。 他草木皆兵, 在他面前就像犯人端正坐着。 昭华好奇, 昌平以前怎妖对他的, 把他吓成这样。 舅舅说过, 金伯侯在朝中是中立派。 这柿子看起来也是不争不抢的性子, 真是儿子消腹。 马车里, 魏老夫人正远远瞧着亭子那边。 他感慨, 燕云除了身子弱, 真是良配。 一旁的婆子负荷。 老夫人说的是, 金柿子有容人之量, 定能一辈子待公主好。 就怕公主瞧不上人家。 老夫人窥叹道,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昌平长大了, 变得沉稳了, 是好事, 以后都会好起来的。 这时, 婆子眼尖地瞧见魏姐上了马车。 老夫人, 大人好像要走了。 我们也回吧。 昭华一转头的功夫, 就见老夫人和魏姐离开了。 她也没有和金燕云多待。 金柿子, 时辰不早, 我们都该回去了。 是, 公主。 少年站起身, 朝着她行礼告退。 两人分别后, 绿兰巧声强调。 公主, 您不该对金柿子那么温柔, 这不像您会让人起疑的。 昭华也深知此理。 但金燕云和苏婉不同, 她温良诚恳, 令她一句重话都说不出口。 也罢, 以后应该不会再见了。 昭华打算回去后, 就和外祖母谈谈此事, 让她老人家别再点这鸳鸯谱。 忽然, 行驶中的马车戛然停住。 绿兰率先问马车夫, 怎么了? 车夫还没回话, 就传来陆从的声音。 公主, 主子请您过去。 第109章服软, 求她。 昭华立即掀开帘子往外看, 魏接的马车就在前头。 公主, 绿兰手足无措, 生怕卫向又要动私行。 昭华稳住绿兰, 让她先待在这儿。 陆从已经搬出布梯。 昭华走下来时, 陆从好心提醒她。 您服个软, 也就没事了。 昭华都不明白, 自己为何要服软。 她那晚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走至魏接那马车前, 昭华缓了缓, 才弯腰上去。 车厢内点着檀香, 魏接就坐在中间。 她面前有张小桌, 上面放着一个眼熟的木匣子。 里面都是你的东西, 现在物归原主。 她语气很淡。 昭华坐过去, 打开木匣子查看。 其实, 除了那个玉坠, 别的都不算是她的。 她也只收起那玉坠。 像那只碧玉兰花簪, 她碰都没碰, 直接合上木匣。 魏接知道她意思。 送你的, 就是你的。 昭华势然一笑。 我拿回去也是要处理的, 宫中多有不便, 斗胆有劳未相处理了。 说完, 她就要离开。 魏接默然出声, 问她, 但凡是我送的, 你都不要吗? 昭华顿住, 紧接着她又说, 也包括这个。 她抬头一看, 只见, 她手里拿着一封信。 信封上写着共状二字。 昭华心中坠坠难安, 犹豫着, 还是伸手去拿了。 她在她面前打开, 里面密密麻麻的字, 是来自了绝晓和尚的共术, 还画了压。 这意味着, 此共状随时能成为呈堂正共。 昭华一字不漏地看完, 大受震撼。 她知道, 这东西有多重要。 就是不知道, 魏接是否真的会给她。 她试探地看向她, 魏向, 我不要别的, 但这共状, 一声闷笑, 自她胸腔溢出。 相鼠有耻, 仁而无止, 有选择的拿取, 此举何如。 昭华想到她那晚说过, 她还会求她。 想来, 她用这共状, 也就是想看她低头, 证明她有这本事拿捏她。 魏向说的是, 我无耻。 你想让我求你, 那我便求你。 魏接无动于衷, 甚至语气更加凉薄。 公主之尊, 臣如何当得起? 昭华紧捏着拳头, 能屈能伸地陪上笑容。 魏向是连父皇都礼让三分地重臣, 我又算什么呢? 还请魏向高抬跪手。 魏接却勿自打开那木匣子, 拿出那只发簪。 昭华健壮, 聪明地改口。 魏向所赠, 自当珍惜。 说着, 他就主动去接纳簪子。 魏接没有松手, 他便欠了欠身, 伏低作小的垂手, 方便他将发簪给他戴上。 看他如此善解人意, 魏接眼神微凉。 突然, 那簪子在他手中断成两截。 昭华心头一颤, 就好像断掉的是他脖子。 公主求人之姿, 不过儿。 他风轻云淡, 将断掉的簪子丢回木匣。 昭华侧眸看了眼桌上的共状, 又想到他一路来此的艰辛, 总不能毁在这儿。 他清楚, 怎么做才能让魏接满意。 随后, 他闭着眼睛, 嘻嘻嘻嘻地解下妖风。 魏接心中乍寒, 他以为他只是贪婚吗? 错了, 他就是想要他收回那碗的话。 何况, 对着他现在这张脸, 他能有多大兴致。 万一堆落在他腰间, 魏接按住他还要继续脱衣的手。 他睁眼, 对上他满眼失望。 滚下去, 他隐忍愤怒。 魏相, 没听见吗? 出去。 魏接那折仙面容上, 附着浓浓不悦。 昭华以为自己做得不够, 直接起身, 跨坐到他腿上。 他送上红唇, 就要吻上他时, 却触及他凉头的眼神, 里头好似攀上寒霜。 那冷意将他冻结, 他不敢再继续。 看来, 他是真的不想要他了。 可他还能怎么办呢? 魏相, 你究竟想要我怎么求你? 魏接将他从身上扯开, 臣何以能让公主, 于尊将跪地相求。 公主请回。 昭华攥着自己的腰风, 凄凉地笑笑。 你是觉得一次不够, 想一次长长久久地要挟我吗? 好, 总该有个时限, 三年? 五年? 十年? 还是等你何时腻了我, 才会放过我。 魏接呼吸微致, 冷漠十足地重复。 公主, 请回。 魏接。 昭华气到直呼他全名, 我不怕你, 大不了与死网破, 也好让他们都看看, 你是何等无耻, 你就守着这共状吧。 他话音刚落, 魏接末地开口。 十年? 第110章深夜, 请殿里的男人。 这份共状, 换你十年。 魏接运筹帷幄, 唯独算不准他。 若他真的不要这共状, 那他就是白折腾。 因而, 他自己给自己台阶下, 昭华美眸圆争。 他一时转不过弯, 这到底是谁占营了? 直至回到自己马车里, 他还在纠结懊悔。 共状在魏接那儿, 按照约定, 十年后才会给他。 这也表示, 这十年里, 他不会揭穿他身份。 昭华喜悠参半。 恍恍间又想起, 魏接特意补充, 这十年除了他, 他不能再有别的男人。 这貌似没什么影响。 大仇未报, 他没心思找男人。 但是, 被人控制的感觉很不好。 昭华回魏府, 首先找到魏老夫人。 外祖母, 金狮子很好, 但不适合我, 就别耽误他了。 魏老夫人看着他, 极为怀疑地问。 昌平, 你真的放下赵家那小子? 当然, 他们两个, 我谁都不喜欢。 昭华把话说得决断点, 免得外祖母多想。 魏老夫人姑且相信他这话, 心想他年纪上小, 倒也不着急。 总得找个核心意的, 日子才能过得长久。 和魏老夫人告别后, 昭华就匆匆回宫了。 皇宫, 宣仁帝对他这些天的遭遇一无所知, 孩子被他回来得太早, 怎么着也得住上几日, 多陪陪魏老夫人。 昭华不欲多做解释, 尤其他和魏姐之间的事情, 更是一句都不能提。 或许是情绪起起落落的缘故, 昭华回宫后就病了。 连这几日高热不退, 都没什么精神。 他以每日悬丝枕脉, 给他调配的药越来越苦。 父皇没来看过他, 倒也能理解。 毕竟他是一国之君, 每日政务繁多, 要是过了病气就不好了。 这天晚上, 昭华热糊涂了, 难受得要命。 他喉咙干渴得要冒火, 但没力气起来找水喝。 想叫绿兰, 又发不出声, 还很疼。 迷迷糊糊地, 看见床边坐着个人。 他视线模糊, 看不清, 只依稀辨认出是个男人。 他扶起他, 让他靠在他肩头, 而后往他嘴里喂水。 那水甘甜, 滋润, 几口入喉, 立马就舒服多了。 那人似乎一直没走, 因为只要他口渴, 就有人给他送水。 时而战施他唇半, 时而给他额头擦汗, 甚至还帮他擦身。 次日, 昭华醒来后, 仍然头昏脑胀。 绿兰守在他床边, 像是辛苦夜的样子, 脑袋搭了着。 至于昨晚那些被伺候的细节, 昭华只以为是错觉。 想来自己并糊涂了, 竟把绿兰错认成男人。 然而, 到了晚上, 事实证明, 不是他认错。 在他又难受地想喝水时, 一个有力的臂弯脱抱起他, 一点点给他喂水。 这一次, 他终于看清那人。 他欲观束黑发, 眉眼清朗似明月, 俊美不似凡间人。 昭华眼眶发热, 熏出酸涩泪意。 怀安? 此时, 他只想有个人可以依靠。 残存的理智质疑, 真的不是做梦吗? 这么晚了, 他怎么会在宫里? 还是后宫? 未接温良的手探上他额头, 又裹紧他被褥。 他哼哼唧唧, 无力地挣扎, 热。 脆弱的泪意滴滴掉落, 哭得心碎。 父皇不管我, 你也不要管我。 会好的, 我会好起来的。 未接擦去他眼泪, 低声道, 会好, 因为有我在。 他说这些, 昭华听不清, 他很快就沉沉睡去。 后面三天, 未接都是这样照顾他。 他渐渐好转, 头脑也越来越清醒, 可仍觉得像是一场梦。 这天, 太医来请脉, 颇感意外。 公主已无大碍了。 太医又吩咐绿蓝, 这场瘟疫来势汹汹, 公主的药和膳食, 定要仔细着。 这话, 昭华听清楚了, 且无比震惊。 瘟疫, 怎么会是瘟疫? 第111章, 未接病倒了。 昭华以为自己只是感染风寒, 结果竟是瘟疫。 难怪父皇没来看过他。 难怪这几日, 殿内除了绿蓝, 没有其他婢女伺候。 公主, 您怎么起来了? 绿蓝见公主强撑下榻, 赶紧过去搀扶。 昭华喉咙甘哑地问绿蓝。 瘟疫, 瘟疫是怎回事? 绿蓝一边将她扶回床上, 一边解释。 事工里突发瘟疫, 详细的奴婢也不清楚, 只知道, 这短短几日, 就死了好多人。 整个太医院都在研制解瘟疫的药。 对了, 听说连卫相也在太医院帮忙。 不过公主您别慌, 他们已经治出解药来了。 方才太医还说, 你已经没有大碍, 只要在卧床休养几天, 就能慢慢恢复。 绿蓝说了这么多, 昭华担心追问。 那你呢? 你不怕感染吗? 她摇摇头, 补充道, 回公主, 奴婢没事。 据她一说, 应该是奴婢小时候, 就染上过瘟疫, 不怕再碰上。 昭华缓缓垂下眼睫, 若有所思。 她是挺过来了, 母后呢? 母后可有危险。 还有魏姐。 魏姐这两个晚上待在她这儿, 会不会也染上瘟疫? 她明知她感染瘟疫, 怎么还赶过来? 她心中顿时五味杂陈。 瘟疫突发, 朝会已停了多日, 但国事一日都不可耽搁。 魏姐被宣人帝安排在宫中, 她白天在太医院监察, 晚间则在偏店帮忙审阅奏折。 陆从始终跟着主子, 见主子如此忙碌, 难免忧愁。 果然, 她担心的事儿还是发生了。 这日晚, 魏姐刚处理完一批公文, 忽而喉如刀割, 一咳嗽, 竟咳出血来。 陆从看见了, 脸色大惊。 主子! 太医! 来人, 太医呢? 很快, 一位老太医赶来, 诊断后赶紧让陆从去拿药。 魏像这是感染瘟疫, 再加上连日劳累, 才会卡血。 魏姐一病, 最着急的当属宣人帝。 医者不能自医。 宣人帝派来的太医照顾魏姐, 十分重视。 这消息, 很快就传到昭华那。 她白天才知道母后安然无恙, 晚上又听说魏姐病了。 而且, 后者这病情传到她耳中时, 已经大有出入。 卡血被传成吐血不止。 几日的劳累则成了积劳成疾。 听着听着, 昭华都以为魏姐快不行了。 要说一点不关心, 那是假的。 她还很愧疚。 因为, 很可能就是她把瘟疫传给她的。 昭华叫来绿兰, 让她再去打听打听。 但是, 宫中因瘟疫而戒严, 绿兰打听到的有限。 又过了两天, 昭华越发不安。 她决定晚上亲自去看看。 为此, 她特意换上宫女的衣裳。 魏姐所住的偏殿较远。 昭华拎着石河, 走了很长一段路。 到地方时, 她看到偏殿还亮着光。 陆从将太医送出来, 对医主频频点头, 脸上满是愁色。 昭华躲在暗处, 等太医走远了, 她才快步过去。 陆从刚想拦住她, 却看到她的脸。 她十分诧异, 赶紧环顾四周。 公主, 您。 不等她询问缘由, 昭华先一步问她。 我听说胃腔病了, 她现下如何? 她语气关切, 不像伪装出的虚情假意。 陆从欲言又止, 随后神情沉痛地说了句。 您。 您还是自个去看看吧。 见陆从的表情, 昭华的心随之下坠, 好似有一股力量拉拽着她。 卫界真的已经病入膏肓了吗? 她瞬间忘记呼吸, 正正地望着那扇殿门。 顿觉脚下有千斤重, 明明离门只有几步之距, 却遥不可及, 举步艰难。 说起来, 她并不觉得卫界有多重要。 但得知她性命垂危, 她就像失去了什么, 顿生出追悔莫及之感。 昭华的眼眶湿润了, 阴晕水雾模糊她视线, 她来不及擦拭, 丢了石盒, 近乎跌跌撞撞地推门而入。 尽管已做好准备, 可下一刻所见, 店内的景象仍令她始料未及。 第112章 病了都不安分。 昭华急切地冲进偏店, 却只见, 暗桌上摆着高高的两落公文, 公文之间是头也不抬, 正奋笔记书的男人, 那个本应该在床榻上 躺着的卫界。 昭华一时无措, 他看起来, 似乎不像别人所说的病重。 卫界以为是路从折回, 低着头吩咐, 把我审批好的这落拿去。 没听到回应, 卫界才觉得不对劲。 抬眼一看, 就瞧见昭华站在那儿, 眸中泪意阑珊, 还浮现出怒意。 他恍然若梦, 正了正。 公主, 来此作甚。 昭华的火气蹭蹭上涨, 二话不说, 转身就走。 卫界起身, 快挤不过去拉住他手。 怎么哭了? 担心我。 他喉咙沙哑, 如同被刀刃划伤, 导致那清润的泉水流尽, 枯竭干涸。 昭华甩开他的手, 背对着他, 不想被他看到自己。 他没好气地否认。 谁哭了? 谁关心你了? 本公主, 来看卫相病得如何, 是不是病得起不来床? 如此, 本公主才能高枕无忧, 不必担心会被人揭穿身份。 卫界将他转过来, 温胜道。 那公主可得好好看看, 本相病得如何。 招华面朝着他, 抬头看。 他梳眉朗目, 看起来不像病得很重的模样。 但他脸上的确显出病容, 没什么血色, 白得吓人。 卫界提醒他, 这个时辰, 公主在外闲逛不合规矩。 快回吧。 招华感觉到, 只要他戴着昌平的假面, 卫界对他就始终有种无形的距离感。 似乎这假面会让他隔印。 这不, 他说完就重新回到位置上, 继续看他的公文了。 招华脱口而出的, 想劝他好好养病, 但话一出口就变了味儿。 他壮若无意的。 我会向父皇提议, 他若想未像活得长久, 就应该勒灵未像多休养。 那些公文, 也不该再往你这儿送。 就在他转身之际, 一股气流自后方激起。 哗的一下, 店内的烛火瞬间被灰灭, 陷入一片混沌黑暗。 旋即, 一道温热的躯体贴过来, 从后圈住他。 随之而来的是男人 那滚烫的呼吸 落在他耳后敏感处。 招华身子站立, 只听他那语调带着怨队。 没心没肺。 我照顾你几个晚上, 你就这么报答我。 他行动自如, 还如此迅速, 招华不免怀疑起来。 未像, 你真的感染瘟疫了? 嗯嗯嗯嗯。 他回得心不在焉, 侧头含住他耳珠, 又吻视过他耳后的肌肤。 这突然的清静, 令他色缩。 店内漆黑, 他清晰地听到 他沉重的呼吸。 只一会儿, 他便心乱如麻。 未像病了, 怎还如此不安分? 难道不怕病得更重吗? 未接暂停下来, 饶有深意道。 太医说了, 发汗才能好得快。 招华脸色发烫, 鼻的话脱口出。 好生无耻, 只怕是你编的。 你怎知我是何医, 又想作甚? 他怎么不知道? 他逗。 招华不欲做口舌之争, 挣扎着要走。 未接忽将他转过来, 黑暗中抬手抚摸他眼睛、 嘴唇。 那动作很温柔, 如同在珍稀地触碰一幅名画。 招华受不了他这样撩拨, 推开他的手, 够了。 未像, 我要回了。 死了! 未接用力扣住他肩膀, 不无粗鲁地扯开他领口。 招华来不及反抗, 他就咬住了他肩头。 他两只手抵着他肩膀, 还是被他压在一方墙上。 万一被他剥落, 堆在地上。 中医也被他扯乱。 李依单薄贴着他柔软, 充满他的大掌, 被他揉起了道道褶皱。 虚余间, 招华的双腿如同没了筋骨, 软瘫下去。 但是他的双手还推锯着他, 胡乱抓着他的头发, 要将他脑袋推开。 不要, 嗯, 他都病成这样, 怎么还有精力做这事? 他就不该担心他。 那些公文还是太少了。 他哪里知道, 在他来之前, 未接已经连这几个晚上没有睡好觉。 越是睡不着, 就越想找点试做。 公文看得越多, 就越是过劳失眠。 如此循环, 导致他这身体早就乱了套。 只有此刻, 抱着他香软的身子, 他才感到真正的愉悦与放松, 比安神香还要好用。 他暂时什么都忘了。 忘了公务, 忘了瘟疫, 忘了为皇上尽忠的责任。 他只想要它。 第113章 别怕, 我轻便。 魏戒将人顶在墙上, 用力挤压着他。 等他回神, 他已经泣不成声。 他再哭, 又不敢放声哭, 抽抽答答的哭声。 魏戒一边听着他压抑的哭声, 一边近似凶狠地弄他。 黑夜释放出他放肆的一面, 不受任何拘束。 外头月明星熙, 那月光被一块云层覆盖, 被拉扯得变形。 足足一个时辰, 从墙边到床榻, 昭华死去又活来。 随着一声闷吼, 男人浮在他身上暂些喘息, 如同被安抚的野兽, 退去那暴力的野性, 变得无比温须。 他并未离去, 他们的身子严丝合缝地紧靠。 他能感觉到他的胸膛剧烈起伏, 他还出了一身汗。 昭华可玄疾, 他额间浸出汗珠, 呼吸凌乱。 在这意乱情迷之际, 他问出心中困惑。 若是, 若是没有解药, 怎么办? 什么解药? 他的蠢蠢欲动, 令昭华害怕。 别, 你别, 他无力地推着他腰。 魏戒轻抚他胳膊, 追问, 你刚才说, 什么解药? 昭华现在不好受, 断断续续的。 温烨, 温烨的解药, 你跑去我店里, 照顾我, 啊, 别动。 魏戒没有回答他这个困惑, 他温柔地吻着他耳垂, 与他浅泉缠绵。 别怕, 我轻便。 昭华紧搂着他脖子, 眉心促成一团。 就这样, 又过了一个时辰。 寂静中, 店门打开了, 守在外头的陆从一个机灵, 就只见, 公主脚步艰难地走出来, 那双眼睛透着骨难以言说的媚态。 陆从不敢多看, 宫敬低下头去。 公主, 主子他。 昭华小腿肚指打颤, 快要站不稳了。 他唇色鲜红, 起唇道。 他已经睡着了。 陆从会议, 也就不再多问。 昭华回到金服店, 已是后半夜。 绿兰听到声响, 想要掌灯, 被昭华出声制止。 但通过那走路时的身形, 绿兰也能瞧出公主的异样。 公主, 您这是摔了吗? 绿兰压根没往那事上想。 昭华顺着这话接, 嗯, 天黑路又滑, 不慎摔了。 你去弄些热水来, 我要清洗清洗。 是, 奴婢这就去。 未接这次要得太凶, 事后昭华很不适。 他沐浴完, 躺在床上, 身下还火辣辣的疼。 直到第二天, 这疼痛也没缓解, 甚至更严重了。 更加麻烦的是, 他去哪儿弄碧子汤? 在宫里, 这种药的管制尤为严格。 昭华心慌意乱, 后悔昨晚就那样半推半就地从了卫界。 他那时就没想到碧子汤这茶。 好在, 能想到此事的不止他一人。 午膳后, 卫界就派人送来了药。 药瓶里装着药丸, 还附带一张字条说明。 此药不伤身, 就温水服用一颗即可。 普通的碧子汤, 喝多了就会对女子有害。 昭华也是头一回知道, 还有对女子无害的碧子药。 他不无好奇地倒出一颗药丸, 细细看了会儿。 这么小一颗, 真的有用吗? 毕竟, 昨晚未见弄进去的可不少。 昭华半信半疑, 先吃了一颗。 但就在服下那药没多久, 他的腹部剧痛无比。 碰。 昭华疼痛间, 打翻桌上茶壶, 惊动绿兰。 绿兰跑进来, 瞬间惊呆了。 只见, 公主倒在地上, 单薄的裙面上渗出鲜红血迹。 天呐。 公主您这事, 绿兰来不及多问, 手忙脚乱地把昭华扶起来。 公主, 奴婢这就去找太医。 那腹痛令昭华站都站不起来。 他痛晕过去前, 死死抓着绿兰胳膊, 命令道。 不找太医。 去, 去找卫相。 纵然绿兰不理解公主这做法, 还是去找卫界了。 卫界感染瘟疫, 一直待在偏殿内做事。 这场瘟疫虽然来势汹汹, 但好在已经致出解药。 因而现在就算染上, 只要按时喝药, 不日就能痊愈。 绿兰跑得满头大汗, 想求见卫相, 被陆从拦下。 你不是昌平公主的婢女吗? 这是发生什么事了? 绿兰很着急, 又气喘吁吁的导致语无伦次。 公主她, 让奴婢来找卫相。 公主, 噓, 陆从都要急死了。 唉, 你慢点, 说清楚, 公主腹痛, 还流血了。 绿兰满脸惊恐。 此话一出, 陆从也吓个半死。 什么? 你说什么? 这事可大可小啊。 她赶紧进天殿, 把这事禀告给主子。 未接一听, 谋色瞬间暗下。 但这是大白天, 她一个臣子, 无法前往公主请殿。 她保持着平静, 吩咐陆从, 让那婢女去太医院, 找宋太医, 同她说, 是本相的意思。 是。 宋太医与大人交情匪浅, 又是宫里唯一的女太医, 精通妇科, 如此安排, 确实比较稳妥。 片刻后, 绿兰就将宋太医带进了金服殿。 昭华这会儿, 还有一丝清醒。 见来人是太医, 她以为绿兰没听自己的话。 绿兰赶忙解释, 公主, 是卫相的意思。 奴婢去找卫相了, 卫相让宋太医过来。 昭华这才安下心来。 与此同时, 片殿那边, 卫界已无心在看那些公文。 她时不时看向殿门口, 约莫半个时辰后, 一把年纪的宋太医, 姗姗来迟。 陆从也不多问, 当即让她进片殿。 卫界见到人后, 马上起身, 拱手行威礼。 宋太医连连退礼, 使不得, 卫相, 这万万使不得。 哪能让卫相给她行礼呢? 论官职, 卫相比, 她高太多了。 论医术辈分, 别看她年长她二十多岁, 她还得喊卫相一声诗书。 卫界也不绕弯子, 直入正题地问, 宋太医, 昌平公主贵体如何? 一提这事, 宋太医的脸色就不大好看了。 她像有难言之隐, 憋了半天, 寻思要如何妥当描述。 卫相, 这事, 怕是不大好说。 卫界眉心紧促, 还请直言。 按亲书关系, 公主乃本相表妹, 本相礼当关怀依二。 宋太医满含纠结, 最终, 她缓缓道。 原本, 事关公主私隐, 皇家密心, 下官应当死守, 不可声张。 但, 下官信得过卫相, 便同你说了吧。 下官有做过内检, 诊断室, 室与人房事过激所致。 卫界衣袖下的手紧紧钻起, 同时, 她皱起的眉头略有舒展。 如此倒不算太过严重, 她还以为她怀了身孕。 而她昨晚那般, 致使她。 太医见卫相如此冷静, 好像一点不诧异, 还暗自钦佩对方情绪管控得当, 不愧是撑起异国的重臣。 要知道, 她知晓此事后, 简直起了一身冷汗。 会乱后宫, 哪怕是公主, 也是极大的罪。 这个昌平公主, 真是太荒唐了。 宋太医接着道, 恰逢是公主月姓前, 又加上那样激烈, 以至于本体受损, 冲血严重。 按理说, 只要服药休养, 几天内便可痊愈。 可一旦从太医院用药, 这事儿就瞒不住了。 卫相, 您看此事, 卫界从容不迫。 此事本相会单独禀明皇上。 宋太医, 你只当什么都不知道。 宋太医是女子, 哪怕医术在高明, 在太医院也不得重用, 人微言轻, 不敢惹上这等麻烦。 卫相放心, 下官知道如何做。 她要走时, 卫界又进一步沉声告诫。 宋太医, 公主声誉关乎圣上脸面, 你若透露出去半个字, 本相都保不住你。 宋太医肩膀一抖, 她在宫中多年, 这点觉悟还是有的。 可卫相这话, 真叫她不寒而栗。 下官万万不敢。 这之后, 卫界又吩咐陆从去备药, 并送去金服店。 折腾许久, 昭华才喝上这药, 腹痛有所缓解。 那太医给她诊治时, 她禀退了绿兰, 然后就晕过去了, 婴儿也不清楚自己的病症。 她难免忐忑。 和卫界一样, 昭华也怕自己意外怀上孩子, 一整个下午都心神不宁。 次日一早, 宫人来传话。 宫主, 皇上召您过去。 第115章 见金世子, 平民对异。 见到父皇, 昭华扶身行礼。 宣人帝关心地问, 皇儿, 你前些日子感染瘟疫, 现在好些了吗? 昭华点头, 回父皇, 儿臣已经痊愈。 怎么看着, 脸色不太好, 还是得多休养。 昭华忍着小腹坠痛, 是, 父皇。 紧接着, 宣人帝壮弱, 无意地提起。 朕听闻, 你母妃忌日, 金伯侯世子也去祭拜了。 是的, 皇儿, 你觉得金世子如何? 宣人帝注视着昭华, 不放过他任何一个表情。 昭华面色平淡, 金世子品性端庄, 是个君子。 听他评价不差, 宣人帝趁热打铁。 当年, 朕就是觉得他少年才俊, 便给昌平定了这门亲事。 可惜啊, 昌平那个逆女, 非要和父皇反着来。 听到此处, 昭华差不多猜到, 父皇和外祖母一样, 也想撮合他和金燕云。 果不其然, 宣人帝下一句就是, 皇儿, 你也到了该嫁人的年纪, 朕认为, 金世子堪为良配。 父皇, 昭华截断他这话, 请说尔臣, 只想陪伴您和母后, 不想嫁人。 他态度坚定, 直接了当。 宣人帝听后, 眉头微微皱起来, 他没有责备他。 但接下去的话, 处处透着骨压迫。 那是来自一个君主和父亲的双重强权。 朕也舍不得你出嫁, 但这世间好难难得, 朕不想你错过良缘。 这样吧, 朕今日也将金世子召进宫了。 你与他相看相看, 成了固然是装美事, 不成也能交友谈去。 你觉得呢? 昭华压下心里的不是, 强扯出微笑来。 而臣听父皇的安排, 事实上, 父皇根本没有给他拒绝的余地。 玉花园, 这是昭华第二次见到金燕云。 他今日还是披着剑胡球大厂, 眼神有种淡淡的忧郁。 臣, 给公主请安。 免礼。 二人坐下后, 昭华就直接挑明了。 金世子, 此次是父皇做主, 非本公主义。 世子若不介意, 就当交个朋友, 品名对弈, 莫要有压力。 否则本公主的罪过就大了。 金燕云仍是不可思议。 三年时间, 真的能让一个人转变这么大吗? 以前的昌平公主很讨厌见她, 哪怕她也是被皇上召进宫来, 她也会把所有怨气发泄到她身上。 金燕云定神望向她。 臣也愿与公主品名对弈, 但是, 公主腹痛不适, 不应迁就臣。 昭华略显诧异。 你怎知我腹痛? 金燕云垂眸, 避开她的直视。 她沙力般的嗓音, 如同水流击打在石头上, 沉稳有力。 臣只是久病成医, 能看出公主在隐忍疼痛。 昭华温柔地笑笑, 世子好眼力, 随即意识到自己忘形, 又变得面无表情。 既如此, 本公主先行回了。 世子随意。 她起身, 金燕云也随之起身相送。 下台阶时, 她又感到一阵脚痛, 公主小心! 绿兰惊叫一声。 当此时, 一只胳膊稳稳扶住。 她! 是离她更近的金燕云。 因脚下半跌, 她歪着半个身子都靠了过去。 她的壶球很厚实, 很暖, 还有股淡淡的药香。 如此近的距离, 金燕云不由地红了耳根。 戴绿兰也扶住公主后, 她立即退开, 并害怕受罚一样, 低头赔礼。 抱歉, 公主, 沉愉悦了。 如此真挚的少年, 昭华自然不会怪罪于她。 然而, 刚才这一幕落入他人眼里, 平白有极许暧昧。 偏电。 陆从借着交送公文, 忙不迭地禀告这事。 魏绍听完并无多大反应, 甚至可以说是冷淡。 但, 陆从走后, 魏绍如玉温润的毛子皱凉。 天黑后, 一个人影潜入金服店。 昭华今日睡得早, 被惊醒。 随即听到熟悉的声音响起。 是我。 魏相。 她坐起身。 如此生疏的称呼, 令魏绍隐隐伸出一丝超出掌控的感觉。 她将手探入她背中, 贴放在她腹部。 还痛吗? 昭华轻轻摇头。 她比较好奇, 魏绍怎么来她这儿如此轻松。 她拥着她, 默然道。 我想到一个两全其美的法子。 什么意思? 昭华一头雾水。 她接着开口。 我向皇上要你。 你想做公主, 那便以公主身份入卫府。 魏绍, 你疯了。 昭华被她这话吓得, 瞬间困意全无。 第116章, 闺房之乐。 昭华抬头望着魏绍, 她温和的眼神中含着一抹认真。 那全然不似玩笑的话语, 令她心惊。 魏绍看她如此反应, 转而宁润一笑。 玩笑而已。 事实上, 她是真有此想法。 从她腹痛之事开始, 她就想着, 若是哪天她真的意外怀上孩子, 再来安排名分就晚了。 今日又听说她与纳金柿子。 总言之, 只有把她放在身边, 这事儿才算了。 昭华暗自舒一口气, 美眸含着称对。 可随即, 魏绍又警告她说, 至少目前不会这样做。 毕竟我们有过十年约定。 但是, 如果哪天你毁约, 昭华开口阻断这个无意义的话题。 你就是来跟我说这些不着边际的话吗? 她的语气很不耐烦, 就差直接下竹克令了。 魏绍捏着她下颌, 肃然沉生。 你这脾气, 真是越来越大了。 魏像越来越无礼, 夜半潜入姑娘闺房, 成河体统。 若叫人发现, 您这名声可就毁了。 她现在可不怕她。 魏见没礼, 还要应三分。 她反问, 仔细瞧瞧, 这是你的闺房吗? 既不是你的闺房, 那你所说之意, 本相自可理解为闺房之恶, 同床之欢。 既如此, 又有何不可入。 别说是这闺房, 便是更深处, 不也早已入得。 她这样正经, 却偏偏说着, 叫人脸红的魂话, 斜着若有若无的撩拨。 昭华红唇轻咬。 你, 你人便受心。 真是不要脸。 她不想跟她掰扯了。 魏见一点不害臊, 仿佛只是在说一件寻常小事。 她很快又正色叮嘱她。 若还是腹痛, 便去找宋太医, 此人信得过。 说起这事, 昭华就要问她了。 你晓得我是怎么了吗? 宋太医也没同我说明, 但听绿兰说, 那日宋太医离开时, 脸色很古怪。 魏见注视着她明亮的眼眸, 目光显出些许温柔。 应该不是什么大事。 你只需按时服药, 无须多想。 离开金服殿前, 他还给她把了把脉。 一日, 魏见就离了宫。 这之后, 昭华连着半个月都没见过她。 而后听闻, 西南驻军内部生乱, 皇上特派卫相前往镇压。 这一去, 至少也得年末才能回来。 与此同时, 反叛的雍王也被处以急刑。 具体情形如何, 昭华并未亲眼所见, 只听说雍王死前还不知悔改, 大骂皇帝昏。 行刑那日, 父皇早早散了朝会, 闭门不见任何人, 只有贵妃在殿内陪了她一整天。 这更加说明, 在父皇心中, 贵妃位分很重。 哪怕是出于这个原因, 昭华复仇的第一刀, 也不会直接砍向贵妃。 他这段时间, 已经理清贵妃一党的厉害关系。 如今他势单力薄, 能做的就是不好往, 将仇人逐个击破。 魏央功。 昭华帮母后梳着头, 轻声喃喃。 母后, 再忍然, 我会救您出去。 皇后一直在喝解药, 但这解读过程很漫长, 她现在不认识女儿, 也听不懂别人说什么。 或许是母女之间那种特殊的牵引, 皇后在昭华面前很安定。 昭华回忆起前世点滴, 愧疚悔恨。 彼时, 她听信贵妃之言, 以为母后疯癫无法自控。 眼见母后对贵妃动手, 她为了保护贵妃, 用力推倒母后。 母后摔倒在地, 流着泪, 委屈地望着她。 如今想来, 母后只是失智, 并不会无缘无故伤害他人。 当初定是贵妃故意刺激母后, 通过这些手段, 让母后彻底处于孤立无缘的境地。 可那时的她被贵妃所获, 渐渐与母后疏远, 还认贼作母。 皇后见昭华眼含泪光, 竟有意识地拍拍她安慰。 昭华反握住她的手, 抢颜微笑, 好让对方放心。 同时, 那不灭的复仇之焰, 已然越燃越烈。 十一月中旬, 皇城迎来出雪, 离宫多日的皇子公主们回来了。 天启皇室, 需学习其设。 每年秋日, 士林的皇子公主们都会去行宫秋炼。 今年碰上宫中突发瘟疫, 才延迟回宫了。 贵妃特意设宴, 一位喜臣, 二位宽慰刚失去兄弟的皇上, 让她感受儿女们同在的天伦之乐, 忘却痛苦。 人群中的艺人迅速吸引昭华主义。 那人就是贵妃的女儿, 家和公主。 她容颜俏丽, 像金星雕琢的木偶那般精致可爱。 昭华不动声色, 心却掀起千层浪。 终于见面了。 前世, 背叛她, 伤害她最深的好妹妹。 第117章 未见得来信。 轩人第二女众多, 但最受宠的当属家和公主。 昭华前世也很喜欢这位皇妹。 那时, 她初回天启皇宫, 母后失事, 其他兄弟姐妹都不怎么待见她, 只有家和亲近她。 可事实上, 家和和贵妃一样, 也是极其恶毒的人。 当下, 昭华毫无异常地起身行礼。 昌平见过皇姐, 家和寻声望来, 面露惺喜。 昌平? 真的是你啊? 而后她顺势坐到昭华旁边, 语调上扬。 父皇, 母妃, 儿臣真是许久未见到昌平了, 好生惊喜呢。 轩人帝眼神宠溺。 家和, 你身为皇姐, 以后要好好教导昌平。 贵妃连连帮女儿推却, 自迁道。 皇上, 可不能让家和拖大, 她成天没个做皇姐的样子, 也不稳重。 如何能担得起教导他人之责? 家和嘴角一翘, 洋装不高兴。 母妃, 儿臣哪有您说的这般不堪吗? 她说完, 壮若无意地瞄了眼昭华, 眼底深会。 贵妃表面谦虚, 实则眼中有满满的自豪, 还有对女儿的疼爱。 虎毒不食子, 何况世人, 贵妃再狠毒, 那也是对别人。 她对自己的儿女, 真是恨不能把天上的心摘下。 昭华敏一口清酒, 收住眼中恨意, 看向那母女二人。 真是令人艳羡的一对母女呢? 难道真的没有什么, 能让她们生出嫌隙, 直至反目吗? 宴会结束后, 家和同贵妃回请殿。 母女二人关上门, 说了几句踢机话。 贵妃严肃地告诫她, 以后离昌平原点, 那丫头就是个惹是生非的, 只会给你招来麻烦。 三年前, 若非母妃给你善后。 家和卸下天真的伪装, 撒着娇投入贵妃怀里。 母妃, 儿臣知道了。 三年前苏婉坠马, 始作俑者正是家和。 是家和教唆昌平在马上做手脚。 这件密室, 绿兰也知道。 金服殿内, 绿兰就是重提, 并期望昭华引以为鉴。 公主, 您千万要提防家和公主。 都说她心善, 奴婢却觉得她心机颇深。 当初奴婢也告诫过昌平公主, 可她不信。 昭华略感诧异, 原来三年前那件事, 竟是家和的手笔吗? 家和意欲何为? 昭华正私存着, 一道人影出现在殿外。 启禀公主, 有卫府老夫人的书信。 信封上是卫老夫人的亲笔, 可等昭华拿出里头信纸一看, 却是卫界的字迹。 卫界这信只有寥寥几言。 信上言明, 要她勤练书法, 免得不等她拆穿, 就被别人觉察到端倪。 毕竟, 昌平虽丸固不化, 却能写得一首好字。 她言简意该地点拨一番, 让她自己练习, 带她回来后再细细教她。 昭华心想, 她这算是在帮她作假吗? 不过, 有关字迹, 昭华也想到了, 因而她早已在学习模仿。 西南军营, 驻军中许多人都敬仰雍王, 将她奉为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天启的战神。 雍王背擒后, 他们曾联名尚书, 为雍王求情。 更有甚者, 动摇军心, 明目张胆地, 嚷嚷着要回皇城就雍王, 公然指责大臣们获军误国。 宣仁帝之前就派特使大臣来镇压, 下诏将几位将领调离别处。 然而, 他们以西南军情严峻, 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为借口, 迟迟不肯接受调令。 那名特使还在归城中遭遇劫匪, 被害身亡。 宣仁帝这才意识到事态严峻, 立即派出魏剑。 魏剑来此地后, 就肃清了一大批人。 营帐外刑罚不断, 鞭身混杂着囚饶声, 杀鸡儆猴, 血色满地。 而营帐内, 魏剑一身素衣, 风轻云淡地直倦而跃。 不管外头如何嘈杂, 他都平静如常, 将凡事地喧嚣隔离。 他不沾染一丝血腥, 却残忍地主导这一切。 折仙般温润似水的相国大人, 处事手段却叫人胆战心惊。 在此之前, 将士们都以为魏相不足为惧。 直到看见魏相拉开那大宫, 一剑连射两人, 纷纷傻眼。 如今这军营里, 无人敢对魏相不敬。 若是顺利, 再过几日, 魏界便可返回皇城。 他说不上归心似箭, 但也不想在这边担得太久。 只因, 最近他总有种不好的预感。 第118章刁难, 要他出丑。 宫中年前要半场雅吉。 家河对此格外上心, 从你妖名册到场地布置, 他都亲力亲为, 轩人帝都心疼他如此辛劳。 雅吉这天, 受邀的贵女不在少数, 其中就有昭华熟悉的面孔, 苏婉。 苏婉就要出阁, 本该专心代驾, 唯独宫里这宴会, 她是无论如何都推辞不了。 当她怜不迎迎, 若丰扶柳般入座时, 家河关怀备致地问, 婉姐姐的身子好些了吗? 在旁人眼里, 家河公主亲和友善, 说句大不尽的, 让人忍不住将她当作妹妹疼爱。 苏婉受宠若惊, 回公主, 臣女还是老样子。 此次雅吉的论题是因果。 苏婉身子弱, 但纹丝敏捷, 大出风头。 前世所重之因, 不会影响今生之果。 一世的因果, 一世便了结了。 苏婉说完, 家河面露崇拜, 带头称赞。 婉姐姐, 不愧是苏老太父的孙女。 真知灼见, 当得起皇城第一才女呢。 其他人也都跟着附和。 不错, 真以为自己厉害。 只有昭华知道, 这是家河惯用的招式, 高高捧起, 是为了将其用力摔下。 苏婉心里沾沾自喜, 表面则谦虚地否认。 公主谬赞了。 腕捉剑, 只能用来抛砖引玉。 不似昌平公主在太妙三年, 想来公主会有更加独到的见解。 她不怀好意地妄想昭华。 昌平公主胸无点磨, 来这雅吉宴, 根本是附庸风雅。 昭华正喝水, 动作微微一致。 一抬头, 就对上苏婉那友善求教的眼神。 苏婉舌土连花, 谁在她后头讲论都会被称得很糟糕, 何况是不学无术的昌平公主。 在诸多视线下, 昭华稳稳地放下茶盏。 苏婉这是来者不善。 她若是接招, 说得太好, 便会引人怀疑。 可若是不接招, 任凭苏婉说着今生不该授前世音的言论, 这口气咽不下呢。 自己重活一世, 不正是为了报钱是仇吗? 若如苏婉所言, 那她所做的一切都将失去意义。 如何巧妙地反击苏婉, 又能维持她是昌平的假象, 这是个难题。 昭华的犹豫, 落在苏婉和旁人眼里, 就是露歉。 但没一人给她台阶下, 都等着看她出仇。 就连绿兰都紧张得直冒汉。 她晓得公主聪慧, 可论述因果这样复杂庞大的题, 肯定不行啊。 家和扯开话题, 笑着道。 昌平, 你多吃些。 这算是委婉告诉众人, 昌平只会吃, 哪里能与人论辩。 此举看似帮忙, 实际上, 她也在等着瞧好戏。 在诸多不怀好意的注视下, 昭华目光扫一圈, 微笑着开口。 既然都想听我说, 那我便来说一说。 众人都暗自摇头。 昌平公主此举, 无异于自掘坟墓。 毫无冥想之人, 如何能说出个大道理来呢? 昭华朝着其中 最为幸灾乐祸的苏婉看去, 慢悠悠地说道。 苏小姐方才说, 前世音不会影响金事果, 在本公主看来, 简直是谬论。 苏婉震了一下, 随即灭笑。 其他人也都火讥笑, 火震惊。 这昌平公主, 真是大言不惭啊。 第119章反击。 昭华接下来所述, 请客间扭转局面。 佛家有云, 一念三千, 单单一个念头之间, 就可产生三千事件。 文言, 苏婉眼神微变。 没人插话, 昭华继续道。 如是阴, 如是果, 前是阴, 今是果。 这才是六道轮回之奥义。 苏小姐否认此理, 难道忘了, 苏老太父流传甚广的一则赠有书, 曾有言, 夫恩仲如山, 今生无以报答, 当来是坐牛马, 为君坐下。 这下, 众人都变了脸色, 尤其是苏婉。 苏婉本想借机给昌平公主难看, 怎料对方会拿自己祖父说是。 好在, 苏婉反应也快。 她历史反驳, 祖父所言乃夸大, 实则夜报已还清。 公主既说到佛法, 臣女也略知一二。 佛家言善恶之报, 个人所成之夜, 受者并非那人自身。 因而, 佛门劝解弟子多做好事, 是为了让别人去拾这善果。 好友对祖父有恩, 受此恩国者, 便是他的遗孀与子女, 祖父对他们极尽照料, 就是偿还了这因。 如此, 不再相见。 一世的恩怨, 臣女所言,可有错。 话落, 众人又觉得苏婉有礼。 昭华嘴角清扯, 鸡翘地笑。 苏小姐真擅长偷天换日。 若是再说下去, 连本公主都要被你唬住了。 你所言之音, 皆是善, 是恩, 这是要模糊措辞。 事实上, 夜报有善, 亦有恶。 若按苏小姐的话, 有人伤我。 她生死, 我便可向她家人寻仇。 是吗? 苏婉稍作思索, 而后无比确信地点头。 是。 昭华又问, 那么, 若我已经被害, 且家破人亡呢? 又有谁能讨这个恶报? 这, 苏婉面露为难, 只一晃神的功夫, 就落入不可逆转的下风。 她柔柔弱弱地, 一时间无语掖住。 如今的昌平公主, 真是伶牙俐齿, 不比当年了。 家和也是这样想。 他眼。 神迷蒙凝视着昭华, 仿佛有点不认识眼前的人。 昭华从容自若地 粘起一块龙须膏, 长了口, 对家和头去充满笑意的眼神, 甚为突兀地说道。 的确很美味。 黄姐的心意, 我感受到了。 家和极力保持甜美笑容, 昌平你喜欢就好。 然而接下去, 昭华画风一转。 他放下龙须膏, 质地有声道。 我们在此言前世今生, 是因我们跳脱不出凡人境界。 其实, 前世今生, 与从前现在合一。 正如我拿起这龙须膏, 长了第一口, 是从前, 也可做前世。 而我放下它后, 又是它今生的开始。 界定前世今生的是死亡, 重生。 这只是我们凡人富裕的含义, 或许在上天看来, 不过是连续不断的经历。 一片落叶, 在叶子的眼界里, 从它脱离树枝的那一刻, 它就死了。 可在我们看来, 它在飘落到地上的过程中, 仍然是它, 并未完全消失。 人的业债也是如此, 怎可说, 死了, 就万般皆消了? 当然了, 这只是我的困惑, 还请诸位赐教。 他目光含笑, 叫什么?谁敢赐教? 如此强悍的道理, 根本无从辩驳呀。 现场鸦雀无声, 落针可闻。 原本巨傲, 自以为是的众人, 此时都低着头, 面面相去, 生怕被昌平公主点到名。 昨晚更是脸色泛白, 西子捧心一般, 看着很虚弱。 啪啪啪, 不远处的廊上有人拍手, 紧接着想起一道浑厚的男生。 好, 说得好。 第120章, 一观禽兽的未见。 众女子寻着声看去, 只见, 郎上站着轩人帝, 以及几位皇子。 金柿子也在。 那俊美的少年郎, 如鹤立鸡群。 若非沾染三分并容, 倒也是得颇有气度的全臣之相。 上次见面, 昭华只觉得, 他少年稚气。 这次竟从他身上, 看出些许隐藏的锋芒。 他脸上有淡淡笑意, 对昭华微微汗手, 示意行礼。 众女立马起身, 见过父皇, 见过皇上。 忽然, 绿兰见到什么人后, 激动不已, 赶忙悄悄扯着昭华的衣角提醒。 公主, 是青山居士。 青山居士有大才, 广为天下传。 昭华也有所听闻。 他曾是西齐的国师, 都说西齐能有如今这样强大, 青山功不可没。 后来西齐政变, 青山便辞官归隐了。 如今的青山年于古西, 仍有各国名士拜访, 更有国家重金求其出山, 但都被拒。 昭华还知道, 青山居士是位界的授业恩师。 他不禁好奇, 这个先锋道骨的老者, 怎交出未见那样的衣冠禽兽来的。 昭华方才以佛法引入, 是因昌平在太庙待了三年, 能说出这些道理, 因而众人只是惊叹他的变化, 并未生出猜疑。 不过, 轩人帝清楚, 这是他实实在在的聪慧。 这一刻, 他对这个流落多年的女儿, 多了些器重与期许。 今日妖青山居士入宫讲学, 是听闻居士近年来云游四方, 有心收几个弟子, 便想着让自己的皇子们争一争。 结果这居士一个都没瞧中。 轩人帝也是傲丧, 一行人不知不觉来到这御花园。 方才昌平论变时, 他可是亲眼所见, 那青山居士频频点头, 目光颇为赞许。 这青山居士收徒, 男女不论。 轩人帝就想, 说不定昌平可以入这老居士的眼。 事宜, 他从中撮合。 昌平, 你方才说的那些很有道理, 但终究是小儿之见。 机会难得, 你且向青山居士讨教讨教。 青山居士捋着那花白长胡子, 不无欣赏地望着昌华。 这可羡煞旁人。 家和忙站出来维护, 父皇, 您先前还说昌平说得好呢, 现在又说什么小儿之见, 好不矛盾。 不好好夸赞也就算了, 还来为难他。 轩人帝顿时无言。 家和平日里很机灵, 这会儿怎么犯糊涂了? 难道看不出来, 他这是再给昌平机会, 好让他败入青山居士门下吗? 这时, 昌华也向那不想上墙的烂泥, 谦虚道。 父皇, 儿臣就是献学献卖, 太妙三年, 竟听和尚们说这些了。 方才已使出毕生所学, 哪能在青山居士面前搬门弄斧。 他也差不多明白了。 家和这么在意雅吉宴, 只怕就是想要在青山居士面前讨个好。 结果被他抢了风头,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他何必尚赶着被家和记恨。 青山居士也不强人所难, 意味深长地孝道。 皇上, 看来昌平公主与佛法有缘, 即与他无缘。 轩人帝心中苦闷, 也只能甘笑着。 他们走后, 雅吉宴还在继续, 但大家没有兴致论变, 都四散开来三五成群的赏眉品茶。 绿兰颇为可惜地问。 公主, 方才您为何不趁机? 昭华牧视远方, 缓缓道。 木秀鱼灵, 风必催之。 我何苦自找麻烦? 绿兰一听就明白了。 这时, 家和忽然走过来, 眼貌猩猩似的。 昌平, 太妙三年, 你学到好多东西呢? 父皇方才都夸你了。 你的佛性这样强, 我真自愧不如。 家和最擅长的, 便是顶着那张纯真无辜的妹妹脸, 把好话都说到别人心砍上。 昭华本想虚与尾仪地敷衍几句, 却突然发现, 家和今日没有上妆。 因为没上妆, 便能看到家和最真实的肌肤。 令昭华愣恶的是, 前世家和额头上有道很深的伤疤, 只有擦上厚粉才勉强遮住, 如今却一点不见了。 算算时间, 不应该。 第121章 与前世不同了。 昭华清晰记得, 前世家和额上的疤痕明显, 那疤痕是被人所伤。 在那次事件中, 家和还患上了心疾。 他前世被挖心, 就是因为家和有心疾, 需要一颗适合的心。 但现在的家和, 不仅面部没伤疤, 表面也无心极致症状, 脸色十分红润。 四下无人时, 昭华低声问绿兰, 家和公主的身体一向康贱吗? 可有何并争? 绿兰摇头, 奴婢从未听说呢。 这怎么可能? 前世家和有心疾, 宫中人尽皆知, 并不是秘密啊。 为什么会这样? 巨大的疑云拢这儿来。 昭华瞧着不远处 言笑艳艳的家和, 思绪很乱。 雅极艳结束后, 昭华心事重重。 他选择走人少的公道, 却再次见到两个熟悉的身影, 竟是家和和金柿子。 燕云哥哥, 这是我亲自列来的狐囚, 送给你。 不, 公主, 此理厚重, 臣实在不敢收。 收下吧, 这颜色很衬你。 家和满脸少女怀春的修态, 如云霞遮面, 甚是可爱。 金燕云则甚是为难。 家和强行将狐囚塞到他手里, 并当作闲聊地问, 柿子, 父皇有意撮合你与昌平, 你做何想? 君命不可为, 何况臣与昌平公主, 自幼便有婚约。 家和替他惋惜, 可是昌平喜欢赵凌渊啊。 你们应该去追寻各自的幸福, 而不是困在婚约中。 他们说的什么? 昭华听不真切。 他只瞧见家和送金柿子狐囚, 竟显小女儿家姿态。 难道, 家和喜欢他? 昭华唇边含笑。 如此, 倒是出乎他意料的有趣。 家和并未发现躲在暗处的昭华。 金柿子还是没收他的狐囚, 他表面维持着笑容, 心里却实在不是滋味。 这三年来, 他一直试图接近她, 他却始终不接受。 难道他就这么喜欢昌平吗? 家和闷闷不乐地回到贵妃店中, 越发隔应昌平的存在。 怎地了? 雅吉宴办得不开心, 贵妃打眼看过去。 家和撅起嘴来, 父皇和拿青山居士都很喜欢昌平。 我是没料到, 昌平如此能言善变了。 他准备好的词都没了用武之地, 完全是给昌平搭了戏台子。 这叫他怎能不生气, 也只有在贵妃面前, 家和才会原形毕露。 他这会儿只有怨队和不满, 贵妃摸摸他脑袋。 好了, 区区一个青山居士, 咱还瞧不上他呢? 天底下名士这么多。 母妃, 青山居士不一样, 他名声在外, 放眼诸国都是赫赫有名的。 若我能败入他名下, 便能结识更多名士。 贵妃听他这话, 只当他争强好胜, 没往心里去。 近日来, 昭华也暗中关注着家和。 他打听过才知, 前世导致家和毁容, 患上心急的那次外出, 这一事, 家和竟然没有去。 贵妃也没去。 绿兰回忆道, 公主, 此事闹得很大, 所以连奴婢都记得。 那时出宫的仪仗早已备好, 可就在出行前夜, 家和公主一直说头痛, 太医还诊断不出什么毛病。 工人们私下猜测, 家和公主是被脏东西缠上了。 皇上甚至在民间请了巫医。 昭华听完, 眉心紧促, 神情格外凝重。 消失的伤疤与心急, 是谁改变了家和前世发生过的不幸? 还有, 真正的昌平, 这一世为何会提前死在太妙? 到底是什么? 亦或是谁, 改变了这些前世既定之事? 昭华经不住想, 难道除了他, 还有人重生了? 公主, 您怎么了? 为何脸色这样难看? 绿兰疑惑道, 昭华回过神来, 眼神愤外了。 无事, 你在同我戏说说你家公主的事, 尤其是他和家和公主之间的。 第122章他的亲身, 绿兰回忆道, 其实, 两位公主从前并不亲近, 他们关系变好, 似乎是从赵灵渊那件事开始的。 家和公主时常与我们公主说, 赵大人如何俊俏有才华, 久而久之。 听绿兰讲述这些, 昭华渐渐将疑点串联起来, 他心中有个大为震惊的猜测, 只不过, 还需要进一步验证。 一天后, 晚间, 家和在老太后殿内陪同用膳, 太后得了一盅葡萄酒, 赐予家和。 家和喜欢这酒, 但不胜酒力。 从太后请殿出来, 他便觉得脚步虚浮, 眼前出现虫影。 婢女一路搀扶着他, 家和觉得累, 要在路过的亭中小气。 婢女便扶他进去, 他晕晕呼呼, 依稀听到有人在说话。 然后, 他听到有人唤自己。 家和, 家和, 醒醒, 是我呀。 家和睁开眼, 定睛一看, 只见一个披散着长发, 脸色惨白的女子, 心口处鲜血淋淋, 朝他逼近。 家和认出那人是谁, 想到往事顿时下的花容失色。 啊呀, 别过来。 女子一把捏住家和下和, 恶狠狠地问, 跑什么? 你难道, 不记得我了吗? 家和语无伦次, 招, 招华黄姐, 不是我害死你的。 你来找我做什么? 女鬼凶狠地眸中, 划过一道金光。 果真如此, 家和认得他, 这便证明, 家和有前世的记忆。 换句话说, 家和也重生了。 不错, 这女鬼正是招华自己假扮。 眼下, 他已得到想要的答案, 怕家和大喊大叫, 把人引来, 他便用沾了迷药的帕子, 就地弄晕了家和。 家和晕倒后, 招华迅速披上衣裳, 并带回昌平的假面。 不多时, 家和的婢女带着软胶回来了。 婢女向招华行礼, 多谢公主帮忙照看我家公主。 招华微微一笑, 小事一桩, 快带家和黄姐回去吧。 她真是醉得不轻呢, 方才还在说胡话。 婢女并未觉察出丝毫一样, 恭敬地与招华告退。 招华望着那软叫远去, 眼神一片澄澈, 暗含肃杀凉意。 老话说, 不做亏心事, 不怕鬼叫门。 还真是一世一个准。 家和呀家和, 前世用了我的心, 对我有一次愧疚吗? 一日, 家和清醒过来, 头痛欲裂。 昨晚醉酒后发生过和事, 她丝毫想不起来, 只当那酒食在列并未怀疑什么。 贵妃一大早将她叫去, 为的是她的亲事。 家和对此很抗拒, 靠在贵妃身边撒娇。 母妃, 我还小呢, 不想这么早嫁人。 其实, 她想嫁的男人, 只有金柿子。 原因很简单, 别人不知道, 她却清楚, 金柿子将来的身份非常尊贵。 可父皇一心只想撮合她与昌平, 她必须做点什么了。 家和眼中闪过一道狠觉。 与此同时, 西南。 回皇城的路途中, 卫妃收到恩师青山居士的信件。 恩师鲜少夸人, 却对昌平公主赞赏有加, 还惋惜没能收下这么个女弟子。 卫妃看完信, 眼中泛起淡淡笑意, 缠着些微自豪。 陆从趁主子高兴, 才拿出下一封信。 这信提及公主近日, 常与金柿子见面。 陆从怕主子生气, 甚忐忑。 不过, 卫妃颇为平静, 不以为意。 一来, 她与昭华有十年之约。 二来, 以她的需求, 看不上那等病苗子。 她顶多是不知分寸, 不懂得闺病。 但不知怎的, 近日总有种不祥之感。 卫妃神色锦宁, 闲来算了一挂。 结果便是, 封天小处, 挂像显示, 凶。 第123章赐婚。 卫妃凝视着那挂像, 眼神肃母。 虚后, 她再次粘挂。 结果还是一样。 卫妃再次打开皇城来的信报, 子子细细瞧了。 信上, 字里行间都是昭华与金世子如何如何。 她又陡然升起一股不祥之感。 12月初, 赵凌渊将要八抬大轿, 迎娶苏婉。 可就在大婚前夕, 苏婉被采花贼所掳。 等人被找到时, 已是衣衫不整, 生不如死。 苏婉被玷污了。 就回苏婉后, 苏家有意遮掩。 但, 不知是谁传出流言, 使得此事很快就全程皆知, 还纷纷猜疑是昌平公主指使, 为的就是得到赵凌渊。 金服殿。 昭华悠闲戴着耳当, 一旁的绿兰急上眉梢。 公主, 他们怎能冤枉您呢? 昭华则欣赏着尽忠的自己, 绿兰, 这耳当好看吗? 绿兰心急如焚, 言语稍有不敬。 公主, 都什么时候了? 您怎么还有心情? 突然, 一太监来金服殿传话。 公主, 皇上照您过去问话? 绿兰如同天塌一般, 腿直发软。 完了完了, 公主, 昭华的慌乱无措, 昭华不紧不慢。 他从容, 因他猜到, 幕后真凶是家和。 既知晓家和也是重生之人, 一切都能说通了。 当初是家和在昌平面前上掩药, 才让昌平喜欢上。 赵凌渊? 之后又谋划了坠马事件。 那次事件, 表面是家和帮昌平除掉苏婉, 得到赵凌渊, 其实是为家和自己除掉情敌, 彻底毁了昌平。 而这次苏婉婚前受辱, 必然也家和所为。 原因和三年前一样, 都是为了破坏昌平与金世子的婚事。 毕竟最近父皇一直在撮合, 他与金世子, 家和肯定着急。 苏婉这事, 是谁做的不重要, 重要的是, 众人相信是谁所做。 流言蜚语, 足以摧毁一个人。 前世, 昭华就从他们母女身上领教过。 华? 昭华扶袖起身, 宽大的云袖边如祥云, 衬出他沉稳的气度。 走吧, 去玉书房。 玉书房? 轩人帝面目严肃。 苏婉出世, 你可知晓。 昭华淡定地回。 儿臣听说了, 其实轩人帝也知道, 现在的昌平, 根本不会为了赵灵渊伤害苏婉。 但别人不这样想。 那你可知, 这才短短几日, 就已有流言传, 是你指使贼人。 昭华坦荡地回。 父皇, 轻者自轻。 儿臣与苏婉无冤无仇, 何故害他? 轩人帝直摇头, 人言可畏啊。 哪怕朕身为异国之君, 也难以挡住悠悠众口。 昭华动如观火。 父皇还是一切以皇室声誉为重。 于他而言, 真相不重要。 重要的是, 如何封住这不利于皇室的流言。 随即, 轩人帝又一脸后悔道。 也怪父皇, 一心想着让你以公主之身回宫。 哪里想到, 昌平这身份会带来这么多麻烦。 在父皇范畴之际, 昭华淡定地开口。 父皇, 而臣捉见未经之计便是断绝而臣与赵凌渊的一切流言。 这样, 才能让他们晓得。 而臣没有理由去强害苏婉。 轩人帝又何尝不知道这个理儿。 他连声叹气。 说起来容易。 你要如何做, 才能让所有人都相信你没这个心。 请父皇给尔臣赐婚。 第124章, 家和要做狂。 轰隆。 正行路, 天边突然闷雷阵阵。 路从侧着马, 亮起大嗓门, 上前请示。 主子, 像是要变天, 我们得赶紧, 找地方下榻了。 卫界掀开帘子, 瞧了眼外面的天色。 他方才还在看昭华的信。 这信来得晚, 是他半月前所写。 信上写着盼他早归, 就是不知他心里是否真的这样想。 卫界眼眸深邃, 总觉那皇城近在眼前, 却有股无形的拦阻。 若是顺利, 他们再有两三日便能到皇城。 罢了, 天意如此。 耽搁一会儿, 倒也没什么要紧的。 前面找家客栈。 是, 主子。 与此同时, 轩人帝愣正地瞧着昭华, 情绪不明。 你, 你方才说什么? 昭华面色平静, 看着根本不受那些流言索扰。 紧接着, 他再次扶身行礼, 附属。 儿臣恳请父皇, 为儿臣和金世子赐婚。 这回, 轩人帝听清了, 他的眼神又惊又喜。 赐婚? 皇儿, 你, 你愿意嫁给金世子了? 这可真是正合他意呀。 雍王一世, 令他繁忧至今。 近日, 青天间又言之凿凿, 声称几位王侯中, 金伯侯的气运最佳, 必须削弱之, 否则将是下一个雍王。 眼下的破局之法, 便是轻负重子。 他要重用金燕云, 以此均衡其父, 金伯侯的运势。 昭华抬头望去, 见父皇这反应, 并不稀奇。 他主动求赐婚, 看似是破釜沉舟, 实则是顺势而为。 其一, 世音家和。 家和做这么多, 就是为了得到金世子, 那他就要家和的谋划, 都成枉然。 其二, 世音父皇。 他早就没得选了。 父皇看似尊重他意愿, 不会抢逼他与金世子成婚, 可他所做的一切, 又切切实实是在逼迫他。 比如, 三三五次地, 安排他与金世子相见。 再比如, 每次他稍微拒绝, 父皇便会挂脸。 如今他表现尚可, 父皇就没有用强迫手段, 以后就未必。 赐婚是必然要发生的事。 那么, 与其让父皇先提出来, 他被动接受, 倒不如他先提出, 主动在父皇这儿迈个好。 轩人帝感叹, 皇儿, 你已急急, 是该定下轻视了。 他拿出一份你好的赐婚圣旨。 其实就算你今日不提, 父皇也是要这么做的。 昭华双手接过圣旨, 目光骤然暗下。 上面已盖过玉玺。 父皇真是迫不及待啊。 轩人帝还允诺道, 父皇一定为你背下风后嫁妆。 昭华忽然落下几滴青泪, 隐忍又懂事。 父皇, 儿臣不要那么多嫁妆。 儿臣只想多陪陪您和母后。 事宜, 这婚期能否定晚些? 轩人帝满口答应。 当然呢, 父皇也舍不得你出嫁。 昭华已手帕轻视眼泪, 再次扶身行礼。 谢父皇龙恩, 儿臣感念不尽。 浮光殿, 家河修剪着盆栽枯叶, 他心情愉悦, 烂漫如花。 婢女站在后侧, 公主, 昌平公主被皇上叫去问话了。 家河剪下一朵花, 颇为诧异似的。 是为了玩姐姐的事吗? 不过, 父皇圣明, 必然不会听信传言的。 婢女低着头, 继续道, 好像是, 皇上要刺婚昌平公主和金柿子。 啪哒, 手中的茧子掉落。 家河眼神呆滞, 咬着唇内软肉, 机遇作狂。 第125章赵灵渊, 心事问罪。 家河脸色突变。 刺婚? 为何这样突然? 这, 这跟前世不一样啊? 怎么这次婚, 还比前世提前了呢? 没错, 正如昭华所猜测的, 家河也重生了。 他重生后, 首先避开了前世的劫难。 前世, 他之所以患上心急, 是因为与母妃回外祖家省亲, 途中遭伏击, 他的心脏被刺客一掌震伤, 还破了下。 如今没有心急, 也不用再顶着一张丑陋的脸。 但他想要的不止于此, 他还要经验于, 只有嫁给她, 她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 因此, 他要铲除那些阻碍, 比如昌平。 他害苏婉, 是想给昌平扣上一个莫须有的罪名, 让父皇再度将她送去太庙。 但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打了家河个措手不及。 他半张着唇, 一时无语, 连平时惯会伪装的笑容都僵硬了。 赐婚圣旨已定, 家河只剩下懊悔。 他捏碎那绿叶, 眼神萃着阴毒。 一日, 昌华与金世子说起这婚事, 金世子并不诧异, 因他几天前就问过他的意思。 他当时就同意了, 能够帮公主解决危机, 也是一桩幸事。 臣有自知之明, 这不过是权宜之计。 昌华释然了, 夸赞的话脱口而出, 金世子真乃君子也。 看着他脸上的笑容, 金世子一下愣住似的, 随即谦虚地表示。 公主过誉了, 实不敢当。 这君子之称, 唯有未相当得起。 昌华不以为然, 他昨日才收到卫界的信件, 那上面的话, 完全是赢, 慈宴取。 卫界就是个伪君子。 想到卫界, 昌华心中引有坠坠不安之感。 他也给卫界写过信。 但赐婚金世子这事, 他只字未提。 转念又一想, 以他们的关系, 他也不必事事都告诉他吧。 公主在想何事? 如此出神? 金世子突然问话。 昌华立马回过神来, 扯过话题, 再度向金世子保证。 世子放心, 待风头一过, 我便会想法子解除婚约, 不会耽误你。 金世子欲言又止, 终究还是点了点头。 全听公主安排。 昌华这边刚见过金世子, 正欲回金福殿, 迎面走来一男子, 眼神死死盯着他。 绿兰赶紧低声向他介绍。 公主, 那就是赵灵渊。 男人大不留心, 来到他跟前。 昌华感觉到对方身上的敌意, 似来者不善。 果不其然, 他开口第一句便是, 玩儿那件事, 究竟是不是你所为。 昌华眼底一片肃冷, 新世问罪来了。 也好, 他还怕他不来呢。 我做什么了? 昌华语调上扬, 眼神净显无辜。 赵灵渊最近为了抓彩花贼, 疲累不堪。 他十分怀疑昌平公主。 试想, 若没人指使, 那彩花贼怎敢对苏家大小姐动手。 他没指望他会承认, 气愤难当地警告他。 我心里只有玩儿。 这辈子, 我都不会喜欢一个恶毒的女子。 绿兰听不下去了, 赵大人, 你太无礼了。 赵灵渊认定昌华是凶手, 眼神充斥着恨恶。 我会调查到底, 绝对不会放过伤害我儿的真凶。 昌华丝毫不惧怕, 他直视赵灵渊的眼睛镇定道。 赵大人, 当年本公主年纪小, 才会受人叫唆, 害苏婉坠马。 如今, 本公主与金世子好好的, 为何要去害他? 赵灵渊冷哼一声, 仿佛早已看透他那些把戏。 三年前的事, 公主一句受人叫唆, 就想甩得一干二净吗? 昭华不做多于辩解。 他只道, 赵大人, 你真可怜。 你被仇恨蒙蔽双眼, 自以为在寻找真相。 其实身在迷雾中, 怎么都走不出去。 苏婉也可怜, 到现在都不知道, 真正害他的人是谁。 恐怕以后还会将那人, 当作知心好友呢。 他说完必要走, 赵灵渊哪里肯? 他伸出胳膊挡住他。 那你说, 三年前, 是谁叫唆? 第126章, 未见归来。 昭华横赵灵渊一眼, 平天巨傲冷艳。 谁给你的胆子, 敢这样来质问本公主? 你的事, 你自己去查, 本公主还想过安生日子呢? 言罢, 他转身就走。 赵灵渊站在原地, 表情难以言喻。 如今的昌平公主, 怎变得如此陌生了? 但他说的那些, 他一个字都不信。 一定是他, 玩儿那么善良, 没有得罪过别人, 除了昌平公主, 没人会伤害我儿。 昭华没有明确告知赵灵渊, 就是因为, 他说了, 他也不会信。 眼下, 昭华更担心母后。 好在舅舅传来好消息, 母后体内的毒素已经清除, 接下来就会慢慢恢复神志。 他这边也要实施下一步计划了。 为避免母后恢复期间被人所查, 也为自己没有后顾之忧, 他要将母后送出宫。 但, 如何能不引起贵妃, 以及同样重生的家和怀疑, 让母后顺利离开呢? 昭华早已做好筹划, 他先是求得父皇同意, 安排母后定期出寝殿活动筋骨。 然后, 趁着一天阳光充沛, 风也刚刚好, 昭华在卫阳宫附近的空地上放风筝, 那风筝意外飞进院墙。 皇后喜欢风筝, 大喊着去追, 然后便传言皇后被昌平公主的风筝刺激到, 病倒了。 后面, 安排母后出宫这一环, 还需要救救出马。 御书房, 楚思红恭敬禀告, 皇上, 陈仪找到一神医, 能够治愈皇后娘娘。 但那神医有一怪癖, 不愿离开自己的私宅。 皇上, 为了娘娘, 臣恳请暗中将她送到神医住处。 轩人弟拧着眉头, 犹豫不决。 那神医真能治好皇后? 楚思红确信十足, 臣起初也不信, 后来多方调查, 证实了, 那神医的确治好了不少失智病患。 皇上, 哪怕只有一丝希望, 我们也当一事。 思红说得有理, 轩人弟想通了, 也就释然了。 隔天, 她便以皇后病重为由, 大张旗鼓地将人送去太庙修身养性。 后续一切则由楚思红安排, 贵妃得知此事, 颇感意外。 皇后怎会病重? 一旁的嬷嬷给她梳妆, 笑眯眯地回。 娘娘, 这明摆着是皇上厌弃皇后了, 随便寻个由头, 把人送走。 以奴婢之见, 这离废后也不远了。 贵妃望着铜镜, 手掌倾脱发剂, 欣赏自己美貌的同时, 不忘叮嘱。 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你吩咐下去, 派个人去太庙盯着。 是, 娘娘。 殊不知, 太庙里的皇后, 是别人一容假扮的。 真正的皇后, 早已被送到安全地带。 皇后离宫, 不止贵妃觉得奇怪, 家和也是如此。 前世皇后到死都在宫中, 怎么这一世就变了呢? 但这个问题并未困扰家和太久。 她了解了前因后果, 得知是昌平刺激皇后, 便以为是昌平这个变故引发的变故。 不过, 不像贵妃, 家和没有深入去查皇后在太庙的一举一动。 她从来没将皇后视为威胁, 包括皇后那个 还有一年多才会回来的女儿, 昭华。 家和认为, 眼下最重要的是牢牢抓住金世子的心。 金福殿。 昭华收到舅舅密信, 得知母后已被保护起来, 心中那沉重的大石才算触底。 她烧掉信, 烛火印在她清透的铜仁上, 照出她眼底的肃冷。 舅舅还送了她一名暗卫, 用来保护她。 那暗卫是女子, 明阿来对昭华大有用处。 随着母后被送出宫, 昭华才能无所顾虑, 将更多精力放在仇人身上。 家和盯着金世子, 昭华则让阿来盯着家和。 家和以为自己是布局者, 却不知局外有人。 几天后, 赐婚的圣旨抵达金博侯府。 金燕云皆知, 面上没有一点意外。 臣寇谢皇安! 得知皇上赐婚一事, 众人都为金世子感到惋惜。 毕竟, 那为妃作歹, 水性洋花的恶毒公主, 真没哪个男人敢要。 大雪纷飞这天, 魏姐回来了。 她挟着一身风雪, 沉着脸, 面色不济地迈入宫门。 第127章主子要见宁。 魏姐入宫述职, 之后就静置回魏府。 归途中, 她便不断收到消息, 大多是关于昭华和那金世子的。 皇上赐婚前后, 他们来往甚密。 周钻佛经, 昌平公主作陪。 二人在藏书阁内, 一待就是几个时辰。 魏姐原本是信任她的, 认为她不可能看上金世子。 可世事难料, 她又是难以看透的人。 直到现在, 她都不确定, 她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说不准, 她真想做世子妃。 暗桌上的檀香鸟鸟上升, 模糊了男子那如玉面旁。 魏姐拿起那只被修复好的碧玉兰花簪, 指关节微微泛白。 一连几日, 魏姐都没有见昭华, 也没有书信。 她等着她的解释。 但昭华这边并未当回事。 她没有破坏十年之约, 与金世子来往, 只为稳住父皇。 而且, 金燕云也并非猥琐小人。 她和他待在一处, 就像寻常好友, 并无芥蒂。 她修钻佛经, 她就阅览其他书籍。 那些古籍越看越入迷, 以至于经常忘记时辰。 金燕云也是做事专注之人, 鲜少与他攀谈。 这天, 金世子患得何病, 怎如此未寒? 绿兰以为公主真要嫁给金世子, 有些事便不得不提了。 公主, 世子以前不是这样的。 她变得如此病弱, 都是因为, 因为从前的公主。 昭华大为诧异, 昌平做了什么? 把一个好好的人, 害成这样? 绿兰想起往事, 仍心有余悸。 约莫四年前, 那时皇上就想将公主许给金世子。 可公主那时只喜欢赵灵渊, 将所有的不满, 都发泄到金世子身上。 那年冬日, 公主故意丢了手串, 让金世子下河去捞。 世子本就生过一场病, 得好生养着。 那次下河后, 她就病得越发重了。 冬日下水, 昭华听着都觉得冷。 这是后来, 是如何处理的? 后来, 后来公主威胁金世子, 不许说出去。 金世子就谎称, 是自己不慎落水。 时至今日, 金世子都守口如瓶。 奴婢觉得, 世子真是个好人。 公主若真能与世子洗劫连礼, 也是一桩美事。 昭华心生疑惑。 遭逢此事, 金燕云就真的一点不恨昌平。 他究竟是个怎样的人呢? 正想着, 暗卫现身给他传来新消息。 家河打算偷溜出宫, 想邂逅金世子。 于是, 昭华装作不经意地撞见家河。 黄姐, 你在这干什么? 怎么还这副打扮? 家河穿着男装, 面上的笑容僵住。 噓。 昌平, 你小声点。 昭华恍然大悟, 我知道了。 黄姐你是要偷偷出宫吧? 我也想去。 家河内心气恼, 真是晦气。 不过, 既然被发现了, 又不能不带上昌平。 家河有偷偷出宫的门道, 昭华没有。 他正好想借此机会去见一见舅舅。 两人一同出宫后, 昭华就故意装作被杂耍地吸引, 与家河分开行动了。 家河求之不得, 他正发愁要如何甩开昌平呢? 来到金世子平常会光顾的酒楼, 家河等了许久, 却迟迟不见金世子。 另一边, 昭华要去见舅舅, 但, 还没到地方, 半路就被人拦下了。 是露从, 姑娘, 请上马车, 主子要见你。 第128章, 羞辱。 昭华被带到未借的私宅, 整个宅子冷清清地, 还透着古阴森气。 露从出于善意, 也是为了主子, 小声提点昭华。 姑娘, 主子并非不讲道理的人, 您好好解释清楚, 若有不得已, 他会理解的。 昭华这一路都很忐忑, 根据露从这副大难临头的表情, 觉察出严重性, 他便谨慎地问他。 露大哥, 事有关何事? 露从愣住, 瞧他又不像装傻。 还好他这会儿问了, 这要是在主子面前这般问, 还不得将主子气死。 露从赶紧停下脚步, 好让他有个准备。 姑娘, 当然是您和金世子的事了。 皇上赐婚, 主子一无所知, 又听闻您与那世子走得近。 原是这事, 昭华了然, 也放心了。 他还以为, 卫界又查出什么不利于他的线索。 如果只是他和金世子的事, 他清清白白, 没什么好慌张的。 卫界在书房。 昭华进去后, 露从就在外面把门关上了。 他瞧见, 卫界气定神闲地站在暗桌前, 毛笔沾染各色颜料, 与纸上作画。 他衣着窄袖, 妖术玉带, 整个人看上去一丝不苟, 容不得一点凌乱。 昭华上前几步, 与他隔着暗桌说话。 卫相, 卫界那画作才完成一半。 他收笔, 抬头看向他。 来了! 如此轻描淡写的两个字, 就好像不是他要见他, 而是他不请自来。 若非不得已, 昭华也不想和他作对。 事宜, 他当即就要解释。 父皇赐婚。 先洗脸。 卫界打断他这话, 视线影像桌上那瓶药水。 他是要他卸下那张人皮面具。 昭华望过去, 心神不静。 他是有多讨厌他现在这张脸。 连看都不愿多看吗? 无奈之下, 昭华只得按他要求做。 等他恢复真容, 卫界朝他腻了一眼。 收拾收拾, 躺上来。 他眼神清冷, 没温度似的。 收拾什么? 昭华轻咬着唇, 不肯动了。 卫界已经收起那未完之话, 扑了张心纸上去。 不见他过来, 他面色温和, 语气却发沉。 怎么? 听不懂, 还是要本相亲自动手。 屋内稍着地龙, 很暖和。 可昭华却感觉到, 阵阵寒意逼近。 腰带散开, 掉落。 紧接着, 松垮的外衣从肩头滑落, 也堆在地上。 这样还不够。 卫界要作画, 他就得将整块后背露出来。 就在昭华轻车熟路, 背对他坐上暗桌, 准备脱去上衣时, 他淡淡地说了句。 脱光, 躺下。 昭华肩膀一颤, 不可置信地转头看他。 他的目光轻烈刺骨, 比风雪更甚。 那是一种不容违抗的强势。 昭华不想妥协, 无声望着他。 卫界看出他的不愿, 微凉长指钳住他下巴。 害怕什么? 我保证, 今日不会强要你。 听他这么说, 昭华一点没得到安慰。 他眼神好冷, 冷得他站立。 书房里温暖如春日。 然而, 昭华置身于那长行暗桌上, 只觉得冰冷如寒冬。 他双腿弯曲拱起, 两只手抓着两边桌圆, 闭桌眼, 呼吸致重。 每一刻, 他都饱受煎熬。 那毛笔与往日所用的不同, 每划过他身子, 都能记得他发痒发麻。 他可以与未接在床榻欢好, 甚至也可以在这暗桌上, 但他这样, 他只会觉得屈辱。 画了好一会儿, 他都没说过一句话。 就在他画到他腹部时, 他忍不住开口。 次婚, 我也没料到。 是父皇, 他的意思。 我记得与你的十年之约, 哪怕真的嫁给金柿子。 我, 嗯。 那笔触秃得来到他大腿根处, 一下下, 撩拨他那崩坏的心绪。 他簇着眉, 嘴唇发白。 不要, 嗯, 划。 不多时, 一股极大的羞耻催遍来, 垫在下方的宣纸润了一片。 昭华发抖, 又羞又怒。 而这时, 魏界终于开口, 不会写信告诉我吗? 亦或者, 这本就是你所愿。 不能做一辈子的公主, 之后便想做柿子妃, 真不小。 我没有这样想。 昭华立马坐起身, 紧着两腿, 捂着身前, 怀着被诬陷, 被羞辱的气恼, 怒视着他。 再说, 哪怕我真的这样想, 也与你无关。 我与你私会, 是因为你手里那份共状, 只答应你十年, 不给别的男人碰, 没说不嫁人。 你有什么资格怪我? 我没资格。 魏界怒及返校, 本就激压了几日的韵怒, 被他这话激到, 墨地扣住他腰, 强行分开他腿。 昭华惊叫, 你说过, 今日不会强。 他突然没了声, 玄疾面露惊恐。 因为, 他瞧见魏界手上的物件, 是酷似内物的浴室。 他要做什么? 第129章魏界, 你真无耻。 啊, 方才躺在暗桌上。 随之而来的是他冷冰冰的声音, 要跟他澄清是吗? 那我便大发慈悲。 昭华倒在暗桌上, 蜷缩环抱着肩膀, 目光悲哀含笑, 咬牙切齿。 魏界, 你真无耻。 魏界没有食言, 他并未碰昭华, 让他安然无恙地离开了。 只是, 他的心情仍然算不上好转, 甚至更加至门。 他也不知自己, 为何要那样对他。 越是想要紧紧握在手里, 就越容易流失。 陆从, 进来。 陆从小心翼翼地推门。 主子, 有何吩咐? 他走多远? 乐, 回主子, 有一会儿了, 应该, 追不上了。 陆从反应很快, 没把心里话说出来, 而是反问。 主子, 小人把昭华姑娘叫回来。 魏界薄唇亲民, 随后发话, 不必。 陆从心里纳闷, 主子怎么也优柔寡断了。 另一边, 昭华离开魏界私宅, 时辰已经晚了, 他没时间去见舅舅, 得直接去酒楼跟家和会合。 但, 一想到魏界先前对他做的事, 他就憋得慌。 他凭什么那么对他? 越想越愤怒, 还有些委屈。 不听他解释, 就给他定了罪。 他这样的人, 怎能做相国? 畜生! 人面兽心的混账! 昭华骂出声来, 还是觉得不解气。 如果魏界在他面前, 他必定一拳头挥过去。 突然, 陆从出现了。 昭华眉头紧皱, 你来干什么? 因着对魏界的怨恨, 他连陆从都不待见了。 陆从陪着笑, 赶忙说明, 昭华姑娘, 息怒, 请上马车, 主子在里头等您呢? 昭华往后一看, 远处, 他冷着脸回绝。 陆从却一直求他, 大有一副他不去, 他就要死悄悄地悲壮。 昭华仍然不肯, 但连老天爷都戏弄他。 才走几步路, 突然下起雪来。 陆从笑着道, 姑娘, 您瞧, 天意如此呢。 马车里, 昭华冷漠十足, 胃像还没羞辱够吗? 魏界物资气了杯热茶, 递给他。 他斜看一眼, 没接。 这是打一巴掌, 再给田枣。 魏界开口言明, 要茶, 喝了, 免得寒气入体。 昭华还是没接。 魏界放下茶盏, 他正要放松下来, 忽然一只手伸来, 将他搂了过去。 魏界, 他挣扎反抗, 却还是被他抱住。 他按住他脑袋, 在他耳边无奈道。 我固然有错, 但是, 昭华, 是你惹我生气。 你怎能嫁人, 怎敢背着我, 与金世子那般亲近。 你现在还是我的人, 我不该介意吗? 我回程数日, 哪怕你主动解释一句, 我都会信你。 可你又是怎么做的? 继续无视我, 继续与那世子相伴藏书阁。 非得我请你, 你才来见我。 伏个软也不会, 只会与我争辩。 这世上, 怎会有你这般害人的女子? 不如就此要了你的命, 一了百了。 他掐住他后颈, 却又没舍得下力。 随后, 他便朝着他嘴唇吻去。 昭华推开他脸, 气势汹汹。 我与金世子亲近? 哪般清静了? 谁说的? 我们只是一道在藏书阁, 里面那么多人, 何止我与他二人? 怎的, 从你嘴里说出来, 我们就这么见不得人。 他莫名其妙就红了眼眶, 眼中湿润。 卫界直视着他双眼, 你说没有便没有罢。 昭华还来气了? 你这是什么语气? 摆明了还不信我? 卫界将他抱到腿上, 谁叫你总是不安分, 怕你把勾我的法子用在别人身上。 不过我先前检查过, 身上至少干净。 说起检查, 昭华便想起自己赤身躺在暗桌上的事。 原来, 他是怀疑他与金世子亲热过。 他冷下脸来, 你以为我是什么人? 我疯了吗? 卫界侧头亲吻他耳畔。 嗯, 我想错了。 这不是追你来了吗? 两个月卫界, 甚挂念。 昭华陷于他这温柔中, 放下防备。 未向日理万机, 还有空闲想我吗? 我不似你这般没心没肺。 卫界反朝道, 马车里有暖炉, 又有门窗郁寒, 不冷。 卫界亲了亲他唇角, 紧扣住他腰。 昭华的脸一阵白一阵红。 随即又听他阴雅着声, 问, 成吗? 第130章, 吸人精气的妖精。 这风雪一时半会儿不会停。 路从将昭华领进马车后, 随就近找个地方避雪。 马车内, 昭华胯坐在卫界腰间, 守在帮他的同时, 低头吻他脖子, 向着吸人精气的妖精。 未向, 方才不是还说要娶我性命吗? 他嗓音婉转, 好听得能蛊惑人心。 若非地点不合宜, 他真会将它吃得干净。 卫界眉心紧促, 拿出他还要作乱的手, 与他交紧缠绵。 刚要咬下去, 听他称声推剧。 不要, 痕迹会被人看见。 卫界倾笑, 看见才好, 便说, 你是我的人, 把婚退了。 昭华知道他这话当不得真。 若真的闹到这一步, 他们都完了。 果然, 他放过他脖子, 转而扯下他肩上衣裳, 咬他肩膀。 昭华吃痛得清明, 风雪烧停后, 昭华缩在卫界怀里泛滥, 一动不动。 他把他的手擦拭干净, 又亲自帮他整理好衣服, 听他断断续续道。 十年, 十年好长, 若是你后悔了, 不把共状给我, 怎么办? 卫界倾抚他脖肩丝绸般滑嫩的肌肤, 低声道, 长吗? 我还嫌短了。 他原来想要的是他的一辈子。 当初, 把他从大漠带出来时, 他明明答应过, 以后都不会离开他。 他不止一次地想, 怎么就这么想要他? 或许, 就因为他是他的第一个女人。 哪怕他将来会娶妻, 他仍然重要。 本想着, 十年时间足够让他敞开心扉接受他。 而且, 到时候他已过试婚之灵, 再嫁人很难, 不如做他的妾。 如今这突如其来的赐婚, 瞬间打乱了他的计划。 卫界紧握住他肩头, 你与金世子如何? 以前的事, 我既往不救, 以后离他远些。 皇上赐婚, 是想利用你牵制金博侯府, 事官朝政。 你不懂, 但也绝技不能趟这浑水。 总之, 我不会害你。 昭华倒是没想到, 自己还有这么大作用。 不过, 他也不是真的要跟金世子成婚。 等他大愁得报, 便能摆脱昌平的身份, 这婚事自然就不做数了。 但这会儿, 昭华还得吻着慰借。 他情深义怯地诉说道, 我也不想嫁人。 所以, 我同父皇说了, 婚期有我决定。 若是父皇非要逼我, 我就以死明智。 以死明智? 为谁? 魏姐心情好些了, 也开得起玩笑了。 昭华顺着他意思, 只能是为你。 花言巧语, 他虽瞧不上这种程度的讨好话, 却又很受用。 那清润的眉眼, 眼角弯起, 写出温柔笑意。 他怀抱着他, 心里原本空着的一角被填满。 他穿衣显得鲜兽, 脱了衣裳一看, 又全是肉, 再仔细瞧, 便是又瘦又有肉感, 怎么抱, 怎么舒服。 皇城女子以瘦为美, 并开得追求纤细。 从前他不以为意, 毕竟是别人的喜好。 但眼下, 他竟怕这风气带坏了昭华。 别想着瘦身, 你这样就很好。 昭华本来也没这打算。 我要回了, 让陆从直接送你回宫。 不行, 我和家和一起出来的, 得去找他。 魏姐一听这话, 顿时严肃起来。 你还带着别人偷出宫? 家和公主若是出了事, 你担得起吗? 她才不会出事。 魏姐抓住她胳膊, 阻止她下去。 让陆从送你回宫。 家和公主那边, 我安排人去寻。 可是, 听我的。 好吧。 这之后, 魏姐就下马车了。 昭华刚调整了一下位置, 意外发现一个香囊。 绣宫精细, 一看便是出自女子之手。 第131章除夕前宫宴, 金柿子语出惊人。 香囊上绣着兰花, 还有一个小小的宁字。 显然, 这是魏姐的未婚妻宁姑娘所赠。 她能随身带着, 想来也是情意深重。 昭华轻哼一声, 故意使坏, 将香囊藏到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 酒楼内, 家和一直等到风雪停泊, 也没见到金柿子。 回宫路上, 她一肚子气。 贵妃听说, 女儿今日偷偷出宫, 便将家和叫到跟前, 问她怎么回事。 家和无精打采。 母妃, 儿臣晓得什么该做, 什么不该做。 不过她那点心思, 瞒不过贵妃。 你还是不死心, 那金柿子就是个病秧子, 有什么好? 母妃, 事实不是这样, 金柿子是顶好的。 你以后就会知道, 我的选择没有错。 因为我, 家和忽然止住。 其实, 她早就把自己重生的事告诉过母妃, 但母妃第一次听说后, 就对此格外忌讳, 还怀疑她被鬼附身了, 叫来巫医给她治。 混账巫医抽打她, 那滋味, 她到现在都记得。 因此是非得已, 她不敢在母妃面前提起重生这事。 女儿就是喜欢金柿子。 贵妃深感无奈, 为了她, 你是什么都做得出来。 上次苏婉那事, 也是你做的。 家和果断承认, 是我。 母妃您放心, 儿臣没有留下任何把柄, 贵妃却隐隐犯愁, 真不知道家和喜欢金柿子什么。 她安排的那些男子, 哪个不比金柿子强? 为转移母妃注意, 家和扯开话题问, 母妃, 这都要过年了, 太子皇兄何时回来啊? 早在半年前, 太子就被派到地方上处理励志。 这是为了历练她。 贵妃也思念儿子, 可以想到将来, 她也只能狠狠心。 你皇兄明年才会回来。 据说又有事耽搁了。 怎么会这样? 家和很难过。 实际上, 她早已知晓这个结果。 前世皇兄在外历练了差不多一年之久, 大获铭心。 这一世的事, 大致上没有什么变动。 太子哥哥会顺利即位, 他则会是最尊贵的长公主。 金福殿。 昭华又做了噩梦。 他梦到母后和舅舅惨死, 他却无能为力。 又梦到他和金世子大婚, 魏姐掐着他脖子, 要带他走。 醒来后, 他心口作痛。 就像又回到前世被挖心的时候, 他额头直冒冷汗, 缓了片刻才恢复正常。 公主, 您怎么了? 绿兰担心不已, 要不要请太医? 昭华摆摆手, 不用。 我没事。 年底, 宫中有除夕宴, 大臣们都会携家眷出席。 只有极少数几个是孤家寡人, 其中就包括魏贱。 不过都知道他已有婚配。 期间, 昭华去外面透气, 后头脚步声传来, 转头一看, 居然是金世子。 世子, 你也出来透气。 金燕云摇头, 臣找公主。 如此直白, 倒叫昭华接不上话了。 绿兰也在旁边, 由于自己是否该退下。 金燕云拱手行礼。 臣有话, 要单独对公主说, 可否请公主禀退左右。 昭华看他不像吃醉酒, 就让绿兰去别处守着。 清空旁然后, 金燕云先问他, 公主可有心悦之人。 昭华神情一致, 不知他这话是何意, 暂且先回复, 没有。 金燕云释然, 随即脸色凝重, 向他拱手行礼。 臣有一不情之请, 世子有话便说, 事关你我的婚事, 臣想, 臣想早日与公主成婚。 昭华被这变故打断思绪, 成婚? 为何? 金世子俊美的脸紧绷着, 似有难言之意。 事关侯府存亡, 臣才有此请求, 若是公主为难, 臣也可以另寻他法。 昭华格外慎重, 瞧了眼周围, 确定无旁人后, 缓缓开口。 金世子, 有关我们的婚事, 我当初便说了, 这只是权宜之计, 因此我们不会真的成婚, 这婚期会无限弃延迟。 可你如今却说要成婚, 叫我怎能? 我知道, 你不是昌平公主。 金燕云这突兀的一句话, 如平地惊雷, 炸得昭华正在当场。 第132章帮他解围。 金燕云和昌平是青梅竹马, 两人的母亲是手帕娇。 在外人看来, 昌平厌恶他, 所以他很少出现在他面前, 二人并不亲近。 但事实上, 金燕云是除了魏老夫人外, 最熟悉昌平的人。 从见到昌平的第一眼, 听他说的第一句话起, 他就起疑了。 之后再见, 他更加笃定, 此人绝非昌平公主。 昭华第一次认真审视其眼前的少年。 他雷弱, 低调。 方才的宫宴上, 相比未介, 这位金世子几乎没什么存在感。 但这恐怕都是表象。 昭华突然意识到, 一个令父皇忌惮的金伯侯府, 其继承人, 真的只是个病秧子吗? 再者, 金伯侯妻妾成群, 儿子众多, 个个都对世子之位虎视眈眈。 如果金燕云毫无手段, 能活到现在吗? 怎么看, 昭华都觉得不该轻视了他。 不过, 即便被看穿, 昭华也假装冷静, 没有承认。 他像听到什么笑话似的扑斥一笑。 金世子说的是, 三年太妙生涯, 本公主确实大有变化, 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只会闯祸的昌平了。 金燕云白皙的脸一片柔和。 公主, 您知道, 臣并非此意, 但也请您宽心, 臣会将这个秘密深藏心底, 不会告诉我。 昭华脸上笑容不见, 打断他的话, 斥则道。 这实在荒谬。 金世子, 玩笑也要适可而止。 他转身就走, 金燕云却一下抓住他胳膊。 公主, 臣绝对没有威胁您的意思, 请听臣跟您解释。 侯府, 突然, 一个人的出现, 暂时打破这僵持不下的危机。 昭华朝着那人大喊, 表哥。 一身官服的慰藉, 信不从容, 对二人的拉拉扯扯不甚在意, 仿佛只是路过。 若非昭华叫住他, 他就会视而不见一般。 他跟他把话说清楚。 眼下有第三者在场, 他便立即松开昭华。 见过公主, 侍子。 魏杰先行礼。 昭华低头揉着小臂。 没想到, 这金世子看着病弱, 力气竟这样打。 魏杰那清淡如水的目光, 掠过二人。 他的气场, 如同一位长辈。 侍子, 哪怕皇上已经赐婚, 继位成亲, 便要保全公主生育。 金燕云对昭华, 投去抱歉的目光。 公主, 竖臣方才无礼。 昭华看似轻易原谅, 无妨。 侍子下回, 莫再这样了。 金燕云汗手回应。 随即, 他又向昭华行礼。 陈仙告退。 待他离开后, 魏杰眼神黯然。 过来说话。 昭华迟疑一瞬后, 小步挪动到他跟前。 生怕魏杰因此生气, 他率先坦白。 我与金世子是偶遇, 不是你想的。 魏杰没着耐心往下听, 直接了当地打断他的话。 不必跟我解释。 如此干脆的信任, 魏杰往日温和的眉眼, 此时沉领着。 他不过问他与金世子如何, 而是质问他。 那日你坐马车, 可有见过一个香囊。 昭华不解, 见过。 怎么了吗? 魏杰瞬间拧眉。 被你拿走了。 他看起来很紧张那香囊。 也是, 毕竟是未婚妻所赠。 但也不能冤枉他吧。 昭华不大高兴地否认。 我没拿。 魏杰亦有所指, 除了我本人, 只有你坐过那马车。 你既然见过。 昭华还没听他说完, 就愤然反驳。 什么意思? 你认定是我偷拿的了? 他会这样想, 或许是因为当初在大漠, 他为了接近他, 时常在与他私会后, 就拿走他一样东西, 以便下回有理由再见他。 但如今情况不同了, 他有什么理由, 拿他一个香囊? 还是别的女人送他的? 难道他就不隔应? 昭华气不打一处来。 哦, 想起来了, 我是见过, 然后顺手把他丢到了一处角落里。 魏杰, 你还是回去好好找找吧。 魏杰一听是这样, 眉头舒展开。 随后, 昭华也不等他后话。 镜子离开。 绿兰跟上公主的脚步, 眼见公主脸色不太好, 多嘴问, 公主, 魏像又责备您了吗? 别跟我提他。 那个混账东西, 昭华心气乱窜。 他正说着话, 绿兰小心翼翼地扯住他衣袖。 公, 公主, 别说了。 昭华同时感受到一股良意, 猝然顿主。 回头一看, 魏杰居然跟了过来。 戏宴上, 宣仁帝对大臣们进行嘉奖, 却迟迟不见未想。 他转头询问身侧的李公公。 李公公弯着腰, 低声道。 皇上, 奴才这就让人去寻。 女眷那边, 昭华也许久没回来。 此时, 消失的两人都在一处偏店。 店内无人居住, 院落也黑区区的。 昭华推荡着面前的男人, 嗓音气恼, 你让我出去。 魏杰喝了些酒, 那滚烫的呼吸贴着他唇绊。 他不顾他挣扎, 将他喊叫吞入。 绵长浅浅的一吻, 斜着丝丝缕缕的牵绊。 昭华身子发颤, 发软。 他的手指拢着他发丝, 他轻横。 只许周冠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 魏像语人在此私会, 怎么没想着保全公主名声? 他也只会指责别人。 魏杰捏着他下巴, 鼻尖划过他脸颊, 沉沉反问。 你是公主吗? 又拿他身份说事。 我现在就是。 昭华毫不示弱。 话落, 他听到他一声不以为然的轻笑。 他骨子里是, 瞧不上他的吧。 在那墙角的逼着空间里, 昭华感觉自己, 要被挤压的变形。 他双手抵住他肩膀, 将他往外推。 你走开。 他末地, 抓住他一只手腕。 随即, 他腕子被什么套住, 一片凉。 然后便听他说, 送你的年礼。 宫宴散后, 我派人接你出宫。 出宫作甚, 到时候就知道了。 说完, 亲了口, 回去吧。 两人一牵一后走出偏殿, 绿兰瞧见公主, 赶紧上前伺候。 公主, 方才公主被魏像带进偏殿, 她一个婢女也阻止不了。 不过她也不担心, 魏像是君子, 肯定不会欺负公主。 就是这孤男寡女, 在里面待了一盏茶, 不知谈了些什么。 绿兰不敢多想, 战战兢兢地跟着公主。 都不用公主提醒她, 她也知道, 这事要保密。 回宴会大殿的路上, 昭华卷起一点袖口, 看清了手腕上的物件。 那是一只晶莹剔透的玉镯。 魏杰送这个给她, 昭华并没有多愉悦。 对她而言, 她就是个取乐的玩意儿, 本质上和这玉镯没有区别。 从她对那相囊的态度就能看出, 她最看重的, 还是她那个未婚妻。 昭华厌烦了与魏杰这种 不清不楚的纠缠。 宴会大殿内, 昭华安坐一脚, 精神奄奄。 偶然间一个抬眼, 就对上了金世子的注视。 眼下, 此人也是个麻烦。 真是奇怪, 她如何肯定她不是昌平? 昭华闷闷地喝了口清酒。 宫宴结束, 众人各自散去。 昭华又被金世子叫住。 公主既不愿与陈多说, 还请看看这封信。 金燕云将想说的话都写了下来, 不失为一个好方法。 周围还有人, 昭华便匆忙接过信。 他打算回金福殿看信, 但刚走没几步, 路从过来了。 公主, 以得皇上恩准, 公主今晚可回魏府, 陪老夫人过年。 马车已在宫外等候。 昭华眉心意促, 他知道这是魏界的安排, 但父皇为何什么都听魏界的? 一个公主, 总是往外祖家跑, 这像什么话? 路从说这话时, 被还没离开的家和听到了。 家和走近了, 笑容单纯无害。 昭平, 你要去魏府吗? 我也有阵子没见魏老夫人了, 你带我向她问声好吧。 昭华点头应下。 好的, 皇姐。 家和眼尖, 忽然瞧见昭华袖边露出的一点欲色。 不过由于遮挡的岩石, 看得并不真切。 宫门外, 昭华与魏界各自坐一辆马车。 同样是过年, 民间比宫里更加热闹。 一路上随处可见大红灯笼, 时不时响起爆竹声。 近期没有宵禁, 街道上都是结伴玩具的孩童。 到魏府, 昭华跟着魏界去见老夫人。 相比外头, 魏府里十分安静, 高门大户的规矩很重, 一点没有过年的喜庆随意。 老夫人拉着昭华说了许多话。 原来, 魏家的跟在龙溪, 魏界的母亲和兄弟们都居住在那儿。 皇城这位府里, 只有祖孙二人。 老夫人的病虽好了, 可毕竟年迈, 无法久坐, 早早地就睡下了。 昭华回到厢房, 才有功夫拿出金世子的信来看。 他原本从未有过, 真和金世子成婚的念头。 可这信, 令他动摇了。 第134章, 逼他拒绝金世子。 金燕云已识破他身份, 但保证不会揭穿他。 他希望与他早日成婚, 只为求一个驸马身份, 方便行事, 因为金箔侯府威夷。 昭华一字不落地看完了, 他开始犹豫。 前世, 正是贵妃为除掉金箔侯府, 买通青天间, 污蔑金箔侯有反心。 想必这一事, 此事仍在上演。 金燕云要谋求出路, 无可非议。 就是不知道, 他计划怎么做。 昭华考虑到的是, 如果有金箔侯府相助, 必然有利于他将来扳倒贵妃一挡。 但, 金燕云值得信任吗? 他要冒着自爆身份的风险, 甚至是牺牲自己的婚事, 投入他的阵营吗? 赌赌! 两记敲门声响起, 昭华忙收起信。 谁? 夜已深, 昭华早让绿兰去休息了。 如果不是绿兰, 外面的又会是谁? 他正要起身, 那人竟直接推门而入。 卫界已经换下官服, 穿上便装。 月白的外衣更加衬他的轻聚。 表哥? 昭华脱口而出, 在卫府, 他习惯这般换他。 转念一想, 他怎敢在大晚上来他房中, 就不怕被人看见。 卫界瞧出他担忧, 从容道, 他们都去前院撒扫了。 昭华还是觉得不合宜, 见他关门更觉得不妥当。 卫界拉过他手, 让他坐自己腿上。 昭华魂不守舍, 不似以前那般配合。 他像是毫无察觉, 拉起他一点袖口, 看他戴着的那玉镯。 喜欢吗? 上等的何田玉就打了这么一只玉镯, 可谓价值连城。 但在卫界看来, 在贵重的玉镯, 配着他这细嫩白细的腕子, 才算合乎所用。 昭华随意地回来的喜欢, 他低头亲吻他手背。 同时, 另一只手探入他衣精。 昭华促眉, 不要。 你以为我要做什么? 下一瞬, 他精准无误地拿出了那封信。 信被揉皱一团, 明显藏得极了。 触及他沉浸审视的目光, 昭华瞳孔颤动。 卫界漫条丝里的铺平性质, 看着上面所写内容。 片刻后, 看完了。 他大掌附在昭华后颈, 温声问。 他想跟你尽快成婚? 你呢? 你又是什么想法? 昭华肌肤站立, 缩了缩脖子。 我没想法, 那便给他回信。 卫界果断地处理。 昭华还想保留一丝余地, 借口称。 若是把他惹急了, 他揭穿我怎么办? 他柳眉横皱。 但, 他顶着昭平那张脸, 卫界一点不心软。 揭穿便揭穿, 这是早晚的事。 难道你还能做一辈子的假公主? 就算没有他, 我迟早也要揭穿你这片子。 而后, 他便手把手, 教昭华用昭平的字迹写信。 写完后, 他便将信压在桌上。 明儿就让人送去金箔侯府。 随即, 卫界就将他横抱起来, 朝着床杖走去。 朱串被挑起, 当他轻身而来时, 朝滑芒挡住他。 这是外祖母的院子, 他会听见的。 卫界将他两只手腕抓住, 举过他头顶, 眼神富含轻战的强势, 不容抵抗。 那就忍着, 别出声。 他一挥手, 屋内就灭了灯。 不, 他与他那蓬勃的力量较着劲儿, 总是因为力量悬殊, 败下阵来。 许是太久没碰他, 卫界有些失控。 他越是抵抗, 他就越要他服软。 床杖里弥漫着甜蜜气味。 这木床还算牢固, 承受得住他的折腾。 玉琢敲打着床头, 发出一阵急促有力的响声。 昭华昂扬起脑袋, 陷入极致的欢愉中。 他觉得自己快要散架了, 也快要撑不住了。 终于, 他没忍住, 喊出声来。 绿兰睡前来, 公主房间查看, 听到叫声, 他赶忙往床那边跑。 公主, 您怎么了? 第135章, 他会护他。 屋内没有灯火。 卫界看不见昭华的脸色, 却能感觉到他的颤抖。 那是慌张, 是害怕。 公主? 绿兰静了。 昭华赶紧出声制止。 别过来。 我, 我没事。 绿兰虽觉得奇怪, 还是听公主的, 没有继续上前。 殊不知, 帐内, 昭华几乎要把自己的小臂咬出血来。 他摇摇欲坠, 碎掉的气声断断续续。 绿兰离开后, 卫界的力气大了几分。 他像是故意引他喊叫, 每一下都令他激进癫狂。 一次过后, 昭华已是汗沉沉, 泪珊珊。 他气息微弱, 由他握着他后颈, 如同一只毫无抵抗力的小狐狸。 光亮的皮毛, 惹人犯下罪行。 他奋力抵抗, 又被拽入下一个深渊。 在他哭得不能自已时, 他问他, 为什么这样对我? 你都有宁姑娘, 还不够吗? 你们男人, 为什么都要三妻四妾, 就因为这样, 妻妾不合, 子女不合。 他恨贵妃, 恨家和。 他也恨自己出身皇家, 注定逃不开那尔虞我诈。 即便没有贵妃, 也会有其他人害他和母后。 魏杰不知他这些仇恨。 听他这样控诉, 他只听出他的委屈可怜。 他吻着他耳阔, 轻咬他耳垂, 动情又认真的保证。 不会不合, 我会护着你。 你若有生下孩子, 我也会护着那孩子。 你还有什么担心? 一并说出来。 昭华与他话不投机, 在他胳膊上狠狠咬了一口。 魏杰掰开他嘴, 深吻。 之后, 他笑着训斥他。 养不熟的东西, 你的良心呢? 我给你安排好一切, 给你抬身份, 你不要。 你说说, 你想要什么? 做我的妾, 你不肯, 就肯做狮子妃。 昭华被他折磨得有了脾气, 发狠道。 对, 我就要做狮子妃。 我不要做妾。 魏杰沉默片刻, 嗓音不负清润, 多了几分阴雅。 你哪怕想做狮子妃, 也不该挑金箔猴斧。 大煞将轻, 猴斧不负存烟。 你说什么? 昭华眼皮一跳? 难道, 金箔猴斧的负面, 也有魏杰的手笔? 想来也是。 贵妃对付金箔猴斧, 是因他与世家作对。 魏杰是世家利益的维护者, 必然与贵妃一条心。 但接下去, 不管昭华怎么问, 魏杰都不肯再透露一丝一喉, 有关金箔猴斧的事。 天蒙蒙亮时, 魏杰处理好一切, 便回了沐韵轩。 床上, 昭华沉睡不醒。 他不知他何时走的, 绿兰也没来叫他早起。 等他醒来, 就发现, 写给金箔猴的信不见了。 想来是魏杰拿走, 让人送了出去。 他这动作可真快。 昭华想到前世金箔猴斧的负面, 心中不安。 金箔猴斧一倒, 朝中更加没有力量, 能阻挡士族。 姿势体大。 昭华急于找舅舅商议, 暗卫阿莱一直跟着他, 他将人叫出来, 让阿莱联络舅。 他这边则一想外出看热闹为由, 出了烫府。 莫韵轩。 魏杰正以金书尽心, 听说昭华出府, 眼神肃然。 派人跟着了吗? 陆从赶紧回, 有。 一共三名暗卫跟着呢。 这事儿他早早安排下去了。 魏杰和尚金书, 若有所思。 他倒是喜欢外出, 昨晚还哭着说没力气了, 今天就出门。 要么是他撒谎必宠, 要么就是有飞出去不可的理由。 昭华行事谨慎, 舅舅也是如此。 两人在外头见面, 会故意闹钟取静, 便于藏身。 楚思红这次还一容了, 望江楼上。 两人背对着, 被坐在相邻两桌, 表面在看江景, 实则低声交谈。 楚思红听完昭华所述后, 眼神凝重。 若真如此, 我们便不能眼睁睁看着金薄侯府覆面。 昭华补充, 贵妃与世家里应外合, 铲除一己。 我还怀疑, 雍王造反, 也有他们在暗中窜躲。 你这样想, 并非毫无依据。 雍王向来敌视那些世家大族。 当初皇上三下拢息, 请卫界入室, 并直接许以相国之位, 便是雍王最为反对。 卫界实施新政, 雍王的封地首当其冲。 两人正说着, 几个官兵冲进酒楼, 朝着昭华和楚思红这边来。 全程戒严, 例行检查。 楚思红义勒容, 也准备了假的照身贴。 他不需要担心这检查。 可昭华有种不详感, 当机立断, 压低声音提醒。 舅舅快跑! 我怕是被卫界派人跟踪了。 楚思红还觉得是他多心, 然而, 就在他起身的刹那, 三个蒙面高守护的现身, 还都是冲着他来的。 不好, 真被盯上了。 第136章, 卫府暗卫, 舅舅威。 楚思红必须得跑了。 他若是被抓住, 识破身份后, 就会暴露昭华。 哄! 他破窗而出。 那三名蒙面人, 有一人追了出去, 还有两人留下保护昭华。 看似保护, 更想监禁。 昭华故作疑惑地问, 你们是什么人? 公主莫惊, 我等是卫府安卫。 之后, 昭华就被送上马车。 他不知道, 舅舅是否平安脱险, 一路上忧心忡忡。 绿兰对这些事浑然不知。 公主进酒楼后, 就说想静静, 让他站远些伺候。 那三人出现时, 他还以为是刺客呢。 回到卫府, 昭华又被领去莫运轩。 书房, 魏杰若无其事地为他拢好披风, 关心地问, 玩得尽兴吗? 昭华被他看得直范畜。 哪怕他们做过最亲密的事, 哪怕他在床榻上是那么喜欢他, 可一旦涉及到正事, 他就恍若两人, 所有的温柔都藏着算计。 哪怕他重活一世, 也没实力与魏杰作对。 目前, 他只能小心翼翼隐藏自己, 不能让魏杰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他假装不悦, 埋怨道, 正吃饭, 就被你的人带回来了。 说是在捉拿刺客, 弄得人心惶惶。 魏杰眼神温和, 年底了, 总会有贼人出没。 这几天就别出门了, 多陪陪祖母。 昭华点头。 好。 魏杰默然伸手, 将他搂紧怀中。 昭华没有反抗, 显得异常乖顺。 楚思红乃习武之人, 是上阵杀敌, 领兵作战的抢手。 但在轻弓上, 他不急那魏府暗卫。 不过一会儿, 他就被追上了。 免不了就是一顿近身互搏。 楚思红身重一掌, 被逼得节节后退。 狭窄的杭道里, 那蒙面人眼神四刀, 朝着楚思红紧逼。 阁下若束手就擒, 还能少受罪。 楚思红闭口不言, 调好内息, 再次攻去。 几个回合下来, 他堪堪负伤而逃。 暗卫没能抓到人, 回府领罪。 卫界问他, 那人有何特征? 暗卫回, 属下记得他那张脸, 但是, 依属下看, 那人亦过容。 卫界目光优良, 亦容是吗? 昭华这会儿正在陪老夫人, 明天除夕, 老夫人操持颇多, 比如给下人分发赏钱, 还有一些年中琐事。 昭华面上无忧无虑, 心中还念着舅舅的安危。 直到晚间, 他才偷偷叫出阿来, 让他出去打探打探。 阿来走后, 昭华心不在焉, 连晚膳都没吃多少。 若是舅舅落在卫界手里, 那就完了。 怪他不够小心, 被暗卫追踪都不知晓。 昭华这是非得把责任往身上揽。 其实, 那三个暗卫的轻功出神入化, 别说他一个没有内力的普通人, 连阿来都没有察觉。 一个时辰后, 阿来带回了好消息。 公主, 将军已经平安回府。 他刚说完, 就感觉到有人来了, 一转眼消失不见。 咦? 这窗户怎么开了? 绿兰将窗关上, 挡住外头的寒风。 得知舅舅逃脱, 昭华如释重负。 痴疑欠掌一掷, 下回更得小心些了。 没多久, 墨运轩来人, 让昭华过去一趟。 进入卫界的书房, 他看到桌上有张画像, 正是白天舅舅易容后的模样。 卫界坐在那暗桌后, 云淡风轻地提起。 这就是那贼人, 你见过, 便让你来看看, 这画像是否精准。 当时就是匆匆一眼。 是吗? 卫界嘴角微微弯起。 昭华镇定地反问, 这人犯了什么罪? 为何是你的人去捉, 而不是官府? 卫界无视他这问题。 审视他几夕后, 他声音低沉地说道, 那三名暗卫中, 有一人会蠢语。 文言, 昭华心跳加速。 第137章逼他坦白, 那男人是谁? 卫界来到昭华面前, 奇长的身影显得他弱小可疑。 他用手指抹撒他嘴唇, 语调平缓, 却又立如雷骨。 我给你机会坦白。 昭华喉咙干哑。 坦白什么? 卫界眼神一沉, 抬起他下巴, 直视他那双清澈的, 暗藏脚侠的眼睛。 与先前的温柔善又不同, 此刻他显出逼人的凛冽气势。 昭华被迫高抬着头, 脖子发酸。 他满眼茫然, 还带着几分怨怼。 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 他在赌, 卫界这是在炸他。 在酒楼和舅舅谈话时, 他习惯用喝茶这类动作, 遮挡嘴部。 即便那暗卫会蠢语, 也分辨不出他说的什么, 顶多看出他在和灵桌那人悄悄闲谈。 何况, 要识别蠢语, 就需要一个合适的位置。 酒楼人多且杂, 怕是没这么变脸。 昭华无视卫界谋中良意, 掰开他的手。 你捏疼我了? 还有更痛的? 卫界威胁他, 非要我对你用刑, 才肯说实话吗? 昭华一听这话, 气得猛推他一把, 但他稳如山, 一动不动。 反倒是昭华因那惯例往后一裂剪, 他美眸瞪起, 悲愤交加。 你真是莫名其妙, 我只是去了趟酒楼吃饭, 你就怀疑着怀疑那的, 你要严刑逼供? 好, 你来啊。 反正, 你又不是没这么做过, 或者, 你干脆杀了我, 省得以后再有什么事, 你还来找我的麻烦? 我就想好好活着, 你为什么不放过我? 他锤打他肩膀, 发现那些不满。 卫界极其冷静, 反衬地他像个疯女子。 过了好一会儿, 昭华累了, 没力气了。 卫界握住他胳膊, 强行将他拽到靠墙那博骨架前。 他启动机关, 随着博骨架旋转, 竟出现一间暗示。 昭华本能挣扎。 放开我! 卫界轻而易举地将他扛进那暗示。 里头一点光都没有, 他却能精准地将它困在一张机关椅上。 他刚被摁下去, 那椅子就像活了一样, 长出爪子锁住他。 卫界的声音凉薄无情。 给你一个时辰, 好好想想, 你该怎么解释清楚这件事。 丢下这句话, 他就出去了。 昭华私生大喊, 不! 卫界! 你回来! 你放我出去! 他的腰腹被缠住, 四肢还能动。 气急败坏之下, 他取下玉镯, 用力摔在地上。 玉镯置地硬, 没有碎裂, 但他也消失在黑暗中, 变得不可见。 在这极致的漆黑环境里, 昭华起初还能稳住心神, 可渐渐地, 他就控制不住地胡想。 这暗室里, 好像还有其他东西。 时不时有异物响动声, 滋滋的老鼠磨牙声, 毒蛇土性子的细微动静, 撞击木香声。 昭华紧咬着唇, 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 外面, 得知主子将昭华姑娘关进暗室, 露从颇为震惊。 主子真吓得去手啊! 那暗室他去过, 里面关着各种可怕的蛇虫鼠蚁, 常人被关一会儿就受不了了, 何况昭华姑娘只是个弱女子。 在这一个时辰里, 魏接一点不担心似的, 照常看书, 审阅公文。 时间一到, 还是露从提醒他。 主子, 昭华姑娘还在暗室里。 魏接起身打开暗室, 露从伸长脖子往里看。 还好, 暗室里没有掌灯。 昭华姑娘要是能看见里面的东西, 只怕是早已吓晕了。 即便如此, 昭华还是被吓得不轻。 他前世被丢下过蛇窟, 哪怕这暗室里没有蛇, 也能让他想起那些可怕的事。 好几个瞬间, 他都像是再次被丢进蛇窟, 全身起鸡皮栗子, 瑟瑟发抖。 魏接解开他束缚时, 他腿软, 呆滞地坐在那儿, 一动不动。 到了外面, 昭华还是没回神。 他脸色惨白, 身上冒冷汗。 然后, 他晕了过去。 魏接脸色骤变, 当即拖抱起他。 贵妃的蛇哭, 声嘶力竭地喊着救命。 上方是贵妃和家和尖锐的笑声。 还有魏接那冷冰冰的质问, 说, 酒楼里那个男人是谁? 救我! 昭华扑腾着双臂, 从噩梦中惊醒。 一睁眼, 发现正躺在自己的厢房里, 魏接就坐在他床边。 他俊脸紧绷, 似乎在担心他。 可是, 不正是他把他折磨成这样的吗? 昭华觉得讽刺, 情不自禁地流淌出热泪。 先喝药, 魏接要将他扶起来, 他却愤然打开他手。 别碰我! 第138章, 你让我觉得恶心。 魏接只是想弄清真相。 昭华身上有那么多秘密, 这让他不安。 他就像随时会引火自焚。 奈何他谎话连篇, 不肯说实话。 他拿他没辙, 只能适当使些强硬手段。 不料, 暗示一个时辰, 他就被吓成这样。 他没有掌灯, 仅仅让他在黑暗中反省。 只是这样, 他都受不住吗? 看着床榻上虚弱的人, 魏接先抛开酒楼那时, 让他把药喝了。 他不肯起来, 他二话不说, 含了口药在嘴里, 强行读给他。 嗯…… 昭华使出全身力气抵抗。 魏接死死扣住他下颌, 药汁进入他嘴里, 他便要再含一口。 哦! 昭华猛地起身呕吐, 一只手按着心口, 嗅眉宁。 成一团, 难受至极的样子。 魏接一靠近, 他便抬起胳膊。 啪! 清脆绝绝的一声响, 产生于他的手掌, 他的脸。 魏接谋色深重, 一瞬不瞬地望着他。 他近乎崩溃的大骂, 别碰我! 你让我…… 你让我觉得恶心! 魏接眉头锁起, 还着晚闭的手指紧扣, 指节发白, 发青。 你说, 什么? 一想到他和贵妃是同一阵线, 昭华就恶寒, 连惩罚人的手段都是这么相似。 你这样的人, 就是以玩弄别人为乐。 你为何要入室, 待在龙溪不好吗? 为什么要来祸害我? 你还想闹我为妾? 你做梦! 你滚! 滚出去! 昭华拱着身子, 单手撑在床檐, 艰难地忍住干呕, 另一只手怒指门的方向。 他连看都不想看他, 青丝垂落, 遮挡他半张憔悴苍白的脸。 魏接等他说完, 若无其事地, 用帕子擦拭他唇边要字。 只有细看, 才能见他面色清灰, 手指微抖。 先把药喝了, 他执着于让他喝药。 仿佛, 除了这句, 就不知与他说什么才好。 昭华似乎是愿意喝药了, 没有拒绝。 但是, 等他拿着药碗靠近, 他突然伸手一推, 打翻了药碗。 碰! 看着那药之四剑, 又见魏接面上一闪而过的薄怒。 昭华顿绝畅快。 你尽管毁了我吧, 把那共状给父皇, 尽管去揭穿我的身份。 你这样防着我, 不信我, 那就干脆除掉我。 还让我喝药做什么? 魏接望向那地上的碎渣, 什么都没说, 起身走了。 昭华手心潮冷, 心里更是寒凉。 他苦笑, 擦去那不受控的眼泪, 大喊。 绿兰? 进来。 绿兰虽是他的贴身婢女, 可他跟魏接在一起时发生何事, 绿兰直到现在, 都是一片空白。 他听到传唤, 赶紧跑进来。 见到地上的碎瓷渣, 便要蹲下身收拾。 昭华直接吩咐他, 回宫。 绿兰愣了一下。 公主, 现在就回吗? 可谓像说, 您病了, 要。 你是听她的, 还是听我的? 绿兰站在床边, 不知所措。 当然, 是听公主您的。 绿兰去收拾行李, 片刻后, 折回床边一看, 公主竟然睡着了。 他叫了两声, 公主都没反应。 刚想再喊, 一个婢女提着石盒进来了。 这是给公主背的药扇, 劳烦姐姐给公主喂下。 绿兰接过石盒。 行, 只管交给我。 他想等公主醒来, 再为要善。 可是, 这一等就等了好久。 莫运轩。 路从交集的小跑进书房, 也顾不上规矩。 竹子, 大事不妙。 公主病情加重, 这会儿都没醒, 老夫人, 让您赶紧去看看。 第139章他们的关系, 就此止住。 厢房内, 魏老夫人皱巴巴着一张脸上, 愁云密布。 乔建未接过来, 他立马叫她。 快来瞧瞧昌平, 他这是怎么了? 府中也有其他大夫, 但他知道, 孙子的医术更为高明, 不如直接让他来诊治。 男女有别, 魏杰坐在帐外, 悬丝诊脉。 期间无人出声打扰。 直到他收线, 魏老夫人才迫不及待地问。 要紧布? 魏杰面色如常, 叫人看不出丁点异样。 他从容地回复祖母。 公主只是气欲气须, 以致体弱晕厥, 调养便可恢复。 祖母无需太过担忧, 魏老夫人仍是不放心。 怎么会这样呢? 这孩子, 在为何是犯愁? 光用药调养, 是不是治标不治本? 魏杰自然晓得, 昭华为何这般。 他不经意地瞥向那, 垂落到地的账漫, 没风威脸。 祖母, 只能带公主醒来, 再细细问清。 线下公主需要静养。 我吩咐下人备药, 祖母先回去歇息。 老夫人一声叹息。 也好, 有你安排, 祖母也放心。 她转而吩咐绿兰, 你先好生照看着公主。 绿兰垂手领命。 是, 老夫人。 公主昏迷不醒, 可把她吓坏了。 她猜测, 此事或许与魏象有关。 先前公主被叫去墨韵轩, 就已经晕过一回。 之后一直是魏象在房内, 也不知她对公主说了些什么, 公主当即要回宫。 思来想去, 定氏和公主的真实身份有关。 魏象早已知道, 她并非真正的昌平公主, 进步直接揭穿, 就这么时不时逼问一场。 公主肯定受不了。 绿兰及时打住, 不敢细想。 要想活命, 知道得越少越好。 魏老夫人一行人走后, 魏界单独叮嘱绿兰。 公主再有何不妥, 莫要去讨扰老夫人, 直接来莫韵轩禀告。 牟必记住了, 绿兰心甘发颤。 直到魏界出去, 她才深呼出一口气。 老天爷, 这样的日子, 何时能到头啊? 要熬好后, 绿兰一勺一勺地喂给昭华。 夜深时分, 昭华清醒过来。 她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 一问绿兰才知, 这个时辰, 宫门早已落药。 绿兰又补充道, 公主, 明日就是除夕, 宫门也不会开。 我们最早只能年初一回了。 昭华坐靠在床头, 情绪并无波澜。 魏向来过吗? 她嗓音微哑。 绿兰如实回答, 公主您昏厥不醒, 魏向来诊过脉。 之后, 她就没再来了。 不过魏向嘱咐奴婢, 若公主, 您有何不适, 须得立马告知她。 绿兰小心说话, 察言观色。 只见公主听完这些, 依旧没什么精神。 公主, 您饿了吗? 小厨房灶上温着饭菜, 奴婢给您端来。 昭华清点头, 嗯, 摆饭吧。 白天一通折腾, 她还真饿了。 就是不知道, 关于酒楼那事, 魏姐还不会继续逼问她。 她先前对她恶言相向, 让她滚, 一方面是真的生气,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转移她注意。 她可能很快就会反应过来。 莫运轩? 书房? 见主子这么晚还没安歇, 路从试探着提醒。 主子, 夜深了, 魏姐单手轻捏眉骨, 书姐疲乏。 她问路从, 她醒了吗? 不必多说, 路从都知道主子口里的她是谁。 她笑着回, 方才来的消息, 小人正要禀告, 公主已经苏醒, 喝了药, 也吃了些东西。 主子, 您不必担心了, 魏姐轻皱眉头。 多嘴, 路从又得寸进尺地问, 主子, 您要亲自去看看吗? 小人好提前去打点一番。 魏姐想到她之前那些话, 猜她现在必定不想看见她, 所以作罢。 你有这功夫, 不如去查一查酒楼与她密谈之人。 路从极为小心地问, 主子, 会不会, 真的是您多心了? 出去。 魏姐引有造诣, 她倒是也希望自己想岔了。 但事实证明, 昭华身上就存在诸多疑点。 不查清楚, 他们之间终究有芥蒂。 然而, 想从她嘴里逼问出什么, 只怕是不能了。 后半夜, 魏姐还是去了厢房。 昭华睡得浅, 她一来, 她就醒了。 她抱被做起, 对她很警惕。 你又来做什么? 还想省了我吗? 魏姐站在床边, 居高临下地凝视着她。 当初再度服, 你真不该招惹我。 怪你自己定力不够。 昭华不客气地回怼。 魏姐淡淡苦笑。 是, 也怪我。 现在止损还来得及。 我们就此止住, 过完年, 我就将你送回太庙。 第140章, 怀安, 不要丢下我。 回太庙? 这可不是昭华想要的。 她眼睛睁大, 难以相信地望着魏姐。 魏姐有理有据地继续道, 你最大的心愿, 不就是和你生父相守吗? 将你送回太庙? 你应当高兴了。 昭华反问她, 有这么容易吗? 皇上才将昌平特赦。 你有什么办法让她? 很难吗? 魏姐游刃有余, 只要你演出戏, 惹得皇上厌弃, 届时我再见言。 昭华差点就被绕进去。 你, 为什么要这么做? 魏姐撩袍坐下。 你不想做我的人, 我也不能容许你假冒公主作乱。 如此想来, 将你困在太庙, 就是最好的方法。 昭华万万没料到, 魏姐一下子做得这么绝。 那酒楼的事呢? 她追问, 她神情漠然, 缓缓道。 你不想说, 我便不问了。 看来, 她铁了心, 要把她送进太庙。 昭华顿时处于被动受制的局面。 若她拒绝, 那就是自相矛盾, 会更加难缘其说。 她还要报仇, 不想离开皇宫。 魏姐见她没有话说, 便要起身离开。 忽然, 一只手攥住她衣袖。 不行, 我不要回太庙。 昭华向下定决心了。 魏姐心头一沉, 她真是不懂, 她究竟想要什么。 让她回太庙, 与生父团聚, 她还是不满意吗? 又或许, 她猜中了, 她假冒公主, 就是别有居心。 魏姐正想着, 下一步如何试探她时, 昭华拧着眉, 眼神复杂地看她。 你方才说, 我们就此止住, 又是什么意思? 魏姐则望着她那手。 这种挽留的动作, 显得假惺惺。 如你所愿的意思, 你不是怪我毁了你, 想摆脱我吗? 她扯出自己的袖子, 显得冷漠无情。 尽管这真是昭华所想, 可当她要结束时, 她心里竟没来由地空了一处。 她门心自问, 她对魏姐当真一点感情都没有吗? 还没来得及理出头绪, 魏姐就站起来了。 她抚平衣袖处的褶皱, 淡然如风。 就这样, 我应该没有亏欠你的地方。 华, 昭华秃地跪坐起身, 还住她腰, 紧紧抱住她。 不, 你, 你让我再想想。 魏姐立在那儿, 不为所动。 低头, 见她乌黑的发顶, 还有那截鲜若白皙的后颈, 仿佛一折就会断。 她只身着单薄的寝衣, 瑟瑟发抖着, 企图让人垂怜。 魏姐很下心来, 掰开她胳膊。 但这下, 轮到昭华不肯松手了。 她现在很乱, 只想着, 不能让魏姐送她回太庙。 她得留下。 她与她僵持着, 脑袋紧贴着她胸膛, 像甩不掉的牛皮膛。 魏相, 我错了。 我舍不得离开你。 魏姐预谋泛起连衣, 随即, 心壶归于平静。 她用力扯开她, 不让她扰乱自己的心。 啊, 昭华倒在被褥上, 胳膊撑着床板, 侧低着头, 轻声啜泣。 我就知道, 你是骗我的, 你没那么喜欢我, 说丢弃就丢弃, 我知道, 你是玩够我了, 你腻了我了, 你要娶妻, 就像浪子回头, 你要除掉我这个污点。 她小声控诉, 更像是自言自语。 这些话自自诛心, 仿佛她才是那个被伤害的人。 魏姐顿感致闷, 何必说这些。 至此, 你还要跟我演吗? 是我要丢弃你吗? 我给你的, 是你不肯要。 别的, 她也无需多说, 毕竟她此刻未必有多少真心。 她拂袖而去, 那珠帘晃动, 渲染着绝别的脆弱。 很快, 那珠子碰撞声再次响起。 魏姐才走没几步, 一双柔软的胳膊, 从后抱住她。 怀安, 不要丢下我。 下一瞬, 原本还净若止水的男人, 迅速转身, 反将那人拥入怀中。 她死死扣住她脖子, 如同盯紧了掉进陷阱的猎物, 眼神冷立。 第141章, 此生绝不为浅。 昭华仰起脖子, 嘴唇颤抖。 她周身被一股寒意包裹, 生死皆在对方一念间。 魏姐的声音, 智冷, 沉缓。 就因为不想回太妙, 所以宁可强忍厌恶, 向我献媚。 正如你当初在大漠的所作所为。 同样的招式, 你觉得我还会中计吗? 她连连逼问, 大掌龙颈她后颈, 在她细腻的肌肤上留下纸痕。 昭华直视她双眼, 泪光闪闪。 我, 我也以为, 自己不喜欢你。 可是, 你要走, 你要抛下我, 我心里难受。 我是利用了你, 但我也不受控制, 真的心悦于你。 魏姐当然不信她这番话。 住口, 她沉声道。 昭华片要继续说, 怀安, 你相信我, 我真的。 魏姐眼眸冷沉, 想让我相信你。 你既说心悦我, 不想离开, 那就恢复真实身份, 入我魏府, 如此便能与我长相厮守, 不是吗? 昭华正正地看着她。 怀安, 你还是不懂我, 我虽然喜欢你, 想与你在一起, 可是, 我不想做你的妾。 魏姐一脸严肃, 不想为妾, 难道还想做正房夫人吗? 昭华凄凉地笑了。 对, 我发过誓, 此生, 绝不给人做妾。 你一定觉得我痴心妄想, 但我就是不愿意。 为妾者, 逃不过以色世人。 当我容颜老去, 主家的恩宠不在, 便会沦为夫人的活靶子。 在杜甫, 此类事件屡见不鲜。 魏姐正色道, 我非喜心厌旧之人。 昭华嘴角清扯, 机翘道。 怀安, 你生性多疑, 常伴你左右, 如伴虎。 你晓得, 我有多怕你吗? 前一晚, 你还温柔地抱着我, 与我情义绵绵, 不舍得伤我半分。 到了第二天, 你又会因为捕风捉影的小事, 将我关进暗室折磨。 如此反复, 殷勤不定, 比喜心厌旧更可怖。 就像你现在, 你恶着我的命脉, 仿佛随时都能要我死。 魏姐并未松手, 反而凉凉地盯着他眉眼。 昭华, 你是只狡猾的狐狸。 你这样说, 道将错都归到我身上了。 难道不是你行踪可疑在先吗? 你若安分, 我何至于罚你? 魏姐不愧是魏姐, 哪里是这么容易, 就被牵着鼻子走的。 他冲破他部下的烟雾, 提纲撤领。 我只问你一句, 是要回太妙, 还是入魏府? 昭华倔强不屈地望着他。 沉默片刻, 他唇半清气。 你真的要这样逼我吗? 魏姐不置可否。 即便情义不在, 以魏家的门风, 也不会出现迫害妾室之事。 昭华, 你借口颇多, 实则理由只有一个。 那就是, 昭华揪着他衣巾, 点起脚尖, 一纹堵住他后面的话。 他相当主动地与他纠缠。 他起初还想推开他, 却松懈下来, 被卷入那浪潮中。 可当他要反过来掌握主动时, 昭华离开了他的唇。 他依依不舍失地, 笑忠含泪, 抬手抚摸他俊朗的脸庞。 那么, 就请魏相送本公主回太庙。 我与魏相有过短暂欢愉, 无憾了。 天下男人千千万, 魏相, 旋即, 他用力按住他腰, 声音透着鼓威吓。 你且试试。 昭华还未回, 他扶手, 强行吻他。 而这一幕, 恰好被绿兰从门缝中窥见。 刹那间, 绿兰心惊胆战, 彻底吓傻了。 第142章 我疼你。 绿兰前半夜, 睡得不踏实。 公主病了, 夜间恐有不适。 于是他便来看看, 还备了热茶。 不料, 刚到门外, 就听到里面有人说话。 他轻手轻脚地开一道门缝, 便看到, 公主竟然和一个男子优惠。 绿兰吓坏了, 匆匆一瞥, 不敢细看。 碰, 外面响起重物掉落声。 昭华寻声望去, 只见窗外一道人影飞过。 他立刻提醒魏剑, 有人, 那么大的响声, 他一个习武之人, 当然也能听见。 甚至在那人靠近这屋时, 他就知道了。 他妈撒他耳后肌肤, 看似无情的直言。 院内已被打点过, 这么晚来此屋的, 只有可能是绿兰。 他是你的人, 你自己处理。 昭华你没? 你, 你就不怕? 怕什么? 嗯? 他似乎巴不得被人发现他们的私情。 昭华一时无语, 紧接着, 魏剑将他抱回床上, 给他盖岩石了, 又俯身继续吻他。 素色账漫映着他们二人的影子, 缠绵前全。 女子纤细的胳膊缠上男子脖子, 如同魅影一般吸食他的理智。 怀安, 你舍得我吗? 真的? 舍得我吗? 魏剑轻拙他唇角。 不舍得又如何, 拦得住你想走吗? 你究竟有多少秘密瞒着我? 与我说清楚, 就这样难吗? 昭华埋进他脖肩, 声音婉转勾人。 没有瞒你, 我没有, 怀安, 你信我, 疼疼我。 魏剑挑起他下巴, 细细审视着他, 却见他眼尾泛红, 显然是动了情。 当然有了情感, 也就有了私心。 他承认, 当下, 他什么都不在乎。 忘记了酒楼那人, 忘记他假冒公主, 忘记他多次骗他, 他只知道, 他是他的。 烛火一灭, 屋内一片昏暗, 男人阴雅的嗓音响起。 好, 我疼你。 被褥高高拱起一团, 细密地吻, 顺着他心口直往下, 惹得他如那春风聊播下的花枝, 颤动不止。 昭华脸颊泛红, 双手攥着脑袋两边的被褥, 双腿不由地拱起, 脚背紧绷着。 次日, 今天是除夕, 案里要早起。 但, 昭华病了, 魏老夫人特意要他多写着, 他也不能一整天都在床上躺着。 而且昨晚喝完药, 今日已经恢复得差不多。 绿兰伺候他梳妆时, 多次欲言又止。 昭华心如明镜, 直接问, 你有什么话想说? 他冷不防地一出声, 吓得绿兰没拿碗梳子。 绿兰赶紧低头认罚, 公主恕罪! 昭华不会因为这种小事降法。 说吧, 到底在想什么? 我不希望你有事隐瞒。 绿兰抬起头来, 极为谨慎地开口。 公主, 昨晚奴婢怕您夜里不舒服, 就擅自来此。 昭华也不打断。 他面无表情的样子, 令绿兰有种本能的恐惧, 突然就跪下了。 公主, 奴婢只看到有人, 没看到他长什么样。 公主您放心, 奴婢绝对不会说出去。 这种事, 即便说出去, 对奴婢也没任何好处, 奴婢分得轻轻重。 公主, 奴婢一定守口如瓶。 昭华倒有些意外了。 你没看到那人的模样? 绿兰点点头, 看他的表情不像撒谎。 昭华镇定道, 我相信你是个聪明人。 起来吧。 是, 公主。 除夕这天, 魏家的规矩也不少。 下人们井然有序, 各自做好分内之事。 年夜饭还有特定的规制。 用膳食, 昭华和魏介各自坐在魏老夫人两边, 俨然是一家人。 但昭华很清醒, 他只是暂时借用昌平的身份。 魏老夫人给两个小辈准备了红风, 厚厚一打。 昭华双手接过。 多谢外祖母。 魏介则公然将他那份给了昭华。 昭华无所适从。 表哥, 这, 我不能受。 魏老夫人乐于见到他们表兄妹感情变好, 喜笑颜开。 昌平, 你表哥的心意便收着吧。 如此, 昭华只好先收下, 除夕要守夜。 老夫人身体吃不消, 就不凑这个热闹了。 昭华身处这样祥和的气氛, 不禁思念母后。 不知他们母女, 何时才能在一起过年。 虽夜幕降临, 可整个皇城爆竹烟火不断, 亮如白昼。 魏府不比外面喜庆喧闹, 但是, 莫运轩也太死气沉沉了。 昭华想找魏介, 将两个红风都还给他。 见到他时, 他完全没有过年该有的样子, 竟然还在书房里处理正事。 得知他来意, 魏介没有收红风。 他一脸正色道, 收拾收拾, 去太庙。 昭华顿时愣住, 他怎么还想把他送走? 第143章 妇女相见。 见昭华一动不动, 魏介催促, 愣着坐身。 话落, 他也意识到自己那话有奇异。 随即他又解释道, 送你去见你父亲, 你们一起过个年。 原来是这样。 昭华瞬间松了口气, 一刻钟后, 马车离开魏府, 向着太庙驶去。 绿兰没有随行, 被昭华留在了魏府, 给他打掩护。 不过, 妇女即将相见, 昭华内心多少有些忐忑, 就怕是魏介的试探。 而要让一个高僧配合他撒谎, 着实不易。 到了太庙, 出乎他意料的是, 住持非常淡定。 他双手合十, 给魏向行僧礼。 即便没多说, 眼神中却流露对魏介的感念之情。 如此真挚, 连昭华都接不住这戏。 这之后, 魏介没有继续处在那儿, 让他们妇女单独待会儿。 昭华对住持投以歉疚和探求的目光。 他怕魏介派暗卫偷听, 不敢多言。 然, 住持像是早已洞察一切, 转身燃香, 对着那佛像拜了一拜, 嘴里念念有词。 天语虽宽, 不润无根之草, 佛法虽广, 不度无缘之人。 万般皆有姻缘, 公主之缘, 不在老那身上, 而在尘世。 还望尽手己心, 莫要望求因果。 他似乎能参透他内心深处的执念。 昭华望向那佛像, 眼神悲戚, 又透着骨坚定。 大师, 何为望求? 爱恨沉痴, 终须一节。 您是大师, 能看透? 能放下? 可我做不到。 两刻钟后, 昭华郑重地叩谢住持, 出去了。 魏介一直在外等他, 不畏寒风冷炼。 他远望沉思, 仿佛谁都容不进他的那方天地。 直到瞧见他, 他眉眼划开一抹柔和。 这么快就出来了, 昭华主动握住他的手, 轻靠在他肩上, 明显感觉他身躯一顿。 他语气悲凉, 怀安, 爹爹不要我了。 魏介漠然无声, 撩开自己的大肠, 将他裹进来。 他也觉得冷, 顺势缩进他怀里。 站了一会儿后, 他下巴微压, 亲吻他额头。 回吧。 魏介一路搂着他, 马车缓缓抵达魏府。 下马车前, 魏介再次将玉卓给他。 免力, 好好收着。 那玉卓套住他手腕, 就好像套住他这个人。 昭华收下了, 又听他问, 没给我准备年龄吗? 他温润的眼眸, 含着笑意与期待。 昭华还真有些语色。 我, 抱歉。 魏介对此倒是意料之中。 他顺势提出, 那便陪我守岁, 当作回礼。 如此简单的要求, 昭华答应了。 他正要下去, 却听魏介说, 就在这儿。 他不想进魏府。 而后他敲了敲马车那木质前门, 命令路从, 马车停这儿, 你且退下。 遵命。 马车里有暖炉, 但远远没有室内暖和。 昭华未寒, 不懂魏介这是什么癖好。 哪有人在外头守岁的。 难道对于他而言, 魏府是禁锢他的牢笼吗? 见他百无聊赖, 魏介提议, 若觉得无趣, 可以看看书。 昭华不想看书, 寻机问他。 龙溪很远吗? 怎么年假都不回去看看? 年假也仅有七日, 事务繁多, 担个不起。 那你想家吗? 魏介兴致缺缺, 家, 想与不想, 不是都在那儿吗? 昭华更正道, 我的意思是, 你母亲, 还有你那些兄弟, 你不想他们吗? 我一世常人, 既有七情六欲, 自然也会思乡念卿。 昭华颇为同情他似的, 背井离乡来皇城为官, 实事难事。 魏介一针见血地反问他, 你想劝说我, 辞官回乡? 昭华赶紧摇头, 没, 我可没这意思。 他也太谨慎了, 都没法见缝插针。 哼, 羞, 不远处炸开的烟火, 打断二人闲谈。 旧岁已过, 便是新年。 魏介捏住昭华下巴, 在他唇半印上一吻。 烟火声中, 他听到他说, 年年岁岁, 如星如月, 夜夜流光相皎洁。 星宇月相依微, 不分离。 经他口说出的情话, 如此缠绵翡测。 昭华晃了神, 乱了心, 陷入他眼中那片温柔情海。 第144章 他逃之夭夭。 昭华并非铁石心肠, 魏介的情话令他心神荡漾, 让他觉得被珍视。 但, 他很快恢复理智。 他侧过头去, 避开他烫然的视线。 如此下去不得行, 他险些被魏介的美男记所获, 忘了他和贵妃是一个阵营。 他们怎能在一起呢? 而且他也有未婚妻。 宁姑娘才是你的心。 昭华出口的一句话, 令气氛陡然变得森寒。 再说一遍, 魏介眼神皱沉。 昭华鼓起勇气, 看着他。 就算你不想听, 这也是事实。 我与你是偷偷摸摸, 是苟浅。 你非要气我。 魏介截断他这不中听的话。 他倒是想给他名分, 当初甚至为他提前大婚, 就为了将他纳入魏府。 一直以来, 都是他想要偷偷摸摸。 不过, 今晚他不想与他争辩这事。 他们之间的问题, 并非一两句话能说清。 昭华也乏了。 既然守完岁, 是不是该早些回去歇息了? 魏介薄唇亲敏。 他不反对, 昭华就下去了。 他走得急, 险些被门槛绊倒。 魏介望着他逃之夭夭似的的背影, 陷入沉思。 他猜测, 他不肯与他在一起, 很大一部分原因, 与他隐藏的那些秘密有关。 至于是什么, 他早晚会查清。 一日, 年初一, 昭华起了个大早。 他先给魏老夫人拜早年, 然后就要回宫。 魏介那边, 他也没去告别。 宫门口, 昭华遇到几个衣着特别的人。 一问才知, 他们是藩国的使臣。 昭华忽然想起, 前世藩国使臣来天启, 给父皇出了个好大的难题。 他虽没亲身经历过, 却总听人说起。 使臣特意挑年初一觐见, 也是个特殊好记的日子。 不过, 连他都知晓这事, 同样重生的家和应该也知道。 他有预感, 家和会通过重生后的预知, 做些什么。 浮光殿。 家和今日也起得早。 他不只是为了给父皇母妃拜年, 更是为了见一见那几个藩国使臣。 前世, 他们故意进贡那些稀奇古怪的果物, 害得他当众出丑。 这一世, 他一定要他们好看。 与前世一样, 藩国使臣入宫, 轩人帝设宴招待。 期间使臣拿出一个外表古怪, 还有棱角, 长条形的硕大果物。 启皇陛下, 请容许外臣执刀俱匹。 轩人帝抬手, 准。 紧接着, 那使臣拿出一把短刀, 三下五除二地撬开硕果, 露出里面那一半半赤红色的果肉。 随后分盘而装, 给诸位皇室成员品尝。 前世, 家和当即尝了口, 结果当场被那味道恶心地吐了。 不只是他, 连父皇都本能地吐了。 这次他故作矜持, 没有急忙品尝。 他还给母妃实眼色, 让母妃也不要吃。 但藩国禁贡之物, 若是不尝, 使臣会有想法。 其他人能自由选择, 轩人帝不行。 他用汤匙挖了一点。 眼看他就要吃下去, 家和站起来, 反问使臣。 虽不想搏了使臣颜面, 但我天气地大物搏, 早已见识过此物。 你们认为西汉的果物, 却不合我们的口味。 使臣可还有别的进贡之物。 轩人帝方才凑近闻了闻, 也觉得这果物的味道很奇怪, 跟吃食有何分别? 奈何使臣非说, 只是闻着臭, 吃起来可香。 他正狐疑, 家和站起来说这番话, 倒给他解了味。 使臣皮笑肉不笑, 故作震惊。 天启竟也有此物吗? 家和很确信。 当然, 坐中的昭华默默喝了口清茶, 暗自存夺。 能代表一国出使的大臣, 岂是能随便打发之人。 家和回答得如此之快, 就没想到对方很可能在给他挖坑吗? 那番国使臣听完家和回答, 笑意含着一抹得逞。 启皇陛下, 同样的果物在天启和我国栽种, 其味道也是不同的, 这也是番国进贡之力。 还请陛下品尝我国贡物。 第145章 弄巧成桌, 家和懊悔。 家和制止失败, 摆出一国公主的威严来。 小小番国使臣, 竟如此咄咄逼人。 我父皇便是不喜。 番国使臣, 直勾勾地盯着家和。 哦? 启皇陛下, 不惜我国公物。 家和险些说错话, 当然改口。 使臣误会, 本公主没有这样说。 他本想着, 只要自己不出丑, 再帮父皇解围, 这事就算过去了。 没想到这番国使臣如此难缠。 稍一不留神, 就会被对方抓住把柄。 不管是前世还是今生, 这时家和初次与政客过招, 平日里那些伎俩根本派不上用场。 短短几顺便是刀光剑影。 家和懊恼自己冲动了。 可现在后悔也来不及。 说出去的话就是泼出去的水, 收不回。 家和紧攥着帕子, 进退两难。 这时, 宣人帝发话了。 家和, 殿前失疑, 你可知罪。 表面责备, 实则是维护。 家和当即低头认错。 而臣之罪, 贵妃随即起身行礼, 皇上也是臣妾管教无方。 那番国使臣见状, 故作大度。 早就听闻贵国家和公主活泼灵动, 今日得见, 名不虚传。 说的好听是活泼, 不好听就是没规矩。 家和杀心四起, 甜美的外表下, 恶念疯狂滋生。 区区番国小臣, 居然如此放肆。 天启随便出几万兵力, 就能将他们灭国了。 他哪里知道, 两国邦交并非打仗分胜负就能解决。 天启近年来父辈受敌, 正是休养生息之时, 眼下就更加需要稳住周边小国。 轩人帝本来也以为, 区区番国使臣觐见, 他一个君王足以应对, 再加上今儿是年初一, 就没有急招卫向他们。 哪知番国使臣来者不善, 竟企图用这奇臭无比的果物刁难。 轩人帝也算是能屈能伸。 他面上一副和善笑容, 既是禁贡之物, 镇定当好好品尝。 藩国使臣望向宴席上的其他皇室众人, 那就请起皇陛下和诸位笑呢。 这下, 一丝拒绝的余地都没了。 家和十分气恼, 他明明已经重生, 已经知道会发生什么, 为何还是要吃这恶心的东西。 不过唯一庆幸的是, 他也留有后招。 要品尝那果物前, 家和偷偷往嘴里塞了蜜饥, 有着甜味压制臭味, 他就不至于出丑。 但其他人就没这么幸运了, 他们都抱着誓死如归的心态。 就在此时, 昭华站了起来。 他毕恭毕敬地对宣人帝行礼。 父皇, 儿臣在太庙读过一些杂书。 忽然记起, 其中一本书中就提到过此果物。 若是没记错的话, 此物配上特制的果酒, 才是真美味。 藩国使臣否认这说法。 此等吃法, 外臣闻所未闻。 许事杜撰。 被反驳后, 昭华没有生气, 反而露出憨态可居的笑容, 先肯定对方。 使臣所言, 自是更加在理。 不过, 即便是杜撰, 乔纳书上写得颇有趣, 兴许真是另辟蹊径。 父皇, 藩国进贡之果物, 配上我们天启之果酒, 也能彰显两国友好。 在这新年之际, 能图个好预兆呢。 他都上升到邦国之交的意义, 藩国使臣顿时哑口无言。 他只好陪着笑, 十分勉强地开口。 公主所言即是。 但即便有果酒相配, 也休想冲淡那果物的味道。 轩人帝虽不知昭华意欲何为, 还是让御膳房按照他所说的方法, 调配出果酒。 工人将果酒摆上后, 昭华又起身道。 书上说, 要先喝果酒, 再尝那果物。 轩人帝也不指望着果酒, 能把一盘臭烘烘的东西变香, 只想着, 有酒总比没有好。 其他人也大多是这样想。 他们一口酒下去, 然后再吃那果物。 随后, 他们都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 面面相去。 第146章 使臣遭对, 哑口无言。 轩人帝先吃了一小口果物。 吃完, 他眉头微皱。 使臣正准备发难, 轩人帝又吃了一大勺。 使臣大惊。 如此恶臭难闻的果物, 这轩人帝竟真能吃下。 使臣环顾四周, 看其他人。 一个个居然都无异常。 一位皇子轻声打句道, 此物根本没什么味道吗? 对, 就是没味道。 众人都觉得奇怪。 之前闻起来臭如茅厕的东西, 现在吃起来一点味道没有, 实在令人撑起。 他们还以为是自己舌头出问题。 实际上, 昭华让御膳房制作的果酒, 其中加了一味草药。 那草药能迅速麻痹人的舌头与鼻子, 让人失去味觉。 这是昭华一早在宫门见过使臣后, 提前做的准备。 他问过宋太医, 才能想出这救急之法。 家和不幸, 果酒真有用。 他前世吃过这果物, 什么酒水都压不下那股味道。 别人都在喝果酒时, 他还是偷偷吃了蜜饯。 看身边人都若无其事地吃下, 他百思不得其解。 藩国使臣同样混乱至极, 他立马端起面前的果酒, 先喝一口, 再吃那果物。 随后, 他脸色大变, 竟不顾形象地吐了出去。 众人都朝他看来, 昭华唇角轻笑, 他交代过给使臣的那杯只是普通果酒, 毕竟那果物是他们进贡的, 想来应该是吃得惯吧。 没想到, 使臣压抑着被戏弄的怒火, 妄想昭华。 岂有此脸! 启皇陛下, 这果酒根本不能? 不能什么? 宣人帝反问。 有人趁机质问, 使臣, 你自己都吃不下的东西, 却拿来进贡给我们, 安得什么心? 使臣眼珠一转, 赶忙改口, 配上果酒, 无法凸显此果物的香甜。 是公主毁了我国进贡的心意, 昭华委屈地起身反驳。 父皇, 而臣冤枉! 是书上这么说的, 书上所言就能相信吗? 使臣快言快语, 针锋相对。 昭华被激怒似的, 书上还说那果物美味呢, 也不可信。 纳玛还未出口, 使臣便立即抓住这把柄。 不可信? 公主说不可信, 也就是认为这果物难吃。 好啊! 公主所言, 是在轻视我国进贡之物了。 此果物乃我王亲自挑选, 岂偶尔等如此轻慢? 启皇陛下, 是可杀不可辱, 若此事传回我国, 百姓生乱, 便是我王不可控的了。 藩国使臣, 就是想无端挑起战乱, 随便寻个借口起兵。 如今还洋装受辱, 轩人帝顿感不妙。 使臣, 稍安勿躁, 昭华则被吓到似的, 手指发抖。 使臣所言, 真是毫无道理。 本公主哪里觉得难吃了? 分明是你无中生有, 存心无赖。 即便, 即便本公主方才真认为, 那果物难吃, 那也指的是书上所述的果物, 并非你这藩国进贡之物。 有何分别? 不都是同一种吗? 使臣咄咄逼人。 当然有了。 先前使臣不是还说, 不同地方栽种的同一种果物, 味道也是不同的吗? 怎么反倒来挑本公主的刺? 藩国使臣没料到, 射出去的毛会被别人丢回来。 他暗自咬牙切齿。 启皇陛下。 父皇! 昭华也跟着喊, 声音更大。 轩人帝出声调停。 好了, 好了。 使臣, 你莫要放在心上, 昌平确实无意抨击你藩国进贡之物。 昌平, 你也有错。 怎可对使臣如此无礼? 轩人帝为安抚使臣, 还是罚了昭华半年的岳奉。 别人都笑话他, 只会惹是生非。 但轩人帝心中有明镜, 深知他这次是有功, 而非有过。 藩国使臣, 只好吃下哑巴亏。 宴会结束。 藩国使臣有意起战, 轩人帝无法再掉以轻心。 暂时送走使臣后, 他便急召卫相入宫。 卫界得知事情的来龙去脉, 断言。 君只见一属游荡, 殊不知暗中早已属灾成患。 小小方国既有胆量挑适, 说明他们早已做好备战。 今日之祸虽解, 但根源尚在。 臣认为, 违京之计, 应当稳住使臣, 效益立弊, 使其主动休战。 轩人帝犹豫, 可能吗? 他们决心引战, 怎么会放弃? 卫界运筹帷幄, 推测, 敢举异国之力挑衅, 背后必有统筹者。 只要断旗靠山, 便能制胜。 有他在, 轩人帝这颗心就安定了。 好, 听凭相国处置。 卫界出御书房后, 沉思良久, 能挡住藩国使臣的刁难, 不容易。 那国酒里, 显然被掺了东西。 昭华不通医术, 怎知要掺什么? 正想着, 就见他朝这边来。 昭华也瞧见他了, 但第一反应是掉头就走。 卫界。 第147章 见到我就跑。 昭华以为自己反应足够快, 能避开卫界。 结果他公然叫住他。 臣, 见过公主。 昭华只好停下, 假笑转身。 卫相免礼。 臣已听闻今日发生之事, 有几句话, 想提醒公主。 昭华睁着大眼睛看他。 卫相请讲。 卫界却有所顾虑似的, 不经意地看向他身边的绿兰。 绿兰赶紧眼神请示公主。 昭华点头, 去前面等我。 绿兰走后, 卫界上前一步逼得昭华立马后退, 与他保持该有的距离。 他急色警告, 卫相, 这可是在皇宫, 光天化日, 你的规矩呢。 卫界眼中浮起点点笑意。 见到我就跑, 又是什么规矩? 我哪有。 随后他扯开废话, 催促道。 卫相长话短说, 我还要去见父皇。 听他一口一个父皇, 喊得如此顺口, 卫界适时提醒。 莫要忘了自己的身份, 想出头, 也当量力而行。 昭华眉心紧促, 你是说使臣那事? 我也没想出头, 就是觉得那果物不好吃, 才提配着果酒。 卫界开门见山地质问他, 那果酒看似无异, 实则掺了暂时夺人味觉的草药。 是你的主意吗? 昭华不否认。 是。 怎么了吗? 若是损伤龙体, 你可担当得起。 卫界颇为严肃, 要让他知道这事可大可小。 昭华无话可说, 卫相教训的事, 我以后定当注意。 他都要走了, 又被卫界追问。 还有一事, 你没有接触过药理, 怎知那草药的功效? 我问的宋太医, 何时问的? 宴会前, 昭华知无不言, 因为他知道瞒不过。 撒谎遮掩, 反而会引得卫界去细查。 卫界眼目深邃, 含着几分怀疑。 宴会前, 难道你早知道, 帆国使臣要做什么? 提前寻求解决之法吗? 他宁可相信, 他是在藏桌, 隐瞒自身才能。 昭华哼笑一声, 卫相还真说对了, 我就是知道。 卫界越发觉得荒谬。 他现在是连谎话, 都懒得边全户了吗? 昭华知道他不信, 看了眼周围, 确定没有旁人经过, 巧声告诉他。 我今早回宫, 正巧在宫门口遇到帆国使臣。 是为检查他们的东西, 被我瞧见他们进贡的东西了。 我当时一看那果物, 就直觉不妙。 这东西, 我在大漠杜甫的时候见过, 都说他奇臭无比, 虽有养肾之功效, 却鲜少有人吃得下去。 而且, 那几个藩国使臣一看就满肚子坏水, 我就留了个心眼, 去请教宋太医, 让他给想想法子, 以备不识之虚。 哪个小的, 真被我瞎猫碰上死耗子? 说到此处, 他又满脸懊悔。 要是知道会因此损失半年的岳峰, 我才不干呢。 卫界没听出什么明显错漏, 但也没有权幸。 还得去问问宋太医, 以及宫门那些侍卫。 见他如此惋惜, 他但笑道, 损失了多少? 我不及你。 昭华当即拒绝, 可别。 无功不受禄, 卫界瞬间又认真起来, 告诫他。 藩国使臣无所不用其极, 今日你切莫出宫, 好生待在金服殿内。 昭华大为诧意似的, 你的意思是, 他们会报复我。 我可是公主, 他们怎么敢? 卫界笑他天真。 你以为公主便是想尽荣华富贵? 无忧无虑吗? 他们若想报复你, 有的是法子, 或者派人暗杀, 或者以莲姻为由, 将你带回本国搓磨。 昭华哑然失色。 他一本正色, 现在知道害怕了。 昭华镇定下来。 我不怕他们, 区区小国, 蜀背而已。 若换作旁人这样说, 卫界定要严肃以待, 让其认识到不该这般轻敌。 但他这样说, 他竟只想人之由之, 甚至愿意纵容他这天不怕地不怕的心态。 他意味不明地说了句, 行, 够硬气。 巡查的一般侍卫过来了。 见此, 未借拱手行礼。 臣告退。 分别未借后, 昭华禁止去御书房。 轩人帝看起来烦恼颇多, 大年初一, 万象更新, 他却面无喜色。 见到昭华, 他更是直叹气, 似对他怀有莫大歉意。 有上次莫名被刺婚的经验, 昭华见父皇这样, 只会隐隐不安。 父皇是不是又想着要牺牲他了? 第148章 父皇的赏赐 轩人帝感慨。 皇儿, 今日你立功了。 昭华谦虚否认, 父皇严重, 而臣何功之有? 轩人帝打量着这个女儿。 他能从大漠逃回天启, 可见其是有勇有谋之人。 今日他更加确信, 这些个女儿中, 也就他和家和能有作为。 先前罚你月奉, 实乃无奈之举。 你放心, 父皇不会亏待你。 昭华进一步回绝。 父皇, 儿臣真的不需要这些。 只要父皇安康, 天启国泰民安, 儿臣就知足了。 好, 说得好啊。 能有如此凶怀, 父皇更要赏你。 轩人帝暗中赏赐昭华黄金百两, 贵妃母女第一时间就获悉了。 贵妃边写着祈福经文, 边说道, 昌平的丫头, 真是歪打正着了。 藩国使臣明摆着是借题发挥, 今日宴会上, 你父皇但凡出一点差错, 他们就会借机发兵。 如此场合, 别人都不敢吭声, 他倒是胆大, 真应了那句不知者无味。 藩国使臣抑郁何为, 家和当然也知道, 他前世就知道了。 只是没料到, 昌平出来横插一脚, 帮父皇解了燃眉之急, 还得到赏赐。 不过, 仅仅三年, 昌平的变化, 怎会如此大? 那使臣故意抓人言语中的差错, 连他都招架不住, 昌平竟然还能反败为上。 太妙那地方, 还真能历练人呢。 昌平也算因祸得福了吧。 金福殿, 昌华刚坐下, 绿兰告诉他, 公主, 金世子来信了。 昌华接过信, 由于片刻后才拆开看。 上次给金世子去信, 已经是去年年底的事了, 那还是魏介逼他所写, 算是彻底拒绝了金世子。 金世子这封来信的内容不多, 他诚挚地向他表达歉意, 解释他是病急乱投医, 唐吐了他。 这信没再提他想早日成婚的想法, 甚至提出为了将来不连累他, 希望早日解除这婚约。 昌华很犯愁, 若他不插手, 那按照前世, 金伯侯府很快就会覆灭。 上次与舅舅见面, 就是为了商谈这事。 他和舅舅都觉得, 不能让贵妃一挡毁了金伯侯府。 但具体怎么做, 还有待商劝。 昌华看信时, 绿兰就在近处伺候。 见公主眉头紧锁, 他也跟着纠结起来。 之前他还希望, 公主能与金世子修好。 但自从那回目睹公主与人私会, 他才晓得, 公主已有情郎。 可怜金世子, 只怕是又要被嫌弃了。 突然间, 绿兰转念一想, 皇上已经赐婚, 公主好像也没得选了。 绿兰想清楚一切利弊, 暂且放下手里的活, 试探着劝说, 公主, 您觉得金世子这人如何? 是个值得托付终身的吗? 昭华打开火折子, 将信给烧了。 他误自道, 金世子有好品行, 堪称良配。 绿兰面上一喜, 但转又面露愁绪。 公主, 既然如此, 您是不是该, 该小心些? 信已烧成灰, 昭华闻言, 略显凌瑞的目光投向绿兰。 小心什么? 绿兰赶忙解释。 公主息怒, 奴婢没有旁的意思, 只是害怕公主那事被发现, 皇上会降怒。 奴婢与公主厉害一体, 实在不想看公主, 您身陷危险。 她其实还是为了自己, 怕遭到牵连。 昭华眉眼含笑, 站起身拍了拍绿兰的肩。 放心, 不会有事。 待会儿我写封信给金柿子, 你帮我送出去。 是, 公主。 奴婢帮您淹没。 绿兰就希望公主不惹事, 这样他们才能活得长久。 毕竟之前伺候过一个成天惹事的公主, 后者的下场很惨, 还差点牵连到她这个婢女被刺死。 昭华的回信很简单, 她想与她详细面谈。 跟金伯侯府联手, 很有必要。 但至于具体怎么做, 还需要考量。 她想要再了解清楚些。 任何进出信件都会经过一番检查。 昭华单怕这封信会落到卫界手里。 她特意交代绿兰, 宁可多花些银子, 也要找个相对保密安全的途径, 秘密将信送出。 绿兰跟着昌平多年, 就擅长做这种偷偷摸摸的事。 她信誓旦旦地向昭华保证, 一定没问题。 第149章信在卫界手里。 昭华以为, 这信能顺利到达金柿子手里, 当晚就安然入睡了。 卫府, 卫从将下面人查到的, 一一向卫界禀报。 主子, 这些都和昭华姑娘所说的差不离。 宫门守卫证实, 藩国使臣与昌平公主前后入宫, 检查使臣携带之物时, 公主就在旁边, 很可能看见了。 宋太医那边的时间也能对上。 唯一难以证实的只有, 昭华姑娘是否在大漠就见过那果物。 但这无从查起啊。 卫界双眸四角月, 清俊无垢。 她淡然下令。 就此为止, 无需再为这事浪费人力。 陆从深表赞同, 双手抱拳。 遵命! 陆从这边刚出书房, 一名手下稳步而来, 迎面向她行礼。 陆管事, 这么晚了, 还有事禀告? 是。 陆从也没当回事, 毕竟主子每天经手的公务甚多。 可没过一会儿, 主子就冷沉着脸出来了。 眼看主子要出门, 虚欲间, 主子又折返回来, 进书房, 关门。 陆从不明所以, 赶忙拉住刚才那名手下问。 那人巧声回他。 宫里那位, 又偷摸着给金柿子去信了。 虽不知信上写的什么, 但大抵不是好的。 陆从恍然大悟。 难怪主子这般反常。 紧接着, 陆从就被叫进去了。 主子, 您有事吩咐? 魏界十分冷静。 安排几个人, 紧盯金箔侯斧柿子。 换作以前, 他可能就直接去质问昭华, 为何非要, 私下面见金柿子, 有什么是非得面谈? 而他总有各种理由。 与其逼问, 不如让他主动暴露, 当场拿他, 让他无从抵赖。 陆从知悉来龙去脉后, 心里直打鼓。 他本以为昭华姑娘挺有分寸。 如今才知, 他是真的不安分了。 都已经是主子的人了, 怎么还朝三暮四? 那金柿子能比得上主子吗? 陆从退下后, 书房内只有魏界一人, 显得格外凄轻。 他虽计划抓昭华一个现行, 却并不期待那天的到来。 魏界拿出盒子里那只碧玉兰花簪, 扶过他的断裂接口, 他只付一阵凉。 你到底想做什么? 他语调深沉, 仿佛浸透在这寒冬夜里。 第二日, 午后, 家和主动邀请昭华品茶。 姐妹二人闲谈间, 家和壮弱, 无意地提起赵凌渊。 昌平, 听说赵凌渊和苏婉的婚事已经作废, 这真是世事难料啊。 昭华眉头一蹴, 仿佛好好的心情瞬间被毁。 黄姐, 说他们作甚, 我可不想跟他们再扯上什么干系。 那帮人都能诬赖到我头上。 幸好父皇给我赐了婚, 才勉强平息这场风波。 说起这婚事, 家和心中又酸又闹。 昌平哪里好, 金世子要对他如此不离不弃, 就因为二人的母亲是闺中密友吗? 家和表情烂漫, 假装纯粹好奇地问。 昌平, 你们打算何时成亲? 我迫不及待想喝你们的喜酒吗? 昭华抬眼看着家和, 模棱两可地回。 快了吧, 世子希望越快越好, 家和的笑容几乎要维持不住。 那可真要恭喜你了。 他喝上一口茶, 只觉着茶无比苦涩。 昭华将他的反应尽收眼底, 不动声色。 二人貌合神离, 各怀心思。 待昭华离去, 家和便笑不出来了。 他平退旁人, 将一心腹侍卫叫到跟前, 乖天的声音杂柔利矣。 你照我的吩咐, 去办一件事。 金服殿。 昭华靠在一背上, 单手直善赏玩。 那上面的画作是个美人, 拼亭鸟鸟, 眉眼如画。 美人上方的高空处, 盘旋着一只苍蝇。 这不知何时就会降临的灾祸, 真叫人看客心惊。 阿来大白天也蒙着脸, 隐在墙角, 镇定地禀告昭华。 公主, 还是没有找到那名彩花贼。 怕就怕, 他已经遭人灭口。 昭华手扶过扇面上的阴眼, 目光清冷, 透着点锐气。 活着固然好, 若死了, 那便要见尸。 阿来领命。 是。 赵灵渊那边有进展吗? 赵华语调柔和地问, 他还没有查到任何线索。 赵家不让他插手此事, 苏家也不想闹大, 早已撤了案情。 赵灵渊只好私下调查, 因而人手不够, 时间也不充裕。 赵华也料到了, 他意味深长道, 不会太久的。 真相总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不过, 光靠舅舅手下那些人, 可能真的很难找到 那彩花贼的线索。 他得想想别的法子。 赵华轻晃那美人善, 眼眸四流营。 两天后, 家和兴致勃勃地 邀昭华出宫, 一同参加宫外的茶会。 这茶会颇负盛名, 汇聚各地茶商。 但家和显然是 醉翁之亦不在酒。 茶会上, 家和望着蠢笨不设的昌平, 低声问自己的心腹。 都安排好了吗? 侍卫功声回复, 必定万无一失。 第150张威 跳马车 回公路上, 昭华与家和 共坐一辆马车。 没想到, 光天化日遇到强盗, 他们人数不多, 却都骑着马, 跨着大刀, 看起来凶神恶杀。 马车急迟, 却甩不掉他们, 眼看就要被追上。 家和的目光投向昭华, 闪过一道暗芒。 昭华敏锐地 觉察到他的心思。 如此危及关头, 家和连恐惧都是伪装的。 恐怕, 这强盗就是他的安排。 可紧接着, 形势发生变化。 原本只有一帮强盗模样的人 在追杀他们, 突然又出现一群蒙面刺客。 这也出乎家和的意料。 他只安排了一帮强盗 对付昌平, 那些刺客是谁派来的? 家和手扣着马车窗框, 神情紧张。 咻! 一只利剑射来。 车员上一名侍卫 当场被射杀, 鲜血印红帘子。 啊! 家和惊声尖叫, 同时打起算盘来。 不知道那些刺客 是冲谁来的。 但眼下这情况, 他和昌平之间 必须得有一个人下去, 吸引刺客注意的同时 还能让马车跑得更快。 昭华也清楚, 自私的家和 接下去会做出什么事来。 他不能坐以待毙。 他有暗卫阿莱, 可若是家和也在场, 阿莱现身就会招致怀疑。 于是, 未自救也未方便行事, 昭华主动牺牲。 少一个人, 马车更快。 黄姐你先走, 去搬救兵。 说吧, 他果断跳下马车。 家和有一瞬间的震愣, 旋即只想笑。 这蠢货, 居然跳下马车了? 已经傻到这种程度了吗? 亏他先前还以为, 昌平这三年长进了呢。 他怎么可能去喊救兵? 他巴不得昌平去死。 电光火石之间, 昭华迅速想通。 那些强盗是家和的人, 可那些刺客就未必了。 他没招惹仇家, 想来是未戒一语。 成衬, 后面这波刺客是藩国使臣所派。 小小藩国, 真是牙子必报啊。 昭华用暗哨召出阿莱, 下达指令, 要齐先把那几个强盗灭口。 刀光剑影中, 阿莱保护着昭华, 带他冲出危险地。 昭华不会武功, 反而会让阿莱分心。 公主您先走。 属下拖住他们。 好。 你当心。 昭华按照阿莱锁指方向奔跑。 有几个刺客追他, 都被阿莱力锁地解决。 好险。 昭华跑得气喘吁吁, 终于到了人多的地方, 得以寻地儿躲藏。 这时他才发现, 自己的胳膊被砍伤了。 流了很多血, 头还有点发沉, 然后他就睡了过去。 公主,公主。 等昭华醒来, 第一眼看到的竟是舅舅。 公主,好些了吗? 楚思红满脸担心。 昭华躺在床上, 头隐隐作痛。 舅舅,我这是。 你失血过多, 晕了过去, 是阿莱把你送我这儿了。 放心, 时辰还早, 不耽误你回宫。 昭华撑起身, 唇色惨白凌循。 舅舅,阿莱呢? 他伤得重吗? 他很好, 没受什么伤。 楚思红顿了顿, 是谁指派的刺客? 你可有头绪。 未免舅舅担心他在宫中的安危, 昭华没有提及家河, 只说了对使臣的猜测。 楚思红一听, 怒从中来。 八九不离时了。 那些芳国使臣 惯会做这种事, 已经不是头一回了。 然后他又告诫道, 公主, 最近避避风头, 尽量不要出宫来。 有什么事要办, 都交给阿莱。 昭华点点头。 知道了, 舅舅, 歇着吧, 一会儿我派人护送你回宫。 嗯。 昭华捶着眸, 声音虚弱。 对了舅舅, 母后进来如何了? 可有恢复一些。 楚思红直言, 好些了。 但完全痊愈, 还需一段时日。 这是最为欣慰的消息。 昭华安然躺下。 皇宫, 家河快步走在宫道上, 心有余悸, 且十分困惑。 怎么会出现另一波刺客? 他们的目标是谁? 他又想到, 自己驾马车先行, 那些刺客却并未尾随。 由此看来, 他们貌似是冲着昌平而来。 那昌平死定了吧? 家河的心情立马转好。 忽然, 他看到卫相。 他有临先之姿, 渴望不可及。 由于片刻, 家河快走过去, 调整成担忧害怕的表情, 带着哭腔道。 卫相, 我, 我有要事告知。 第151章。 昌平出事了。 家河也有顾虑。 昌平若死了, 固然是好事。 可他要是命大, 没有死呢? 虽说那帮强盗, 是他命人所顾, 坐得极为隐蔽, 怎么都查不到他头上。 但他不能背上见死不救的污名。 等到昌平活着回来控诉他, 事情就麻烦了。 事已, 家河持出再三, 还是决定向卫相求助。 一来, 昌平或生或死, 他都无可指摘。 二来, 他能趁机向卫相卖个人情。 在家河心中, 卫相比父皇还令人崇敬。 他出身尊贵, 还有至世之才。 那俊美无双的好皮囊, 是众多女子轻木。 他太过完美, 如同天边明月, 反而让人不敢肖想。 家河前世都没和他说过几句话。 眼下, 他仍是莫名地不敢直视他。 公主, 事有何事? 魏杰见眼前这人一声不吭, 开口询问。 家河嗓子干涩, 他假装慌张。 是昌平, 昌平他出事了。 魏杰方才, 还平淡如水的毛子, 炸起波澜。 昌平公主如何了? 这语调明显有变化, 不似先前平缓。 家河说着, 说着就哭了。 我们在宫外遇到刺客了。 都是我不好, 昌平, 为了救我, 他跳下马车了。 魏杰目前还能维持住沉着。 还请公主说明, 具体位置在哪。 家河大致描述了一番, 然后就见魏像聪然离去。 风吹起他衣摆, 趁得他如同行走在云间。 家河望着他远去的身影, 在心中祈求上仓, 千万别让昌平活着回来。 魏杰立即出宫找人, 抵达家河描述的大概位置后, 果然发现打斗痕迹。 不远处的草丛里, 还有几具尸体。 陆从与几名手下寻了一圈, 回来禀告。 主子, 没有发现公主。 魏杰视线辽远, 以此为敬, 散开来找。 众人齐声领命。 是。 魏杰骑着马, 沿着他推测出的逃跑路线寻找。 几个时辰过去, 一无所获。 从白天到黄昏, 他的情绪经历着变化。 一想到昭华身处危险, 他就难以平静。 陆从那边也是火急火燎。 他甚至拿出公主画像, 挨个查问城内店家。 到时有几个人曾见过公主, 都说他那时浑身是血, 不知道跑去哪儿了。 这无疑是个坏消息。 若得不到救治, 定然九死一生。 陆从向主子禀明此消息, 见主子下河紧绷, 一言不发, 沉默地令人不寒而栗。 主子, 是否禀告皇上? 人多, 找起来更快。 卫界采纳了这个建议, 陆从又发现他脸色不大好。 主子, 您要回府休息会儿吗? 这边若有任何消息, 小人必定马上告知您。 不用。 找不到人, 卫界哪里有心思回府。 后来, 在街市上瞧见一个相似的背影, 他都恍惚以为是他。 日薄西山时, 前往皇宫报信的手下回来了。 他快马加鞭, 赶到卫界跟前。 大人, 找到了。 公主找到了。 卫界紧促着的眉并未展开。 说清楚, 人在哪儿? 在宫里。 大人, 公主已经回宫了。 卫界仍紧绷着, 确认无误吗? 那名手下笃信不已。 卫界稍稍松懈, 但总要亲自确认过他安然无恙, 他才能完全放下。 另一边, 金服殿内, 昭华靠在那小榻上。 绿兰则小心伺候着, 给他胳膊的伤口换药。 公主, 宫外太危险了, 您以后还是别出去了。 绿兰都感到后怕。 因为疼痛, 昭华的眉头拧成一团。 突然, 眼前飞过一道残影。 绿兰摸了摸后颈, 公主, 奴婢怎么感觉有点? 话未说完, 他就晕倒在地。 昭华刚要喊人, 灯影剧烈晃动。 随即, 卫界就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他房内。 你怎么来了? 第152章, 还嫌弃上了。 尽管这不是卫界第一次闯入, 昭华还是觉得不可思议。 这里好歹是守卫森严的皇宫, 他是怎么来去自如, 如入无人之境的。 昭华又看向倒地不起的绿兰。 想必, 绿兰也是被卫界放倒的。 昭华方才在换药, 一侧上衣松垮滑落至小臂, 显得风情有余, 妩媚多姿。 加之失血过多, 他此时的脆弱激发破坏欲。 不过, 卫界现在心无杂念。 他直奔小踏, 查看他伤口。 谁配的药? 昭华弯起唇角调侃, 真够狠心的。 你怎么不先问我痛不痛? 卫界抬眼看他, 目光中掺杂着眼力。 还有心思玩笑? 看来是伤得不够重。 他边说着, 边拿出备好的金疮药, 将刚才绿兰笨手笨脚, 好不容易服好的草药刮开, 再在他伤口处倒上药粉。 嗯。 昭华当即痛地咬住另一只手, 才没叫出声来。 痛死了, 还不如绿兰给他敷药呢。 这要是舅舅让人去药店配的, 对方也是个名义。 然而, 卫界碾了几下药膏, 露出不赞同的神色。 昭华富匪, 他还嫌弃上了? 是不是觉得, 全天下的大夫都不如他? 这药停用, 用我这金疮药即可。 昭华看不惯他这自负的态度, 我就觉得, 这药更好, 很温和。 不像你这样, 简直如狼似虎, 疼死个人。 嘶, 卫界继续给他上药, 手里也没轻重。 想早些好, 就用我的。 那疼痛感来得快, 去得也快。 昭华这会儿, 已经不痛了。 他好奇, 你怎么知道我受伤了? 卫界三言两语地描述了, 家和向他求助一事, 以及他带着人四处找他, 并找了几个时辰。 昭华早料到, 家和不会真心想救他。 但没想到, 家和会借此机会, 直接去找卫界。 宫外有什么? 卫界冷不防问。 昭华愣了下。 哟, 什么? 卫界正低头给他包扎, 那纱布一圈又一圈缠上, 将他的胳膊勒得细弱。 昭华看不到他的神色, 只听他沉沉道, 若是没什么, 怎能勾得你总往外跑? 原来是挖苦他。 昭华苦笑, 我都这样了, 你还想教训我, 就不能让我早些歇着养伤。 纱布缠完, 卫界长指饶了几下, 就完成一个小结。 他抬头注视着他, 眼神清冷逼人。 我提醒过你的话, 你是一点不放在心上吗? 昭华不作答, 像是自以为理亏。 既然喜欢往宫外跑, 又何苦在宫里当公主? 昭华, 你告诉我, 你究竟想要什么? 他抬起一只手, 拢住他脑后的发丝。 他被迫仰起脖子, 看他近在咫尺的俊美容颜, 骑上覆着引路。 两人无声对望。 最终, 卫界于心不忍, 将他衣裳扯上去, 盖住他露出的一侧尖头。 他的语气中多了些无奈。 我真是越来越看不透你。 当然, 你也没有给我机会, 让我真正走进你心里, 试着了解你。 昭华泛白的纯清明。 随即, 他缓缓道, 反正, 你也只是喜欢我这副皮囊。 又何须了解最真实的我, 以至于自寻烦恼呢? 他不想与他继续这话题, 柔弱地靠近他怀里。 怀安, 多谢你的药, 多谢你为我包扎。 宫门要关上了, 你快回去吧。 卫界抬起他下巴, 亲吻他唇角。 他没有拒绝, 颇为顺从地合上双眼。 只轻轻浅浅地一吻, 他便离开他唇。 只一句多谢, 便足以吗? 我给你的, 你早已还不清了, 不妨, 再给你一样东西。 话落, 他拿出一把匕首, 划开他手掌, 随后又抓起他一只手, 如法炮制。 利润划开他掌心, 血珠滴在裙面上, 昭华惊叫起来。 痛, 你要干什么? 紧接着, 他便看到令他头皮发麻的一幕。 卫界真的有些疯。 第153章发现, 卫相身上的药味。 只见, 卫界打开一个瓷瓶, 倒出两只赤红色的肉虫, 昭华虽不知晓这是什么东西, 却有本能的抵触。 卫界向他解释, 这是子母骨, 种下后, 一旦你有危险, 被人所伤, 我便能感知得到。 昭华瞪大双眼, 认为他荒谬至极, 他不需要这东西。 突然间, 那虫子似是嗅到血腥, 搜得一下钻进伤口。 微痛, 还有些痒。 不, 昭华剧烈挣扎, 想甩掉那恶心的东西。 可卫界紧扣着他那只手腕, 他眼睁睁看着那蛊虫钻入, 头皮发麻。 卫界还安慰他, 别怕, 这蛊虫不会有损你的身体。 昭华呼吸短促, 随即回过神, 立马强烈要求他, 你把他弄出来。 卫界给他手掌止血, 上药, 并言明, 我不会解蛊。 看他那认真的表情, 不像撒谎。 昭华心里很乱, 诚然, 有这蛊虫在, 对他有利。 但这意味着, 他和卫界越发纠缠不清。 他做到这份上, 但他反而像被大山压着, 喘不过气。 你为什么要这样? 闻言, 未接到药粉的动作一顿, 他抬起那深邃的眼, 定定地注视着他。 我今日找了你几个时辰, 怕你有危险, 迫切地想找到你。 上次这般迫切, 是发现你尸体那回。 我厌烦这样的情绪, 厌烦未知与胡乱猜想。 他停顿几夕, 抬手抚摸他眉眼, 继续道。 昭华, 我无比在意你的生死。 从我决定将你带回天气, 我就应当对你负责。 我要证明, 你选择我, 没有错。 昭华掌心的鞋止住了, 可他心里的伤口不曾合上。 他无法完全信任未接, 因为他们注定会站在队里面。 他的看重, 他承受不起。 卫相, 你应该把心思放在真正需要的人身上。 比如宁姑娘。 刚说完, 昭华就意识到失言。 他怎知未接对宁姑娘不上心呢? 他对家人所赠香囊都格外重视, 何况是家人本身。 卫界眉头倾锁, 似乎想回避这话题。 不提这些, 他给他手掌也缠上纱布, 动作温柔。 但他并非沉溺情爱之人。 处理好他的伤, 他就有正式问他, 知不知道袭击你的那些人是何来历? 昭华轻轻摇头, 说来也奇怪, 袭击我们的有两拨人。 卫界又审视着问, 伤得这么重, 如何能脱身? 并且听家和公主说, 你是为救他而跳马车, 为何这样做? 我带侍卫了, 等等, 你这是在审问我吗? 你不信我? 昭华洋装生气, 是怕他追问那侍卫是谁, 暴露阿来的存在。 卫界耐着性子, 眼神淡薄, 四个秉持公正, 绝不逊私地判官。 哪怕是对自己喜欢的女子, 也不会昏了头脑。 此事有颇多一点, 你要我如何相信? 你这般怕痛, 惜命之人, 如何会为了个跟你非亲非故的家和公主犯险? 你一定瞒了我些事。 昭华嘴唇紧敏, 视线紧锁着他, 欲语还修。 他像是有顾虑。 卫界深感无力, 昭华, 你是不信任我吗? 昭华垂下眼帘, 我才没那么笨, 自寻死路呢? 都是因为家和公主。 他如何? 卫界鼓励他说下去, 昭华猴头微颤, 我说了你也不会信的。 那个时候, 他恶狠狠地盯着我, 我就是强烈地感觉到了, 即便我不跳马车, 他也会把我踹下去。 卫界觉得蹊跷, 眉头锁起。 昭华看了看他, 趁热打铁。 他一定巴不得我出事, 因为他喜欢金柿子。 卫界眉头皱得更深了, 就此打断他这话。 此事, 我会调查清楚, 在没有明确依据前, 不要胡乱猜想。 考虑到他还有伤, 且时辰也不走, 卫界便走了。 御书房的偏殿内, 几位将军还在商谈国事。 他们都是被急诏入宫, 就藩国有占星一事, 提前做好兵力预防部署。 轩人帝还要批阅奏折, 虽然他们商议出统一意见后, 再来与他禀告。 卫界原本也要在场, 但临时要去藏书阁查阅藩国古籍。 几位大人不宜有他, 先行商议。 他们哪里会知道, 卫界趁机去做过什么。 卫界信步入内, 在经过其中一人时, 他闻到一股熟悉的药味。 楚将军受伤了? 楚思红脸色一紧, 应是之前亲自给昭华煎药, 沾上的药味。 卫相的鼻子真是灵敏。 然而, 下一瞬, 楚思红发现自己嗅觉也不错。 因为, 卫相身上也有股淡淡的药味, 且很熟悉。 第154章 史辰经句, 瘫软在地。 楚思红惊觉诡异, 却面不改色地回卫界。 陈年旧伤, 不足道义。 卫相贵题可还好, 对方身上的药味, 总不会是他的错觉。 卫界意识到什么, 藏于嗅中的手微钻。 他同样面无波澜, 淡然道。 本相无大碍, 只是略感风寒。 他们都对彼此心存猜疑, 却都没有往生了想。 暂且放下这些, 继续商谈对抗藩国的作战之法。 而此时, 金服殿内。 卫界走后, 昭华叫了两个婢女进来, 让她们将仍然昏迷不醒的绿兰扶出去。 婢女们不作他想, 只以为绿兰伺候公主, 太过劳累, 以致昏厥。 毕竟, 平日里只有绿兰能近身伺候公主, 确实操劳。 内殿无人后, 昭华又用密绍唤出阿莱。 阿莱虽是暗卫, 却并非近身的那种。 他需要纵观全局, 才能保护好公主。 因而, 他一般藏身在殿外高处, 以便随时看到何人进出。 不久前, 他就看见一道眼前入。 那人内力极深, 转眼间, 隔空点了守卫们的大穴, 随即四级风般掠入殿内。 他心系公主安危, 第一时间追上, 却瞧见那人是, 阿莱, 你都看见了吗? 昭华靠在软榻上, 眼波流转间, 似有警告。 阿莱蒙着脸, 露出一双死水般的双眸。 他平静地回, 属下看见了, 是卫相。 昭华单手支着一侧太阳穴, 皱眉烦恼。 阿莱, 你。 紧接着, 阿莱又强调说, 属下只看见卫相进来, 并未看见其他。 只因为卫相内力高强, 属下怕被发现。 昭华眼中浮起一抹笑意。 你是聪明的? 还记得吗? 初次见你, 我便同你说过, 在我身边做事, 最重要的是, 听命行事。 阿莱下巴一压, 记得。 公主叮嘱, 只有您传唤, 属下才可现身。 昭华目光温柔地溃探。 是啊, 因为阿莱是我最后的保障, 你万不可轻易现身, 暴露自己, 暴露舅舅。 这是我对你最大的要求, 哪怕我的性命受危险, 你也得忍住。 阿莱领命, 属下明白。 同样的话, 昭华以前就跟他说过, 还有别的意味, 今晚你做得很好, 若是真让卫相发现你, 事情就不妙了。 此事, 我不想让舅舅知道, 你可赞成。 昭华眼眸深深地望着阿莱, 从他眼中看不出别的, 只能看到冷静与服从。 阿莱拱手行礼, 属下不会多言, 阿莱忠心会办事, 点拨几句即可。 昭华欣然点头, 就这些。 你若无别的事, 便退下吧。 是。 和卫界一样, 阿莱来去无踪。 偌大的寝殿, 只剩下昭华一人。 他望向那跳动的烛火, 心里没来由的智闷。 自己和卫界的事, 一直瞒着舅舅, 似乎不妥。 继续和卫界纠缠, 更加不妥。 他本以为, 卫界用共状要挟他, 他只要适当满足对方, 就能相安无事。 现。 看来, 根本不是这样简单。 纠缠的跃身, 将来就越没法轻易结束。 思及此, 昭华甚发愁。 同样犯愁的, 还有藩国使臣, 皇家驿馆, 几个藩国使臣聚在一起, 互相指责。 我早说过, 不该这么做。 如今刺杀失败, 万一查到我们头上。 为首的那使臣冷笑, 那就正合我意。 其他人面面相去, 都觉得他在说胡话。 那人一拍桌子, 立声道。 别忘了, 我等此行的目的是什么? 是给天启发难, 我们才好, 寻个开战的理由。 我国五万将士, 以秘密陈兵边境, 万事俱备, 只差我们这一把火。 你们还真当时来进贡和谈呢? 天启公主遇刺一事, 我非但不怕他们查, 还怕他们不查呢。 我还要主动抛些假线索出去, 让他们来。 届时我已死证清白。 而等于我之师身, 其声喊冤, 我王就有理由出兵。 其余人被吓得脸色一白。 哟, 要做到这个份上吗? 一群猫祸。 国之危难在即, 启荣尔等犹豫不决, 贪生怕死。 然而, 就在次日, 驿馆内一声尖叫, 打破宁静。 使臣推门一看, 顿时被眼前的荧幕 惊得连连后退, 直至一屁股瘫坐在地。 第155章, 使臣大闹, 未接献策。 一院子的尸体, 负责保护他们的本国侍卫, 一个不胜。 死因军事一箭封猴, 几个胆小的使臣抱团安抚。 这这这, 这都是谁干的? 此事很快被告到轩人帝那。 大殿上, 藩国使臣义愤填膺。 启皇陛下, 今日杀侍卫, 明日杀的, 可就是我等了。 启皇, 皇家驿馆, 守卫何至于如此稀松, 竟能让刺客入内, 杀人于无形。 难道不是刻意纵容, 甚至是里应外合, 蓄意谋害我们吗? 启皇, 还请给我们一个交代。 使臣这样相逼, 天启众臣也大为恼火。 查案归查案, 怎轮得到我皇给你们交代。 双方争执不休, 轩人帝指得先安定使臣, 声称一定捉拿凶手。 散朝后, 轩人帝留下卫戒。 卫相, 此事该如何是好? 他们那些使臣, 真是咄咄逼人, 根本没将阵放在眼里。 他们是巴不得闹起来, 好发兵讨伐我天气。 卫戒淡然道, 皇上宽心, 死的是侍卫, 并非使臣。 即便藩国想发兵, 也是理由不足。 轩人帝直摇头, 他脸上满是愁容, 还有些后怕。 卫相, 你没听见那使臣说的吗? 他, 他居然以死相逼。 这使臣真要死了, 事儿就大了。 卫戒仍然镇定, 不为所拒。 皇上, 臣有建议。 卫相,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有话就说吧。 卫戒面如关玉, 声如润语。 危机当前, 他依旧不疾不徐。 首先, 按照使臣所要求的, 全力调查此案, 捉拿凶手。 与此同时, 卫防使臣性命受威胁, 皇上任后, 派出精兵把守, 尽身保卫。 轩人帝大受启发, 但也带着鼓不确信。 问。 卫相的意思是, 表面保护, 实为监禁。 卫戒云淡风轻地点了下头。 吴皇英明。 得他赞誉, 轩人帝至得一满。 这样一来, 既能防止使臣自禁乱世, 又能管控住他们, 防止他们与藩国通信。 卫相, 朕说得可对。 卫戒再次点头, 不令赞许。 皇上比臣思虑地还要周全。 柳暗花明。 轩人帝龙颜大悦, 朗笑起来。 卫戒趁此机会, 恭敬请奏。 皇上, 臣有一不情之请。 轩人帝笑容止住。 倒是难得见卫相如此措辞, 究竟怎么个不情之请。 卫相先说说吧。 一盏茶后, 卫戒走出大殿, 抬头望天。 春日明媚, 如女子温婉的笑容, 化开领冬的寒冷。 然, 阳光之下, 亦有阴影。 卫戒欲谋微臣, 眼下, 那一闪而过的锋芒。 两波刺客, 一波是藩国使臣直屎, 另一波却被禁术灭口, 暂时无从查起。 或许, 真该查一查家和公主。 驿馆发生的事, 昭华也听说了。 那么多侍卫, 禁术丧命, 难怪使臣上蹿下跳, 闹得不可开交。 他也好奇, 这究竟是谁所为? 是未见吗? 可他不像是如此残虐之人。 正想着这事, 家和过来探望他了。 昌平, 你真的没事吗? 不用太医来看他吗? 他表面关心不已, 其实恨不得昌平死在外面。 没想到, 这蠢货命这么大。 家和黄简, 我不要紧的, 不能让父皇知道我们偷偷出宫的事。 而且, 表哥给我都要够用了。 是吗? 未相待你真好。 昌平, 还好你没事, 否则我要内疚一辈子的。 家和说着, 忽而哽咽落泪。 你是为了我, 才会, 我现在想想都害怕。 你下次不能这样了, 我们有难一起当。 他给了昭华一个拥抱, 仿佛就此定下真情厚义。 昭华眼中有感动的泪意。 黄简, 我自有失去母妃。 霍宫中, 只有你和贵妃娘娘对我最好了。 昭华正沉浸扮演着, 让家和放下戒备之际, 绿兰突然从外面跑进来。 公主, 李公公来宣旨了。 第156章 她的公主府。 李公公宣旨, 不仅是昭华, 家和也跪下旁听。 只听那圣旨上言, 特赐公主府。 家和愣正住, 父皇竟然提前允许昌平开府。 按天启律例, 除了皇后所生的嫡公主, 其他公主只有成亲后, 才可开府。 而且, 若是下嫁的情况, 也不能另外开府。 总言之, 有些公主终其一生, 都没有自己的公主府。 但昌平竟然。 家和大为震惊, 表情险些绷不住。 就连昭华自己, 也想不通。 父皇怎会突然给她开府? 她之前都没有提过。 李公公宣读完圣旨, 还笑眯卓眼恭贺。 昌平公主, 这可是大喜。 圣上说了, 即日起, 您就能搬到公主府去住了。 哪怕将来您与金世子成婚, 这府邸仍可保留。 昭华一时难以接受。 他在宫里好好的, 父皇为何要他搬出去? 家和起身, 笑着握住昭华的手。 昌平, 父皇真疼你, 我都没有自己的公主府呢。 他极力用笑容掩饰极度。 昭华受宠若惊似的, 我真的不是做梦吗? 可我舍不得皇姐。 家和拍拍他胳膊, 安慰道。 傻妹妹, 这是好事啊。 以后, 我还能去公外找你。 李公公瞧着这姐妹情深的一幕, 不忘提醒。 公主, 您还没接纸呢? 昭华这才双手接纸, 叩谢皇恩。 他询问李公公。 公公, 父皇有没有说明, 我的公主府在何地? 李公公想了想, 回他。 这个嘛, 奴才也不清楚。 不过既是卫相请奏的, 应当是在卫府附近。 卫界提大, 昭华的神色瞬息万变。 他又想作甚。 家和也格外纳闷。 当着李公公的面, 家和盲问道, 卫相这是何意? 李公公也没必要遮掩, 大大方方坦言。 卫相是替老夫人求的恩典, 说是希望昌平公主能多与卫府走动。 皇上看在卫相一片孝心的份上, 便允准了。 原来是这样。 家和心中释然, 笑容愈发甜美灿烂。 就说, 父皇怎会突然偏心昌平吗? 原来是因为卫相。 与之相反, 昭华的心情一点都不美妙。 这么大的事儿, 卫界自作主张根本没同他商议, 也没同他事先打过招呼。 他就这么先斩后奏, 令他毫无准备。 卫府周边的宅子都是历代贵州之家, 即便临时变更为公主府邸, 也无需修缮。 只要皇帝刺下公主府的牌匾, 往上头一挂, 再去官府过个名路, 随时都能搬进去。 圣指一下, 金服殿忙做一团, 绿兰指挥着众人收拾行李, 弄出几大箱子来。 这些箱子又分批被送往公主府。 原本就空荡的金服殿, 如今更显得徒有四壁。 而此时, 昭华还在御书房与父皇周旋。 宣人帝劝他, 皇儿, 这只是权宜之计。 你现在是昌平, 朕也没理由替你拒绝卫相。 可这与理不合。 宣人帝摆摆手, 朕心里清楚, 你本就是嫡公主, 并不违背组织。 依而卫相提出来后, 朕便顺势而为了, 算是补偿你。 再者, 你住在宫外, 既能入宫看看父皇, 也能经常去太庙探望你母后, 岂不是两全其美? 话已说到这个份上, 昭华似乎没有拒绝的理由。 但有些话, 他必须得提醒父皇。 父皇, 儿臣知道, 您信任未相。 但我的真实身份, 还请您万不可告知他。 他若知道, 真正的昌平已死, 怕是。 宣人帝了然。 此事关乎皇室生育, 父皇晓得。 父皇就是再信赖未相, 也知道他, 只是个外人。 昭华这便放心了, 他恭敬行礼, 儿臣再次拜谢父皇。 几天后, 一切就绪, 昭华搬去了公主府, 魏老夫人亲自来拜贺。 想到外孙女离自己这样静, 老夫人笑容满怀。 晚间, 回到魏府, 魏老夫人还在语人诉说, 宫中看似荣华, 其实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地儿。 昌平心思单纯, 容易遭人利用, 让他待在宫中, 我是真不放心。 现在好了。 是啊, 老夫人, 还是大人有法子。 说曹操, 曹操道。 魏界公办回府, 率先来拜见祖母。 老夫人跟他推心置腹地说了几句, 还叮嘱他。 昌平住得近了, 往后你这个表哥, 可要好好照应他。 魏界恭敬应下, 祖母放心, 这是应当的。 当晚, 他便去照应了。 第157章 他脸皮薄。 昭华在宫里, 魏界都能来去自如, 何况这公主府。 事已, 瞧见魏界出现在自己闺房, 他一点不惊讶, 但就是休脑。 只因他这会儿正在沐浴, 他全身不着一雾地坐在浴桶中, 热水下的春光隐约可见。 胳膊上的伤如何了? 他淡定发问, 并静止朝他走近。 昭华僵硬着, 呵止他, 你别过来。 魏界脚步一顿, 似乎才意识到他脸皮薄。 随即, 他转过身去, 像个君子般解释。 抱歉, 我只是担心你的伤。 待你洗完, 我再看看你的胳膊。 说完这话, 他就绕开他, 去了屏风外等候。 昭华手扣着木桶边缘, 心绪杂乱无章。 一刻钟后, 他走出浴桶, 擦干身子后, 穿上请衣。 由于片刻, 他挪步走到卧房。 魏界果然还在。 他坐在桌边, 看着他之前看过的书。 见他出来, 他便让他过去。 昭华站在原地, 拒绝道, 伤口没事, 你得要很好, 现在已经结痂了。 魏界放下书, 起身向他靠近。 他步调很稳, 不紧不慢。 让我看看。 润如清泉的嗓音, 似能抚慰他干哑的喉咙。 他长指捏住他衣带, 就要解开。 昭华立即抓住他手。 他抬起头来, 视线逼则, 仿佛将他禁锢在方寸之地。 他们无声对视, 周遭的气流都在此起彼伏的较量。 昭华神情凝重, 为何要让我搬到宫外? 他刚一开口, 魏界便扣住他后脑, 低头风堵住他嘴, 将余下那些话淹没。 昭华不肯乖乖顺从下来, 他就越吻越深。 直至他呼吸急促, 额间浸出细汗, 他才暂时放过他。 充满掠夺的清冷气息笼罩着他, 让他无处可退。 他深深沉沉地将他凝望着。 终是看不惯他现在这张脸, 他大手一挥, 灭掉店内的烛火, 独留下微弱的一盏。 他朦胧地看着他, 只副拂过他眉眼, 鼻子, 嘴唇。 总要问我缘由, 可你当真不知吗? 他指尖带起一阵战力, 那也是怀中女子的颤抖, 似乎在害怕他。 魏界勾住他腰, 紧紧勾着, 像是怕他跑掉。 你当真, 感觉不到我对你的喜欢吗? 昭华紧抿着唇, 他长指探入他领口, 扯下他请衣, 露出他静白的肩膀。 良意尽得他愈发麻木。 魏向, 叫怀安。 怀安, 你以后要做什么? 能否提前告知我? 魏界正欲稳他肩头的动作一致。 你不生气? 看吧, 他也知道, 擅自让他搬出宫并不如他的意。 但他还是这么做了。 昭华强扯出微笑, 我只是气你, 不跟我商量。 他就算真有气, 也不能朝他发现。 魏界温生向他保证, 下次不会了。 而后, 他便抱起他, 把他放到床榻上。 下方是柔软的被褥, 上方是坚硬。 他一向清冷的阴色, 平白多出阴雅的骨欠念。 薄唇压在他锁骨处, 时重时轻地稳咬, 带着剪的手掌揉拧他腰上软肉, 呼吸缠绕, 净显移腻缠绵。 很快, 他被他撩拨的七荤八素, 难以自控地回稳。 但他哪怕情动, 仍有理智, 按着他肩膀, 哑声告诫。 别乱动, 先让我看看胳膊上的伤。 昭华果真不动了, 确认过他伤口已经结痂, 没有撕裂的风险, 他又抱着他, 浅浅撕磨了会儿。 手抓着他大腿, 留下浅浅的纸印。 他缠上来时, 他又理智地推开他。 不可, 为何, 他吐气如蓝, 在他耳边发问。 他倒也时尚, 明日宁家会来人, 商谈婚事。 昭华火热的心, 瞬间凉透。 一时间, 情绪难以自控, 他推开他, 脱口而出。 那你我这样算什么? 第158章, 打心底瞧不上他。 未见搂过他, 亲吻他眉眼。 昭华, 以你的出身, 我不可能许你正妻之位。 随便承诺, 是对你的不负责。 我也有做不到的事。 但你信我, 哪怕我娶妻? 你? 昭华不想听他说这些废话。 他这样的出身, 他的出身有何问题? 我如今是公主, 只要卫相不揭穿, 我就永远都是。 怎便, 一个公主还配不上 你的正妻之位? 倒不是他真想做他妻子, 只是看不惯 他那副自视甚高的姿态。 未见一脸轻正, 假的如何能成真的? 他若把他以公主身份 取进魏家, 将来东窗事发, 牵连的就是整个家族。 何况, 魏家的当家主母 不是那么好当, 昭华愤然推开他, 怒道。 根本不是我身份的问题, 也无关其他。 而是你想不想, 你打心底瞧不上我, 纵然我有公主身份, 在你眼里, 也还是当初的杜甫养女。 天之约, 证明你想要的, 就是我这身子。 若你真心喜爱我, 怎舍得, 让我没名没分地与你苟且? 这是通奸。 是犯罪! 你就是轻视我! 承认吧, 既能霸占我, 又能不用给我名分。 你求之不得吧。 皇宫禁地, 魏像都来去自如, 想必他日我真嫁进金府。 只要你想, 仍能与我暗通款区吧。 他说的激动, 全然不知魏姐眼底阴翼, 指节紧绷突起。 他用理智压迫着冲动。 侯姐滚动, 却没有一句反驳, 像是默认他的指控, 只平和地说了句。 时辰不早了, 你早些谢谢。 他起身整理衣精, 留他一人在床上。 来人的温情, 来得快, 退得也快。 昭华望着被他撩开的账漫, 看他分开又合上。 那方才还与他情意绵绵的人, 就此消失不见。 他神情恍惚, 不知自己怎么了。 心中发闷, 发酸, 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抓着, 往下扯。 一夜无眠, 一日, 魏府来客。 昭华住得静, 也听见了些动静。 在之后, 一连好些天, 他都没见过魏姐。 确切地说, 是魏姐没来过他这儿。 他也不做期待。 公主府的下人不少。 昭华喜静, 他的主愿没什么人, 显得冷清。 今日下雨了, 昭华闲适地看着书, 任凭外面春雨连绵。 雨停时, 阿莱突然现身, 送来舅舅的密信。 公主, 有急信。 信上说, 金伯侯府私下找过舅舅, 想要结盟合作。 舅舅拿不定主意。 昭华处理掉这封信, 并命令阿莱。 转告舅舅, 我们需要金伯侯府屹立不倒。 联手对抗贵妃一党可以, 最好是金伯侯府在明, 我们在暗中协助。 既做好决定, 金世子那边也该有个交代。 昭华写下一封信, 邀约金世子明日面谈。 公主府与魏府毗邻, 昭华怕被魏杰的暗卫盯上。 事已, 此次送信的任务, 他没让绿兰经手, 而是交给行踪更保密的阿莱。 但阿莱这一去, 许久都会回来。 半夜, 昭华被一声闷响惊醒。 他起身一看, 竟见阿莱浑身是血的倒在地上。 阿莱。 他刚扶起阿莱, 外面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紧接着, 绿兰的声音响起。 公主, 他们说, 附近有刺客出现, 要搜查。 昭华看着昏迷的阿莱, 猝然忐忑。 第159章 宁家侍卫, 绿兰被重伤。 昭华将阿莱扶到床上, 藏好了。 随后, 他穿上外衣去开门。 外面不只有绿兰, 还有好些侍卫。 这些侍卫并非公主府的人, 声称来自魏府。 为首的是个女子, 头发高竖, 英姿飒爽。 她还算有理的寝室。 见过公主, 深夜叨扰, 实属不该。 但因刺客潜入, 为了两府人员的安全, 请公主允许我等在府中搜查。 你是奉谁的命? 昭华平静质问。 那女侍卫果断回答。 我等奉卫相之命守卫。 恐怕那刺客, 威胁到我家主子的安危。 请公主行个方便。 昭华听出端倪, 追问。 你家主子又是谁? 女侍卫颇为自豪地回。 安诚, 您家, 竟是您家的人。 看来那您姑娘就住在卫府。 卫界最近没来过她这儿。 昭华暗自冷笑。 你们来本公主这儿搜查, 也是卫相受益。 女侍卫理所当然道。 卫相公务繁忙, 还未来得及向她请示。 但此前卫相有过指使, 但凡是来历不明的人靠近两府, 我等便要立即捉拿。 昭华挡在门边, 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气势。 放肆! 别说是卫相没准, 就是她准了, 本公主也不许你们踏入。 这是本公主的府邸, 自有本公主的人守卫。 那女侍卫也寸步不让, 威胁满满的恐吓。 若因公主府疏忽, 导致我家主子被刺客所伤, 公主可能担待得起。 一听这话, 连绿兰都忍不了。 真是大胆! 你们岂敢这样口气, 对公主说话! 绿兰话音刚落, 那女侍卫大手一挥。 随即便是轰的一声, 绿兰被凌空一掌锁击, 口吐鲜血, 倒在地上。 昭华立马过去搀扶绿兰。 绿兰却因内脏受损, 痛得完全站不起来。 公,公主, 奴婢好疼, 好疼啊。 昭华听着她痛苦的哀嚎, 甚是不忍。 她怒失那女侍卫。 后者伤了人, 还自以为有道理。 公主, 此婢女先前便阻挠我等入府搜寻。 十分可疑。 昭华不想花时间理论, 转命令府内侍卫。 去找大夫。 侍卫要走, 却被女侍卫的手下拦下。 公主若需要大夫, 我的人自会去请。 在确认刺客不在公主府之前, 所有人一律禁止出入。 绿兰已经痛得浑身抽搐。 啊, 公主, 杀了奴婢吧。 昭华按住她, 眼底发凉。 屋内是被重伤昏迷的阿莱。 屋外是几乎要痛死的绿兰。 他们都是被眼前这拨人所伤。 好一个宁家。 连区区侍卫都如此飞扬跋扈。 他们之所以敢这样嚣张, 皆因士族沆泻一气。 因而目中无人, 肆意妄为。 昭华心怀烈怒, 走向那无比拘药的女侍卫。 女侍卫一点不怕她, 纹丝不动。 下一瞬, 昭华拔出匕首, 直指女侍博梗。 哪个敢动? 我杀她。 昭华的眼神充斥杀意, 完全有可能做得出。 控制住那带头的女侍卫, 昭华又吩咐自己府中的侍卫。 快去找大夫。 遵命。 女侍卫脸色甚难看。 公主, 我乃您佛。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安诚您家又如何? 我看今日谁敢违抗本公主的命令。 这边动静闹得大, 不一会儿, 陆从带着人过来了。 一瞧院内这场面, 陆从赶紧过去打圆场。 别别别, 公主, 自己人。 把匕首放下, 别伤了您自个儿。 昭华不肯。 你让他们先滚。 女侍卫瞧见陆从, 将事情大概说了一遍。 陆大哥, 我们是追踪那刺客至此。 我肯定, 刺客就在公主府内。 陆从左右为难, 一边是昭华姑娘, 一边是宁家。 都不好得罪啊。 第160章滚。 陆从思虑再三, 对那女侍卫道。 公主府邸, 确实不是什么人都能随意搜查。 这样吧, 你们先出去。 至于那刺客, 就由我的人来搜。 转而又请示昭华。 公主, 您觉得呢? 女侍卫先让步。 陆大哥办事, 我信得过。 昭华也放下匕首, 让他们离开。 陆从朝昭华攻身行礼。 公主, 我们可以搜查了吗? 昭华看似镇定, 可以。 但绿兰伤得很重, 我要将她扶到屋里致伤。 别处你们只管搜, 仅遵公主命。 那我找人扶。 昭华断然拒绝, 我自己来, 谁都不许碰她。 她艰难地架起绿兰, 将人带进屋内。 然后砰的一声, 将房门紧闭。 陆从见她生这么大气, 也不敢再上前。 不过这公主府, 还是得好好搜查。 万一真有刺客, 公主就有危险了。 不多时, 大夫被带过来。 她先给小榻上的绿兰诊治。 绿兰已经痛晕过去, 脸色苍白如指。 大夫整过脉后, 还算淡定。 室内伤, 索性没有性命之忧, 草民马上失真。 听闻绿兰暂时无碍, 昭华当即制止。 大夫, 还有一人, 老你立刻治疗。 她将大夫引到内室。 看见床上那人的伤势, 大夫就直摇头。 这伤太重了。 昭华心中一记, 请您尽力诊治。 大夫检查一番后, 微微松了口气。 还好, 还好, 来得及。 要是再晚一些, 恐怕就没命了。 昭华悬着的心, 暂时放下。 阿莱的伤势更重, 大夫便先救阿莱。 昭华则在外室照看绿兰。 期间, 绿兰痛醒过来, 她无意识地抓着昭华的手。 公主, 奴婢好痛。 昭华拿着帕子给她擦汗。 别怕, 绿兰, 大夫很快就来了。 公主, 奴婢不想死。 不会死, 我会让大夫救你, 再多的银两都要救你。 多谢公主, 公主, 您真是个好人, 奴婢, 奴婢想一辈子伺候您。 昭华心慌, 越发握紧了绿兰的手。 两刻钟后, 大夫过来了。 昭华赶忙将绿兰交给她。 大夫也不敢耽误, 立刻给绿兰试针。 没一会儿, 外面有人敲门。 陆从向她禀告, 公主, 已经搜查完毕, 没有发现刺客。 但她紧接着又说, 现在只差您的房间。 这意思是, 还想来她房里搜查。 昭华果断怒斥。 滚。 陆从道也识相, 留下两个人守着, 自己先去禀告主子。 半个时辰后, 大夫结束看诊。 昭华与她重金酬谢, 一味诊废, 二味封口。 毒毒。 敲门声响起。 昭华以为大夫者反来, 有什么医嘱要说。 一开门, 却见到卫界站那儿。 她清俊地双眸四明镜, 能看透一切。 昭华近乎冷漠地问。 卫相, 有何事? 她只开了一道门缝, 手抓着门框, 抵抗意味十足。 卫界淡然随和, 看似没有任何抢逼的意思。 听闻有刺客, 臣担心公主安危, 便来看看。 昭华无所谓的嘲讽。 是有刺客。 那刺客堂皇之的, 进入我府中, 还当着我的面, 打伤我的婢女。 安诚宁家。 哼, 与盗贼合意? 卫界脸色微沉, 严肃道。 公主, 慎言。 她只是指责宁家, 她就在意的不行。 果然, 她就是再喜欢她, 也是有前提的。 那就是, 不能损害他们世家的利益。 昭华不欲多言, 直接关上门。 她背靠着门, 努力平复那烦躁的心绪。 忽然, 她听到那打伤绿蓝之人的声音。 那人是来找卫界的。 卫相, 我家主子又头疼了, 怎么都缓和不下来。 请您快去瞧瞧吧。 卫界的语气甚为关切。 我才试过针, 不可能复发的这样快。 除了头痛, 可还有别的症状。 门外那两人的声音越来越远, 昭华听不太真切。 她眼眶发酸, 少请便蒙上一阵水雾。 这才意识到, 自己竟然流泪了。 第161章, 我愿嫁给金世子。 第二天, 昭华一大早就出门了。 她上次见舅舅, 就被卫府暗卫尾随。 这次她更加谨慎, 中途进入一家酒楼, 稍坐桥庄后, 从酒楼后门而出, 坐着租来的马车离开。 抵达约定地点, 就见金世子早已在了。 见过公主。 金世子, 坐。 金燕云只有17岁, 少年人, 却已担负起金伯侯府的重任, 显出几分老成稳重。 公主, 请用茶。 昭华无心喝茶细谈。 她直入正题。 金世子, 可否详细告诉我, 金伯侯府怎么了? 金燕云神情沉重。 侯府的危机, 在于庙堂。 皇上听信小人谗言, 认为我父亲有一心。 其实是因金伯侯府与士族为敌, 招致的祸端。 皇上怕无端削弱我父, 会引来非议, 便想重用我这个世子, 以此顺势削弱我父亲。 昭华听到此处, 诚恳发问。 你我成婚, 你成为驸马, 就能改变这一切吗? 金燕云苍若的脸上浮现阴云。 为什么皇上仅仅是给你我二人赐婚, 却没有定下婚期? 公主就不觉得奇怪? 昭华当然不觉得, 因这也是他自己所提。 不过现在想来, 父皇这么容易就答应他, 恐怕也是顺水推舟。 金燕云不卖关子, 直接挑明。 公主应该听说过皇上推崇新政, 而这新政表面还立于名, 其实是以位相为首的世家, 用来进一步集权的工具。 很多人只知新政有利名声, 利质。 但这余下的, 还未具体施行的新政详策中, 有诸多不利于新贵族的条例。 所谓新贵族, 就是从前跟着天启祖皇帝 打下江山的那一批祸封功臣。 当初分田帝给这些功臣, 就大大损害了老士族的利益。 昭华前世并不知晓 这些错综复杂的事情。 重生后, 他才有所了解。 金燕云接着道, 我们得到确切消息, 新政将会大大限定 驸马入室的条件。 一二, 若是我们能够早日成亲, 我才有时间做更多的事。 昭华认真地反问他, 你想做的事, 也可以趁着成婚前去做, 不是吗? 金燕云否认。 若是那样, 我仅凭金薄侯世子的身份, 能做得十分有限。 与公主成亲, 我便是驸马, 享有一定特权。 他坦诚以待, 没有秘密。 昭华思索良久, 对上金燕云充满期待的目光, 他似乎看到那个 曾在绝望处境中挣扎求助的自己。 如今的金薄侯府 可谓是四面楚歌, 只要他一倒, 天启的新贵族 就完全成了空架子。 原本, 朝堂之争与他无关。 但士族独大, 贵妃就更难被扳倒。 贵妃是枝鸭, 整个士族才是根系。 根系不灭, 贵妃就有源源不断的养分。 其实, 昭华早就清楚 自己该做怎样的抉择。 但他被困在 魏界编织的囚牢中, 以为自己逃脱了, 不在乎了, 其实始终深陷其中。 他以前对魏界还有期待。 他说会保护他时, 他嘴硬心硬, 实际上也想有个 能够依靠的肩膀。 但后来, 他一次次领他失望。 尤其是昨晚, 他见识到士族的 嚣张跋扈, 认识到魏界是 他们中的一份子。 他不会自断臂膀。 那么, 只有他离开。 昭华微笑着, 假装不赞成地问, 你说的这些 都与我没关系, 我为什么要帮你? 金燕云望着他那双眼睛, 缓缓道。 公主, 你有仇恨, 言由心生。 宫中雅极燕, 我从你说的那套因果论 感知到你的恨意。 确定你并非真正的 昌平公主后, 我猜, 你冒险入宫, 必定心怀深仇大恨。 昭华放在桌下的手紧握。 这个金柿子, 果真不一般啊。 金燕云继续说, 我不能承诺, 能够时刻保护你, 但我们会是 并肩作战的盟友。 即便你出事, 我也会帮你报仇。 昭华笑了, 宛若春风暮雨。 金柿子, 你真的体弱多病吗? 自己想让他觉得可靠。 而此时, 他已到极限。 嗨嗨, 他轻眼嘴唇, 低声咳嗽。 昭华递上一杯清茶。 狮子, 我愿意与你早日成婚。 金燕云对此在意料之中。 他正要回话, 门开了。 屋内两人转头看去, 面上皆是错愕。 魏相。 魏杰立在门边, 预谋催着寒意。 轻裂刺骨的目光 落在昭华脸上, 冷而淡地注视着他。 第162章愤怒, 要去揭发他。 魏杰一言不发, 煞时间仿佛有惊涛骇浪奔腾而来。 他的理智几乎被冲刷得荡然无存。 金燕云看他魏杰, 又转头瞥一眼昭华。 昭华双手放在膝头, 紧紧握着。 他自视如坐针毡。 但, 事已至此, 被抓就被抓吧。 他无所畏惧一般, 只是魏杰投来的目光。 魏杰双眸半合, 如折服在深夜的野兽, 暗藏致命危险。 昭华甚至感觉到一股杀气。 他怕魏杰对金狮子不利, 也怕魏杰冲动之下, 暴露他们之间的关系。 事已, 他主动起身, 打破这僵持不下的死忌。 表哥, 你怎么来了? 他朝魏杰走过去, 看似乖顺老实。 金燕云随之起身, 本就苍白病弱的脸色, 眼下更加紧绷难看。 他不知道, 方才自己和公主的对话, 被魏象听去多少。 世家核心贵族之争, 始于天启建国之初, 由来已久。 很多事, 大家都心照不宣, 但他方才抨击魏象的心症, 的确不站立。 魏杰面上平静, 还能向金燕云行礼告辞。 世子请便, 他拂袖而去。 昭华心里明白, 魏杰这是生气了。 见状他也要跟着离开, 正想转身向金世子道别, 陆从带着几个侍卫, 挡住他后路。 公主, 请, 请去哪儿? 不言而喻, 金燕云担心地望向昭华, 眼神询问他是否需要帮助。 昭华抿了抿唇, 摇头制止。 陆从几人严密看守着昭华, 将他带出去, 似乎他救。 各十恶不赦的犯人, 魏杰都还没什么表示, 陆从就已经气得不行, 冷着脸, 完全没有以往的嬉皮笑脸。 他真不懂, 昭华姑娘到底有何不满? 主子, 连他假冒公主这样的重罪都包庇了。 那金世子为他做过什么? 他竟想嫁给金世子。 可想而知, 主子此时该有多愤怒。 马车停在路边。 昭华走上步梯, 弯腰进入车厢。 里面气氛骤宁, 压抑的人喘不过气来。 昭华坐稳了, 望向魏杰。 他其实也不知道, 魏杰何时来的, 听到了什么。 缓缓深吸一口气, 做好最坏的打算。 然而, 魏杰对他不闻不问。 他目视前方, 面如止水地吩咐路从。 去皇宫。 昭华心神正战。 去皇宫做什么? 魏杰知道他有困惑。 到了皇上面前, 将你假冒公主一事说清楚。 昭华轻咬下唇, 他脸色冷峻, 不像只是吓唬他。 他试探着提起。 我们, 还有十年之约。 李智即将要压不住涛然怒气。 魏杰眼中攒动着讥讽的冷意, 嗓音凌链。 是谁先违约? 昭华还有理由? 我没有违约, 我与金世子清清白白。 忽然, 他的胳膊被一道凶狠力道扯过, 旋即他整个人跌坐在地。 两腿交叠, 稳不住身形。 他只好用胳膊撑着地板, 不摇强烈摇晃, 打到他脸颊。 他看着柔弱不堪折, 可魏杰知道, 他强硬得很。 否则怎敢明知不可违, 非要为之。 魏杰收起那不该有的联系, 拿出那削痕水, 从他头顶浇下。 昭华猝不及防, 脸上的人皮面具迅速起褶皱。 他立刻伸手去挡, 却还是被魏杰扯下那假面。 他扣住他下巴, 居高临下地冷视着他。 他屈腿跪坐, 被迫仰起头, 眼尾微红。 那一头青丝凌乱, 又几缕垂落下来, 趁得他愈发可怜无辜。 你真要去揭发我吗? 他气势凌人, 仿佛他在他眼里, 只是卑微的蝼蚁。 他能将他捧在掌心, 也能将他踩在脚下。 好一阵子前, 你给金狮子写的信, 我早已看过。 昭华小脸煞白, 原来如此。 魏杰语调低沉, 继续道, 那时起, 我就再给你机会。 昭华, 你确实不算违约, 你是在心安理得地背叛我。 你要跟他成亲, 好, 我成全你。 但在那之前, 我会修正一切。 昭华的同仁促然紧缩, 不可以。 第163章除了折磨我, 还会什么? 昭华正视着魏杰, 威胁他。 你就不怕我供出你吗? 我有罪, 你同样有。 是你把我从大漠带出来, 是你明知我身份, 还包庇我, 胁迫强占我。 嗯, 魏杰对他无比失望, 用力抓住他肩膀。 他长指所施加的力气, 仿佛能穿透他锁骨。 昭华痴痛地闷哼一声, 耳边是他低沉危险的沉吟。 你说得不错, 这些, 我都认, 包括我强占你。 我帮你留些证据, 如何? 死了。 他的衣服瞬间被撕开, 随即, 冰冷地稳落在他肩上, 胸前。 昭华反抗挣扎。 不, 不要, 你放开我, 嗯嗯。 他大喊, 一只大掌无情地捂住他嘴巴。 他找准机会, 猛咬他虎口。 在他松手之际, 他红着双眼控诉。 你除了这样折磨我, 还会什么? 就因为如此, 我才要离开你。 我才要嫁给金柿子。 金柿子不会这样对我, 他尊重我, 他比你好。 你今日, 你今日即便弄死我, 我也不后悔。 卫阶动作骤停, 眼神冰冷地望着他。 他方才确实失控, 但也只是想略施承介, 让他服软。 他不会就这么强要他。 但他竟说出这等气人的话来。 卫阶大掌掐住他腰, 眼眸深沉黯然。 他比我好是吗? 这话更像是自言自语。 思绪乱飞, 竟飘到当初在大漠渡府。 那时, 他还是心思透明的六姑娘。 他是府上司徒先生。 他问他为何选择他, 他乖软地依偎在他怀里, 说,怀安,你最好了, 没有别的男子比你更好。 那时他语气坚定, 好似至于他是亘古不变的道理。 而此刻, 他竟说那金柿子比他好。 卫阶仿佛被苦海淹没, 他几乎要溺亡在里面。 他不该生气吗? 他不该揭穿他吗? 他还要纵容他到何时? 但是, 他又好像真的错了。 卫阶紧闭双眼, 像在逼着自己做出决定。 不一会儿, 他睁开眼来, 嗓音发沉。 你身份不够, 我便为你寻找合适的人家, 帮你抬身份, 让你得以入我卫府。 你不愿为妾, 想做公主, 我便违背原则, 包庇你罪行, 由着你做你想做的事。 但你不该, 昭华, 你最不该的, 是背着我与金柿子。 你在我心上划出一道道口子, 可知我也会痛。 昭华身子一颤, 眉头紧簇, 是我一个人的错吗? 我早就说过, 此生绝不为妾, 你却非要我做你的妾。 我难道只配做妾吗? 我也想做别人的正妾啊。 你给不了我, 还不许别人给我吗? 是, 我欺瞒你, 与金柿子有书信来往。 但你又何尝不是在伤害我, 逼得我走投无路。 我本来真的信你, 以为哪怕我真做了你的妾, 你也会护着我, 让我不至于被主母欺负。 可就在昨晚, 宁家侍卫动手重伤绿兰, 我要你给我公道, 你给了吗? 你连禀宫处理都做不到, 何谈偏爱我, 独宠我。 他想到昨晚那些事, 泪水又不受控制。 今日之事, 我不后悔。 你且去问问, 哪个好人家的女子, 愿意给别人做妾? 未见捧起, 她满是泪痕的脸, 眼神决绝。 不愿做妾是吗? 好, 昭华, 你扣心自问, 即便我能给你正妻之位, 你就当真愿意嫁我吗? 他逼试着她, 在她充满恶然的目光中, 继续追问。 我能与你共进退, 与你一同承担身份暴露的后果。 你呢? 你能坦诚以待, 全心全意信任我吗? 昭华正在那儿, 不知所措。 他, 他为何这样认真? 你在炸我? 宁姑娘就在你府上住着。 你竟放话说, 能给我正妻之位。 未见眉风连起, 而竟借助魏府的是宁家公子, 并非宁家小姐。 昭华, 你只需回答我, 若我能为你退婚, 你就会嫁吗? 昭华不敢回答了, 他有种错觉, 只要他说想嫁, 他真会去。 这实在荒唐, 在他冗长的沉默中, 魏姐得到了答案。 他放开她, 拉起她衣裳, 并给她披上大肠。 随后, 他自嘲地闷笑, 悲凉十足。 原来, 该醒的人是我。 为了一个满口谎言的你, 我居然计划着, 与宁家退婚。 当初, 我为让宁家长辈将来好松口, 便不分昼夜地为宁老太爷施真整治。 如今, 还是为了你, 我与宁家公子, 也罢, 也罢。 你走吧, 别再让我见到你。 还不走? 他眼神愈怒地催促, 像是恨透了他。 昭华刚下马车, 便听到陆从慌张大喊。 大人, 第164章被气吐血。 昭华听到声音, 毫不犹豫地折返。 他站在马车边, 只见, 魏姐口吐鲜血, 脸色分外苍若。 他试图结掌调息, 陆从在一边扶也不是, 不扶也不是。 魏姐, 你这是怎么了? 昭华抛开他们的恩怨, 语气中流露出关心。 魏姐四不想让他, 见到自己现在这样子, 撑着气, 是去唇搅一丝血子, 起唇道。 让你走, 为何还不走? 陆从见此, 马上钻出车厢, 并放下帘子, 隔断昭华的视线。 昭华姑娘, 请您不要打扰主子疗伤。 陆从对他的态度不如从前, 在他看来, 他就是恩将仇报。 昭华一动不动, 仿佛被定住。 他凝着眉头, 询问陆从。 他受伤了吗? 何时的事? 陆从不吐不快。 有些日子了, 主子遭小人暗算所伤, 还要为宁家公子治疗头疾。 连日连夜的疲累, 这伤一直没好透。 今日, 今日姑娘好本事, 将主子气得吐血, 这伤越发难痊愈了。 昭华嘴上说着, 他武功高强, 谁能伤得了他。 同时, 他的注意一直在马车里。 动。 里面响起人倒下的声音。 陆从一惊, 但昭华比他反应更快, 先行进入车厢内。 卫界果然晕倒了。 昭华赶忙扶起他, 见他俊脸虚白, 唇色更是如那灵循的果实布。 快去找大夫。 他急声提醒陆从。 陆从咬了咬牙, 还请姑娘照看好主子。 随后, 他便继续驾驶着马车, 不知往何处去。 卫界一直没醒。 昭华心里乱得很, 肆意团乱麻, 找不到头绪。 卫界让他走, 但他如何真能一走了之。 他控制不住地看向他。 想起他先前说的那些话, 他生出一丝悔意。 千不该, 万不该, 不该欺骗他感情。 他不希望他出事, 催促陆从。 再快些。 驾。 陆从没有去医馆, 而是将卫界带回别院。 别院都是他们的人, 其中不乏精通医术者。 卧房内。 卫界躺在床上, 仍然处于昏厥状态。 陆从和昭华站在床边, 看着医者给他把卖。 大人这是弃火攻心所致啊。 医者断言, 也想不通, 何事能让大人如此上火? 要知道, 家国大事这样要紧, 都不曾令大人这般。 陆从了然地望向昭华, 昭华则追问医者。 要紧吗? 能治好的吧? 医者摸了摸胡子, 老朽只能用药, 尽量帮助大人恢复。 但这解铃还虚系铃人, 根源不除, 大人这心火便灭不掉。 昭华对此始料未及, 他也着实没想到, 自己只是与卫界争吵几句, 便将他气晕了。 他的身体也没这么弱啊。 陆从急了, 催促医者。 行了, 别叨叨了, 赶紧去配药。 医者走后, 陆从又阴阳怪气地对昭华说, 主子应当无碍了, 您要去哪儿, 便去哪儿吧? 从此没人能妨碍您了。 陆从也清楚, 不该这般没风度, 但他就是替主子不平。 这要是主子自己招惹人家也就罢了, 可当初, 明明是昭华姑娘主动勾引。 昭华送卫界回来, 只为确保他安然无事, 否则他于心不安。 如今既有医者在, 还有这么多人守着, 他便没什么好担心的了。 能做的已经做了, 昭华就此别过。 见他真要离开, 陆从心里又不得尽了。 昭华姑娘, 他冲着他背影喊了声, 咬牙切齿般地带着怨念。 您和金狮子的谈话, 主子都听见了。 您以为金狮子是什么好东西吗? 他们金箔猴斧纵容底下人干的那些事, 天理难容。 他有何脸面抨击心正? 别人不理解主子也就罢了。 您, 您身为主子的枕边人, 总该知晓, 主子是什么样的人吧? 您宁可相信外人的三言两语, 也不信主子为人, 小人真为主子感到不值。 昭华在卫界面前能言善辩, 眼下却哑口无言。 他真的, 了解卫界吗? 陆从又指向那书案, 您若不信, 尽管自己去看, 那上头都是主子推行心正以来的记录, 无意不是为民求福祉, 条条框框, 哪里就是针对他金箔猴斧了。 那些书册都不是秘密, 陆从也是想让昭华姑娘知晓真相。 他可不想让主子蒙受不白之冤。 昭华鬼使神差地走过去, 翻阅起来。 第165章他说, 我想留下。 卫界推行心正, 并非纸上谈兵。 他曾亲自走访各地, 深入了解过民情。 这些厚重的书册, 是他自己所著。 字字句句, 皆使他眼见。 那些心得, 甚是震撼。 这是昭华未曾了解过的一面。 他以为, 像卫界这样的世家子弟, 只顾自己家族利益。 且不论心正如何, 单就卫界这忧国忧民的心, 便足以感人肺腑。 昭华看着看着, 便入了迷。 后来, 卫界醒了, 看到他还在, 他眼眸黑沉沉的, 如化不开的浓墨。 主子, 您喝药。 陆从小心翼翼伺候着。 他也摸不准, 主子如今对昭华姑娘, 是怎么个意思? 昭华听见卫界醒了, 立即放下手里的书, 站起身来。 瞪腿摩擦地面, 发出噪音, 他略显局促。 抱歉, 无意惊扰, 我该走。 离开皇城, 卫界很是决断。 昭华抬起头来, 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 卫相, 此事, 还有回旋的余地吗? 他不可能离开。 卫界淡然道, 本相没让你离开天启, 以示仁慈。 卫从为主子着想, 打断二人的对话。 主子, 这药得趁热喝。 昭华不打扰他喝药。 卫相先喝药, 我们的事, 稍后再谈。 他说完便出去了, 但他并没有离开这别院。 卫界四世一点不在意, 目光淡漠凉薄。 他接过药, 吩咐陆从, 让他走。 此事交由你亲自去办, 务必确保他离开皇城, 不得再回来。 卫从觉得, 这事儿忒难办。 这腿长在人家身上, 除非找人一辈子看管着他, 否则总有一天会偷摸回来。 房门外, 昭华站了许久, 见陆从端着空药晚出来, 他上前。 我要见卫相, 他可方便。 陆从想起主子的叮嘱, 摇头。 不方便。 主子特意交代, 让我看着您离开皇宫。 昭华秀没紧锁, 你告诉他, 我不会走。 这件事, 不是他想的这样简单。 我希望跟他说清楚。 陆从暗自愤愤不平, 主子都这样了。 他是一句关心的话, 都没有啊。 见他决意要留, 他只好进去禀明主子。 闻言, 卫界不以为意, 对陆从也没其他指示。 他喝过药, 便打坐调息敬仰。 直到傍晚时分, 他打完坐, 听见外面的说话声。 姑娘, 主子不想见您, 您再这么等下去, 也无济于事。 他居然还没走。 卫界眉头深锁, 心又开始不静。 就这样, 到了次日清晨。 他入宫上朝会, 就看到昭华还在院内。 他像是一夜没睡, 专程等着他出来。 一看到他, 他就要过来。 陆从拦住他, 卫界也没有停留, 就此离去。 昭华抿了抿唇, 并不气馁。 两个时辰后, 卫界从宫里回来了。 迈进院内, 便瞧见那熟悉的人影。 他似是终于没了耐心。 陆从, 小人在, 把人送走。 是, 昭华却是避开陆从, 果断跟着卫界进屋。 更过分的是, 他还把门关了。 陆从被挡在门外, 进退不适。 屋内, 卫界目光冷至, 昭华还没开口, 他就打断他念想。 你就是说再多, 我也不会留你。 我知道, 你不会原谅我的所作所为。 诚然是我骗你在先, 我有错, 我还自作聪明。 我, 我有负于你。 昭华诚心表达歉意, 但, 卫界不在乎了。 本相最后再说一遍, 离开皇城, 是你唯一的活路。 昭华扑进他怀中, 满含真情。 我想留下。 对不起, 我错了。 我不再想着嫁给金柿子, 不再想做什么, 柿子飞了。 我以后一心一意跟着你。 他是真的认了。 够了。 卫界满眼失望, 已经够了。 你的谎话, 我听得够多了。 他。 秦德推开他, 没有半点留恋。 昭华攥着双手, 半低着头, 仿佛苦苦挣扎。 少请, 他被逼上绝境一般, 眼面痛哭。 是皇上让我假冒昌平公主的。 这话如晴天霹雳, 击中卫界平静的星湖, 顿时激起巨大浪潮。 第166章都是皇上逼我的。 卫界凝视着昭华, 语气沉重。 你说什么? 昭华抬起头来, 泪如绝堤。 他哭得那般无助, 那般痛苦。 是皇上, 都是皇上的意思。 昌平公主猝死后, 爹爹第一时间告知皇上。 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 皇上迟迟不发丧。 我, 我一个无依无靠的女子, 如何敢想出假冒公主的馊主意, 我就不怕被人揭穿吗? 其实都是皇上授意。 否则我怎敢? 他气不成声, 后续的话迟迟未出。 卫界依旧面不改色, 似乎在辨别他这话的真假。 说清楚,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昭华好不伤心地道。 就是我说的这样, 皇上, 让我假扮昌平公主, 还让我多与卫夫走动。 包括与金柿子的婚事, 也是他逼迫我的。 我, 我根本不想嫁给金柿子, 可我没得选。 那是皇上, 一句话就能要我的命啊。 卫界不发一言, 过了好一会儿, 他沉沉地发问, 为何不告诉我? 我不敢, 有何不敢? 卫界目光发冷, 却未必是针对他。 昭华抽泣着, 哭得楚楚可怜。 皇上, 皇上他不知道我与你的事, 他威胁我, 不许我将昌平公主以死的事说出去。 我告诉你, 你再去求证, 那皇上便笃定是我告密, 首当其冲被害的就是我爹爹。 我怎能不怕? 他说完, 也不见卫界有所表示, 更不知他信了没。 他沉默得有些可怕, 他不敢再多说。 若是按照他这个说法, 很多疑点都能解开了。 比如, 卫界之前就在怀疑, 为何他才假冒昌平, 皇上就设了昌平的罪, 让他离开太庙。 再者, 昭华如何能顺利假扮一个公主? 太庙那么多双眼睛, 难道都是瞎的吗? 还有绿蓝这个关键人物, 必定有人在背后指使, 但这人不可能是无权无视的昭华, 也不可能是太妙主持。 如果背后主谋是皇上, 那这些就都说得通了。 昭华轻声抽气, 战战兢兢, 却也如释重负。 这就是实话, 这就是我的苦衷。 若是我被你赶出皇城, 皇上知道后, 会怎么对我爹爹? 我实在不敢想。 所以, 卫相, 我求你。 他还没说完, 卫界便止住他, 你先出去。 昭华呼吸深重, 睫毛垂挂着泪珠。 你还是不信我? 出去! 卫界面色冷白, 语气加重。 昭华出来后, 没多久, 陆从就被叫进去了。 一刻钟后, 陆从也出来了。 他颇为无奈地对着昭华道, 主子要您立即离开皇城, 走得越远越好。 昭华身子一颤, 他真这么说, 碰! 他再次强行闯进屋内。 卫界坐在暗桌前, 抬眼看他。 陆从说得不够清楚吗? 他那样冷静, 貌似不信他刚才所说。 但随即, 他又补充道, 即便你逃了, 皇上也不会对你父亲下死手。 昭华明白了, 他是为了保他, 才要他走。 昭华摇头, 我不走。 这时, 卫界忽然眉心紧促, 仿佛就伤复发, 一只手撑着额头, 额尖渗出痘大的冷汗。 眼看他要坐不住, 昭华立马上前扶他。 他却一手挡开他。 陆从, 他不让他碰, 叫陆从进来, 去拿药和纱布。 他也没让陆从扶自己步履稳重地进入内室。 不过片刻, 医者过来了, 听动静, 像是在给卫界上药包扎。 昭华到现在都不知道他伤在哪儿, 只见陆从端出一盆淡红的血水, 脸色沉重。 他也不好进去看。 眼看有人端着要过来, 他顺势接过, 交给我。 那是, 医者包扎完毕, 已经准备要离开。 卫界一睛敞开, 看他纱布走向, 伤口应该在肩膀处。 医者只看了昭华一眼, 二话不说, 先行告退。 卫界自顾自整理衣物, 目光不在他身上, 却问他, 你进来做什么? 送药。 卫界面色沉静地接过药, 一口气喝完了。 他随后将空碗扣在床头矮柜上, 看向他, 不想走, 不想离开皇城。 昭华点了点头, 飞速想着还有什么理由能说服他。 而此时, 卫界已经站起身, 他不顾那松垮的衣经, 一步步逼近他。 第167章, 他不信他了。 昭华后退几步, 便抵在雕花木柱边。 卫界那胳膊支着木柱, 壮若无意地圈住他。 他扶手, 薄唇轻压在他额头。 昭华睫毛轻颤, 微微抬起下巴, 又听他嗓音干涩地问, 为什么不想走? 他沿着他额头往下, 亲吻他脸颊。 他垂着眼眸, 舍, 舍不得。 卫界抓着他一只手, 压在那冷硬的木柱上。 舍不得谁? 同时, 那吻越发的意乱情迷。 昭华呼吸凌乱, 舍不得你。 他好像, 的确, 有一点, 舍不得他。 因此, 这不算撒谎。 卫界站直身体, 离开他脸盘, 认真且严肃地问, 是真心话吗? 昭华轻轻点头, 卫界拖着他后脑, 歪着头吻上他唇。 他静静承受着, 听到他不住发问。 真的? 没有骗我吗? 是实话吗? 昭华, 为什么不回答我? 他倒是想回答, 但每次都被他一吻风唇。 他怀疑, 他根本不想听他说。 那木柱冰冷, 他确实极其炙热。 卫界握着他腰, 虎口顶着他衣衫, 麻撒着他脆弱肌肤。 他的呼吸缠绕着他, 如同灵蛇。 昭华快要热死了。 他想推开他, 但手触及他伤口, 又猛地缩回。 卫界没有进一步动作, 与他耳边撕磨了会儿, 便抬手帮他整理那乱掉的发丝。 他眼神温柔, 却又斜着急许平静。 似暖玉, 似和风。 若是真的就好了。 他叹息一声, 昭华不明所以地望着他。 你还是不信我吗? 还是要把我送走吗? 卫界搂着他肩, 将他带离那木柱, 拥入自己怀中。 昭华顺从地靠在他怀里, 他的声音通过那胸膛, 清楚地传入他耳中。 你要我怎么信你? 即便你假冒公主这事儿, 是皇上指使。 那么, 你对我的感情呢? 昭华, 你在感情的事上欺骗我, 这总不是皇上指使。 这么多回来, 他也该看透了。 从前是他自己不愿接受现实, 而如今, 他总该往前看了。 昭华不晓得他到底什么打算, 茫然地盯着他。 最终, 他垂下胳膊, 壮若无力地说道, 是走是流, 是福是祸, 皆是你自己的选择。 我已无权插手, 共撞我会销毁。 你我之间的十年之约, 作废。 从此往后, 你不欠我, 我也不欠你。 昭华不可置信地睁大眼睛, 心中好似有什么破碎了, 而他强撑着视而不见, 就好像还是完整的。 怀安, 你当真。 魏姐眼底负着苦涩, 面上却无比静默。 大漠的那个张怀安, 本就是幻梦一场。 他清醒了。 昭华明明该高兴。 奇怪的是, 他居然有种畅然若失的感觉。 或许是习惯了有他在。 如今他主动说分别, 他反倒无所适从。 昭华脱口而出。 为何, 为何要这样? 是因为, 你要成婚了吗? 魏姐眼神坚定, 我不能靠着你的谎言过下去。 后果, 我担不起了。 就在方才, 你说你舍不得我, 我差点就信了。 昭华眼眶酸涩, 他真傻。 明明他这话是真的。 他说假话, 他信。 他说真话, 他反而不信了。 昭华含着泪, 最后一次问他。 所以, 不会再纠缠我了。 是吗? 也好, 就这样好好地分开吧。 魏姐宁沉着脸, 点头。 是。 他不喜欢她, 他强抓着她, 又有何意义? 长此以往, 他只会越来越恨她。 陆从知道, 两人在内室, 并没有进去打扰。 见昭华出来, 他特意观察他脸色。 他脸上有泪痕, 看起来很伤感。 陆从又赶紧进屋去。 主子的脸色同样惨白, 了无声趣。 这到底是怎么了? 第168章怀案, 我舍不得你。 昭华离开魏界的别院, 重新戴上假面, 以昌平的身份回到公主府。 阿莱和绿兰还在床上养着, 他去看了看他们。 绿兰心细, 感觉到公主心事重重。 公主, 发生什么事了? 昭华玩儿浅笑。 无事, 你安心养伤。 他回到房间, 心神不宁, 早早地躺下歇息了。 然后, 他做了个梦。 梦里魏界, 相信他所说的话, 抱着他, 格外郑重地叮嘱。 王后, 不管什么事, 都不可再欺瞒于我。 他还说, 为你安全考量, 自然要将你送走。 这朝堂纷争, 不该把你卷进来。 但你这样不安分, 总得放在眼皮底下才放心。 昭华, 你是我的。 然后不知怎的, 他们就滚到了床上。 他看到他身上缠狗的纱布, 伸手轻轻触碰, 问他, 疼吗? 梦里他那张脸看不真切, 但他温柔的眼神, 他瞧得格外清楚。 他的指腹, 是过他脸颊。 不仅你说的那句, 愿意嫁给金柿子。 他转眼看向别处, 我那是, 那是逼不得已的。 气我, 我就是一时冲动。 他并不生气, 紧搂着他。 他低头埋在他胸膛处, 怀安, 我舍不得你。 他的下巴, 蹭了蹭他额头, 回他。 嗯, 我信你, 我也舍不得你。 他哽咽道, 那我们一辈子不分开。 最终, 梦醒了。 昭华心绪难平, 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眼角湿润。 他一摸枕头, 竟也湿了一小片。 回想起那个荒谬的梦境, 他只觉得, 果然是梦。 现实中, 他怎么可能说出那种话? 什么一辈子不分开, 不可能。 昭华坐起身, 慢慢平静下来。 那在梦里爆发的情绪, 也被渐渐淹没。 之后的几天里, 昭华没有出门。 尽管卫府就在隔壁, 他也没见过魏姐。 偶尔去看望魏老夫人, 也从未与魏姐打过照面。 他也许是刻意回避, 也许是真的忙于公务。 昭华自己都没察觉出, 他近日心不在焉, 胃口不佳。 你这是怎的了? 有心事? 昭华强扯出微笑, 摇摇头。 没有。 外祖母, 我很好。 魏老夫人拉着他的手, 视线若有若无地瞧他腕上的玉镯, 与众心肠。 千万别憋在心里头。 像你这个年纪, 总是多愁善感。 唉。 你表哥也是, 前些日子您家来人, 商议着想要跳过三年守孝期, 提前安排他与契吾的婚事, 他却非得认死你。 我是想着与他说道说道, 他道好, 干脆住在别院不回来了。 昭华眉心一蹴, 随即恢复正常, 他反过来劝慰老夫人。 外祖母, 表哥做事稳当, 您该相信他才是。 老夫人直叹气。 守孝三年, 谁家能耗得起啊? 你表哥这年纪, 早该有个孩子了。 你说呢? 昭华愣了下, 随即微微一笑。 外祖母说的是, 不知是不是他错觉, 魏老夫人的眼神格外深沉, 欲言又止似的。 这时, 外面有人请礼。 见过大人, 是魏姐过来了。 昭华想避开, 却来不及。 一身关袍的男人迈步进屋, 直奔魏老夫人。 祖母, 下人禀告, 说您心口脚痛, 可还有事? 魏老夫人责备他。 我若不让人这么说, 你能回来见我? 魏姐叹了口气。 祖母, 您何必? 您家那边表态了, 其无那孩子也体贴, 愿意提前出孝气, 只等你这边点头, 婚事就能操办起来。 你到底是个什么想法? 昭华适时起身, 外祖母, 您和表哥聊着, 我先回了。 魏老夫人却拦下他。 昭平, 你就在这儿听着, 这并非什么秘密事儿。 正好你在这儿, 也劝劝你表哥, 魏姐皱起眉头。 祖母, 此乃家事, 与公主无关。 怎么无关? 魏老夫人不假思索的一句, 令气氛骤然凝固起来。 昭华就是再迟钝, 也感觉到不对劲了。 她下意识看向魏姐。 第169章, 老夫人知道了。 魏老夫人定了定神, 昭平, 我与你表哥单独说几句。 昭华点头硬下, 退了出去。 而屋内, 魏老夫人又凭退左右。 只剩下祖孙二人, 她才开这个口。 你是何时, 对昭平有的那等心思? 面对着突如其来的指责, 魏姐平静如水。 祖母, 何意? 魏老夫人万分沉痛地拍打茶几。 你还想否认? 难道不是你刻意点我? 否则, 你为何要将那玉琢给昭平? 你当我老眼昏花了? 那是我的陪嫁物件, 给七无作年里的。 也就是昭平不懂, 才敢带到我面前来。 魏姐并不否认, 她站立在那儿, 不动如山。 魏老夫人念叨。 我第一次瞧见昭平那玉琢, 真是险些要犯心症。 我是怎么都不敢相信。 我这人人称赞的孙二, 我这品行, 极佳的孙二, 居然肖想名花有主的表妹。 我只当是你疼爱昭平, 才随便送了那玉琢。 可后来, 昭平忽然有了自己的公主府, 还就在魏府隔壁。 我起初还真以为, 这是你一片孝心, 为了祖母, 在皇上那儿求来的恩典。 接儿, 都说, 你算无一策, 运筹帷幄。 如今你这点手段, 都用在祖母身上来了。 碰。 魏老夫人, 直接怒摔茶斩。 碎瓷片砸在魏界脚边, 她并不多闪。 不管老夫人说什么, 她都不反驳。 你是想毁婚, 亦或是想要那昌平入府。 事到如今, 你总该给祖母一句实话吧。 她是你自幼就定下的妻子。 你耽误她这么多年, 又要抛弃她, 是想让魏家成为笑柄吗? 魏界松口。 皆如祖母所言, 孙儿对表妹有念想。 之前的图谋, 都是为了一步步让祖母您接受此事。 您年事已高, 但怕您经不住刺激, 孙儿只能徐徐徒之。 听她亲口承认, 魏老夫人仍是一脸难以置信的样子。 她那端方手里的好孙儿, 怎会变成这个样子? 她自个儿有婚约不说, 长平也是被皇上赐婚给金柿子了呀。 她怎能干出这等糊涂又混账的事儿来。 忽然, 魏界话锋一转, 但是, 但是什么? 老夫人很是心急。 魏界看开一切似的, 淡定说道, 都已结束。 孙儿所图全做了无用功, 事已, 祖母无需再担忧。 事态发展得如此诡异, 魏老夫人都不知如何接话。 魏界也没给老夫人追问的余地, 直接告退。 魏老夫人六声无主地坐在椅子上, 想喝口茶定定神, 手却一直抖。 院外, 去莫运轩的必经之路上, 昭华再次等候已久。 他有困惑, 要向魏界问清楚。 魏界这次没有回避他。 公主有何要事? 四周没有其他人, 昭华低声开口。 外祖母为什么? 魏界早知他会问这, 直言。 你手上的玉镯, 是本该给我未婚妻子的年龄。 别人不知, 祖母却很清楚。 昭华目光呆滞了一瞬。 原来是这样。 难怪今日老夫人这般奇怪, 一直拉着他说魏界的事, 催魏界成婚, 还非要他在场。 这是在试探他啊。 昭华回过神来后, 立即追问。 外祖母问你什么了? 你, 你都跟他坦白了吗? 魏界冷静地回他。 我已同祖母说明, 他知道, 你我再无瓜葛。 我把玉镯还你。 他迫不及待, 要拖去那玉镯。 可他卡得太牢, 他又太着急, 反而半天退不下来。 看他手腕都磨红了, 魏界末地扣住他手腕。 他一抬头, 对上他漠黑悲哀的双眸。 你就不问问我为何那样做。 昭华不愿去想, 毕竟他们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魏界抓起他那只带着玉镯的手, 只见他手掌附在旗上, 缓缓催动内力。 少请, 那玉镯出现裂痕。 昭华亲眼看到他慢慢开裂, 于心不忍。 殊不知, 魏界心里某处也如这玉镯一样遭受着裂开的折磨。 他低声道, 我这身不由己的人生, 你是为数不多的变数, 明明只差最后几步, 我们就能在一起, 一回头才发现, 你不值得。 啪! 玉镯彻底断裂。 第170章回他清白, 昭华望着地上的碎块, 眼底一阵枯泣。 他如同干渴的汉田, 得不到滋润。 以至于他喉咙干哑, 说不出一句话来。 抬起头时, 魏界已经走远。 昭华回到公主府, 心不在焉。 绿兰都看出他浑浑噩噩, 像是经历过大难。 公主, 您不舒服吗? 昭华静静地坐着, 轻摇头。 他此刻的心情难以形容, 仿佛被捣碎了, 再柔和到一块。 是自由的心声, 却也有屈憾。 莫韵轩。 陆从在书房外头守着, 他眼见一名手下要进去禀告, 便拦下那人。 什么事? 非得现在说? 那手下看了看四周, 低声道。 之前昌平公主遇刺, 大人让我们去查家和公主, 最近还真查出了点东西。 陆从斜眼一横。 得。 你可真会挑时间。 他正想提醒那手下, 让其晚些时候再来。 毕竟, 主子这会儿, 心情可不妙。 不承想, 里头传出主子的声音。 进来说话。 闻言, 那手下赶忙进入书房。 书房里头, 未借一席青衫, 那搭白金, 面色清冷地近乎漠然。 他只笔写公文, 眼也不抬地问。 何事? 细细说来。 手下立马回道。 大人, 是关于家和公主的事。 属下查问过他身边的人, 家和公主的确逐一金柿子。 还有, 之前刺杀昌平公主的两拨刺客, 其中一帮人被禁术灭口, 我们发现的一个火口, 已经给救治回来了。 经查问, 他们受雇于人, 卢走昌平公主, 是要, 是要毁他清白。 如此看来, 那帮强盗不像是藩国使臣所顾。 何况, 那帮国使臣没必要同时派出两拨人。 卫戒停下笔, 眉眼轻烈如全。 看好那人, 保留口供。 至于家和公主那边, 目前无需再查。 手下遵命。 陆从就站在门边, 方才那番话, 他也听见了。 待人离开后, 陆从试探着寝室。 主子, 家和公主好像真的很有问题。 谨慎起见, 要不要知会昭华姑娘一声。 卫戒温润的眼眸中, 浮过一丝讽意。 你以为他不知道吗? 他心思深得狠。 他想嫁给金柿子, 只怕是早已发现, 家和对金柿子的心思。 遇刺后, 他故意引她去查家和, 最终目的, 应是借她的力, 牵制住家和公主。 如今想来, 昭华对他的算计和利用, 还真是层出不穷。 陆从见主子这般, 心知这二人又闹了不快。 他不懂, 为何昭华姑娘非要嫁纳金柿子。 主子前些日子, 才遭人雇凶行刺。 而那还是他的亲人, 眼下又被昭华姑娘背叛。 祸不单行啊。 和魏剑闹僵后, 昭华专注于眼前事。 他想继续帮金柿侯府渡过难关。 这意味着, 他该准备嫁给金柿子了。 可是, 当他将这打算告诉舅舅, 舅舅十分不赞成。 他的语气格外严厉。 公主三思, 你要报仇, 要报复贵妃他们, 舅舅一定不遗余力地帮你。 但是, 你如今要牺牲自己的终身幸福, 舅舅不答应。 将来我如何向你母后交代? 昭华反驳他。 舅舅, 这算不得牺牲。 金柿子是个值得托付终身的人。 他会敬我。 再者, 我们成婚, 是联手共遇仇敌。 将来贵妃一党失事, 我便可恢复自由身。 楚思红仍然不同意, 他自己就是男人, 生怕外甥女吃亏。 公主, 再想想吧, 别为了报仇, 把自己好好的人生毁了。 问问你自个儿的心, 你是否真的愿意嫁给那个男人? 你还年轻, 以后的日子还长。 别说舅舅威严耸听, 成了婚, 再想恢复自由身, 没那么容易。 今日行差踏错, 将来遇到真正相爱的男子, 后悔的是你。 与舅舅的这次谈话, 并没有昭华想的那样顺利。 他回到公主府, 心情忧郁, 桌上摆放着金柿子差人送来的礼。 他心绪杂乱, 坚决力不从心。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半月后, 金柿子面见他, 忧心慎重。 公主, 我没想到他们的动作这样快, 发生何事? 他们是谁? 昭华顿觉不妙, 金柿子愁容满面地回答。 是卫相。 卫相已经掌握能致我赋予死地的罪证, 他明日就要面胜。 来不及了。 公主。 第171章, 卫相出手了。 卫界要对付金柏侯府, 此事也超出昭华的意料。 他记得, 前世金柏侯府还要一年半载才会亡。 狮子, 你确定, 那些证据会令整个侯府覆灭吗? 金柿子面色冷白, 如病入膏肓的病者, 眼中没有一丝生的希望。 臣确信, 只要卫相出手, 侯府便无生机。 臣此次前来见公主, 示威告别。 为了不连累公主, 以后我们不能再见了。 臣, 终究是等不到你我完婚, 侯府也等不到了。 这话顿显凄凉无奈, 他像是认命了, 昭华不认。 即便这一世金柏侯府提前要亡, 他也要尽力更改这个结局。 他致力于解决这难题, 追问金柿子。 那些证据都是什么? 金柿子摇头。 说实话, 臣并不知道那些罪证是从何而来。 我父亲说, 许多都是卫相命人伪造, 死无对证, 不会是卫相所为。 昭华秀眉促起, 下意识否认。 金柿子漠然被打断话, 宁神注视着他。 公主, 臣也认为卫相并非手段卑鄙之人, 倒是不知公主也如此笃定。 昭华定了定神, 陷入沉思。 卫界纵然再混账, 也不会伪造罪证。 可能是他手底下的人, 为了立功, 不择手段。 也可能是贵妃暗中动。 脚! 眼下保住侯府要紧。 昭华又问, 既是伪证, 有没有毁掉的可能。 金柿子为他这话所震惊, 他仿佛受到刺激, 脸色煞白, 眼着唇青壳。 嗨嗨, 公主, 难道你想? 不可能的, 罪证都在卫相手里。 我父派人潜入卫府, 好几次都以失败告终。 卫相那样谨慎, 没人能够得手。 他越发咳嗽得厉害。 昭华没有立即回复他, 让他回去歇着。 随即, 他将阿莱叫到面前。 不等他发话, 阿莱便问, 公主想让属下去偷那些罪证。 昭华摇头, 不, 你伤势未愈, 好生休养。 我要你联络舅, 让舅舅派个亲公好的来。 阿莱拱手行礼, 恭敬地开口。 公主, 请将此事交由属下去办。 属下所受的伤已然见好, 并不影响施展轻功。 而且属下熟悉卫府, 待属下先探查出那些罪证的位置, 再让他人接手, 这样才稳妥。 昭华下巴一压, 嗯, 你说的也有理。 只是, 你这伤真的不要紧吗? 他关心地打量阿莱。 阿莱坦率道, 属下尽力一试, 即便失败, 属下也能平安逃脱。 的确, 公主府就在卫府旁边, 届时阿莱能迅速逃回。 昭华思虑再三, 还是让阿莱先探路。 他特意叮嘱。 一旦有消息, 立马回府, 不可擅自行动。 还有, 此时一道, 不管有没有探查到什么, 立刻回府。 是, 请尊公主命令。 事情紧急, 容不得拖延。 当晚, 阿莱便置身潜入卫府。 他走后, 昭华一直没睡。 腊油滴在桌面上, 一摊一摊地迅速凝固, 成丑陋的四伤疤一般的痕迹。 昭华在灯下看书尽心, 可随着时间流逝, 他这心里见生出一股愁绪。 碰, 一阵寒风吹开窗户。 昭华起身关窗, 冷意倾袭而来。 他回头看那济世的沙漏。 竟然已是此时三刻了。 阿莱还没有回来, 很可能被困在卫府。 昭华望着卫府的方向, 终是披上一箭披风, 出了门。 卫府? 昭华大半夜过来, 并不合宜。 何况, 他还要去墨运轩见卫冼。 但为了阿莱, 他必须走这一遭。 路从没有为难他, 马上只会主子。 可是, 卫冼并不想见他。 路从只能劝昭华回去。 昭华看见还亮着光的主屋, 壮若无意地问路从。 这么晚了, 卫相还未歇息吗? 路从毫无遮掩。 今夜抓了个偷偷潜入的贼人, 这会儿正审着呢。 主子自是没心思安置。 昭华紧钻着袖口, 面色慌张。 路从, 我正是为此事来。 路从不笨, 瞧他这神态, 恍然大悟。 同时, 他还差一极了。 您可别说, 那贼人是。 完了, 这叫什么事啊? 第172章 他坠坠不安。 前厅内, 时隔大半个月, 昭华再次见到魏简。 他甚是冷淡, 坐在那主位上, 慢条丝里地喝着茶, 听他解释。 他真是我的人。 今夜, 是我让他来去共撞。 虽说魏相承诺过, 会毁了那了绝小和尚的共撞, 以后不再找我麻烦。 可是, 可是我坠坠不安, 总想着魏相是否还留着他。 魏简听他说完, 都不曾抬一下眼。 他低眸, 望着杯盏里的茶, 清香在鼻, 他却感觉不到一丝一毫的放松。 昭华如坐针毡, 他又撒谎了。 但若说实话, 魏简更加不会放过阿来。 昭华敏唇望着沉默不言的魏简, 前厅里安静得真落有声。 如此压抑的环境, 本就是一场较量。 看谁先忍不住开口退让。 阿来还在受审, 昭华心急。 魏相。 魏简放下茶盏, 这声响打断他的话。 他的视线投向他, 眼神无比清零。 是来偷共撞的不假。 但要偷谁的共撞, 那就未可知了。 他怎会看不透他? 他都知道, 他今日才和金世子见过。 昭华搅着衣角, 轻咬唇内的软肉, 一时间接不了话。 魏简端坐着, 一丝不苟。 他面朝正前方, 那温和又不失灵力的毛子清和。 为了那金世子, 你可真是什么都做得出来。 如此助纣为虐, 罔顾公义, 你良心能安吗? 昭华, 我以为你只是满口谎言, 今日才知, 你还如此自私狠心。 只为你一人能嫁入侯府, 你便要阻碍那些无辜之人, 沉渊昭雪。 也好, 总归, 不是一家人, 不禁一家门。 你愿与金博侯府同流合污, 本相便秉公处置。 他正义凛然, 趁得别人都如蛇鼠般卑劣不堪。 昭华疼地站起来, 他定定地看着魏简, 拳头紧握, 眼尾略略略泛红。 你能保证, 那些罪证都是真的吗? 金博侯就一点不冤吗? 魏简, 你这样武断地定人罪? 你的意思是, 本相捏造伪证, 冤枉金博侯吗? 魏简目光冷至, 好似附着沉甸甸的寒露。 昭华哑然, 何等凄惨。 后来才查明清楚, 还之清白。 但那又有什么用? 几百条人命, 就这么没了。 魏简的指节用力泛白, 预谋沉沉, 延伸出无尽的暗黑。 他那颗心被自嘲包裹, 显得言不由衷。 我都能卑鄙地将你占为己有, 伪造罪证这等事, 又如何做不出来? 你便是这样想的, 对吗? 昭华小幅度地摇头, 我没。 魏简末地站起来, 面色极淡, 看着没有任何表情。 轻扯嘴角。 你想要看看那些被伪造出的罪证吗? 本相成全你。 昭华秀眉警明, 如此拖延, 只怕阿莱姓名为夷。 看罪证之前, 可否请求魏简先放过我的人? 他才受过重伤, 不能再审了。 魏简看了看他, 没说话。 他转而朝外唤道, 陆从。 小人在? 命他们停手。 是, 主子。 闻言, 昭华眉眼书展开。 魏简走出前厅, 副手而立。 风吹起他衣袍, 折仙飘逸, 又隐寒运怒。 自己跟过来。 这话是对身后的昭华所说。 昭华迟除不前, 他真会让他看金箔侯府的罪证吗? 第173章侯府罪证。 昭华跟着魏简, 一路走出莫运轩。 他不知他要去何处, 好几次想问他, 终是忍住了。 后来, 他们从侧门而出, 外头也有马车候着。 魏简上了马车, 昭华则站在外面, 越发吃醋。 魏简, 这是要去哪儿? 男子修长的手指, 轻挑车帘, 露出那线条分明的下颌。 还怕本相将你卖了不成。 昭华犹豫后, 大着胆子跟上。 毕竟阿莱还在他手里。 马车的车孤鹿压过石板鹿, 在这寂静的夜里, 发出当妄想。 车厢里没有长灯, 一片黑。 昭华看不清魏介, 魏介也看不清他。 二人沉默无声。 一盏茶后, 马车停在魏介的别院外。 昭华袖眉拧起。 难不成, 他将金箔侯府的罪证放别院了? 别院里有间屋子, 昭华以前从未进去过。 这屋内放置着许许多多, 类似卷宗的东西。 昭华打量四周时, 魏介不冷不热地警告。 这里到处是机关, 别乱碰。 昭华听了, 干脆立在原地不动了。 同时, 魏介绕过那些架子, 从某处取出一打共状。 他将它们拿给昭华, 这就是你未来的夫家。 昭华双手接过, 仍觉得难以置信。 他就这么放心给他看了。 魏介像是看出他的疑惑, 冷声道。 想毁掉这些罪证, 你也得有本事走出这儿。 他始终没拿正眼瞧他, 仿佛艳恨他之身。 屋内有一方桌。 昭华坐下, 细细看起那些罪证。 这里面有被害者的供述, 也有加害者的。 有些供状内容, 可谓是令人发指。 事发地, 大多在金箔侯的封地上。 他手底下的管事欺男罢女, 无恶不作。 甚至, 还有做假仗, 私通外敌的行为。 最令昭华震惊的, 是一份来自大漠杜甫的名册。 那上面, 记录着与杜漆山勾结的天启大臣。 许多都是他比较陌生的名字, 但, 雍王和金箔侯竟然也在里头。 刹那间, 昭华茅瑟顿开。 原来, 当初魏介隐藏身份潜入杜甫, 是为了这份名册。 他早就开始调查金箔侯了。 纵下行恶, 通敌叛国。 魏介这些罪证, 可谓是样样弃权。 难怪金狮子说, 金箔侯府完了。 怪就怪在, 昭华还有前世的记忆。 他能确定, 金箔侯是冤枉的。 可这些罪证, 又是怎么来的? 昭华心中矛盾纠结。 不知不觉间, 他的手都在抖。 看完了吗? 魏介近乎冷漠地催促。 昭华抿了抿唇。 魏相, 这些, 真的准确无疑吗? 魏介没想到, 他还不死心。 届时自有圣上裁决, 要昭华放弃金箔侯府, 无异于自断语义。 他摇头, 还是选择相信前世的经历。 不, 这些肯定有问题。 他将那些罪证, 笼到自己怀里。 魏相, 你应该再查清楚些。 不该贸然将他们呈给父皇。 魏介毫不留情地将他拽起, 本相做事, 何时轮到你来插手? 那些罪证浮乱一地, 白纸黑字, 明明白白地容不下一点犹豫的灰色。 魏介既然找到这些证据, 就会秉公处置。 他不可能逊私。 更何况, 金箔侯与他并无私交。 昭华手里还紧钻着一张贡状。 魏介没风微脸, 聚起一小团运火。 他质问他, 为何这般护着金箔侯府? 就因为你想做狮子妃, 想做未来的侯夫人。 昭华, 我不揭穿你, 是给你改过向善的机会。 可你呢? 你这是在做什么? 你何时变得如此是非不分? 昭华如梗在喉。 我没有, 没有什么? 没有妄想毁掉这些罪证吗? 我让你看这些, 仍是给你一个选择的机会。 但你依旧令我失望。 是我在给你机会。 昭华被逼急了, 怒然反驳, 我怎能看着你感情用事, 一意孤行, 冤枉好人, 看着你犯下悔恨终身的大错。 魏介粗然愣住。 他甩开他的手, 格外小心地捡起那些罪证, 将他们叠放好。 魏介的影子被烛光拉长, 显得估计凄凉。 我感情用事吗? 他低谋苦笑。 你与金柿子相识多久, 就对他如此维护。 你还要嫁给他? 他末地抓起他手腕, 眼眸含着令人胆寒的笑意。 你想做柿子妃, 那边看看, 是你嫁得快, 还是金箔侯福岛得快? 第174章魏剑, 你公报私仇。 昭华愕然地望着眼前的人。 他那双眼睛温润似春风, 却说出这等令人心凉的话。 他突然意识到, 这一世, 金箔侯福若是提前覆灭, 那便很可能是他引发的变故。 是他与魏介的私人恩怨所引起。 而此时, 魏介自己都没想到, 他会有这等卑劣的念头。 他得不到昭华, 也不愿看着他嫁与他人。 他可以容他在皇城, 却不能容他睡在他人身侧。 二人在烛光中对峙, 那情绪上的波动, 被那昏黄的光照的透亮。 昭华看着魏介, 喉咙发芽。 如果, 如果我不嫁给金柿子, 你会给金箔侯福一个机会吗? 魏介手指紧压, 压制住那不受控的念头。 而后, 他松开他的手腕, 望向别处。 本相公事公办, 与任何人无关。 他要走, 昭华扯住他衣袖。 魏介, 请给我一年。 一年时间, 我会证明金箔侯的清白。 魏介淡然一笑, 他云淡风轻, 觉得他异想天开, 不自量力。 昭华怯切地望着他。 魏相, 若不查清此事, 我便不嫁。 魏介脸色清俊, 好似已然驱除所有的阴影, 如那春风暮雨, 叫人以为他是多么和气的人。 公主言重了。 您要嫁人, 与臣何干? 与此案又有何干? 您想查案, 自可去向皇上请命。 昭华紧抓着他袖口不放, 眼神悲淒, 仿佛被逼得走投无路, 嗓音发颤。 魏相, 究竟想要我如何? 魏介扯出自己的衣袖, 眼神漠然。 臣只做分内之事。 公主, 莫要虎脚蛮缠。 您该回了。 说吧, 他就要离开这屋。 魏介, 昭华高声叫住他。 你公报私仇。 好, 你就毁了金伯侯府吧。 这与我没干系了。 我想嫁人, 这天底下男人多得适。 我如今是公主, 自然能嫁个高门子弟。 魏介背对着他而战, 面色平静无波。 臣住院公主, 早日觅得如意郎君。 他无动于衷。 金伯侯府, 他是无论如何都不会放过了。 昭华想追上他, 情急之下, 他不慎按到一个木架上的凸起。 煞时间, 他脚下的地板裂开了。 啊, 身体急速下坠, 昭华本能惊叫。 紧接着, 一道熟悉的身影飞下来, 搂住他。 是魏介就他来了。 可是, 他还没来得及抱他飞上去, 那地板就合上了。 最后, 那一点光亮被挡在上面。 他们所处的空间伸手不见五指。 这之后, 魏介用轻弓护体, 带着他轻盈落地。 得魏介相救, 昭华才没有摔。 在那混沌式的黑暗中, 他怕被丢下, 便抓住魏介的衣巾, 不敢松开。 站稳了。 魏介掰开他的手, 语气距人于千里之外。 昭华怕这陌生的黑暗, 身子微微颤抖。 下一瞬, 魏介打开火折子。 见到亮光, 他这不是才有所缓解。 这里是什么地方? 我们怎么出去? 魏介没有回答, 举着火折子在墙边寻找机关。 昭华紧紧跟着他, 确切地说是跟着那团光亮。 他以为这是魏介的别愿, 他一定清楚各个机关。 那他很快就能打开出口, 带他出去。 可是, 过了好一会儿, 魏介还在摸索。 昭华看出他的不熟悉, 直接问他, 你不知道机关在哪儿吗? 嗯。 他闷声回应, 似是憋着骨怨气。 昭华不可思议地瞪大眼睛。 怎么可能? 你不是这儿的主人吗? 第175章, 他甘之如頤。 火折子的光就那么丁点, 照着魏介俊美折仙的脸, 以及他脸上那抹造诣。 此处是心埋的机关, 还未完工。 我警告过你, 别乱动。 你…… 他顿住, 没再继续责怪, 也罢, 就这么等着, 总不至于死这儿。 抱歉, 昭华无从辩解。 即便他是无意的, 可后果已经造成, 多说无意。 他想到, 陆从就在外面, 这会儿肯定知道他们被困在地下了。 他只要再按一下机关, 这地板就能开。 可为什么现在都没动静? 昭华小步地跟着魏介, 问, 陆从知道这机关如何开吗? 魏介留给他一个背影。 不知, 昭华难以镇定, 那怎么办? 去找制作机关的匠人。 需要多久? 少则三五天。 魏介也不寻找出处了, 直接靠在墙边坐。 昭华也在他边上坐下。 为以防不时之需, 魏介吹灭了火折子。 四周再度一片漆黑, 昭华出于本。 递抓住他的胳膊, 怕黑。 他淡淡地发问。 昭华固执地否认, 没有, 那为何抓着我? 我。 他还想找借口, 眼前再次亮起一团火光。 循着那光望去, 他看见魏介古井无波的眼眸。 自己拿着, 他将火折子交给他。 昭华一开目光, 格外珍惜地捧着他, 眼睫轻轻颤动。 多谢。 他也平静下来, 不像先前那般愤怒张扬。 魏介没做声, 靠在那儿, 像是睡着了。 昭华知道, 他就是不想理会自己。 是已, 他静静地坐在那儿, 没再打搅他。 时值寒春。 夜里格外凉, 他们又身处地下, 更加艰难。 半个时辰后, 昭华冷得直打站。 他手里拿着火折子, 来回踱步。 魏介始终端坐那儿, 像即将作画的道长, 不受外界干扰, 闭目养神。 昭华暗自犯嘀咕, 他不怕冷吗? 许是他这不断走动打扰到他, 魏介睁开眼, 开口问他, 很冷吗? 昭华已经动得发抖, 闻言他心里直翻白眼。 他没示弱, 扯开话题问, 那匠人住在何处, 来一趟怎如此费时? 魏介起身来, 物资解下自己的外衣, 给他披上。 昭华本想傲气地拒绝, 可是, 那衣上存着他身体的余温, 整个包裹住他, 甚是暖和。 他一沾上, 就不想脱了。 只这一回, 他就厚着脸皮, 接受他的好意吧。 不过, 见魏介穿着不太厚实的中衣, 他又过意不去。 你不冷吗? 魏介没有回答, 继续坐下养神。 昭华默默挪开, 他如今这般厌恶他, 一句话都不想跟他多说, 他就该离他远些, 希望陆从早点搬救兵过来。 但这一等, 也不知道等了多久。 魏介的外衣不足以抵御寒冷, 昭华根本睡不下。 他估摸着, 此刻定然天亮了。 尽管不幸被困在这儿, 但至少为金箔侯府争取到一丁点希望。 还冷吗? 魏介突然出声, 打破死记。 昭华愣正地看过去, 有些冷, 但我撑得住。 否则还能怎么办? 总不能让他再把中衣托给他。 坐过来, 他语调平缓。 昭华不明所以, 拒绝的话脱口而出。 不了, 我就坐这儿。 过来。 魏介似没了耐心, 这话带着命令式的强调。 昭华心想, 他让他过去, 应该是觉得两人坐在一起, 能够暖一些。 他实在太冷了。 于是, 他起身坐到他身边。 这才刚坐下, 魏介便握住他的手。 昭华脸色僵住, 立马挣扎。 你, 你干什么? 他也不解释, 但随后, 一股热量从他掌心圆圆不断地传过来。 他恍然明白, 原来他这不是轻薄他, 而是在给他运功取暖。 昭华的身子暖和起来, 一手拿着火折子, 一手不由自主地握紧魏介的手。 这内功真是好东西, 难怪他不怕冷。 魏相, 多谢你。 他舒服了, 嗓音就变得婉转。 魏介毫不动容地松开他手, 再受不住了, 便来找我。 多谢。 他再三道谢, 魏介的语气却转为冷音。 如此寒冷, 能换来金箔侯府一线生机, 你定是甘之如鱼。 虽说这的确是他所想, 可听他这样说, 他心里不是滋味。 魏相不必挖苦, 我说了, 我不在乎金箔侯府的存亡了。 从这里出去后, 我就去物色别的狼卷。 魏介抬眼看他, 嗓音轻润又沉裂。 本乡奉劝你, 先去算算命, 或许你命中克服。 昭华顿时怒气, 你这话何意? 第176章将他毁得更彻底。 魏介这话着实叫人气恼, 难不成他看上谁, 他就要迫害谁吗? 昭华不好跟他硬碰硬, 他本着脸将怒气压回去, 起身坐到别处。 魏介则继续闭目养神, 如老僧入定。 慢慢地, 昭华也感到困乏, 他靠在墙边缓缓入睡。 啪哒, 火折子掉在地上, 他也顾不上捡起。 这一觉睡得很稳妥, 至少他没有阴寒冷冻醒。 迷迷糊糊中, 他反而感觉到暖流满意。 好暖啊。 几个时辰后, 昭华鸡肠鹿鹿地苏醒, 他没有完全回神, 入目皆是黑暗, 他一个机灵。 绿兰? 他还当自己是在公主府的寝室内, 手一抓, 却抓到一只大手。 他这才清醒过来, 想起他身处的位置。 他们还没有被救出去, 而他抓住的是魏杰的手。 昭华立刻松开。 你怎么会在我旁边? 他之前明明离他很远。 黑暗中, 他听到魏杰淡定地回。 这话应该问你自己, 是你摸索过来, 缠着本相取暖。 黑漆漆地, 根本难以辨别位置。 或许真是他睡梦中未寒, 无意识地靠近了魏杰。 昭华无从狡辩, 手在地上摸, 咕弄着。 火折子吗? 我收起来了。 那就好。 昭华现在熟悉这地方, 也就用不着他。 他眼下更大的危机, 是饥渴交迫。 我们被困多久了? 外头还没有动静吗? 魏杰抬头往上看, 欲谋深暗, 四谈四冤。 许久了, 只怕还会更久。 听他语气消沉, 昭华心中惶惶不安。 魏杰, 我们能想法子自救吗? 他功夫高强, 应该能正开地板吧。 魏杰不置可否, 昭华便不再追问。 嗨嗨, 魏杰突然咳嗽起来。 昭华立即警觉。 你怎么了? 是不是受寒了? 魏杰没有回答他。 昭华意识到, 他的外衣还在他身上。 他赶紧脱下来, 还给他。 你把衣服穿上。 不用。 魏杰拒绝了, 并起身离开他。 昭华随之起来, 凭着感觉抓住他。 可他起得太快, 头脑发沉, 瞬间无力地倒下。 他没有摔在地上, 而是被一道臂弯揽住, 跌入魏杰怀中。 熟悉的触碰, 在二人心湖激起波澜。 他们皆沉默了。 少请, 魏杰发话。 站稳。 他膝子如今, 推开他, 让他自己站好。 他的外衣还在他手里, 莫名烫手。 魏杰, 你真的没事吗? 魏杰不作声。 昭华有些崩溃。 魏杰, 你这样只会让我良心不安。 他记得, 他误碰机关衰落时, 魏杰离他较远, 本不会落入危险中。 但他还是奋不顾身地救他。 他并非铁石心肠之人。 魏杰因他陷于此地, 他会愧疚。 若他再因他, 有个好歹, 他更绝亏欠。 你不该来救我, 不该把衣服给我。 魏杰异常平静, 莫不是以为本相对你救情难忘。 换做别人, 我同样会如此行。 何况你如今是公主, 是金枝玉叶。 你在我这出事, 我难辞其就。 昭华坚持, 即便你这样说, 这衣服, 嘴角清澈, 含着几分自嘲。 侍臣思虑不周了。 男女瘦瘦不轻, 公主如今, 是要清清白白嫁人的。 他这话, 多少有些挖苦他的意思。 他是否清白, 他还不清楚吗? 听他这般阴阳怪气, 昭华一时气急, 将那衣裳丢了。 混账东西! 不识好胆, 爱药不要? 你和该染上风寒。 他还要上赶着, 求他穿衣不成。 忽然, 一只手用力抓住他臂弯。 紧接着, 一道掠寒危险的嗓音响起。 说谁混账? 说的便是你。 怎变? 你还想逞凶? 卫界冷喝一声。 金柿子一咳, 你便嘘寒问暖, 关怀备至。 换作我, 便是不识好歹, 昭华。 你我好歹叶夫妻百日恩。 你的心, 何曾对我软过一回? 你替金柿子作甚? 简直不可理喻。 他不否认, 更叫卫界克制不住那满腔怒火。 他旋即将他压在那石壁上。 你总说, 是我毁了你。 我真该将你毁得更彻底。 第177章挣扎, 痴心妄想。 卫界裹着昭华的手, 将其按在墙上。 他清冷的气息将他罩住, 使他在那逼着空间内, 无处可投。 放开我! 腰带被扯下, 一惊四散。 唇上都是他压抑许久的怒意宣泻, 比寒冷更甚的, 是他冷冰冰的肆虐。 隔着衣料, 昭华的后背摩擦出道的篮子。 他挣扎间大喊, 可是, 所有声音都被封锁在喉间。 他搓磨够他的唇瓣, 便咬他的锁骨。 大掌捂着他嘴巴, 让他不能叫喊出来。 漆黑之中, 昭华听得到他沉重的呼吸。 他疯了一般, 捏着他的腰。 滚烫的气息落在他耳畔。 他听到他的不满与埋怨。 你为何这样坏? 坏透了不是吗? 难道是我错吗? 是我对不起你吗? 我都放过你了。 你还想如何? 你就该离开皇城, 离开皇宫, 为何还要在我眼皮底下? 证据确凿的是, 为何还要横插一脚? 我为你的事, 违背我的良心, 不去揭穿你, 让你继续做这假公主。 还不够? 还不够吗? 你还想让我包庇金箔侯府? 真是痴人说梦。 你还想找别人? 好, 我让你去找。 他嘴上说着这些, 身体却与他死死纠缠。 被他那强大的力量稚固着, 昭华闭上眼睛, 血液被风动一般, 整个人都僵在那儿。 他的温热遍及他全身, 却无不暖他的心。 片刻后, 魏介冷静下来了。 他浮在他肩头, 呼吸错乱急促。 怒不可乐的是他, 动情的是他, 兵荒马乱, 逃之夭夭的也是他。 哪怕他不挣扎了, 他也不敢再碰他。 他绷着指尖, 将他的衣裳扯上来。 他像是被吓坏了, 一动不动, 连绳都不吭。 黑暗中, 魏介看不见他的神情。 他手微微发颤, 扶上他脸庞, 停留在他眉眼。 触碰到一抹湿润, 那是他悄无声息流下的眼泪。 昭华感觉到魏介的颤抖, 还有他此时的痛苦。 他们都没有说话, 任由那黑暗不断侵蚀他们。 最终, 魏介离开他, 独自居于一方角落。 昭华顺着那墙壁滑倒, 暴毙蹲下, 净险无助。 他只想着复仇, 自以为正义。 其实, 在这个过程中, 他何尝没有伤害别人呢? 魏介便是被他罔顾真心, 才落到这个境地。 这样的他, 与贵妃, 家和他们合一。 昭华内心经过一番强烈争斗, 终是选择开口, 与魏介开诚不公地谈谈。 是我有负于你, 你恨我也是理所当然。 在大漠, 是我骗你在先。 我想回天启, 太心急, 利用了你。 对不起, 怀安, 我真的错了。 我也知道, 不该欺骗你感情, 可我总是做不好, 没能好好解决此事, 反而让这谎话越积越多。 到如今, 我都不记得, 我究竟同你说过多少谎言, 你一定很难受。 对不起, 魏介没有回复他任何话。 他喉咙哽咽, 接着道, 我只顾自己, 没有想过你的感受。 我以为, 你不会在意。 闹到如今这一步, 我是怎么都没想到的。 没想到他会有取他的心思, 没想到, 他会为他做这么多事。 忽然, 魏介的声音传来, 如今说这些, 是为了金箔侯斧吗? 昭华否认, 不, 不为别的, 这是我们之间的事。 至于金箔侯斧, 我是真的认为, 金箔侯斧不会通敌卖国, 并非是因我想嫁入侯斧。 我嫁给金柿子, 也不是因为我喜欢他这个人, 我与他只是利益驱使。 之前与你说的那些, 或是为了圆谎, 或是我一时意气, 都不是我的真心话。 魏介没风俱起, 之前的不是, 现在这些, 就是你的真心话吗? 他不会轻信。 昭华抬手抹去眼角泪意, 抢笑道, 是真心的。 怀安, 能遇见你, 是我的幸运。 你待我很好, 这是事实。 如果我在大漠遇见的不是你, 如今是什么光景, 我真不敢想。 你是好人, 该有好报。 方才你说要毁了我, 却还是没有伤害我, 我也不想再伤害你。 跟你说这些, 是希望你明白, 我有我的无可奈何。 三个月, 魏介打断他的话, 他怕再听下去, 就要心软动摇了。 我给你三个月, 去查清那些罪证的真假。 兜兜转转, 他还是答应他了。 昭华情绪复杂, 一时不知如何回应。 这时, 轰的一声, 机关打开了。 主子, 你们没事吧。 第178章, 宋公主回府。 地板打开了。 昭华和魏介得以重见天日。 已经过去一天, 这会儿已经是第二天夜晚。 骆从举着火把, 照亮他们。 昭华一时无法适应这亮光, 伸出胳膊, 挡住脸。 之后, 其中一堵墙陷出暗门。 这门打开后, 便是一条通往上方的阶梯。 骆从喊道, 主子, 公主, 你们二位可以直接从那儿走上来。 一整天没吃过东西, 昭华又饿又累。 他艰难行走, 到了上面, 已是头晕眼花。 骆从会办事, 早料到他们会呃, 提前让厨房备了膳食。 卫介没有穿外衣, 终于白净, 沾了些灰尘。 骆从不敢揣测二人做过什么, 低着头请示。 主子, 要先吃点东西吗? 卫介淡淡地吩咐, 不用准备我的。 骆从会议, 又询问昭华。 那公主您, 我这边回府了。 昭华断然拒绝, 尽管他很饿, 却不能再厚着脸皮留下用膳。 昭华要走, 又想起来时是坐的卫介的马车。 他朝着卫介开口, 反请卫向。 卫介知道他意思, 直接下命令。 被马车送公主回府。 一盏茶后, 昭华回到了公主府。 不多时, 阿莱也被送回来了。 阿莱性命无余, 但受过刑, 多少有点伤。 昭华马上让人请大夫来。 阿莱躺在床上, 惭愧难当。 公主, 属下没能办好这差事, 有负所托。 昭华亲自为他擦去脸上的血污。 没事了, 你活着就好。 公主, 那些罪证, 就在卫向的书房里, 属下探查到了, 但忘了公主的叮嘱, 一时大意, 竟想着直接拿走, 这才引来祸端。 阿莱很自责, 他怕害了金伯侯府。 到如今, 他也不敢问, 卫向是不是已经拿着那些罪证去面圣了。 昭华温柔地笑, 阿莱, 别想这些了。 侯府暂且没事, 你安生休养吧。 阿莱很诧异, 却没有多问。 当晚, 陆从便亲自过来了一趟。 他奉卫界之命, 把金伯侯府的那些罪证踏印下来, 交到昭华手中。 昭华的心情起起伏伏, 三个月, 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 他也没有十足把握, 能够在这期限内查清一切。 陆从见他愁眉不展, 同他说道, 主子还让小人转告, 若公主有需要, 可以调遣卫府的随从。 卫界这也算是人之意尽。 昭华微微一笑, 替我谢过卫向。 陆从忍不住强调, 公主, 此事凶险, 您最好三思而行。 昭华点点头。 多谢。 公主这是折煞小人了。 陆从告辞, 回卫府复命。 莫运轩。 卫界还没睡下, 他浸泡在浴桶内, 双目紧闭。 脑海里回想着昭华那些话。 他说, 他不喜欢金柿子。 他其实早就知道, 但他一会儿, 是皇上逼他, 一会儿又说, 是他自己想要做柿子妃。 真真假假, 将他绕得糊涂。 今晚, 他倒像是, 说了回真话。 只是不知, 他不得不嫁给金柿子的理由是什么。 也罢, 就给他三个月时间。 莫运轩这边的事, 魏老夫人已经知晓。 第二天一早, 老夫人便将他叫了过去。 你昨日去了何处? 卫界有意隐瞒, 回祖母的话, 公务在身。 魏老夫人甚失望, 夹杂着浓浓的愤恼。 什么公务? 你真当我不知道, 跟祖母实话实说, 你失踪的这一天两夜, 究竟去做了什么? 第179章。 破了皮的嘴角, 魏老夫人也不绕圈子, 他直接挑明。 前天晚上, 昌平来府里找过你, 然后你俩一同坐着马车离开, 一整天没消息, 直到昨晚才回来。 这就是你说的公务。 自从知道他们表兄妹有私情, 他就让人多盯着些。 结果这么快, 被他知道他们外出私会。 他在府中忧心忡忡, 他们, 他们怎能如此离京叛道。 身为长辈, 魏老夫人却压不住魏界的气势, 他只能苦口婆心地劝。 接耳, 你可是一国之相, 是很快要娶妻的人。 可你现在, 哎, 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 祖母是为你好啊。 哪怕被当场拆穿, 魏界也表现得淡然无味。 他拱手行礼, 请祖母消气, 此事并非您想的那般。 我与公主已无私情, 魏老夫人铁青着脸, 责备他。 你自己糊涂, 也当祖母糊涂吗? 好生瞧瞧, 你那破了皮的嘴角, 莫说是你自个儿咬的。 魏老夫人实在觉得荒唐, 她不能再放任他俩这么胡闹下去。 宁家那边, 祖母已经回话了, 婚期就定在今年八月, 此事由不得你了。 魏界朗润的眼眸, 附上阴霾。 祖母, 何至如此逼我? 老夫人眼含着无奈, 再不逼你一把, 只怕你要做出更加糊涂的事来。 妻无才是你的妻, 这是你逃不开的命。 魏界手握成拳, 如玉般温和的双眸, 出现裂痕般, 倾泻出隐忍许久的愤闷, 勉强用理智压制。 祖母该知道, 这是谁的命。 碰, 住口! 魏老夫人勃然大怒, 打翻茶盏。 请客间, 万类俱计, 茶水湿了魏界的衣摆。 她站那儿没动, 一顺不顺地望着老夫人。 后者的脸色极其难看。 你怎可, 怎可说出这种话来? 魏老夫人情绪激动, 颤颤巍巍地站起来, 走到她面前。 她用那孱弱苍老的手抚摸她脸庞, 眼中泛起泪水。 我问你, 你就真的这么喜欢昌平吗? 这语气不似之前那样严厉。 魏界面色平淡, 都过去了, 祖母。 我说过, 我与公主已经结束, 魏老夫人信不过。 既然是这样, 你们就不该在私下见面了。 昌平也要嫁人了, 你总该为她想想。 她一个女子, 她突然想到什么? 着急问, 你与昌平可有余礼, 为了让祖母安心, 魏界撒谎了。 她从容地摇头否认, 并无。 事实上, 他们是该做的不该做的, 都做了。 魏老夫人以为, 她不会在这大事上骗她, 大为庆幸。 否则她真不知如何是好了。 魏界后退一步, 行礼道, 祖母若无别的话要说, 我便去朝会了。 到最后, 老夫人也没问出来, 既已经结束, 两人为何还要私会? 公主府, 为了早日还金箔侯府清白, 昭华早起看那些罪证, 范氏的那些人都已被抓。 一切矛头都指向金箔侯府, 出其一致。 昭华先约见了金柿子, 得知魏相愿意宽限他们三个月, 金柿子压在眉间的酬绪, 散开些许。 手得云开见月明, 他却不能在这时就松懈。 如此说来, 我们接下去要做的, 便是查清这些罪证是否属实, 是否能洗脱我父亲的罪名。 他也看了那些罪证, 乍一看没有漏洞, 但他还是敏锐地, 察觉到一些怪影。 宫门口, 魏阶刚下朝出来, 就遇见金柿子, 后者像是专程在宫门外等他。 魏相, 金柿子行了一礼, 感激意味十足。 魏阶看起来温和友善, 柿子有何事? 关于家父的案子, 有几处疑点, 想与魏相谈谈。 不知魏相可有空闲, 金柿子不卑不亢。 他终究是年轻几岁, 又无实权, 在魏阶面前就像个晚辈。 魏阶很好说话似的, 答应下来, 那便找一处茶馆, 坐下聊。 到了茶馆, 二人落座后, 魏阶开口却是。 昌平公主说, 他答应嫁与柿子, 是因利益使然。 柿子又是如何想的? 金柿子俊俏的脸上挂着笑意。 窈窕淑女, 君子好求。 陈兴月公主, 魏阶眼底生出一丝冷意。 晚上, 昭华刚沐浴完, 准备上床时, 有人从后面抱住他。 好一个君子好求。 第180章, 不要和他成婚。 魏相。 昭华听出他声音, 不过他好像喝醉了。 魏阶胳膊收紧, 将他用力抱着。 他下巴抵在他脖肩, 呼吸间喷洒出酒气。 给他三个月, 还是太长了。 我失回忆。 昭华听不懂他说什么, 也挣脱不开。 魏相, 你先松开我。 别叫我魏相, 叫我怀安。 他捏住他下巴, 将他脑袋转过来, 掘住他方唇。 细细的品味, 宝尝。 昭华被吻得面色泛红, 呼吸短促。 他是纵久行, 凶。 虚余间, 他便将他压倒在榻上。 死了。 本就遮挡不住多少春光的寝衣, 就这么被他撕成两半, 露出他粉色的小衣。 他阴晕着双眸, 眼底燃着星红火点。 清冷的君子, 终是退下那理智铸造的外壳, 与野兽无异。 他闲着他脖子, 与他交紧。 昭华又急又气。 放开, 你放开我。 他喊叫, 却不敢叫得太大声, 免得将人引来。 他掺和着浓酒味的气息, 洒落他一身。 沙哑的声音, 在他耳边回响。 你且告诉他, 你不喜欢他, 告诉他, 莫要妄想。 把你对我的狠, 都如法炮制在他身上。 去啊! 昭华伸手捂住他嘴, 担心十足的妄想障外。 他真是醉得不轻。 露从吗? 为何不守着他? 未见那大掌斧过他脖梗, 随后下滑落在他柔软处。 一握, 一念。 昭华呼吸一致, 即刻用力推他。 他倒在他身上, 薄唇轻气。 不要和他成婚, 我会。 他这话含糊不轻, 他听不清楚。 昭华双手抵着他肩膀, 继续推他。 可他太重了, 像做巍峨大山。 他弄得发热发汗, 最终任命一般地泄了力, 双手一摊。 垂眸看他, 他正睡在他肩窝处, 相当安眠。 昭华当即被气笑了。 他可真行, 过了好一会儿, 昭华才能将他推开。 他翻身起来, 换上一套衣裳, 去到屋外。 阿莱在养伤, 他只能叫绿兰。 你去趟卫府, 叫陆从过来一趟。 是, 公主。 巧的是, 绿兰就在门口碰到陆从了。 陆从这会儿也愁呢。 主子突然不见, 他们找了好一圈。 他猜想, 主子应该是来了公主府。 可这大晚上的, 又不敢贸然进公主府。 主屋? 陆从站在公主闺房外, 迟出不已。 他平时没正行, 这会儿倒是格外守规矩。 这, 公主, 怕是不妥吧? 小人怎能进您的房间呢? 昭华抱着双臂, 站在门边。 你家大人擅闯进去, 就很妥当吗? 这不一样。 陆从黑黑一笑, 一切皆在不言中。 昭华看了直皱眉。 你笑什么? 陆从立马换上正色。 公主, 小人实在不能进。 要不, 您等主子醒醒酒。 他清醒后, 自然就会走了。 说完, 他还盛上一瓶药。 这里头就是解酒药, 劳您给主子喂下。 昭华很是无奈, 接过药, 转身便回屋了。 掀开帐漫一看, 卫介正坐在床边, 一只手捏着眉骨, 神色难受。 别看他好像很虚弱, 昭华刚一靠近, 他就抓着他胳膊, 将他拽到怀里。 他只觉天旋地转, 回神便已坐在他腿上。 去哪儿了? 他眼神清明, 不像醉酒, 但他分明就是醉得不清。 下一瞬, 他便靠在他肩上, 下巴蹭着他颈侧肌肤。 耳并撕膜, 好不轻腻。 昭华凝着眉, 马上倒出一粒药, 送到他嘴边。 你醉了, 吃药。 卫介当即沉下脸来。 药? 你还想毒死我? 这不是毒药。 正说着, 他突然意识到, 跟一个醉了的人解释什么。 他能听懂吗? 昭华强行想把药塞进去。 卫介却来吻他, 看清他的脸后, 又一把将他推开。 你不是昭华? 你是谁? 他还踉呛起身, 他去哪儿了? 被推倒在地上的昭华。 他站起来, 果断含住那解酒药, 攥着他衣巾, 主动点脚亲吻他。 第181章 他在他床上。 昭华只用一吻, 将要送入卫介侯中。 这熟悉的感觉, 令他认出是他。 他要退开时, 他握住他腰, 发了狠的回吻。 他扣着他后颈, 余调缠绵又凄迷。 只有你是我的, 只有你。 另一边, 魏福。 老夫人辗转难眠, 想起白天和魏姐的谈话, 他这心里就不得尽。 他真的和昌平结束了吗? 服下解酒药的半个时辰后, 魏姐就清醒了。 他这才发现, 自己躺在昭华的床上。 而他则蜷缩在帐外的小榻上, 仿佛被揪占雀巢, 瞧着可怜兮兮。 他揉了揉胀痛的太阳穴, 回忆自己怎会来此。 之后, 他将睡着的昭华抱到床上, 又给他带好被子。 陆从在外面守了许久, 总算等到主子。 主子, 您没事了吧? 魏姐的头微微痛, 但不碍事。 他告诫陆从, 今夜之事不可向旁人提及, 尤其是祖母。 陆从连连点头, 遵命! 一日, 昭华醒来后, 就已不见魏姐的身影。 回想昨晚发生的事, 仍觉得不大真实。 没想到, 魏姐醉酒后是那副样子。 绿兰端来热水, 伺候他洗漱。 突然, 阿莱未经传照就过来了。 他伤势未愈, 脸色惨白如雪。 公主, 属下有事禀告。 昭华朝绿兰使了个眼色。 绿兰立即退出房外, 并关上了门。 合适, 说吧, 方才属下收到密信, 找到那个采华贼了。 昭华描眉的动作一顿, 确定是伤害苏婉的那个吗? 已经审问过, 他认了。 人现在在何处? 昭华转头看着阿莱, 甚是在意地追问。 公主放心, 那人已被严密看守起来。 只等您下一步指示。 闻言, 昭华很满意。 他唇角扬起一抹笑, 语调绵长。 真是个好消息。 他供出, 是谁指使他的吗? 阿莱点头。 根据他的描述, 找他办事的人蒙着脸, 很神秘。 但他声称, 事后有人追杀他。 他是死里逃生出来的, 还记得那些追杀他的人的特征。 只是找起人来, 需要一番功夫。 顺藤摸瓜, 总能抓到。 昭华深知, 家和做事仔细, 不会留下线索。 但, 百密必有一书。 比如, 这杀人灭口的活, 就做得不够利索。 怎么还能让人逃了呢? 皇宫。 家和到现在都以为那彩花贼已死。 他根本想不到, 那人已经被昭华找到。 过阵子就是春烈。 最近, 他正一门心思准备着, 想要在春烈上与金世子更进一步。 家和饭愁穿奶套骑马装, 便去找贵妃帮着看看。 贵妃却思而心切。 太子离开快一年了, 也不知在外头过得如何。 他已然不将太庙的皇后放在心上。 听说那女人每天除了吃就是睡, 完全成了个傻子。 派去太庙的那些人, 如今已被撤回来, 都被他派去打探太子的消息了。 母妃, 您就别担心皇兄了, 他必然能够平安归来。 我这事才要紧呢。 贵妃惯着他, 好, 母妃给你瞧瞧。 我的女儿生得美, 穿什么都好看。 转眼间, 就到了春猎。 这天, 轩人帝与大臣们先行拜祭礼, 祈求猎祖猎宗庇佑他们此行顺利。 猎场是家和的天下, 他的骑射一直很拔尖, 这次自然在护从之猎。 只是没想到, 昌平那个蠢货也在。 他会骑马吗? 和骑着马, 意气风发的家和不同, 昭华全程坐在马车里。 这春猎队伍浩浩荡荡荡, 光是随从的文武官员就有几十人, 个个都骑马而行, 配挂弓箭。 魏介也在其中。 他骑着马, 时不时与昭华的马车并列。 风吹起帘子, 他偶尔能瞧见他。 他腰上戴着香囊, 还是宁小姐送他的那个。 踏踏踏! 一个是从策马赶上。 公主, 这是我家世子送您的点心。 望您笑呢。 绿兰挑开车帘, 替昭华接下。 马车里传出女子愉悦的声音, 代本公主谢过世子。 这一幕正好落在魏介眼中。 他预谋顿沉。 此刻, 不远处的家河也望着这边, 目光暗藏阴毒。 三年前, 昌平就是他手下败将。 这次的春烈, 他也给昌平排了出好戏呢。 第182章 世子真有心。 马车里, 昭华没有吃点心。 他见到石河底下压着的字条。 是金世子约他今夜相见。 绿兰也看到字条, 不知道具体内容, 只当是传情。 公主, 世子真有心。 昭华并未解释, 点心你全吃了吧。 绿兰眼前一亮。 公主, 这可是酒香摘的点心, 全给奴婢吃吗? 昭华笑道, 瞧你这馋嘴样。 绿兰一高兴, 话也就多了。 公主, 奴婢都瞧见卫相好几回了, 他好像一直离我们不远呢。 昭华表情微变, 却还镇定自若。 对列安排便是这样。 三个时辰后, 一行人抵达围场。 彼时已近黄昏, 众人驻扎整顿, 立起大大小小的帐篷。 轩人帝的御用营帐, 位于中心, 层层设防。 春猎期间也要处理政务, 一而旁边还设有临时的意识处。 男女帐篷分别位于两侧。 眼看着到了约定时间, 昭华换上一套轻便的衣裳, 悄然出去。 谁知, 他还没走出多远, 就被一道黑影卤了过去。 救, 嗯, 一声救命都来不及喊, 那人就将他拽入密林深处。 借着月色, 昭华抬眼一看, 便瞧见卫界那张清冷俊逸的脸。 他有些狼狈, 发际散乱, 垂下一流, 净显连人之姿。 卫界一开手, 他才得以开口说话。 卫相为何带我来这儿? 他不是应该陪伴圣驾吗? 卫界神色晦暗。 你要去哪儿?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去见金柿子吗? 卫界根本不接他的话。 昭华气急反笑。 卫相, 这与你无关。 他有什么资格过问? 卫界脸上没有丝毫脑衣。 事该多见见, 金柏侯服只剩下三个月, 留给你们的时间不多。 不过, 公主应当注意防范。 不带侍卫就去赴约, 半路被人掳走都无人知晓。 昭华, 貌似除了你, 没人会对我干出这事。 他面上客气。 多谢卫相提醒, 卫界松开他, 还照出一名暗卫, 留给他用。 然后他就走了, 也不问他要去哪儿。 昭华望着他渐远的背影, 手不自觉握紧了。 金柏子约见昭华, 是为了与他商谈正事。 他表情凝重, 如仇云密布。 我收到消息, 有人遇在春猎行刺杀之事, 谋害我父亲。 昭华并不意外, 士族想要除掉金柏侯,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知道主谋是谁吗? 他问, 暂无头绪。 因而我想将计就计, 抓住那些刑刺之人, 在逼问主。 昭华私存片刻, 觉得可行, 但此事有变数。 柏子有几成把握, 总得试试。 有理, 那便这样安排。 不过, 柏子既然也有主意, 找我来, 应该不只是为了说这事吧。 金柏子很欣赏他这股聪明劲。 想委屈公主, 茗玉帮我演一出戏。 昭华同意, 可以, 柏子细说说, 我需要公主假意伤我。 如此, 我便有理由留在帐中休养。 这不成问题。 两人谈完正事, 就要回各自的营帐。 金柏子却冷不防提起一个题外话。 早就想问公主, 卫相是否知晓你并非昌平? 昭华并不想让别人知道, 他与卫界的事, 包括金柏子。 他矢口否认。 卫相没有柏子这般了解昌平, 自是很难发现。 金柏子微笑, 那我便放心了。 但以他的聪明, 已然猜到他在隐瞒。 卫相知道他们的婚事, 是利益使然。 这便经不住推敲了。 昭华要出密林。 没成想, 碰见有人在林中私会。 更令他错愕的是, 其中一人是卫界。 女子带着哭腔问, 卫相, 您真的八月就成婚吗? 是。 昭华心绪平静, 原来他要成婚了, 难怪能决定不再纠缠他。 谁在那儿? 出来! 那女子竟然能发现他的存在, 手中长鞭一出, 朝着昭华这边飞来。 第183章, 拉拉扯扯。 昭华脚下一退, 眼看长鞭如同毒蛇, 直击他面门。 千钧一发之时, 未见长袖浮起。 旋即, 暗器从他袖中飞出, 击中那边身。 啪! 鞭子偏转, 打在昭华旁边的树干上。 他亲眼见到, 后时的树干出现一道裂痕。 可想而知, 若方才那一鞭子打在他脸上, 会有多痛? 被阻止的女人不解。 卫相, 您为什么? 紧接着, 他也看到树后躲藏的人, 脸色惊变, 昌平公主。 怎么会是您? 女子穿着明艳, 一头长发, 像男子般竖起。 瞧着就是个不好招惹的辣性子。 昭华不认得此人。 不过看他这身好功夫, 大概是出自武将之家。 在外人面前, 卫界礼数周全。 他微微低头, 向昭华请礼, 见过公主。 旁边的女子也反应过来, 赶忙收起鞭子行礼。 臣女见过公主, 刚才臣女冒犯, 还望公主恕罪。 昭华确实被吓到, 但还不至于降罪。 那女子心虚得很, 匆匆告退。 卫界转眼看向昭华, 见他茫然, 便对他介绍。 那是陈将军的千金, 承诺。 昭华敷衍回应, 将军有女如此, 慎性知智。 他没有别的话, 静止走开。 卫界抓住他臂弯, 与金世子谈完了? 他表现得像是不放心他, 一直在这儿等他。 昭华头也不回, 正声警告。 卫像这般拉拉扯扯, 被人瞧见就不好了。 闻言, 卫界立即松手, 面色淡漠。 说得在脸, 只是习惯使然, 一时难以改变。 昭华心口堵着一口气, 不欲多言。 他们就此分开, 回各自的帐篷。 这一夜, 众人相安无事。 次日, 号角一响, 围场狩猎便开始了。 为让野兽繁殖, 生生不息, 整个山林被分成许多个小围场, 每年在不同的围场进行活动。 今年的主场在北面, 其余地方禁止撕裂, 围者受罚。 围场中设下看台, 方便众人观赏围猎过程。 那看台高五丈, 长, 宽个二十丈, 可容纳百余人。 昭华此时就在这看台上。 宣人帝今日也要御驾出行, 穿着一身金色盔甲, 格外显眼。 他旁边就是家和。 今日家和穿着红色的骑马服, 很衬他的肤色。 他一出场, 就吸引不少人的注目。 不过, 昭华留意的不是他, 而是那颇有英姿的陈将军之女。 昨晚密林一见, 也没瞧个真切。 现在才算看清, 这陈诺是个浓眉大眼的美人, 与宁妻吴娜等端庄亲历的风格截然不同。 时常骑马的人, 架势都不同。 陈诺策马来到魏界身边, 完全不掩饰自己的心思。 魏像, 今日可要与我比试比试。 魏界没有换骑装, 更没有盔甲护身。 他仿佛只是走个过场, 没有狩猎的性质。 那样云淡风轻, 却更叫人觉得他高深莫测。 面对陈诺的战书, 他从容地回绝。 要叫陈小姐失望了, 本相近日记杀生。 陈诺顿时满脸颤枉。 狩猎开始, 众人策马进入密林, 前面还有猎犬开刀。 这春猎表面一派祥和, 骑士暗流涌动。 家和出发前, 望了眼看台上的金柿子。 他脸上透着股势在必得的野心。 金柿子并未注意, 他朝昭华望去。 两人眼神交汇, 便明白彼此所想, 是时候动手了。 第184章, 晴雀。 昭华按计划, 在金柿子过来搭话时, 突然暴躁, 把刀伤了他。 煞食鲜血喷剑! 周围人瞧见, 纷纷惊叫起来。 啊呀! 伤人了! 有人拦昭华, 有人帮扶金柿子, 还有人喊随行太医。 顿时乱成一锅粥。 之后, 金柿子被扶回帐篷救治。 他有戴抚衣, 没让太医近身。 昭华趁人不查, 进入他帐篷里。 金柿子躺在榻上, 腰间衣服已被染红大片。 看着吓人, 其实是他提前准备的露血。 昭华也是头一回动刀子, 怕真的伤了他。 金柿子眼中带着笑。 公主宽心, 我没事。 你那一刀很有分寸, 只是划破衣裳, 没有伤到皮肉。 昭华隐隐不安, 向他确认。 一定要你亲自过去吗? 你会功夫? 金柿子微微咳嗽一声。 他看起来憔悴病弱, 家父危难, 我又怎能坐视不理。 哪怕手无寸铁之力, 也当亲自前往看顾。 真是个大孝子。 昭华心中明了, 看来这金柿子也有诸多秘密。 他那病容, 很可能也是伪装。 二人对此心照不宣。 少请, 金柿子换上一套黑色镜妆, 妖孽的丹凤眸, 俊美中不失灵力, 与平时的虚弱判若两人。 他留下一个仆从假扮自己, 离开前叮嘱昭华。 只怕有人来探望, 这边还请公主照服依二。 昭华点头, 嗯, 你且放心去吧。 绿兰在外守着, 帐篷里就剩下他与那仆从。 后者躺在被窝里装受伤, 没动静。 逆临内, 卫界一路跟从轩人帝, 护卫他安全。 轩人帝兴致盎然, 看到什么都想炼。 打到许多猎物后, 他龙颜大悦, 不禁感慨。 都说英雄难过美人观, 朕觉得, 这感情之势也像狩猎。 一个跑, 一个追, 看起来那跑的是猎物, 其实还真未必。 若这些小东西不跑, 朕反倒没这个兴致去追呢。 追逐中, 方剑勤去, 后边的臣子们纷纷附和。 皇上所言极是。 轩人帝又冷不丁地问, 卫相, 朕怎么听闻? 你与您家姑娘的婚事近吗? 卫界的眉眼静淡如水, 起唇回道。 尚在商议, 轩人帝朗笑, 卫相还是这么稳妥谨慎。 不过这姑娘家的, 可不能谅他太久了。 早早取进门的好, 就怕这夜长梦多, 突生变数啊。 卫界眼中似有深意, 吴皇明见。 轩人帝惋惜道, 卫相大财, 可惜幼年定轻, 否则朕还真想将公主许配给你。 这也只是玩笑话。 让这么一个天纵奇才做驸马, 实在抱殲天物。 围猎继续。 陆从从后面跟上, 差不多与卫界并驾。 主子, 小人有要事禀告。 卫界望向前方, 铜色清浅淡薄。 皇上去追老虎了, 其他人都已快速跟上。 他拉扯缰绳, 放缓速度, 示意陆从说话。 四下无旁人, 陆从放心将看台发生的事, 说给卫界听。 后来, 公主就去了氏子的帐篷。 好一会儿了, 人还没出来。 孤男寡女, 共处一室, 确实引人遐想。 陆从本以为主子会有气, 不料主子相当平静。 这也算要事吗? 卫界则被他大惊小怪。 而后又嘱咐陆从, 往后他与金氏子的事, 无需什么都报于我知晓。 这可让陆从难办了。 听主子这意思, 他还得有选择的禀告。 那他怎么知道, 哪些是需要上报, 哪些又不需要呢? 秀! 陆从一抬头, 就见主子一箭射中飞鸟。 奇怪的是, 主子没有射杀他, 单单射穿他的翅膀, 将他牢牢钉在地上。 鸟儿没死, 但也不好过。 他奋力扑腾着翅膀, 直到翅膀鲜血淋淋, 还是逃不过那肢骨。 如此下去, 早晚也要断气。 陆从不由汉毛直立, 他怎么觉得, 主子的不在意, 只是嘴上说说呢? 这鸟儿的下场, 真像昭华姑娘的前车之鉴。 魏杰仍是静如止水的样子, 看都不看那将死之鸟, 静止策马前行。 但他那方向, 却是出围场的。 第185章 魏杉对柿子做了什么? 昭华原本也担心, 有人来探望金柿子。 好在一个上午过去, 暂且无人来打搅。 想来这春猎实在热闹, 众人的注意都在围场那边。 他也好图个清闲。 帐篷里用屏风隔开两个空间。 昭华在屏风外侧, 那假扮金柿子的蒲丛在里侧。 午后, 昭华在看金柏侯府的罪证时, 外头有人来了。 他就听见绿蓝的声音。 奴婢见过魏像。 魏像, 我家公主在里头。 魏杰过来坐肾。 昭华连忙将罪证藏好, 起身往外走。 一出帐篷, 便瞧见魏杰一身月白素衣, 眼神轻正严肃。 陈廷闻柿子受伤, 特来看看。 竟不知公主也在此。 昭华面不改色。 柿子刚喝完药, 已经睡下了。 魏像稍后再来吧。 魏杰的目光顿显温良。 他还未嫁入侯府, 却已然是一副柿子妃的架势。 公主乃千金之躯, 如何能淤尊降贵地伺候柿子? 何况男女有别, 只怕公主照顾不周, 反令柿子伤重。 昭华打断他这话。 魏像, 这是本公主与柿子之间的事, 不劳你费心。 他怕他追究下去, 便会知道里头那人不是金柿子。 但其实魏杰早有此猜测。 若说是昌平刺伤金柿子, 这不足为奇。 可要是昭华做这事, 定然另有隐情。 魏杰眉眼温润, 服过一道决绝。 随即, 他便越过昭华, 镜子入内。 公主, 冒犯了。 皇上亦担心柿子伤势, 特命陈前来查看。 昭华想拦, 架不住他动作太快, 已经先一步进去了。 他只好紧跟上去。 魏像。 他不满地斥责, 本公主都说了, 柿子没事, 你怎能擅闯。 魏杰脚步不停, 直接走进屏风内侧。 踏上躺着的人瑟瑟发抖, 生怕被魏像发现, 虽将脑袋也埋进被子里。 殊不知, 这大有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嫌疑。 魏杰都不用细看, 就知道那人并非金柿子。 他长袖一挥, 就有一股无形的掌力泄出。 昭华跟进来, 恰好看到他出招的一幕。 床上那人瞬间不抖了, 看样子已被弄晕。 昭华愣在原地, 睁大眼睛质问。 你,魏像, 你对柿子做了什么? 魏杰转身面向他, 面上清冷淡漠, 语气发沉。 该是本相问你, 你对金柿子做了什么? 他人现在, 在何处? 昭华一时无措, 果然还是瞒不过魏杰。 他这会否认也没用了。 只要他掀开被子, 他就无从抵赖。 魏杰靠近他两步, 视线逼着促辖, 将他牢牢锁住。 还不说? 若是柿子出了什么事, 你能承担吗? 昭华不松口, 眼神坚定地下逐克令。 这是我们的事。 魏杰,请回。 他侧过身子, 给他让路。 魏杰目光辽远, 像在想些什么。 好一会儿, 他才复佑开口。 你们想做的, 无非就是替侯府翻案。 此前柿子找过我, 他所说的那些疑点, 根本不足以证明清白。 三个月? 你真以为, 这三个月能改变什么吗? 昭华眉头一横, 倔强地反驳他。 我信誓在人为, 魏杰下河紧绷, 顿险隐忍怒气。 那如今, 你们在作甚。 不好好查那些罪证, 却要在春猎上动手, 意欲合围。 这处处看守严密的围场, 你可知, 但凡发现异动, 会被认定成什么。 他这话很重, 却也并非唬人。 金柿子若, 悄悄在围场内动刀剑, 一旦被有心人当作把柄, 很可能要背上弑君的罪名。 届时, 帮柿子隐瞒的昭华也是同罪。 昭华稍微被他说服, 眼中闪过一抹纠结。 魏杰察觉出他有所隐瞒, 眉头紧锁起来。 告诉我, 发生何事? 昭华动了动唇, 似乎还在犹豫他可不可信。 魏杰口吻强硬, 又显得语重心长。 都这个时候了, 你还不信我? 我既然给你们三个月去查, 断不会让金柏猴在这个时段遇险。 昭华心绪复杂。 柿子他? 柿子怎么样了? 家和突然过来了, 惊得昭华同人一颤。 第186章, 他夺人所爱了。 家和听说金柿子被伤, 立马就过来了。 没想到昌平一直在里面陪着。 还有昌平那婢女, 竟敢把他一个公主拦在外头。 要不是为了维持人前良善, 他早就让人出手教训了。 黄姐, 你怎么过来了? 昭华适时出现, 挡住家和。 家和面上一片担忧。 我听说了你和金柿子的事, 不放心, 过来瞧瞧。 这回又是怎么闹起来了? 你们不是都要成亲了吗? 真不知昌平哪里好, 金柿子这般纵着他。 从小到大, 昌平伤他的次数还少吗? 但每次他都不长记性, 还是傻乎乎地跟着昌平。 昭华表现得很自责, 抬手抹眼泪。 黄姐, 我也很惭愧。 那会儿我心情不好, 好在柿子没事。 大夫说, 他需要安心静养。 我便想着, 是我做错事, 就该陪着他。 家和关切地问, 那柿子现在怎么样了? 他睡下了。 家和立马展开笑容, 如此便好, 我就怕父皇知道了罚你, 这才来打听他伤得如何。 他要真的进了金柿子的帐篷, 也是余理不合。 何况昌平还在场。 姐妹二人没说几句, 家和就扯了个理由走了。 昭华微微松了口气, 转眼看绿兰。 绿兰赶忙表忠心, 公主放心, 奴婢没说位相也在里头。 帐篷内, 位剑好像在自家, 颇为自然地安坐一方。 昭华进来后, 他低声野鱼。 家和公主心悦金柿子, 你却夺人所爱, 将来必是姐妹不合。 还用等到将来吗? 我那皇姐早就想除掉我了吧。 卫界恢复正色, 接着先前的话题, 问他, 继续说说, 柿子究竟去了何处。 昭华思虑再三, 还是决定坦白。 他却暗中保护侯爷了。 卫界盯着他那双眼睛, 要看他是否说谎。 昭华不慎自在, 避开他强烈的视线。 他不会多声事端, 除非有人先惹事。 卫界听出其中的端倪, 反问, 你的意思是, 有人要对金柏猴不利。 昭华没否认, 他又质疑, 你们是从哪儿得来的消息? 我不知道。 卫界眼神中浮过一抹凛然。 你什么都不知道, 还跟着他胡闹? 这不叫胡闹? 如何不算? 你为他担上逞凶的罪名, 可想过别人怎样看你? 皇上还会罚你? 卫界怒气不争一般, 严厉地训斥他。 昭华隐忍不发, 最终还是脱口而出。 你一个快成亲的人了, 自己的事都处理不好, 管这都做善。 卫界抬眼盯着他, 视线逼人。 他这简单一句话, 就令他陷入沉默, 无话反驳。 而他神情慕然的模样, 仿佛被戳中痛楚。 也是, 我管你们做善。 他语气悲凉。 少请, 卫界站起身, 默然离去。 昭华望着他背影, 心中泛起一阵酸涩滞闷。 既然注定不能在一起长相守, 他又何必来招惹他。 做出这副关心他, 在意他的样子, 根本没有意义。 一个时辰后, 逆临内。 轩人帝被一只漂亮的白狐吸引, 一心追赶他, 马骑的飞快将侍卫们甩在了后面。 就在他独自一人时, 危险发生了。 围场里竟然出现刺客! 轩人帝骤然紧张起来。 危急时刻, 好在侍卫救驾及时。 但皇上受惊, 今日的狩猎也提前结束了。 整个围场都在搜查刺客行踪。 各个帐篷也都遭到严查。 陈将军奉命办差, 来到金柿子帐外, 要进去查看。 绿兰一个婢女, 根本挡不住他。 皇上遇刺, 任何人都要细查。 公主柿子也不例外。 华! 陈将军领着一批人闯入帐篷。 昭华正靠在桌边小气, 被惊道士地站起身怒斥。 大胆! 谁允许你进来的? 陈将军拱手行礼, 一板一眼道。 陈奉命捉拿刺客! 随后, 拍一个白手, 示意手下进去查看金柿子。 眼看他们绕过屏风, 到那床榻边, 昭华平静的脸色僵了一瞬。 第187章 扎刺客, 金柿子的伤。 嘿嘿, 将军, 是要查刺客吗? 床榻上坐起一个人, 只手抵着唇, 咳嗽不止, 虚弱的像是病入膏肓。 陈将军抱拳行礼, 见过柿子, 金柿子唇色惨白, 将军免礼, 有刺客混入, 是得查个清楚明白。 这例行检查, 很快就结束了。 毕竟, 帐篷里的百剑一览无余, 没有能够藏身的地方。 有没有刺客躲藏, 一看便知。 陈将军弄得乌泱泱的, 一帮人走到哪儿? 这紧张可怕的气氛就临到哪儿? 他们走后, 昭华站在踏边, 神情肃然。 你还好吗? 金柿子微微浅笑, 索性没有大碍。 半个时辰前, 昭华正思索那些罪证上的疑点, 金柿子回来了。 他当时就闻到一股浓重的血腥味, 立马扶住他。 他受了伤, 胳膊上都是血。 他叫来他的府衣给他处理, 勉强刚处理完, 那帮人就来抓刺客了。 眼下, 昭华才得空询问他, 密林里发生何事? 怎么连父皇也遭遇行刺了? 那毕竟是他的亲生父亲, 他听闻此事也是心理意境, 单怕父皇有个好歹。 金柿子失血太多, 脸上这会儿还是喀白之色。 他孱弱地回答道, 皇上那边, 我不清楚, 我只知有人刑刺我父亲, 是个高手, 我们没能抓住他。 你父亲怎么样了? 他没事, 我已提醒他陌生章, 平安就好。 昭华心系父皇那边, 顾不上问别的这便与金柿子告辞。 豫章外, 也有不少大臣候着, 他们都是来关心探望轩人帝的各个愁眉苦脸。 但这些个臣子, 除了卫相, 轩人帝谁都没召见。 逃过一劫的帝王仿佛瞬间苍老几岁。 他靠在榻上, 疑心慎重地向卫界诉说, 卫相, 正坚信, 只使那些刺客的主谋, 一定就在外头那些人之中。 你说会不会是金柏侯? 先前青天间便说过, 此人与雍王一样, 都有反臣之相。 卫界站在帝王床侧, 不卑不亢的谏言。 吴皇莫忧心。 刺客一事, 陈将军正在查。 恕臣直言, 眼下皇上您应当从容应对, 不可自乱己心。 您一乱, 外面的大臣们必然也会生乱。 届时人心惶惶, 互相猜忌, 不利于朝政稳固。 轩人帝也赞同这个理儿。 可这刺客来势汹汹, 真叫人不安心。 此时, 李公公起饼。 皇上, 家和公主, 昌平公主求见。 轩人帝收敛愁容, 手一抬, 让他们进来吧。 卫界后撤一步, 躬身行礼, 臣先告退。 一出一进, 卫界与昭华打了个照面。 二人都装作不熟, 擦肩而过。 家和率先挤走到轩人帝踏前。 父皇, 可吓坏而沉了。 您怎么样, 没受伤吧? 都怪他大意。 他一心想着金世子, 却忘了此事。 前世, 也是在这年春烈, 父皇遭遇刺客。 好在和前世一样, 父皇只是受惊, 没有受伤。 得知轩人帝一点是没有, 昭华这吊着的心也放下了。 但他不解, 金伯侯遇刺, 父皇也遇刺, 怎会这要求? 这两拨刺客, 会是同一人指派的吗? 晚间, 昭华找到金世子, 想获悉更多关于刺客的线索。 他还带了分绿蓝做的糕点, 到地方才知, 卫界比他先来一步。 三人互相对望, 卫界看到他手中拎的石盒, 气氛顿时有了微妙变化。 第188章 表哥的教导。 昭华放下石盒, 较为别扭地唤了声表哥。 金世子假装不知道 公主请坐。 三人坐在桌边, 其中, 昭华与卫界面对面。 卫界毫不避讳地直言。 叶已深, 公主来此, 不觉得有为礼数吗? 表哥教导的是, 我没礼数惯了, 自是不及表哥亲正手脸。 习惯的事, 并非都是对的。 望公主有过则改之。 两人你来我往, 仿佛针间对麦芒, 金世子都插不上话。 昭华对卫界有敌意, 因他以为他来找金世子麻烦, 逼问其白天的刺客事件。 却不料, 金世子已经主动向他坦白。 卫界当着昭华的面道, 世子所言, 我已厘清。 从你的描述来看, 这两帮刺客应该不是同一批, 许是分开行动, 又或许是分属两个阵营。 不过有一点能够确定, 惊扰皇上的那批刺客并无杀星。 可能只为混淆事实, 扰乱排查方向。 昭华催问, 没有杀星? 卫相何以见得? 卫界看了他一眼, 眼神毫无波澜。 承问过当时在场的侍卫, 根据他们的叙述, 那些刺客没有使出权力, 并且不恋战。 金世子感受到区别, 坦言。 攻击我父亲的刺客只有一名, 功夫极高, 来去无踪, 招数也是千变万花。 听到此处, 昭华大胆推测, 会不会, 他们就是一伙人。 此次行动的主要目标是, 刺杀金伯侯, 但又怕墓地暴露, 便佯装攻击皇上。 这样一来, 就能将重点转移到市军上。 乍一想, 是有这个可能。 不过还有些细节对不上。 帐外, 陆从突然传话, 主子, 皇上召您过去, 卫戒只得先行离开。 他临走时, 目光壮若无意地 扫过桌上那盒糕点。 招华口口声声说 不喜欢金世子, 做的却都是贴心关怀的事。 他们相识这么久, 他可有送过他什么? 卫戒心头凉嗖嗖, 就像灌尽一阵冷风。 那冷意长驱直入, 便挤他全身。 卫戒走后, 招华还继续留在那。 他有困惑, 开门见山地问金世子。 你把今天的所有事 都告诉卫相了? 金世子点头, 苦笑道, 瞒不过的。 抱歉, 没有事先问过你的意思, 便什么都跟卫相交代了。 招华轻轻摇头, 稍显惭愧。 不,怪我。 是我先向他透露的。 他这个人最擅长袍根问底。 金世子并不责怪他, 他反而释然了。 我们都不必自责。 卫相并非卑劣小人, 他是君子, 会帮我们。 有他相助, 反而是件好事。 不过, 说到这儿, 他欲言又止。 招华眉头微醋, 不过什么? 金世子有些不好意思, 少年俱美的脸上微微泛红。 卫相说, 家和公主对我有益。 希望我能处理好此事, 免得公主你被针对, 陷于危险境地。 招华闷笑。 卫相真是多此一举, 家和公主单方面爱慕你, 为何要你处理? 话是这么说, 他其实也知道, 卫界是在为他着想。 但在他看来, 既然分开了, 就不该再掺和彼此的事。 否则便是藕断丝连。 金世子接着道, 卫相还告诫我, 下次不可将你牵扯进来。 我亦有反省, 今日的确是我考虑欠妥。 若有差池, 势必会连累公主。 看他这副歉旧的表情, 招华深表无奈, 也不必事事都听他的。 约莫害时, 招华将将入睡, 绿兰过来, 小声叫醒他。 招华好奇是谁, 穿上衣裳, 刚出帐篷, 便看到陆从那张焦急无措的脸。 公主, 是小人, 小人有要紧事。 第189章未见, 你阴阴我。 陆从, 发生什么了? 招华鲜少看见陆从这副表情, 仿佛天塌了似的。 他心中流淌过丝丝闷意, 连同这春日寒凉的夜, 都一点点尽头他的骨骼。 果然, 如他所想, 未解出事了。 陆从怕惊动旁人, 极力压低声音, 对招华说。 招华发现那些刺客的行踪, 便去追。 可后来一阵烟雾过后, 招子他们就不见了。 已经两三个时辰了, 迟迟没有招子的消息。 公主, 我怕招子有危险。 父皇知道吗? 招华急声询问。 父皇那么器重未解, 必定会派出御林军找人。 陆从并不这样想, 小人不敢惊扰皇上。 何况, 何况我们都找不到招子, 其他人就更加找不到了。 招华莫名, 生起一股造诣。 总该试试不是吗? 人多总比人少好。 你来找我, 我又有什么法子? 你们继续找, 我这就去禀明父皇。 陆从赶紧拦住他。 公主, 公主, 不可。 再让他们去找人, 只怕是白白耽误。 眼下只有公主, 您才能帮上忙。 见陆从说的这样笃定, 招华自己都挣了。 我? 我能做什么? 陆从的目光落在他手上。 您身体里的蛊虫, 应该能够给我们一个方向。 经他这么一提, 招华才猛然想起。 他上回遇刺后, 魏介便强行在他身上种下蛊虫。 他当时说的是, 一旦他有危险, 被人所伤, 他便能感知得到。 至于这如何感知, 他又没详细描述。 眼下, 先找到魏介要紧。 招华摊开掌心, 问陆从, 我要如何做。 陆从抱着剑行礼, 请公主随我们来。 绿兰瞧见公主被他们带走, 也想跟上。 招华制止他, 你在这守着, 随机应变。 是, 绿兰茫然地点点头。 魏介手下有个古术师。 在那古术师的引导下, 招华试着催动蛊虫的力量。 慢慢地, 他就像是突然有了感应。 一股剧痛袭来, 他差点承受不住。 那古术师操控着一只罗盘, 招华疼得厉害, 不知他具体如何做的。 片刻后, 他面露惊喜。 确认方位了, 陆从他们立马出发去寻人。 招华信不过这古术, 提出也要跟着去。 古术师发话, 公主若能跟着一道去, 这寻人的方位会更加准确。 陆从这才应下, 他们按照古术师提供的方向, 一路寻找。 最后竟已经离开春猎围场。 巫古师一直拿着他那个罗盘, 抵达一处半山蜜林时, 罗盘上的指针突然剧烈晃动。 招华看不懂这些, 但隐隐觉得, 卫介似乎就在附近。 陆从急得直挠头, 他催促古术师, 到底行不行? 为什么还没找到主子? 古术师额头上全是汗, 瞪着眼看他那罗盘, 喃喃自语。 应该就在这儿, 就在这儿没错。 有他这话, 陆从大手一挥。 招! 绝第三尺, 也要找到主子。 招华也没闲着。 他打开火折子, 如果古术师的推测准确无误, 那这附近应该有什么机关? 大家都在找人, 也没人顾得上保护公主。 随着寻找范围扩大, 众人散得越来越开。 招华在经过一个山洞时, 身体尤为躁动, 或许是他身体里的蛊虫有了反应。 他强烈感觉到, 卫介就在里面。 他想找其他人一起, 但这一转头, 却没见到人。 犹豫了几夕, 招华毅然地支身进入山洞。 山洞里十分漆黑, 火折子只能照亮一小块地儿。 招华强忍着对陌生之地的恐惧, 一遍遍换着。 卫介, 卫介, 你在里面吗? 他能听到自己的回音。 越往里走, 回音越强, 他也越惧怕。 前世被丢进蛇窟的记忆涌上来, 他好几次想后退出去。 但是, 想到卫介, 想到他可能身受重伤, 奄奄一息地躺在山洞里, 他就硬着头皮往前。 他感受到他了, 他一定就在前面。 卫介, 他声音发抖, 已有哭腔。 这山洞好像没有尽头, 他走了许久, 也没有走到底。 他犹如怪物的大嘴, 而他正走进他嘴里, 成为他的盘中餐。 本能的恐惧, 令他冷汗直茂。 卫介, 你阴阴我, 啊。 突然, 前面出现断层, 他踩空, 摔了下去。 这一摔, 手里的火折子也丢了。 哄, 昭华摔落在地, 浑身都痛。 没了火折子, 又掉进这未知的黑暗地带, 手还触摸到软黏黏的东西。 刹那间, 他紧绷多时的闲崩坏了。 卫介, 他脱口大喊。 突然, 某处角落响起微弱的声音。 我在。 第190章, 怕他死了。 在这一处恐惧中, 听到卫介的声音, 他如获就熟。 卫介, 真的是你。 你, 你在哪儿? 这里好黑, 他完全看不见。 忍着疼痛起身, 双手胡乱摸索着前行。 他只要循着声音过去, 就能触碰到他。 我在这儿, 昭华。 昭华小心翼翼地挪动着。 终于, 他找到他了。 他靠在一块石壁上。 他蹲下身, 摸到他的胳膊。 那一刻, 他如释重负, 忘记所有恩怨, 抱住他。 我找到你了, 我终于找到你了。 你都不知道这里有多黑, 多可怕。 你这混蛋, 你跑这儿来做什么? 卫介一只手轻拍他后背。 你怕黑, 为何还一个人进来? 我怕你死了。 太黑了, 他完全看不见他。 你, 你受伤了吗? 没事, 只是中了些软金散。 昭华摇头。 不, 你骗我。 他的声音很无力, 身上还有股血腥味。 能把他困在这儿, 想来伤得不轻。 卫介苦笑? 真是不好骗。 我该如何帮你? 等等, 我是不是压到你伤口了? 昭华是才反应过来, 赶紧要起身。 卫介却揽住他腰, 将他用力扣了回去。 他嗓音压抑沙哑, 没有压到。 就这样, 陪着我就好。 昭华靠在他怀里, 顿时就没那么害怕着黑暗。 卫介微凉的指腹划过他眼角。 你, 方才哭了, 担心我, 还是仅仅怕黑。 昭华用他的衣襟蹭掉眼泪, 绝强地否认。 没哭, 忽然, 他额尖传来温软的触感。 卫介在他额头硬上一吻。 他僵了一瞬, 反应过来后, 也没挣扎, 没反抗。 昭华, 你能来找我, 我很意外, 也很高兴。 方才听到你声音, 我以为, 是我死前有了幻觉。 他的声音太虚弱了。 昭华格外忧心, 你到底伤哪儿了? 我一路追踪他们至此, 不料他们早有埋伏, 我中了他们的暗器。 那梅梅花针, 打在我后肩。 一记梅花针, 就这般厉害吗? 针上有毒。 嗨嗨, 听到他咳嗽, 他心惊肉跳。 没事的, 路从他们就在外面, 他们, 他们很快就会找过来。 未见呼吸微弱。 我现在说的, 你认真听。 我与刺客交过手, 以他们的功力, 想要杀金伯侯, 合力起来, 绰绰有余。 或许我不该怀疑金世子, 但, 要么他内功深厚, 要么, 昭华听明白了。 你怀疑他和刺客是一伙? 这不可能。 未见的声音都蕴含苦涩。 你就这么, 相信他吗? 未见, 你别说话了, 保留体力, 我们一起离开这儿。 其他事, 我们出去后再说。 未见心口质闷, 他连一句反驳的话都没有, 看来是真的信任那金世子。 他松开他, 自嘲地轻斥一声, 语气消沉。 我们吗? 公主说笑了, 未免金世子误会。 你我还是有些距离的好。 昭华急了, 左右他说什么, 他都不满意。 未见, 你别这样行吗? 眼下是说这些的时候吗? 他竟显凄凉的一笑。 那我该说什么? 我们之间, 还能说什么? 那便什么都别说吧。 我是。 救你的, 不是来跟你争执的。 你, 未见真被气到。 你是来救我, 还是来故意呕我? 一听这话, 昭华也忍无可忍了。 你说呢? 我不怕危险地过来, 我还从那么高的地方摔下来。 他这身体, 现在还痛着呢? 昭华眼睛酸胀, 积攒的恐惧加莫名的委屈, 化为一滴眼泪落下。 他抬手逝去, 未见也安静了。 两人再无一句话, 昭华自我安抚, 慢慢平复下来。 他暂且忍下未见这怪脾气, 主动缓和转移话题。 你, 你有火折子吗? 我看看有没有出路, 他忽然握住他的手。 昭华, 回到我身边。 昭华心尖剧烈一颤, 瞬间哑然。 第191章他说, 我娶你。 魏介说出这句话, 是经过了一番深思熟虑, 情观难过。 昭华便是他的结。 他受过他的谎言, 选择与他分开, 从此和他再无瓜葛。 他以为很快便能习惯。 不过是回到从前, 彼时没有他, 他同样过得很好。 可事实是, 他忘不了, 放不下。 要他就这么与宁气无成婚, 他做不到。 他也无法眼睁睁看着昭华嫁给别人。 但这些日子, 他都忍了。 他克制私欲, 放他自由。 如果没有今晚这事, 他还能继续现状, 与他保持形同陌路。 然而, 他寻来了。 正如他刚才所说, 他不顾危险, 找到了他。 他该知足了。 只要他迈出一步, 他便会不顾一切地奔向他。 山洞内安静地可怕。 昭华漠然无声, 一时感知不到身体的痛, 只能感觉到心里的乱糟糟。 他好不容易能摆脱魏姐, 怎能再答应回到他身边。 更何况, 他要成婚了。 他们偷偷摸摸在一起, 又算什么? 依他看, 他定是摔糊涂了, 才会说出这种话来。 火折子, 有吗? 昭华假装没听到那话, 继续问他。 魏姐不容他后退, 在黑暗中精准地握住他胳膊。 回到我身边, 你疯癫了吗? 昭华阻断他的话, 我很清楚自己在说什么。 那你更应该清楚, 你大婚在即, 我也不可能做你的歉。 魏姐眼中流露出一道光亮。 如果你是在意这个, 那么, 我娶你。 他或许真的疯癫了。 堂堂魏家家主, 竟要做出此等荒唐的事。 昭华并不动心, 甚至还觉得讥讽。 我只当听了的笑话。 魏姐由于片刻, 终是说出心里话。 我知这很难相信, 但这是我肺腑之言。 我不会娶您气无。 他还未说完, 昭华便情绪激动地驳斥道。 魏夏, 莫要犯魂了。 您小姐何错之有? 你知他于如此境地, 与害人性命合一? 贸然退婚? 你要逼死他吗? 若是要踩着他人的名声 坐上这位家夫人的位置, 那我恐怕余生都不得安宁。 他当然相信, 只要他不愿, 就能把婚退了。 可他有没有想过 您姑娘将来的处境? 昭华前世就因名声被毁, 受了不少罪。 同为女子, 他太清楚 这世道对女子的苛刻与不公。 我没有那样的勇气, 能够忍受千夫所指。 我也没有那样的胆量, 能顶上间接害死他人的罪过。 你若非要这样做, 就是将害人的枷锁 强加在我身上了。 未借苦笑? 昭华, 我原以为你是自私之人, 却不想, 你如此大意。 那么, 你能为我想想吗? 我背负这不属于我的命运, 还要娶我不爱的女子, 我就该一辈子带着那枷锁, 遥遥望着你与别人恩爱一生吗? 昭华有些听不明白, 他牵住他下巴, 与他面贴着面, 呼吸之中。 而他接下来所说的每一个字, 都清清楚楚地灌进他耳中, 心里。 呃人我来做, 责任我来担。 我保证, 我会处理好, 不让你受一丝诟病。 他阴哑着嗓子, 继续道。 你说你没勇气, 没胆量。 可事实是, 从你在大漠接近我时, 从你承诺要陪伴我一生时, 我这行尸走肉般的曲窍, 才有了私心。 我明未见, 注定要担起魏家的兴衰重任。 这条路艰难, 我都撑过来了。 我从前以为, 两门连姻, 娶谁都无分别。 可我心中有了你, 才知道何为欢喜, 何为两相浅全, 不愿分离。 若再要我娶宁七吾, 便是叫我彻底祭出自己, 我心不甘愿。 他也会遭我冷落, 守一辈子活寡, 我们的余生, 只有痛苦折磨。 这, 就是, 你想看到的吗? 昭华, 你告诉我, 你要看着我爱而不得, 生不如死, 做一句空壳吗? 你回答我, 若你愿意, 我便不再纠缠你。 你我彻底断了这情分。 昭华心乱如麻, 不知如何是好, 他为什么非要逼他? 第192章, 只要他点头。 昭华迟迟不开口, 魏姐感觉到, 他的纠结为难, 可他等不及了, 于是, 他索性帮他决定。 我知道你有秘密, 你有你想做的事, 我不阻碍你, 只等你大事一成, 再来谈我们的婚事。 但眼下, 我只要你点头, 我数到三, 你不拒绝, 便是接受。 他温柔地抚摸他耳后软肉。 一, 二, 昭华紧张起来, 你先等等, 他数这么快, 叫他怎能说明白? 三, 嗯, 他不给他开口的机会, 直接一吻封住他的唇。 嗯嗯, 昭华伸手推丧, 却听他吃痛的闷哼。 他怕碰触到他伤口, 旋即手一缩, 无处安放。 男人呼吸渐重, 并且听着粗利了几分。 他的胳膊固着他的腰, 将他拖抱到腿间。 他顺着那力道, 贴上他结实的胸膛, 手心发潮, 揪着他那点衣精。 四下空旷寂静, 他们亲吻的声音, 被无限放大。 那缠绵的水声, 使着可怕阴森的山洞, 都变得燥热起来。 卫界带他温柔至极, 一吻闭, 他还流连忘返地, 含着他唇珠笋吻。 昭华有些缓不过神, 被他搂在怀中, 身子发软。 让我, 起来。 卫界不肯, 你可是答应了我的。 提起这事, 昭华便来气。 他何时答应的了? 这不是他强行倾塔, 他还来不及说话吗? 卫界, 你够了, 我。 他打断他的话。 其实, 哪怕你不应我, 和宁家的婚约, 我也是要想法子退的。 不过你现在应了我, 就是锦上添花。 我没有应你。 应了? 并且我方才闻你, 你也没推开, 还回应我了。 说着, 他抚摸他耳垂, 温声轻语。 昭华, 你心里有我。 昭华削闹, 你真是。 主子! 公主, 你们在里面吗? 话语被打断, 昭华有些生气。 废物的路从, 早不来晚不来, 竟这时候来。 他都来不及和卫界, 把这事说清楚了。 一帮人乌泱泱地进入山洞。 很快, 他们发现断层, 也发现了下方的两人。 路从举着火把, 率先来到边缘, 激动不已地大喊。 主子! 小人来救您了! 紧接着就看见, 主子抱着昭华姑娘, 两人很亲密的样子。 但在定睛一看, 情况很不妙。 主子那浅色的衣服上, 沾染了不少血。 周围还有好几具, 尸体。 这一看, 就是经历了场恶战。 与此同时, 卫界迅速捂住昭华双眼, 以免他看见那血腥的场面。 还有, 他自己身上的伤。 昭华扒了他手, 被他低声喝止。 闭眼, 别看! 被救上去后, 卫界只让昭华扶着他。 没多久, 他就因伤势太重, 晕倒过去。 出了山洞, 昭华才看清他的伤。 根本就不只是中了暗器。 他身上那么多血, 腿上尤其多。 那些刺客, 应该是埋伏在暗处, 集中攻击他下盘。 他因为腿伤, 才无法离开那山洞。 此处偏僻凶险, 若一直没人找到他, 那他很可能死在那。 哪怕不是饿死可死, 也会被野兽撕咬分尸。 不过这只是昭华的猜测。 事实上, 卫界内力深厚, 只要他调息休养, 过个几个时辰也能自己上去, 就是需要耗费一些时间。 到达营地, 陆从对昭华表达谢意。 公主, 这次多亏有您, 我们将主子带回去智商了, 您也快回吧。 昭华回到帐篷里, 绿兰见他这模样, 大惊失色。 公主, 您, 您怎么弄成这样啊? 挽起袖子一看, 都是瘀青。 昭华表现得无所谓, 并冷静地提醒绿兰。 我没事, 就是不慎跌了一跤。 你淡定些, 不要乱喊。 绿兰担心极了, 真的不用教太医看看吗? 公主, 您不痛吗? 当然痛, 不过比起这伤, 他更不想让人知道自己今晚做过什么。 没多久, 天亮了。 一大清早, 陆从送来商药。 公主, 小人有疏忽, 昨晚竟没有注意到公主也有伤。 昭华并不介怀, 和未见那伤相比, 他这不算什么。 他问陆从, 你家大人如何了? 陆从拧着眉头, 思虑甚重。 那暗期太毒了, 大人吐了好多险, 脸色还是不见好。 而且什么都吃不下, 这可怎么办才好啊? 昭华一听这情况, 脸色也凝重起来。 趁着众人都去春猎, 昭华让绿兰熬了粥, 让他送去。 不一会儿, 绿兰回来了, 却是哭丧着脸。 昭华见他这表情, 心中顿生起一丝不祥。 第193章, 公主真关心柿子。 昭华猝起眉头, 问绿兰, 怎么了? 他苦哈哈地回。 公主, 未想和柿子的帐篷挨得近。 那粥, 那粥被奴婢送去柿子那儿了。 昭华为之一阵。 怎会这样? 绿兰也知道, 这事儿半杂了, 十分自责。 奴婢快到地方时, 就被狮子的仆丛瞧见了。 他见我提着石河, 便以为我是奉命探望狮子的。 奴婢还没解释一二呢, 他便大喊了声, 都把旁人给招来了。 奴婢, 奴婢只好将粥交给了狮子的仆丛。 细想想, 这也不能全怪绿兰。 昭华很快调整好情绪, 柔身安抚。 没事, 再去熬一晚, 给卫香送去就好。 绿兰不仅没缓过来, 脸色还越发难看。 公主恕罪! 他咚的一声, 跪在地上。 绿兰, 你这是做什么? 起来说话? 绿兰没有起来, 支支吾吾道。 奴婢送完粥, 就瞧见卫香身边的陆从。 他, 他当时站在帐篷外头, 看到奴婢给狮子送粥了, 他脸色很不好, 奴婢就有些害怕。 然后, 奴婢也不知怎店, 鬼使神差的, 就去向他解释, 说待会儿再送粥给卫香。 陆从还没开口, 帐篷里的卫香就说话了, 他说不必再送。 之后, 陆从还瞪了奴婢一眼, 说奴婢笨, 早晚要换了奴婢, 换得更机灵的。 公主, 奴婢没把差事办好, 误了公主的事了。 求公主千万别不要奴婢, 呜呜, 奴婢还想继续伺候公主。 昭华听完这整个经过, 也是哭笑不得。 行了, 起来吧, 我不会换走你。 绿兰揉揉眼睛, 试探着问, 公主, 这粥还要继续送吗? 昭华微微点头, 要送? 你再跑一趟, 顺便再问问卫香的伤势。 但, 绿兰这第二趟去送粥, 还是没能讨个好。 没多久, 绿兰又提着诗盒回来了。 公主, 卫香不要。 昭华直皱眉, 那就算了。 他总不至于跟绿兰怄气, 可能真的是胃口不佳, 吃不下。 有太医为他诊治, 应该会慢慢好转。 这样想着, 昭华便放松下来。 午后, 他受到金世子的邀约, 他那字条上写, 要跟他商议一些事。 他去时, 正好碰见陈将军的千金, 陈诺。 后者正在卫界的帐篷外, 与陆从说着话。 卫香为何出不来? 你说啊, 他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陈诺十分着急, 陆从都不知该如何回答。 但他现在, 昭华下意识顿足。 忽然间, 陈诺一转头, 也看到了昭华。 陈女见过公主, 公主又来探望柿子吗? 您真关心柿子。 陈诺是武将之女, 嗓门比寻常小姐要大。 他这么一嚷嚷, 帐篷里的卫界也听见了。 尚在逼毒的卫界, 气血生肚, 吐出一口黑色的血。 噗, 陆从听到动静, 顿感不妙, 拔腿就跑进帐篷。 陈诺也被这阵仗吓到, 赶忙跟进去。 卫香怎么了? 与此同时, 昭华也没有一丝犹豫, 在陈诺后面进入。 帐篷里, 卫界倒在榻上, 衣经上血淋淋。 若从下得手直斗, 陈诺则震惊地捂住嘴巴。 天哪! 招华脸色发白, 立即向外头的人喊, 叫太医来。 第194章承诺, 不负塔。 太医很快过来, 对卫界进行诊治。 陈诺傻愣愣地站在旁边。 怎么会弄成这样? 卫香怎么, 怎么伤得这样重? 是谁干的? 皇上知道吗? 他喋喋不休, 吵得人心里烦躁。 陆从一个下人, 不好开口指责。 招华关注着卫界的伤势, 晓得陈诺这样会影响太医治疗, 秀眉一皱。 陈小姐, 请你离开。 陈诺也是被家人捧在手心的明珠, 从未被这样训斥过。 可对方是公主, 身份比他尊贵。 而且还是脾气暴躁的昌平公主。 陈诺关心地看了看卫界, 最终还是出去了。 太医为卫界失真, 助其逼毒, 这病情也就慢慢平复下来。 他临走前还叮嘱, 未向这正式逼毒调养的关键时候, 切记动目。 陆从连连点头, 亲自将太医送出去。 这帐篷里只剩下两人, 随即陷入死寂。 过来, 踏上的卫界开口了。 招华脚步僵重, 走到他床踏前, 眉眸中附着淡淡幽疾。 你, 现在还好吗? 他俊脸如雪, 冷白无血色。 扶我起来。 招华这便上前扶他, 动作格外小心。 他坐起身后, 便反握住他的手。 招华眼眸半锤, 挣扎着抽出, 抽不动。 想惹我动怒。 卫界嗓音沙哑, 带着几分怨队。 招华当然记得太医的叮嘱, 不想害他伤势恶化, 便顺从下来, 由他抓着他手, 坐在他床榻边。 卫界那一头黑发散下, 没有树棺, 看起来就似那 飘渺山峰的折仙道人。 正人君子的表象, 手却不老实。 他粗利的拇指, 一下又一下地 抹扎他手背, 带起一丝浅犬依情。 那温润如玉的目光, 也是一瞬不瞬地 落在他身上。 这样静谧的时光, 只有他们二人相伴, 甚好。 给金柿子宋周, 又来亲自探望他, 怎么就对我这般心狠? 卫界直言不讳地 表达不满。 他的眼神 挟着极许忧郁, 仿佛被冷落已久, 生出怨念, 却又不敢发泄出来, 怕被咽气。 招华对上他的视线, 镇定地回答他。 周氏意外, 至于我来此, 是要找世子商谈正事。 说着说着, 他竖然觉得自己 是在对卫界解释。 他当即补上一句, 你觉得我对你心狠, 但在我看来, 我对你们二人并无分别。 卫界嘴角轻扯一下, 怎会没有分别? 你与我是。 听到此处, 招华便打个岔, 看着床。 得要晚, 问, 是不是该喝药了? 卫界脸色苍白, 似灵寻的果实布。 如此病态, 并不叫人害怕, 反而增添几分 清冷如月的阴柔俊意。 他起唇道, 要早就凉了。 招华被握住的手动了洞, 还是想抽开去。 卫界有些脑, 你就这么想走。 招华犹豫道, 我在此处, 会遭人议论。 不怕, 陆从会打点一切。 卫界那张俊美的脸 突然凑近, 他默然一致。 只见他越来越靠近, 微微歪着头, 就要来亲吻他。 招华腰背挺直, 他侧过头去, 勉强避开。 他的薄唇, 轻压在他脸上。 煞时间, 他眉骨轻压, 眉风促然聚起。 他, 还是不愿吗? 招华望着地面, 声音发颤。 你我都有婚约, 你要如何娶我? 交给我。 卫界向他保证, 信我, 我不负你。 那便等到那时再说。 我不愿像从前那般, 与你私下苟且。 这是招华所能做出的, 最大让步。 其实他到现在还很混乱。 昨晚卫界说的那些话, 一直在他脑海里打转。 他想试着相信一回, 或许和前世不同, 他也能得到一个人全心全意的对待。 但是他这婚, 真这么容易退吗? 卫界听他这般说, 眼中化开一抹柔情。 他抬起他下巴, 望着他眼睛, 缓缓开口。 好, 多一你。 招华掰开他手指, 抽出手来。 那你好好养伤。 我去找柿子谈正事。 卫界这回没有挽留他, 看着他起身离开, 看着他头也不回, 那般无情。 他苦笑着摇头。 但, 再度抬眼时, 想到别的什么事, 他眸底拂过一道暗芒。 路从, 路从麻溜地滚进来。 小人在? 卫界沉声问, 谁让他催动的蛊虫。 若非, 他方才抓他手把脉, 还不知, 他昨晚是通过这种方法找到的他。 如此损害身体的方式。 第195章不能没有胃像。 路从自觉心虚, 不敢直视主子眼睛。 他磕磕巴巴道。 昨晚, 昨晚一直找不到主子下落, 小人实在没办法。 小人也再三问过古书师, 确保公主不会有大碍。 主子恕罪。 卫界欲一般温良的眸子微寒, 擅作主张。 回府后自己去领罚。 虽被惩罚, 路从也不认为自个儿有错。 单单是驱动蛊虫时会承受一些痛苦, 伤不到根本。 说到底, 主子还是太在意昭华姑娘了。 其实这点痛算什么呢? 连昭华姑娘自己都没吭声。 卫界闭眼调息, 煽动那些尸体处理了吗? 路从功升回。 按您的吩咐, 已经知毁陈将军。 陈将军一直在搜查刺客, 终于有好消息。 他在一处山洞里发现刺客尸体, 将他们尽数带回。 轩人帝大悦, 重赏陈将军。 后又得知卫相被刺客所伤, 他便亲自来看望。 床榻边, 轩人帝言辞卑切。 卫相, 你屋要好好休养, 朕不能没有你, 天气不能没有你啊。 卫界微微汗手, 吴皇后爱, 臣受之有愧。 轩人帝大受感动。 他这相国大人, 忠君爱国之心如朝朝明日, 他是一点都不曾质疑过。 这次卫相又舍身捉拿刺客。 得此良辰, 福复何求? 卫相好好写着。 来人呐, 传阵旨意, 随行太医一律紧着卫相这边, 定要将卫相这伤治好为止。 遵命! 轩人帝走后, 卫界那眼神凸显凉薄。 他吩咐陆从, 本相须敬仰, 其他探访之人都聚了吧。 陆从刚要领命, 想起什么, 多嘴问。 主子, 若是公主来了呢? 这指的是哪位公主, 不言而喻。 卫界望向帐篷入口, 眼神晦暗。 他能来道好, 昭华的确来不了。 一则, 他需要避嫌。 二则, 他不欲与卫界纠缠过命。 纵然他答应, 以后会嫁给他, 但那也是将来未可知的事。 眼下他们都还有婚约在身, 便不能胡来。 夜幕志, 众人大多都呆在自己的帐篷内。 家和颇有兴致地服案作画。 一名内侍走进来, 他问, 人带来了? 仅遵公主命, 人就在围场里, 且一切都安排妥当。 家和抬起头来, 笑容甚甜美。 是吗? 那可得瞧仔细了。 这场戏闹得越大, 才不枉本公主忙活一场。 内侍垂手, 是, 公主。 另一边, 昭华也还没睡下。 他来来回回, 将那些罪证看了许多遍, 还觉得不够。 夜深时分, 昭华隐约觉得有人在暗中窥视。 那种强烈的视线, 令他后背深寒。 他望向周围, 又不见任何一样。 起初并未过多在意, 只以为是自己太过劳累, 心神不宁。 可就在半夜, 一阵寒风吹来, 掀起帘子。 他抬眼望去, 竟瞧见帘子后面, 有双泛着绿光般的眼睛。 碰! 昭华顿时一惊, 打翻了手边的东西。 那人也受了惊, 嗖得一下就没眼了。 这下, 昭华认定不是错觉。 那是个人, 活生生的人。 他在外面站了许久, 就这么盯着他。 昭华收起那些罪证, 藏到一个只有他知晓的地方。 随后, 他起身走到外面。 外头有侍卫巡视, 按理说, 普通贼人闯不进来。 他叫来附近一名侍卫。 刚才谁在我帐篷外, 你可有瞧见? 那侍卫仔细想了想, 点头, 回公主, 确实有人。 是谁? 昭华立马追问。 第196章刺婚期。 是谁站在他帐篷外。 昭华询问侍卫时, 后者一点不觉得异常。 他镇定地回。 公主, 那是个巡逻侍卫。 原是这样。 如果是侍卫, 别人自然不会起义。 不过, 昭华觉得那人很可疑。 若他心里没鬼, 为何被他发现后就跑了? 他又问, 你知道那人姓甚名谁吗? 被问话的侍卫摇摇头。 来往巡逻的侍卫太多, 属下也不清楚。 既问不出什么来, 昭华只好暂时作罢。 但接下来几天, 他觉得那窥探的视线挥之不去。 尤其是晚上, 那人影就像鬼魅, 不现身, 就这么暗暗地纠缠他。 昭华睡不好觉, 白天自然就没精神。 围场看台上, 金世子见到他这般, 关心地问。 公主可是贵体抱恙? 周围没旁人, 昭华便如实告知了。 金世子俊逸的脸上, 附着愁色。 他担忧到, 莫不是与那些刺客一伙的。 昭华也早有此猜测。 狄在岸, 或许他们知道, 他手里有金伯侯府的罪证。 想来盗取, 好越过魏姐向皇上告发。 他提醒金世子, 我已将那些东西烧毁, 世子那边也要当心险。 他们手里的罪证, 都是魏姐给的踏硬板。 烧毁了, 无碍。 但真要是落入旁人之手, 麻烦可就大了。 不止他和金世子会被问罪, 还会连累魏姐。 毕竟, 泄露罪证等同迅思包庇。 此时的昭华还没意识到, 他已经开始在乎魏姐的安危。 小心使得万年传。 经他这么一说, 金世子也决意要毁掉那些罪证。 两人私语, 被轩人帝看到, 深感欣慰。 在旁伺候的李公公知晓圣意, 屈膝弯腰道。 皇上, 昌平公主与世子感情见好, 怕是不日就要请赐婚妻了。 轩人帝龙兴大悦。 如此甚好。 昭华与金世子说话时, 突然又感觉到那股窥视。 他迅速转头看去, 却没见着形迹可疑之人。 怎么了? 金世子见他脸色紧绷, 也随着他视线望去。 而后他有所意识, 追问, 他又出现了。 昭华轻轻点头, 警惕地观察四周。 然后, 他注意到家和。 家和正看着他, 对他友好微笑。 那笑容, 昭华很熟悉。 通常家和心情真的很不错时, 才会有那种浅淡的, 又深达眼底的笑。 这时, 围场那边有动静, 有人正徒手与一头老虎搏斗。 那场面精彩绝伦, 像一场编排完美的舞戏。 看台这边的欢呼声, 此起彼伏。 还有人泪鼓助兴。 随着鼓声骤停, 那人胜了。 老虎发出一声凄惨的嚎叫, 响彻山林, 然后就那么倒下。 逐位上的轩人帝赞不绝口。 英勇可嘉, 赏! 上午就这么一场可看的, 其他人猎到的都很寻常。 五些时, 众人各回帐篷。 昭华却被轩人帝叫去。 皇儿, 你与金柿子相谈得如何? 回父皇, 尚可。 那朕就安心了。 前几日, 你忽然刺伤金柿子, 朕还想着, 你是否不情愿, 怪父皇勉强你们。 昭华面上浮现慌乱之色, 赶紧解释。 父皇疼爱而沉, 而沉感恩都来不及, 岂会怪父皇。 那次的事, 着实是个误会。 柿子送了臣一把匕首, 而臣想是刀, 奈何武艺不惊, 反伤了柿子。 在别人看来, 就成了臣恶意伤人了。 轩人帝笑得愉悦是然, 朕想也是。 皇儿又不是昌平那种惹势的性子, 怎会伤人呢? 不过, 既然你们二人感情甚好, 这婚期, 你可有主意。 赵父皇的意思, 成婚还得趁早。 昭华侯中疏然一紧, 父皇还真是着急。 轩人帝见他不说话, 脸上的笑容消失大半。 之前你是觉得不了解, 如今总没有理由推脱了吧。 第197章, 别咬。 对于父皇逼婚, 昭华故作羞怯地说, 父皇, 这婚期只怕是还得再往后。 我看世子什么都好, 就是这身体。 他羞于其耻, 顿了顿, 接着道, 父皇, 而臣想让世子把那生病治一致, 否则二臣嫁过去也是守活寡。 嗨嗨。 轩人帝故意咳嗽, 打断他这话, 你说的也不无道理。 暂且这样吧。 昭华刚想告退, 轩人帝又扯到别的事, 魏象为捉拿刺客, 身受重伤。 皇儿, 你如今是魏象的表妹, 理应去关怀关怀。 昭华当即反问, 父皇, 这不妥吧? 魏象于而臣是外难, 若共处一事, 没让你进深桥, 你多少也应去问问, 多走动。 是, 而臣知道了, 轩人帝想的是让他走个过场。 他哪能想到, 昭华这一过去, 魏杰就把人给留下了。 帐篷里, 气氛纠缠不清, 魏杰抓着昭华的手, 明明还伤着, 却是气势逼人。 怎么, 如今连抱你都不成了? 昭华被逼到床脚, 抬眼便对上他沾染薄怒的眸光。 他手指压着他腕子, 见他不打, 言语更加嘲弄。 还是说, 你先前所言都是在骗我, 把缓兵之计用到我身上了吗? 昭华心口发闷, 眼睫轻颤动。 没有, 没骗你。 他忽然这么凶作甚。 闻言, 未见那清润的眉眼书展开, 蕴含温和。 他不由分说地将他揽在怀里, 蹭着他颈侧, 灼热气息倾洒在他颈窝, 句句不提思念, 但句句皆是思念。 那就好, 我只当, 只当你诱骗我。 昨晚梦见你逃了, 我一直找你, 等我再见到你, 你穿着嫁衣, 要嫁与旁人。 昭华恍然顿悟, 难怪他今日的脾性这样走。 他一过来, 他便二话不说, 要抱他, 吻他。 那是梦, 不是真的。 昭华试探着安慰他, 被他搂得更紧了。 我知, 皇上想要促成, 你与金世子的婚事。 他今日问你, 你是如何回答他的? 昭华的瞳孔, 因为诧异而扩散。 你, 你怎知道父皇他? 怕什么? 未见拇指抵在他唇间, 指负轻压他唇半, 沾上他一点淡红的口汁。 他侧头望着他, 由于伤情加疲惫, 都说半君如半虎, 我若不明圣意, 如何做好这个相国? 他连这种隐秘的事都告诉他, 可见是真的信任。 昭华久久无法平复, 他万万想不到, 卫界会在父皇身边安插人手。 那以后, 他在父皇跟前说话, 也得更加小心才是。 为何不说话了? 卫界那大掌握着他腰, 虎口沿着腰线往上顶走。 昭华微微站立, 我, 我就是太震惊了。 他勉强扯出一抹笑容, 卫界鼻子的视线将他望着, 一手勾着他衣带, 并不解, 只是绕在指尖把握。 他喉间一出一声闷笑, 我真是喜欢你这惧怕的样子。 紧接着, 他又整个放松下来, 靠在他肩上, 嗓音微哑。 我也不是什么都知道的。 就比如, 你如何回的皇上, 我一概不知。 昭华冷静下来, 脸色恢复正常。 父皇想定下婚期, 我拒绝他了。 只是这样而已, 没什么好说的。 卫界一听这话, 很是受用。 他这心情明显转好, 这样就好。 先缓着, 后面的事我来做。 你要怎么做? 昭华忙问道。 卫界在他耳边低语, 想套我的话吗? 未等他辩解, 他末地咬住他耳垂。 昭华这耳朵敏感得很。 他顿时一个机灵, 缩了下脖子, 身体也往后倾, 别咬。 卫界顺势将他推倒在榻上。 随之而来的是那细密的吻。 昭华招架不住, 推也推不开。 卫界拂开他发丝, 轻拙他的唇, 但却一点点增加力道, 贪婪地夺取他的香甜。 绵长渗入的一吻结束后, 看他呼吸凌乱, 眼尾泛红的模样, 他严余地笑。 想套话, 你还得再卖力些。 我没, 他张口欲反驳, 又被他一口吞下。 原本整齐的床踏, 不过虚余余就变得凌乱。 浮在他上方的男人, 闷重地喘息, 眼中沾染浓烈的欲念。 昭华全身发软, 恍恍惚惚地, 入了他编织的梦。 怀安? 男人眼眸深邃, 似有笑意。 想要? 第198章, 龌龊东西。 昭华不知自己怎么就睡了过去, 这一觉格外沉, 连着好几天, 他都没睡得如此安稳。 醒来时, 他发现自己, 竟在卫界的帐篷里, 还睡在他的踏上。 昭华猛然坐起身, 又见卫界正坐在桌边看公文。 他没有竖发, 黑发顺着后背倾线下, 随意又不凌乱。 宽袖大袍, 浑然折仙一般。 昭华素来知道, 他有一副好皮囊。 只是如今仍会被吸引, 只当是一世独立的画卷, 缓缓在他面前展开。 他或许看不见自己的俊美篝祸, 如脚脚清风, 无形最是撩人。 昭华穿上鞋袜, 起身下榻。 我怎么睡着了? 卫界朝他看来, 意味深长道。 我倒也想问, 是我记忆不惊吗? 否则某人怎会睡得如此沉? 昭华面色微微泛红。 他倒是记得, 不久前好像还与他在踏上缠绵。 他也颇为动情, 只差一点便要。 眼下他这情况, 应该没有成。 也是, 对着一个睡着的人, 他怎提得起兴致? 不过他还是想不通, 为何就睡着了呢? 见他满脸纠结困惑, 未接适可而止地放下公文, 告诉他实情。 看你弃虚体罚, 眼带无倾, 便设法让你睡了会儿。 昭华略显惊讶。 你做的? 你何时? 忽然, 他想到, 先前亲吻时, 他就觉得, 他用舌尖将什么敌给了他。 原来不是错觉, 他那时应是给他。 要了, 这个人, 还真是防不胜防。 不过, 也就是说, 他那时就没想要他。 多谢。 昭华诚心道谢, 不再计较他那些轻薄行径。 卫界手指轻扣桌面, 提议道, 若是睡不惯, 便带些安神香回去。 昭华摇头, 并非睡不惯, 只是这几日。 他顿住, 见他桌上堆了那么多公文, 话锋一转。 你的伤还未痊愈, 就要急着处理这些吗? 卫界看出他有隐情, 没有接他这话, 继续问。 这几日怎么了? 昭华不以为意, 就是临终重生扰人。 他若告诉卫界实情, 只怕他又不能安心养伤。 何况, 这本就是他的事, 不该麻烦他。 昭华回去后, 才从绿兰口中得知, 他约莫睡了两个时辰。 这期间, 绿兰原本不敢走, 还留在帐篷外等候。 但陆从嫌他在这太显眼, 就让他先回了。 经此一事, 绿兰难免生疑。 公主和卫相待了那么久, 定是关系匪浅。 还有上次, 卫相失踪, 陆从不找皇上, 却来找公主。 这些都耐人寻味。 可他身为婢女, 不敢多问。 绿兰摆上一叠甘果点心, 另起话头。 公主, 刺客都已被抓, 总算不用再严查严审了。 今晚外头要点篝火热闹热闹, 你想去瞧瞧吗? 他说这话时, 眼睛都亮了, 可见是他想去。 昭华也不是苛刻的主, 柔声道。 我困乏得很, 得早些睡。 你便替我瞧一瞧这热闹吧。 绿兰抑制着激动, 赶紧谢恩。 皇上出行, 各官员卯足了劲讨圣上欢心。 今夜这篝火会, 是某个官员特意安排。 晚上, 夜幕四合之时, 空地上燃起几堆篝火。 开场便是民间的杂技, 最为震撼的当属打铁花。 广膀子的手艺人摇起铁水, 而后敲击木勺, 铁水瞬间变成火星洒在空中。 黑夜之中, 星火炸裂, 亦如繁星落下, 火树樱花。 众人连声叫好, 轩人帝也甚是喜悦。 看傻啊。 打铁花, 侍卫讨个豪彩, 寓意吉祥。 官员们借此, 对帝王极尽赞美之词。 气氛热烈之际, 一名侍卫来报。 启禀皇上, 有人会乱为场, 男子被当场抓获, 女子脱逃。 轩人帝好好地心情荡然无存。 如此握出东西, 你们按律处置便是。 侍卫畏惧道, 可, 可是官昌平公主, 这与昌平有何干系? 轩人帝脱口问道, 侍卫头埋得很低, 生怕说错一个字。 因为, 因为那与人私通者, 极可能就是公主。 什么? 轩人帝震惊又愤怒, 传朕的命令, 让昌平速来见朕。 还有那, 那奸夫, 一并给朕绑来。 第199章问罪, 他与人私通, 昭华本就难以入睡, 忽然听到外头闹哄哄, 错乱的脚步声停在他帐篷外。 紧接着, 一道严肃的声音响起。 公主, 皇上急召您过去。 这么晚了, 父皇有什么事? 昭华穿戴好, 走到外面。 月色如水, 篝火的热闹, 不该这么快就结束。 怀揣着狐疑, 他来到轩人帝的营帐。 这帐内有许多人, 乌泱泱地, 瞧得他眼花。 儿臣见过父皇, 轩人帝仍然觉得, 此事荒唐, 断不可能是他所为。 可他又必须得弄个水落石出, 否则这皇室声誉就毁了。 昌平, 你今夜去过何处? 儿臣一直待在帐篷里。 父皇, 昌平一定是被冤枉的。 家和突然站出来, 莫名其妙地维护。 昭华顿觉奇怪, 父皇, 不知儿臣所犯何错? 看样子, 他这是被算计了。 轩人帝示意其中一名侍卫开口, 那侍卫拱手领命, 置地有声地陈述起来。 今夜卑职带队巡查, 行至围场密铃, 便听见, 听见男女苟合之声。 那男子被卑职等当场捉拿, 那女子跑了, 却遗留一块公牌。 此时, 那公牌就在轩人帝手里。 他举起它, 丢到昭华面前。 你看看, 这是谁的公牌? 昭华弯腰捡起, 随后便发现, 这正是他的物件。 他贴身的公牌, 怎会? 家和满脸忧急。 父皇, 这也可能是栽赃陷害。 能够拿到公牌的, 或许就是昌平身边的近视, 未必就是昌平本人啊。 轩人帝被吵得头疼。 家和, 此事与你没有干系。 你先回去。 家和眼泛着泪光, 十分固执地摇头。 不, 儿臣不走。 儿臣若是走了, 就没人相信昌平了。 昭华见他这样, 不止没有丝毫感动, 反而觉得讽刺好笑。 家和这般激动, 怕是这事就和他有关。 轩人帝转又问昭华, 你的婢女呢? 他今夜在何处? 昭华刚要说话, 一个侍卫压着绿兰进来了。 启禀皇上, 此人鬼鬼祟祟, 声称是公主的贴身婢女。 绿兰一下跪在地上, 方才她在外面, 已经听说公主私会外男的事。 这会儿, 她也不确定此事是真是假。 毕竟, 公主有个相好, 她是亲眼见过的。 奴婢罪该万死。 皇上, 奴婢是担心公主, 这才。 轩人帝急不可耐地问, 你先前去了哪儿? 绿兰说实话。 奴婢, 奴婢去瞧篝火会了。 很快就有人为她作证, 声称在篝火会上见过。 按照时间推算, 私会的人不可能是绿兰。 依点再度回到昭华身上, 并且比之前更加不利。 只因, 昭华说她一直待在帐篷里睡觉, 但既然绿兰在篝火会, 就没人能够证明她的行踪。 绿兰万分懊悔, 早知如此, 她就不去瞎凑热闹了。 昭华却不这样想, 即便绿兰始终与她待在一处, 依旧没人会信。 他们会觉得, 绿兰是她的人, 必会为她撒谎。 侍卫又摆出人证。 皇上, 有几位婢女, 他们声称, 曾看到昌平公主往密林那边去。 家和弱弱地反驳, 父皇, 一面之词, 如何能全信? 天黑了, 也可能认错。 这时, 有人闯入营帐。 臣女也瞧见了, 来人是陈将军之女, 承诺。 她着急忙慌的。 启禀皇上, 臣女亲眼看到昌平公主去密林, 真真切切。 对, 就是这套衣裳。 她指着昭华, 信誓旦旦。 陈将军跟着女儿进来, 先向皇帝请罪。 皇上, 臣叫女无方, 让她惊扰圣驾了。 臣诺一副爱好打抱不平的侠女样。 皇上, 家父一直教导, 做人要诚实有幸, 臣女看到什么便是什么, 绝对没有撒谎。 眼下, 别说其他人了, 就连绿兰都觉得, 公主今夜真去撕毁秦郎了。 让她去看篝火, 可能就是为了支走她。 她想, 公主糊涂啊, 留着她, 她还能打掩护啊。 这下该如何是好? 家和面上担忧, 眼底一片阴冷。 她走到昭华身边, 故意当众大喊, 父皇! 要证明昌平的清白, 很简单, 只要看她, 还有没有手工杀即可。 说着, 她擅自将昭华的衣袖撩起。 然而那胳膊上, 竟是白白净净。 众人倒吸一口凉气, 家和则暗自冷笑。 哼, 果然如此。 这下看昌平如何自证清白。 第二百章, 为何没有手工杀? 亏了家和, 昭华白皙的胳膊, 就这么暴露在众人眼下。 上面根本不见手工杀。 轩人帝本来还相信昭华, 现下勃然大怒。 荒唐! 简直荒唐! 气血冲脑, 她顿觉头晕眼花。 皇家的声誉, 与金世子的婚事, 这下都完了。 绿兰也吓得腿软。 惨了! 公主要是出了事, 她以后可怎么办? 家和一副难以置信的样子, 慌张地盯着昭华。 昌平, 你, 我, 我不是, 我是想帮你的。 可你怎么? 家和这伪装就有些僵。 因为她发现, 面前的昌平一点霉荒, 相当泰然。 昭华将手正脱出来, 放下袖子。 随后, 她上前一步, 从容道。 父皇, 儿臣的确没有手工杀。 你, 你还说得出口? 轩人帝怒斥, 她对她太失望了。 原以为, 她比昌平懂事。 没想到, 两人都是一个样子。 她怎么对得起她的器重? 怎么对得起, 她费尽心思将她接回宫中? 昭华适时地流出两滴眼泪。 父皇, 众所周知, 这手工杀点一次, 少则一年, 多则三五年, 她就会自己退去。 因而, 此物需要不断点上, 直至女子出嫁。 可是, 可事尔臣在太庙三年, 这手工杀早已褪色了。 回到宫中, 身边也没有亲近的摩摩提醒。 承诺一听, 就觉得她在撒谎。 怎么会呢? 堂堂公主, 怎会连这种事都忽视? 住口! 陈将军沉声喝泽。 她这个女儿, 性子也太直率了。 什么该说, 什么不该说, 到现在都分不清。 昭华抹了抹眼泪, 接着钱话道。 后来, 去探望外祖母, 外祖母看见儿 陈这手工杀褪色, 才提起此事。 家和根本不信这套说辞, 她故意提问, 那后来怎么? 昭华眼神悲哀怜悯。 儿臣从前不知这手工杀如何制成, 之后听闻, 是要将名为手工的活物捉来, 关在笼中, 每日以诛杀未知, 时机一到, 便将那手工捣碎, 谁染其枝, 已染女子屁。 儿臣儿臣实在不忍心。 儿臣居太妙三年之久, 平日里听大师讲经, 素问割肉未因, 舍身四胡等典故。 儿臣心智不算高, 没勇气做此等事, 但也不忍起杀生之念。 若因区区一粒手工杀, 便要残害一生灵, 实非而臣所愿。 众人听完他这番话, 都感叹公主竟有这般悲悯众生的善心。 家和秀中的手紧握, 佛法佛法, 又是佛法。 昌平在太妙待了三年, 真就长进了吗? 居然用这些谬论来辩驳。 别人不知道, 他还不知吗? 昌平早就被破了身了, 眼见轩人帝的神色有所缓和, 昭华并未放松。 他知道, 光是以上那些理由, 不足以让人信他。 于是, 他继续道, 关于这手工纱, 儿臣还听说, 此物珍贵, 并非所有女子都用得起。 要么出身高贵, 要么家中富有。 可这样的女子, 天下总共又有多少呢? 其实多的是千千万万用不起此物, 甚至根本不知晓此物的。 儿臣身边的婢女, 就没有一人点过这手工纱, 他们难道就不争不结了吗? 儿臣不懂, 这是什么道理? 更有听闻, 由一民间无知男子, 听了些传言, 便以为所有女子都有此物, 娶了妻, 发现妻子没有手工纱, 便将其殴打致死。 因这小小一枚朱纱, 便定了一人的贞结, 这才是荒谬至极。 是也。 儿臣不愿再点这手工纱, 父皇若因此降罪, 不管什么惩罚。 而臣都认了, 言罢, 账内鸦雀无声。 有些婢女眼圈泛红, 大受感动。 没想到, 公主竟会体恤他们的不义, 承诺也因自己的狭隘感到羞愧。 她从来不知道, 一个小小的手工纱居然牵扯到这么多。 这个昌平公主和传闻中大不相同, 承诺默默向昭华投去钦佩的目光。 主位上, 轩人帝一句话都说不出, 因为她太清楚了。 昌平这些话还是在告诉她, 她自幼流落民间, 就是那千千万万中用不起手工纱的女子之一。 她听完, 心里只一阵苦涩, 不免想起, 那十几年来她在外面吃过的苦, 遭过的罪。 她竟然, 竟然还怀疑她的品性。 昌平, 父皇有愧。 家和物资冷了心。 父皇真是太感情用事了。 这些话她也信。 幸好, 她还有比手工纱更加直接的证据。